一场意外 陆佳佳穿越到七十年代的一个恋爱脑身上 连主为了嫁给一个周文青的男人 竟跳水相逼 可换来的只有一句我只是把你当妹妹看待 更是因为二嫂的一句好吃懒做 自己就跑到山里挖野菜 结果没了路从山上掉了下来 而醒来的已经是穿越而来的陆佳佳 在这个父母爱哥哥宠的年代 看他怎么首次渣男 我的闺女啊 这可遭老罪了 陆佳佳睫毛动了动 缓慢地睁开眼 看到陆母正在他旁边哭 当家的 闺女醒了 陆佳看了一眼床上虚弱的闺女 满脸沧桑 你就这么喜欢那个周文青 不让你嫁你就跑到山里求死 你就没想过我们两老 当家的 闺女都这样了 你说这干什么 我说这干什么 我难受啊 陆佳弯着腰 忠货的脸上似乎妥协了 你竟然这么想嫁给他 那爹就豁出这张老脸 求他娶了你 再给你丰厚的陪嫁 我不嫁 啥 陆母愣了愣 陆佳也看了过来 一众哥哥嫂嫂 也以为自己听错了 毕竟谁都知道 他可是非周文青不嫁 我不嫁周文青 娘 我渴 哎 对 对 口渴 陆母错愕了几秒 对着身后的儿子媳妇喝赤 没听见你妹妹想喝水啊 一个个都聋了 混球玩意儿 生下来都是讨债的 二嫂田津花 慌慌张张跑到厨房 倒了一碗水 谈妹的端到陆佳佳面前 小妹 喝水 田津花在家里斤斤计较 最偷奸耍滑 今天这么主动的抢活干 大嫂张书云觉得奇怪 陆佳佳心里也知道 田津花为什么这么主动 无非是怕昨天 把她骗上山的事情说出来 陆母赞赏地看了田津花一眼 谁对她闺女好 她给谁好脸色 她想着去了大儿媳张书云一眼 怎么这么没眼色 没看到我闺女 受了这么重的伤吗 张书云也不傻 急忙道 娘 小妹肯定饿了 我去把好的粥 和汤好的鸡蛋饼端过来 快去 陆母一勺子一勺子 往陆佳佳嘴边喂水 陆佳佳挺不好意思的 毕竟她都17岁了 其实 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 陆佳佳真的是掉进了福窝里 上面有四个哥哥 父母又极其宠爱她 不愁吃喝 如果她安安分分 这辈子都不会活得太差 佳佳 吃点饭吧 鸡蛋在这个年代极其珍贵 女人怀孕做月子 能一天吃上一个鸡蛋 就算日子过得不错了 陆母温柔地扶着自家闺女 快吃 不够还有 娘再给你做 都看什么看 都敢活去 家里的鸡不用喂啊 田金花撇了撇嘴 她就看不惯陆佳这些人 宠着陆佳佳 不过是一个丫头骗子 能养活就行了 还把好东西都给她吃 人一少 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 陆佳佳咬了一口鸡蛋 睁着一双大眼等着陆母开口 佳佳 今天是谁在山上救了你 果然问的是这件事情 她是绝对不可能和原主一样 让周文青贸任这个功劳 是薛燕 她把我背下山的 啊 薛燕 陆母惊饿 陆佳则是直接站了起来 在房间里面来回夺步 陆佳佳眨了眨泛红的眼 如果不是薛燕 今天我就死在山里了 娘 你不知道我掉进了山奥里 怎么爬都爬不上来 我的闺女啊 陆母抱着心头肉就哭了起来 陆佳佳也跟着走落泪 但下一秒就被陆佳呵斥了 呼什么哭 这都被救两寸了 陆佳急得头发都快白了 原来西水村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一个男人救了一个女人 如果两家都有意思 可以结为亲家 虽然现在是新时代了 这规矩说破就破 但是流言飞语少不了 上次为了周文青自己跳进湖里 被薛燕救上来 陆佳佳生怕哪天薛燕来他家提亲 他找到薛燕 阴阳怪气的嘲讽他 不要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这辈子只会喜欢周文青这一个男人 就你还想娶我 我就算是嫁给狗都不嫁给你 男家的你说这该怎么办 薛家穷得叮当响 连饭都吃不上 要是佳佳嫁过去 不仅要干萌活 连饭都吃不饱 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嫁给薛家 肉腹瞥了一眼 还在发呆的陆佳佳 我看就是该让他受受苦 嫁给薛燕总比嫁给那个周文青好 连桶水都断不起来 穿越过来的陆佳佳 可不会像原主一样走他的老路 爹 死了一次我也想明白了 周文青就是在故意吊着我 我对他是一点也不喜欢了 相反 我觉得他不是个好人 真不喜欢了 不喜欢了 爹 你以后不要对他特殊优待了 而且 他干了那么多轻松的活 那些繁重的活也应该轮到他了 总不能便宜都让他占了吧 陆佛是溪水村大队长 村里的各项事物都归他管 之前陆佳佳有什么轻松的活都缠着他边 让给周文青干 田金花从屋檐下偷偷摸摸走了出来 正好碰到了陆港国 陆港国脸色一变 把田金花旁应拉进了屋里 你在我小妹屋底下偷听什么 我 我这不是关心小妹 生怕他又被那个周文青给骗了 小妹的事情你别管 爹娘会处理 我还不是怕他又拿家里的东西给周文青吗 你也知道 现在粮食有多珍贵 我是为了我们全家着想 小妹拿点粮食怎么了 你别忘了 我们家最苦的两年是怎么过来的 要不是小妹 我们那四个孩子能活下来吗 粮票的事情天天说 天天说 早听腻乱了 前几年最穷的时候 连人都穷吃不饱饭 大人甚至都有饿死的 更别提孩子了 陆佳佳也就在那时候进了文工团 有补贴有粮票 一分不剩的全都交给了家里 就因为这些粮票 他们孩子一个都没饿死 田金花见到这种场景就知道 他如果敢说陆佳佳一句坏话 陆港国就敢打他 知道了 知道了 谁不对小妹好 我也对她好 就是担心她而已 陆佳佳醒过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他撑着坐了起来 打量着这间屋子 文芝阿想了一下 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走了进来 他从记忆里认出来的这个小姑娘 是他大哥陆爱国的女儿小花 陆佳取名字图省事 陆母的四个儿子 直接从爱港敬夜中每人摘取一个字 大哥陆爱国 二哥陆港国 三哥陆敬国 四哥陆夜国 而家中的五个侄女 林子直接从花好月圆夜中摘取一个字 现在进来的就是他大哥陆爱国的大女儿陆花 小姑 你醒了 我去酵奶 没事 你 话还没说完 小姑娘就兴冲冲的出去了 闺女 你再等等 饭马上就好了 说完就对外面扯着嗓门喊 老大家的 算好了吗 怎么这么慢 要饿坏我闺女啊 张淑云快速端着饭从外面走了进来 和中午的硬乌一样 小妹 快吃饭吧 我让你爹再给你找个轻松的活 你每天早点回来 给我闺女做饭 家里的其他活不用干 专门照顾我闺女就行 张淑云脸上一洗 我知道了娘 一直在门外偷听的田津花不乐意 她冲出来 娘 饭都是我跟大嫂轮流做 你怎么偏心呢 陆佳佳愣了愣 突然发现她似乎引起了家庭大战 她看向陆母 而陆母看到这糟心的玩意就烦 老娘就是偏心 谁让你大嫂爱干净 这段时间 你跟我轮流回家做饭 再敢给老娘抱怨一致 老娘打断你的头 田津花缩了缩脑袋 不敢吭声了 等陆母出去洗澡 房间里就剩下了陆佳佳一个人 田津花偷偷摸摸的进来 陆佳佳还没反应过来 田津花夺过陆佳佳手中的勺子 从了一大口周到自己嘴里 小妹 你不知道今天你二嫂我快累死 你说你在家什么也不干 天天白吃白喝 可真幸福 原主这个人性格很奇怪 他有时候嚣张的让人讨厌 有时候却懦弱的诡异 自从文公团解散后 连主回了家 田津花就经常暗地里嘲讽他 害怕他告状 就拿周文青威胁他 他一次次的退步 而田津花越来越放弃 吃饱了吗 没 二嫂再吃两口 你恐怕没时间了 什么 爹 二哥 田津花瞬间下的鸡蛋饼掉在了炕上 他想要捂住路家家的饼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我跟周文青说你的坏话 有本事你就去 我还生怕你不说呢 小妹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别好了 田津花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往常他用这一招的时候 路家家都会特别听话 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 二嫂错了 小妹 求求你了 错了也没用 真不知道园主以前到底是怎么想的 竟然会这么轻易的就被田津花拿捏住 路家家忍住将网扣到他头上的冲动 暗地里骂了我这么多次 昨天更是故意把我骗到山上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 田津花整个人僵住了 早上路家家刚回来的时候 他确实有些害怕 但见路家家什么都没说 也就以为他和往常一样被他拿捏住了 所以才忍不住馋 跑进来肆无忌惮地吃路家家的东西 爹 二哥 房间最早跑进来的是他四哥路叶国 路叶国脾气暴躁 和路家家相差一岁多 从小时候就是他护花使者的身份 他一进门视线就落在了田津花的身上 目光凶狠 小妹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路家家本来想告状的话卡在了喉咙 四哥容易冲动 万一打了嗓子 肯定会落下不好的名声 我不要跟你说 我要跟爹和娘说 扫了一眼低头打颤的田津花 咋了 爹 二嫂冲进我的屋里就把粥喝光了 鸡蛋饼也被他吃了 啥 路夫向来沉稳地脸上拉得老长 他双手背在身后 看了一眼田津花 他闺女受了多大的罪 差一点就被过气了 老二的婆娘竟然还抢自己妹妹的东西吃 爹 我错了 我就是尝一项小妹的东西 不是 爹 他一进来问都没问我 直接就把我半碗粥喝了 鸡蛋饼也已经被他吃了一个 他还说要是我敢告诉你 他就在周温卿面前故意说我的坏话 让我一辈子都嫁不出去 路夫眼神如骨锦 陈生道 老二 爹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教训这国娘 陆港国抓住田津花的衣服往外面扯 很快陆母的声音也在院子里响了起来 偶尔有传来田津花哀嚎声 陆家家一点心疼都没有 他为园主挺心疼的 前两年家里困难的时候 他经常用自己的关系给家里买粮食 为了家里的人都活下来 他还用自己的联讨便利 和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出去吃饭 而田津花的三女儿小元刚出生的时候穷得厉害 村里很多小孩都被饿死了 陆家家用自己的粮票和关系买来了一罐麦乳精 小元也是靠着这罐麦乳精才活了下来 可自从文工团解散以后 田津花就开始欺负原主 昨天甚至渐渐害死了他 他实在想不通田津花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 老二 当初我就说 让你别娶田家的闺女 逮不出不了好损 你非说他能干 能吃苦 结果呢 娶进来之后 跟他娘一模一样 途间耍滑 搬弄是非 老二陆港国还没说话 田津花先哭哭啼啼出了声 娘 我知道错了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刚才怎么了 你看在我生了陆家长孙的份上 这次就别跟我计较了 弟提到自己儿子大山 整个人就像有了底气一样 妖不自觉的就折起来 他可是为陆家生了长孙呢 狗屁 老娘不缺一个孙子 但老娘就这一个闺女 你儿子又不是给我生的 我也不指着他养老 今天我就明确告诉你们 再让我知道 你们老儿家欺负我闺女 立马给我滚出去 永远都陪进我陆家的大门 娘 陆港国脸白了白 他也知道田津花这几年性情大变 和结婚前简直像两个人 但是他们孩子都有四个了 现在又能怎么办 当家的 你说是不是这个礼 就按你娘说的办 陆父一发话 直接就赶上钉钉 田津花看了看儿子大山 这是陆家第一个大孙子 他就不相信了 这老两口还能真把他们赶出去 陆家家在院里帮小花梳头发 无意间抬头却发现周文青在门口 只见他在门口淡淡的看了陆家家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 一句话也没说 这人是在等着他追上去 都多少次欲擒故纵了 当他跟园主一样糊涂 陆母从房间走出来 见陆家家脸色有些异常 怎么了 没什么 门口来了个要饭的 要饭的 来 我们看到那个要饭的了 就是小姑父 啥小姑父 陆母愣了愣 随即很快反应了过来 周文青 陆家家梳头的动作僵住了 尴尬的想要钻进地里 陆主喜欢周文青 喜欢到没有自我 和周文青还没什么关系 就哄着家里的侄子 指你叫小姑父 谁让你们叫小姑父的 以后不许在外人面前 给我瞎叫 听到没有 知道了 是小姑让叫的 陆母看了女儿一眼 心肌梗塞都快饭了 不就是一个下乡之亲 读了点书吗 怎么就喜欢到这种地步 陆家家吓得急忙表示 娘 这是我还傻的时候 让他们叫的 以后再也不让他们叫了 你要相信我 我是真的不喜欢周文青了 真不喜欢了 那我现在就出去把他赶走 去吧 去吧 您千万别客气 周文青在离陆家 一百米的地方等了一会儿 见陆家家一直没出来 狠狠地皱了皱眉 往常他能主动来找一次陆家家 陆家家肯定批颠批颠地跟上来 无论他提什么要求 对方肯定都会答应 今天怎么回事 腿伤有那么严重 周文青很不满 他伸开自己的手掌 掌心边缘磨得通红 手指上也有好几个水泡 以前他在队里干的 都是最轻松的活 只计计大家的公分就行了 没想到昨天陆父 竟然让他下地干农活 看来陆家这是想强行 逼我娶陆家家了 耍这些龌龊手段 真是令人恶心 休想让我屈服 一个空有美貌的草包 我根本就看不上 就在他想着不畏强权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周文青扫过一眼之后 问了几秒 他本以为来的是陆家家 没想到竟然是陆母 他曾经见过陆母的战斗力 把一个比他胖一圈的 中年妇女妈的狗血淋头 周知青 来我们家干什么 我 我偶然经过 偶然经过 你干农活的地方 不经过这里吧 没想到丝丝闻闻的 张口就撒谎 国家把你下放到农村 干什么来了 是让你学撒谎吗 看来还是改造的不够 你要是从我们西水村出去了 养了一身的坏毛病 我们不是辜负了领导 对我们的信任吗 等我们家老头子回来了 我一定跟他说说 让你去更艰苦的地方改造 不 不是 周文青连忙摆手 他气得脸色涨红 要不是他们突然换了他的工作 想要抢逼他娶陆佳佳 他怎么可能来这里 我只是想来问问大队长 为什么突然换了我的工作 突然换了工作 没想到爹真把话听进去了 为什么换了你的工作 当然是遵循国家的要求了 马上就要蒙收了 批大点事也要来找大队长 人人都跟你一样 大家都还干不干活了 周文青冷了脸 陆佳人的嘴脸真是恶心 他打了也不会娶陆佳佳 他气愤的甩手离开 陆母一张脸比周文青还要沉 记录公分和农具这项工作 本来就轻松 但也需要一定的文化 西水村文化人少 除了那些知青 就属他闺女文化最高 是高中毕业 文工团解散之后 作为补偿 上面把这个工作给了陆佳佳 但是傻丫头不知道着了什么魔 宁愿自己下地也要把这个位置给周文青 家里不答应就绝食 陆父无奈妥协 就先让周文青管着 但是这个位置还是陆佳佳的 毕竟上面记录在案的 就是他闺女的名字 这一年多想够了福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那些补贴和粮票 本来就该是老娘闺女的 其他知青下乡之后 慢慢的也适应了农村的生活 干活麻利 只有周文青 吃他家的 穿他家的 下乡一年了 还和刚下乡的时候没两样 这也就算了 竟然还说只把他闺女当妹妹 狗屁 他闺女那么多哥哥 谁稀罕个若姬小白脸 陆母骂骂咧咧的往家走 陆佳佳急忙 拄着拐杖做回了摇椅上 他本来还有些高兴陆父 把周文青的工作给换了 但随即想到周文青的工作 不是他的吗 陆佳佳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工作轻松又方便 公分还高 由于在镇里挂名 每个月还有补贴拿 所以周文青这一年多 完全就是陆佳养的 我刚才把那个周文青给赶走了 你猜猜他为什么今天来 不想猜 不就是又想要饭了 我和你爹昨天商量了一下 给周文青换了个工作 昨天才让他拔了半亩草 就差点中暑了 你不知道一年前 跟他一起来的知青 小姑娘都比他盖活利落 你有啥想法 陆母心里忐忑 他生怕女儿又舍不得了 可和他想的不一样 陆佳佳眉角染上了笑意 那你和爹再接再厉 还算长了脑子 我和你爹商量好了 给薛佳二十斤白面 三十块钱 以后再给他们家 找些轻松的活干 你不用担心嫁到薛佳 陆佳佳认真的想了想 送的东西 确实比我值钱多了 二十斤白面 三十块钱 在村里都能娶两个媳妇了 胡说什么呢 这点东西 怎么能比得上我闺女 娘 薛燕都救了我两次了 你和爹一定要多帮帮她 原主喜欢周文青的事情 全村都知道 为此还有了套和事件 薛燕娶了她 恐怕少不了闲言碎语 但有了陆家的救命之恩 就不一样了 他们在村里能更好过 再熬两年 就是康庄大道了 对两年后的薛燕来说 没有娶媳妇的烦恼 只有选媳妇的忧虑 会的 我和你爹以后 都会多照应点薛家 放心吧 陆母也是感叹事实无常 想当年薛家 也是这溪水村的富裕户 谁能想到一溪之间 就引火烧身 当时的情况 没人敢明面上帮助 可怕到 只要沾上薛家一点 就立刻会被谈话 要不是薛家太穷了 一条裤子 恨不得两个人穿 娘就把你嫁给他了 薛燕有一把好力气 溪水村没一个小伙 有他门干 而且整个村子的小伙子 都打不过他 他不会娶我的 薛燕根本就看不上他 要不是出于原道主义 昨天根本就不会救他 他是个好孩子 也算有自知之明 他闺女长得漂亮 人勤快 又孝顺父母 疼爱小辈 他必须为他闺女 找一个又有钱又好看 最好还是城里的女婿 您老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正说着话 几个哥哥们干活回来了 老四 过来背你妹妹去吃饭 我走过去就行了 那咋行 脚不能用力 嫌你哥哥臭 也是 你换一身衣服再过来 娘 让我背小妹吧 昨天他婆娘 但了那样见不得人的事情 恨不得抽自己耳光 是他对不起小妹 娘 还我来吧 我是大哥 首先应该由我来照顾小妹 陆佳佳从小就长得好看 和村里那些常年下地的女孩不一样 不仅皮肤白皙 眉眼精致 还唇红齿白 一双大眼睛带着水光 四个哥哥从小就喜欢抢着背塔 甜筋花气的牙跟痒痒 他想破天也想不明白一个丫头骗子 到底为啥这么宠着他 想他当初在家的时候 六个姐妹 上山打草 照顾弟弟 但农活 一刻都不能闲着 公分两家 小时候得多享享福 结果呢 他给陆家生了长孙 陆家却一点都不重视 反而宠着一个赔钱货 甜筋花在起坏点子 仗着自己生的是儿子 在饭桌上让儿子向陆家家要肉吃 气得陆母直接破口大骂 儿子 娘这样都是你小姑害的 要不是她 那鸡蛋白面都是你吃 她那间房子也是你的 真的吗 小姑为什么要抢我们的房子 没良心呗 还不是仗着你也奶疼她 你记着 你是家里的长孙 家里好吃的都应该先给你吃 你不吃了才是那些丫头骗子的 下次你奶奶再给你小姑吃好东西 你就缠上去要 听到没有 大山自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心里明白了一些道理 那些米粥鸡蛋都是应该她吃的 小姑吃了她的东西 大山咽了咽口水 心里有些讨厌陆家家了 但一想到奶奶气势汹汹的样子 跟小姑抢东西的想法瞬间打消了下去 中午吃饭时 陆母已经分好了饭 大人一碗半愁的米饭 小孩子则是更稀的傍晚粥 桌上是菜饼子 但陆家家的饭菜和别人不一样 她的是白面馒头 碗里还有小半碗腊肉 这个年代的饭菜很少有油水 田津花两眼一直扫着陆家家面前的食物 心里委屈 她生了陆家的长孙 也算是陆家的功臣 怎么就没她一份 看什么看 有什么可看的 陆母就看不上田津花这么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你们也别都羡慕极度恨 腊肉是老三专门从部队寄过来的 信上写着这是给他妹子的 你们想吃 也找个有本事的三哥 没本事都别给老娘生出其他的心思 你干啥 陆港国觉得丢人 拉了一下田津花的胳膊 基于小妹的食物 就连想一想 她都觉得丢人 而且 家里的饭菜比其他人家的好多了 真是不知足 田津花收回了自己的视线 但是却在桌子下面还要听大山 大山腿上一疼 抬头和田津花对视了一秒 瞬间想到她娘说的话 她该怎么跟奶哭 才能把小姑姑碗里的肉给要管 大山脸皱成了一个团子 快吃 多吃点好东西 脚上的伤才能好 陆佳佳加了两块腊肉到肉母的碗里 又加了两块腊肉到陆父的碗里 你们也吃 你们要是不吃 我也不吃了 哎呦 我闺女孝顺了 爹 过两天就要浓忙了 别累垮了身体 等我上班了 多给家里添一些油水 嗯 都听闺女的 陆父余光扫了一下小闺女 突然发现陆佳佳又开始变得理智起来了 想到这一年多周文青从她家里占了那么多便宜 陆父心里有了打算 田金花见陆佳佳没加腊肉给大山 低头在下面推了一下大山的小腿 腊肉的香味传到大山的鼻子里 她咽了咽口水 终于忍不住朝着陆佳佳的方向说 小姑姑 能给我一块腊肉吗 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 就连扒饭的声音也没有了 陆佳佳刚嚼了一口的馒头卡在嘴里 她是有想过分给侄子侄女 但是玩了一共就有几片 给了陆父陆母之后 就只剩下了四片 况且 和田金花一样重男轻女 对不起 她做不到 八个孩子给谁 陆佳佳还没说什么 陆母炸了 筷子直接往晚上吃 放屁 天天就知道做吃等死的玩意儿 家里的活偷奸耍滑 吃饭上赶着投胎 现在还要跟我闺女抢东西吃 反了天了 没看见你小姑姑的脚瓣了吗 脚肿的都走不了路 手也划伤了 合着你就想着你自己 连这点东西你也要抢着吃 大山毕竟是个孩子 立刻被吓哭了 她看向田金花 田金花也缩了缩脖子 她没对着陆母 而是跟陆佳佳说话 小妹 小孩子嘴馋 你别怪她 毕竟是男孩 比一帮孩子食量大 现在这个年代孩子的食量都大 但是二嫂 我现在是个病人 你故意教孩子这些 不害她把孩子教歪了吗 以前园主生龙活虎的时候 也吃过好东西 也没见大山跟她要过 怎么偏偏今天耐不住性子 还是在她身体这么虚弱的时候 什么我教的 小妹 你可别胡说八道 好啊 老娘就知道 是你早的鬼 老二 把你婆娘和你儿子拉出去 今天一天都别吃饭了 要不是马上就要农收了 家里缺少劳动力 她今天就把田金花 这个挑拨离间的东西 给免回娘家 老二脸黑成了汗 拉着田金花就出了厨房 她真是没脸了 娘 那我也不吃了 给家里省饭 不吃怎么行 一会儿过来吃饭 不吃病倒了 农活谁干 过了农收 最好一辈子都别吃饭 娘 陆港国眼眶红了 娘对她真好 吃完了饭 陆佳佳跟陆副商量 爹 我想明天回到我的岗位上工作 啥 就是那个上面给我的工作 我不让周文青做了 我要自己做 一个月15块钱的工资 还有补贴 也算是这个年代头一份了 好好好 陆副心里激动 她昨天试探性的 把周文青给调走了 没想到她闺女 还真没什么反应 爹 等我下个月发工资了 到这里给你买肉糊补 你操心多 千万不能累垮了身体 好好 爹都听你的 这是你的脚 要不再家养几天再说 我没事 到时候让四哥 每天背我就行了 陆副沉默了一会儿 咬了咬一会儿 行 爹今天就跟你办了 陆母在屋外 听着两个人的谈话 心里轻飘飘的 但随即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跑到自己房里 拿了摆面盒钱 她和陆副商量了一下 让老四背着面 一起去了薛燕家 陆家家看着三个人 离开的背影有些担心 上次两家闹得那么不愉快 今天陆母肯定 少不了低声下气 也不知道薛燕 会不会直接 把他们三个给赶出来 三个人到薛家的时候 薛燕家里刚吃了饭 煮的野菜糊糊 一点油水都没有 薛燕抬头见到陆母陆副 寡淡的脸上愣了愣 陆母心大 脑子里自动删除了 上次在湖边发生的事情 上前就亲热的喊 薛小子 谢谢你救了我们家家 要不是你 她恐怕就难回来了 说不起 陆母面色顿了顿 她也知道上次的事情闹得很僵 婶子知道你生气 但是我们家这次是真的感激你 实在不行 婶子给你跪下了 谢谢你救了我闺女 陆母说完就做出了下跪的动作 陆父面色瞬间沉了下来 薛燕没想到陆母真的朝她下跪 她皱了皱眉 伸出手拉住她的胳膊往上一挤 直接将人扶了起来 她冷着脸说 不必如此 谁我都会叫 娘你这是干啥 要跪我给她跪 不要 薛燕眉间隆起 她性格孤僻 冷脸的时候冷脚自带凶器 离得近了 很容易被吓到 陆母揉了揉自己的手腕 心想着这小子不仅力气大 生气起来也挺让人糟不住 怎么了 薛父听见声音从房间里面出来 见到陆家人 脸上流露出一丝错愕 大队长 你们来试有啥事 我闺女昨天在山上被薛燕救了一命 今天特地来感谢你们 救了 这 这不用客气 薛父慌了 上一次救了陆家家 他们家就成了村里面的笑笔 这次用 救命之恩 我们陆家也不知道怎么报 以后薛家有事情 我们义不容辞 陆父腰又往下面弯了弯 将白面递到薛父的面前 又从兜里抛出了三十块钱 家里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来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一点意思 陆母看着陆父不断往下弯的腰 心里有些难受 生活了这么多年 他了解老头子的性格 向来不会轻易低头 只是今天为了闺女 他们也没有办法 就像老头子没阻止他下跪一样 他也不能阻拦陆父 这 这怎么行 薛父吃惊地看着陆父手里的钱票 老哥 拿着吧 你们收下了 我们才能安心 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不行 这 这也太多了 收下吧 薛燕在不远处突然开口 他微微抬眼 寡淡的眼神像是草原上被侵犯领地的狮子 陆母觉得眼前这个小子有些让人心悸 他紧跟着道 对 对 老哥你收一下吧 以后有什么困难 尽管开口 等陆家的人走了 薛父叹息一声 还不如不收东西 薛燕知道父亲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不可能的 一个低声下气的弯腰 一个甚至不顾脸面给他一个小背下跪 不就是害怕薛家在骚扰陆家家吗 田津花又又又被打了 被陆港国追得满面子跑 街上集 陆父陆母带着钱和白面去薛家感谢 可田津花又看不下去了 你看到了吧 爹娘为了陆家家 把家里的白面都送出去 一个丫头骗子 值那么多白面吗 薛燕救了小妹两次 送这点东西怎么了 少了你的吃的喝的 陆港国瞪着她 可田津花还是不服气 你说爹娘为啥这么宠小妹 我在家的时候 你在家 你在家 你都说了多少次了 你在家过得不好 那是你爹娘的问题 关我小妹什么事 谁让你没投生成我小妹 这话有点道 呸 反正就是不对 有儿子为啥不疼儿子 再说了 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样 我小妹长什么样 我小妹从小时候就是个粉团子 乖巧又听话 你呢 就算是投成我小妹 我们这些哥哥也不一定喜欢 呃 是 嗯 马上就要下地了 你咋还躺着 我身体不舒服 啥不舒服 赶快跟我下地 少偷奸耍华 结婚前 田津花在地里一把好手 差点被田家卖给四十多岁的官夫当田房 她可怜上的这个女人 花了高彩礼才娶回来 结婚前明明说好的 两个人好好的过日子 结果结婚后生了儿子就完全变了 家里一半的握说事都是她干出来的 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平平淡淡有什么不好 非要搞那么多事情 二嫂 你出来帮小元洗一下头 水倒上了 笔子也拿出来了 干完这些之后陆家家发现 她的手伤早上裂开 到现在好不容易又结痂了 不能再碰水 她只能叫小孩亲妈了 我小妹叫你了 还不快去 陆港国黑着脸 田津花知道自己再不示弱 陆港国恐怕真的不跟她过了 急匆匆地出了门 小妹有事 你帮小元洗洗头吧 这才洗了半月 还干净着呢 再说万一感冒了怎么办 你小姑姑现在正生着病呢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还敢麻烦你小姑姑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里存了怒气 她一把扯过陆远 丫头还小 田津花的力气又大 陆远没站稳 一下子摔在了地上 陆远没想到田津花会突然对她动手 摔倒在地上的时候还睁着一双大眼睛 有些茫然 她抿了抿唇 眼眶瞬间红了 想哭 但是忍了回去 你干什么 陆远没想到田津花会突然动手 她下意识想要站起来扶陆远 但使脚腕传来一阵剧痛 直接摔在了地上 又忍着剧痛将陆远撑起来 没事 别怕啊 陆远趴在陆远远怀里 眼里有了水光 但又憋了回去 陆远远看得一阵心疼 缺爱的小孩子总是很早懂事 小妹 陆港国听到声音迅速跑出来 一出门就看到陆远远摔倒在地上 田津花朝后面退了几步 以陆佳佳在家里的地位 她婆婆公公肯定不会放过她 陆港国也不会这么轻易地饶了她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让小元不要麻烦小妹了 没想到小妹突然激动地站起来 陆佳佳已经被扶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陆远的手肘 破了一层皮 她松了一口气 同时又觉得心寒 陆远摊上一个这么重男轻女的母亲 她长大以后的结局会是什么 在她记忆里 田津花嫁到陆家前要了一大笔彩礼 这比彩礼远远高出村里其他女孩的两倍 也就是说 田津花的女儿长大之后 也可能也会被她用来换彩礼 陆港国看了看女儿 一抬头又见陆佳佳腾的皱眉 瞬间暴跳如雷 田津花 田津花没想到陆港国竟然会打她 他们结婚九年了 从来没打过她 她捂着肿起来的脸 你打我 打你怎么了 闺女就不是人了吗 你这么看不起丫头 你自己还不是个丫头 既然你觉得丫头骗子想打就打 那老子今天就打死你 我看你往哪跑 陆佳佳看着没吭声 田津花不接受教训 永远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思想 什么时候人最容易改变自己的错误 陆佳佳觉得是痛的时候 如果还改不了 那就是不够痛 要不然 她的这些侄女恐怕拿落好下场 陆父陆母从外面回来 一进门就看见家里鸡飞狗跳 她先看了一眼陆佳佳 见她安安全全的坐着 这才将视线对准了田津花 咋啦 陆佳没有打媳妇的习惯 陆港国更是从来没有对田津花动过手 今天竟然下手打她 恐怕不是什么小事 陆港国停下了脚步 自己真的没脸说 陆母翻了个白眼 直接问在角落缩着的陆好 陆好张了张嘴 畏惧地看了一眼田津花 陆佳佳见小孩怕成这样 开口道 她推了小圆 说丫头都是赔钱货 陆母怒气瞬间没那么重了 她闺女没受伤就行 至于陆元 她也没办法 谁让陆港国不听话非要娶田津花 家里地里的事情那么多 她总不能天天盯着老二家的破事 要我说 这吃里爬外的货早就该打了 说了多少次你就是不打 偏偏非要让老娘动手 照我说往死里打一次 保证她再也不敢把赔钱货放在嘴上 陆佳佳摸了摸鼻子 没想到陆母竟然跟她想的一样 打人确实不太好 但是实用啊 田津花不是一直说丫头骗子不值钱 欺负 看不起自己的女儿吗 那她自己也是女人 也是丫头骗子 按照田津花自己的理论打她 陆佳佳觉得自己想的没问题 思想教育 简直对牛弹琴 这就是个欺软怕硬的祸 谁对她越好她越欺负谁 要不然怎么在田家这么听话 还不是田母三天两头地打她 让她干重活 嘿 这就是个欺软怕硬的祸 谁对她越好她越欺负谁 要不然怎么在田家这么听话 还不是田母三天两头地打她 让她干重活 就在这时 外面路过一个女之亲 她听到陆母的话 微微醋眉 果然是穷乡僻壤 恶婆婆鼓励儿子达媳 这种人家竟然还有人当大队长 等我以后回城了 一定要向上面举报这种糟粕行为 陆佳佳一抬眼 就看到了站在门外的女之亲 她愣了愣 脑海里立刻冒出了一个名字 罗青青 陆佳佳之所以这么熟悉这个名字 主要是三角恋之间的爱恨情仇 原主喜欢周文青喜欢的发疯 但是周文青心有所属 就是眼前的这个柔弱小美人 罗青青视线后遗 见到了紧盯着她的陆佳佳 嫌弃地走了 陆佳佳摸了摸鼻子 有些酒 虽然那些事情都是原主做的 但是现在他在这具身体里 自然承担了因果 不过 作为一个旁观者 他看得很明白 如果说周文青吊着陆佳佳 那么这个罗青青也有吊着周文青的意思 毕竟罗青青否认和周文青的关系 但是却一直靠着周文青占便宜 甚至吃了原主送给周文青的东西 更让陆佳佳气愤的是 他的这个公分记录员的位置 不仅周文青做做 罗青青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会做做 两个人下乡都没干多少浓活 一个过得滋润 一个依旧风光际月 这一切都得以于原主陆佳佳的伟大付出 关键是这两个人还都看不起他 陆佳佳闭眼 明景了唇 他可不是原主 这两个人谁也别想再占他的便宜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陆佳佳微微抬眼 门口的罗青青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背 陆佳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瞬间就认出了背影的主人 他知道陆佳佳和罗青青之间的龌龊 更加让他印象深刻的是 他还没有见过这么柔弱的女之亲 下地走两步路脚上都能抹水泡 天天手里抱着一本书 活也不干 要不是靠着他这个傻闺女 早就饿死了 陆佳佳佳 一扭头看到老四陆佳国直勾勾的冰着外面看 脸珠子都不会转了 别给老娘起什么不该有的心思 老二娶的这个已经够糟心了 要是老四敢把罗青青取进来 他就直接把他给赶出去 儿子都是不省心的东西 都赶紧给老娘去上宫 还想让家里白吃白喝的伺候着 窗黑70年代 不再当田狗 安排那一对渣男渣女下地干最累的活 一上午就累晕了几次 而这只是报复的开始 拒接上级 陆佳佳来到办事房做记录工程的工作 渣男周文青第一个走到了屋内 一句话不说 挺直了腰站的人地 一副清高的样子 他在等着陆佳佳开口 陆佳国则是从周文青一进来就死死兵着他 来之前他娘吩咐了 绝对不能让周文青这个弱姬在靠近他小妹 很快 大部分村民都登记完了 陆佳佳有些手酸 揉了揉手腕 陆佳佳就会甜不知识地往他旁边凑 敢都敢不走 今天到底怎么了 陆佳佳 周知青 你去旁边选的农具吧 一会儿过来登记 跟我装是吧 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周文青愤愤地走到不远处拿了船 陆佳佳三两下把他的名字写了上去 好了 登记完一抬头 发现周文青还站在他面前 手心故意朝着他 陆佳佳一眼就能看到周文青手心磨出的水泡 他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懂 周知青 你还有什么事吗 周文青顿了顿 显然没想到对方竟然无动于衷 按照陆佳佳以前对他的关心程度 早就应该扑过来了 现在为了嫁给他竟然不惜让他受伤 这就是他的爱吗 周文青冷笑出声 他就算是累死 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心意去娶陆佳佳 没事 小妹 你刚才为什么不直接让我暴揍周文青那个弱姬一顿 还没到打他的时候 我若是继续跟他冲突 对我的名声有爱 别人都以为是我追着周文青不放 那又怎么样 打了就好了 我要的是所有人都以为周文青对我死缠烂打 对我求而不得 后悔的跟条狗一样凑到我面前 但我却不屑一顾 陆叶国晃了晃神 对 我小妹这么乖 都是那个周文青做的太过分了 你过来 直接说不就行了 小心使得万年传 你让低这两天给他下放到最艰苦的地方 他知道周文青最怕的就是干农活 这次 他要让周文青好好体会一下被太阳暴晒是什么感觉 想回城 这辈子也不可能 陆佳佳早就给他物色了一个媳妇 等他完够了 再另行处置 我知道了 放心吧小妹 罗青青在路上遇到了气冲冲的周文青 三步两步拐到了他身旁 今天的工作记录员不是你啊 还以为今天是你当公分记录员呢 不是我 今天是陆佳佳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生气了 其实女孩子生气很好哄的 哼 他现在希望周文青能好好安抚陆佳佳 把公分记录员的工作重新拿回来 这样他们两个人就能互相支撑下去 我死也不会去找陆佳佳 不去也没关系 你只要开心就好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今天有些不舒服 那那如果我今天能吃到鸡蛋 就留给你补补身子 这这不好吧 没事 我是男人少吃些东西 没什么 他刚才看到陆佳佳一兜里有个鸡蛋的形状 肯定是送给他的 半中午 陆佳佳无意间看见了救命恩人薛艳的弟弟薛阳 现在天气太热 干到一半的时候会让家里的人回家送一些放凉的开水 薛阳等等 薛阳扭过头看到坐在房里的陆佳佳 他有些害怕 犹豫了一会还是走了出去 你找我有事吗 他知道薛艳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也不知道该怎么报救命之恩 其他东西他都没有 唯独吃的他还能省下来一些 饿了吧 给你个鸡蛋 小孩子吃些好东西才能长高 我不要你的东西 你这个漂亮的坏女人 欺负我大哥 我没欺负过他 你撒谎 那天我都看到了 陆佳佳脑海里闪过园主的记忆 肯定是那次园主跑到薛艳家里警告他不要赖蛤蟆吃天鹅肉 被薛阳看到了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我已经再改了 你总不能不给我改正的机会吧 那 那你真的改了 不会再指着我大哥的鼻子骂了吗 不会了 这个鸡蛋就当我向你大哥道歉了 你这个鸡蛋是想给我大哥的吗 我不要 我大哥不会让我要的 哎 别走啊 陆佳佳喊不住人 只能将鸡蛋收了回去 没过一会 罗轻轻捂着肚子 从外面走了进来 陆佳佳 我身体不舒服 你能不能先把你的工作让给我 不舒服你回去休息啊 陆佳佳觉得罗轻轻的要求莫名其妙 他还想去镇上工作呢 有人让给他吗 我真的不舒服 你先让我干一天 不仅你不舒服 大家都不舒服 我父母也不舒服 跟你一起来的知青都身体不舒服 没有一个人想在这么热的天干活 你 罗轻轻没想到陆佳佳油盐不尽 怪不得周文青不喜欢你 你这个人太冷血了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原来不把工作让给你就是没有同情心 那你去镇上的大师堂问问 有没有人把工作让给你 还有 周文青不喜欢我真是太好了 像他那种垃圾我根本就看不上 你觉得好 你自己收了吧 你竟然说周文青是垃圾 罗轻轻愣了愣 陆佳佳这一年多 有多喜欢周文青他看得很清楚 从来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说一句周文青的坏话 你不怕他生气吗 生气就生气了 当然 如果你真的看上周文青的话 我可以跟我爹说说 让他在大队里帮你们宣传一下 明天也可以给你们请假 让你们去镇里领结婚证 我 我才不喜欢他 临时一点的时候 陆母端了一个桃罐走过来 妈给你带了冰镇绿豆水 还加了糖 你尝尝甜不甜 天这么热 你怎么还专门跑到我这里来 我今天回去做饭 闲着没事 家里的活有人看着呢 快喝 一会热了就不好喝了 我听说你让老四给你爸带话 让他把周文青往艰苦的地界分 嗯 是我让四哥说的 就该让他受受苦 他占了我们家多少便宜 现在也该还回来了 你不知道 今天周文青干了一半又晕了 躺在树下休息了很久才缓过来 哎 没见过这么差的体质 我们家陆花都比他门干 要是他闺女真的嫁给了周文青 但下半辈子可能就是他闺女干农活养的周文青 想想就发疯 又晕了 真担心他以后 这就受不了了 以后怎么办 担心他干啥 没担心他 妈 我在这里待着挺无聊的 你继续给我讲讲你们干活时发生的趣事吧 还有啥 哦 我想起来了 今天那个罗青青 哎呀 今天被王婆子给骂了 你不知道 那小丫头直接被骂哭了 为什么呀 陆佳佳瞬间来的兴趣 睁大了眼睛了 还能是什么 罗青青干农活 干了不到十几分钟就难受 好到树下坐着了 还一副娇闯无力的样子 老王婆子的儿子王卫国 今年二十了 眼光高 一般的女人看不上 偏偏就看上罗青青 你说小伙子气血方刚的 一看自己喜欢的女人 虚弱无力跟自己诉苦 直接就拿着铲子 帮罗青青干农活去了 现在家家户户都吃不饱 王婆子见儿子免费帮其他人干农活 脸一皱就过去了 罗青青 我儿子都帮你干农活了 你和郑国的亲事 什么时候提上日程 到时候我好去知青所提亲 罗青青瞬间脸色苍白 楚楚可怜的摇头 什么提亲 我只是把郑国当哥哥 嘿 当哥哥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王老婆子瞬间怒了 这不是把他儿子当免费劳工吗 老娘只听说过男人 帮自己婆娘干活的 没听说过男人 帮一个没关系的女人干活 你这个小娘皮 别以为老娘看不出来 不就是靠着你那张 楚楚可怜的脸 供应男人给你干活吗 王老婆子骂得唾沫星子乱飞 罗青青手里拿着自己的书 身体颤抖 我根本没说让他帮我干活 是他自己心甘情愿帮我的 既然他不愿意 你就把他带走啊 缠着我干什么 你个小丫头 骗子才活了多少年 把大家都当傻子呢 你要是不想让我们家郑国干活 干嘛在他面前哭哭啼啼 你不要不讲理 是他先问我的 王老婆子也不示弱 跑到地里就把王郑国给揪了出来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没听见人家都说了 对你没意思 你还帮他干活 看不出来人家仗着自己好看 只是把你当一个免费的劳工吗 大家也都注意点自己家的男人 小心被这小蹄子给勾引了 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 顿时周围卡内议论声 急于现在只是唾骂 罗青青抱着自己的手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然后呢 陆佳佳急着问 他听得十分爱劲 罗青青靠着周文青占了援主不少便宜 还总是看不起援主 这下倒霉了吧 还能怎么着 只能自己下地干了呗 听说没干几分钟又晕了 真晕没晕 咱不知道 人家坐在大树下看书呢 我看他到时候没粮食是怎么办 看书 现在都到了吃不饱要饿死的年代了 还有闲心思看书 看其他的也就算了 他记得罗青青今天拿的那本书叫《简爱》 是一本浪漫的爱情故事书 饭都吃不饱了 要什么爱情 你在这里好好工作 妈先回去了 嗯 你小心点 这有啥担心的 不到一会儿 也不知道他在路上碰到了谁 陆佳佳听到陆母得意洋洋的谈话声 我闺女今天工作累了 你们不知道这记账也费脑子吗 你不懂 我闺女高中毕业 这国家分配的工作 这是国家对我们陆佳的信任 陆佳佳无奈的柔了柔眉心 坐在原地闲着无聊 整个人趴在桌子上 手心撑着塞边 薛燕看了一眼正慵懒盯着桌子的女孩 她的手指也不知道在桌子上点着什么 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 她想到了她写的字 很漂亮的小凯 和她安静的时候一样 明媚精致 不远处陆母还在夸着自己的女儿 一句句的炫耀传到了薛燕的耳中 她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粗简 破旧的衣服 沾满尘土的鞋子 薛燕嘲弄的笑了笑 明明没什么关系 何必纠缠在一起引人猜想 况且 他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中午下宫 陆叶国跑回来接陆佳佳吃饭 刚吃完外面走进来了一个 和陆佳佳差不多大的小姑娘 二婶 这是我娘教我给你们送过来的 她手里端了一个小瓷盆 里面有几颗煮熟的红薯和小半盆花生 陆佳佳认出了来人 她的糖妹陆草 哟 小草也太懂事了 来了怎么还麻东西 陆母良言有些亮 这下 她闺女无聊的时候又有东西吃了 二婶喜欢就好 这是小草过来特意拿给您的 来来 快坐 陆草扫过陆佳佳那张漂亮精致的脸 手指紧了紧 视线下移 她见陆佳佳吃的饭不仅有鸡蛋还有腊肉 面上的笑意不简 但脸色沉了沉 二婶姐姐这次受大罪了 你可要好好给她补补 那是当然 你也知道你姐姐从小身体不好 要是以后你哥哥在山上打了什么玩意儿 告诉二婶一声 二婶去你们家买 怎么能让你买呢 我娘肯定给您送过来一碗 到时候我给您端过来 陆草脸上带着如沐 她看着陆母像是在看着自己的亲娘 哟 我这一扭头才想起来 这家里的饭都分完了 你看也没啥门给你吃的 二婶心里难受啊 二婶你别这样 我是来送东西的 又不是来吃东西的 那不行 二婶心里不舒服 必须得给你找点东西吃 对了 早上还剩了一个窝窝头 你带走 陆母说着就去拿了一个野菜窝窝头 就这样 陆跑红着眼眶走了 就差跪下来感恩戴德了 陆佳佳满脸疑惑 妈 你这样回礼 大伯母不会生气吗 你懂什么 这丫头心思多着呢 陆佳佳当然知道陆草的心思多 大伯陆建国家里两儿两女 陆草排在最末尾 跟父母的关系不冷不热 他最羡慕的就是陆佳佳 甚至有一次吵架 直接对着自己的亲生父母说 你们既然不喜欢我 不如把我过记给二叔二婶吧 陆佳佳明白 陆草之所以对他们家这么殷勤 就是想取代她的位置 但是 陆佳佳觉得这根本就是一种天方夜谭 就算陆母不疼她了 她下面还有五个侄女 怎么也轮不到陆草吧 陆佳佳最尴尬的可能就是尿急时 发现自己受伤走不了路 最后求着薛燕抱着她去上厕所 去接上级 陆佳佳又开始总结这个月的公分 总结到薛佳的时候 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以薛燕的能力 怎么可能一天只干三公分 而罗金清前半个月 竟然每天干够了十个公分 比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还要能干 周文青 陆佳佳强身体发抖 但同时又有些心虚 她记得园主是知道这些事情的 这要是查到了可是大罪 她现在甚至怀疑园主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怎么会迷恋周文青迷恋成这样 想到这件事情她也有参与 陆佳佳简直想一头撞死在桌子上 她身无可略地坐在原地 但很快另一件让她更加窘迫的事情来了 因为天热 中午的时候她喝了好多水 以至于现在憋得难受 隐忍再三 陆佳佳还是拿起了自己的小拐杖准备去上厕所 她颤颤巍巍地出了门 太急了 陆佳佳准备叫个路人帮帮她 但是大家基本都上工去了 外面空无一人 她刚才就不该犹豫 结果现在根本就忍不住 陆佳佳两眼看着四周 走得脚越来越痛 她憋着静往前走 眼前突然扫过一道身影 竟然是薛燕 恩人 帮个忙 薛燕不乏未辨 就像是没有听到陆佳佳的声音 薛燕 陆佳佳一边急着往前走 一边仗着通红的脸海 求你了 仔细想想那些都是原主做的 和她有什么关系 陆佳佳只能威胁到 你这次不帮我 我就跟所有人说 说 薛燕终于有了反应 寡淡地扭回头 锋利的眉眼带着威胁 我就告诉所有人你喜欢我 薛燕嫌弃原主很久了 恐怕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和她扯上关系 尤其还是这种赤裸裸的污蔑 陆佳佳脸上挂着假笑 刚想再求一求 主要她真的憋不住了呀 还没开口 薛燕人已经朝她走过来了 你说什么 陆佳佳一闭眼 直接抱住了薛燕 我要上厕所 不说了 你快帮帮我 一团又香又软 撞进了男人的怀里 她的身体一瞬间固化了 像是一块被打进地下的木头 从脊椎处生起来一股灼热 像是要把她焚烧殆尽 下一秒 薛燕抓住了女孩的手臂 想把她推开 但是陆佳佳抱得死紧 眼尾泛红 厕所太远了 我走不到了 求求你帮帮我 快啊 不知道是不是事态紧急来不及思考 薛燕微微轻真就将人轻松地抱了起来 身上的那股心香味更浓了 甜蜜蜜地往鼻子里面钻 她同手同脚 很快到了厕所 解决完了 陆佳佳几乎窘地抬不起来头 她扶着墙捏手捏脚地走了出去 看到外面没人 她才松了一口气 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屋里 脸色发烫得还没回过来神 周文青就神色为你的走了进来 陆佳佳 你有什么和我说的吗 我说我想让你死 你信吗 陆佳佳翻了个白眼 周文青傻在了原地 她以为自己主动求和陆佳佳会给她两分面子 但是没想到陆佳佳还是这么不识抬举 你不就是想逼我娶你吗 周文青双手撑在桌子上逼近 两个人离得很近 陆佳佳和以往的气质完全不同 她眉眼之间更加柔和 鼻翼恰的好处 最吸引人的是她的唇 像是碾碎的猪砂 红的张扬水润 你看我干什么 一想到周文青刚才的呼吸落在她身上 陆佳佳恶心地想吐 直接伸手扇了鼓 火辣辣的疼痛传到周文青大脑 瞬间清醒了 她竟然看陆佳家看迷了 真是七尺大乳 她喜欢的应该是 罗青青那种高龙美人 而不是这种人头猪脑的草包 陆佳佳 你疯了吗 竟然敢对我动手 本来我还想给你个机会 没想到你竟然不识台卷 对你动手怎么了 这就疼了 你也太不是个男人了吧 陆佳佳 没有一个男人愿意 被女人说自己不像的男人 尤其还是他看不起的陆佳佳 你有本事这辈子都别来找我 我告诉你 无论你以后怎么哀求我 我都不会再回头 那我可真是太感谢你了 在这之前 我们先聊一下公分的事情 我问你 薛燕的公分是怎么回事 信不信我告你以权谋私 告我 陆佳佳 你装什么好人 这件事情你也有参与 我参与 不好意思 当时在这个岗位上的是你 谁能证明我参与了 加冕的记录员洛款可是你 看到自己的签名了吗 周文青看着账本上的名字 嘴干的吞咽口水 你这是想陷害我 这不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我自己逼着你做的吗 还是我把这些公分 加在了我自己身上 作案动机在哪里 陆佳佳 你别太过分 陆佳佳眼烧微微挑起 但很快又被他自己压了下去 别那么生气 日子还长着呢 我也不想这么过分 但是薛燕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需要你亲自把公分给改过来 这么好修正的机会 你不会不愿意吧 陆佳佳乖巧的时候很具有欺诈性 他看着气急败坏的周文青 将钢笔推过去 毕竟这些公分也不是给你的 为了一个女人冒这么大的风险 不值得吧 他说话不带一丝怒气 周文青竟然莫名其妙地泄了火 他沉默了几秒 你这是赤罗青青的醋了 何必呢 那你到底改不改 我听说最近的检查力度又大了 你不改的话 万一被其他人察觉到什么 这可是大罪 贪污说不定会被枪毙 你确定不要这个机会吗 改就改 陆佳佳看着最下面的修改日期牵迷 唇角微微上扬 没了刚才的温柔 改完了吧 改完了就去上宫吧 佳佳 我也只能帮到你这儿了 你再不走我叫我四哥打你了 陆佳佳故意让我修改记录本 他心里还是有我 只不过换了另一种方式 没想到现在陆佳佳的促进这么大 真烦人啊 陆佳佳等人消失在了屋里 还记事本 看着下面的日期 笑了笑 他是可以直接告周文青贪赃枉法 但是陆副市大队长 极有可能会因为监察不到位被波及 而他 以前追周文青追的那么凶 恐怕也会被调查 毕竟作案动机就是因爱生恨 陆佳佳深知现在社会的不稳定 他也不敢小看那些调查人员的智商 用周文青一个人渣换他们全家的未来 陆佳佳不敢赌 但是等他和周文青事情淡去 有了下面的这个日期修改 可以大大减少上面对陆佳的怀疑 至于周文青的惩罚 现在才刚刚开始 夏天白天时间长 晚上八点才会天黑 七点是西水村的下工时间 但六点半的时候 薛燕先进了房间 农具放在那里就可以了 今天几公分 薛燕没回话 直接将一枚鸡蛋放在了桌子 我不需要 陆佳佳呆呆地看着那枚鸡蛋 这是他趁着薛燕抱他上厕所的时候 偷偷塞进他兜里的 可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了 陆佳佳仰头 他现在手里一分钱都没有 也从来没有让其他人救过 对于报答救命之恩 他真的没有经验 你的父母已经帮你还过人情了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让人误会的事情 哦 还登记 哟 又蛇 谁能告诉他为什么房顶上会掉下来蛇 薛燕 掐 掐死他 薛燕整个人像是烫到了 他静止走到桌前抓住头的七寸 蛇翻滚了两下便没了气息 要吗 现在这个年代人活着都很艰难 蛇更大补 况且马上就要浓收了 很少能有人拒绝这样的肉食 陆佳佳吓得立刻往后退 脸色煞白 他急忙买了白手 我不要 我不要 你赶快拿走 他只分自己的腿不能跑 要是能跑他早就消失在这间屋子里了 陆佳佳站在原地睁着一双漆黑的大眼睛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桌子上还有蛇爬过的痕迹 他一想到 害怕的同时还有些想吐 生理反应根本没办法控制 陆佳佳艰难地往桌子那边挪 同时还打量屋顶有没有其他蛇 薛燕顺着陆佳佳的视线看过去 他沉默了几秒 走过去帮陆佳佳擦了擦桌子 没蛇了 陆佳佳抿了名嘴巴 他又欠了薛燕一个人情 谢谢你 这个鸡蛋你还是收了吧 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了 不用 蛇已经抵了 陆佳佳低下头 一声不吭 小脸一场沮丧 他打开纪录本 又想到公分的事情 头低的更低 连主惹的货 现在都需要他来还 他垂眼刚刚拿起钢笔 一光扫见了一道残影 抬头见薛燕已经把那颗鸡蛋拿在手里了 就这一次 以后不用再给我了 我知道了 你今天多少公分 是 你改了 薛燕离得近 看到了上面的修改痕迹 不是我改的 是我让周文青改回来了 他以前给你记错了 你以前找过我说这种情况 对不起 我当时有些 有些脑残 早就习惯了 你好像又变了 几年前没什么 我先走了 一连三天 天气越来越热 太阳像是要把大地给烤熟了 陆佳佳的脚已经消肿了 就是走的时候还有点疼 但只要缓慢的走 就跟正常人差不多 他现在也不让四个路夜国碑了 每天都会早早的离开 一步步朝着办公的地方走 几个女人恰好路过看到了陆佳佳 那是陆佳佳吧 你看他的打扮可真好看 他穿着一身衣服显得脖子好长 果然是跳舞的 好漂亮 你看他走路的姿势 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 但就是好看 他怎么这么白 嘴上也不知道涂了什么 好红啊 他的腰也好细 陆草 你不是说你也学过跳舞吗 那你唐姐怎么走路跟你不一样 他是不是特殊训练过 你让他也教教我们 我怎么知道 陆草说完之后 才发现自己口气有些不对 又说道 你知道的 这是我唐姐的饭碗 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交给我们 那你跟我们说说 陆佳佳和周文青的事情呗 不都说他们两个人 正在交男女朋友吗 但我怎么看着 这两天他们都没怎么接触 七十年代的村落 姑娘听故事听的都是傅家小姐爱上翘书生 周文青长得好看 文志彬彬 村里的很多女孩都对他有好感 但有陆佳佳注意在前 他们也不敢上去自讨没趣 可能 可能他们两个人生气了吧 不过 我可没有说过我唐姐跟周文青是男女朋友 他们 算了 我不说了 说吧 说吧 几个女孩缠着他 陆草为难的皱着眉 其实 其实周文青根本就没有答应我唐姐 是他自己在外面传 啊 陆佳佳每天都要找一次周文青 我还以为两个人正在交往呢 原来都是陆佳佳自作多情 哈哈 哈哈 村里通知后天抢收粮食 决定明天放一天假 趁着休息日 陆佳三兄弟结伴上山打猎 好好给家里补一补 陆佳三兄弟刚走 陆草拿着贝罗走了进来 问陆佳佳 唐姐 一起去找君子吗 正值夏季 山里的食物很多 很多可以吃的山君长了出来 除了山里的小动物 幸运的话还能找到一些野生松子 野葡萄 野生草莓 陆佳佳拿舍的让陆佳佳干活 她放下手中的针线 脚还没好透 找啥骏子 家里不缺 卖一口饭 别去了 上次陆佳佳在山里出事 她还没缓过来呢 陆佳佳看了一眼陆佳枯瘦的脸 犹豫了片刻 还是道 妈 我还是去吧 这次我只在山脚下活动 不往里面走 我和小姑姑一起去 陆花在旁边开口 她已经九岁了 经常跑到山上打猪草换公分 我知道哪里最安全 到时候小姑姑跟着我就行了 说了男子汉应该保护女孩子 我跟他们一起去 田金花心理气坏了 她儿子可是陆佳的长孙 这么热的天怎么能上山 陆佳佳揉了揉眉心 她没有照顾人的习惯 一群小孩子跟着她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 她刚要拒绝 就看见陆母翻了个白眼 毛都没长全吗 还说保护我闺女 陆母把没缝好的裤子扔给了田金花 你和老大家 今天把烂的衣服都缝好 脏衣服都洗了 我跟佳佳去上山 田金花的大女儿陆好犹豫了一下 也背上了贝勒 田金花看到这场景 差点飙火 她还想让陆好帮她去洗衣服呢 而且屋里还有一个丫头骗子 才两岁 这些都需要陆好照顾 但是有陆母坐镇 田金花也不敢抱怨 陆母没想到一上山 就发现了大块野菜地 蹲下来开始挖 陆佳佳走到了旁边 她舔了舔发干的舌头 突然有点想吃鸡肉了 正想着 视线里出现了一只野鸡 她害怕惊动那只野鸡 还起脚慢慢地落下 可她还是小瞧了野鸡的警惕性 陆佳佳脚刚踩到地上 野鸡拍了两下翅膀就飞了 陆母听到声音跑了过来 视线只看到了野鸡飞起来的呗 呦 那不是只野鸡吗 嗯 我还以为能抓到呢 抓啥抓 以后见了你也别抓 保护动物 啥保护动物 陆母不懂得看了一眼陆佳佳 然后将自己挖的野草 往他背楼里装 一边装一边说 你以为这山里的野鸡 跟家里的鸡一样呢 我告诉你 这野鸡爪子厉害得很 力气还特别大 就你这力气 野鸡没抓住 恐怕脸上身上挠的都是口子 我记得有一年 有一个小媳妇儿上手抓野鸡 脸都给挠花了 再近一点都挠到眼睛了 陆母说着心里一阵后怕 脑子里别整天想着肉 就你心大 都敢上手了 陆佳佳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她以前看电视的时候 还以为野鸡很好抓呢 没想到实践起来这么难 听到了没有 我知道了 见野菜放得差不多了 陆母看了探四周 听到 一会儿你就说 这些野菜是你挖的 听到没有 大家四散开来挖野菜 陆佳佳往旁边走了走 她没找到野菜 但是找到了一些菌子 颜色鲜艳的菌子一般有毒 她专跳那些常见的茧子 不远处大树下面有几颗白色的菌子 她走过去刚要碰到 被一个锯齿状的枝叶划了一下手指 鲜血瞬间涌了出来 陆佳佳没敢吭声 要是让陆母知道了 恐怕撂挑子直接带她回家了 陆佳佳用手按了按 将那几颗镜子扔进被篓 一回头 刚才那个跑掉的野鸡直愣愣地站在她后面 她见野鸡没动 砸起旁边的一块石头 刨着野鸡的头上砸过去 什么狗屎运 她想叫陆母 但是想起了陆草 按道理来说 山上打的猎物都应该交进村里 但是也不能一点好处都不给大家留 像野鸡 野兔 这些小动物可以自行带回家 但是毕竟不符合规矩 所以大家都是偷偷地拿回家 万一让陆草看见了 见面分一半怎么办 她可舍不得 陆佳佳将被篓里面的野草拿出来一部分 将野鸡放进了被篓 又把野草重新放了上面 将野鸡盖住 然后去找陆母去了 陆草也在这啊 陆草喜欢亲近陆母 两个人离得很近 堂姐 你跟着我一起挖野菜吧 陆佳佳怕被陆草发现野鸡 直接走向了陆母 陆草不甘心走 就跟在他们两个人身后 陆佳佳走着 又看到了带着锯齿桩叶子的草 妈 这个是什么 那东西没用不能吃 大家都叫它猪泱泱 它好像还有点中药的用途 就只能解舌毒 舌毒 陆佳佳动了心思 想带回家一些 谁知道那草太锋利了 她的手指不小心又被划伤 陆草第一时间看到 幸灾乐祸的同时 瞬间跑到了陆佳佳身边 堂姐 你怎么流血了 她用自己的衣服 给陆佳佳擦了擦伤口 过程中故意用了用镜 血流的更多了 陆母扭头看到这一幕可心疼坏了 我的亲娘啊 这怎么流血了 没事 就划破了一点 划了那么大一个口子 怎么可能没事 陆母扒下来自己的背篓 从里面拿出几片叶子 放到嘴里嚼碎 然后吐出来包在了陆佳佳手指上 谁知刚处理完陆佳佳的手指 不远处传来重重直撞大力撞击声 接着就听见有人喊 野猪跑下来了 野猪不要命的往前跑 后面跟着一帮村民 但是野猪实在是跑得太快 根本就追不上 陆佳佳瞳孔紧缩 下意识地拉着陆母往旁边躲 陆母比陆佳佳反应得更快 两个人躲到树后 娘 小妹 三兄弟看着野猪奔跑的方向 顿时着急了 立马加快速度往下跑 薛焰狭长的眼眸浮现几分力气 消失在队伍里 陆草看到野猪朝着陆佳佳跑过去 扣眼一亮 手指激动地揉搓在一起 陆佳佳这边拿起旁边一根粗壮的树枝壮感 陆佳佳也拿起了旁边的一块石头 野猪从他们两人身边擦肩而过 完全不感兴趣 陆佳佳呆呆地看着野猪冲向了陆草 陆草本来在看热闹 结果野猪直朝着他顶了过来 他吓得两腿发热 直接看倒在地上 只能看着野猪一点点逼近 随即一股尿骚味弥漫在空气中 野猪很快就失血过多 一下栽倒在壁 这一幕把赶过来的村民都被惊到了 陆佳佳咽了咽喉咙 更加确定自己要和薛燕处理好关系 薛燕侧头看了陆佳佳一眼 他眉风风力 五官冷硬 陆佳佳就那样看着他 不敢一开视线 两个人对视几秒 薛燕看着后面跑过来的村民 搬走吧 对对 快搬下山 三兄弟围住陆佳佳和陆母 娘 小妹 你们没事吧 可吓死老娘了 那么大的东西竟然从山上直奔下来 我这条老命差点交代在这里了 他一边说一边摸着陆佳佳身上 请亏我闺女没事 要不然老娘下辈子怎么活 陆佳佳瞅了瞅四周 并没有看到薛燕 好像已经离开了 只好跟着陆母下山 陆草也让陆爱国背回家了 今天是我们溪水村的好日子 大家都知道往年浓收都是怎么受罪的 今年浓收前吃了野猪肉 补足了劲 多少麦子都不怕 顿时台下人一阵激动的 这只猪有三百多斤 按照我们的规定 薛家分三十斤肉 其他的猪肉 成年人按人头分 小孩算半个人头 剩下的有谁想要拿公分来换 村里的人都把目光放在了薛家身上 薛父知道现在大家都没有恶意 可是心头还是一阵忐忑 前婆子哼了哼 给他们那么多肉干啥 吃得完吗 这句话也不知道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大家都没吭声 陆佳佳手指点了点陆母 陆母一领神会 她看了一眼闺女 生气一口气 嚷嚷着大嗓门 前婆子你这就不对了 人家打了三百多斤的猪 你只需要坐在家里张个嘴吃就行了 合着猪肉还堵不住你的嘴 你管人家吃不吃得完 人家的猪肉就算是扔了你也管不着 老娘就不一样了 我们全家人的觉悟都比你高 天上白掉下来猪肉 老娘高兴死了 我还得谢谢薛家小子呢 要没有他 老娘能吃上猪肉 你们能吃上猪肉 真是脸上贴狗毛不知好歹 狗做轿子不识抬举 我们溪水村可没有觉悟这么低的人 谁要是不乐意 就别要猪肉了 吃了人家的东西还暗戳的唠叨 别这么不要脸啊 这一大段话出来 所有人瞬间反应了过来 确实他们没出一份力白吃了猪肉 要是再早一些年 这猪肉就完全和他们没有关系 前婆子被赌的说不出话 有骨气就别分猪肉了 你们钱家自己上山打一头吧 就是 就是 薛焰这时慢慢扭头扫了一眼在场的人 他在陆佳佳的方向多停留了一瞬 但在所有人没发现之前 就收回了自己的视线 前婆子 规矩就是规矩 我们大家都必须遵守 谁要是有什么意见 就别参与这次分肉了 我们溪水村可不能有挑战规矩的人 这一下前婆子这次彻底牙火了 陆佛又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 然后让村里的壮牢力开始上台解剖野猪 天虽然热 人人都冒了汗 但是仍然留在原地不走 陆佳佳不一会儿就热得难受 刚动了动腿 脑海里突然想到自己被篓里还有一只鸡 伸手扯了扯陆母的袖子 妈 你给我回家一趟吧 对 对 该吃午饭了 陆母带着一家老小往家赶 回到家 陆母回自己房间去哪里面 陆佳佳则是提着自己的被篓进了厨房 田金花见陆母不在 撇了撇嘴 小姑子 你这带回来的都是什么呀 这种草 猪也不吃 她从没见过这么娇气的丫头片子 在农村生活了这么多年 连野菜都不会挖 嫁到婆家肯定天天挨打 二嫂 你离我远一点 陆佳佳捂了一下鼻子 田金花容易出汗 还不爱洗澡 黏糊糊的头发随便往后一梳 身上自带一股臭汗味 田金花脸色瞬间难看 小姑子 不是我说你 你跑上山挖了一堆废草回来 现在都这么忙 你不干活就别给大家添乱了 什么叫我不干活 我每个月都有15块钱的工资和补贴 你一天有我挣的多忙 你还不是运气好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你怎么知道这运气不是我自己积累出来的 静文公团是因为我会跳舞 有这份工作是因为我是高中学历 哪一点基础条件没有我自己的努力 那你说这些杂草怎么吃 我又不给你吃 有本事你以后别吃我上山弄的东西 不吃就不吃 谁稀罕吃你上山挖的东西 就陆佳佳上山挖的东西 就算是跪下来求她 她都不会尝一口 吵啥呢 陆母端着小盆走了进来 里面装了一大勺白面 她瞪着田金花 你们刚才说啥呢 二嫂说了 我上山弄的东西她都不会吃 妈 你帮我作证 以后我不许她吃我的东西 田金花 你又惹老娘闺女 你想死啊你 陆母重重地把盆子往桌子上一放 白面荡起了烟 拿着玉米面的张淑云看到这一幕心疼死了 她觉得田金花这个人有大病 嘴还欠 张淑云到现在都不明白 田金花为什么非要跟小姑子对着干 她嫌自己命长吗 田金花缩了缩自己的脖子 但还是被陆母用柳条抽了好几下 她痛得耸着肩 以前在家的时候 她都是因为弟弟挨打 没想到来到陆家 竟然因为一个丫头骗子挨打 田金花真觉得陆家的人脑子不正常 村里哪有这么疼闺女的 依她看 丫头骗子被浇惯得很了 到婆家什么都不会做 肯定天天挨打 到时候陆家家哭着回娘家 她就等着她婆婆后悔的哭 别麻了 小心伤到手 陆母三两下走到陆家家面前 让妈来 闺女手都割伤了 可别把伤口给崩开了 这是啥 哎呦 我的闺女啊 你从哪弄的野鸡啊 陆母不知想到了什么 抓住陆家家上下打量了起来 见她没受伤 这才冲了一口气 你这傻孩子 抓什么野鸡啊 要是出了是怎么办 田金花和张淑云顿了顿 尤其是田金花 直接伸了脑袋朝贝楼里看 还真是只野鸡 个头看着还不小 陆母喜滋滋的把野鸡 从贝楼里拿出来 我正说这两天给你做什么呢 有了这只鸡 妈今天就给你炖上 加红枣枸杞 剩下的放到挖的地窖里 那里阴梁 每次拿上来一些 吃到浓收结束没问题 张淑云和田金花 听得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陆家家摇了摇头 我不要 咋了 这只野鸡 是我特地给家里人 浓收补身体的 尤其是你和爸 我怎么能自己吃呢 哎呦 我的闺女呦 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孝顺 你说我上辈子 修来的什么福分 生了个这么漂亮 乖巧懂事又孝顺的闺女 那大家都吃 尤其是你和爸要多吃 她可不想露出露母身体 因为营养不够过度损耗 等老了受罪 陆家家说着抬起头 看了田金花一眼 二嫂说了 她这辈子 都不会吃我从山上 带下来的东西 从刚才开始 不仅这只野鸡 没她的份 以后我从山上带下来的 任何东西都没她的份 田金花的笑容 僵在了脸上 她傻眼了 小姑子你别生气 刚才都是二嫂的错 你带人有大量 千万别和我计较 陆家家没搭理田金花 而是看向陆母 妈 你刚才帮我作证了 得站在我这一边 不用说陆母 也站在自己闺蜜这一面 糟心的玩意儿 吃啥野鸡肉 野猪肉 还不够你吃啊 她自己还没说吃不吃呢 闻得到她 想得美 妈 我出了一身的汗 先出去洗脸了 将朱云快速招呼外面的陆花 小花 快给你小姑倒水洗脸 知道了 你说说你咋回事 上山去挖野菜 咋还能尿一裤子 我差点就被野猪给顶死了 还哭 你知不知道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晕了 你这个傻丫头 你被薰燕给救了 要是按照我们西水村的规矩 陆大娘话没说完 但是陆草明白她的意思是什么 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 你不是要让我嫁给薰燕吧 她家里这么穷 我不要嫁给她 陆大娘没吭声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陆草急了 陆家家也被薰燕给救了 但是她都没嫁 为什么我要嫁 薰家那么穷 薰燕还有两个弟弟 我嫁过去会有好日子过吗 陆家家都看不上的男人 她要是嫁过去 那岂不是捡了陆家家的破烂 她才不要 不嫁就不嫁了 按照二弟说的 那都是封建思想 陆大娘心里也在犹豫 毕竟薰燕有个把力气 今天那头野猪就是她打的 但是陆草反应的这么激烈 她总不能硬把女儿绑过去吧 你说说薰家救了你一条命 你又不想嫁 我们家拿什么还 现在家家都不富裕 上次陆社国给了钱和白面 但是这些东西 他们家可拿不出来 反正我不会嫁给薰燕 死也不会嫁给她 她要是敢逼着娶我 我就跟陆家家一样 去跳舞 把命还给她 你的死丫头 说什么呢 你以为你是陆家家 那叫丫头 陆家家那模样万里挑一 人家肯定想娶 就你这样 逼着娶你 整天做着白日梦 陆草最讨厌的就是 别人说她比不上陆家家 于是哭得更凶了 这怎么不可能了 学院她娶不上媳妇 村里又没人嫁给她 你怎么知道她不想娶我 陆大娘想了一下 还真有这个可能 那她也得准备送薰家的东西了 想到宝贵的粮食要送出去 走的时候忍不住骂骂咧咧 丫头骗子一天天的净惹事 我没多干 还得让家里往外送粮食 真是缺了大德了 生了这么个闺女 陆草哭着揉了揉眼睛 心里委屈泛滥 陆家家被救回家里的时候 全家人忙里忙外 嘘含问哪 可是她却被骂来骂去 陆草不知多少次在想 要她是陆家家该有多好 今天是个好日子 不仅分到了猪肉 还有一只野鸡 陆母喜滋滋地拿出一只桃罐熬鸡 陆家家则是简单地洗了一下身上 然后准备去河边洗衣服 妈 你房间有该洗的衣服吗 我一起洗了 你咋能洗衣服呢 这些衣服等会让你大扫二扫洗 上次陆家家落水 她心脏都吓到嗓子眼了 这湖边多危险 她可不敢再让自己闺女冒险 没事 这次我就站在边上洗 一会就回来了 大不了你让陆花 陆好陪着我 这可不行 妈 你快去炖鸡吧 我都馋很久了 你不是说你炖鸡汤特别好喝吗 陆母又急又气 最后还是妥协了 让俩孙女跟着陆家家一起去了湖边 家家呀 这有位置 来这 陆家家正犹豫蹲在哪里洗 碰到了陆大娘跟她招手 陆大娘正在洗露草惊天上山的裤子 主要是尿骚味太重 只能先把这个给清理了 咋没拿棍子 我用手搓就行了 那多累呀 一会大娘借你 陆家家看了一眼她手里的裤子 笑着拒绝 不用了 陆大娘察觉到了陆家家的视线 善善道 家家呀 今天多亏了你大哥 把小草那丫头给奔回来 她是我堂妹 这都是应该的 对了 大娘今天还想问你 你说小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陆大娘人比较老实 一辈子都是庄稼人 没什么心仰 也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但是这种情况实在不适合问陆家家 她应该上陆家找陆母和陆父商量 毕竟薛燕救了两次陆家家 村里已经有很多闲话了 而且她还是个没有出嫁的姑娘 实在是不宜在陆草的事情上出什么主意 大娘 等吃过中午饭 你可以上我们家和我妈商量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应对方法 经过陆大娘的提醒 陆家家这才察觉到按照西水村以前的规定 如果两家都有医院的话 陆草是可以嫁给薛燕的 也不知道薛燕有没有这个意向 薛燕娶陆草 这不过 要是陆草真的能嫁给薛燕 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下半辈子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陆大娘洗完了陆草的裤子 开始洗她的上衣 这衣服上怎么还有血 我也没见小草受伤啊 陆家家看了一眼 乖巧道 是我的 上山的时候不小心被草割到了手指 陆草帮我用衣服擦了 没事 灶粉一洗就洗干净了 陆大娘将衣服渗进水里湿透 又在上面撒了一些灶 用力的垂了起来 陆家家没拿木棍 手一直泡在水里搓洗 当把上衣扔进水里 就看到一条鱼游了过来 目测也四五斤重 鱼越游越近 最后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 陆家家迅速拿起被窝 半蹲蹲一捞 直接将鱼捞出了水面 哪里 家家 你咋抓的鱼 陆大娘都看傻眼了 狐狸游过来的 大娘 快捞呀 又游过来三四条 陆大娘往湖里一看 果然又有三四条大鱼游了过来 她微微张嘴 然后也不管自己手里的衣服了 拿起自己身后的被窝就捞 快 小花 小好 把你们的被窝也都腾出来 陆花和陆豪也反应了过来 陆花拿着自己的被窝捞鱼 陆豪长得低 陆家家不放心 将她的被窝拿了过来 迅速地跑到湖里捞鱼 捞上来就放到自己的被窝里 其他村民一看到陆家家 他们那边围了一堆鱼 也都纷纷拿着被窝跑来抓 一条条鱼从不远处游过来 竟然有二三十条 洗衣服的村民一股脑都在乱抓 陆家家捞了四条鱼后 就被挤到了后面 陆花和陆豪都是小孩子 三个人根本就挤不进去 陆大娘捞了三条鱼 也被挤到一边了 她大喊 你们别踩了我的衣服 但是喊的这句话根本没人听 一个个见到鱼眼都红了 在互相激扰之下 陆草的那件衣服掉进了水里 飘走了 衣服一飘走 鱼也跟着游走了 村民愣在了原地 湖水清澈 能看到一条条鱼紧跟着那件衣服不放 那是我闺女的衣服啊 这咋回事 陆草的衣服 陆草不会是个福娃吧 要不然这鱼怎么脱着她的衣服呢 肯定是知道我们溪水村该浓收了 跑过来送鱼呢 结果我们不小心把她的衣服弄到水里了 一条鱼也捞不到了 这遭报应了 陆大娘待在原地 整个人晕乎乎的 她闺女是福娃 她这辈子都没敢这么想过 但是也不敢不信 要不然眼前的一幕是怎么回事 有村民看到地上还扔着一件裤子 急切地问 这是陆草的裤子吗 陆大娘点了点头 下一秒那条裤子就被放到了水边 村民个个严阵以待 等待捞鱼 结果等了几分钟 一条鱼也没见 这是在罚我们呢 刚才竟然把福娃的衣服扔到湖里了 现在可不就没鱼了吗 要是一般人说这话还真没人性 但是这位大娘曾经当过神婆 这下村民都深信不疑 陆佳佳也陷入了沉思 她想了想今天发生的事情 那只呆呆不动的野鸡 及时刹车的野猪 以及刚才围着衣服的鱼 这其中好像有一个共同点 但是绝对不可能是陆草的原因 毕竟第一次的野鸡 就和陆草完全没有关系 这可怎么办 陆佳的 好好对你闺女 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陆佳佳见湖边被人围得水泄不通 也洗不了衣服了 准备和两个侄女背着鱼回家 还没走多久 就碰到了出门找闺女的陆佳 陆佳看着手里的鱼傻眼 去洗个衣服 怎么还拿了四条大鱼回来 这哪那么多鱼啊 这是小姑姑带着我们抓的 当时有好多鱼 我们下手快 在哪抓的 就在湖边 当时冒出了好多鱼 陆佳晕乎乎的 甚至有些听不明白 她在湖边洗了几十年的衣服了 也没见过陆花收的那种场景 是陆草的那件衣服吸引了鱼 被很多人看见了 现在大家都说陆草是福星下凡 啥福星 这么多年 我咋不知道它是福星 陆母翻了个白眼 她闺女才是福星呢 走 跟来继续捞鱼去 可别都让人家抢完了 妈 别去了 当时人太多衣服掉进湖里了 现在鱼已经散了 有些人都没抢到 陆母愣了愣 随即一阵咬牙切齿 这群猪油蒙了新的东西 衣服都能掉水里了 不过有了这几条鱼 家里还有一只野鸡和野猪肉 浓收也不怕营养跟不上了 肯定能吃一段时间 陆家家还记着愁 妈 至于你不能给二嫂吃 把她的那份分给二房的孩子吃 陆母高兴的嘴都喝不上 都听我闺女的 陆大娘这边被村民捧着回了家 离开家的时候 她还觉得薛燕勉强能入眼 现在是完全看不上薛燕了 她闺女可是村里的大福星 薛燕怎么配得上 娘 现在外面村里人都咋说呀 陆草加了一大块鱼肉 一边吃一边问 要是以前 陆草加那么多肉 陆大娘早就发火了 今天却特别和爱 还能怎么说 你不知道当时场面有多壮观 那鱼就围着你的衣服转 都怪那些脏心的婆子 要不然不知道抓多少鱼呢 我听说不是有人 把那件衣裳捞上来了吗 哎 确实捞上来了 但是已经没啥用了 肯定是泡水太久了 我们家小草留在那件衣服上的气息 都用完了 那要不我们再拿小姑子的一件衣服试试 这阵子恐怕不行了 大家都说 他们不小心把草儿的衣服 踩进水里遭报应了 恐怕给一段时间才能发挥作用 这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劲呢 大嫂二嫂 你们别问了 村里的人都说我是福娃 我是给我们家带来好运气的 你们干嘛一副怀疑的样子 路草两只眼肿着 睁不开 看人的时候面露鼻 我从小就觉得我自己不一样 当时野猪从山上跑下来的时候 一开始那么凶猛 但到了我面前却不动了 要不然薛燕哪有机会救我 还有这事 好多人都看见了 不信你去问村里的人 那些动物根本就不敢伤害我 哎哟 我的天哪 我闺女不会真的是天上的仙女吧 两位嫂子不由自主地看向路草 大饼脸 小眼睛 她鼻梁 厚嘴唇 仙女长这样 如果说是隔壁的小姑子 她们信 但是路草还是算了吧 娘 我的怎么没鱼肉 让你喝鱼汤都不错了 你忘了你说 你不吃我闺女的东西了 田金花傻眼了 她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两个闺女 路草有两块鱼肉 路原也有两块鱼肉 路草见田金花看过来 身体颤抖了一下 想了想 夹起碗里的一块鱼肉 想要放进田金花的碗里 路加加成了沉眼 二嫂 你有脸抢自己孩子口里的食物吗 没抢 我哪能吃孩子碗里的东西 我分给每个人的粮食都有数 这个家还是我做主 我给多少每个人吃多少 定下的规矩 就是不准大人省下来粮食给孩子 也不准孩子把自己的粮食省下来给大人 谁破了这个规矩 就给我饿一天 把省下的粮食分给大家吃 田金花瞬间不吭声了 路母接而画风一转 当然 这个规矩家家除外 我闺女是个有福的 用不着你们这些穷孙规定 有路母坐镇 路加加很放心 在国家最艰难的那几年 路加所有的后备能活下来 也都是靠着路母的管理 路加这一顿吃得很饱 连小孩子都打起了嗝 只有田金花脸色发闷 路母看见她这副死了清凉的样子就烦 给田金花一碗鱼汤就不错了 要不是她闺女 她连鱼汤都喝不上 不知道感恩的东西 见月头差不多了 路母将鱼和饼子放进菜篮 准备去给路夫他们送饭 杀猪也需要体力 路夫身为大队长 得时时刻刻看着 防止有人偷拿肉 毕竟现在粮食都不多 有这种小心思很正常 等等 路加加拉着路母进了厨房 又盛出来一大块鱼肉放了进去 拿那么多干啥 给薛燕 路加加神色没有一点心虚 大大方方的 她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这个鸡腿给爹 鸡翅膀给薛燕 路母老子突然乱马了 给她这么多吃的干什么 你看上她了 没有 路加加将公分的事情 告诉了路母 她扁着嘴 我当时脑子也不知道怎么了 干出了这种事情 你说那些公分 换成粮食的话 得多少钱啊 她还救了我两次命 最后一次 还把我从山里背出来 要不然 我肯定死在里面了 我现在抓到一只鸡 又凑巧抓到了鱼 身上也就这点东西 是我能拿出来的 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路加加特地加重了 最后两句话 她真的一无所有 只有这只鸡 何鱼勉强算是她的功劳 公分的事情你也敢糊弄 要是被上头查下来 那就是迅速舞弊 到时候全家都得被牵连 所以我才想讨好薛燕 让她别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她这么久都没往外说 应该不会说吧 这件事情说严重也严重 说不严重也不严重 薛家公分的事情 前面也有人干 但就是没有你们这么大胆 路母将手里的篮子 给了路加加 然后起身拿起一条鱼 妈 你拿鱼干什么 你去给你爹送饭 我把这条鱼给薛家送过去 反正薛燕是你的救命恩人 我们家有了好东西 送过去一点也是应该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堵住薛家的嘴 路母仇啊 闺女孝顺是孝顺 就是有时候做事不太行 你不是说你大娘家也有鱼吗 正巧薛燕也救了路草 我们两家一起送 面子上也好看 刚走出门口 碰到路草也要出去送饭 路草见到路加加 眼睛里涌出极度 但很快消失不见 她现在可是村里的福星 不是路加加这一身皮囊 能比得上的 路加加看到路草 出现在门口有些惊讶 她以为路草会在家里休养两天 没想到路草不仅没有吓到 反而看着比以前更精神了 堂姐 你也要去送饭吗 她将头发撩到我后 低着头 目着半张侧脸 正巧可以一起 你没事吧 路加加见她行为举止有些怪异 关心地问 路草特地做出来的漂亮姿势僵住了 她忍了忍怒气 试探性地问 加加姐 村里面说我是福娃的事情 你知道了吧 知道 都怪他们瞎说 我怎么可能是福娃 但是他们都这么说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你说那些鱼为啥围着我的衣服转 那衣服上应该有吸引他们的东西 哦 就是我的气息吗 大家都这样说 应该是吧 天太热了 去送饭了 哼 路草撇了撇嘴 聊到关于她的好事就不愿意聊了 肯定是嫉妒她 两个人刚转身 路母从家门口出来 后面跟着路花和路草 路母把路草往前面推了推 畏畏缩缩的干什么 天天待在家里 帮你那个没本事的娘干活 人呆得跟傻子一样 平时也机灵点 多跟着我闺女出去转转 路母气得翻白眼 这丫头和田金花越待越傻 自己平时也不知道争取机会 要不是看在她闺女可怜二房的这些丫头 她才懒得多管闲事 路花摸了摸鼻子 生怕自己也被奶奶给骂了 立刻跑到路家家面前 伸手拿过她手上的篮子 小姑姑 我来帮你拿吧 路母看看大房的聪明丫头 再看看二房呆里呆气的路好 她瞬间生了一种闷气 早就说不叫陆港国那个浑小子 取田金花 非要取 结果一傻傻一窝 二婶 陆草看着路母手上的鱼 开心急了 这不会是来送给她的吧 她娘说了 自从今天中午村民知道她是福娃了之后 一出门不仅有人问来问去 还关心她的身体 王大娘甚至还给了她半斤红薯干 她就是怕这么多人担心 才想着去送饭 在村里转一圈 你娘呢 她在家呢 我正好找她一起去薛家 薛家那小子不也救了你吗 我们两个人一人送一条鱼 也不算难看 陆草脸色瞬间煞白 这才想起了还有个薛燕没解决 又一想 二婶对她真是太好了 就连自己家的鱼都拿出来帮她 陆草急忙把路母带了进去 并且拉着陆大娘进门说了悄悄话 娘 我现在成了村里的福娃 薛家那种破落户肯定想娶我转运 你千万要跟他们说清楚 我是不可能嫁给薛燕的 你放心 我今天一定跟薛家说清楚 再说了 不是还有家家在前面吗 她都没嫁 轮不到你 那必须让他们明白 我们家送了这条鱼 以后就和薛家没什么关系了 放心吧 有你二婶在呢 她比我会说 陆母这边也在交代陆佳佳 去的时候 你先让陆花和陆好提着 等快到了地方 你再从他们手里拿过来 自己提着过去 听到没有 啊 啊什么呀 你现在都十七岁了 马上就要嫁人了 好名声多重要 你提着篮子 去给亲爹亲哥送饭 这显得多孝顺了 一点心机都没有 到时候嫁了人怎么办 那我提着过去不就行了 这么远 提着多累啊 妈不心疼啊 你说你跟了妈这么多年 怎么就没学到一星半点 但陆母脸上的担心很快消失了 转而有些得意 不过呀 多亏妈给你生了四个哥哥 你以后嫁人了 婆家敢欺负你 回家说一声 妈带着你四个哥 把他们家都给砸了 就你妈这脸皮 我非弄得她家破人亡不可 对呀 小姑姑 奶都告诉我们了 你得在外面保持好名声 我们以后长大了 也得这样 要不然名声不好 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小姑姑身体不好 本来就该我们多照顾 况且今天小姑姑抓了鱼和鸡 小姑姑是天底下最好的小姑姑 就在陆佳佳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 陆草和陆大娘从房间出来了 佳佳姐 我们走吧 陆花提着蓝色一溜烟走在了前面 陆佳佳犹豫了一下跟了上去 陆草看着在前面走着的陆花和陆好 眼底一阵嫉妒 佳佳姐 你都17岁了 怎么能光让两个侄女拿东西 被人看见了怎么办 唐姑姑 我小姑姑身体虚弱 得交养着 但是唐姑姑你就不用了 你的身体比较壮 干什么农活都行 我小姑姑平日里可羡慕你了 陆佳佳强忍着才没笑出声 没想到陆花这小丫头怼起人来一套一套的 陆草心里暗骂陆花这个傻丫头 她明明是在帮她说话 但还是努力装作若无其事 你把佳佳姐的事情做了多累啊 哪里有 小姑姑现在每个月都有工资 前几年最穷的时候 她把所有的工资都交给了家里 我当时比所有的小伙伴吃的都好 陆花是陆佳子孙辈第一个孩子 她见证了陆佳佳前几年的贡献 而且现在小姑姑好厉害 我今天还吃了小姑姑抢的鱼 别人家的小孩子都吃不上 奶奶说了 鸡肉也有我们的份 要是只帮小姑姑提个篮子 就能吃到那么多好吃的 不知道有多少小孩子 想要做小姑姑的侄女呢 陆草竟然诡异的觉得很有道理 要是天天能让我吃上好吃的 我也愿意干活 呸 我怎么能这么想 月头炎热 夏日的馋在树上鸣叫 陆草的心情被吵得乱糟糟的 她在陆佳佳一侧走着 快要到村里广场的时候 陆花也明手快地 把手里的篮子给了陆佳佳 爸 今天有鱼吃 从哪弄的鱼 今天去洗衣服 我和陆花陆好 抓到了四条五六斤的大鱼 今天做了一条 家里还有好多呢 嗯 怎么让你去洗衣服 陆佳瞬间抓住了重点 他闺女前不久才落了水 去湖边洗衣服多危险 别管这个了 还有一个惊喜呢 等你一会吃的时候就知道了 一到吃饭的地方 三个哥哥瞬间围了上来 呃 我天 你还想不想好好吃饭了 陆佳打开自己的碗盖 嗯 里面除了鱼还有一条大鸡腿 这只野鸡是我今天在山上不小心捡到的 只有爹一个人有鸡腿 你妈喜欢吃鸡腿 有 家里还有好多鸡肉 这是专门给你的 这怎么还多了一份 呦 这还有个鸡翅膀 小妹 这一份不会是你的吧 不是 周文青正坐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 一约约的能听到陆佳的谈话声 多了一份 陆佳佳那份是特意带给我的吧 肯定是舍不得我了 陆佳佳瞅了一圈 才看到正坐在大树下面休息的薛燕 他拿起了篮子里面的碗 对着陆佛道 薛燕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一份是给他的 给谁 他下意识地看向了薛燕 薛燕身体靠在树上 那双冰冷的视线与两兄妹对视 陆佳佳脑海里瞬间出现了薛燕杀野猪的场景 缩了缩脖子 眼珠转向了别处 方向正巧是周文青 而周文青见陆佳佳手里拿着碗 目光看向他 心里更加确定多出来的那一份是给他的 相比于三个哥哥的震惊 陆佛则淡定多了 薛燕救了他闺女两条命 要是没有薛燕 陆佳佳恐怕早就没了 爸 我给他送过去了 去吧 爹 老到什么 陆佛扫了一眼一直盯着这边的周文青 他也是男人 一看就知道这家伙还存着歪心思 正巧 让佳佳彻底撇清和周文青的关系 陆佳佳卖脚走了过去 周文青立刻挺了挺腰 他看向别的地方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他期待和陆佳佳和好 彻底恢复以前的日子 而陆佳佳从始至终都没有看过周文青一眼 他直接从他旁边走过 然后停在了薛燕身侧 薛燕 我今天抓到了鱼 特意带过来给你尝尝 谢谢你救我 鱼和鸡都是我亲自抓的 不要 你拿走吧 陆佳佳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 但仔细想想 上次他们的关系还算可以 薛燕还帮他擦了桌子 这鱼和鸡是我亲自抓的 算是能报答救命之恩的东西 以前我爸妈送过去的东西 基本上都和我没太多关系 这才是我报答你的东西 不用 你留着吃吧 陆佳佳面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但是他想到薛燕杀野猪的很近 没敢凶人 为什么不要 陆佳佳往薛燕手里塞了个饼 这种动作难免像触 陆佳佳手指温热 他碰到的地方像是通上了电流 烫得薛燕瞬间收回了手 饼子掉在了地上 他慌乱的想要捡起来 但是陆佳佳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薛燕又立刻抬起视线 一抹银白毫无征兆地侵入了薛燕的视线 古虫色的耳根染上了一抹红韵 薛燕突然一开目光 他看着陆佳佳将那个饼子捡起来瞪了他一眼 深吸了一口凉气 靠着强大的自制力才找回自己稍微的神志 陆佳佳有时生气 讨厌他就讨厌他 怎么还浪费粮食呢 刚开始村民和知青只是偷偷地往陆佳佳方向看 现在已经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了 所有人都以为陆佳佳是去给周文青送东西吃 没想到去找的竟然是薛燕 也是 薛燕救了两次陆佳佳 那可是实打实的命 拿着 与其多少带了些不容智慧 薛燕下意识就接了过来 陆佳佳见他这样怒气倒是削了一些 他低头看着粘了土的饼 用力地吹了吹上面的土 等差不多了又用手拍了拍 将饼放在了碗里 虽然不太干净了 但这是你自己弄掉的 你自己吃 薛燕看着碗里的饼子 想到陆佳佳轻轻轻吹的样子 喉咙滚动 他绷紧了身体没动 你是不是舍不得吃 你放心吧 我今天和小花他们抓到了四条鱼 我妈他带着一条鱼去你家了 你的两个弟弟也会吃到鱼的 不过 鸡翅膀只有你有 希望能帮你扇走所有的美运 薛燕拿起放在碗里的饼子一口 陆佳佳见他吃了 心里一阵得意 这算是他们两个人关系缓和了吧 这时 周文青走到了陆佳佳身后 他看着薛燕碗里的肉质咽口水 佳佳 我们两个人能不能谈一谈 陆佳佳被后面猛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 他看着周文青 你干什么 我们两个有什么好谈的 周文青盯着陆佳佳好几眼 以前陆佳佳见到他的时候 总是周哥哥长周哥哥短 现在陆佳佳不像以前那样追捧他了 他才突然觉得陆佳佳其实比罗青青还要漂亮 他脑子一热 陆佳佳 我答应和你谈对象了 你怎么了 闲了 闲了 你等等 喝吧 爹 薛燕太过分了 竟然让小妹伺候他 陆佳佳眼底也有些不满 他都舍不得让他闺女给他倒绿豆汤 结果先给薛家的那小子倒了 周文青见着两个人将他彻底无视 怒气翻滚 陆佳佳 喊什么喊 离我远一点 他见周文青还不走 直接叫 四哥 陆佳国早就想动手了 但是陆佳刚才阻止了他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现在陆佳一示意 他腾一下站起了身 陆爱国 陆港国也跟着站了起来 周文青一见陆佳佳的三个哥哥过来 面色铁青的走开了 临走前还放话 陆佳佳 我给你机会你不要 以后你休想再走进我心里 陆佳佳后面的一拳都砸在周文青脸上 一个骗吃骗喝的软饭男 还有本事在前金主面前叫嚣 周文青 我虽然瘦 但是好歹也有八十多斤 你确定你的心费有那么大 能把我装进去 还有 你的心装了粮票吗 我为什么要走进去 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不算大 但是掐不断人想八卦的心思 这陆佳小丫头真的不要周文青了 想想也是 谁能看得上一个弱鸡 陆佳佳不要周文青了 陆佳佳追了一年都没追上的男人能有多差 况且周文青思思文文的 长得还好看 跟乡下这些整天干农活的男人一点都不一样 刚才缠着我妹妹干什么 陆佳佳在旁边告状 四哥 周文青不要脸 前一年我看他思思文文的 觉得让他当我干哥哥还挺有面子的 爸爸问他的时候 他也说把我当妹妹 但是现在他竟然说要跟我出对象 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周文青气得眼睛发红 但是陆佳佳追求他的时候 他确实跟很多人说只把陆佳佳当妹妹 没想到现在却成了压制他的把柄 我小妹把你当哥哥 你竟然对他有不轨的心思 妈呀 太爽了 陆佳佳在一旁看得同样有些兴奋 他知道这一年原主和周文青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 名声也毁了大半 没办法 名声已经毁了 他也没想着嫁人 等过两年高考开放了 陆佳佳准备直接考出去 然后攒钱买个小房子 嫁人干什么 嫌自己不够累吗 但是出了什么事大家也应该好好讲理 绝对不应该动手 况且陆佳的人从来没有对他动过手 周文青左脸疼的失去了知觉 往地下溢土 竟然掉了一颗牙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三个兄弟又把他围在了中间 周文青大气都不敢出 就在他以为又要挨打的时候 突然眼前闪过一个人影 四哥 你怎么能打人呢 况且周知青也没对堂姐做什么 陆佳佳脸上乖巧的笑容慢慢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冷嘲 他知道陆草嫉妒他 但是没想到陆草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公然打他的脸 果然 陆草话一说出来 碎嘴的人也就冒出来了 怎么能打人呢 这件事情也不是周知青一个人的错吧 当初陆佳小丫头也有错 陆草可是福娃 他都说这件事情不能全怪周知青 我看这里头有猫腻 说起来陆草性格挺好的 帮礼不帮亲 福娃可是老天爷派下来的 我觉得周知青可真是太冤了 被陆佳丫头缠了那么久 现在还被打了 陆草见谈话都偏向他这一边 更加理智气壮了 四哥 你喜欢打人的性子 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怎么能随随便便打人呢 堂姐 你也要改改你的性子了 四哥要打人你应该拦着他 怎么能 他剩下的话没说出口 面目为难 这幅表情足以引起村民 对陆佳佳更多的负面讨论 陆佛脸沉得能滴出水 他看向陆伯父 陆伯父嘴里的鱼肉差点傻住嗓子 他没想到陆草竟然这么蠢 帮着一个外人对付自己的亲堂姐 还想把陆佳给拉下水 胡说八道什么 陆大伯的眼睛瞪得跟牛一样 把陆草吓得心里咯噔一下 他刚才跑出来也就是想刷刷周文青心里的好感 但是没想到陆大伯竟然会这么生气 刚退缩想走 周文青慢慢走到了陆草身后 陆草 别管我了 陆草浑身一震 他扭头看着周文青 他竟然知道他的名字 那是不是代表他心里其实也对他有好感 你走吧 陆草总的人像是被蛊惑了一样 他在想 陆佳佳都能为了周文青豁出一切 整天缠着他 现在陆佳佳不要周文青了 他为什么不能和陆佳佳一样为周文青豁出一切 他比陆佳佳差哪了 他还是福娃呢 我不走 周知青 你才是受害人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不能光怪在你身上 你特么有毛病吧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你是我堂妹我就不敢打你 敢欺负我小妹照样的 陆佳人护短 陆父的四个儿子没少护着陆草 以至于陆草有一种错觉 认为陆佳这四个哥哥带他跟带陆佳佳没什么差别 陆草伤心的看着陆叶国 四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唐妹 我知道你对周知青的心思 当初周知青把我当妹妹的时候 你就经常偷偷的看他 也都怪我把这一点点忘了 四哥 你别怪他了 说不定以后周文青还是你唐妹夫呢 此话一出 陆草脸色羞红 周文青在陆草害羞看过来的时候往后面退了退 陆佳佳这样漂亮的他都看不上 怎么可能看得上陆草 他看陆草有缠上他的心思 恨不得立刻飞出广场 周知青 我唐妹现在可是福娃 听说福气加深 就连水里的鱼都被他吸引 薛燕看了一眼眉间带笑的陆佳佳 什么都没说 只是咬了一口饼子 他似乎真的对周文青没意思了 佳佳过来 陆傅隐忍了这么久 就是想看看陆佳佳是不是真的放下了周文青 对陆佳来说 陆佳佳对周文青的迷恋程度绝对是陆佳的阴影 陆傅不敢轻易相信 但刚才他看明白了 他闺女是真的不喜欢这个周文青了 周知青 这一年多来 整个溪水孙都知道你一直把我们家家当妹妹 但是你要明白 我们陆家和你并没有任何关系 从今以后也不会有 如果你再敢纠缠我的女儿 那就是流氓罪 周文青看向陆傅 陆傅活了这么多年 气势沉稳 目光如古井不可测 他吓得星空通跳 折着自己的脸直接离开了广场 陆草见周文青走了还想说两句 直接被陆大伯打了一巴掌 一个姑娘家 你看看你刚才像什么样子 他们全家都仰仗着二房 陆傅 对他们家是真的不错 没想到他这个小女儿竟然落井下石 爹 你干啥打我 我可是 你是个蠢货吗 马上带着你的东西给我滚回家去 陆草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享受过众星捧月的感觉 刚刚被捧了几个小时 就被陆大伯一巴掌拍了下来 他看了一眼护着陆家家的陆傅 又看了一眼陆大伯 我没有你这样的爹 陆家家追了周文青一年都没事 二叔二婶还是这么疼他 喜欢周知青 陆草下定的决心 他一定要追到周知青 他现在身份可不一样了 好运气一定会轮到他身上 依他看 陆家家就是追不上周知青才气急败坏 破罐子破摔 等他追上了周知青 就能证明他比陆家家更优秀 接上集 陆家家领着两个小侄女往回走 领导家门口的时候 看到田津花偷偷摸摸地跟着一个老太太和男人往偏僻的地方走 那是谁 小姑姑 那是我 我姥姥和小舅舅 陆好的姥姥和舅舅 那岂不是田津花的亲娘和弟弟 这母子俩今天过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别怕 没事 你们两个先回去 陆家家将篮子给了陆花 自己偷偷摸摸地走过去 准备偷听 田母也名手快地在田津花腰上狠狠地掐一下 老六 今天我都听说了 你们陆家抓到了四条鱼 怎么也得给咱们老田家送一条吧 你看看大姐 二姐 四姐 他们家里都那么穷了 还能给娘家偷拿粮食 你天天过得这么好 却一点都不想着我们 有没有良心 娘 不是我不想给 你知道我婆婆有多厉害 我要是敢偷鱼 她不扒了我的皮 你就不会想办法 娘 我要是今天敢把鱼拿到田家 我婆婆她晚上 就能去把咱家给砸了 田母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难看得倒了倒 那野猪肉呢 猪肉那么多 你总能想办法拿一点吧 我试试 看能不能偷拿回家 一点狗屁本事都没有 你说老娘娘你有什么用 连佛家一点东西都拿不过来 陆家家没想到田家人打了世界的权利 正值浓收 家家户户都想靠着这些野猪肉 度过最吃苦的日子 偷别人的野猪肉 和要别人半条命没什么区别 当陆家家听到田金花同意偷拿野猪肉 目光瞬间冷了下来 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 要我说就是陆家对她太好 要是跟田家一样一天三顿的打 保证比小猫还听话 田要组扯了一下田母的衣服 田母立刻心领神会 别忘了上次回家的时候 老娘跟你说的那件事情 你尽快跟你婆婆提提 万一这件事成了 我们两家人可就是亲上家亲了 田金花脸色瞬间一言难尽 她嗡声道 我试试 要尽快 好好 三个人商量完了事情 从小巷里朝外面走 结果刚走出来 一躬身就突然看到了陆家家 田金花本来就心虚 吓得尖叫一声 直接摔倒在地上 我的妈呀 猛然冒出来了一个人 还是他们刚才聊天的对象 换谁谁都吓一跳 陆家家细细地打量着田母 田母长相偏向老实忠厚 一看就是好欺负的那种人 但是她的性子却跟她的样貌完全相反 不仅爱占小便宜 集体干活的时候更喜欢偷奸耍华 从小就教育男性为尊 嫁出去的六个姐姐 个个都是伏地魔 能往娘家搬的东西 连一根线都不会留下 佳佳啊 你这是干什么呢 陆家家抬着眉眼 很诚实道 听你们说话呢 我刚才听到你让田金花偷我们家的鱼 后来又让她偷我们家的野猪肉 田金花一股脑从地上爬起来 她可是知道小姑子在家里的地位 小妹 没有 没说偷东西 二嫂怎么可能会偷东西呢 可我就是听到了 你当时还答应你娘偷我们家的东西了 不偷 我怎么会偷呢 佳佳啊 没说偷 我是让你二嫂跟你娘商量商量 你知道我们家里穷 孩子又多 想着你们能云给我们点 田大娘 你这样就不对了吧 当初二嫂嫁到陆家的时候 要的可是高彩礼 你当时也说了就是卖女儿 二嫂被你给卖到我们家的 那不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吗 你们田家的孩子多 关我们陆家什么事 而且我们家的人口比你们家多多了 我父母 我三个哥哥 两个嫂子 还有八个侄子侄女 再加上我 一家就有十六口人 我记得你们家才有十口人吧 你们家都吃不饱 那我们家就更吃不饱了 而且每家每户都是按人头分的 平均到个人头上都差不多呀 陆家家说完之后 一双信眼严肃地盯着田母 似乎非要他给一个解释 就开个玩笑而已 没有什么野猪肉 我们没说要野猪肉 田药组从田母身后走出来 一双小眼睛紧盯着陆家家 家家 你够吃吗 不够吃的话 我给你送过来一点 虽然我们家分的野猪肉不多 但是我可以把我的那份留给你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调戏 陆家家鱼光扫到不远处走过来陆母 扭头对着她道 娘 田家要抢我们家的野猪肉 抢谁家的野猪肉 陆母凌厉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她走得虎虎声微 手里拿着手腕粗的胆面杖 后面还跟着三个虎背熊腰的儿子 陆家家一喊 周围的村民也注意到了这边 纷纷跑过来看热闹 陆家家小跑着到陆母身边 乖巧的告状 田大娘嘱咐二嫂偷我们家的鱼 不仅如此 还想偷我们家的野猪肉 她刚才心平气和的奖礼 不过是身边没有撑腰的人 谁让现在的人都喜欢动手呢 尤其是乡下老太太 万一真打起来肯定是她吃亏 现在她娘来给她撑腰了 陆家家瞬间就没了顾虑 我们陆家的东西 陆母握紧了手上的擀面杖 凶悍的眼神把田老祖下的躲到了田母身后 田金花更是头皮发紧 整个人跑到另一侧贴着墙 田母扯着脸笑 咽了咽口水 亲家 你这是干什么 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跟老娘开玩笑 哼 果然是很久没干假了 这溪水村都不知道我陆婆子的威风了 你们老田家什么东西 连我们陆家的便宜都敢占 我告诉你 田金花从嫁到我们陆家开始 就和你们田家没关系了 她要是敢帮你 我就敢让老二跟她离婚 田金花脸色瞬间苍白 急忙解释 娘 没 没有的事 我怎么可能偷家里的东西呢 悟好你们小妹 让老娘来会会这个老东西 她一边朝着田母走过去 一边喊道 大家都听到了 今天是老田家怂恿着我们老二媳妇 偷我们家的东西 看在亲家的份上 我也不找人抓她了 今天老娘就跟她干一家 村民都知道田家是个什么德行 以前在荒年的时候 怂恿她的大女儿 把夫家的粮食都给偷了回来 听说大女儿的夫家 因为粮食不够饿死了的闺女 这都是老田家做的孽 把自己的亲外孙女给饿死了 亲家母 你这是 田母话还没说完 头发就被陆母给抓住了 陆佳佳看着飘悍的陆母 眼睛连眨都不舍得眨一下 她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直白的打架 这笔电影好看多了 田母在自己女儿面前是真老虎 在陆母面前就是这只老虎 完全不敢还手 陆母撕了一会觉得没意思 一下把门女踢倒在地上 以后再让我知道 你被地里占我们家的便宜 我就带着我们全家 去砸了你们田家 田母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田药祖缩的跟个安纯一样 她一见陆母松手 扶起地上的田母就跑 哎 没种的东西 要她儿子是这个熊样 她非得打死她不可 陆母看都没看田药花一眼 拉着自家闺女的手回了家 走在最后的陆港国没多说话 直接扯着田药花的手臂往家里拖 结婚这几年 她一天比一天后悔 她为什么要娶田药花 一开始她看她可怜坚强 没想到却只是表象 结果她的那点同情心 毁了她自己一辈子 全家人全都进了院子里 田药花吓得直接瘫倒在地上 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大山 又看了一眼自己两个女儿 大山心领神会 扑到陆佳佳的腿边就哭 小姑姑 你劝劝奶奶 饶了我娘吧 她什么都没做 你别让奶奶打娘了 陆好张了张嘴 别打娘 而陆远很怕 她跑到了小姑姑的身后 抓着她的衣服 除了一岁还躺在床上的陆叶 田药花的三个儿女 都围在了陆佳佳的身边 陆佳佳无奈 开口问 你们觉得奶奶打你们娘是在帮谁 小家伙们抬头不懂地看着她 她是在帮你们 你们二房从根上就已经烂了 如果现在不是我妈当家 而是你们亲娘全权管着你们 你们这一辈子都毁在她手里了 陆母本来想张口骂二房一家子 但一听到自家闺女讲道理 是向着她的 她瞬间闭上了嘴 等着听她家家家夸她 陆佳什么话都没说 听自己闺女演讲 陆佳佳尽可能地给自己侄子侄女分析厉害关系 你们应该知道自己外婆是什么样的人 她养废了自己的儿子 又为了自己的儿子无限地剥削着自己的女儿 而你们二房正在慢慢开始他们家的模式 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成功 就是因为田金花还没这么大的权力 首先什么是养废自己儿子呢 夏珊 你见过你小舅舅没有 你以后会变成她那样 整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等着自己父母养活 等着自己姐姐养活 把自己活成一个废物 走两步路都喘气 一旦她失去了别人 就只能等死 一点都没有男子汉气概 没有男子汉气概 这可不行 我要跟三夫一样 打坏人 陆佳佳松了一口气 幸亏二房没分出去 有陆父实施提点着 要不然大山早就被养废了 大山一定会成为男子汉 小好 你知道你大姨的女儿 你的表姐曾经饿死一个吗 就是你大姨为了她弟弟 把粮食拿回了娘家 结果却把自己的女儿给饿死了 陆好身体害怕的抖了抖 我希望你能明白 女孩子不是为自己的弟弟活的 是为自己活的 正是因为你娘不能当家 所以你才没彻底养成大姨那样 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小姑姑 但千万不要都听你娘的 最后 陆佳佳愤恨的看向咬牙切齿的田金花 今天你们求情 如果饶了她 明天她就敢仗着你们把猪肉偷回娘家 等你们长大 她就敢把你们卖了给她侄子换嫁状钱 对 我闺女讲的对 现在是老娘当家 你们都是听老娘的 我们老陆家的人 什么时候轮得着老田家的人欺负 陆港国直接哭了 他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也对不起小妹 陆母翻了个白眼 儿子都是赔钱货 操不完的心 四个儿子他都贴了多少彩礼钱啊 爹娘 儿子不孝 让您二老操心了 说吧 这件事情怎么办 娘我都嫁到陆家了 怎么可能向着田家 我刚才只不过假意答应我娘而已 根本不可能偷家里的野猪肉 老娘 让你见她了吗 你嫁过来的时候 我们两家可都说好了 从此你和田家各不相干 老娘的话 你都到二旁疯了 我 她是一路好哭 但是陆好低着头 一直不敢看她 她心里气得要命 她早就说声丫头骗子没用 现在应验了吧 老二一家明知故饭 算了规矩 明天浓收 田津花一天干十公分才能回来 而且这次猪肉鱼肉老娘 都不会让你尝一口 当完火跑回来做饭 吃完饭就去洗衣服 十公分 田津花吓得差点晕倒在地 一个健壮的成年男人一天才干十公分 她回来还要洗衣服做饭 家里的那些肉没她一口 浓收下来她还能活吗 装什么装 以前你在家的时候 你亲娘把你当牛使唤 你每天干了十公分才能回家 怎么 在你老田家你就能干 到了我们陆家就不能干了 就这么定了 陆母看向张书云 中午饭你先照看着 早上和晚上都让田津花做 你要是干不完活 中午就不用回来了 你要是死在了田里 我们就把你拉回来埋了 我出钱再给老二娶一个 田津花瞬间不敢哭了 她手指捂着脸 咬牙不敢吭 处理完了田津花 她看着院子里的众人 先落在了陆港国身上 老二 你要记着你小妹的好 要不是你小妹 我才懒得管你们家的破事 你说说你中午才吃了你小妹的鱼 下午你小妹还得为你们一家操心 你说你亏不亏心 陆港国一个大男人 眼泪啪啪往下掉 娘 我亏心啊 我对不起我小妹 二哥 不用客气 那你说你小妹以后受欺负了怎么办 我就算死也会为小妹跑回公道 不至于 真不至于 陆母又看向另外两个儿子 你们呢 娘 我和二弟是一样的 我是哥哥 护着妹妹是应该的 谁敢欺负我妹妹 我揍死她 娘 这样的问题你咋还问呢 谁欺负小妹当然是干死她了 都不用大哥二哥上 我一个人就能搞定 陆母满意了 又对着自己的侄子指你道 你们今天能吃上鱼 能吃上鸡 都是因为你们小姑姑 几个侄子指你骑刷刷 脸部红心不跳的喊 小姑姑最好 接上集 今天是抢收的日子 陆草一到浓收集合点 就有好几个人围上来跟她聊天 以前陆草长得普通 他们也没仔细打量 现在仔细一看 脸大享福 屁股大能生儿子 一看就是有福气的 也有小姑娘看不惯陆草得意 有些嫉妒 陆草 我听说你是福娃 是真的吗 昨天真的有好多鱼 围着你的衣服跑吗 确实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说实话 我自己都感觉自己 最近的运气挺好的 要不是我运气好 早就被那只野猪给顶死了 说起来也挺奇怪的 那只野猪跑到我面前竟然不动了 就像是不敢碰我一样 不会吧 怎么不会 你不相信的话去问问 昨天在现场的人 而且湖里的鱼那么难捞 昨天竟然冒出了一大堆 我娘抓了四条呢 我听说现场还有好多人都抓到鱼了 那薛燕呢 我听说是她昨天救了你 陆草顿时脸黑了起来 现在早就不流行以前的规定了 这是封建思想 什么封建思想 要是薛燕去你们家提亲 到时候你名声就毁了 谁管她是不是封建思想 陆草沉默了 心里有些慌 万一薛燕真的跑到他们家去提亲 到时候毁了她的名声怎么办 难道她真的要跟陆家家一样去跳壶吗 陆草有些怕 她脑海里疯狂地想着办法 最后决定提前跟薛燕说清楚 当她死了这条心 她是绝对不可能嫁给她做媳妇的 在陆傅的带领下 溪水村的全部村民和知青乌泱泱地去收割麦子 陆家家等人都离开了 她关上了工作室的门 回了家 小姑姑 你怎么回来了 陆草刚在家里喂完了鸡 一抬头就看到了陆家家 我先熬一锅绿豆汤 放到井里兵建着 等十点左右送到地里 有路好烧火 陆家家成功地煮了一锅绿豆汤 下到了井里放凉 差不多十点的时候 她将大桃棒放到篮子里 起身朝地里送过去 到了地边的时候 她远远地看到了薛燕 薛燕割得很快 但是也很费体力 等她走近的时候 薛燕正好在大树下面休息 喝绿豆汤吗 放在井里冰镇过的 嗯 算了 以薛燕的性格 肯定会说不喝 但这种刷好感赎罪的机会 她怎么可能错过 她将自己的绿色水壶拿出来 放在她面前的地上 然后又放下一个碗 这应该够你们四个喝了 水壶等我走的时候再过来呢 你赶快把你弟弟 还有伯父叫过来一起喝吧 陆家家没等她回话 提着篮子就走了 薛燕看了一眼地上的水壶 又眼神幽深地盯着她的背影看 陆家家拿的水比较多 路草离得近 也跑过来淘水喝 她端着碗 无意间抬头 却见薛燕朝她这边看过来 她厌恶地皱了皱眉 薛燕她这是什么意思 她不会真的认为 救了我一次就能娶我吧 不行 必须找她说清楚 陆母灌了一碗冰凉的绿豆汤 舒服得愧谈 还是我闺女好 但说完这句话 她就有些心疼了 陆母拉着陆家家的手 你说说你怎么这么傻呀 要是村里其他的孩子 有了你这样的工作 谁还跑来地里送水 我有空啊 总不能一直在屋里待着吧 她刚要劝陆家家回去休息 余光就看到三个儿子来了 哎呦 我的闺女 你怎么这么傻 自己的工作那么忙 还得惦记着我们 怕你哥哥嫂子 纵熟火急火燎地 跑过来送绿豆汤 可怜有些黑心窝子的 根本就不记得你的好 我苦命的闺女啊 她一抬头 果然看见了她哥哥 娘 咋了 谁欺负我小妹了 娘就是心疼你小妹啊 你看看 你小妹害怕你中暑 来给你送绿豆汤了 来之前 还特意在井里冰镇过 为了来给你们送水 手都磨破了 陆家家咽了咽喉咙 害怕被揭穿尴尬 将手往后缩了缩 陆叶国看到她这个动作 心疼坏了 深情地叫 小妹 陆家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陆爱国和陆港国也抹了一下脸 没想到小妹为了他们 这么热的天 跑过来送绿豆汤 娘 咋了 娘就是怕 有些人觉得 这是你小妹应该做的 你们说你小妹自己也有工作 她就算不送绿豆汤 是不是也是应该的 但你们小妹现在送了 她心疼你们了 你们可不能觉得 这是你们小妹应该做的 娘 我们都知道 三兄弟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陆家家 十万电瓦的感动 万一有一天 你们小妹不送了 你们别忘了前面的恩情 心里埋怨你们小妹 尤其是那些没脑子的傻婆娘 陆爱国看向自家婆娘 头微微抬起失忆了一下 张淑云立刻道 娘 我怎么可能埋怨小妹 小妹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 陆港国就不那么温柔了 她扯了一下田津花 眼睛瞪得跟牛一样 生怕她说错一句话 田津花吓得急忙表态 我跟大嫂一样 陆母翻了个白眼 显然不幸 敲打了儿子儿媳 才松了口 都快喝吧 你小妹生怕热了 路草傻了眼 她当时正巧在树下休息 怎么不知道陆家家是跑着来的 几人喝完绿豆汤 就立刻回到了地里 陆母这边看了一眼呆坐着的陆草 露出了狼外婆的微笑 小草啊 该吃割麦子了 喝了她闺女送过来的两碗水 也没夸过一句 陆草看了一眼薛宴那边大树下 已经空无一人 心情烦躁地走开了 陆母呵呵两声低头收拾碗的时候 看到了陆家家小腿上 被麦感滑出的血痕 急忙问 这咋回事 哦 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被划了一下 你个傻孩子 明天别来了 幸亏我刚才敲打了家里的那几个 要不然他们习惯了 有一天你突然不送了 心里肯定埋怨你 生理恩 斗米仇 兄弟之间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反目成仇 我不要 我又不是给他们送水的 我是给爸妈送水的 他们都只是附带而已 陆母心里像是吃了蜜 她扣到陆家家身前 房间的柜子里 有你三哥带回来的罐装牛肉 你回去打开一罐 好好补补身体 这两天浓收 别累坏了 那罐头味大 我还是喜欢吃鸡肉 你这丫头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心思 算了 天这么热 赶快回家吧 陆家家刚准备走 就看到陆草和薛燕说了什么 两个人走到了树林里 正在阵时 不远处传来叫声 周知青土白沫了 什么 周文青土白沫了 陆家家瞬间来了精神 兴奋地看着不远处的动静 谁有谁 先给他降降温 我有 陆家家从不远处赶来 脸上挂着招牌式的乖巧微笑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问 发生什么事情了 都知青中暑了 哦 他走到了周文青身前 我有水 让我来吧 陆家家没有蹲着 反而站起身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周文青 陶冠倾斜 绿豆汁一点一点地 搓在了周文青的脸上 脸上却笑得越来越灿烂 村民们虽然不想往这方面想 但是脑海里却忍不住 浮现一些画面 这怎么跟往别人脸上撒尿似的 这绿豆汤我在井里冰镇过了 效果一定很好 周文青被上面 不断滚落下的水珠枪醒 他睁开眼一看 陆家家正在往他脸上倒水 而且笑得肆意着眼 陆家家 你干什么 你醒啦 周知青 你不知道你刚才中暑了 大家的水都喝光了 幸亏我还有点冰镇过的绿豆水 这才把你就醒了 谢谢 干了这几天的农活 周文青彻底发现陆家家 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努力让自己表现得很温柔 谢谢就不用了 不知道啊 周知青想怎么感谢我 让我猜猜 是不是想给我十块钱 报答救命之恩 我是不是猜错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 你不要放在心上 毕竟也值不了那么多钱 陆家家将陶冠放回到篮子里 站起身 余光扫了一眼周文青 周文青 日子还长着呢 这才是刚刚开始 不曹警告薛艳 不要想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自己是不可能嫁给他 没想到被陆家家听得正着 心想 还真有自己当年的风范 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 你不要想着去我们家提亲 我知道你们家娶不上媳妇 而我现在又是福娃 你们家肯定有娶我的心思 但是你昨天根本就不算救我 而且就算是救了我也不能按照以前的规矩 那都是封建思想 你们这种家庭要是敢明知故犯 我就去镇里告你们 陆家家提着篮子走到了大树下 他本来想偷偷地把自己的水壶拿走 正巧听见了陆草慷慨激昂的发言 也不知道陆草是不是因为和原主是堂姐妹的缘故 这嚣张的气焰不能说和原主过分相似 只能说一模一样 陆家家咽了咽喉咙 手指扒着树皮 小心翼翼地伸出头 血焰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力气几乎快要从那双漆黑的毛子里挣脱而出 你想干什么 陆草脚步往后退了退 后背撞在了身后的一棵大树上 他双臂护在胸前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 我就去告你 你是谁 你说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你 你竟然不知道我的名字 陆草窦言努力争大 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就在刚才之前 我脑海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错觉 让你以为我会娶你 这件话像是一道天雷直接披在了陆草的头上 他抬头看着面前这个冷峻英质的男人 你 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 当初不是你为了救我杀的野猪吗 我杀野猪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你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陆草被怼得竟然一时半会说不出来话 我不信 你怎么可能 他话音未落 后脑勺就撞到了树上 而脖子被人死死地掐住 一股彻底的冰凉从脚底窜到了大脑 他拼命地挣扎 努力想要扒开薛燕的手指 但是对方力气实在是太大了 陆草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薛燕轻身靠近了他几分 声音像是从十八层地域爬出来的恶魔 现在你还觉得我想娶你吗 陆佳佳看着陆草脸色已经变得轻子 脸上的轻轻爆起 显然已经快要缺氧晕厥 薛燕疯了吗 要是陆草死了 那就是犯法 他也会死 陆佳佳刚要站出来阻止 薛燕就松开了手 陆草整个人瞬间摔倒在地上 空气中弥漫了尿骚味 他又尿了 薛燕嫌弃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在自己的外衣上擦了它 陆草好久才缓了过来 眼泪刷刷地往下掉 你刚才想杀我 就不害怕 我就告你吗 告我 是我逼着你来这里的吗 你说如果我告诉所有人 你想在这里勾引我 到时候你名声敬毁 恐怕只能嫁给我了 陆草缩了缩脖子 看着这个危险的男人 嫁给这个魔鬼 那他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 薛燕看着陆草畏缩地不敢吭声 身离开 陆佳佳本来躲在大树下面偷看 但见到薛燕往回走 立刻缩回了自己的脑袋 这可怎么办 陆佳佳懵了 朝也没地方跑 薛燕肯定会知道 刚才的事情他都看到了 陆佳佳懊 他就不该看热闹 现在好了 成为现场证人了吧 薛燕快要走到大树下的时候 看到了边角露出来的衣角 一眼就认出了穿这件衣服的陆佳佳 他瞬间僵住了 腿上像是被浇住了水泥 怎么也迈不开 陆佳佳在树后面躲了一会儿 见人还没有走过来 察觉到了不对劲 伸出小马带朝树后面看 两人的目光直接对视 陆佳佳傻笑了两声 拿起地上的水壶 乖巧地解释 我刚来 见水壶放在地上 这要拿着走呢 他抓着地上的水 放进了篮子里 一边看着薛燕 装什么都不知道地问 喂 味道还可以吧 我喝着不错 我妈喝着也不错 我爸喝着也不错 我三个哥哥喝着也不错 我两个嫂子喝着也不错 陆佳佳也不想嘴瞟 主要是薛燕目光越来越冷了 我 我先走了 家里还忙着呢 陆佳佳刚转身外开小步走 后顶就被人捏住了 温润柔软的触感让薛燕愣了愣 下一刻 他耳根发红地松开了手 陆佳佳握紧了篮子的把柄 他抬着视线看薛燕 生怕薛燕也掐他的脖子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看到 薛燕眼神未变 紧盯着陆佳佳 陆佳佳咽了咽喉咙 不到几秒就妥协了 我刚才听到了一点 但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你 我堂妹也有错 而是她先羞辱你的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还有水吗 话题转移得太快 陆佳佳脑子没反应过来 下午还送水吗 送 再多带一点 小羊喜欢喝 说完 回到了地里跟麦子 陆佳佳见薛燕不管自己 急忙提着篮子跑 过了好一会 陆草才捂着脖子从树林里面出来 看看没人飞太地往家里跑 生怕别人看到自己脖子上的痕迹 中午和往常一样 还是由陆母分饭 田津花只有野菜饼子和西粥 野猪肉和鱼都没有她的份 干了一上午的活 见大家碗里都分到了肉 只有她没有 闻着香味 她急得头发都快要竖起来了 娘 我知道错了 今天干活的时候一点都没敢偷懒 你放心 我今天一定能拿下来十公分 你就让我也吃点肉吧 要不然我身体撑不住 与此同时 她在下面偷偷地踢了一下大山 而大山这两年已经被教得习惯了田津花的指令 但一看到自家奶奶的眼神 瞬间把头低了下去 陆港国头上差点冒火 瞪着田津花 你怎么这么多事 田津花低着头也不敢跟陆母对视 只能在下面用力地踢大山 大山才七岁 这个年纪对母亲还是很依赖 田津花碗里没肉 她心里有些不舒服 咬了咬牙 奶奶 要不我的肉给娘一块吧 我的鱼汤也分给她 陆母疼得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田津花也缩了缩脖子 但是却紧紧地咬住了牙关 大山是陆家的长孙 陆母的亲孙子 她就不相信陆母还能打大山 陆母在儿子儿戏忐忑的目光下走出了屋外 随后陆母手里拿了一根柳条 大山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哭 你敢给我哭一声 大山眼泪挤在眼眶里 连掉都不敢掉下来 别着嘴 也不敢吭声 田津花立刻抱住了自己的儿子 娘 你别骂大山了 都是我的错 你要打打我吧 好啊 你们都听见了 这是她让我打的 你们也都给我出来 陆母害怕把翻打翻了 上前直接抓住了田津花的头发 揪着人到了院子里 拿着柳条就抽 陆母打了田津花二十多下 又指着陆港国 还有你这个兔崽子 不听老娘的话 取了个丧门星 直接上去又打了陆港国二十几下 要不是这两天浓收 他今天非得打的这两个人下不来床 陆港国自知李克一声不吭 只是红着眼眶 你们都给老娘听着 我向来恩怨清楚 罚是罚 赏是赏 活了这么多年了 没麻过你们这些儿子一番好处 你们少在这里给老娘装大爷 我昨天说了 田津花浓收期间 每天要干够十公分 早饭和晚饭都是她做 中午洗衣服 家里的肉没她的份 你们是不是都把老娘的话 当耳旁风了 三言两语 就改变了惩罚决定 以后这家里 谁还会听她的话 到时候陆家岂不是乱套了 一旁的陆家家知道 今天的震慑必不可少 陆母表面上凶 但却不是恶人 她分给田津花的工作 看似十分苛刻 但却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 当初田津花在田家的时候 吃的还没有现在好 但是也是每天干这么多的工作 再说了不彻底教训田津花一次 她以后必定还不安分 陆母已经很久 没这么当众教训过人了 大山见自己爹娘被打得那么惨 心里害怕的同时也有些怨恨 大山过来 你说我为什么打她吗 大山低着头没吭声 大山 老娘不知道你现在心里什么想法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 你亲生父母尚在 老娘没有责任养着你 既然你们二房需要老娘 那就遵守规则 错就是错了 必须受到惩罚 要不然你们这个傻子 亲娘再把你们给卖了 还得让老娘收拾烂摊子 陆母直接把话挑开了说 你别心里埋怨着我 还吃着我的 喝着我的 最后还得让老娘护着你们 你要是不想让我再管了 今天就把你们二房分出去 以后不管你最后 被你亲娘养成了废物 还是被你亲娘哄着 去当田家的哈巴狗 我都不会再问 她可不想自己费了心力 还唠了一身埋怨 这番话对大山有着不小的冲击力 陆母一直都是陆家的主心骨 她下意识地依赖她 村里人夸她时候 也总是说她有一个好奶奶 地旁的陆豪咬了咬牙 扎着自己的妹妹陆远道 我们姐妹两个都知道 奶是为了我们好 以后都挺奶的 陆佳佳没想到 平时呆愣的陆豪 这次胆子竟然这么大 直接敢带着自己的妹妹出来表态 有进步 大山瞬间哭了出来 生怕陆母不再管她了 奶奶 再哭 我们陆家的男人没有哭的 大山瞬间压住了嗓子 心里那点怨恨也不敢有了 我错了 陆母翻了个白眼 扫了一眼陆港国和田金花 给老娘爬起来吃饭 田金花狼狈 又迅速地从地上爬起来 一点都不敢怠慢 昨天没挨打 她以为陆母今天也不会打她 毕竟快要浓收了 她也算是家里主要劳动力 没想到陆母还是打了她 早知道她就不闹了 中午饭很快就吃完了 田金花揉了揉自己的后背和肩膀 火辣辣的疼 这次她是真怕了 去把大家换下来的衣服洗了 她不准备让田金花闲着 必须要给她一个难忘的教训 让田金花每次想要犯傻的时候 都害怕畏惧地教训 田金花乖乖地点头 苦哈哈地端着一盆衣服去湖边 突然有了以前在娘家时候的痛苦 龙收劳累 大家中午都在家里休息 只有田金花一个人在湖边洗衣服 罗轻轻路过 看到田金花一边掉了一边洗衣服 罗露出的手臂上还有打出来的红痕 对着田狗临风道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陆佳佳的二嫂 上次我就见他们家恶婆婆打儿媳妇 陆佳佳不仅不在旁边劝 还煽风点火 他们一家人都是恶霸 没想到大队长家还有这样的事情 真是太过分 像这样的女人被毒吐酒了 根本就不敢反抗 田嫂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洗衣服 田金花扭头看到罗轻轻 她知道陆佳佳和罗轻轻之间的龌龊 生怕在惹路母生气 低头道 没什么 该洗衣服了呗 你手臂上怎么这么多血痕 没事吧 没有一个女人被婆家打了 想让外人知道 尤其眼前的这个人还和陆佳有仇 田金花防备的看了罗轻轻一眼 没事 这都是不小心摔的 哼 罗轻轻化被噎在了喉咙 她明明想帮眼前这个女人 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一点反抗的意识 竟然还主动包庇陆佳人 田嫂子 你别瞒着我了 你身上的伤是你婆婆打的吧 上次我路过都看到了 你想干什么 田金花瞪着眼 握紧了手里的木棍 她甚至在思考打罗轻轻一顿 会不会让路母对她好一点 毕竟她这也算帮了陆佳佳 田嫂子 罗知青是想帮你 她可怜 你还被封建思想禁锢 想要帮你过上好日子 你怎么能这么不失好人心 帮我过好日子 怎么帮我 陆佳敢随随便便打你 不过是仗着你不敢离开罢了 他们这种人 都以为媳妇娶回家以后就是奴才 可是他们不知道 现在妇女也有解放的权利 只要你敢强硬起来 他们就不敢再欺负你 你说的啥意思 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政策 妇女也可以提出离婚 而不是跟以前一样 女人想要离婚难如登天 只要你敢反抗 独立自主 就能走出来一条自己的路 总比待在陆佳被打死好 我觉得罗知青说的很有道理 陆佳打你一次 不反抗 他们以后肯定还会天天打你 只要你敢提出离婚 他们说不定还会害怕 甜精花精的嘴差一点合不上 反应了过来之后直接把罗亲 一个小娘们 你有病吧 你竟敢让我离婚 跟陆岗国离婚 甜精花想都不敢想 她要是真离婚了 那才是这辈子都完了 想当初她为了嫁进陆家 想了多少办法 使了多少手段 这才过上好日子 她和陆岗国离婚 她疯了 罗知青 你怎么样 林峰吓了一跳 没想到甜精花会突然动手 而罗轻轻被推倒在地上 在林峰的搀扶下 她慢慢的起身 甜嫂子 没想到国家成立这么久了 你的思想还是这么落后 你都被打成这样了 还不想着离婚吗 我告诉你 离婚才是你的出路 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很难接受 但是我都是为了你好 你给老娘滚大 甜精花举起了手上的木棍 她现在已经确定 这个罗轻轻是故意来找事的 愤怒地冲上去打罗轻轻 林峰快速伸出手臂 替罗轻轻挡下木棍 你个雕妇 林峰恼了 反手给了甜精花一巴掌 大鸭 大鸭 你二儿媳妇被人打了 什么 甜精花被人打了 陆佳佳睡意瞬间烟消云散 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穿上鞋跑出门来 这个时候陆父陆母也出来了 大鸭 您快去看看吧 你二儿媳妇跟知青起冲突了 脸都被打肿了 嗯 怎么回事 陆母黑着脸 虽然甜精花欠打 但也只能他们陆家的人打 现在被外人叫醒了 他们陆家的人脸往哪方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那个罗知青 就是那个罗轻轻和林峰 他们两个合力打你们家儿媳妇一个 脸都给打肿了 这不我赶紧跑过来叫你了 啥 打脸了 还把脸给打肿了 这不是打他们老陆家的脸吗 尤其是这个罗知青 上次还想抢她闺女的工作 还没几天又开始打他们家里的人 真是反了天了 娘 咋了 甜精花的脸让人打了 这是不把老陆家放在眼里 打我们全家的脸呢 你们都给我抄家伙 我倒要看看这些知青有多恨 这话一落 三兄弟拿起了家里的木棍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除了在后面发懵的陆家家 各个凶声恶煞 家家 过来 陆家家瞅了瞅四周 看有没有衬手的东西 最后拿起了陆母中午用的柳条 他心里也知道今天肯定打不起来 毕竟陆父是大队长 他们陆家必须以礼服人 但是气势要足 不动手也能把人吓得胆战心惊 这就是震慑效果 陆家人到地方的时候 甜精花正抓着林峰的手臂打 又哭又好 把耍无赖表现得淋漓尽致 林峰下的力气甩开了甜精花 一扭头看到陆家的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双腿突然有些发软 虽然心里害怕 但他还是把罗轻轻挡在了身后 罗轻轻这边看到陆家人过来 咽了咽口水 就这么没出息 让你洗一次衣服就被人打了 而且脸都被打成这样了 还努力站起来干啥 甜精花眼睛一转 一领神会 下一秒就趴在了地上 大家都来看看呢 这城里的知青下手有多狠 我这身上脸上都是他们打的 这得吃多少东西才能养好 陆家这边还没开口 罗轻轻眼泪掀掉了 大队长 现在国家都提倡文明社会了 你们这是想打人吗 陆户没吭声看向甜精花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大队长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 今天我就在湖边洗衣服 这位罗知青和林知青 莫名其妙地跑到我身边 说要让我和港国离婚 我不答应他们两个人就打我 不仅把我的脸都给打肿了 身上也挨了几拳头 好大的信息 孙明不善的眼神看向罗轻轻和林峰 这两个人脑袋有病吧 跑过去让人家夫妻离婚 陆家家也惊呆了 罗轻轻操心过多了吧 他让甜精花和他二哥离婚 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要随便插手别人的家世 难道这就是圣母白莲花的光辉 在外普照大地 才能让自己心里更加满足 陆家家仔细想想罗轻轻做的事情 最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教育别人 一旦有翻车的迹象就哭 表示自己很无辜 罗知青解释解释 不不是这样的 反正不是田嫂子说的那样 而且也不是我们打他 是他打我们 我打你们 甜精花指着自己被打红的脸 这是我自己打的吗 难道不是这个林芝青打的吗 陆港国沉着脸走过去扶起了田精 甜精花是他婆娘 犯了错也应该由他们陆家人叫醒 还轮不到其他人指手画脚 是男人 我们两个人就打一架 我不跟你打 我要跟你们讲道理 怂货 听过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没有 你讲道理 你倒是讲啊 你说你凭什么打我们家儿媳妇 是他先要打我的 是你先说让我离婚的 我不愿意离婚 你还一个劲的在旁边劝说 大家平平礼 我能不生气吗 陆港国一声没吭 直接抓住了林芬的手臂 他一想反抗 陆爱国和陆叶国也冲了上来 两个人死死地按住他 你们要干什么 罗青青吓得几乎要尖叫 陆母没理会罗青青 而是扫了一眼田精花 你给老娘伤回来 是 田精花第一次感觉到了一个强大的婆家有多好 他陆起手扇了林芬一巴掌 出了自己心口的恶气 而罗青青害怕这些陆家人打完了林芬 再打他 脸上那副清冷的表情再也绷不住了 他指着陆家三兄弟 你们这些恶霸 就喜欢欺负我们这些知青 我要去镇里告你们 你少说话 知青班长孙杰末弟吼住罗青青 自作多情劝别人离婚 还动了手 要不是看她是个女人 早就连她一块打了 你们狼狈为奸 既然如此 那就不如说明白 我劝田精花离婚就是因为 我亲眼见到她打田精花 现在思想早就解放了 早不允许恶婆婆打儿媳妇 大队长家不以身作则 起领导作用 我站出来拯救她 怎么了 你这么有病吧 老娘教训自己 而媳妇你也要管 那你怎么不管管村西佗的傻子 她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 你这么好心 不如今天晚上就嫁过去 我凭什么要嫁给她 那你凭什么管我们老陆家的事 罗青青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她转而道 我今天就去镇里喊冤 为我自己讨一个清白 恐怕你自己去不了了 陆家家站了出来 小脸一本正经 罗青青心里一跳 防备地看着陆家家 你们光天化日的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 这里是国家的西水村 不是陆家的西水村 你们真以为你们陆家能够只手遮天吗 别误会 不是不让你去 而是我们压着你去镇里 我现在十分怀疑你是别国派过来的奸细 你少胡说八道 凭什么说我是别国的奸细 我还说你是呢 对于你我是有依据的 但是我肯定不会是奸细 因为我祖上是八代平民 对 我们家十八代平民 那可是没有一个当官的 家里穷的叮当响 这个年代 平民才是王道 一说起来自己祖上是平民 那都能挺起来胸膛走 而且我在西水村生活了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是奸细呢 但是你就不一样了 你是从外面来的知青 而且上一次你鼓动知青抢我的工作 亲口承认你自己懒 不想上工 这可是严重的思想问题 罗金青哑口无言 毕竟上次的事情确实是他亲口说的 但还是努力争辩 我这次只是想帮你二嫂 那就很奇怪了 以你好吃懒做的思想 你自己的活都懒得干 应该没什么觉悟去帮我二嫂吧 你现在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我很怀疑你的目的 毕竟我们家算是干部家庭 你有可能想通过让我们家不安定 来达到祸害西水村的目的 胡说八道 我哪里胡说八道了 我只是以一个正常人的眼光 看待这件事情 不相信的话你问问其他执情 会不会莫名其妙的管别人家的闲事 甚至用暴力逼迫别人离婚 陆父见自己闺女发言完了 才开口说话 我们也不想怀疑任何一个人 但是现在罗志青行为举止确实很可疑 只能先派两个人把他送到镇里调查 你们陆家污蔑我 我真的没有恶意 我就是想劝田嫂子离婚 帮他摆脱苦难而已 那你们为什么要打人 一张口闭口就说我们陆家欺负你 从刚开始到现在 你在众人面前嚷嚷了多少次了 你敢说你不是想先动大家跟你一起闹 陆家家 你给我闭嘴 罗轻轻怒吼一声 朝着陆家家扑了过去 伸手就往对方脸上抓 抓到半路 手腕却被大力抓住 陆家家察觉到不对劲 放下挡在脸上的手臂 抬头看到了薛艳的冷音的下颌 她眨了眨眼 心里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罗轻轻感觉自己的手腕快要断了 还没等她反击 头发就被人从后面扯住了 你这个小贱人 老娘不动手 你是不是以为给你脸了 连我闺女都敢欺负 你也不看看 是谁你就敢欺负 我闺女我自己都舍不得碰一根手指头 凌峰心疼的眼睛冲泻 挣扎了两下 被陆档国打了一拳口 这下一动也不敢动了 你打了我二儿媳妇 本来你得给我们家补偿 现在我打了你这个小情人 你就不用给我们陆家了 直接给你小情人吧 省得转手了 大家都看见了 刚才是这个罗知青先动手的 恶毒的往我闺女脸上抓 我虽然打了她 但也赔了她补偿 仁至义尽了 孙姐 你找两个人抬着把她送到镇里 交给调查局 其他人回家准备一下 马上下地干活 等大家基本都散了 陆父灵力的视线看向薛艳 陆家家察觉到陆父凶巴巴的眼神 塞帮子鼓了起来 薛艳救了我 爸怎么还这么凶 他朝薛艳身前走了两步 努力挡足露宿的视线 陆父看着自家闺女不满的眼神 摆了摆手 都走 都走 知道妈今天为啥带你去步 不是让去加油助威的吗 看到没有 咱家有的是为你撑腰的人 以后受气就回来告状 老娘带人把她家给抄了 尤其是这结婚以后 娘家的凶残程度 决定你在婆家的地位高低 活泼什么的咱不伺候 你这丫头听懂没有 听懂了 而另一边薛阳跟在薛艳身后 不满的问 大哥你为什么要帮那个漂亮的坏女人 薛艳死死的皱起了眉头 以后别叫她坏女人 我才不要 那次她骂大哥我都听见了 薛艳转头看着她 看得她心里直发慌 大哥 中午的时候你喝了她带的绿豆水 两碗 哼那我以后不喝了 好 薛千比薛阳更成熟稳重 她看傻子一样看了一眼薛阳 这都看不明白 大哥肯定是喜欢上那个陆佳佳了 下午的时候 陆佳佳和大山 石头爬到山上打猪草 顺便也剪剪菌子和野菜 她走到一棵大树下又见到了猪泱泱 目光不由自主地看一眼指尖上结痂的划痕 她愣了愣 脑海里像是有什么联系起来了 第一次的野鸡是手指流血了 第二次的野猪 陆草的衣服上有我的血 第三次的鱼拱着那件衣服游动 难道 陆佳佳抬起头盯着猪泱泱 突然想做一个实验 她把手伸了过去 准备再把自己的手指划出去 可等伸过去了却下不了手 毕竟不小心划个口子 和自己故意划个口子 是完全不一样的心理状态 于是陆佳佳使劲地 抠自己结痂的地方 抠结痂的地方不仅不嫌疼 而且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舒服感 陆佳佳像个傻子一样 摇着自己手指在空气中晃 另一只手用力地拿起了一小块石头 正惊未作 等待收割 结果等了一会儿 什么异常的情况都没发生 这算打脸吗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证明自己不是个异类 陆佳佳转身就要走 刚摆出两步 身后传来了稀稀疏疏的声音 一扭头 两只灰色的兔子站在他身后 兔子不仅憨巧可爱 还又大又肥 陆佳佳举起手上的石头就砸了鬼 肥不肥的不重要 重要是兔肉很香 正在这时不远处又传来了声音 他抬起头 恐恐瞬间紧缩 一头比上次还要撞的野猪 慢悠悠地从山上躲了下来 陆佳佳咽了咽喉咙 这不会是上一个野猪的老公吧 跑又跑不过野猪 只能眼睁睁看着野猪离他越来越近 但陆佳佳很快发现 这头野猪跟兔子不一样 在离他四五米远的地方并没有呆滞 甚至还做出了攻击的动作 陆佳佳大脑飞速旋转 看着自己手指上那一点点血 是不是这次的血太少了 起不到迷惑作用 求生欲极强的陆佳佳咬破了自己的指尖 下一秒 脸疼地皱成了一个包子 为了避免浪费 他把血塌在了自己腰后侧的衣服上 还把手指抬起来晃晃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找准大动脉 砸着铲子朝野猪脖子上插 结果一铲子下去只刮破了野猪一小层皮 野猪轻微地嗷嗷了两声 陆佳佳吓得心一颤 他瞬间明白如果不能一击必杀 他绝不能再动手 要不然野猪如果因为疼痛醒过来 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陆佳佳看了一眼手里的小铲子 怎么办 陆佳佳慌了 这代表着他今天必须叫人过来 但陆佳的人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会怎么想 他们会不会觉得他是个怪物 陆佳陆母会不会怀疑他的身份 加上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和园主有太多不同了 抑或者他们早就怀疑了 只是一直等待时机 这些他不从来愿意想的猜测摆放在面前 陆佳佳心里密密麻麻地难受起来 大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面色惊恐地看着不远处的陆佳佳和野猪 小姑姑 你快跑啊 跑 怎么跑 跑不了时机里他就成人肉串了 陆佳佳咬了咬牙 事到如今也只能看天意了 他对着大山道 你去找你奶奶 偷偷地只告诉他一个人 就说我遇到了上次和陆草一模一样的事情 野猪站在这里不动了 你让他找人拿刀把这个野猪杀了 小姑姑 快去啊 接着只告诉你奶奶一个人 其他人都不要说 陆佳佳看着大山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 心情复杂地将剩下的那只兔子踏死 然后将两只死兔 装在了自己的被口里 不知道是不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太恐惧 眼泪竟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 心想着他还不如在那次车祸里死了呢 这样也不用整天因为占了别人的宠爱 忐忑不安了 陆佳佳越想越伤心 直接坐在地上 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薛燕拿着镰刀跑过来的时候 陆佳佳正搭拉着小脑袋眼尾通红一片 像是一只打湿了毛发的漂亮小猫 惨兮兮的没人要了 耳边传来走路的声音 陆佳佳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没想到看到的是薛燕 立刻从地上站了起来 别动 陆佳佳瞬间不敢动了 他仰起脖子 看着薛燕越走越近 一等他走到身旁 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他的衣服 薛燕救了他太多次 以至于他现在每一次出现 都能带给陆佳佳十足的安全感 薛燕伸手将陆佳佳挡在身后 看了一眼野猪 我来挖野草 也不知道这只野猪怎么了 站在这里一动不动 嗯 躲树后面 那你要一下把他杀死 千万不要给他反应的机会 嗯 薛燕手上的镰刀特别锋利 但却是弯的 他必须一刀划断野猪大动脉 由于野猪一动不动 薛燕找了个好位置 手臂上的肌肉隆起 啊 陆佳佳伸出小脑袋 好奇地往外面看 这次不害怕 这次也有点害怕 但不是有你在吗 他不知道这句话多有挑逗性 但陆佳佳只是直白夸赞他能力很强 薛燕喉咙瞬间哑了 他目不作声 双眼直直地看着陆佳佳 怎么了 薛燕张了张嘴 刚要说话 不远处传来陆母的叫喊声 陆父陆母带着三个儿子赶过来了 佳佳 陆母跑到地方看到倒在地上的野猪 以及安全无恙的陆佳佳 他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脏腿一软 幸亏陆父扶着才没有摔倒在地上 陆佳佳想跑过去 但又收回了脚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在这个年代 他还没有一个可以真正相信的人 陆佳佳身体朝着薛燕身后藏了藏 我没事 陆父看着离得很近的两个人 脸色沉了沉 但很快就忍住了 佳佳 过来 哦 陆佳佳从薛燕身后走了出来 走到半路的时候又回头看了一眼薛燕 陆父陆母这么宠爱女儿 要是知道她不是园主 说不定会把她撕了 陆佳佳脑海里瞬间浮现了陆母打罗轻轻的场景 心里吐吐跳 她越想越害怕 脚步怎么都不愿意再往前踏一步 陆母看闺女有些害怕她 以为被野猪吓到了 踩腿就想跑过去抱住她 但是动作在陆佳佳的角度 看着像朝她扑过来 她记得陆母打罗轻轻之前也是这样的动作 于是陆佳佳转身朝着薛燕跑了过去 一溜烟躲到了薛燕身后 你这个混蛋对我小妹做了什么 她早就知道这个混蛋东西对她小妹图抹不轨 没想到这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她小妹拐跑了 你们三兄弟把野猪抬下去 爹 薛燕这小子肯定给小妹下迷魂汤了 你看看 没有 薛燕很好 她今天又救了我 这件事情不该你们三个兄弟管 去抬野猪 陆母心疼的叫陆佳佳 看她一副防备的样子 恨不得跺脚 闺女 薛燕后面出来 你这丫头 你亲娘是鬼啊 你躲什么躲 陆母扒着陆佳佳身上看 在她腰侧发现了一点血迹 她活了这么多年了 也是个人惊 联想到大山说的 什么都没问 陆傅指挥着三个儿子把野猪抬到了广场 看向旁边的薛燕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山告诉我陆佳佳被野猪困到山上 我跑过去救她 杀了野猪 陆傅阴沉的脸色有些舒缓 她对薛燕这个回答很满意 既然这个野猪是你打的 还按照昨天的分 不用 天太热 吃不完 我家的那份咱们一人一半吧 那也好 傻 又打了一头野猪 这不是昨天才打一头野猪吗 傻 野猪还是薛燕打的 陆母这边背着陆佳佳的贝勒回家 她心疼的唠叨 你说 这咋能在山脚下还能碰到野猪吗 我看 最近山里不太平 你最近也别上山了 就在家待着计公分就行 陆佳佳一声不吭的跟在她旁边 到了门口 陆母进了家 一回头见陆佳佳还站在外面 小姑娘眼睛红着 可怜巴巴的抿着嘴 手指揉着自己前面的衣服 像只被抛弃的软毛小动物 这不跟四年前的场景一模一样吗 陆母瞬间想到一种可能 她闺女这个人心思敏感 恐怕又陷入了怪圈 还在想着自己不是老娘闺女呢 他们果然都看出来了 她早该猜到的 陆夫那么心思缜密的一个人 活了这么多年的老狐狸 而她才活了17年 怎么可能瞒得过陆夫陆母 陆佳佳抬起头 先瞪着大眼睛扫了一眼陆母 然后左顾右盼看了看四周 准备选一个好跑的方向 好了 进来吧 你才是我闺女 亲闺女 陆母将四年前的话又说了一遍 都是那黑心的玩意 你说这咋能随便上别人的身体 还上了两回 上了两回 别诬赖我呀 我就上了这一回 你说老娘闺女看着也挺聪明的 怎么回来一次 不记得一次 呃 傻丫头 不用那么纠结 这具身体就是你的 你才是我的闺女 一年前那才不是呢 要不是怕她伤了你的身体 老娘早就抽死她了 陆佳佳脑袋嗡嗡想 你在说什么 别怕 进屋说吧 我还以为你都记得呢 第一次告诉你的时候 也就是四年前你第一次回来 当时你才十三岁 比现在还小 当时都吓哭了 所以你这次回来 我跟你爹谁都没敢提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陆佳佳回过神 不可置信的问 这具身体是我的 他是这具身体的主人 那他怎么会在现代活了那么久 这件事情从你七岁的时候说吧 你从小就是我带大的 我天天跟在你身边 你的一举一动 我都了如指掌 还记得我说的村西头的那个傻子吗 那次我背着你被他看见了 他跑到我们面前说胡话 说你十八岁以前命运坎坷 你的身体是给别人准备的 当时老娘就揍他了 打得他嗷嗷叫 妈 不重要的可以省略 对对 就你七岁的时候落水 醒来的之后就不一样了 你是我从小带到大的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闺女什么样 而且我察觉到 住在你身体的应该是一个二十左右的女人 当时你只有七岁 我能感觉到那个人行为举止特别不像孩子 尤其是你爹 他比我发现的更早 于是我想到了村西头那个傻子 半夜的时候和你爹偷偷摸摸的去找他 那个傻子见到我们两人过来 浑浑噩噩的说 他现在力量还是太弱了 只让我们等 有能力他会把你送回来 让我们像往常一样对待你的身体 如果被对方察觉伤了你的身体 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又家家眨了眨眼 身为无神论的接班人 他一时间甚至都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那接着呢 你十三岁的时候被送回来一次 你那时还小 根本就不懂得隐藏自己 竟然因为跳舞好进了文工团 老娘当时一眼就察觉到不对劲了 你说上你身体的那货又懒又馋 怎么可能会跳舞呢 于是老娘又跑去问村东投那傻子了 他说了一些听不懂的话 就是这个世界已成秩序 傀儡 啥玩意啊 反正老娘没听懂 老娘就知道我闺女回来了就行 陆佳佳听极了 睁着一双还放红的眼睛 委屈的扁着唇 妈 你能不能说重点 自我感慨就直接省略 你说事情经过 陆女摸了摸鼻子 这性子还真是有点随他 就上一年 你离开了 那货又回来了 我和你爹又跑去问村投傻子 他说过了十八岁就行了 然后再问又傻了巴基 什么都不知道了 没了 没了 就是这么多 村西投的傻子还说了 受了这些苦 等你十八岁以后都是享福的 是吗 陆佳佳还觉得还有很多事情隐藏在背后 就比如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再比如他为什么会被夺了身体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陆佳佳逼着头 他觉得自己需要时间消化一下这些信息 很快 他又将今天在山上的事情跟陆母说了一下 我觉得我的血能够吸引动物 薛燕那么聪明 对今天的事情肯定有所怀疑 但我不知道他到底知道多少 薛有问题 陆母沉默了几秒 猛然开口 我明白了 村头那傻子说你十八岁以后都是享福 可能是老天爷给你送肉吃 这也算享福 再多来几次 我就被当成怪物抓起来了 陆佳佳小脸苦巴巴的皱了起来 不是无神论吗 怎么现在还整出了夺舍问题 而且到底是谁夺了我的身体 这算是我的前世还是我的今生 是 以后可别在外面胡说八道 要不然大街上都能给你抓走 好吧 那薛燕怎么办 放心吧 谁能想到你的血不一样 哦 也不知道是不是消除了隔阂 陆佳佳瞬间觉得和陆母特别亲近 毕竟亲生的和假的可不一样 妈 今天晚上能夹菜吗 兔子 陆母做菜很有一手 上次特地给她煮的野鸡味道特别鲜美 加上以前留的干辣椒 别提有多香了 好好好 那能不能做麻辣的 陆佳佳没吃过兔肉 但她知道麻辣兔肉味道很不错 行 就做麻辣兔肉 妈真好 那是 大山是跟着陆父一起回来的 小家伙真的吓坏了 整个人没啥精神器 陆佳佳招招手让大山过来 大山不是男子汉吗 怎么一头野猪就吓成这样 以后怎么当男子汉 大山瞬间挺直了呗 你气带着小心虚 我不害怕 小姑姑就知道你不害怕 今天多亏你去找奶奶 等会奖励你吃麻辣兔肉 真的 这个年代的人听到肉眉都不开心的 小姑姑真好 陆佳佳看四周无人 小声问 小姑姑不是说让你只告诉奶奶吗 你怎么告诉薛艳了 她问我 我当时太害怕了 我知道她上次杀了野猪 奶奶肯定杀不了 我怕小姑姑出事 你做得很好 今天多奖励你吃一块兔肉 但是你要答应小姑姑 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再和别人说了 知道吗 到了下午五点 陆佳佳回了几公分的地方 七点左右就有农民陆陆续续的下工了 无论是村民还是知青看薛艳的眼神都很奇怪 独自一个人杀一头野猪就已经够厉害了 结果还没隔一天 又杀了一头野猪 这还是人吗 十公分 一会儿能不能晚点走 到时候一起去我家 我妈今天做了麻辣兔肉 你带回家一点 嗯 后面的赵社会看得形成冒陌 薛艳转身离开 陆佳佳抬头一看是赵社会 多少公分 八公分 赵社会说完之后才发现她跟薛艳竟然差了两公分 脸色瞬间难看 这真是奇耻大辱 陆同志 其实我平常能干十公分的 就是今天家里有点是耽误了 八公分也不少了 赵社会脸色瞬间好了一些 就在这个时候 田金花过来了 小妹 十公分 陆佳佳细细的眉间微微挑了一下 没想到田金花还真的干完了十公分 果然潜力还有待发觉 小 小妹 九公分 丢人了 还没她婆娘干得多 还是她娘说得对 田金花平时就是偷肩耍滑 二哥 没事的 只要没有偷肩耍滑就行 后面几公分很顺利 让陆佳佳最开心的莫过于见到周文青的采样了 周文青脸色被晒得通红 手上磨的都是水泡 她累得都没劲跟陆佳佳讨饶了 更重要的是陆佳佳的三个哥哥在旁边 她一步都不敢过去 等所有人的公分计完已经八点了 一走出门 陆佳佳看到了薛燕身影 她脸上一笑跑了过去 走吧 我妈做饭特别好吃 上次的鸡肉就是她做的 嗯 到家打开门 一股浓烈的香气从院子里跑了出来 陆母已经把准备好的兔肉拿了出来 妈 不是还有一只吗 吃不完就浪费了 说完又跑厨房加了几块 薛小子 赶快拿回家 尝尝我的手艺 这是在赶课 薛燕冷硬的眉眼垂了下来 她伸手接过小盆 嗡了一声 本身走了 娘 这从满梦的兔肉 陆佳国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这几天的生活条件也太好了 还不是你小妹 那头野兔跑下山的时候 正好踩死了两只兔子 你小妹看你们哥麦子辛苦 偷偷摸摸地藏到被楼里带回来了 小妹 陆佳国感动得直接哭了 陆爱国和陆港国也眼眶发红 是我们对不起小妹 没本事给小妹好的生活 还让她上山给我们去打兔子 陆佳佳对这样的场面已经习以为常 她甚至已经开始配合陆母 大哥 二哥 四哥 只要你们能吃好就行 陆母很满意儿子们的反应 她继续道 你们自己说说 你们有这样的小妹 是不是你们的福气 你们小妹有那么好的工作 天这么热 还给你们送特意冰过的绿豆汤 下午的时候 又跑到山上挖野菜 见了死兔子 生怕别人看见藏到被楼里 就为了多让你们吃一口肉 你们以后要是没良心 有啥好东西 不先想着你们小妹 老天爷都批了你们 娘 我亏心啊 让小妹受苦了 娘 你放心吧 以后我们手里有啥好东西 都先想着小妹 薛燕端着手里的棚回家 她低头看着 平时阴郁的毛子里带了几分温和 但很快又消失不见 神色灰暗不清 就在这时 路边出现了一道身影 薛燕 就你还想赖蛤蟆吃天鹅肉 薛燕停了下来 她阴郁的目光看着对面的赵社会 赵社会气急败坏地盯着薛燕盆里的兔肉 这是路加人送给你的 你想打架 赵社会脑海里瞬间想起了以前被揍的痛苦 打架先不说 我就是告诉你 路加加不是你这样的人能沾染上的 我配不上 你就配吗 你 打一架吧 薛燕转身 小心翼翼地将盆放在了不远处的草堆上 薛燕 你以为我怕你吗 我告诉你 我上次没打过你 那是因为我疏忽大意 这次 我非得给你个教训不可 不打了 不打了 再打明天就不能干农活了 薛燕就算是收了力气 赵社会也被打得脑袋有些蒙 等薛燕走了几米远 他不甘心地喊 薛燕 我告诉你 就算我配不上他 你也配不上他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家庭条件 你凭什么喜欢他 薛燕身体默然僵了一下 但很快恢复如常 大哥 你回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没事 这是什么 薛燕伸手接过来 他没看清 但是远远地就闻到了一股麻辣的香味 薛家的人都不太会做饭 标准就是做熟了就行 几乎没什么味道可言 大哥 这是什么肉啊 漂亮坏女人给的兔肉 你可能不爱吃 薛燕傻眼了 他看着盆里的肉直流口水 但是又想到自己今天的话 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知道你不喜欢 还是我来拿吧 快吃饭吧 薛燕将兔肉放在桌子中间 陆家给的 薛父眼睛亮了亮 薛燕知道薛父的心思 他们没那个意思 薛父瞬间被打破了好心情 于是伸手加了一筷子兔肉 瞬间没心情问为什么了 现在满脑子都是肯兔肉 一口下去满嘴是油 又辣又香 根本就停不下来 薛千先给薛燕加了一块 然后才自己尝了一口 他愣了愣 忙着吃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说 大哥 好香好辣 太好吃了 薛家就算是煮肉 也没有什么味道 但今天的这份兔肉 彻底让薛千感受到了 另一个世界参差 有这么好吃吗 薛阳悄咪咪的看了一眼 口水直流 但面上还是一副 看不上的表情 薛千偷笑 刚才薛阳和大哥 大哥在外面的对话 他都听见了 故意道 反正你也不喜欢吃 正好把你的那份给我吧 我根本就不够吃 你不知道 这份兔肉 正好符合我的口味 又麻又香 一口咬下去满嘴是肉 就连汤汁都香得不行 大哥 你怎么不吃啊 不太想吃 薛燕整个人都很沉闷阴语 他拿起野菜饼子 加起野猪肉 薛千眼珠子转了一下 道 我挺喜欢吃的 我觉得佳佳姐太好了 竟然给我们送了兔肉 薛燕手臂停顿了一下 拐了个弯 加起了碗里的兔肉 薛千见这个方法奏效 无奈地逼头爬肉 大哥还挺闷骚的 你说是陆佳佳送的 瞬间又舍不得不吃了 薛阳偷偷摸摸地 加了一块兔肉 被薛燕看到 他一边吃一边哭 我以后再也不说 漂亮坏女人的坏话了 陆父忙了一天 准备爬上床就睡 但下一秒 整个人失去平衡 被踹倒在了地上 你干啥 你个老不死的 我越想越生气 这闺女才回来 你就想着把她嫁出去 我闺女还没腾够呢 你连对象都给她想好了 陆父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图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再说只是先看看 他们互相有没有那个意思 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呢 反正老娘不管 什么鼠虎的身上阳气旺 我看你就是想 早点把闺女嫁出去 我想把闺女嫁出去 我恨不得一辈子 都不让闺女嫁出去 你个死糟老头子 竟敢诅咒我闺女嫁不出去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这是我托关系找人问的 你说家家这情况 万一身体又被夺了怎么办 薛艳属虎 她身上阳气旺 对我们闺女身体好 你怎么知道阳气旺 野猪说杀就杀了 这阳气还不够旺 古代的时候 这样的人放家里都能阵邪 再说了 她都就咱闺女两回了 这不是老天爷在暗示我们吗 陆母沉默了几秒 死死的皱着眉 可薛家也太穷了 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上面还有一个身体不太好的爹 我们闺女嫁过去 不是受罪吗 现在国家对成分问题 也不那么注重了 有网家帮臣 薛家还能过差了 先看看吧 我看他们两个人不一定能成 不只是薛艳 无论她闺女现在嫁给谁 陆母一时半会都没办法接受 接上集 陆佳佳和昨天一样 拿了冰冻的绿豆水 还把记录公分的笔记本 也放在了篮子里 公分记录员不只是 坐在屋子里计计公分 有时候也要出去看看 有没有人瞒报 到了地头 陆佳佳喊了薛艳 薛艳正在低头割麦子 还以为听错了 直起身子一看 陆佳佳果然翘生生地站在树下面 她想到昨天照社会的话 谋色阴郁 没礼陆佳佳 关下腰继续割麦子 陆佳佳以为薛艳没听到 又喊了几声 无意间往其他地方一看 发现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她了 想了想 准备先给陆夫陆母送 薛艳又突然站了起来 朝她这边走过来 这是给你的 天这么热 容易缺水 你平时要多喝水 如果有需要的话 提前告诉我 我可以给你多带一些凉开水 不用了 陆佳佳想对有薛阳回家给她送水 自己确实不用操心 哦 那我先走了 陆佳佳提着篮子往前走 身后又传来沉沉的声音 以后也不用了 陆佳佳似乎没听懂 不解的回头看薛艳 以后不用给我送水了 你是有了其他的安排吗 那好吧 薛艳是她的救命恩人 她想要报恩 而不是给对方造成困扰 陆佳佳提着篮子逐渐走远 薛艳的脸却越来越冷 明明是她不想让她再来了 可是见到陆佳佳答应的那么爽快 薛艳黑童暗沉的像是有什么药翻滚出来 但很快又被她自己压了下去 陆佳佳给陆佛陆母送完了水 她自己去探查昨天大家汇报的公分 走累了就坐到大树下卸着 刚卸了一会儿 一抬头见到周文青走了过来 家家 经过这两天 她终于知道自己以前有多幸运了 我错了 是我错了 我没想到你被弟弟竟然为我做了那么多 是我没好好珍惜你了 我愿意用我的余生补偿你 补偿我犯的错误 你想要补偿我 周文青双眼紧紧盯着陆佳佳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发现陆佳佳其实长得特别漂亮 就连傲气看人的时候都不让人讨厌 我想 我想补偿你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 周文青话还没说完 陆佳佳直接打断了她 三百块钱 就当是你赔礼道歉了 不会拿不出来吧 也是 你现在可是个穷鬼 而且你刚才说那些好听的话 不就是想换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吗 不是 不是 我是真心的 承认了也没什么 我又不是不能答应你 真的 当然了 只是 陆佳佳乖乖的抿了抿唇 笑得甜美又无辜 她伸出一只脚 我的鞋脏了 周文青一时间没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她不可置信 陆佳佳 你让我给你擦鞋 周文青整个人呆在原地 张着嘴 面色争鸣地问陆佳佳 陆佳佳眨了眨眼 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笑得更甜了 不 我不是让你擦鞋 我是让你跪下来给我擦鞋 陆佳佳 你是不是疯了 你竟然让我给你擦鞋 陆佳佳眼角微微勾起 她一字一顿道 我 就是 让 你 给我 擦 鞋 当然了 你帮我擦鞋 我给你好处 你不是想换一个轻松的工作吗 只要你帮我擦了鞋 我就帮你办了这件事情 哼 你让我给你擦鞋 想得美 我告诉你 我就算累死在地里 也绝对不会做这种卑躬屈膝的事情 好吧 很有志气 陆佳佳收回了自己的脚 她惋惜地看着周文青满手的水泡 以及快要被晒伤的脸部 其实我真的很同情你呢 明明只要擦一擦就行了 非要在这大太阳底下干浓活 多累啊 周文青 等着吧 还有更累的浓活在后面 陆佳佳按照陆副划分的地界 抽查了大家的公分 见到没什么瞒报错报之后 就转身往回走 谁知半路上麦田里 排出来了一个中暑的人 结果走向前一看脸 竟然是凌峰 都说了不让他干那么多 他非要干 陆佳佳八卦的好奇心瞬间来了 问旁边的知青 他已经下乡一段时间了 干得挺好的 今天怎么晕了 罗青青昨天被送到了镇里 现在正在被调查 林峰坚信罗青青是清白的 害怕他落下公分没饭吃 上午把自己的农活干到三分 就匆匆忙忙地想要再给罗青青干三分 结果干得太急 就这样了 哟 挺痴情的 他现在一股脑扎了进去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他 为什么要劝他 陆佳佳可不同意这个观点 义正言辞道 林之青好不容易找到真爱 你们应该祝福他 八卦已经听完了 天这么热 他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那我先走了 你们好好照顾他 等他醒了就让他继续下地干活 千万别辜负了他对罗之青的良苦用心 陆佳佳继续往回走 还没走出去多远 又传来的叫喊声 周之青晕倒了 嗯 陆佳佳停了一下脚步 回头看着被抬出来的周文青 心情不好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心情突然就愉悦了起来 到了中午 张淑云和陆佳佳一起直接做饭 昨天的父子有五六斤 陆母没让大家吃完 留下了养心多 今天直接全做了 陆佳一行人回到家的时候 又闻到了浓烈的香味 只有田津花苦着脸 他现在天天都是吃窝窝头 昨天香得流口水的兔肉 他一口也没吃上 而且每天还要干十公分 他恨不得把以前多嘴的自己打死 吃了饭 田津花又被赶着去湖边洗衣服 陆港国见他中午干活卖力 就准备陪着他一起去洗衣服 他又不愿意了 你一个男人跟我一起去洗衣服干啥 这都是女人干的活 都不丢人吗 你别去呀 这洗衣服就没有男人干的 田津花说完端着盆就往湖边走 陆佳佳在旁边听得一言难尽 这二嫂被教育得很好啊 田津花到了湖边 衣服洗到一半 田母凑了上来 差点把放在旁边的盆踢到湖边 抬头刚要骂 见到了田母 瞬间调媚的笑了笑 娘 你咋来了 你以为我想来啊 还不是你亲弟弟的事 我问你 上次我跟你提的事情怎么样了 娘 不用问了 我婆婆是不可能把小姑子嫁给弟弟的 我要是提了这件事情 她非得打死我不可 你咋知道不可能 你弟弟又高又壮 村里几个小伙能比得上 再说了 等陆佳佳嫁进来 大不了以后我不让他干活 生了孙子之后 我天天捧着他总行了吧 娘 别的事情也就算了 这件事情你不是要我的命吗 再说了 去陆佳佳干啥 我小姑子骄纵得很 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 就差让人喂饭了 你弟弟喜欢啊 她难道不知道陆佳佳娇气吗 但是陆佳佳有一份轻松的工作 这份工作也能养住她儿子了 再退一步 陆佳怎么可能让自己的亲闺女受苦 肯定会提携提携她儿子 有啥好东西肯定也会送过来一部分 怎么也够他们小两口吃了 仔细想想 娶陆佳佳这个儿媳妇还是很划算的 娘 小妹的事情由不得我插手 你看看 我身上被打的 我还没动家里的猪肉 我婆婆就把我打成这样 而我小姑子 那可是我婆婆手里捧着的宝贝 我要是敢提让她嫁人 下一秒她都能打死我 还有我公爹 那可是个狠角色 这辈子最疼的就是我小姑子 你别看她平日里一声不吭的 一旦下手 那都是把人往死里折腾 娘 这件事处理不好了 我们整个田家都会被陆佳报复 田母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出了一身冷汗 对 对 她又想了想说道 我看你小姑子挺喜欢搞什么自由恋爱的 这样吧 你给你弟弟创造个机会 让他们俩接触接触 我就不相信了 你弟弟还能比不上那个什么周知青 田金花送了一口气 只要不让她直接在陆母面前提 其他的还能稍微拌一拌 你给我上点心 佳佳下午又去送水 走得有些累了 就只盯着脚下附近的那一点路 奄奄的没什么精神 不知道走到了吗 旁边突然传出来声音 篮子快掉了 陆佳佳抬头看过去 谢燕正坐在大树下休息 哦 她扁起嘴 努力地往上提了提 由于天太热了 陆佳佳想着早送完早完事 她回道 那我先走了 她没有任何停顿 提着篮子走了过去 谢燕脸色沉了下来 有些烦躁 她自己也不知道在烦什么 竟然诡异地觉得自己有点委屈 她说不让陆佳佳帮她带水了 陆佳佳就真的不带了 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 陆佳人喝完水 陆母大手一挥 又对着三个儿子洗脑 你们都要努力干活 别到时候三个大男人 还没你们小妹 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挣得多 我们陆佳可不养没本事的人 说出去老娘嫌丢人 还有 你们小妹是心疼你们干活类 干完了自己的活 还傻乎乎地来给你们送水 你看看 谁家能有你们这么好的待遇 老娘说不让她干了 这本来也不是她该干的活 但是她心疼你们非要干 老娘退了一步 就让她干这几天 好好歇一歇 你们都没什么意见吧 三生第一股脑摇头 没意见 小妹心疼我们给我们送水 是我们对不起小妹 张淑云也跟着点了点头 要是她有陆佳佳这样的工作 给家里挣着公分 她还真不会这么热的天 给家里人送水 哎呀妈呀 这样一想 小姑子最近是真的好啊 陆佳佳听见陆母又在搞宣传 无奈地坐到了大树下面乘凉 闭着眼眯了一会儿 竟然昏昏沉沉睡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耳边传来了咬牙切齿的声音 陆佳佳 找我做什么 你今天中午说的 我给你擦鞋 你帮我换一份更轻松的工作 你同意了 这才几个小时就同意她擦鞋了 周文青可真够威武不能去 等等 周文青以为陆佳佳心软了 她抿了抿唇 脸色略带委屈 我站起来 你再给我擦鞋 陆佳佳伸出一只脚 嚣张的表情像极了恶毒女配 擦吧 周文青看了看四周没人 屈辱地往下跪 想着尽快结束 她直接跪下去 手指在陆佳佳的鞋上擦了擦 真结气 陆佳佳居高临下地看着周文青 但是擦鞋的过程中 周文青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陆佳佳的小腿 就在那一瞬间 陆佳佳脑海里面塞进了很多东西 她头疼欲裂 直接晕了过去 周文青傻眼啊 这是碰瓷吧 和我没关系啊 昏迷的陆佳佳接受了很多记忆 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由来 这是一本书的世界 名字叫 一个男人的上位史 而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就是周文青 周文青在文中极其风光 女人一个接着一个 个个都是前豪门大名 地位也越来越高 最后站在权力的最高峰 而文中的陆佳佳的设定是周文青最早期的女人 她的作用就是给周文青铺路 帮助周文青逃离农村 书中的设定发展 只是时间长了 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产生独立的思想 他们想要打破自己被操纵的悲惨命运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本书自成了一个小世界 它诞生自己的世界意识 想要挣脱书里的剧情设定 于是诞生的意识 和原定剧情两方相斗了起来 原定不甘心 但力量却越来越弱 它只有让故事按照剧情发展 才能再次操控这个世界 陆佳佳这个前妻至关重要的角色 就成了两方争斗的目标 于是从意识挑选了一个贪慕虚容的女人 程应轩夺舍了陆佳佳的身体 同时给程应轩记忆里塞了一段半真半假的剧情 让他认为周文青以后会有权有势 并且极其宠爱自己的女人 至于真正的陆佳佳 被世界意识救了下来转头到意识 等待时机重新回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陆佳佳七岁的时候被夺走身体 他十三岁的时候 世界意识已经能够和原定剧情抗衡 把陆佳佳给送了回来 陆佳佳回来之后只记了现代 他凭借着外貌和体态 进入了文工团 帮助陆佳渡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三年后 也就是周文青下乡的那一年 书中原定剧情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用了大半的力量又让程应轩占了陆佳佳的身体 但也正因为如此 世界意识的力量超过了他 经过一年多的争斗 世界意识终于赢了 至此以后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束缚 每一个人都不再是什么主角配角 他们再也不会受剧情限制 到此为止 陆佳佳终于搞明白了 他为什么会被夺射的原因 至于他的血为什么会吸引动物 这算是世界意识给他的补偿 流血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动物 就会出现什么动物 时效只有两年 算是在这最艰难的时期给他的慰问品 陆佳佳瞬间苏醒 他睁开眼 原来他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人 他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所有的真相 虽然差一点成为了牺牲品 但幸而这次回来 世界已经成为了真正的世界 陆佳佳坐在原地平复了一会儿 然后站了起来 周文青呢 不会是见我晕倒 被吓跑了吧 哼 那就别怪我不遵守承诺了 陆佳佳跑回田地里提篮子 陆佳佳又嘱咐他道 回家就别做饭了 让你大嫂做 这两天忙坏了好好歇着 妈 你不会是害怕我把家里的肉都做完了吧 陆佳佳一副瞎说啥大实话的表情 家里那么多人 就光你三个哥哥光吃肉 一人就能吃两三斤 家里还有半大的小子 做多少才能管饱 再说了 妈是真看你累 你看你平时懒洋洋的躺在床上不动 做一次饭 大家都夸你勤快 但是你天天做饭 有一次不做 大家都夸你懒 能享福 干啥不享福 这不是这两天浓收吗 这么热的天 你们在地里干活 我在家里闲着 心里不舒服 再说 我们有肉吃 陆佳佳低头小声在陆母耳边说了几句话 陆母惊喜的睁大眼 真的 是啊 不用都浪费了 陆佳佳低声 等晚上了 我们一起去 行行行 陆母激动的恨不的拍一下自己的大腿 但还是强行硬忍住了 陆佳佳紧跟着讨价还价 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妈 今天能不能你回去做饭啊 我想吃酸菜鱼了 等你晚上回去做饭的时候 我在旁边看 下一次我做 咋能让你做 妈回去做 顺便把妹只兔子也堵了 陆母想到晚上的大餐 竟然自己也馋了起来 这几天吃的真是比过年还好 陆佳佳提着篮子离开 到了薛燕工作的地方 提了提手里的罐子 她刚才就发现还剩些水 不知道薛燕喝不喝 但是薛燕才说过不让给她送水了 她万一还给她送水 薛燕会不会生气 算了 陆佳佳转身刚要走 却被薛杨看见了 薛杨想到昨天的兔肉 有些别扭 她冷着一张脸 漂亮的 陆佳佳 你是来找我大哥的吗 漂亮的陆佳佳 这是什么称呼 陆佳佳刚要摇头 薛杨就对着不远处喊 大哥 陆佳佳找你 找我什么事 陆佳佳用笑容遮掩了一下自己的尴尬 她提了提手上的篮子 还剩一点水 你喝吗 薛燕看着她 陆佳佳见薛燕面无表情 还以为她生气了 你不要生气 不喝就算了 我先 浪费了 薛燕喝完了水 陆佳佳收拾好水走了 刚离开几步 薛燕叫住她 冷硬的脸上露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你明天还是继续给我送水吧 陆佳佳歪了歪头 薛燕耳根更红了 但嘴上却冷着阴道 我本来不想麻烦你 但薛燕那小子知道你不送了 哭着喊着非要喝 我实在是没办法 别以为我听不见 我什么时候哭着喊着要喝 就连刚刚的水 我都没喝上一口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可以顺便送过来 那我就先走了 嗯 到了半夜 陆佳佳的门被敲响了 陆佳佳拿着自己昨天的衣服和被篓走了出来 陆佳陆母站在门外 一人提了一个大被篓 走吧 陆佳将陆佳佳手上的被篓接过来 生怕闺女累着 三个人不动声色地离开了家门 现在已经凌晨 村民们都忙了一天 几乎倒床上就睡 大路上安安静静 空无一人 陆佳佳今天中午的时候告诉了陆母血的事情 正巧昨天她为了迷惑野猪将血抹在了自己的衣服上 可以用来捞鱼 陆母在路上小声唠叨 我就说啊 上次怎么出现了那么多鱼 那都是因为我闺女的血沾小草身上了 你们不知道 这几天村里的人各个见了陆草都叫福星 这不是冒领了老娘闺女好处吗 这正好 万一让其他人知道了咱闺女的事情 哪年再出现饥荒 那些饿昏了头的人肯定会来家里抢人 两个人都经历过饥荒年 知道人饿急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一旦让其他人知道陆佳佳的血液特殊 吃不上饭的时候还不把他闺女的血放单了 老娘当然知道 要不然能让那些小兔崽子在家里睡觉 我们两个人跑出来捞鱼 他说着有些不放心 拉住陆佳佳的手叮嘱 除了我们两个 谁都不要告诉 尤其是你的那些哥哥 陆佳佳点了点红 他心里了然 他和四个哥哥虽然是亲兄妹 但是注定不会永远生活在一个家庭 他们兄妹会有各自的家庭 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谁也不能预料未来会不会有纠纷 再说了 万一哥哥不小心泄露给嫂子 嫂子不小心泄露给娘家 然后娘家 尤其是他二哥 又傻又憨 万一在田津花面前说漏了嘴 最后肯定全村人都会知道 那捞的鱼怎么解释 还能咋解释 就说是你三个送的 放心吧 你老娘有招 保证他们谁都不敢多问 今晚的月光比较亮 他们三个人走了几分钟就到了湖边 陆佳佳将自己的衣服放在水里晃了放 脑海里想着鱼 没想到不一会就来了一大群 哎呦 我的老娘啊 陆母赶紧跑过去捕捞 陆佳佳也兴奋地拿起自己的背楼准备捞鱼 陆佳直接抓住陆佳佳的手往后退 我和你妈看就行了 你在这旁边看着 这湖那么深 陆佳一看就想到了陆佳佳落水 这黑灯瞎火的 可别把它闺女掉里边了 爸 上次的鱼就是我捞的 我已经有经验了 上次是白天 现在是晚上 你好好站在那就行了 就在两个人谈话期间 陆母已经捞了两条鱼 她将鱼放进陆佳佳的背楼里 理直气壮道 闺女 你不是想捞鱼吗 妈先给你捞一篮子 就当是你自己捞的 还不用费力 这多好 看陆父陆母这么坚持 陆佳佳只能原地看自己大妈捞鱼 鱼太多了 一捞一两条 很快就将三个背来装满了 走吧 我赢则已 够吃的就行 这二十多条鱼 够吃好一阵子了 当书云第二天一早起来准备做早饭 一进厨房看到了大肚子黑压压的鱼 吓得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娘 叫啥叫 大早上的鬼哭狼嚎 也不害怕吓到孩子 娘 鱼 有鱼 很多 张淑云喘着气 急着用手比划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什么都没有 今天早上盆里竟然出现了那么多条鱼 感觉像做梦一样 我以为多大点事吗 不就是盆里有二十多条鱼吗 她婆婆竟然知道 张淑云声音卡在了嗓子 惊恶的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可是连米都吃不上的年代 二十多条大鱼是什么概念 张淑云觉得自己脑袋晕乎的 像是掉进了米缸里 那 那 这 还不是得了我闺女的福 这都是你三弟托人送过来的 但是只明道姓说这是送给她小妹的 所以这些鱼都是我闺女的 但老娘知道 我闺女肯定会让你们吃 她心肠一向好 野鸡兔子哪个不分给你们 这次的鱼肯定也这样 你们真是想了大福了 也不知道上辈子干了啥好事 摊上了这样的小姑子 天天都有肉吃 张淑云平日里听陆母夸陆佳佳 也就是听婷 听尽心里的很少 但是她现在却改变了态度 她小姑子是真的好啊 最近不但给他们送水 还让他们每天都吃到肉了 张淑云感动的眼眶有些红 娘 我们以后一定对小姑子好 得了吧 就长了一张嘴 陆佳佳起来的时候 饭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她昨天熬夜了 今天起得比较晚 还没到厨房 张淑云就把陆佳佳洗脸水给端出来了 小妹 快洗吧 水正好不温不凉 嗯 陆佳佳洗漱完毕 陆佳正好开始吃饭 张淑云急急忙忙 把一碗鸡蛋羹端到了陆佳佳面前 小姑子 你尝尝今天做得嫩不嫩 可以的话以后还按照这个火候 大嫂 你怎么了 张淑云眼眶瞬间红了 没什么 小妹 大嫂觉得自己以前亏心啊 陆港国有些尴尬 这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田金花则是在旁边咬牙切齿 她低头看着碗里的清汤糊糊 再看看别人碗里的鱼肉兔肉 眼眶也有些湿 她能不能也讨好讨好小姑子 这都两天了 一口肉没吃到 她都快馋死了 都吃饭 说啥没用的话 给老娘都做出实际行动再说 陆母翻了个白眼 对着三个儿子道 我也不指望 你们跟老三一样疼妹妹 只要以后有啥好东西 想着你们妹妹就行了 你看看我闺女多大方 我昨天说偷偷卖了 留着给她当嫁妆 她都不愿意 非要给你们吃 害怕亏了身子 三兄弟低着头一脸惭愧 再三表示以后一定会疼妹妹 陆母这才罢休 还有 你们这些小东西 谁都不能把家里有鱼的事情说出去 要不然出了事 鱼让别人抢走了 老娘包了你们的皮 陆母语气发了狠 重点扫了一眼田金花 要是让老田家知道了 你们二房就给我滚出去 我不会说的 陆家家中午又熬了绿豆汤 跑到地里送水 陆父陆母喝了水 陆父有些心疼陆母年纪这么大了 还干这么重的活 开口道 现在麦子收割不少了 今天下午会分一拨人打麦子 你去帮忙晒麦子 挑麦杆 工作轻松一点 这个工作是轻松一点 但是一天只能给六公分 在地里干 他能干八公分 别小看多出来的两公分 足够一个小孩子吃饱一顿了 毕竟家里那么多孩子 挣得少了吃饭都是问题 陆母一想到自己年纪那么大了 还要操劳 忍不住骂骂咧咧 生儿子有个狗屁用 生的越多 死的越早 要是没这些儿子 老娘不知道过得有多滋润 有了这些儿子 老娘早晚累死在地里 陆父是大队长 每个月拿着工资 没事的时候也会下地干农活正公分 陆家要比其他家要过得富裕 但是吃得好了也有问题 家里的小崽子多呀 他也不敢坑 张淑芸也赶紧喝完水下地干活去了 田津花咽了一口水 心里有些不满 你养活的是自己的亲孙子 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娘有了孙子以后 跟我说下地干活都有劲了 恨不得天天待在地里干农活 给孙子挣粮食 你还不去给老娘干活 我告诉你 今天干不了十公分 你就给我死地里 陆母看到田津花悠闲的表情就烦 伸出手恨不得指在她鼻子上 养活自己的闺女儿子都偷奸耍华 真想把他们赶出去 田津花生怕陆母打人 连忙把碗里的水喝完 跑到地里搁麦子去了 陆佳佳在旁边听着醋了醋眉 她道 爸 要不让我跟妈一起去晒麦子吧 我就算干不了六公分也能干三公分 加上妈干的公分 我们两个人一天能干九公分 这不比妈在地里干的还多吗 哎呦 我闺女孝顺了 陆佳佳下了一击灵 她觉得自己早该习惯的 但是每当她妈出骚操作的时候 还是觉得有些尴尬 这件事情再说吧 陆父年纪这么大了 一眼就看出了陆佳佳的心思 闺女是真的心疼 他们才提出和陆母一起去干活 这么热的天 谁愿意多干活 她现在明明也给家里挣着工资 却还是忙前忙后的送水 绿豆水先给他们煮好 然后再抬到井里冷凉 最后走这么远给他们送过来 说实话 这个活并不轻松 她胆保证 要是其他家的姑娘有她闺女这个工作 没有几个愿意再送什么水 做什么饭 也不会提出去什么卖补厂挑麦子 一个人干几份工作 因为就算不做 其他人也挑不出来什么错处 何况是兄妹大家庭 不是自己的小家庭 陆母也提出反对 妈知道你孝顺 但是也不能把自己当牛屎啊 咱们现在还没分家 你就算干得再多也是合到一起 万一再遇上没良心的 她觉得这是理所应当 而且天那么热 在打鼓场晒麦子 挑麦感 虽然活轻松 但也不是好干 每天灰头土脸 她可舍不得自己闺女受这罪 他们绝不觉得应当没关系 我自己觉得值得就行了 况且我又不是为了他们干的 我是为了爸妈干的 如果去卖场 那我就不送水了 妈在旁边看着 我也吃不了亏 陆母眼眶更红了 连往旁边一瞥 眼泪就掉了下来 真是年纪大了 越活越过去了 既然说哭就哭了 陆父看着老婆子擦眼泪 陈生道 我和你妈都不会同意的 闺女你送送水就行了 那先让我干一天吧 不行的话就不干了 而且浓收就半个月 努力努力就过去了 大不了过了浓收 我再也不干浓活了 这 陆父看了一眼满脸通红的陆母 有些犹豫 但是陆佳佳软磨硬泡 态度坚决 陆父陆母最后决定 只让他干一天试试 等家人喝完了水 陆佳佳提着篮子回去 周文青朝着他跑过来 他刚才在不远处观察好久了 等陆佳人都离开了才赶出来 周文青觉得自己快要死在地里了 农活绝对是这个世界上 最可怕的事情之一 陆佳佳想了想乖巧道 现在确实有轻松的工作 就是去养猪 我告诉你 以往这个工作都是给女同志的 根本就轮不上男同志 养猪 周文青睁大了眼睛 心底也在纠结犹豫 对啊 养猪不用太费体力 也不用在烈日下面曝晒 很多女同志都抢着干 让你干一阵子 都算是对你特殊照顾了 而且一天下来有六公分呢 陆佳佳见周文青脸上一直犹豫 铁了撇嘴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你不愿意就算了 他拿着篮子 转身就走 等 等等 我干 我干总行了吧 陆佳佳背对着周文青扬的杨红唇 他回头灿烂一笑 那就说好了 周文青愣了愣 陆佳佳长得越来越明媚娇人了 笑起来的时候 精致的眉眼比天上的娇阳还要黄眼 他下意识地就问 陆佳佳 你真的不考虑跟我在一起吗 这次我是真心的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我保证以后会好好疼你 我发现我是爱你的 只不过是以前没察觉到 所以才伤害了你 其实我是有苦衷的 我要是不喜欢你 怎么可能会跟你纠缠那么久 陆佳佳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 你还是好好当你的蚕食 好好去喂你的猪吧 我对你可没什么兴趣 陆佳佳转过头就走 神经病 陆佳佳 我都说了我喜欢你 你到底要把我训成什么样子 难道你要把我训成窝囊废才跟我在一起吗 陆佳佳脚步没停 不得不说上了他身体的那个陈映轩 真是太甜狗了 知道周文青是这个世界的男主之后 就直接把他自己当做了这个世界的女主 等中午吃了饭 陆佳佳提了周文青的事情 爸 你让他去喂猪吧 陆佳沉眼 脸上有些失态 你也看上他了 他当初就是凭借着陆佳佳不喜欢周文青了 而且性格大变才认出了自己的亲闺女 现在怎么又扯上周文青了 这小白脸的后劲就这么大 什么看上他了 周文青有洁癖 猪圈的活虽然轻松 但我听说夏天为了防止猪瘟 不仅要每天喂猪食 还要挑猪粪 给猪洗澡 其他季节 喂猪确实挺受欢迎的 但是夏天很少有人想干 毕竟又脏又臭 陆复笑了 觉得闺女深得她的真传 下午 陆佳佳准备做酸菜鱼 没自己去送水 让陆花和陆好去的 两个小姑娘在路上也能互相照顾 等到六点左右烧好了大理 收拾了一下 又急急忙忙去了几公分的地方 赵社会这两天一直遮遮掩掩 他脸上被打得轻鱼一片 生怕被女神看到了降低好感 等消得差不多了 今天才大大方方的过来 自豪道 陆同志 今天十公分 嗯 赵社会见陆佳佳没空搭理她 眼神示意了一下陆叶国 两个人接了暗号 一同出去了 田津花这边也急匆匆的来了 也不知道嫁人之后 是不是生活太好埋没了她的才能 来了罚之后 现在每天都能早早的干完十公分 按照陆母的话来说 那就是人见 薛燕是最后来的 一进来就冷着一张脸 十公分 你等等 一会儿跟我们一块回去 陆佳佳先嘱咐她 然后又开始记录其他人的公分 薛燕神色寡淡 抱着双臂在外面等 赵社会看得牙跟痒痒 哼 你还不走 薛燕连眼皮都没抬 淡淡撇了赵社会一眼 这嚣张的态度 把赵社会看得火冒三丈 她想动手又打不过 只能到 你不会真以为陆佳佳会喜欢上你吧 我告诉你 她喜欢的是文智彬彬的男人 要不然当初也不会看上周文青 你死了这条心吧 她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你 想打架 要打就打 娘们叽叽的跟个长蛇腹一样 西水村的小霸王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但是偏偏她还真打不过薛燕 打不过也就算了 但如果让陆佳佳看见 那岂不是面子全都丢了 她握了握拳头 哼 最后气呼呼的离开了 还是晚上八点左右陆佳佳才出来 走吧 我今天下午自己做了酸菜鱼 做的比较多 给你尝尝 嗯 到了门口陆佳佳看向薛燕 你等等 我给你去盛鱼肉 说完陆佳佳跑进了院子 把早就挑出来的那一份端了出来 陆母正在盛饭 去干啥 给薛燕的 陆佳佳小跑着出来 将一小盆放在薛燕面前 给你 佳佳 回来吃饭了 陆母在门不远处喊 她眼神略带幽怨 总觉得自己家的心肝快要被拐跑了 陆母觉得自己需要缓缓 哦 陆佳佳看了一眼偏色 那你赶快回去吧 别到时候晚了 吃不上饭 薛燕瞳孔按了下来 不太敢直接面对陆母 僵硬地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 陆佳佳给所有人登记了工具 就跟着陆母去打卖场了 她正走着 发现薛燕从她旁边走了过去 陆佳佳疑惑地问陆母 薛燕也挑麦敢吗 陆母不情不愿地回答 应该是打麦子的 打麦子不比搁麦子轻松 每一下都需要下大力气 要不然麦子敲不下来 哦 很多人已经到位 在不远处聊着天 陆母拉着陆佳佳走了过去 陆佳的 你咋带着你闺女出来干活了 她不是有工作吗 陆母神情忧郁地叹了一口气 她是有工作 但是最近不是忙吗 她非要为国家多尽一顺利 同时也心疼我们 说能干多少是多少 不让她来她还急了 所以我今天就带着她过来了 还真孝顺 王婆子顺势夸了几句 倒有几分真心 现在都是大家庭 谁都不愿意多干活 陆佳这闺女一听还真不错 不像以前那么好吃懒做了 陆母趁势道 她天天给家里挣着公分呢 我也不指着她干多少 差不多就行了 这么年轻 我怕她累坏了身子 她得先给这些人说清楚 她闺女是大发慈悲才来干活的 就算是来这里玩 也不比其他人挣得少 省得到时候嫌她闺女干得慢 有人说闲话 其他妇人一听也是这个礼 陆佳佳有工作 来这里干活属于额外贡献 有这个心就不错了 一开始大家聊得热火朝天 但很快这些妇人就聊不下去了 不远处的男人已经开始打麦子了 空气中荡起了灰尘 等有人敲了一小片 陆母带着陆佳佳走了上去 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麦杆 陆佳佳拿起大叉子小心翼 外面挑 挑出来的这些麦穗还得再打一遍 避免残留 一直干到半中午 陆佳佳觉得自己小腿有些痒 她走到远处歇了一下 出了一身的汗 手上都是土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她直接坐在地上 小腿太痒了 陆佳佳低头一看 脚踝上一大堆小红点 都是被麦芒给扎的 她伸手挠了挠 越挠越痒 果然农活不好干 陆佳佳生怕自己把皮肤挠破了 只能强忍着 陆母走了过来 怕陆佳佳渴 看了一眼天色 我回家去给你带水 你在这里乖乖待着 千万别再去干了 听到没有 嗯 陆佳佳乖巧地坐着 等陆母离开了广场 陆佳佳又挠了挠自己的腿 想得最多瘦了 还不如直接多干一干 于是她又抓着叉子开始挑麦杆 她皮肤本来就白皙 小腿上被麦芒扎出来的红点点特别明显 跟受了虐待一样 周围的几个婆子看见心里有些复杂 都说陆佳的女儿娇生惯养 但是看起来也没那么骄纵啊 看那腿都扎成这样了 也没见她喊过一句 陆佳佳这边刚停下来歇两步 一抬头 薛燕出现在她面前 手里拿着一小管药 给我的 借给你用 下午自己去买 人太多了 她不想败坏了陆佳佳的名声 谢谢 我用一点就好了 陆佳佳兴冲冲地扔下叉子 往自己的小腿上抹了抹 本来有点刺辣的藤被一股冰凉覆盖 阳感也舒缓了很多 陆母拿着水过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陆佳佳小腿上的红点 眼眶瞬间红了 这么多年了 她都没舍得让她闺女受过这样的委屈 结果现在为了给她儿子养孩子 多挣公分 还要多干一份活 凭什么 陆母心里难受死了 直接走向前 走 闺女 我们不干了 陆佳佳听到陆母的声音 手上吓得一哆嗦 她装作不懂 咋了 这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什么咋了 你看看你腿都成什么样子了 妈 今天都来了 总要干一天吧 干啥干呀 不干了 我们家不缺这一点 那总得让我抹药吧 另一条腿还没抹呢 对 对 赶紧抹抹 陆母这时候也有点反应过来了 你啥时候买的药膏啊 不是我的 是薛艳的 陆母瞬间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 正在打麦子的薛艳 她也是过来人 瞬间就明白 薛艳肯定是对她闺女有意思 陆佳佳抹完跑去把药膏还补薛艳 并且仰头笑着问 干这么久累了吧 一起去喝水吧 走吧 薛艳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陆母 握紧了自己手上的棍子 身体绷成了一条直线 站在原地没动 陆佳佳走了几步 回头见她还站在原地 有些不解 走啊 见陆佳佳转身要走 薛艳忍不住朝前迈了一步 陆母眼睁睁看着陆佳佳光明正大的把薛艳带到了这里 心梗又犯了 最重要的是她闺女一点羞涩都没有 认为这是在平常不过的事情 我来给你倒 陆佳佳手朝着罐子伸了过去 陆母却抢先一步 让我来倒吧 这里这么多人 可不能坏了她闺女的名声 陆母亲手倒了一碗水递给薛艳 薛小子 谢谢你上次救我闺女了 薛艳还记得上次陆母给她送钱送面的事情 她当时已经收下了 也做下了承诺 于是心虚的不敢抬眼 只把水接了过来 陆母细细的打量着薛艳 小伙子长得还真不错 又高又壮 以后肯定是养家好手 就是家里的条件太差了 陆母心里复杂的冒泡 本来想看热闹的其他人听到陆母的话 也都收回了心思 这是感谢薛艳的救命之恩呢 陆伯母 我能不能喝一碗水 赵家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干活 也没人给我送水 赵社会跟陆叶国玩得很好 因此和陆家的关系也比较亲近 陆母早就知道眼前的小伙是什么心思 她看了看陆家家 见她正对着薛艳笑 伸手倒了一碗水递给赵社会 两个人喝完水很快离开了 陆母说什么也不让陆家家再干了 拉着她回家做午饭 咱们家还真不缺你那点公分 说起来你这个月工作了 家里又多了一大镜像 我和你爸也不用这么拼命干 陆母也是饿怕了 才想着能多攒一点是一点 薛艳中午回到家 见到薛阳和薛千 把药膏拿了出来 给你们 大哥 你什么时候买的药膏 以前不是舍不得吗 你还说男人才不用涂这些东西 昨天买的 看你们身上都被刺伤了 谢谢大哥 大哥 你不用吗 我不用这些东西 你们两个人用吧 薛父从外面走过来问三兄弟 你们中午想吃什么 爹 上次陆家不是送了白面吗 可以下白面疙瘩吗 薛阳最近被灌得有些馋 上一次吃白面疙瘩还是过年的时候 那个味道他现在都没有忘记 不能用 白面不能用 大哥 有二十斤白面呢 吃一点也没事 我要还回去 薛艳敏唇 身体微微蹬紧 说了一句其他人不懂的话 他便回来了 他喜欢他 想娶他 四年前就是这样了 薛父脸色微微变化 瞬间乐了 只子莫若父 当初他就知道这小子喜欢 所以才厚着老脸跑过去提亲的 那什么时候送回去 等过一段时间再说 他现在还没有资格 必须尽快赚钱 看来只能和那个人合作了 陆家家下午去了几公分的地方 天快黑的时候 见陆傅带着罗清清回来了 罗清清整个人灰头土脸 再也没了以前的高冷模样 他一言不发地跟在陆傅身后 陆家家脑海里瞬间想到罗清清的剧情 罗清清在原本的剧情里 最后也成为了周文青的女人 但是前期 周文青和程应轩跑了之后 罗清清没了庇护 就勾搭了他四个陆叶薄 成功地成为了他四嫂 然而嫁进了陆家的罗清清 并没有多安分 他嫁进陆家的目的 就是不想干农活 以及想吃好喝好 整日里抱着一本书看 一干活就晕倒 醒了就哭 陆母被气地打了罗清清好几次 但是罗清清哭得好看 每次都离花带雨 而且拒不悔改 结果事情最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草草了结 罗清清在家不下地干活也就算了 连饭也不煮 再加上陆家的公分又适合到一起 田津花和张书云也慢慢有了意见 谁愿意养着一个只会吃饭的闲人 陆母直接放出话 陆叶国要么和罗清清离婚 要么就从这个家里分出去 然而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罗清清怀孕了 陆叶国自然不可能和罗清清离婚 陆母也累了 索性三个儿子都分了 反正女儿也跑了 也不止这儿子出头了 还养活他们干啥 自从不用给儿子们补贴 陆父陆母过得挺滋润 但是他四哥就麻烦了 罗清清怀孕了 直接就躺在床上啥也不干了 陆叶国白天下地震公分 中午下午回来做饭 就连晚上还得跑出去洗衣服 不到几个月就累得脱了行 到了孩子九个月快要生的时候 国家传来消息恢复高考 要不是到了月份 罗清清恨不得立刻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说到这里 陆家家也不知道该不该佩服罗清清 他在生完孩子的第三天 竟然强撑着去参加了高考 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时间是在12月 当时的雪特别大 冻的人手指头都张不开 罗清清为了逃离这个地方 拼了命也要去参加高考 孩子连看都没看一眼 作为男主的初恋之一 罗清清自然考上了大学 哭着闹着要回城上大学 陆叶国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就放我走 而不是把我困在狭小的天地 守着这个破旧的家 真正的爱是放手 是成全 我们结婚这么久了你还是不懂我 这也是我迟迟没有爱上你的原因 陆叶国 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这一番话彻底击溃了陆叶国的内心 才两个月的儿子再也没有回来 所以他四哥就是罗清清的跳板 年纪清清离婚了还带个娃 陆佳佳握着笔的指尖逐渐收紧 说什么也得阻止这桩婚事 陆夫指了指不远处的农具 从今天开始你就下地哥麦子 要是还跟以前一样没事找事 煽动群众 那我们就只能按照规定处理了 等罗清清走了 陆佳佳问陆夫情况 爸他怎么回事啊 他家里有点问题 而他自己也思想不端逃避农货 本来说让他搬出知青所单独住一段时间 但是我考虑到他毕竟是个女孩 万一村里有哪个不长心的 恐怕到时候不好处理 我和上面求了一下 取消了这个惩罚 陆佳佳点了点头 每个村里都有好人坏人 罗清清长得好看 难免有人会起什么心思 陆佳佳是挺讨厌罗清清 但是也绝对不愿意见到这种恶心的事情发生 他幸亏遇到了你这种大队长 要不然别人才懒得管这种事情呢 陆佳佳笑着露出几颗背齿 光为自己亲爸 我为了给他求情还买了一盒烟 也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 两个人又聊了几句 陆副嘱咐陆佳佳好好休息 然后离开了 到了七点 村民和知青开始陆陆续续的下宫 罗清清是凌峰扶着进来的 四公分 嗯 凌峰看陆佳佳愣住 急忙解释 陆同志 罗知青真的干了四公分 有两公分是我帮他干的 知道了 他记得罗清清是四五点回来的 也就是说半下午干了两公分 要是干一下午的话能干四公分 一天就是八公分 跟陆母干的差不多 这怎么觉得罗清清是跟二嫂一样的演技派 不是干不了 而是不愿意干 罗清清走到门口看到了陆叶国 他突然想起陆佳佳的四哥以前偷看过他好几次 只不过他嫌弃陆叶国没文化 从来没搭理过他 但现在他才发现 找一个能干农活的胃肠不好 尤其陆佳的条件不错 看 小妹 四哥给你带来了什么 鸟蛋 陆佳佳脑海里瞬间出现了曾经吃过的卤味蛋 他咽了咽喉咙 你怎么找到的 下午休息的时候在附近找的 翻了好久才找到了八颗 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四哥 我给你系上公分 你先拿回家 让大哥二哥送我就行了 对 现在也应该开始做饭了 我得赶快回去让大嫂给你蒸上 陆叶国说了公分 轰松茫茫的往外走 罗清清走的时候回了下头 正好看到陆叶国手里的鸟蛋 他咽了咽口水 想想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肉了 如果嫁给陆叶国能改变现在的困境 他愿意牺牲 这小剧情的陆佳佳想到四哥 因为曲罗清清的悲惨结局 他决定一定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一到家就把陆叶国叫进了屋里 小妹 是不是周文青那个家伙又欺负你了 你告诉四哥 我到时候偷偷打他一顿 不是我的事情 是关于你的事情 我能有什么事情 陆叶国刚刚说完 眼睛一亮 网桌里掏了掏 小妹 你尝尝这个南瓜饼好不好吃 甜甜的 城里的女孩都喜欢吃这个 你从哪弄的 先别问这个了 你尝尝再说 陆佳佳见四哥满怀期待 只能咬了一口 味道甜丝丝的有些香 四哥 这块南瓜饼你到底从什么地方弄到的 别问了 你刚才不是想问四哥事情吗 你问吧 我一定什么都说 陆佳佳没空吃什么南瓜饼 先是看性的问 四哥 你有喜欢的女孩子吗 陆叶国没想到小妹竟然会问这种事情 脸上骤然火热一片 陆佳佳看陆叶国反应 星辰到了谷底 看眼前的情况陆叶国似乎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 甚至极有可能是罗清清 因为上一次陆叶国曾经因为偷看罗清清被陆母骂了一顿 他咬着牙求证 谁啊 陆佳佳乖乖巧巧的笑着 一副好妹妹的口吻 小妹 你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问四哥这样的事情 嗯 真没有 四哥真没喜欢的人 你四哥现在还是个光棍 哼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说了 是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 我们不会同意啊 没有 没有 小妹 你别猜了 四哥先出去了 见他要走 陆佳佳笑 你喜欢的人是罗清清吧 陆叶国墨地停下了脚步 他扭头 表情很复杂 四哥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小妹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上次你看了他好久 还被娘发现了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他 小妹 喜欢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什么意思 喜欢一个人你们在没有相处之前 他喜欢的只是想象中的你 如果他们发现你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这点喜欢就会消失 罗清清以前长得好看 我自然对他有好感 但这种好感村里很多的男人都会有 我以前是喜欢他 但是现在不喜欢了 你可以理解为幻想破灭 毕竟我们两个人没说过一句话 也从未接触过 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 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意想 所以你现在不喜欢罗清清了 对 不喜欢了 他的性格不适合我 再说了 你也别把你四哥想得太好 罗清清也看不上我 听他这么说 陆佳佳先给陆叶果打了预防针 那也不一定 罗清清不爱干农活 我们家的条件还不错 他想嫁给你改善生活也不是不可能 不会吧 陆叶果有些不幸 陆佳佳哼了哼 怎么不会 我告诉你 你要是娶了他 以后天天下地干活 他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 然后娘看不下去把你分出去 你白天下地干活做饭 晚上去湖边洗衣服 最后 他生了孩子就回城了 你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孤独终老 小妹 你怎么说得这么吓人 别诅咒你四哥 四哥 你千万要离他远点 当心被他给赖上了 你要明白男女之间 如果有了一丁点接触 他要是有心 你就只能迫于舆论压力娶他 小妹 你放心吧 我是绝不可能跟罗清清有关系的 那就好 陆佳佳觉得心情倍爽 掰着手里的南瓜饼 饿滋滋的眼睛 你还没告诉我 这南瓜饼是从哪里弄到的 其实 这是 是赵社会让我给你的 啊 陆叶国 小妹 你别生气 不就是吃他一块南瓜饼吗 你还敢说 他和赵社会没有任何关系 结果却吃了赵社会专门送给他的南瓜饼 要是赵社会有一天跟他表白了 难道要他学罗清清 对赵社会说 对不起 虽然我吃了你的南瓜饼 但是我只把你当哥哥 小妹 你别误会 赵社会说了 他送这个南瓜饼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单纯的把你当妹妹 不许你再收他的东西给我 还有 你婉转告诉他 有更好的女孩等着他 我现在还没想着结婚 不用在我身上花心思 知道了 知道了 小妹你可千万别生气 要不然娘肯定包了我的皮 你自己吃吧 亏他这么关心他 结果陆叶国却这么坑他 吃过晚饭 陆家家准备回房睡觉 这时 田津花嗑了一下陆园 下巴轻轻抬起 示意她跟着陆家家 你这个蠢货 跟上去啊 陆园摇了摇头 我想跟娘睡 蠢货 田津花呵斥了一声 然后笑着叫住了陆家家 小妹等一等 有什么事吗 小妹 你能不能再让陆园 跟你住一晚上 陆夜晚上总是哭 房间太挤 我哄她的时候很不方便 陆家家没有答应下来 总觉得事情不简单 放你娘的狗屁 陆母猛然从后面出声 她一边走一边骂 别以为老娘不知道 你这个糟心的玩意儿 打的是什么心思 不就是想吞了我闺女的房间吗 先把你闺女塞进去 等到我闺女嫁出去了 然后房间就顺利成了二房的事吧 田津花没想到陆母这么轻易的 就将她的心思猜了出来 心慌的同时也知道 自己绝对不能承认 娘 我没有 昨天小叶摔到了 晚上总是吵闹 我就想着 先让小元住在小姑子房间一阵子 然后再搬回来 我真的没想着占小姑子的房子 你骗鬼呢 老娘活了多少年了 还能看不透你 老娘在钱上不偏不倚 给四儿子结婚的钱都是五十 大房有两间房 是因为彩礼正常 剩下来的钱盖成了房子 你们二房呢 娶你的时候 直接把彩礼掏进去完了 现在住的房子还是家里的 怪谁呀 怪陆港国那个不要脸的东西 非要娶你这个绞佳金 娘 你冤枉我了 我怎么可能掩产小妹的房子 我就是想让小妹 帮我照顾照顾陆远 放屁 自己的孩子自己照顾 凭啥让我闺女照顾 当然带孩子这活可不好干 照顾好了啥是没有 要是出了事 那肯定全是她闺女的错 就算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也会埋怨 老二 你妹妹平时帮衬着你们也就算了 合着你们还想把孩子扔给她 她照顾你们二房的孩子 那大房呢 合着你们的孩子 都是给你们小妹生的 照顾孩子劳心劳力 操心的事情很多 更别说时间越长 亲生父母就越觉得理所应当 况且 二房又不是照顾不了 分明是故意推卸责任 这样不仅能少照顾一个孩子 还能吞了她闺女的房产 仔细一想 田津花的心眼怪毒啊 娘 没 我没这个心思 陆港国快被吓晕了 她没想到自家婆娘整天这么多事 一个接着一个 她拉着田津花衣服领子就往房间里拖 但了一天浓活了 大家都累坏了 陆母也没什么精力去修理田津花 把大家都赶进房间休息 陆佳佳站在门口百赶交集 如果田津花只是单纯的 让陆元在她屋里睡一阵子 她也不会拒绝 但如果另有目的 她就算在喜欢陆元 心里也会不舒服 生怕什么时候又被田津花给算计了 陆元看了看父母 又看了看陆佳佳 彷徨瑟瑟不安 她逼着头朝父母的房间走过去 刚迈了一步 就被陆母抓住领子 先跟你小姑姑睡两天 只能两天了 过来吧 陆佳佳走到陆元身边 揉了揉她的脑袋 自己先进房吧 陆元忐忑地抬起头 塞上都是累 陆佳佳叹了一口气 果然这种事情最受伤的还是孩子 去吧 别哭了 等院里没人了 陆母才到 闺女 你知道妈是啥意思吗 能猜出来一点 陆母先把话给挑明了 二房肯定不会再想她的房子了 而且就算陆元以后不小心磕到碰到了 也不能把错怪在她的身上 你听妈说 妈知道你心疼那丫头 放心吧 红脸妈来唱 你唱白脸就行了 陆佳佳半知半解地点了点头 但下一秒陆母就嚎了一句 我闺女疼人要 陆佳佳猛然一哆嗦 陆母跑过去开了拍二房的门 陆港国跑着过来开门 还没吭声 就被陆母捶着打心口 你说说你们二房亏不亏心 我都说了 你婆娘不安好心 你小妹还让你闺女 去她房间住两天 你说说你们这么算计她 有没有脸 心里过得去吗 啥 小姑子让陆元睡她房间了 她脸上露出笑容 一副计谋得逞的样子 而陆港国在自己老娘面前 几乎抬不起头 娘 我对不起小妹 老二 你这句话说一定好听 但是说了这么多遍 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 我也受够了 给你们二房收拾烂摊子 你们二房分出去吧 我也懒得管你们的破事了 分出去 陆港国吓了一跳 他这辈子都没想过分家 怎么 你们不分出去 还想让我们老两口养你们一辈子 陆港国 你也是个快三十的人了 孩子都有四个了 该你尽孝了 还指着我们养你们 田金花本来还为小姑子愿意养陆元 这样他们二房的不仅能降低压力 说不定还真能拿到小姑子的房子 毕竟陆元那丫头长得还挺招人疼的 相处久了 小姑子肯定会跟她有感情 再说姑姑当妈的又不是没有 等时间长了 小姑子还忍心看着自己的侄女没地方住吗 但是没想到陆母现在竟然说要把他们分出去 他疯了吗 二房可有陆家的长孙 陆港国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娘 陆家家有些看不懂陆母的操作 但是也知道分家早晚不可避免 田金花实在是太会闹腾了 二房一烂摊子破市 靠着一大家子养还不安分手挤 理直气壮的算计别人 而且二哥太憨了 他性格造成他不会处理事情 当初陆母也知道陆港国做什么都拿不定主意 所以才给他找了隔壁性格强势有主见的女孩 但没想到陆港国竟然会喜欢上田金花这一款 陆母摆了白手 不想再管二房的事情了 老二 娘当初就说不让你娶她 你非要跟我唱反调 现在娶了这糟心的玩意儿 你就自己受着吧 陆父也从自己房间走出来 那就等过了农收就把二房分出去 你们现在住的是家里的房子 我们老两口也不能看你们没地方住 这间屋子就分给你们了 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这个家里说话最有分量的就是陆父 田金花再也忍不住了 他穿上鞋跑了出来 爹 娘 我们可有四个孩子 分出去了 我们咋活呀 该咋活咋活 别人家怎么活的 你们家就怎么活 娘 大山可是你的亲孙子 陆家的长孙你也不要了吗 这是陆家的香火呀 这是你们二房的香火 陆母真是烦透了 本来把儿子拉扯大了 该给的都给了 没想到过得更糟心了 明天还要农收 都睡吧 农收结束 就把二房分出去 说完他拉着陆家家到了自己的房间 妈 你真的要把二哥分出去吗 唉 有这个想法 忙活了这么多年了 也累了 现在陆好今年都九岁了 加上怀孕田金花来这个家里都十年了 你二哥都快三十了 我管不了 也不想管了 管得再多 人家也是亲生爹娘 要是我们两个人打起来 你看看 他房里那四个小崽子 哪个会帮我 说不定还觉得 我是个狠心的后奶 陆家家沉默了 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 有妈妈 你快回去睡觉吧 陆家家确实不太会处理家庭关系 也不插话了 回房睡了 陆园忐忑地碰了碰陆家家的小拇指 小姑姑 你是不是讨厌我了 陆家家愣了愣 想到陆园才五岁 她握住陆园的小手 小姑姑没有讨厌你 这都不是你的错 人生家庭的罪 往往影响最大的是孩子 看着陆园毫无安全感的眼神 陆家家也有些手足无措 陆港国一一孤行 田金花重男轻女 她作为一个小姑子不好插手 思前想后 陆家家只能到 小园以后有什么麻烦可以来找小姑姑 小姑姑能帮的事情都会帮你 陆园眼泪啪啪掉 抱紧了陆家家的手臂抽气 第二天早饭 孩子们照常吃饭 陆港国和田金花只有西州和窝窝头 陆母哼了哼 过不了几天 你们二房就要分出去了 按照你们挣的公分 自己吃你们自己挣的饭 娘 我不想分出去 陆港国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奶奶 我不要分出去 我要在这个家 不分出去 哼 我看你们都是孩子 现在才让你们天天吃鱼 吃野猪肉 断了你们爹娘的口粮 也没断了你们的 但其实在你们心里 我要是少给了你们一点 我就是恶毒的后奶了吧 你娘每次作妖 我为了你们教训她 可你们讨厌的不一定是你娘 而是我 大山瞬间不吭声了 这两天有小伙伴说 她娘被打了活该 胳膊肘朝外身 是个傻子 她丢人死了 其实她也觉得奶奶不该打她娘 骂一骂就好了 现在让那么多人知道了 害她被嘲笑 你娘对你好一分 你的上我对你好十分 那我费着力气干啥呀 都别说话了 吃饭 不吃 现在就滚出去吧 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 二房尾米不振 战战兢兢 田京花没想到 陆母真的是连孙子都不要了 这个狠心的老婆子 吃完饭 陆家家去计公分的地方 走到半路的时候 经过喂猪的小院 想起了周文青 夏天养猪对喂生的要求非常高 要是猪因为照顾不周生了病 周文青肯定会受到惩罚 他趴在墙角巢里面看 周文青正在面无表情地产猪粪 整个人灰头土脸 和以前完全判若两人 他先将猪粪盛到筐子里 过程中一小块猪粪掉在了他的脚上 周文青面不逐渐崩溃 陆家家乐乐 越看越开心 笑得眼睛成了越牙形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肩膀 陆家家急忙转头 却看到了一个由头大脸 田耀祖挺着鼓囊囊的大肚子 手停在半空 对着陆家家笑嘻嘻 陆妹妹 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见到你 陆家家瞪了他一眼 要开田耀祖就走 田耀祖平日里很难单独碰到陆家家 好不容易逮到了这个机会 紧紧地跟了上去 陆妹妹 你喜欢什么呀 过两天 我要去镇上一趟 可以帮你带 滚开 再不滚 我就让我四哥打死你 陆妹妹 你干嘛这么凶 我姐姐还是你二嫂 我们两个人是亲戚关系 田耀祖不退反进 反而往前迈了一步 陆家家见田耀祖这么不要脸 急忙往后退 他凶巴巴的冷脸 田耀祖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信不信我妈带人去把你家抄了 陆妹妹 你别误会 我只是想跟你聊聊而已 你叫谁妹妹呢 我警告你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要不然我就去告你 见陆家家反抗得这么激烈 田耀祖直接挑明 陆妹妹 我是真的挺喜欢你的 你看你二哥娶了我六姐 我娶你 这不是欺上加亲吗 你是有病吧 我就算单身一辈子 也不可能看上你 陆家家防备地看着田耀祖 这么大岁数了还靠自己爹娘养活 从小到大没下过一次地 自己吃的肥头大耳 自己的爹娘 甚至家里的侄女饿得皮包骨头 你有一点做人的钱之马你 脑残都不会嫁给你 我怎么了 我是家里的男娃 田家靠着我传宗接代 再说了 爹娘对我好不行吗 等你嫁过来了 我可以保证什么都不让你干 让我爹娘下地养活我们两个 你给我滚吧 陆家家忍生就要走 中午他必须跟陆母说一下刚才的情况 陆家家不想和田耀祖纠缠 也不想传出什么流言蜚语 就连现代还有苍蝇布丁无缝的蛋这样的言论 更别提七十年代了 田耀祖见陆家家离开极了 陆妹妹 你别走 我是真的喜欢你 田耀祖走向前 一只手抓陆家家的手 另一只手直接朝腰上抱了过去 陆家家瞬间炸毛 伸手给了田耀祖脸上一爪子 陆家家 你个丫头骗子 竟然对我动手 田耀祖说着又朝着陆家家抓了过去 陆家家眼睛动了一下 他看向田耀祖身后 小脸露出惊喜的表情 四哥 这个田耀祖欺负我 你帮我打他 陆叶国从小就喜欢打架 脾气火爆 田耀祖小时候也被他揍过一次 从此就留下了心理阴影 我没有 我只是跟陆妹妹开玩笑 头扭了过去 发现身后并没有人 田耀祖立刻知道自己被骗了 他立刻转头发现 陆家家正在向前跑 已经把他甩出鸡米外了 陆家家跑着 眼睛在四处扫了扫 看到不远处的柴火堆 他一溜烟朝着跑了过去 田耀祖咬了咬牙也追了上去 一个女人要是坏了名声 他就算在无辜可怜 也只能嫁给他 田耀祖挺着油腻的大肚子追 陆妹妹你别跑 我帮你猜他害 陆家家用尽了最快的力气跑 挑了一个最粗的树棍 扭头就往田耀祖身上打 田耀祖肩膀上挨了一根子 瞬间呲牙咧嘴 站在原地嗷嗷叫 陆家家一边打一边喊 有人耍流氓呢 但是村里现在几乎没人 要么在地里搁麦子打麦子 要么就是上山打猪草去 陆家家喊了好几声也没人来 只有个五六岁的小姑娘 从旁边的房子走了出来 陆家家没办法 只能让小姑娘帮忙去叫陆家人 你能不能帮我去叫叫大队长 小姑娘犹豫了一下 朝着远方跑过去 陆家家手上没停 一个劲地打田耀祖 田耀祖到底是个男人 他伸手乱抓 没想到还真的被他抓住了棍子 见他抓住了棍子 陆家家转身就跑 而田耀祖被打得腰上被上堵得上 哪哪都痛 再加上吃得胖 一时半会儿根本追不上陆家家 陆家家见他根本追不上自己了 回头笑的明媚张扬 有本事你追啊 耸货 连我一个小姑娘都追不上 田耀祖发了很往前跑 陆家家也一溜烟往前跑 刚跑了个拐弯 隔头撞了一下 整个人也扑到对方的怀里 他仰起头朝上看 对上了薛燕垂下来的眼 陆家家站在拐弯的外侧 薛燕站在内侧 田耀祖视线只能看到陆家家的一半身体 你个丫头骗子 跑不动了吧 我说你嫁给我有什么不好 我可以保证你每天都不干 天天在家里吃喝玩乐就行了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的女孩 想过这样的生活 有薛燕在 陆家家也不害怕了 抬手怒骂田耀祖 你的脑残 你娘把你姐姐培养得那么好 你们家不如自产自消好了 你 我今天就把你做了 就算其他人来了 我看看你还能嫁给谁 田耀祖气势汹汹地走过去 伸手就要抓陆家家 但是半路上是被薛燕扣住手腕 薛燕 你 你松开我 薛燕比他高了一头 小臂上结实的肌肉微微显露 眼皮微抬 视线凌厉发狠 陆家家见田耀祖迅速恐惧起来 小脸上的嫌恶更加明显 欺软怕硬真是在田家人 刻进骨子里的传统 欺负他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凶声恶煞 见到比他厉害的薛燕却吓得颤颤巍巍 一动都不敢动 薛燕 你 你松开我 薛燕冷冷地叹了田耀祖几秒 手上慢慢松了下来 田耀祖心中一喜 转身就要跑 可下一秒 下巴是狠狠的一拳头 就这一拳头 田耀祖直接被打蒙了 脑子里都是星星 薛燕面无表情地走到田耀祖身边 一只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一用力 田耀祖瞬间嚎叫出声 田耀祖抱着自己的胳膊出冷汗 他感觉自己的手臂断了 薛燕一系列操作太快了 陆家家反应过来的时候 薛燕已经卸掉了田耀祖的一只手臂 薛燕身上都是达麦子时留下的灰尘 整个人脏兮兮的 但眼神却危险可怕 尤其是看田耀祖的时候 他竟然觉得很安心 陆家家见薛燕抬起脚 想拧田耀祖的手腕 余光恰好扫到一小部分村民 朝这边走了过来 他害怕薛燕吃亏 陆家家向前抱住他的腰部往后面拉 算了 还是让他坐牢吧 我觉得让他坐牢更痛苦 薛燕低头看着腰间的那一双白玉小手 默默将脚收了回来 骨铜色的矮尖却红了 陆家家见薛燕停下动作 加大了力道 薛燕竟然轻轻松松地被他给拖走了 陆父陆母急匆匆地过来 看到了躺在地上痛苦哀嚎的田耀祖 急忙抓着陆家家看了看 妈 我没事 没事脸上怎么都是灰 陆母猜到了一种可能 他闺女不会被田耀祖给按地上了吧 他心慌地给陆家家擦了擦脸 我没事 这是薛燕身上的 刚才都是他帮了我 陆母这才把视线放在了薛燕身上 看到他身上都是灰 才蹭了一口气 原来不是被按到地上才蹭上的 不过 这怎么蹭到脸上了 陆母和陆父对视了一眼 想到那天晚上的谈话 这薛燕不会真的有辟邪的作用吧 怎么老是赶上闺女有危险的时候 陆业国看着地上诸事的田耀祖 气急地踢了一脚 就你这样的狗屎呀 别敢削想我小妹 老子非弄死你不可 田耀祖看着陆家人瑟瑟发抖 他本来想着占了陆家家的便宜 陆家家就算不想嫁给他 也必须嫁给他 可现在便宜没占成 自己成不了陆家的女婿 岂不是大祸临头了 田耀祖对着田金花喊 田金花看着在地上惨兮兮的弟弟 心里疼得难受 他在旁边小声开口 当初娘就说不让二哥娶田金花 非要娶 现在连主意都打到他小妹身上了 陆岗国双拳紧握 身体也是气得发抖 他一巴掌打在田金花的脸上 指着地上的田耀祖 他都敢用这种方法欺负我小妹了 你还敢说这其中有误会 我 田金花整个人被打倒在地 可见陆岗国的力气有多大 陆家的人没一个不气愤的 要是今天真的让田耀祖给得逞了 那陆家家的下半辈子就毁了 田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田金花竟然还敢上前求情 谁给他的脸 田金花见陆家的人各个仇视他 挨了一巴掌也不敢叫嚷 陆岳国还想再踢两脚 陆腹冷声 别打了 把人带着 上公社 情况这么恶劣 头上绝对能吃花生米 田母就在这个时候急匆匆地赶来了 看到地上痛苦哀嚎的儿子 他心神剧烈地扑过去 我的宝贝儿子啊 谁把你打成这样 谁把他打成这样 当然是老娘了 陆母正愁火没地方撒 抓着田母的头发将他摘倒在地上 对着陆大娘和张书云道 给老娘按住他 看这次我不打死他 陆家家这时在背后扯了一下陆母的衣服 张书云脚步停顿了一下 想着小姑子是不是要求情 谁知陆家家道 放心吧 你娘手准着呢 陆母对着田母一阵耳光山 他儿子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一定有着老东西的怂恿 嫁给他们陆家一个脚家惊就算了 还敢打他闺女的主意 陆父也不做纠缠 找医生给田耀宗接骨 田父一家子很快赶过来了 但是陆家个个身长体壮 竟然没有一个敢向前 陆家家没想到这么耸的一家人 今天竟然有胆量当街欺负他 说难听一点 他们家重男轻理太严重 觉得女孩就是丫头骗子 欺负了也没啥 尤其田耀宗 真是太恶心了 这个年代的女孩 要是真被占了便宜 遇上固执老旧的家人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嫁人 要么去死 陆母这边把田母打拔嗷叫 田耀宗在旁边接鼓嗷叫 两个人跟带宰杀的猪一样 田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弯着腰走了过去 小声对着打泪正在休息的陆母道 亲家 今天的事情确实是我们的错 但是我闺女也嫁到了你们家 我们两家有亲戚 你别再打了 亲戚是吧 陆母站起来 将躲着不敢吭声的田津花 拉到田父面前 你把你闺女带回去吧 我们陆家不要了 今天老娘就大放一回 我再给我们家老二 多出一份彩礼钱 我就不信 还讨不到一个好媳妇了 田津花这边傻眼了 她没想到陆母 竟然有把她换了的心思 瞬间崩溃 会在地上抱住陆母的大腿 娘 我生是陆家的人 死是陆家的鬼 绝对不可能离开陆家 再说了 港国如果再娶了 后娘会打死我孩子的 大山这个时候扑上来 奶奶 求你不要让我爹娘离婚 后妈进门会打死我的 他们会有自己的小孩 我和姐姐妹妹就没人要了 后面赶过来的陆好和陆远 也被眼前的场面吓哭了 西水村也有亲爹去后娘 那些孩子连饭都吃不上 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 还整天挨打 他们是不是以后 也跟那些孩子一样 别哭了 陆母呵斥 二房的哭声戛然而止 陆母冷眼看着她 田津花 你今天就给老娘表个态度 当初你嫁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了 你从今以后 和田家再也没有关系 今天你当着大家的面说 以后你还有没有娘家 田津花扭头 看着地上被打得很惨的田母 已经不远处哀嚎的弟弟 她娘和弟弟都在遭罪 她能在这么多人面前 说没有娘家吗 而且 她还指着娘家给她撑腰呢 要是脱离了田家 她以后被陆家欺负 岂不是连一个帮她的人都没有了 你个贱骨头 陆母见田津花不吭声 气得咬牙切齿 真是从骨子里都坏掉了 只望着你这样的人改 这辈子也不可能了 陆母脚上用力将人甩在了地上 我们陆家绝不能留你这样的人 要不然二房早晚跟田家一样 你给我滚回去吧 哭哭哭 有什么哭的 没了这个娘 老娘给你找个更好的娘 我就不信了 没了田津花 你们二房还活不下去了 把你闺女给老娘领走 田父缩了一下脖子 但随即想到田津花是个劳动力 回去正好把农活全都干了 而且 陆家还有四个孩子捏在田津花手里 他就不相信陆港国不来接他 到时候顺势提出来他小儿子的事情 大事话了 他伸手托起田津花 闺女 跟爹回家 不在这受气 田父温柔地向着慈父 田津花愣了愣 瞬间大哭出声 像是找到了庇护所 爹 田津花跟着田父田母准备回田家想办法 大山见田津花离开 哭喊着 娘 你别走 你别走 陆母沉着脸拉着大山 大山挣扎不开 只能伸着手不断地对着田津花喊 田津花回头看了一眼儿子 有些不舍 停顿了几秒 还是跟着田家人走了 陆佳佳醋了醋眉 对田津花真是厌恶到了顶点 陆母刚才说让田津花滚回田家 本来是想让田津花跟田家彻底划清关系 没想到田津花还真的跟着田家人走了 就连儿子撕心裂肺地在后面求他回来 田津花也只是看了几秒 他有病吗 陆佳佳喊喊小声 薛燕在他身后点头附和 是个傻子 接上集 陆父带人将田津足锁到小黑屋之后 其他人也都回到地里工作 陆母担心陆佳佳受到惊吓 准备上午不工作了 拉着陆佳佳准备回家 陆佳佳却扭头对薛燕道 去我家喝水吧 离得近 很快的 薛燕目光扫向陆母 陆母抿了抿唇 去我家喝口水吧 薛燕瞬间明白了陆母的意思 他唇角忍不住上扬 跟在了陆佳佳的后面 要是以前 薛燕帮了陆佳佳 陆母肯定会笑脸相待 但现在不一样了 薛燕从救命恩人 可能变成未来女婿 这可是将来 要把他闺女拐走的男人 陆母的脸色 实在是不能再冷了 想想夏年 他闺女就18岁了 那岂不是就只能 在他手里待半年了 陆母突然心里难受起来 到了家 甚至指挥薛燕去挑水 薛燕一秒都没敢耽误 打起水桶就走了出去 陆佳佳一脸懵 等薛燕的背影消失在家门口 陆佳佳醋了醋眉 点着嘴 妈 薛燕帮了我 你干嘛对他这么凶啊 还让他去挑水 他自己愿意挑的 你问他愿不愿意挑 那你这种态度 不是反派的标配吗 啥反派 我的意思是 我们这样是不对的 哪不对 我们要平易近人 不能随意欺负别人 尤其是像薛燕这种 未来可能成为 成为大佬的人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陆母解释 反正你让薛燕去挑水 就是不对的 妈 你平时要多注意 要有理有据才能欺负人 陆母突然顿住了 眼神一样 我啥时候欺负他了 这才多久啊 你这么护着他干啥 他闺女现在就对薛燕 那个小子有意思了 陆母冷着一张脸 心里难受 陆佳佳见陆母脸色难看 以为他生气了 伸出指尖 小心翼翼地扯动陆母的衣服 妈 你别生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你这么对 我的救命恩人不太好 我生气 我生啥气啊 陆母扯着嗓子喊 这时薛燕颠着一桶水过来了 陆佳佳见此急忙 抬了水缸 生怕薛燕生气 到这里就行了 他真是太难了 哄着这个哄着那个 紧接着拿起地上的洗脸盆 先过来洗洗脸吧 我先把水缸挑满 他说着拿着水桶走出去了 陆佳佳看着他的脸色 见他并没有生气 反而一副心甘情愿的样子 心里有些懵 薛燕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好了 不对 薛燕不会看在我家是大队长的份上 才强忍着做这些吧 陆佳佳张腿就要追出去 但刚迈了一步就被陆母叫住 你过来 跟我说说田药祖是怎么回事 这个不急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也不害怕 不愧是老娘的闺女 陆母就是不想让陆佳佳去找薛燕 瞧瞧那不争气的样子 二房那三个小崽子 说不定还哭呢 田金花回到了田家 陆叶才两岁 你说说该怎么照顾 当然让二哥照顾了 现在这种情况 不都是二哥非要取田金花才造成的吗 就是要让二哥知道 自己做的错要自己承担 老娘准备再给你二哥找一个 你真要给二哥再找个媳妇 可是他们两个现在还没离婚呢 老娘一个兔沫一个丁 说了出钱给老二再找一个 就给他再找一个 田金花都快三十了 我看他这辈子也改不了了 不换了他 二房就是下一个田家 陆佳佳知道陆母说的有道理 但是他的那些侄子侄女恐怕不那么像 他犹豫道 那大山 陆好他们可能会排斥 谁要是不愿意 那就跟着田金花去不 陆港国要是不同意离婚 正好我也不用出彩礼了 二房想怎么过怎么过吧 陆佳佳心不在焉的恩了一声 视线一到门外 薛燕又提着一桶水过来了 本来早上用去的不多 两桶水下去 水刚差不多被装满了 薛燕 你快洗洗脸吧 嗯 等薛燕洗完脸 陆佳佳突然想到了什么 从自己腰间的小兜里拿出来了一双手绢 给你擦吧 薛燕看了一眼不远处虎视眈眈的陆母 不想留下不稳重的印象 他摇了摇头 手指抹了一下脸 这样就行了 陆母见两个人都快贴上了 白眼恨不得翻到天上 他搭着眼皮 佳佳 去我房间里拿绿豆 陆佳佳先把凉水给薛燕端了过去 然后才跑到陆母的房间里去拿绿豆 只剩下了薛燕和陆母两个人 空气安静了一会儿 陆母先开口 你知道我就一个闺女 最疼的就是她 我不反对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但是必须是她心甘情愿 还有 若是将来你们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 我没办法让我闺女跟着你受苦 我们会通过老三和佳佳爹的关系 给你找一个起演的工作 等什么时候赚的钱 能盖得起房子 我才会同意 这已经是她最低的要求了 现在薛家只有一间房 薛家四父子都住在里面 下雨还漏水 两个人结婚总不能连房子都没有吧 要是没房子 她闺女住哪 陆母想想都糟心 薛家真的是太穷了 要不是薛燕三番两次救了她闺女 她根本就不会考虑薛家 陆母眉头死死的皱在一起 薛燕垂眼握紧了手里的碗 不用陆佳提我找工作 我会想办法赚钱养她 不会让她吃苦 陆母这才挑了一下眉 要是其他的男人听到 陆佳愿意给她找工作 恐怕早就乐意坏了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要是真的连房子都盖不起 就算我闺女以后再喜欢你 我也不可能让她嫁给你 陆母倒是高看了薛燕几眼 但她说的也是真话 薛家要是真穷成这样 她就算不要老脸 也不可能毁了自己闺女一辈子 薛燕看着碗里的水 一字一顿 我要是连房子都盖不起 给不上她好生活 我不会娶她 她不可能让陆佳家跟着她受苦 而她也不可能一直穷下去 田金花跟着田父田母回了家 一到家 田光宗的儿子大飞朝着田金花扑了上来 点巴巴道 姑姑 你有没有给大飞带吃的 没 没有 大飞脸上的笑瞬间消失了 我知道了 你肯定都给你儿子吃了 奶奶说了 你们家里分了很多野猪肉 还有鱼 一点都舍不得给我们 没有 姑姑最疼大飞了 大飞不知道吗 那姑姑 大飞也想吃鱼 大飞笑眯眯的撒娇 学着田母教她的话 到时候我一定比大山还孝顺你 谁敢欺负姑姑 但是田母却抱着大飞哭了出来 大飞 你小叔叔出事了 大飞没什么反应 小叔叔总是抢他东西吃 也不疼他 现在出事正好不会跟他抢东西了 娘 你跟大飞说这种事情干什么 田光宗护住自己的儿子往后拉 他还这么小 到时候万一被吓到发烧怎么办 对 对 田母扭头看着田府 当家的 你说这该怎么办 老二都被打成那样了 这件事情也差不多能结 不就是想欺负个丫头骗子 我们家老二也没得手 出不了大事 就是受罪了 等回来了好好给他补补 那万一被关起来怎么办 别忘了陆家可是大队长 他还有个儿子在外面当兵 哼 大队长咋了 他要是敢做什么 我们就去喊冤 我就不相信 他还能把我们全家都抓起来 田母觉得有道理 但他还是忍不住掉眼泪 就因为个丫头骗子 我们老二可受了大罪了 他气无处撒 看到旁边的田金花 就使劲往他身上掐 你说你嫁到陆家也快十年了 现在连个屁都不是 连帮你弟弟说个话都说不上 娘 这也不能怪我 我婆婆她太厉害了 而且她脑子不正常 不疼儿子也不疼孙子 偏偏去疼一个丫头骗子 我也没办法呀 没办法 我看你就是个窝囊废 你给陆家生了孙子 要是儿子站在你这一边 你还害怕那老太婆不听你的 大山 田金花看看田母 她有办法让陆港国不跟她离婚了 她不相信陆家会舍得大胖孙子 田耀祖中午的时候 被商民派下来的人带走了 我问过今天这种情况了 能进去关个三四年 三四年 陆家家在学校的时候 知道有一段时间流氓最特别严 就连说话调性女人几句 脑门就有可能吃花生米 但现在田耀祖却只能关三四年 也就是说这个罪名还没有严格起来 真是便宜她了 陆父仔细看了看自家闺女问 有没有吓到 哪里不舒服 一定要跟爸妈说 别憋在心里 听到没有 我没事 其实今天田耀祖根本就追不上我 他又肥又胖 还被我打了那么多下 跟个傻子一样一拳一拐地追我 中午吃饭的时候气压很低 二房子三个孩子闷头吃饭 大山一边哭一边吃 哭哭哭 真是一点都不像我们陆家的男人 田金花走了 老娘也没有再说把你们分出去 你们吃的穿的和平时有啥区别 再说了 她就算在家又怎么样 是天天给你们做好吃的 还是天天给你们做新衣服了 还不是什么活都要自己干 好像是这样的 陆好看了看陆母 突然没那么怕了 她其实就是害怕爹娶了后娘 到时候后娘会折磨他们 对于田金花 她除了害怕还是害怕 她怕她偷偷地掐她的胳膊 怕她骂她贱命一条 更怕田金花在她面前唠叨 让她听话 长大了之后给弟弟换彩礼 大家因为田药组的事情 在家里闲了两天 工作都是陆花陪着她一起去 正走着 看到了前面的陆草 偷偷摸摸地朝着养猪的院子拐了柜 陆佳佳拉着陆花躲到了墙边 两个人一上一下 伸着脑袋往里面看 陆草偷偷摸摸地走了进去 见到周文青正在产猪粪 心疼道 文青 我来了 陆佳佳听着发点的声音 打了个寒颤 但是眼睛却忍不住 争得更大了 陆草竟然跟周文青 两个人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那次分猪肉陆草 挡在周文青面前吗 周文青看到不远处 又丑又黑的陆草 变恶地抿了抿嘴 但很快又患上一副深情面孔 小草 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干了一上午的活 累了吧 没有 我娘说让我下午休息 我今天来看看你 还有 我这里有个鸡蛋 专门给你省下来的 你上次已经给我两个了 这次我怎么说也不能要了 你好好补补吧 可是 你身体太差了 这才几天了 就瘦了那么多 唐姐也真是的 我看她 就是故意报复你 她只是把周文青 赶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就是报复她 这本来就是周文青的工作吧 而且如果她真的不想养猪 可以去割麦子 没人拦着她 当初我就是要了家家的鸡蛋 她才会这么生气 其实我是可以撑下去的 你别担心我了 那怎么行 陆草着急了 她好不容易 快把周文青给追到手了 怎么能因为一两个鸡蛋远离关系 我看你这两天累着了 应该好好补补 再说了 你跟农村的这些人可不一样 你的手是用来拿笔的 眼睛是用来读书的 怎么能糟蹋自己呢 她说着就走到了周文青旁边 一股更加浓烈的追死 为传到了她的大脑 陆草忍不住干往后想 周文青生怕这个丑女 吐到自己身上 急忙往后退了两步 还没等陆草质问 她自己先露出了难过忧伤的表情 你是不是嫌弃我在这里干活有味道 也是 我没嫌弃你 陆草抢过周文青手上的铲子 我来帮你铲猪粪 她一定要追到周文青 要让所有人知道她比陆佳佳强 陆草把手上的鸡蛋给了周文青 文青 你去旁边歇一歇吧 这些我来干就行了 陆佳佳眼看着周文青走到了远处 包鸡蛋吃 而陆草正在收拾猪粪 不仅不觉得辛劳 嘴角甚至还挂着笑 陆草有病吧 这个世界明明已经不受剧情控制了 陆草为什么还会做出这种脑残行为 小姑姑从来没干过脏活 只是拿吃的使劲讨好周文青 走吧 小姑姑 你们为什么都对这个周知青这么好 当时年纪小 不懂事 现在年纪大了 就懂事了 那唐姑姑也会不懂事一年吗 不知道 她可能比我还傻 那我们以后岂不是要叫周文青唐姑父了 陆佳佳扭头捏了捏路花的的小脸 恐吓道 你小小年纪怎么天天想那么多事 什么姑父 以后不许在任何人面前提我的黑历史 知道了 陆佳佳去何时公分的时候见到了罗青青 罗青青最近很老实 每天都能干个六七公分 养活自己足够了 凌风经常跑过去帮罗青青干活 陆佳佳过去的时候 罗青青正坐在大树下乘凉 而凌风正在太阳下挥汗如雨 罗青青摸着自己被晒红的皮肤 一抬头就看到翘生生的陆佳佳 若是以前 她现在早就抬起头盛气凌人 但现在她却不敢了 罗青青没吭声 将视线移向了别处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她看到了正在干农活的陆叶博 罗青青眼神变了变 心里多了几分心思 陆佳佳看到罗青青的目光 瞬间紧迎大作 旁边的陆花也发现了不对劲 她问陆佳佳 小姑姑 我怎么感觉那个女人在看四叔啊 把感觉去掉 她就是在看你四叔 说着陆佳佳朝着陆叶博的方向走了过去 小妹 我正想找你呢 我这两天搅了二十多枚只鸟蛋 烤熟的 你什么时候饿垫垫肚子 她小妹经历了田药祖的事情 肯定吓坏了 她作为哥哥 必须得哄妹妹开心 还有 还有 今天献编的 不只有我 还有大哥二哥 我们三个一起梦吧 他们三个不知道送什么东西才能哄小妹开心 想了很久也只想到花环 陆佳佳没想到自己还能收到这种礼物 很玄幻 她以为这种场面电视剧里面才有 四哥 我已经十八岁了 大花环肯定会被别人笑话的 那咋了 谁敢说一句我揍她 陆花在旁边捧场 好看 小姑姑戴上好看 现在这个不重要 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 看到陆青青没有 她刚才在看你 我猜她肯定想嫁你了 陆叶国在四周扫了一圈才看到罗青青 罗青青正坐在大树下面 手撑着塞边看着远方 但并不是她这个方向 陆叶国觉得自家小妹有些大惊小怪了 她一个地道的农村汉子 罗青青怎么可能看上她 她嘴上道 放心吧小妹 我一定会小心的 那我还有工作 就先走了 陆佳佳得到了陆叶国的保证 放心的带着陆花走了 路上拿了三个鸟蛋给陆花 让她边吃边走 小姑姑 这是四叔好不容易给你找的 我不要 陆佳佳也不好意思在小孩子面前吃毒食 突然想起了陆母的话 你四叔给了我 那就是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让你吃很正常啊 拿着吧 陆佳佳将鸟蛋塞进陆花的手中 然后轻轻地将头上的花环拿了下来 没想到哥哥们为了哄她会做这些东西 陆佳佳生怕把上面的花弄坏了 只肩勾着藤蔓走 离她越来越远的罗青青 看了一眼陆佳佳手上的花环 眼色沉了沉 她不想嫁给乡下泥腿子 但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陆佳佳算是这些人里面条件最优秀的了 陆佳佳走到田家地界 只有田金花一个人在麦里干活 她连前方的路都顾不得看 只玩着腰用力的割麦子 大飞正坐在离她极明远的地方监督田金花 大飞烦死了 她本来根本就不用下地 但是小叔叔出事了 大人都去了镇里 奶奶害怕她出事 就让她跟着姑姑 顺便监督她干活 热死了 田金花喘着粗气擦汗 对着大飞说道 大飞 给我倒口水喝 姑姑 你怎么又要喝水 不是刚刚才喝过吗 奶奶说了 家里现在条件不好 你要努力帮家里干活 要不然大家就都吃不上饭了 大飞吃不饱饭就会长不大 到时候怎么保护姑姑 大飞护着手里的网罐 不满地看着田金花 总共没多少水 她还要喝呢 再说了 姑姑是在给他们家个麦子的 不能偷懒 休息也不行 姑姑 你赶快干活吧 要不然我告诉奶奶你偷懒 你特别能干农活 你现在养我 等你老了我养你 田金花本来有些不愿意 但听到最后一句话 瞬间来了精神气 拿起镰刀又呼呼搁了起来 陆佳佳在远处听着两个人的谈话 心里生起了一股怒气 田金花养自己的侄子那么费尽心力 但养自己孩子的时候却偷懒耍花 她真想打开田金花的脑袋看看 里面装得是不是稻草 陆佳佳深吸了两口气 没开口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她巴布的田金花现在受苦 最好回家还会被田母揍 陆佳佳带着陆花往前走 被站起身捶腰的田金花看到了 田金花这两天一直在地里干活 天天还得回去做饭 根本没空打探陆佳的消息 她忍不住唾弃家里的小崽子 她离开家这么久了 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找她 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小妹 你等等 我有事情问你 田金花将镰刀扔在地上 朝着陆佳佳追了过去 大飞瞬间瞪眼 布布 你瞎跑什么 回来大火 她看田金花没回头 咬牙切齿地跟了上去 她奶奶说得对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跟娘家不一条心 小公子 你干什么 陆佳佳急忙躲开 她瞪着田金花 别碰我 田金花信心地收回手 没碰 没碰 田金花跑上来就要抓陆佳佳 但她到田家之后整天干活 根本就没有时间收拾自己 现在天热 很快就有了男人的味道 田金花拿镰刀的手更脏 指甲盖里甚至有黑黑的污泥 其实 我就是想问问你 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样了 跟以前一样 该做什么做什么 怎么可能呢 他们就不想亲娘 亲娘再不再都一样 亲娘再也是干那么多活 有时候还要挨打 那她再不再有什么区别呢 田金花瞬间脸色惨白 小妹 你别开玩笑 我那么疼大山 她怎么可能不想我 从后面跟过来的大妃 听到田金花说大山 立刻脑了 六姑姑 大山现在有爷爷奶奶照顾 但是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怎么管她不管我呢 田金花念绰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陆佳佳露出一个嘲讽的表情 然后拉着陆花就走了 第二天中午 陆佳佳坐着有些无聊 薛燕提个小篮子进来 本来没精神的小脸上 瞬间睁大了眼 草莓 上山时候无意找到的 给你尝尝 陆佳佳很久没吃过水果了 她咽了咽喉咙 抬头道 那我今天下午给你做鱼 麻辣喂的行不行 好 互相赠送 这就不算接来之时 陆佳佳拿起一颗草莓 发现早就已经洗过了 很干净 她又看了看薛燕 薛燕好像是从打卖场过来的 身上脏兮兮的还有碎线 陆佳佳的心突然跳得很快 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 要不然怎么这么用心 薛燕怕自己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信息 吓到陆佳佳 视线一向别处 随意找了个话题 薛燕很感谢你前一段时间帮她送水 兔肉和鱼我们家里也很喜欢 这些草莓是特意感谢你的 哦 陆佳佳尴尬死了 原来薛燕送这些草莓 就是吃了她太多东西不好意思了 简单的回礼而已 果然人不能太自信 幸亏她没有问出来 要不然地缝都不够钻的 那我先走了 等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被后面的人叫住了 薛燕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鱼 麻辣的可以 那你总有喜欢的口味吧 比如重一点还是轻一点 重一点 重一点是吧 陆佳佳脸上乖乖的笑着 那我知道了 你下午工作完了 别忘了来拿鱼 嗯 等人走了 陆佳佳粗误的将一颗草莓塞进嘴里 她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烦得慌 陆佳佳发了狠 本来还想带回去给家里员尝尝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 就直接自己吃光了 就狂塞 能塞两个就绝不塞一个 等外面天色差不多的时候 陆佳佳回家做饭 一次做了三条鱼 全都做成了水煮鱼 没一个味道重的 家里的孩子闻着鱼香味 个个不停地咽唾沫 大山小心翼翼地凑到陆佳家身边问 小姑姑 我娘什么时候回来 嗯 陆佳佳再次回到这个年代之后 在孩子们的面前脾气一直很好 大山谁都不敢问 只敢在陆佳佳面前提 她下意识觉得小姑姑会帮她 我怎么知道你娘什么时候回来 这话你不应该去问我 你应该去问她 陆佳佳脸上没了温柔 反而冷了下来 大山 你今年几岁了 七 七岁了 那你也应该明白了一些事情吧 前些日子我差一点被你小舅舅欺负了 你知道吗 大山哑了声音 陆佳佳冷嘲 我被你外婆家的人欺负了 而且是那种非常严重的欺负 当时你娘选择了回田家 站在了田家那一边 大山 我觉得我对你们二房不错吧 四年前大难的时候 还是我为这个家里拿到了粮食 你们这些孩子才活了下来 没跟其他孩子那样饿死 当时我的工资 也一直是交给家里面 大多数都补贴给了你们 我哪里对不起你们二房了 大山呆住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 田金花在田家是最末等的存在 一直挨打干活 而在陆家 我们都把他当成亲人 可他呢 竟然在我被欺负的时候 站在了田家那一边 为了给田家当牛做马 丈夫和孩子全都不要了 最让我生气的是 你可以问你爹田金花 什么时候回来 也可以问你姐姐 可以问任何人 但你为什么要问我 你心里真的一点也不懂吗 你不知道是我受欺负了吗 陆家家脸上有些愤怒 他知道田金花重男轻女 虽然对自己的女儿非打极骂 但对大山不错 大山想自己的亲娘 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他不能原谅 大山来问他一个受害者 这是什么意思 他对大山好 就成了他不考虑 他感受的理由吗 再往深处想一想 他为什么会知道 田金花什么时候回来 大山是想让他松口去求祿母吗 陆家家越想越觉得心寒 他努力让自己不要深想 大山才是个七岁的孩子 他不想把他想得那么过分 陆元师探得伸着手 小心翼岛 小姑姑 你别难过了 给你花 我摘得最好看的 石头也快速跑过来 小姑姑 你别伤心了 我攒的糖给你吃 小家伙递过来的糖不舍得吃 藏了很久 糖纸都泛黄了 陆家家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揉了揉小家伙们的头 小姑姑收了你们的东西 不难过了 小姑姑 我错了 我没想那么多 陆家家一时当会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山 实在是对他笑不出来 只能对着孩子们道 今天做的鱼多 快去拿碗 我偷偷给你们盛一点鱼汤 陆家家计完公分走出去 薛燕照常在外面等他 陆家家走在前面 特别安静 一言不发 薛燕经历坎坷 性格比较敏感 他很快就察觉到陆家家不开心了 那天田津花跟了田家的人走 也不要丈夫孩子了 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些孩子陆家家心情才不好 薛燕沉了沉脸 走在了陆家家旁边 不开心 没有不开心 我感觉得到出了什么事了 陆家家转了一下眼睛 有些心虚 他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就是有些尴尬和不想理薛燕 可这样显得自己好没有道理 明明是他自己猜测薛燕是不是喜欢自己 结果被打脸了 最后他还生嫩气 没有 我没生气 陆家家小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坚决不承认 薛燕宝纯成了一条直线 他烦躁陆家家向自己隐瞒事情 转移话题 草莓好吃吗 陆家家连忙点了点头 草莓很好吃 就是太好吃了 都被我自己吃光了 薛燕脸上的冷衣散去 唇角微微向上钩 陆家家看着前面的路 树上突然掉下了东西 他一下砸在了陆家家的头上 陆家家没感觉到疼 心想着不是鸟屎吧 他伸手摸了一下 突然摸到了一小块滑滑的 会动的 还有触角的东西 陆家家瞬间睁大了眼睛 他不知道自己头上是什么东西 但他知道这是个活的 会动的 说不定是个大虫子 陆家家顺利抓住薛燕的手臂 表白朝着他凑过去 声音发动 我头上掉了个东西 你帮我拿掉 帮我打掉他 薛燕没想到陆家家突然靠近他 两个人离得很近 一股淡淡的香味往怀里扑 他动了 他动了 陆家家头顶传来了挪动的感觉 使劲甩了甩 但是好几次都没有甩到他 薛燕没想到陆家家竟然怕成这样 伸手迅速对着虫子抓了过去 别怕 拿掉了 薛燕把青色的大虫子 放在了陆家家眼前 陆家家瞬间躲了薛燕一米远 不会是毛毛虫吧 你快扔了呀 不是 这是树上的豆虫 可以吃 陆家家看见薛燕手上 食指大小的青色大虫子 他愤不得扔地上踩两脚 薛燕竟然还要吃 那你自己吃吧 肯定补蛋白质 什么蛋白质 陆家家见薛燕朝自己走过来 急忙伸出手 我不喜欢虫子 你带着它离我远一点 他看到就头皮发麻 飞快地甩开薛燕就要走 薛燕看了一眼 避之不及的陆家家 过看了一眼手上的豆虫 抬手扔了出去 朝着陆家家抬腿走过去 到了家 陆家家都觉得自己头皮发痒 那么大的青色虫子 刚才就趴在头上 它刚才也没流血呀 怎么女孩子怕得动物 老往它身上跑 上次是条蛇 这次是虫子 都是直接从上面落到它面前 陆家家急匆匆地走进了屋里 陆母飞它脸上苦巴巴的神情 吓了一跳 咋了 是不是谁又欺负你了 没有 陆家家拿得早就准备好的水煮鱼 走了出去 递给了外面的薛燕 薛燕看着碗里清淡的鱼 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破解而出 她道 不是麻辣 陆家家眼睛看向别处 哦 我想了一下 现在天这么热 吃辣得容易上火 对身体不好 所以做的水煮鱼 陆家家每次撒谎的时候 眼神喜欢四处乱看 薛燕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她瞬间想到了一种可能 陈生问 你今天是在生我的气 陆家家大眼睛转得更快了 黄卵中夹杂着心虚 你在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生你的气了 我干嘛要生你的气 我也没有理由生你的气啊 陆家家摇头 努力强调 没生气 我真的没生气 陆家家 我哪里做错了 你可以告诉我 要不然我有可能猜不到 她评于擅长观察别人的心思 但是现在她却猜不到 陆家家到底为什么生气 薛燕询问的态度很诚恳 陆家家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她太过分了 从头到尾都是她一个人在无理取闹 想到这里 陆家家突然发现 自己今天的反应太过急了 我 我不会是喜欢上薛燕了吧 陆家家想到这种 可能把自己吓了一跳 她骤然瞪眼 天色这么晚了 你还不赶快走 她睁人了眼睛 等着脖子 整个表情都在努力地诉说着她很凶 薛燕不知道为什么陆家家会突然发火 整个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她想问却不知道问什么 你 我走了 见薛燕不动 陆家家绷不住脸上的表情了 她转身就进了家门 吃完饭 陆家家舒舒服服地躺床上 以前这个时候她早就犯困了 但是今天却感觉特别热 心焦得让人睡不着 我喜欢薛燕 这可能吗 陆家家回想了一下最近的事情 她发现自己特别依赖薛燕 看到薛燕的时候还会有点开心 这 这是喜欢吧 她也没谈过恋爱 她七岁到了现代 当时那具身体应该是落水而亡 她在现代生活到13岁 13岁之后回到了70年 而她在现代的身体成了植物人 在医院里面躺了三年 正是因为她反复出世 现代的父母根本就不让她早恋 生怕她再出什么意外 造成她活了这十几年 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 也不知道喜欢一个人该是什么感觉 陆家家摇了摇头 不会的 我是不可能喜欢薛燕的 薛燕早就说过嫌弃我 也说过对我没兴趣 那我喜欢上了薛燕 岂不是单相思 暗恋 暗恋这种事情太苦了 十对 九对都没有好下场 我才不要苦巴巴的喜欢一个 不喜欢自己的人 必须掐灭苗头 你给我醒醒 咋了 还咋了 你没看出来 今天闺女魂不守舍 陆父立刻清醒 傻 家家哪不舒服了 我看她肯定是和那个薛燕 接触出问题来了 今天不知道犯什么傻 迷迷邓邓的 陆父松了一口气 她了然于心地看看陆母 我看你是怕闺女喜欢上薛燕了 你不是都同意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了吗 我啥时候同意了 我只是不反对薛燕追家家 可没说过一定把闺女嫁给她 那你说怎么办 反正我不可能让闺女嫁那么早 陆父想说不早了 前几年还有十六岁结婚的 不过现在国家规定了十八岁结婚 就往后推迟一两年 但基本上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相媒了 好了 缘分是两个人的事情 再说了 咱闺女不一定看得上她 她活了这么多年也看得出来薛燕人不错 她闺女应该也对薛燕有了点意思 但她不敢说 害怕一说老婆子就炸毛了 其实 他们是夫妻 她了解老婆子 陆母应该也知道那俩孩子有极大几率能成 但是陆母心里难受 把她叫醒就是寻求安慰的 要是她敢唱反调 今天晚上恐怕就不用睡了 我看啊 家家现在还没开校 肯定还对薛燕没意思 就算结婚也得等十八二十了吧 陆母听到二十 心里瞬间轻松了很多 还有田金花 我告诉你啊 田金花这次走了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她再回来 养了她这么久 结果却去给田家干活了 陆母直接将田金花彻底拉入了黑名单 要是二房谁想跟着田金花 那就跟她走 最好都走才好 老娘四个儿子 也不缺一个傻儿子 这点小事你做主就行了 陆父躺回了床上 又不是她闺女的事 她才懒得拐 人从镇里回来的时候 天已经要黑了 田母哭得眼角发红 娘 你别哭了 小弟出了这种事情 我们也没有办法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活下去 你和爹已经两天没下地了 我们吃什么 田家媳妇扭着脖子的 对啊 娘 你就算不心疼我们 也得心疼你的大孙子吧 他要是吃不饱饭 到时候饿得长不大了 拿什么孝顺你 急什么 我还有六个闺女呢 他们还能眼睁睁看着我饿死 还能看到自己的亲侄子饿死 话是这样说 但是老二老五自从嫁出去之后 就再也没回来过 现在大姐的腿被夫家打残了 其他姐姐也都被婆家看得紧 恐怕一分粮食也捞不到 田家闺女偷拿婆家的粮食给娘家 当时这件事情轰动一时 周围几个村子都知道了 当时那都是救命粮 说一口粮一条命也不为过 从那之后 娶了田家闺女的男人 没一个不看紧自家婆娘的 赶回娘家 先打一顿再说 田母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戳到了废管子 背从中来 用力擦地拍自己的大腿 真是造了孽了 白养了那些没用的东西 我早就说丫头骗子没用 他们要是真想着娘家 婆家怎么可能管得住他们 田家媳妇翻了个白眼 田家嫁女儿要的都是高彩礼 就差公开售卖了 都把人嫁出去了还想着好事 当人家都是傻子 听着田母哭嚎 她也懒得说话 只要不让她下地干活就行 其他的她才懒得管 娘 我和光宗都饿了 你也不能光想着你小儿子 也得想想我们啊 快做饭吧 田母心里不满 张了张嘴 但没吭声 大儿媳妇一进门 就给她生了大胖孙子 而她生了六个闺女 才有了两个儿子 一想到自己宝贝大孙子 大飞就从门外跑了进来 买 大飞见到田母 眼睛闪着亮光 扑到了田母的怀里 田母心里瞬间被安抚到了 下一秒 大飞在田母身上翻了起来 找了几下什么都没找到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 买 你这次去镇上 没给我买好吃的吗 她瞪着眼 女妻指责 田母瞬间心虚了 没 没买 奶奶今天去看你小叔叔去了 没空给你买东西吃 大飞直接坐在了地上打滚 我要吃肉 我要吃肉 田金花见大飞闹腾 急忙道 娘 那我去做饭了 田母舍不得打自己大孙子 见到田金花 直接拿了旁边的柳 你个死丫头片子 到现在都没做饭 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 我打死你 她举起柳袍朝着田金花身上抽 面色猙獰 用尽了栗子 田金花嘭嘔叫 她双手抱住自己的头 娘 我一直在地里干活 根本没时间做饭 你别打了 我现在就去做 我看你就是偷懒 田母气没地方撒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放过田金花 狠狠地抽了十几下之后才扔了柳条 田金花才被陆母用柳条打过 两者一对比 她才发现田母打得实在太痛了 她身上被打红的地方根本不能碰 一碰就真心的疼 还不赶快去做饭 田母抬脚踢了一下田金花 要是以前她还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打田金花 但是现在陆家似乎懒得管田金花了 田母想得又踢了一脚 好了 六闺女这两天也忙坏了 做饭晚了 就做饭晚了 田父这时发话制止了田母继续打人 田母哼了哼 扬了扬巴掌 还不赶快去做饭 田金花缩了缩脖子 弯着腰去厨房做饭了 田家大媳妇撇了撇嘴 嫌弃地打扬着田金花 觉得眼前的这人是个傻子 丈夫孩子不要 跑过来当牛做马 不过这样也挺好的 以后家里的活就都有人干了 一会做完了饭 别忘了洗衣服啊 薛燕端着盆里的鱼回到家 脸色阴沉的吓人 她心里像是压了一块石头 患得患失 她想要和陆佳佳直接挑明 但是她现在什么都没有 连房子都不能给她 薛燕觉得自己现在还没有资格亲口 对陆佳佳说喜欢 像陆佳佳这样从小教养到大的女孩 她那么稀罕她 怎么舍得她受苦 大哥 薛杨一见到薛燕回来 立刻就迎了上来 大哥说了 今天晚上有麻辣鱼吃 我来拿 薛杨兴奋地接过薛燕手上的小盆 她疑惑地问 大哥 这不是麻辣鱼吧 薛家的男人都喜欢吃辣 尤其是薛杨 上次的麻辣兔头都把她吃哭了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薛父平常不会做饭 猛然吃了比较有冲击力的香辣味 于是四父子都喜欢上了这个味道 薛燕脸色黑得快要滴出水 生腺压得很沉 只有水煮鱼 她就是生气了 所以才故意做的水煮鱼 薛杨见薛燕脸色不太好 信信的不敢问了 吃过饭 薛燕拿起了篮子准备出门 薛千叫住她 大哥你又要上山 薛燕经常往山上跑 往常都是打猎 但昨天却摘了草莓 山上能吃的水果基本上都会被人摘光 只有那些偏僻的地方才能幸存 薛燕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了 背影慢慢的消失在了黑夜中 娶个漂亮的媳妇可真是太难了 等我以后长大了 也得娶个漂亮媳妇 薛燕从山里回来 路过田家门口 听到门内传来一阵骂声 该死的 摔死我了 田光宗半夜起来上厕所 不小心被放在院子里的棍子绊倒了 她在院子里妈妈咧咧了两句 刚准备去厕所 就被人从后面扶了 一个让路家家生气 一个差点欺负了路家家 说不定就是因为田津花和田药祖 路家家才会心情不好甚我的气 田家的人早该揍了 尤其是田光宗 好几次偷偷地看路家家 薛燕拿起布袋 直接罩在了田光宗头上 然后狠狠地把田光宗揍了一顿 路家家早上一起床 就看到了路母兴高采烈地拍着自己的大腿 哎呀 被人给打了 路家家同样兴奋地凑过去 田光宗 就是她 现在田家也就剩她这一个儿子了 不是她还能是谁 就田家骂臭德行 也不知道得罪了马浩人物 这种祸害 嘿活该 今天路母高兴 就连粥都熬得愁了一些 也给大家分得多了 她毫不掩饰她对田家人的厌恶 路母在吃饭前发言 已经过了几天了 刚开始害怕二房接受不了 但今天我就把这句话放着了 这辈子田津花都别再想回我路家 谁要是舍不得她 那就跟田津花去过 但有一条 跟田津花去过 那就是成了田家的人了 以后和我们路家无关 你们被怎么对待 我们都不会再管 路港国抬起头 我都听娘的 她唯一一次反抗路母 就是和田津花结婚 结果现在二房不得安宁 她知道自己这辈子 也聪明不起来了 也明白只有她娘 给她指的路才最好走 路好和路远道 我们跟着爹 大山看了看路港国 又看了看姐姐妹妹 低头嗡声嗡气 我也跟着爹 声音比两个女孩子还小 路母翻了个白眼 别跟你们二房吃了多大的亏一样 你们自己走出去看看 别人家吃的什么 我们家吃的什么 你们吃的这些鱼 都是沾了你们小姑姑的光 谁要是不要脸 帮着外人欺负我闺女 那就是忘恩负义 狼心狗肺 恩将仇报 背信弃义 路加加愣了愣 第一次知道她妈这么有文化 连蹦了四个成语 路花仰头道 来你放心吧 我长大后一定会疼小姑姑的 小姑最好了 跟路加加待了几天 路花发现小姑姑和以前一样好 不仅温柔 又重新教她写字了 于是她再次重新成了小姑姑的小迷妹 我就爱听小花说这话 路母笑的眼角出了褶子 她给路花加了一块多出来的鱼尾 多吃点 这都是你小姑姑的鱼 也算你小姑姑没白疼你一场 路加加突然发现有她妈在的地方 她根本就不需要人际交往 一切躺平 张淑云在旁边温柔插话 妈 小妹的衣服尽管扔给我就行了 我都给她洗了 路加加的衣服一直都是她和田津花轮流洗 现在田津花走了 这活自然而然就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正好可以拿出来表态度 这本来就该你洗 我年轻的时候 要是有我闺女这样的小姑子 老娘早就乐死了 你是帮加加洗了两身衣裳 但你现在还天天吃着我闺女带的肉呢 你问问这全村的男女老少 每天多洗两身衣服 就能顿顿吃肉 你看谁不愿意 明明是你沾了光 还有脸显白 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你还别心里有意见 我告诉你我闺女现在时期了 马上就要嫁出去了 等她嫁出去了 你想洗衣服都没地洗 就等着天天吃窝窝头吧 张淑云心里紧了紧 以前她总想着让路加加早点嫁出去 但现在她却不愿意让路加加嫁出去了 这么好的小姑子上哪找 而且现在还给家里挣工资 早上记录工具的时候 路加加故意不看薛燕 低头记录完只嗡了一声 薛燕本来冰冷的脸色阴郁地挂上了一层寒霜 赵社会走到了路加加面前 脸上挂着闪笑 加加妹妹 过两天浓收就结束了 我也要回镇里了 你要不要一起去这里逛一逛 我听说商场又进了一批新衣服 特别好看 很适合你这种年轻的女孩子 她叫加加妹妹的时候戴着一股腻外劲 路加加瞬间头皮发麻 她严厉指责 我现在正在工作 请教我路同志 对 路同志 什么时候去镇上我叫你 路加加头都大了 她瞪了赵社会一眼 低头不再搭理她 薛燕看到赵社会在现殷勤 她手指用力碾了碾 等沉着脸色离开了 赵社会见路加加绷着一张小脸 整个人冷落冰霜 她心里吐了一下 这个是在专门找人求的精 对方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成功地娶到了媳妇 怎么到了她这里就吃了闭门羹 路叶国看不下去了 扯着赵社会的衣服领子拉了出去 太轻挑了 一副调戏她小妹的样子 她是同意她追她小妹 但没说过这家伙可以调戏她小妹 你个混蛋 刚才瞎叫什么呢 我没追过人 这是我第一次追 没经验 我就问了其他人 其他人说追对象都是这样的 沉默了一会儿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我觉得我追到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你看我家条件不错 我还在这里上班 最重要的是我特别喜欢你妹妹 我要是娶了她 肯定什么都不让她干 让她天天开心 想一辈子服 对 你这样一说 我觉得你追到的几率也挺大的 但是你必须给我保证 你必须对我小妹好 一次也不准欺负她 更不能让她哭 你还不知道 我有多喜欢路加加吗 我照社会对天发誓 这么多年 除了我娘 就她骂我 我不生气 其他女人 我看都不看一眼 敢张嘴骂我 照打不误 那要不你也去偷偷的打一顿田光宗 昨天田光宗不是被人打了吗 我小妹高兴坏了 你要是也打一顿田光宗 我小妹肯定也高兴 真的 照社会惊喜的睁大了眼睛 但很快又丧气的缩小了 她搭下眼皮 田光宗昨天被打得太狠了 我要是今天晚上再去偷打她 就把人给打死了 只能等过两天 她养的差不多了 我才能去了 要是田药祖在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打田药祖了 两个人谈话时 罗青青从旁边走了过去 她必须尽快嫁给陆叶国 只要嫁给了陆叶国 她的情况就能迅速好转 说不定还能靠着关系 拿到工农大学生的名额 等人都走了 陆佳佳又开始无聊了 我竟然暗恋上薛燕了 这可怎么办 怎么才能掐灭暗恋的小火苗 陆佳佳无聊地转着手上的钢笔 不远处就传来了脚步声 她懒洋洋地转了转脑袋 下一秒 心砰砰地跳了起来 自从她知道自己暗恋薛燕之后 一见到薛燕 她就有一种慌乱 口干舌燥的感觉 薛燕提着手上的篮子走了进来 身体僵硬地放到了陆佳佳面前 给你吃 神 什么呀 心跳得好快啊 薛燕不会听到吧 薛燕见陆佳佳手指摸着额头 根本不往她方向看 心底又沉了一分 野葡萄 葡萄 陆佳佳偷偷地去了一眼 还真是葡萄 她愚过地问 你从哪摘的 山上摘的 送给你尝尝 哦 恐怕是感谢我昨天做的水煮鱼 陆佳佳低头 把盘子拿到自己面前 里面葡萄的个头挺大 也不知道薛燕是从哪里找到的 我尝过了 很甜 也洗过了 陆佳佳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掐灭火苗的第一步 就是她要正常地面对薛燕 她先努力笑了一下 然后抬起头对薛燕也笑了笑 平时只是简单地观察 现在仔细一看 薛燕真的长得挺好看的 狭长的双眸有些腹黑 鼻梁高挺 宽肩窄腰 她记得还有腹肌 尤其是双腿修长 等等 我在想什么 我就是这么惦记自己救命恩人的吗 陆佳佳又慌乱地垂下眼 那 那我先尝尝 她伸手拿了一颗放进嘴里 不酸 有些甜 比不上在现代时候吃的葡萄 但是在这个年代已经很不错了 好吃吗 挺好吃的 薛燕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问 你还生气 她语调常年带着一股冷硬 仿佛在指责陆佳佳无理取闹 你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生气了 我没生气 没生气 我真的没生气 陆佳佳再三强调 她现在怀疑薛燕生气了 陆佳佳下意识地朝前靠了靠 想用拿葡萄掩盖自己的心虚 结果衣服布料被桌子拉伸 从薛燕的角度 正好能看到里面一抹银白 几乎在瞬间 薛燕的理智被拉成了一条直线 完全不能思考 一股不知名的火燃烧到了五脏六腑 她喉咙不自觉地滚动了几下 浑身绷紧 这种反应无法控制 她朝后退了一步 我就先走了 走了一半又逼着自己停了下来 她扭头道 赵社会最近打麦子的时候 吸引了很多女孩子看她 陆佳佳不解地歪了歪头 薛燕一本正经 我只是提醒你 陆佳佳忽然明白过来 你不会觉得我喜欢赵社会吧 薛燕这是在提醒她 赵社会最近不安分 让她好好管管 可是她跟赵社会没关系 她不是赵社会对象 陆佳佳急忙解释 我跟赵社会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喜欢她 薛燕眉头微微上挑 显然有些开心 就连声音都带上了愉悦 我知道了 她回头离开了 陆佳佳气呵呵呵地 往嘴里塞了两颗符 薛燕真是太过分了 我跟赵社会又没有什么关系 干嘛向她汇报赵社会的近况 陆佳佳接着嘴摸了摸 自己跳得很快的心口 生气道 跳跳跳 有什么可跳的 不就是个男的吗 没出息 薛燕这边走了出去 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 血色出现在了手指上 现在还不能吓到她 等以后结婚了 有的是机会补偿自己 陆佳佳下地个麦子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她 陆同志 你等等我 陆佳佳转身看到了罗青青 皱了皱眉 罗志青 你有什么事吗 有一点事情 上次你二嫂的事情 是我太冲动了 想了很久 还是想亲自跟你道歉一下 陆佳佳不解 并且提出建议 直接跟田青花去道歉啊 不用跟我道歉 你有没有对我冲动 田间的小路上 陆佳佳大步往前走 罗青青几乎小跑地跟在她后面 罗青青有些闹 谁知陆佳佳竟然毫无表示 他明明记得陆佳佳以前曾经偷偷地看过她 满脸痴迷 罗青青见马上就要到地里了 不行 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看来还需要再大胆一些 陆同志 我的脚受伤了 你能不能扶我一下 我真的走不动了 陆佳佳扭头看到罗青青弯下身子 指尖摸着自己的脚腕 眉头青醋 泪眼汪汪 他停下了脚步 不解地问 你的脚受伤了 明明刚刚还走得好好的 罗青青却以为自己的示弱有了成效 他柔弱地眨了两下眼睛 刚才在路上扭了一下 没想到越走越疼了 本来也不想麻烦你的 但四周只有你一个人 那我去把你对象叫过来 让他过来扶你 什么对象 就是凌峰啊 你们两个人不是在谈对象吗 我们两个人没谈对象 罗青青差一点跳起来 他死死地抓着自己的裙脚 声音发颤 谁说我们两个人谈对象了 我只是把凌峰当哥哥 他确实对我很好 但我们两个人只是兄妹之间的感情 泽泽 说的跟周文青一样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 又没有什么恩情 他帮你干农活 你说你一直把他当哥哥 这明显是在把凌峰当蠢货用 他蠢也就算了 你以为我也蠢 我只知道你作风不好 没想到新年也这么坏 陆叶国现在根本听不了什么当哥哥 当妹妹的言论 站着别人的便宜说这种话 太无耻了 陆叶国猛然朝后退了几步 生怕被罗青青给利用了 你这种女人离我远一点 我可不想当你什么哥哥 我不恶心 陆叶国说完转身就走 最后害怕罗青青追上来 竟然跑起来 罗青青傻在了原地 同时又感觉到屈辱 陆叶国竟然说他恶心 他又没逼着凌峰干活 是他心甘情愿的 他图凌峰能干活 凌峰图他好看 公平交易 他哪里恶心了 今天罗青青打扮得特别好看 陆叶国放心不下陆叶国 半中午的时候去巡查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万一他四哥抵制不了诱惑 做下了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 就算不取也得取了 薛阳正翘着腿在大树下休息 远远地看到陆佳佳走过来 一下得赶紧起身 急匆匆地躲了起来 他吃了陆佳佳送的那么多好东西 以前还骂他坏女人 太丢人了 薛千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的身后 突然喊 佳佳姐 薛阳吓得差一点摔在地上 薛千直接把弟弟扯了出来 两个人一起面对陆佳佳 陆佳佳看到是薛燕的两个弟弟 笑着问 怎么了 谢谢你昨天送的鱼 特别好吃 尤其是我三弟 特别喜欢吃 喜欢就好 有机会了给你们做麻辣鱼吃 陆佳佳养了养头 有些开心 他想 这算不算把薛燕的家里人给收服了 至少没以前讨厌他了 薛千看着陆佳佳明媚精致的脸 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 比天上的太阳还要夺目 怪不得他大哥喜欢 以后他也一定要找一个 跟陆佳佳这么好看的 光是站在那就养眼 薛阳倒是没想那么多 脑子里只有麻辣鱼三个字 他结巴着 那那你 你别忘了送啊 大不了他以后再也不说 他是漂亮的坏女人了 只说他漂亮 陆佳佳没想到薛佳竟然有个吃货 转了一下眼珠 故意调侃 要是我不给你送的话 你不会像上次喝水一样 哭着跟你大哥闹吧 薛阳脸红一下红了 等着脖子 谁闹了 我才没闹 明明是他大哥想接触陆佳佳 故意诬陷他的 陆佳佳笑出了声 知道了 做了麻辣鱼肯定让你尝尝 薛阳见陆佳佳一脸不相信 气呼呼的就要解释 却被薛迁按住了头 那佳佳姐你先忙吧 我们去跟妹子了 薛迁拉着薛阳往里面走 薛阳走到半路甩开的薛迁 你干嘛不让我说 要是陆佳佳现在还没喜欢上大哥 被你说的话给吓到了 开始躲大哥了怎么办 薛迁嫌弃的看着薛阳 大哥这是温水煮青蛙 相处时间久了 感情自然而然就来了 但是如果刚开始挑明 没了相处的机会 以后怎么培养感情 薛佳的条件太差了 一般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进来 更别提向陆佳佳条件这么好的了 薛阳想到昨天薛艳阴沉的脸色 瞬间不吭声了 要是让大哥知道他坏了他的好事 回去肯定要揍他 薛迁沉了沉生 而且你忘了三年前了 要不是陆佳佳 大哥说不定就死了 薛阳脑海里浮现了三年前的事情 脸色白了白 三年前大家都没粮食吃 薛艳为了家里的人能活下去 进了深山 结果却被狼抓伤了 村里的小诊所根本就不了 他们父子三个人好不容易到了镇上 结果却因为成分原因被排到了后面救治 陆佳佳当时正巧来医院拿碟损伤药 他拿了自己的文工团证 立正薛艳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以自己的工作担保 才抢先得到了特殊药品的救治 你以为大哥只看脸吗 那时候我就觉得大哥的眼神不对劲 但是他又不敢追 陆佳佳当时在文工团工作 翘生生的别提多好看 听说还有一个富家公子追求他 以薛家的条件 他大哥恐怕连一份爱慕都不敢表露出来 由于他们的身份太敏感了 陆佳佳怕这件事情闹大产生不好的影响 从来没有往外说过 以至于根本就没有人知道陆佳佳帮过他大哥 大哥现在好不容易想清楚了 你牺牲点名声怎么了 你想大哥打一辈子光棍吗 以大哥那种执拗的性子 要是娶不到陆佳佳 恐怕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 我知道了 我也没有很讨厌他呀 就是叫了他几句坏女人而已 谁让他有时候那么坏 骂大哥的话可难听了 你少管 以后等着叫大嫂就行了 上集 罗清清打扮得这么好看 陆佳佳不放心 找到了陆佳国 今天罗清清找你了吗 他脚扭伤了 我听你的话没搭理他就走了 泽泽 小妹 你别说跟你猜的真准 他竟然真的告诉我 他只拿凌峰当哥哥 简直跟周文青一模一样 继续保持 记得离他远一点 你可千万别跟他扯上关系 要不然你就惨了 放心吧 陆佳国点了点头 他现在对罗清清一点心思都不敢有了 太可怕了 罗清清不会也想让他去帮他干活吧 嘱咐完陆叶国 陆佳佳打算回家 小妹 今天做什么口味的鱼 还做鱼 陆佳佳有点吃腻了 吃一顿挺香的 顿顿吃那就有点反胃了 他想吃兔肉了 陆佳佳想跟陆母商量一下 能不能在上山打几只野兔和野鸡 他想换换口味了 陆佳佳去大广场找陆母 半路看到薛燕正在井边喝水 他本来想直接走过去 但还是先到了薛燕面前 他醋了醋没 喝生水不好 薛燕身上脏兮兮的 就立刻想到自己还在暗恋他 要是以前那是关心救命恩人 但是现在呢 那可就是目的不纯了 陆佳佳轻咳了两声 那你洗脸吧 我先走了 他继续往前走 但是走远了 又有点丧气 陆佳佳有些烦躁 可很快后面也传来了匆匆的脚步声 他还没回头 就被人一手揽住腰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薛燕已经把他放到了墙角 陆佳佳脸上有些红 刚要出声 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 他视线朝外面移了移 看到赵世慧和几个男人 来到井边喝水 陆佳佳觉得薛燕身上的热气 源源不断扩散 就像是冬天的火炉 烫得人身体发慌 你干什么 薛燕红着耳根 嗓音有些抖 后面湿了 什么后面 陆佳佳疑惑地看着他 还没反应过来 就是后面 后面的 陆佳佳醋了醋眉 但很快肚子抽动了一下 虽然不明显 他脑海里还是想到了一种可能 他以前在现代每次来的时候 肚子都会特别痛 有时甚至需要吃止痛药 但这次只是稍微有一点难受 一点其他的感觉都没有 也正因为如此 陆佳佳从来没有往那种事情上想过 薛燕却以为陆佳佳还没有听懂 努力解释 裙子后面粘了东西 很明显 不能被其他人看到 我知道了 陆佳佳急忙打断他 他捏紧了手指 恨不得捂住薛燕的嘴 然后再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低头不吭声 准备等赵社会一行人喝完水就跑回家 赵社会喝完水四周看了看 他记得薛燕先他一步走出来喝水 怎么外面没他的人也 等赵社会他们走了 薛燕将自己外面的挂子脱下来 记在陆佳佳腰上 有点脏 能遮 他低着头 漆黑的同谋些怯懦阴沉 陆佳佳没抬头看他的表情 他只有慌乱 没啊 不脏 我不觉得脏 有人问你就说是你哥哥的衣服 不会有人说什么的 这个年代男生的挂子基本上都是黑色灰色 没什么差别 我知道了 下午还你 陆佳佳一溜烟 是腰上垂下来的挂子又脏又黑 每次和蓝色裙子接触一下 都能在上面染上脏污 就像是在招式他和陆佳佳 薛燕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他确实配不上他 也一直在抢球 但就算再配不上 他也偏偏要吃上这块天鹅肉 薛燕回去的时候只剩下了背心 因为大广场有很多人热得都把挂子脱了下来 也没人在意薛燕为什么脱了挂子 陆母正在挑麦子 可能是想明白他和薛燕未来的关系 总是有意无意地打烂薛燕 要是薛燕敢跟其他女孩子眉来眼去 哪里不稳重 有什么缺点 他都得用小本子记下来 可是观察了这几天 他发现薛燕特别能干 也不拈花惹草 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其他女孩子 但是 这也不能说薛燕通过了考核 毕竟他闺女长得这么好看 有眼睛的都知道选谁 万一将来有个比他闺女长得还好看怎么办 嘿 这个思想不对 明明我闺女长得最好看 咱们有人比我闺女长得还好看 不想了 回家做饭了 可别饿到我闺女了 陆佳佳跑到自己屋里关上门 换了裙子 果然后面有了痕迹 还特别明显 就是这衣服该怎么洗 会不会也招来鱼 还是先去山上捉野鸡兔子吧 对了 不知道袍子肉好不好吃 在现代的时候 他吃过一次人工养殖的袍子肉 又是挺嫩的 陆母到家的时候 陆佳佳刚换好衣服 见他房门紧关着 着急地推了推门 佳佳 咋了 要不今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去上山吧 看看有没有袍子 陆佳佳小脸兴冲冲地凑近陆母 陆母想了想 问 你这血是到山上或者湖里才能用 要不然说了这么久 也没见袍子跑下来 应该是的 可能害怕对其他人不公平 天道只是简单地弥补了一下他的伙食费 而且还有诸多限制 陆母翻了个白眼 但也没敢多说 生怕天上那个家伙给他们家穿小鞋 行 那今天晚上就去 妈先去给你做红糖水煮鸡蛋 陆母准备出去 突然看到了床上薛燕的衣服 这是谁的衣服 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但还是傻傻地看着闺女追问 你们干啥了 陆母眼睛都快红了 她闺女还没嫁人 不会让薛燕那个小子占了便宜吧 毕竟年轻人火力大 万一控制不住 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到时候未婚生子 不嫁也得嫁了 陆佳佳见陆母反应十分激烈 她快速摇头 没有 就等一下 她话还没说完 门就被推开了 陆叶国急匆匆地从外面走了进来 娘 咋了 她在外面听到陆母高昂地询问衣服的声音 一般她娘发出这种声音 基本就有人要挨打 陆叶国觉得有些惊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娘气得竟然要打小妹 你给老娘滚出去 谁让你进来的 陆母瞪着她 陆叶国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但下意识地给自家小妹顶锅 娘 我的衣服 那是我的衣服 你的衣服 以为我认不出来呀 陆叶国说完才把心思放在了衣服上 刚才没多想 现在一想更加惊悚了 她小妹房间里竟然有男人的衣服 终于知道她娘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了 陆叶国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 觉得有些熟悉 小妹不会让其他男人这样的便宜吧 不行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也不能让娘打小妹 说是我的衣服正好有了名头 陆叶家不知道为什么画风变成这样 她急忙解释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这是 是我的衣服 是我让小妹带回来的 好啊 你个懒货 竟然让你小妹拿衣服 老娘今天非打你一顿不可 父母气正没处撒 闺女舍不得打 儿子凑上门来了 先打了再说 她在陆叶家房里瞅了瞅 发现没有趁手的物件 走出门外拿了根柳条 把陆叶国按在门上抽 陆叶国咬着牙一声没坑 也不是很疼 就是这么大了还被打屁股有些羞耻 一连抽了十几遍 陆母还在她屁股上踹了一脚 滚远点 陆叶国揉了一下自己的屁股 娘 你别打小妹 她还是个孩子 四哥 没事 妈不会打我的 你误会了 陆母将柳条扔在地上 打了儿子一顿 果然舒服多了 两人又重新坐回了屋里 陆母看着床上的衣服 平和地问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血粘到衣服上了 薛燕看到了 把衣服脱给我遮血迹 我们两个什么都没干 真的 陆佳佳生怕陆母不信 高速频率点了点头 陆母知道自己刚才太过激动了 毕竟闺女长得好看 薛燕这个年纪又气血方刚 她是这个年纪过来的 知道小年轻谈恋爱以上都不管不顾 什么事都敢干 没结婚之前 什么事都不能跟别人做 听到没有 陆母努力轻声嘱咐 陆佳佳塞边又红了 她飞快地点了点头 但很快又有些落寞 陆佳佳以前觉得自己长得挺好看的 但现在她发现自己在薛燕面前 根本没什么魅力 算起来 她和薛燕都亲密接触过好几次了 薛燕都对她没什么反应 说不定真的把她当妹妹 陆佳佳算了算 她今年17岁 薛燕都23了 他们两个人相差6岁 当妹妹确实挺合适的 好纠结 她不想当妹妹 是说这衣服是她的吗 我让她拿去洗了 等洗干净了再送回来 总不能让陆佳佳这个 还没出嫁的闺蜜洗薛燕的衣服吧 有儿子 不用白不用 她打开门 陆叶国正站在门外伸着耳朵听 娘 陆叶国挠着自己的头往后退了退 屁股上还火着一片 她倒是不怕疼 就是太丢人了 跟打小孩子一样 去 把你衣服洗了 洗完晒干净 陆叶国看着自己手上的黑色衣服 刚要打亮打亮 你个混小子 你还不赶快去 看看看 把衣服弄得那么脏 赶快去给老娘洗干净 要不然 你今天拱着屁股给老娘干活 陆叶国吓得急忙往外跑 跑出去了好远 才仔细打量盆子里的衣服 比我的大 但看着不像大哥二哥的呀 他离境闻了闻 有股汉味和卖档味 你干啥呢 赵社会这时猛然在后面 拍了一下陆叶国的肩膀 表情极其嫌弃 想不到你还有这批号 闻自己衣服上的味 闻 闻 闻自己衣服怎么了 我是看看脏到什么程度 你懂不懂 不懂别胡说八道 心虚了 心虚了 你要是没心虚 肯定只说第一个字就闭嘴了 没想到却解释了那么多 我猜猜 不会是晚上 赵社会黑黑笑了起来 陆叶国气得直翻白眼 滚一边去 别耽误我洗衣服 让我看看啥衣服 赵社会扬起手看了看 总觉得莫名很眼熟 陆叶国追上去一把夺过来 一件衣服也看 小气 两个人一同在路上走 赵社会拍了一下自己脑呢 我知道哪里熟悉了 这件衣服跟薛燕的太像了 你看看这冯补丁的位置都一样 你瞎说什么 谁跟他的衣服像了 是他跟我的衣服像 陆叶国心跳突突响 但是却努力将这件衣服 跟薛燕甩开关系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要不然他小妹的名声就毁了 我当然知道 衣服不是薛燕的了 不说了 你去洗衣服吧 我先回家吃饭 陆叶国看着赵社会的背影消失 仔细看了看盆里的衣服 薛燕的衣服在他小妹的房间里 陆叶国觉得呼吸不畅了 薛燕这个家伙竟敢欺负我小妹 我一定不能放过他 这是你洗的衣服 陆佳佳眼神恶狠狠地扫向了陆叶国 陆叶国见自己做的好事被小妹发现了 鱼六烟进了厨房 陆佳佳深吸了一口气 他欲哭无泪地看着衣服 衣服都破成这样了 该怎么还回去 他真想撕了他四哥 晚上陆母拿着一盒牛肉罐头 进了陆佳佳屋里 摸了摸陆佳佳的额头 发烧了 不舒服 不是 陆佳佳睁着眼睛看屋顶 他被陆叶国气得心梗 但是四哥刚刚帮他挨了一顿打 他也舍不得他再挨打 那尝尝牛肉罐头 上次你吃的时候 不是说味道好吃吗 陆母没往别处想 女孩子总有几天不舒服 快吃 妈给你热过了 一点都不凉 这还是你三哥专门留给你的 陆佳佳扁了扁嘴 坐了起来 尝了一口牛肉罐头 实在是没有什么胃口 我不想吃 妈 家里有黑色的破布吗 咋了 没什么 就是有衣服破了 没事缝缝 陆佳佳刚才已经扒过自己的柜子了 他确实有一两件黑色的裤子 但整整齐齐的 都还能穿 总不能把好衣服剪了吧 他还做不到那么败家的事情 妈给你缝 衣服在哪 保证给你缝得漂漂亮亮的 我自己闲着无聊 正好缝衣服 打发时间 你把布给我就行了 陆佳佳生怕陆母又问什么 摇起一勺牛肉朝着陆母嘴里塞了过去 多吃点 对身体好 补身体的 你这两天都累瘦了 我闺女孝顺友 嗯 知道了 多吃点 陆佳佳又咬了一勺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妈 我三哥什么时候回来 陆母沉默了一会儿 恐怕都到过年了 要是情况特殊 过年也不一定能回来 那晚上我们打了袍子 熏一熏 给三哥送过去吧 提到自己的三儿子 陆母脸上的笑容没那么多了 他给了点头 行 给老三寄过去 儿子里面陆母最牵挂的就是陆晋国 前些年太艰难了 为了给家里省粮食 陆晋国主动当兵走了 他扎营的地方偏远 也花不到钱 月月工资直接都打到了家里 有了什么好东西也都寄回来 听说现在也升到了营长 那么多人咋就他当了营长 不用说 都是拿血拿命拼出来的 晚上计公分时 薛燕并没有过来 而是薛千帮忙来汇报的 薛千说完公分之后解释 李大嫂的儿子小雨摔伤了 我大哥带他去镇里的医院了 所以没时间来 我知道了 但其他来汇报公分的婆子 听到了这件事情小声议论了起来 薛家好像经常帮李家那寡妇吧 甚至当初有媒婆撮合薛燕和李家寡妇 也不知道为啥没成 肯定成不了 李寡妇的儿子小雨都六七岁了 薛燕还没结过婚呢 怎么可能愿意 照我看他们家成分也不好 时间长了 说不定就成了 你看薛燕有两个弟弟 家里还那么穷 谁会嫁给他 有个女人就不错了 你还别说 要是他们俩真没意思 薛燕也不可能这么帮李家 我看好是不远了 原来薛燕早就有绯闻对象了 而且关系一直还不错 陆家家心瞬间就沉了下来 他突然特别难受 低头看着钢笔尖没动 赵社会也听到了不远处的谈话 趁热打铁 决定把薛燕这个情敌彻底踩下去 他故意道 我说薛燕今天怎么没来 原来是送那个小雨去医院了 说不定以后是自己儿子 陆同志 你可千万别忘给薛燕几公分 没忘 等人都走了 陆家家也收拾收拾回家了 路上觉得没劲 一直看着脚下的路 他现在特别迷茫 尤其在听到薛燕有绯闻对象的时候 薛燕和薛千从一棵大树后面走了出来 薛千本来以为今天大哥不会回来了 没想到竟然赶得这么急 说起来他今天可立了大功了 肯定能提前帮他大哥追上嫂子 大哥 我今天又听见你和李大嫂的闲话了 薛燕扭头 脸色有些黑 也有些慌 他不知道陆家家听到多少 薛千凑近薛燕 那些唐舌妇唠唠叨 家家姐可全都听到了 李家大哥没去世之前 曾经给过薛家一碗汤 所以李家大哥去世之后 薛家能帮李家的地方尽量帮 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村里就传出来了薛燕和李家嫂子的事情 刚开始他们还对外解释 到最后也懒得解释了 薛千觉得那些人有病 李家嫂子都三十岁了 他大哥才二十三 两个人平日里也没什么接触 只有特别棘手的事情才会帮一把 也不知道怎么就被外界传成那样 薛千见薛燕的脸色沉了下来 黑童带着英质 他咽了咽喉咙 大哥你就不想知道家家姐的反应吗 什么反应 我看他有一点难受 肯定是喜欢 这样肯定能加快家家姐认清自己的感情 光温水煮青蛙也不行啊 偶尔也得来点沸水 才加快一下反应 薛燕狭长的眼眸咪了起来 他不是没有想过这种办法 但是他怕弄巧成拙 薛千得意道 大哥你不要担心家家姐误会 等过两天我就会找个机会解释清楚 他要是真的喜欢你 肯定特别惊喜 你很开心 薛燕冷眼看着自作主张的薛千 薛千脸上的笑瞬间收了回去 好吧 你大哥的心机 要是想用这种方法肯定早就用了 可是大哥晚上睡觉还叫着人家的名字 但我睡觉啊 还有 别以为我不知道 大哥一直不敢试探 就是害怕陆家家对他还没有感觉 胆小鬼 一个星期不许吃晚饭 啊 薛千想的太简单了 他想和陆家家在一起有千万种方法 但是唯独不想伤害他 他是怕他还不喜欢他 但更怕他伤心难过 薛燕宁让陆家家慢慢的察觉到自己的心意 也不愿意他坠坠不安 以后别再这么做了 薛千迅速点了点头 他只是在其中推波助澜 再说了李嫂子的事情陆家家早晚都会知道 凌晨的时候 陆家家的窗户被敲了一下 他立刻起身 悄悄地打开门 陆父和陆母已经准备好了 就连家里的刀都带着 走 陆母牵住陆家家的手 今天夜色亮 三个人在山脚下找了个偏僻的位置 妈 你想要几只野鸡和兔子啊 家里人多 四只野鸡三只兔子吧 反正三四天就造完了 对 四只野鸡三只兔子 再来一只袍子 他的话音一落 陆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刀 面无表情 陆家家提出建议 要不让我爸下手吧 得了吧 你别看你爸鬼点子多 但下手还没我利索呢 不就是两只动物吗 好吧 陆家家半眯着眼睛看山 很快 不远处传来了动静 野鸡先跑下来的 那女狗齿刀落 明天妈给你熬汤喝 野鸡汤大补 好好补补身子 明天多加点红枣枸杞 补气血 我还能不知道吗 陆母瞪了陆父一眼 然后又冲向一只兔子 四只野鸡三只兔子 很快就把一个被篓装满了 陆家家往山上看了看 陆家家往山上看了看 陆子怎么还没来 不会是没有吧 正想着 一只褐色毛皮的动物 从山上跑了下来 陆母眼睛发亮 呼上去一下解决了傻袍子 还不赶快抱回家 你没看闺女困了 陆母回头去了一眼 没眼色的陆父 陆父看到自家老婆子心狠手辣 急忙将快咽了气的傻袍子 给抱了起来 陆家家看着一被篓猎物 犹豫地问 这些东西怎么和哥哥们解释 怎么解释 那就跟上次一样 你三哥送的 陆母脸上有些不耐烦 早就该把他们分出去了 连吃个肉都不方便 还得解释 谁敢多问 直接一巴掌拍死他 陆家家认真的点了点头 然后嗓音带了些小讨好 妈 我想吃麻辣兔肉 不能吃辣的 妈明天给你卤了 也很香 陆母想着自己口水也流下来了 这个年代没一个不馋肉的 三个人一回到家 陆家家就被推到自己房间里睡觉了 清晨 张书云又被吓得一个亮枪 这次没摔倒 扶住了后面的桌子 娘 叫啥叫 叫啥叫 有 有有 知道了 老三送过来的 我看还新鲜着呢 老三离村里那么远 怎么可能寄过来这么新鲜的 这都是刚打的 人家连夜送过来的 不让声张 你也知道你三弟的身份 人家不让问咱就不问 你也活了这么多年了 一点稳重都没有 遇见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 大房长席就应该从辱不惊 你看看你这点出息 丢死人了 张书云愣了愣 想了一会低下头 他反应确实挺丢人的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还这么大惊小怪 娘 我错了 知道错了就行 以后别这么大惊小怪了 要是下次我不在家 他们给你们送过来 你这反应 岂不是把我们老陆家的脸 都给丢尽了 成功转移了重点 陆母嫌弃的扫了扫张书云 遇到点事情就嗷嗷叫 非要刨跟接底 就别问你只需要知道 这是你三弟给你小妹 送过来的就行了 是你占了你小妹的光 其他啥都不用想 陆佳佳等饭 差不多做好了才起来 可能是身体习惯 她晚上只要一熬夜 第二天就会起来很晚 小妹 热水都给你准备好了 张书云贴心的将东西摆好 她看着陆佳佳 翘生生的小脸 怪不得婆婆这么疼小姑子 现在想想 小姑子不仅长得漂亮 脾气还好 谁不疼啊 再想想她以前 不就是帮小姑子 洗了两身衣服吗 有什么可委屈的 张书云未表忠心 在饭桌上道 娘 以后别让小妹做饭了 我做就行了 陆母瞪了瞪眼 本来就该你做 你小妹不在家 你就不做饭了 你看看你碗里的鱼 那都是我闺女的 家家麻烦鱼 怎么也轮不到 她做饭吧 但她闲着的时候 还是做饭了 不都是心疼我们吗 有这样的小姑子 你就偷着乐吧 对啊 就算是没小姑子 我也要做饭 而且还吃不上鱼 再退一步说 小姑子出了鱼 那就该我们出力了 原来不是我帮小姑子 而是小姑子帮我啊 张书云瞬间恍然大悟 有些羞愧的结结巴巴 是我 我亏了小姑子 哼 知道就行了 陆家家去上宫的时候 薛燕很早就来了 她看着陆家家 有些紧张 昨天薛千山做主张 她既想让陆家家有反应 又害怕陆家家醋眉 陆家家看到薛燕 扫了她一眼 生着闷气 到了屋里 一切都按照程序来 没了以前的笑脸相迎 薛燕身体默然蹬直 她黑铜沉着 手指用力地蜷缩 随即转身走了出去 大概两个小时后 陆家家坐着无聊 看到薛燕的身影一闪而过 她末地坐直了身体 想了想 将衣服拿出来走了出去 可等出了门 并没有发现人 她往前走了走 听到不远处的拐角传来了声音 薛燕想借着要衣服来看看陆家家的反应 刚走到了门口 就碰到了从镇上回来的李家嫂子 真是谢谢你了 昨天要不是你把小雨送到镇里 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办 儿子是她的命根子 是她丈夫唯一留给她的念想 薛燕面无表情 没事 真的谢谢你了 李嫂子看了看四周 抱紧了怀里的孩子 那我就先走了 寡妇门前是非多 她以前不过是跟薛燕多说了两句 就传出来了一系列难听话 甚至还有些男人亲见她 陆家家没敢离得太近 只扫了一眼 李家嫂子长相清秀 虽然有些非 但无关端正 如今抱着孩子 看着挺可怜的 薛燕在她前面站着 看不清是什么表情 但场面觉得两个人挺配的 陆家家想到了昨天晚上的传闻 回忆了一下书里的剧情 书里没说薛燕结婚啊 还是说薛燕喜欢这个李家嫂子 只不过因为剧情设计两个人才没成 就在她愣神期间 李家嫂子已经离开了 薛燕朝着她这边走了过来 陆家家急忙跑了回去 拿起桌子上的钢笔装模作样 她深吸了一口气 陆家家想 她是绝对不可能当第三者的 也不可能去破坏别人的感情 还是尽快把这点暗恋掐灭吧 她等了一小会儿 见薛燕走了过来 你是来拿衣服的吗 昨天谢谢你了 衣服已经洗过了 薛燕垂眼看着衣服 伸手接了过来 陆家家显然是不想再多说 低头看着账本 薛燕摸不清陆家家的心思 她到底是因为对她有感觉了生气 还是以为她有喜欢的人了保持距离 薛燕有些慌 但现在还是一无所有的窘迫 让她张不开口问 她眼神阴郁 压抑不住的疯狂想法 在她脑海里疯狂回荡 想了一会儿 她怕自己的无措伤到陆家家 急忙转身离开 陆家家一直到农收结束都躲着薛燕 根本就不给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她认为这样就会慢慢的压下对薛燕的感觉 今天农收结束 整个大队都休息 陆母把饭给陆家家留了出来 陆家家一觉睡到八点多 她迷迷糊糊的醒过来 觉得活昏脑胀 特别难受 好一会儿才想起了昨天晚上喝酒的事情 之后的都不记得了 喝酒太难受了 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洗完脸 感觉唇上有些刺痛 她回房拿起镜子看了看 喝醉了不仅难受 醉还重了 吃完饭 一出门看到了陆草 陆草干浓活黑了几个度 她本来就不白 现在更黑了 堂姐 陆草对着陆家家笑 陆家家点了点头 她还记得上次陆草故意诋毁她的事情 根本没给对方好脸色 陆母不知道上次发生的事情 陆父爱与两家的关系也没跟她讲 她从陆草一进来就嘱咐她 你堂姐身体弱 你看看晒了那么久 脸色还是那么白 她可比不上你 你看看你多壮士 一看就能下地干活 以后要是有人欺负你堂姐 我不在身边 你可要多帮帮她 陆草僵硬的点了点头 陆家家看着陆草有口难说的表情 觉得有些爽 陆草生怕陆母在说让她帮陆家家的话 急忙到 二婶 我今天来是想问问堂姐 明天去不去镇里 我想去逛逛 但一个人挺孤单的 去镇里 陆家家眼睛亮了亮 她早就想去镇里看看 就是最近太忙了 根本没时间 时间走 去镇里有点远 拖拉机一个小时才到 但就是位置少 得早点去 七八点就去站位 陆草一有所指 陆母大手一挥 表示这都不是事 没事 拖拉机明天是你四哥开 让他给你站位 陆草急忙到 二婶 你让四哥也给我站个位 他来的目的就是这个 村子里人太多了 他每次去都坐不上好位置 或者根本坐不上 行 二婶能不疼你吗 但二婶有一个要求 你可要好好照顾你堂姐 他半开玩笑地说 要是你堂姐出了什么事情 二婶可要找你啊 陆草强行让自己笑了笑 他心里难受 他为什么不是陆母的女儿呢 他要是陆母的女儿 一定会比陆佳佳做得更好 陆草强颜欢笑地离开了 他一走 陆母脸就冷了下来 对于这个有心思的执女 他实在是喜欢不上来 但是两家又有血缘关系 住得这么近 总不能因为一个陆草闹僵 下午 陆佳佳和陆母闲着没事 正在院子里的大树下乘凉 陆大娘走进院子 面带笑意地叫着 大鸭 大鸭 咋了 这不是小草的事情 有着落了吗 南方家里来人问了 想让你一起过去看看 现在相亲 南方来女方家里打探情况 女方家会找一些人冲面子 多相看相看 顺便出出主意 陆佳佳本来还有些发困 小脸瞬间精神了 他从椅子上直起了腰 活了那么多年 他还从来没见过相亲 行行 我去给你把把关 陆母立刻急切地站了起来 跟陆草是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陆大娘对陆母上新的样子很满意 他笑得更灿烂了 陆佳佳没动 他不知道像他这种没结婚的女孩 能不能看现场 万一不让去呢 陆大娘对着陆佳佳笑了笑 佳佳 你会让你娘给你拿糖吃 这是不让她去的意思 陆佳佳又重新躺回了摇椅上 眯着眼准备睡觉 陆母暗地里得意地挑了一下眉 像今天这种情况 也没有规定不让其他年轻的女孩观看 但陆大娘不让她闺女去 还不是因为她闺女长得好看 她被抢了风头 陆母转头叫上家里的孩子 来来 都去你大伯奶家热闹热闹 他们很喜欢这样的相抗活动 因为每次都能分到堂 陆母带着孩子们去了隔壁 张淑云也在家里收拾收拾去了 家里只剩下了陆佳佳一个人 陆佳佳手上拿着扇子 无聊的扇风 她没想到陆草这么快就要有对象了 不对 陆草不是现在和周文青纠缠在一起吗 那 陆佳佳突然有些同情难方 恐怕这次相亲不会那么风停浪静 她拿着扇子无聊的抬眼 目光扫向门口 突然被外面出现的面黄肌瘦的脸吓了一跳 这张脸出现得太惊悚了 眼窝深陷 颧骨高耸 唇干巴巴的 就差皮包骨头了 田金花 你干什么 田金花急度地咬了咬牙 家里的好东西给男娃吃也就算了 天天都让这个丫头骗子给吃了 但为了回到陆佳 她不敢表露出半分不满 小妹 要是其他人这出样子 陆佳佳真的会生起怜悯之心 但是田金花她实在是可怜不起来 当初田金花嫁过来之前也是这样的 她的田家走了 自己愿意的 自己受着 你来带什么 我就是来看看 马上走 马上走 田金花转身就跑了 她知道陆佳佳这个丫头骗子现在不好惹 万一叫来了陆佳人 恐怕又要挨打 她还是暗地里找大山 等把陆佳的孙子拿捏到手了 她就不相信陆佳不让她回去 一个小时之后 陆母翻着白眼回来了 张淑云想起刚才的事情 脸色有些一言难尽 你看草丫头今天的表情 我看这件婚事成不了 陆佳佳瞬间支起了耳朵 感兴趣的问张淑云 大嫂 发生什么事情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看那丫头就是个傻的 要我是她娘 我非得暗地上揍一顿不可 陆母气呼呼的坐在凳子上 讲了南方的家庭条件 南方家是东水村的 姓张 早早的去当兵了 在部队表现不错 每个月都有工资补贴 但上一年受了伤 他们家里人担心自家儿子的安危 这才想到了陆草 陆草被传言是福星 他们家想着给自己儿子 找个有福气的媳妇 保佑平安 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 平安回来就行 你不知道那小子 在部队表现特别好 跟你三哥差不多 以后前途大着呢 人家连城里的也能谈一谈 看上陆草 还不想给自家儿子求个平安 要不然怎么可能找他 陆母也不是贬低陆草 而是他确实没什么出众的地方 什么都不会 长得也不好看 干农活也不积极 一样拿得出手的优点都没有 而南方呢 听说不仅长得高 还俊 家里人也都不错 没什么纷争 看上陆草 完全是他沾了这福星的名头 最重要的是 陆草这福星的名声 还是从陆家家身上露的羊毛 他本身也不是什么福星 陆母撇了撇嘴 要是我 那不得上赶巴掌 你知道陆草这丫头咋做的吗 全程掉脸子 把自己抬得高的有 不知道的 还以为南方是有多高攀攀 对 我还以为是举皇帝的闺女呢 南方多好的条件 人家就是图个吉利 他还不愿意 我看成不了 成不了 成啥呀 人家今天过来 就是想看看你陆大娘的意思 顺便看看姑娘怎么样 草丫头全程冷着一张脸 一看就瞧不上他们 要是老娘 立刻转身就走 媳妇娶不好 窝心一辈子 那也不一定吧 人家看上的是他福星的名头 日子是两个人过的 哪有娶了福星就能躺赢的 别到时候 给儿子娶了个糟心媳妇 毁了一辈子 陆家家有些渴 刚要去倒水壳 走两步想起了田津花的事情 妈 今天田津花跑家门口了 不知道想干什么 二房的孩子瞬间竖起了耳朵 尤其是大山眼泪啪啪往下落 奶 我娘在外婆家过得可惨了 天天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现在可瘦了 你什么时候让她回来啊 大山还记得上次陆母帮田津花出气的事情 这次故意把田津花说得很惨 你说啥 陆母头上直冒火 你还想让那个不要脸的玩意回来 最近老娘让你过得舒服了 就凭田津花跑去给田家挣公分 陆母就绝对不会再接受这个儿媳妇 就算整个二房都不要了 她也不会再让田津花回来 陆母拿起旁边的柳条 朝着她屁股上抽了几次 让你说 老娘让你说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的东西 跟你娘一个德行 大山吃了一顿竹笋炒肉 捂着屁股哇哇哭 陆母被炒得头疼 扬了羊手里的棍子 再哭一句 老娘还抽你 大山强忍着哭声 一抽一抽的 陆母看她这副窝囊样子 冷了冷眼 她来教训是不挡用了 她帮着她挡雨 说不定将来还敢把她的伞给劈了 骂她多管闲事 既然如此 那她就不管了 陆母带着陆佳佳去厨房倒水 陆佳佳问 妈 你想怎么处理田金花的事情 离婚 让你二哥马上去离婚 不离婚都滚 我看见就烦 那万一田金花不离呢 她敢不离 可她要是硬不离 又哭又闹 恐怕一时半会儿根本离不了婚 见青娘老人上青筋都抱了出来 陆佳佳眼珠子动了动 后见陆母 可要是田家人同意她离婚呢 田金花不是最听父母的话 要是田母发话了 田金花肯定会同意离婚的 陆母瞬间就有了主意 老娘看啊 二房这回离婚 大山这个糟心的东西 肯定会被田金花哄走 用来要挟我们陆佳 陆佳佳点了点头 妈 你是怎么想的 想跟谁就跟谁吧 我们也不能拦着 光嘴皮子上说 没有用 七身经历了 才有说服力 现在大山才七岁 还能改改 等再长大一些 性子就拗了 更难掰了 人家想跟着亲娘 我们拦着 算怎么回事 费力还不讨好 反正道理都给大山掰扯轻了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大娘在家里气得腰都直不起来 拿着手上的柳条使劲打入草的 你个糟心的玩意儿 来之前我是怎么你说的 让你勤快一点 勤快一点 结果呢 你把脸都给老娘拉到地上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 人家非得供着娶你 他上一年就知道张家的事情 说实话 人家孩子太优秀了 光没人都去好几趟 只是因为在部队的原因 现在才没有结婚 陆大娘自从知道 这张家父母对他闺女有意思 他昨天激动的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早早的就起来准备 你知不知道张磊的条件有多好 村里那些漂亮的小姑娘 都眼巴巴盯着 嫁过去你下半辈子 就是享福的命 我不稀罕 陆草英憋着自己的眼泪 现在早就提倡自由恋爱了 条件好怎么了 我才不会因为一个人条件好 就嫁给他 我要的是感天动地的爱情 陆大娘一个养岛差点晕了过去 幸亏被后面儿媳妇扶住了 她抖着手指着陆草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这个心比天高的东西 长得难看又不勤快 你再看看佳佳 她长得漂亮 高中毕业 不仅会跳舞 现在还有那么好的工作 你整天想着跟她比 你从哪比啊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有了你这么个闺女 陆草被戳破了心思 她等着脖子 我哪里比不上堂姐了 对 她是比我好看 但是这怪我嘛 为什么二神把堂姐生的那么好看 你却把我生的这么难看 她高中毕业怎么了 我还是福星呢 谁娶了我一定会转运 要不然张家为什么巴巴的想要娶我呢 你 你 二神 我婆婆晕了 陆大娘的大儿媳急匆匆地跑到陆母面前 咋啦 这是 还不是我小姑子的事情 那赶快走 陆母了然于心 带着张淑云急急忙忙去了陆大娘家 陆佳佳也跟在了后面 她想 陆草恐怕又说了什么让陆大娘接受不了的话 要不然能把人给气晕了 正常人怎么可能轻易晕倒 尤其是陆大娘这种常年干浓活 身强体壮的妇女 一行人到了陆大娘家 陆大娘躺在床上 二儿媳妇在旁边照顾她 陆草色缩在床边 手足无措 因为南方家只是刚开始的串门 女方家不好显得太重视 所以陆大伯和两个堂哥都上山打猎去了 呦 大姐姐 陆母跑过去伸手就掐陆大娘的人中 好一会儿对方才放过气 陆大娘恍恍惚惚地醒了 视线一扫到陆草 额头上的青筋就冒了出来 她颤颤巍巍地指着陆草 滚 你给我滚远点 别让我看到你 陆草抹了抹眼泪 一扭头跑了出去 葬孽啊 陆母在旁边安慰 小贝们自动离开 陆佳佳一出门看到了蹲在墙角的陆草 陆草一边摸着自己的大辫子 一边咧着嘴哭 陆佳佳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堂姐 我做错了吗 你不是说过爱情自由吗 我现在不想听从家里的安排 怎么错了 这 陆佳佳努力想了想 陆草比她小五个月 也不知道是不是青春期到了 就喜欢跟别人对着干 她开口道 可周文青也不是什么好人啊 自由恋爱也得先找对人吧 陆草瞬间警惕起来 堂姐不会是要跟她抢周文青吧 她瞥着眼 堂姐 你别骗我了 要是周文青不好的话 你怎么可能追她一年 陆佳佳看了看陆草 显然多说无意 我还有工作要做 我先走了 陆佳佳转身离开 淡蓝色的裙子搭在漂亮笔直的小腿上 她腰显得很细 火梗又长 因为练过舞蹈的缘故 走起路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意态 陆草极度地咬了咬唇 陆佳佳这么漂亮 周文青都没有看上 这不正好可以证明她不中女色 爹说过 这个世界上不中女色的男人很少 遇到了就要死死抓住 那我现在死死抓住周文青有什么错 家庭条件好怎么了 我陆草就是不稀罕 陆佳佳去了工作的地方 闲着无聊 然后开始在纸上写明天要买的东西 不知道过了多久 眼前一按 阴影投了下来 她疑惑地抬头 见薛艳正站在她前面 今天是我开的拖拉机 我来登记 好 好的 陆佳佳急急忙忙打开了笔记本 将今天的情况记录了上去 昨天 薛艳提了两个字 她沉眼看着陆佳佳的反应 什么 薛艳心瞬间沉了下去 她不记得了 现在就连她自己都怀疑 昨天是不是个梦 没事 昨天晚上的事情说出来 对陆佳佳的名声有损 她是个男人 只有她自己知道就行了 陆佳佳的心砰砰跳 她已经连续两天 没有跟薛艳好好说过话 本以为暗恋很快就能掐灭 但是见到她 还是慌乱不自然 眼神闪避 去检查一下拖拉机吧 薛艳没等陆佳佳回话 率先走在了前面 陆佳佳想了想 追了上去 跟在薛艳身后 半路上 薛千和薛阳这时候跑了过来 大哥 薛艳本想着再和陆佳佳单独相处 但没想到两个弟弟突然跑过来 她瞬间脸色紧绷 面无表情 你们怎么来了 大哥 我见你这么晚都没回来 我来看看 她急于跑过来赎罪 这两天陆佳佳一直躲着她大哥 薛艳的脸色飞得跟要下雨一样 她每天都战战兢兢 主要是她已经两天没有吃晚饭了 肚子天天饿得咕咕响 四个人走到了放拖拉机的地方 陆佳佳还是第一次在现实中见拖拉机 一靠近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肌肉味 油香 机身都玩好 薛艳把需要注意的地方只给陆佳佳看 陆佳佳思懂非懂地点着头 薛艳看了拖拉机机动坏了 她上前摸着看 这个年代的自行车都是珍贵的 更别提机动车了 别乱胖 薛艳小声嘱咐 她对公家的东西比较敏感 每次开拖拉机都会特别注意 我知道了 可以碰啊 又不会坏 你喜欢看就摸吧 说不定以后还能成为发明家呢 薛艳看了看陆佳佳 又看了看大哥 薛艳有些无奈 摸吧 薛艳熬了一声 突然更喜欢陆佳佳这个漂亮的女人了 薛艳还在讲关于拖拉机构造的事情 陆佳佳乖乖地听着 陆佳佳不懂薛艳为什么要讲这些 她将来又不生产拖拉机 但看着薛艳异常认真的脸色 她又不好意思打断她 薛艳摸了摸额头 突然感觉她闷骚的大哥一点都不会追女孩子 别人都是送花送好吃的 而她大哥为了跟心爱的女孩子多相处一点时间 给对方讲拖拉机的构造 薛艳在旁边听着 见时间差不多了 壮丝无意道 大哥 李嫂子的儿子小雨今天的烧退了 腿好好痒痒就没什么大碍了 陆佳佳听得都有些发困了 但一听到李嫂子这三个字 小时候瞬间支愣了起来 薛艳见薛艳不吭声 这不是传出来你跟李嫂子的谣言吗 李嫂子气坏了 她早就说过不再另嫁 专心照顾小雨 没想到还是被人泼脏水了 薛艳正坐在拖拉机座上 听到二哥的话 气得疼一下站起来了 那些人有病 大哥就是看李嫂子一个女人孤立无援 所以才会偶尔伸手帮一把 前几天小雨摔断腿 那些人不帮忙也就算了 他们还幸灾乐祸 胡乱猜测有没有良心啊 陆佳佳摸了摸鼻子 有些心虚 但心里还有些开心 佳佳姐 你过去不是 薛艳在寻求陆佳佳的认同 陆佳佳点了点头 薛艳卖力的耿着脖子 脖子上的青筋都显了出来 我大哥这个人虽然不爱说话 但是心里特别清楚 如果李嫂子真的对我大哥有意思 他早就躲得远远的 再可怜都不会帮 但就因为李嫂子根本对我大哥没那个心思 所以我大哥才会帮他 陆佳佳见薛艳太过激动 忍不住安抚他 你别这么生气 对身体不好 我能不生气吗 他们说话太难听了 我大哥做好事 结果却被人传成那样 别说了 薛艳健解释清楚了 闭上嘴不吭声了 由于陆佳佳的哥哥们不在 三兄弟不想让村里人传出来什么不好的留言 在离陆佳差不多远的时候就分开了 陆佳佳背着手往前走 脸上不自觉地沾染上了笑意 突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陆佳佳一回头 看到了陆草 陆草脸上挂着不太善意的笑 堂姐 我刚才见你和薛艳走得那么近 你不会喜欢上他了吧 陆佳佳脸上的笑容瞬间收了回去 她有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陆草一脸嫌弃 堂姐 你的眼光真的是越来越差了 薛艳那种人 他就是看你长得好看 他喜欢的就是你的脸 陆佳佳愣了愣 问 你觉得他喜欢我 堂姐 我想只要喜欢脸的男人都会喜欢上你 薛艳这种肤浅的男人 怎么可能不喜欢你 陆佳佳激动的心情瞬间落了下来 关键薛艳根本就不是肤浅的男人 陆草脑子缺一根筋 他就不该问他 陆草见陆佳佳脸色迅速冷了下来 他漠然有些忐忑 他知道自己刚才讽刺的太明显 堂姐 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 你生气了 陆草凑近陆佳佳 陆佳佳红唇抿着 白皙的小脸透着淡淡的粉 一双漂亮的杏眼又大又漂亮 他脑海里突然想 要是让陆佳佳嫁给薛艳这样的穷鬼 住着漏雨的房子 每天下地干农活 吃不饱 穿不好 他一定会痛不欲生吧 而且薛艳喜欢打人 到时候陆佳佳岂不是会过得更惨 一朵再漂亮的花 遇到薛艳这样的人 就算是再漂亮也会凋零 说不定陆佳佳有一天 也会变成又丑又难看的黄脸婆 陆草越想越激动 他道 堂姐 我跟你说实话吧 薛艳现在家里是挺穷的 但是他有一身的力气 将来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差 陆佳佳眼睛微微睁人看着陆草 陆草怎么突然变聪明了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薛艳啊 陆佳佳才不想告诉陆草这个大嘴巴 他歪了歪头 你觉得呢 我看你平时跟他在一起挺开心的 还以为你喜欢他呢 陆佳佳没吭声 要是他对陆草说了喜欢薛艳 恐怕明天整个西水村都知道了 在这个年代 两家没有确定关系之前 他大大咧咧的说喜欢 不用想 就知道他的名声会差成什么样 陆草还是不死心 堂姐 我觉得薛艳真的挺好的 我这是站在旁观者角度上 看得清 万一将来有大出息呢 也许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说的话 到了最后一句竟然带出了笑声 薛艳有没有大出息我不知道 但周文青一定有大出息 你可不要让他跑了 我当然知道 那我等着 他转身就朝家的方向走 快到门口时 陆草不甘心地追了上来 堂姐 你真的不考虑薛艳吗 我看他对你有意思 陆佳佳顿了下脚步 吵了一眼陆草 冷静下来之后 不用费多少心思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陆佳佳本来不想回他 但心里还存了点莫名其妙的想法 简而言之 他就是想听听他能和薛艳在一起的好话 他眼珠子动了动 冷声道 我们两个以前闹得很僵 现在关系才缓和了一点 你觉得他会看上我吗 堂姐 你长得这么漂亮 我看他早就喜欢你了 你不知道他看你的眼神 肯定是喜欢你 陆佳佳战略性不回话 背着手往前走 就算是他现在还不喜欢你 但堂姐 你长得好看 稍微使一点手段 他肯定非你不可 堂姐 陆草 你太过分了吧 既然鼓动自己的堂姐去干那种事情 你是不是故意想把我的名声毁了 陆佳佳骤然义正言辞 也不噎着藏着了 你还是管好你的周文青吧 陆大娘今天都被你气晕了 她还不知道你跟周文青私下里的勾当吧 有本事你就让周文青娶你 咋了 陆母正在院子里 隐隐约约听到自家闺女的呵斥声 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发生啥事了 陆草缩了缩脖子 要是让陆母知道他哄骗陆佳家去追男人 还是薛家那么穷的人家 二婶非得大儿瓜子抽她不可 没事 我就是跟堂姐聊聊天 家里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陆母感觉到不对劲 问陆佳佳 她跟你说啥了 没什么 陆佳佳若无其事 但脑海里却在飞速想陆草的话 她抬脚往家走 一转眼看到不远处的李嫂子手里跨着篮子离开 里面装了一些家里种的蔬菜 陆母顺着陆佳佳的方向看过去 她的叹气 这孤儿寡母过得真不容易 家里没个男人还真不行 前几天她家的孩子腿摔断了 薛燕和王卫国耽误了一下五的公分 才拉到这里看病 我刚才见她去给王家送东西 差一点就跪下了 陆佳佳愣了愣 还有其他人去送啊 我以为就薛燕一个 陆母若有所思的看了闺女眼 虽然很不想替薛燕说什么好话 但这也是救人的好事 她总不能抹黑 还不是怕传出来什么闲话 可还是传出来闲话了 别理那些婆子 不管几个人去 都会往薛燕身上扯 陆母凑近陆佳佳 小声道 那些人以前都种着薛燕家里的地 按照以前的规矩 薛家就是他们的东家 他们是靠着薛家吃饭的 现在薛家突然比他们的地位低了 这不就是个劲的彩 陆佳佳瞬间明白了 有些人就喜欢通过 欺如以前比自己地位高的人 来获得满足感 陆母越说越来劲 你不知道 以前那些婆子 都是弯着腰叫薛少爷 你是没见过那个场面 现在好了 翻身做主人了 觉得以前丢粪了 一个劲把人往低了彩 要照我说 这些人做得太不地道 薛家以前还是不错的 大汉大闹的时候还免租 有不少人得了薛家的好处 我们家以前也是叫薛燕少爷的吗 这 你去问你爸爸 吃完晚饭 天色彻底暗了下来 家里人忙着熏肉 陆佳佳拉着陆叶国进了自己的房间 谁让家里就他四个没结婚 只能问他了 小妹咋了 你觉得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就是有没有吸引力 啥意思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你会喜欢我这样的吗 我本来就是男人了 陆叶国傻眼了 什么叫如果他是个男人 用得着如果两个字吗 不是 我是说如果你不是我四哥 你会喜欢我这款的女孩子吗 喜欢啊 他小妹长得这么漂亮 为什么不喜欢 他要是这辈子能娶上像他小妹这样好看的媳妇 做梦都能笑醒 陆佳佳佳唇角微微上扬 然后道 假如我们现在不是兄妹 我以前做了让你特别讨厌的事情 但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现在已经缓和了 我要是暗戳戳的 诱惑一下 你还会心动吗 嗯 陆叶国脑袋猛住了 不久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明白了 你是想试探我对罗青青的态度 你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再喜欢他 他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他顺着陆叶国的话想了想 发现他和薛艳的事情 有点像四哥跟罗青青的事情 陆佳佳摇了摇头 不是罗青青 就是类似的情况 如果女方变好了 男方跟她的关系也缓和了 这种有没有可能 当然不可能了 我根本就不相信她会变好 陆叶国仰了仰头 别以为她听不出来 小妹是在变着法地考验她 十几岁性格基本上都定型了 如果性格突然变了 那肯定是装的 刚开始装的又乖又听话 说不定后面变母老虎 陆佳佳深吸一口气 大话不说把陆叶国往外面推 干啥小妹 我困了 你给我出去 陆佳佳突然后悔了 他就不该问陆叶国 本来想得好好的 先利用自身的优势吸引薛艳 结果问了陆叶国之后 他突然觉得没希望了 连他四哥这种傻白甜 都不会回心转意 那像薛艳这种心思缜密的高智商人 才岂不是完全没戏了 想了很久 最后他觉得还是先引诱一下薛艳 就算以后薛艳不喜欢她 她也可以全身而退 再说 万一薛艳看上她呢 毕竟她的脸还是很有优势的 相处久了 说不定薛艳就喜欢上她的灵魂了 反正不能她先表白 必须薛艳先表白 第二天一早陆佳佳就坐上拖拉机去镇里 陆叶国刚要驱车离开 陆叶国刚要驱车离开 她往后看了看 发现位置早就被占满了 四哥 你怎么不叫我呀 陆草气喘吁吁地跑到车旁 往车厢里看了看 发现全都被挤满了 她愣了愣 看向陆佳佳 堂姐 你没给我占位吗 陆佳佳往四周看了看 扭头的时候扫到了在她旁边的薛艳 好像没位置了 再说 陆大娘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你要不明天再去 陆草脸色黑了黑 觉得陆佳佳一点都不重视她 拖拉机还在轰隆隆响 不开也耗油 陆叶国急着扫了一眼空着的铁皮大杠 有没有男人坐在旁边的大杠上 给女人腾的位置 这个地方荡起的土多 铁皮下面就是大轮子 摇摇晃晃的很不安全 罗清清有点烦林峰坐在她旁边 现在来的机会 她道 林大哥 你坐过去吧 林峰想了想 虽然舍不得罗清清 但还是坐到了大杠上 罗清清装好心扶着陆草上来 陆草也没一句感谢 反而道 林之清 你今天给我让位置 一定能得到好运的 说不定会心想事成 陆草是福星的消息 全村人都知道 林峰不好意思地看了罗清清一眼 意味明显 罗清清脸色却瞬间难看 恨不得把陆草推下去 陆佳佳看着眼前 翻的大气啪也是无语 车很快开动 陆并不好走 摇摇晃晃 陆佳佳一开始不小心碰到薛燕的手臂 还会注意收一收 但后来转而一想 她不是想引诱薛燕吗 怎么能浪费这个好机会 车上的人来回晃动 因为挤得紧 大家几乎都是互相蹭 陆佳佳碰一下薛燕 又碰了一下薛燕 也没人察觉到不对劲 陆佳佳第一次故意这样做 脸都红了 为了防止人发现低着头 摇晃厉害的时候 小脑袋也会在薛燕身上蹭一蹭 薛燕觉得空气都滚烫了起来 尤其是旁边坐了这么一个 随时都能让她有反应的小丫头 陆佳佳蹭了半路 脸一直埋在臂弯里 最后偷偷瞄了一眼薛燕的反应 见她和往常一样 并没有什么局促不安 这人都不会脸红吗 我好歹还长得挺漂亮的 她不会不见女色吧 也不知道开到了哪里 这个地方的路特别陡 都不能称之为晃 只能说在疯狂摇摆 陆佳佳坐在小板凳上 一个没支撑住就栽到了薛燕的腿上 她下意识地抓住了薛燕的手背 就感觉薛燕手特别烫 身上也特别烫 薛燕趁着所有人都在慌乱中 扶正陆佳佳 抓紧栏杆别再乱动 再乱动 她就要不行了 车晃荡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镇上 薛燕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陆佳佳 抿了抿纯 离开去赚钱了 陆佳国今天是开车的司机 拖拉机这么重要 她不能随便离开拖拉机 只能嘱咐陆草 小草 我小妹从小身子弱 力气也小 你比她壮实 路上多照顾她 到时候我给你买肉包子吃 你先跟着小草去逛商场 等你们两个回来了 让小草在这边看车 到时候我们俩再出去看一看 堂姐 陆佳佳 能不能别乱摸 陆佳佳以为是在说自己 抬头一看 服务员正在对着陆草瞪眼 你弄脏了 我们怎么卖 女服务员有些崩溃 她一会儿没注意 白色裙子上有了黑色的痕迹 要是上面来查 她恐怕又要挨骂 陆佳佳走过去 看到陆草摸过的地方 一道黑色的指印 又因为裙子是白色的 所以特别明显 她往后退了退 想要跟陆草划清关系 现在的服务员都是公职 个个都脾气大 陆草吓得好一会不敢坑 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想看一下而已 现在怎么办 衣服都脏了 你买了吧 女服务员不想扛黑锅 其他颜色也就算了 还偏偏是白色 弄这么脏 肯定卖不出去了 我没那么多钱 没那么多钱 你还碰 陆草手足无措 这时候想到了旁边的陆佳佳 她可怜巴巴地搭拉着眼皮 堂姐 她一叫 服务员朝陆佳佳看了过来 上下打量 女孩皮肤白皙 额头饱满 身上有着一股若有若无淡雅的气质 跟旁边这个又黑又壮的女孩 完全像是两个地方出来人 最重要的是 眼前这个女孩看着还有些熟悉 叫我有什么用 商场还没逛呢 就开始找事了 你是她堂姐 女服务员视线扫了扫两个人 这差距也太大了 不会是骗她的吧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这确实是真的 那你帮她买了 我也没钱 她又不是傻子 有这个钱肯定帮自己 亲爹亲娘买衣服啊 没钱你们两个人逛什么逛 走走走 给我走 女服务员气坏了 直接往外面推陆草 陆草看着还站在原地的陆佳佳 不解忠夹杂着气氛 你怎么不推她呀 裙子是她摸脏的吗 女服务员瞪眼 陆草被她强行轰走 陆佳佳直觉得太尴尬了 头一回遇上这样尴尬的事情 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流氏走 正由于双腿往哪里移动 门外走进了一对男女 年轻男人看到陆佳佳愣了愣 随即脸上戴上了韵幕 陆佳佳眨了眨眼 脑海里没想起来这个男人 但这个男人显然是认识她 孙助理你来了 今天衣服又到了一批新货 你要不要看看 女服务员见到那个男人 立刻变成了笑脸 男人没搭理她 静止走到陆佳佳面前 恶狠狠道 你还敢来 呃 你在说什么 我有点听不懂 这是谁呀这是 陆草剑子从外面走了进来 孙助理听到陆佳佳陌生的语调 额头上的青筋都冒了出来 你这个女人竟敢装作不认识我 我们以前你都忘了吗 怎么 我这个跳板 你不是用得很舒服吗 陆佳佳向后退了一步 她知道故事的大带情节 也知道人物 但是人认不出来 主要还是以前的记忆有些残缺不全 我们 我 应该是你的变化太大了 我这个人特别健忘 有点认不出来 陆佳佳 到现在了 你还在装 你就是故意的 你不喜欢我 利用完我之后 就把我甩在一边 她说着又靠近陆佳佳 死死地盯着陆佳佳的脸 你干什么呀 陆曹挡在了陆佳佳前面 她推着不让孙成竹靠近 这男人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陆佳佳要是跟她好上了 那她岂不是这辈子都比不上陆佳佳了 陆佳佳还是嫁给薛艳好 跟着孙成竹一起进来的年轻女孩猛逼过后 也走向前拉住孙成竹 她暗地里瞪了一眼陆佳佳 然后道 孙大哥 你不是陪我来买衣服的吗 干嘛你不相干人 孙成竹将女孩的手从自己手臂上推开 你喜欢什么随便拿 大家选择了人流量最多的大陆旁 她看着眼前这个绯闻对象 听对方的话 她好像挺对不起她的 有什么话你说吧 你确定在这里谈吗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走吧去三十堂 孙成竹迈开长腿 率先走在了前面 陆佳佳站在原地没动 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 不聊就不聊 她才懒得搭理她 孙成竹走了几步回头看 陆佳佳正在往她相反的方向走 气得头顶上冒烟 她跑过去抓住陆佳佳的手臂 陆佳佳没想到大庭广众之下 这个男人竟敢动手 你再不放开 我就喊了 孙成竹恼羞成怒地松开了陆佳佳的手腕 我到底又怎么得罪你了 你不是最喜欢三十堂的大肉包子吗 她没风搭拉着 像急了被抛弃的狼狗 孙成竹低声 我这么做还不是想讨你开心 陆草看着眼前的男人对陆佳佳这么痴情 她心里难受 只能不断地安慰自己 她还有周温清 这可是陆佳佳都得不到的男人 我真的不记得你是谁了 陆佳佳也很无奈 随意找了个借口 一次高烧以后 我的记忆就断断续续的 都记不太清了 你是因为我离开才发的高烧吗 她听说喜欢一个人 因为太爱了才会忘记 佳佳 你两年前肯定是喜欢我的 要不然怎么可能偏偏把我给忘了 应该不是 你叫什么名字 孙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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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有点熟悉啊 可能是触到了某个开关 陆佳佳彻底记起了文工团三年的事情 孙成竹是在一次表演上认识她的 从那次以后就开始追求她 而她当时才13岁 根本就不想早恋 就从来没搭理过孙成竹 但是家里越来越难了 孙成竹的父亲是管粮的 他们有渠道能买到粮食 那个时候只有钱 没渠道根本就买不到粮 必须有钱有渠道才能买到粮食 孙成竹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常用的标签语就是 你今天陪我一起吃饭 明天我就想办法帮你买到十斤粮食 孙成竹也没有钱 但是他能提供渠道 那时候家里的人都快饿死了 陆佳佳只能答应孙成竹陪她去吃饭 他们感情虽然没上升 陆佳佳也挺感激孙成竹的 也许时间长了 她或许会对孙成竹有好感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孙成竹的妈妈找过来了 就你这样的身份 别笑想我儿子了 我是不可能让你嫁进孙家的 他将来要娶的对象 不仅要有好看的脸蛋 还要有显赫的家世 你看看你自己有什么 说吧 你怎么样才能离开我儿子 面对这样烂梗的侮辱 陆佳佳一点也没生气 他想了想 乖巧的问 你能想办法帮我弄到200斤粮是吗 我可以按正常价钱买 你们给我渠道就行 果然是农村的狗腿子 一点出息都没有 至此以后 陆佳佳对孙成竹十分冷淡 也不管孙成竹的妈妈 到底跟孙成竹说了什么 反正她遵守约定 绝不跟孙成竹有任何感情牵扯 很快没过多久 孙成竹就当了工农大学生离开了 我们去三十堂吧 谈一谈 来十个大肉包子 再来一份红烧肉 旁边的陆草面色则是微微扭曲 他没想到眼前这个男人这么疼陆佳佳 张口就是十个大肉包子 三个人找了位置的 按道理来说这个点没犯 但是孙成竹好像认识这里面的大厨 菜很快上来了 孙成竹把红烧肉往陆佳佳的方向推 你尝尝这个好不好吃 还不太饿 陆佳佳看了一眼油腻腻的红烧肉 摇了摇头 他最近没少吃肉 鸡肉 兔子肉 鱼肉 天天轮着吃 现在看到红烧肉一点感觉都没有 唐姐 让我尝尝 陆草咽了咽口水 直接拿起筷子夹了最肥的一块肉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塞进了嘴里 满嘴流油 他吃得又急又凶 跟八百年没吃过饭一样 勤到深处还用手背他堵 手上一片油光瓦亮 陆佳佳恨不得翻个白眼 陆草毫无形象的大口吃肉 这么多人面前陆佳佳也不好发火 孙成竹也是满脸黑线 红烧肉是他专门点给陆佳佳的 结果却被这个所谓的堂妹给吃 吃个包子吧 外面一个带着斗笠的男人路过食堂门口 一扭头看到了一个男人殷勤的给一个女孩递包子 我请你吃这顿饭 你吃吧 你还是这样 以前宁愿坐在旁边看着 也不吃我的饭 笨死了 说让你陪我吃饭 就只是陪着我吃完饭 陆佳佳低头看了一眼孙成竹手上的包子 拧了敏唇 他要是吃了孙成竹的饭 以他从小养成的性格必须要付一半的饭钱 但是如果这些饭钱买了粮食 足够让他家人吃一顿饱饭了 在这种背景下 他怎么可能吃孙成竹点的饭菜 是啊 我不仅得陪着你吃晚饭 我还得给你夹菜 伺候你吃饭 还得给你讲故事 那还不是因为你不吃我买的饭 所以我才 才刁难你 上了两年大学 孙成竹觉得自己以前挺幼稚的 我现在是公社的经理助理 佳佳 你跟我在一起吧 我一定要好好对你 嗯 陆草停下了巴肉的动作 他看着孙成竹 又看了看陆佳佳 公社的经理助理 难道陆佳佳真的和村里人说的那样 要嫁进镇里当父太太了 陆佳佳醋了醋没 我们当时说好的 我陪你吃饭哄你开心 给你端茶倒水 你帮我找买粮的渠道 其他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陆佳佳 再次听到拒绝 孙成竹咬牙切齿 他瞪着陆佳佳 你气低落 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到底哪里不好了 我家庭条件好 吃穿不愁 你跟着我有什么不好 你家庭条件好 跟我能有什么关系 你父母都不喜欢我 他们想让你取的是门当户对 或者是比你们家条件还要好的人 不会努力劝我吗 让他接受你 你觉得这可能吗 我要冒着什么样的名声 硬跟你在一起 还有 就算我什么脸面 都不要了嫁进孙家 然后呢 跟你父母住在一起 你妈妈要是看不起我 故意挑刺 我是不是都得忍着 毕竟像我这种 没婚礼没彩礼的女人 也没几个人能看得起我吧 万一受欺负了 恐怕没一个人同情我 人人都会说我潘高知 贤贫爱富 活该落这样的下场 你想这么多干什么 你说你喜欢我 这些你都没替我想过吗 还是只想着娶到我 什么都不管 那你仔细想想 我跟你在一起能得到什么 嘲讽 白眼 坏名声 还是肉眼可见痛苦婚后生活 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可以调解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你怎么调解 他不是简单的不喜欢我 而是看不起我 陆佳佳努力地说清楚了 两人之间不可能性 也省得孙承竹在纠缠 耽误他以后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 我不喜欢你 空气中静默了片刻 门外男人紧敏的唇角松了下来 手指微微蜷缩 整个人像是重获新生 这才是你想说的话吧 可惜了 你说过太多次了 我都对这话免疫了 孙承竹 我们两个人不合适 你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以你的条件 肯定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还有 谢谢你们孙家给了我买粮的渠道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不说了 这顿饭我请了 没有其他的事我就先走了 陆佳佳走到窗台结账 这顿饭算是成全过往 最重要的是桌上的东西基本上都被陆草吃了 他那时饿的时候都没吃过孙承竹一口饭 现在跟了个所谓的糖妹 在桌上又吃又喝 他没脸让孙承竹掏钱 十个肉包子加一盘红烧肉一共三块五 还要肉票 陆佳佳掏钱的时候心在滴血 他一个月的工资才十五块钱 陆佳佳结了账转身就走 也不理会在后面大吃大喝的陆草 丢人死了 他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跟陆草同时出现在逛街的路上 他也拿不出手了 陆草见陆佳佳离开 也没跟上去 而是坐下来继续吃 他看了一眼失魂落魄的孙承竹 低着头 一副便秘的样子 你别难受了 其实是我堂姐太有喜欢的人了 谁 孙承竹瞬间抬眼 眼里带着一股凶器 陆草吓了一跳 是 是我们村里的人 叫薛燕 薛燕救过我堂姐 他们两个人情投意合 你别打扰他了 他就是不想让陆佳佳嫁给孙承竹 陆佳佳不就是长得好看一点 凭什么嫁给这么好的家庭 尤其眼前的这个男人 还是公社的助理 陆佳佳最好和阴险毒辣的薛燕绑在一起 这样他这个堂姐就彻底毁了 薛燕 孙承竹沉默了只是一秒 他突然追了出去 陆佳佳准备去垃圾场逃逃东西 拐过弯 他看到一个戴着斗笠的高大男人 他第一反应是薛燕 小跑了两步 叫了一声名字 可对方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 陆佳佳觉得自己认错了人 也就没再追上去 他刚转了个身 就突然被冲上来的孙承竹握住了手腕 陆佳佳 我现在才明白 你为什么说刚才那些话 你果然是用完就扔 不喜欢我就算了 当年为什么还要我们加两百斤粮食 你喜欢的那个人 知道你是这么贪慕虚荣的女人吗 你就是这样 随随便便玩我吗 谁要你们加两百斤粮食了 当时他和孙母说好了平价买粮 但是孙母却多收了他一倍的价钱 他和家里东拼西凑才买了两百斤粮食 以孙母的身份 别人卖给他的时候肯定是平价的 他赚了他们家一倍的钱 你不要胡说八道污蔑我的名声 我从来没有要过你们孙家的粮食 那都是我自己的钱买的 我离你远远的 也是因为我们之间绝不可能 你说什么 孙承竹顿住了 陆佳佳正开自己的手 醋了醋没 我连吃饭都不愿意占你的便宜 还在旁边点你端茶倒水 你觉得我会白要你们孙家两百斤粮食吗 可是因为我家 你才买上粮食 确实是因为你家我才买上粮食 但是你别忘了 粮食虽然少 但这些粮食本来就该投放到市场卖 结果却早早的被你们瓜分的差不多了 你们这是违法行为 你知道吗 不可能 是你说你得了我们家的好处 让我离你远一点 所以我才当了工农大学生 那还不是你一见到我 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虚荣 没有任何怀疑就相信了你妈妈的话 认为我要了你们家两百斤粮食 我不是故意的 陆佳佳 我真的喜欢你 我好喜欢你 我当时只是太生气了 陆佳佳小脸几乎快皱成一团了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到底有什么喜欢的 除了长得还行 我脾气差 又不爱干活 也不喜欢洗衣做饭 还经常需要人活 话还没说完 孙成竹猛然抓住陆佳佳的手指 他握得很紧 以气哀求 陆佳佳 你跟我试试吧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的任何缺点我都不在乎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你 陆佳佳很讨厌别人突然接触他 瞬间炸毛 当要挠孙成竹一爪 眼前出现了一道声音 孙成竹脸上被揍了一拳 他整个人扑在了地上 陆佳佳看清了斗笠下的人脸 薛燕 刚才那个人真是他 陆佳佳看了看四周 生怕惹出什么麻烦 拉住薛燕的手指就跑 快走 两个人左拐右拐 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陆佳佳停下脚步 扶着墙气喘吁吁 手扶着腰 你刚才太冲动了 万一被特别的人看见 就要进去一日游了 不过这次没事 他不认识你 薛燕没吭声 黑童深邃 别和他走得太近 那个人心思不正 我知道 他就是个被保护的 很好的中二少年 欠社会的教训 陆佳佳吐槽完孙成竹 抬眼看着薛燕 他挺关心我的 还打了孙成竹 是不是吃醋喜欢我了 陆佳佳心里洗了洗 他的眼睛很漂亮 审视地盯着薛燕看 薛燕脑子瞬间嗡嗡作响 仿佛所有神经都粘连在了一起 僵直地站在原地 怎么了 陆佳佳眼睛动了动 扫向薛燕后面 卖酸梅汤的汤味 我想喝那个 薛燕骤骤转头看 快速走了过去 这么积极 这算有点喜欢我吧 要是不喜欢 怎么会愿意给我买东西 陶瓷杯是新的 洗过得很干净 陆佳佳眉眼染上了洗衣 他看着薛燕的手背 小拇指故意在上面滑了一下 随即若无其事地 将陶瓷杯接了过来 薛燕身体又僵住了 你这算是特意买给我的吗 嗯 谢谢你能说的时候 一点味道都没有 你自己喝吧 他转身就走 陆佳佳有些想哭 虽然知道薛燕不是故意的 但他就是难受 薛燕愣了愣 不知道陆佳佳为什么会突然变脸 他捧着陶瓷杯追了上去 有些慌乱的问 你怎么了 没怎么 你 他差点就说出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但刚吐出来一个字 就及时杀住了 这才刚刚引诱了一天 怎么可能进展那么快 时间还长着呢 陆佳佳抿了名嘴 又把酸梅汤夺了回来 我还喝 薛燕见陆佳佳喝得很急 他生怕自己哪做错了 小声提醒 别呛到了 陆佳佳一股气喝完了酸梅汤 他觉得薛燕就像这碗酸梅汤一样 说不要了还得自己拿回来 他咬了咬牙 有志气的想 薛燕早晚也跟这碗酸梅汤的下场一样 被他喝进肚子里 还喝吗 不喝了 他看了看他身后的背篓 里面空空如也 你来这里干什么 薛燕眼皮垂了下来 不动声色的挪动身后的背篓 躲开陆佳佳的视线 倒霉是让人看不起的事情 他一点都不想让陆佳佳知道 没什么 陆佳佳看薛燕躲避他的询问 心里有了大概猜测 黑市 现在黑市可是暴力赚钱 没想到薛燕这么早就开始谋划商机了 不愧是以后的金融大鳄 现在想想 他要是把薛燕勾搭成功了 那他岂不是金融大鳄的夫人了 你想还挺有面子 薛燕看陆佳佳又笑了 心里的紧张才笑了下去 吃饭吗 陆佳佳抬眼看了天色 磨蹭了这么一大会儿 确实快到吃饭的时间了 薛燕怕陆佳佳不同意 先迈开腿走 二十堂在前面 等等我 两个大肉包子 确定不是在内涵孙成竹 我不想吃大肉包子 我想吃面 薛燕垂眸看了陆佳佳 觉得自己表现得太明显了 他迅速改口 两碗大碗面 以后上街要身边陪着人 不然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 我知道了 我没单独和孙成竹待在一块 陆草跟着我呢 这里人来人往这么多人 他要是单独和孙成竹一起吃饭 被村里的人看到了 很容易传出来闲话 但陆草跟着就不一样了 有第三人在场 至少证明他跟孙成竹 没有单独在一起过 大碗面的碗是真大 剩下一半的时候 陆佳佳就吃饱了 本着想着不能浪费的思想 他咬牙切齿坚持吃 但最后实在咽不下去 别吃了 走吧 薛燕把他的碗端到另一边 他碗里被吃得干干净净净 连汤都没流 陆佳佳却面都没吃完 我好浪费 就剩下一点 没浪费 他可以帮陆佳佳吃完 但是这里这么多人 若是被熟人看到了 肯定会影响陆佳佳的名声 他知道一个女孩子的名声多重要 他想让陆佳佳清清白白的嫁给他 而不是冒着流言蜚语嫁给他 陆佳佳在前面走 薛燕在后面跟着他 到了陆叶国蹲守拖拉机的地方 薛燕不舍的看了陆佳佳一眼 但想到自己来的目的 说道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陆佳佳点了点头 他知道薛燕要去做什么 赚钱了 可不能耽误了 四哥 你去吃饭吧 我在这里守着就行了 小妹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有点事 你快去吃饭吧 对了 把陆草带回来 应该就在商场的那一片 小妹 你吃饭了吗 要不要给你带的大肉包子 陆佳佳现在听到肉包子就想吐 我吃过了 你快去吧 记着一定要把陆草带回来 陆叶国先去吃饭 没一会陆叶国带着陆草回来了 陆草心情不错 难悠悠地走到陆草前面 扫了扫陆草 你看起来挺开心的 还买了点心 陆草见陆佳佳眼神不对劲 立刻顾住 你想干什么 没想干什么 就是想聊聊你和周文青的事情 你说要是大伯娘知道 你为了周文青拒绝了 昨天那么好的亲事 她会不会打死你 陆草表情有些绷不住 陆佳佳说着把手放在了陆草的点心上 拿来吧你 陆佳佳颠了颠点心的重量 还不轻 可以拿回家给陆母吃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陆草眼看着自己精心挑衅的点心 进了陆佳佳的包里 她心在滴血 谁知陆佳佳又伸了身手 把今天吃饭的钱还给我 五块钱 你跟我要钱 陆草不可置信 陆佳佳去结账 在孙成竹面前摆了主家的谱 却转头来跟她要钱 我凭什么给你钱 是你自己邀请客的 你不给我 我就把你和周文青的事情说出去 到时候你不仅会被陆大娘打一顿 恐怕再也不能和周文青在一起了 想想周文青多么优秀 会读书写字 会吟师作父 多少小姑娘暗地里偷偷喜欢她呀 你 你故意的 陆草咬牙切齿 恨不得挠花陆佳佳那张挑衅的脸 陆叶国隐隐约约听到周文青的名字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周文青 陆佳佳对着陆草眨了一下眼 乖乖地对着陆叶国道 是这样的 陆草昨天拒绝张家的 我给 我给还不行吗 陆草气得身体在抖 陆佳佳得不到周文青 就故意拆散他们两个人 太不要脸了 两个人走到了不远处的大树下 陆草咄咄嗦嗦地从自己包里往外拿钱 这可都是她攒了很久的私房钱 扁着嘴想哭 堂姐 我只有四块钱 陆佳佳伸手抓住钱的另一半 拧紧地唇荡往自己这边扯 四块钱也行 陆草抓着另一头不放 可怜巴巴地看着陆佳佳 堂妹 想想周文青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你要是不想和她在一起 那我就 前瞬间就松了 陆佳佳平静地将钱放进了自己的包里 但下一秒 她的手伸进了陆草的包里 这是我请客买的包子吧 谢谢堂妹你帮我拿回来 还特意用油纸包好 我都给你钱了 这算是我买的 这怎么能算是你买的 是我结的账 你从我结的账里面拿走的包子 那不就是我买的吗 可我刚才给你钱了 这钱又不是买包子时给的钱 买包子的钱是我亲手给的 这不就是我买的包子吗 陆草死死地捂着自己的口袋 她倔强地不肯服输 而陆佳佳手指已经抓到了包子 就是拔不出来 她鸣紧存在 再次用力还是没拔出来 陆佳佳眸子动了动 一双大眼睛的含怒火 陆草你太过分了 周文青还比不上这几个包子吗 你钱都给了 却舍不得这些包子 你对周文青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我对周文青当然是真心的 比你真心 那怎么连几个包子都舍不得 而且这些包子还是用我的钱买的 陆草都被绕糊涂了 包子是我留给周文青吃的 我才是对他真心的 留给周文青吃的 那必须得拿回来 陆佳佳顾忌重施 堂妹 想想周文青 这几个包子算什么 你是要这几个包子 还是要周文青 见陆草还不松手 陆佳佳仰头对着不远处的陆叶果喊 四哥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小草他给你 我给你总行了吧 陆草跺了跺脚 他愤恨地看着陆佳佳那张精致的脸蛋 明明一举一动像画上的人 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却这么无赖 白长了这么好看的一张脸 陆佳佳心满意足地将油纸包拿了出来 随机放到自己包里 他也没打算独吞 准备分出来一半给陆佳大房扫扫 反正一个也不能让给周文青 陆草站在原地已经没什么精神器了 呆呆傻傻地像是失去了灵魂 陆佳佳没理他 陆草对他一点都不善 时刻在背后捅刀子 他只不过是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教训 大山往家走的时候 肩膀突然被小石子砸了一下 他扭头看到了田金花 眼上露出欣喜 娘 我的大山啊 娘 你在外婆家怎么样了 田金花眼睛闪了闪 想起了田母的话 挺好的 你外婆和舅舅都对我很好 就是你奶奶和你爹不要我了 也不让我回家 那娘要认错还不行吗 认错也不行 你也知道你小姑姑在家里的地位 我得罪了她 能有什么好下场 田金花哭得更厉害 她现在脸受得太厉害了 一哭竟然有些恐怖 大山有点怕 但眼前的人是她亲娘 平日里对她很好 不由自主地也跟着哭了起来 奶奶不让我搭理你了 我一说她就打我 我的儿啊 陆家的人真是要逼死我们母子 现在你爹跟家里那些丫头骗子 都不要娘了 娘只有你了 大山仔细想想 发现家里的姐妹 确实没一个帮田金花说话 娘 别理她们 田金花又哭了一会儿 宣泄完毕后想到了自己的目的 走 跟娘去外婆家 你外婆一直想见你 但一直找不到机会 这两天想你想的都瘦了 大山想到陆母的警告 又看了看对她很好的田金花 犹豫了一会儿 跟着田金花走了 哟 我的大孙子啊 外婆可见到你了 这些天给你留了好多好东西 就是一直见不到你 好东西 是啊 你是外婆的孙子 外婆不疼你疼谁 田母说着拿出了好几样小零食 大山眼子酿了 田母慈爱地摸着大山的额头 外婆的大山都瘦了 想想外婆都心疼得厉害 田母看着大山将她拿的东西一点点吃掉 心疼得哭着 大飞气得瞪眼 她走过去伸手推了一下大山 奶奶 我才是你的亲孙子 你为什么要疼大山不疼我 田母强忍着难受呵斥大飞 按照说好的眼 大山跟我的亲孙子一样 又乖又懂事 我能不疼她吗 我恨不得她就是我的亲孙子 要是能生活在一起 我天天供着她 什么活都不让她干 大飞虽然按照说好的眼 但看到大山把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气呼呼地又跃了一下大山 大山一个不注意被推倒在地 田母没想到大飞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 她咬了咬牙 在大飞的屁股上拍了几下 谁让你欺负大山的 我让你欺负大山 外婆你别打了 大飞不是故意的 大山没想到田母竟然会为了她打大飞 再想想陆母 昨天还用柳条抽了她一顿 车进了村子以后 陆佳佳随意扫着周围 无意中在小巷子里看到田金花和大山 田金花双手放在大山的肩上 不知道在说什么 陆佳佳成了沉眼 看来田金花觉得拿捏住了大山 就等于拿捏住了陆佳 那她真是想错了 陆母已经有了放弃大山的心思 离婚的时候大山就算跟着田金花 陆母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心思 只希望大山不会这么蠢 陆佳佳下了车 偷偷地瞄了薛燕一眼 但是这一眼在瞬间就被抓包 两个人四目相对 薛燕直直地看着她 陆佳佳揉捏了一下手指 急急忙忙走了 陆草忐忑地跟在薛燕后面 想退缩 但想到陆佳佳对她做的一切 她瞬间勇气十足 等等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薛燕没停下脚步 陆草瞬间急了 关于陆佳佳的事情 你也不想知道吗 我知道你喜欢陆佳佳 薛燕眸色瞬间发狠 一言不发地看着陆草 陆草硬着头皮道 你不知道吧 陆佳佳也喜欢你 薛燕的身体僵住了 她愣了愣 你说什么 我能看得出来陆佳佳喜欢你 当然 她也能看得出来 孙成竹绝对不会轻易死心 孙佳这么好的家庭条件 陆佳佳要是嫁过去了 绝对如虎添翼 毕竟陆荆国现在君贤不低 孙佳就算是一开始不同意 了解陆佳所有情况之后 说不定会同意这名亲事 到时候她就会一辈子 被陆佳佳踩在脚下 陆佳佳喜欢你 还在三十堂眼力的拒绝了孙成竹 我能看出来陆佳佳对你有意思 也能看出来你喜欢陆佳佳 她一定要让陆佳佳和薛燕在一起 想想她这个又娇又美的堂姐 嫁给了殷勤不定的薛燕 想想都兴奋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堂姐 就尽快下手 我看得出来孙成竹不会死心 她太喜欢我堂姐了 你要是下手晚了 陆佳同意了孙佳的话 你这辈子都跟我堂姐 不可能了 薛燕还沉浸在陆佳佳喜欢她的思绪里 她傻乎乎的站在原地 连陆草什么时候离开了都不知道 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她不能让陆佳佳跟她吃苦 她必须努力赚钱 让她过上好日子 要不然 她凭什么娶她 陆佳佳到门口的时候 陆母正在和陆大娘以及两个堂嫂聊天 陆母见到陆佳佳回来 立刻迎了上来 哎呦 我闺女回来了 妈给你熬了绿豆水 回去喝 陆佳佳看到陆大娘 点珠子转了转 等等 她从包里拿出油纸包 里面有八个包子 陆佳佳从里面拿出了三个包子 大伯娘 唐嫂 我特意给你们烧了一人一个 你们别嫌少 这 这咋好意思呢 陆大娘咽了咽口水 神情有些局促 陆佳佳乖巧的笑了笑 大娘对我这么好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再说就一个包子罢了 等我以后有本事了 给大娘买更好的东西吃 陆母有些心疼 但陆大娘一家确实对她们不错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只能卖力给自家闺女刷好感 大嫂 我这丫头心眼比较实在 谁对她好都记心理 以前是没本事 现在有这个本事了 你就收下吧 再说我们两家这么好 你就把我闺女当你亲闺女 拿这些包子不是应该的吗 陆佳佳没再说别的 拿着包子 给了陆大娘和两个唐嫂子 大伯娘 唐嫂 我今天有点累了 就先回家了 那快回家休息 那大嫂我也先回去了 陆草空着手回到了家 一到家就闻到了肉味 家里的侄子侄女手里 拿着小半块包子在看 他们见到陆草回来 眼睛亮了亮 迅速跑到陆草身边 小姑姑 你给小春带包子了吗 两个唐嫂也竖起了耳朵 他们自认为没对陆草有多好 但也绝对不差 隔壁的小姑子都舍得给他们买包子 自己的亲小姑子 应该也会给孩子们带点东西吧 没有 两个唐嫂的脸色瞬间难看 他们为了陆草的事情四处打拼 又尽心尽力地准备东西 没想到对方竟然一点也不想着他们 陆大娘脸色也很差 觉得陆草就是上天派来客她的 大嫂为了恶心陆草 故意给对方呆了一小块包子 小妹 你要不要常常家家送过来的包子 陆草冷眼 这包子本来就是她买的 现在竟然被陆佳佳当作人情送回了她家 好处都让陆佳佳给占了 陆草忍不住发狂 这本来就是她的包子 她凭什么不吃 陆草抓起大嫂手里的一小口包子 直接塞进了嘴里 嫂子们彻底冷了脸 他们摊上这样的小姑子真是倒了大被子没 陆大娘又成功地被气到 相亲的事情还没过去 又给她找事 陆大娘瞅了瞅四周 拿起一个柳刀 气呼呼地往陆草屁股上抽 你这个混账东西 老娘真是白仰你了 比起隔壁的吵闹 陆佳佳这边却欢声笑语 孙城竹要了十个包子 但陆草却拿回来了八个 想必另外两个是被陆草自己吃掉的 这个年代的包子很大 陆佳佳从里面拿出来了两个准备分给家里的小家伙 还不该吃晚饭呢 分给他们干啥 陆母恨不得伸手夺过来 包子不仅有肉还有白面 不用想就知道特别贵 一个就够了 别把他们给撑到了 她把点心从包里掏出来 妈 这是专门给你带的 你看看好不好吃 我的闺女哟 你说说 你出一趟门也想着妈 咋有你这么孝顺的闺女 还好 还好 陆母将点心接了过去 然后晃着进了自己屋里 几分钟后又从屋里出来 手里拿出了一块南瓜饼 走出门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陆佳佳见陆母终于没有心思搭理她了 立刻将两个包子给大家分了 除了小家伙 张书云也分到了一块 她愣了愣 没想到自己也有份 大山一进门见家里人都在吃包子 她摸了摸自己已经有些发生的肚子 但闻着空气中弥漫的包子香味 还是咽了咽口水 她跑到陆豪面前 大姐 还有包子吗 陆豪摇了摇头 她想了想 还是做不到吃毒食 准备掰一弹给弟弟 不许给他 吃你自己的 小姑姑 包子没你的份 陆佳佳扫了一眼大山的肚子 她刚才看到了她的动作 不管大山在外面吃了什么 绝对和田津花脱不了干系 而且都吃撑了 想必吃的都是些好东西吧 也没见她给姐姐妹妹带回来吃 反而一跑回来 就跟姐姐要东西吃 凭什么惯着她 大山见陆佳佳面色很冷 她朝后面退了一步 小姑姑讨厌她了 所有人都有包子 就她没有 陆佳佳也没客气 你在外面吃了好东西 怎么没见你带过来给我 小姑姑怎么知道 大山瞬间捂住了肚子 可就是这个动作 让其他人都明白 大山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谁给的吃的 一猜就能猜出来 陆母这边去了陆大娘家 一进去就给了陆大娘一块南瓜饼 这是我们家家家特意给我买的 因为不多 就拿过来的一块给你们尝尝 别嫌少 陆大娘看着手里的南瓜饼 心里酸涩涩的 看看人家闺女 不仅给家里买了包子 还买了南瓜饼 再看看她闺女 空着手去空着手回来 回到家里不红心不跳 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 生了这么个闺女 你说这傻丫头 不让她买费要买 这不 一到家又拿了两个包子 给家里的那些小东西分了 真是一点心眼都没有 在家要啥心眼 一起生活 不就得实心实意 你就偷着乐吧 大房家的小崽子羡慕的眼睛 糖姑姑好 给小春包子吃 小春也喜欢糖姑姑 大糖嫂笑着揉了揉 自家闺女的小脑袋 知道你糖姑姑好就行 陆草本来在屋里强忍着没哭 但听到外面这番糖话 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包子点心都是她的 结果却让陆家家 她把便宜全都占走了 尤其是那些点心 她想偷偷藏起来给周文青吃的 结果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屋外聊了好久 无一例外都是夸陆家家的 陆大娘越听越眼红 长得漂亮心眼好 又孝顺父母 有这样的闺女 真是上辈子休了大德了 等陆母离开 陆大娘越想越生气 她闺女长得丑也就算了 还不孝顺 不教训教训是不行了 于是陆大娘又拿着柳条 进了陆草屋里 二天早饭 陆母开饭前先说了话 今天老二去离婚 离婚 她脑子一团浆糊 怎么离婚 田金花会同意跟她离婚吗 她试探性的问 娘 怎么离婚 你拿着户口本 吃了早饭 老娘带着你们一起去田家 这两天必须把这个婚给我离了 过不了三个月 老娘再给你找一个 吃饭 今天陆母心情好 每人半碗袍子肉 大山恍恍惚惚的咬了一口肉 香喷喷的 但一想到爹娘马上就要离婚了 她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学着昨天田金花交给她的 奶奶 我不要让爹娘离婚 我不要让他们离婚 这样大山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奶奶 求求你了 让我娘回来吧 她做了一副要撒泼的姿势 陆母深吸了一口气 站起身 扯着大山的衣服 将人拖出了房间 奶奶 你要是让我爹娘离婚 我就跟着我娘 我去田家 我再也不回来了 哟 你以为我求着你待在陆家 你真以为你是全家人的宝贝大哥的 我告诉你 你们这一半孙子孙女 在我眼里都一样 我不缺孙子 也不缺孙女 我再问你一遍 你是要待在陆家 还是要去田家 她没把话说死 还是想给大山一个机会 娘 大山只是一个孩子 求你别跟她计较 她怎么能去田家呢 你知道 田家那就是 老娘不跟她计较 老娘跟你计较 我这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才摊上你这么个糟心玩意 你看看 你儿子都让田金花养成什么样了 老娘连你爹都不伺候 我还得伺候她是吧 哎 滚滚 滚马去都行 陆港国捂着自己的后脑勺 知道她娘给了余地 于是一个劲儿的给大山使眼色 快跟奶奶道歉 我不要 大山一边流泪一边瞪着陆母 想起田金花平月教她说的话 抬起手指着陆母 她就是个老妖婆 我讨厌她 我要去找外婆 我再也不回来了 她说完转身就跑了出去 陆家家出来的时候 正好听到大山这句话 心里有骨说不出来的难受 养只小猫小狗都有感情 更别提大山是她的侄子了 尤其是陆母 虽然平时骂骂咧咧 大爱都在细节里 她为了让这些孩子吃饱饭 浓收的时候 身体撑不住了还挑众活干 只为了多弄一点公分 一句老妖婆 一句外婆 把人心都上透了 陆母气得张了张嘴 一时间嗓子发不出来声音 她想起自己 这么多年补贴二房的东西 想起大饥荒的时候 自己咬牙省饭 想起自己闺女 待在文工团 想尽办法给家里弄粮食 他们要是私心一点 这群孩子至少死一半 结果呢 她成了老妖婆 而田家只不过 对大山说了几句好话 就成了她最亲近的人 好啊 很好 这就是你们二房 交出来的孩子 陆岗国 你是不是也跟她想的一样 觉得你娘我是个老妖婆 你跟我说实话 你们二房的人 都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觉得 我在压榨你们 娘 我从来没有 你是我亲娘啊 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 她抱住陆母的腿 陆母踢开陆岗国 走进厨房 端起大山那碗肉 直接把碗给摘了 饭桌上的所有人 都站了起来 陆家家吓得不敢动 在她记忆里 陆母从来没发过 这么大的火 老娘从嫁过来就发誓 这辈子绝不再受别人欺负 谁敢欺负我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她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了 大山以后 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她是服事货 是吉士兄 也都和我无关 陆母看着二房的孩子 我不管田金花 平时都教了你们什么 你们最好全都给我憋着 一旦让我知道了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都快吃 吃完了去田家 离婚 大山小跑着到了田家 娘 田金花蹲在厨房门口 看到大山跑了进来 她愣了愣 你怎么来了 奶奶要让爹和娘离婚 我不愿意 她就把我赶出来了 大山低头擦眼泪 看到了田金花碗里的饭 田金花手里捧着一个 掺了炕的窝窝头 碗里面的汤能照出来人影 离婚 那个死老太婆 竟然让我和你爹离婚 糟老婆子 心眼坏到沟里了 田母走出来 看了一眼 站在田金花前面的大山 怕啥 大山在你这边 她可是陆家的孙子 大山 你是陆家的大孙子 你怕啥 二方可救你这一根独苗 家里的东西都是你的 你奶奶就是吓唬吓唬你 说不定到时候还求你回去呢 你看看别家奶奶 是不是都疼孙子 大山想了想 很快点了点头 她是陆家的男娃 爷爷奶奶肯定舍不得她 爹也舍不得她 等到爷爷奶奶来接她 她必须让她娘跟着一起回去 要不然她就不回陆家了 看他们着不着急 来 进来吃饭 田母拉着大山进了屋 田家的人都整整齐齐地坐在桌子上 只有田金花蹲在门边 窝囊地缩成一团 田金花咧嘴笑了笑 看着大山坐到了饭桌旁 神情有些骄傲 这可是她的宝贝儿子 她就不相信陆家能舍得 大山这个宝贝疙瘩 大山不仅是陆家的男娃 还是陆家的长孙 也是她在陆家的腰杆子 田家的早饭很简单 清澈见底的小米汤 篮子里是加了炕的野菜馒头 比村里其他人家吃的都差 大山愣了愣 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陆家伙食算是村里头一份了 不仅能分到半个玉米面窝窝头 每天还有肉吃 汤也是半愁的 来来 尝尝外婆做的窝窝头怎么样 田母拿了一个窝窝头给了大山 他脸上僵硬地笑着 将那份不甘心藏了下去 向来都是他从女儿那里捞东西 这次为了小儿子 只能努力讨好这个外孙了 大山伸手接了过来 忐忑地咬了一口 呸 难吃死了 装什么装 谁家不是吃这些东西 我在家才不吃这些东西 那你吃什么 我吃肉 今天早上还有半碗肉 大山扯着脖子 大飞眼睛亮了亮 你竟然有肉吃 还能吃半碗 大山点了点头 大飞越想越激动 馋的口水都流下来了 大山 你来我奶奶家 让我去你奶奶家吧 我给你奶奶当孙子 到时候我一定好好孝顺他 才不给你 那是我奶奶 大山挺了挺背 但很快就想起来 他离开的时候 骂了陆母老妖婆 他瞬间又有些不安 等他回去奶奶不会还打他吧 不行 等爷爷奶奶来见我的时候 必须说不打我 我才会回去 田母在旁边听了眼红 他看了一眼蹲在门口的六女儿 这好日子咋都让他过了 要吃那些饭 都让他儿子孙子吃了多好 大山也看了看 蹲在门口的田金花 问田母 外婆 你怎么不让我妈上桌吃饭 傻孩子 我们田家闺女回娘家 是不能上桌吃饭的 可是我姐姐妹妹 都能上桌吃饭 那是你娘笨 家里都被你那个奶奶管着 她一点主都做不了 大山 要是你娘以后当家做主 那你就是二房所有人的宝贝哥的 你的那些姐姐妹妹都得听你的话 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你的 你们二房不是有三个闺女吗 到时候你就不用干活了 把你那些姐姐妹妹嫁出去 要高彩礼 这些钱都是你的 不仅能娶媳妇 还能买很多好东西 不能这样的 奶奶不让这样的 大山慌乱的摇了摇头 但不用干活 还有钱也确实极具诱惑力 尤其可以让家里的姐姐妹妹都听她的 你奶奶就是个傻子 她把你的好东西都夺走了 还让你去打猪草 你看我们家的猪草 都是让两个小丫头片子给打的 我从来没让大飞打过猪草 你说你傻不傻 那些打猪草的活 本来就该你那些姐姐妹妹跟 结果你奶奶却让你帮他们干 男娃不是要养家的吗 你还小呢 养啥家 听外婆的话没错 这两天你就在外婆家跟大飞玩 大飞脑子里还想着大山说的肉 对着填母道 奶奶 你能不能跟大山的奶奶说说 我能去打猪草 让我当她孙子吧 父母吃完早饭 叫了隔壁的陆大伯 陆大娘 一行人气冲冲的去了田家 经过上次罗青青的事情 陆家家已经见识过农村人打架的彪悍了 一言不发的跟在了陆母身旁 陆母到了田家 拆开了田家的大门 大山正没心没肺的跟大飞玩曲曲 田母在旁边端着水伺候他们 大山见到陆母冷着脸推门进来 以为对方要强行把她带回家 外婆 大山立刻躲到了田母身后 陆母目光连看都没看大山 直接走向田母 让田金花立马去跟老二离婚 他说话期间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的挤了进来 陆家的大人只有陆父不在 陆父因为罗青青被抓的事情又去了镇上 而且以他的身份也不好参与这种事情 离婚 离啥婚啊 你说离啥婚了 我们老陆家 不要他了 离婚可不行 我闺女都给你们老陆家生四个孩子了 不能说离婚就离婚了 他眼睛看向陆港国 当初可是说好了 你会好好疼我闺女 结果现在儿子都给你生了 你却要跟他离婚 你有没有良心 陆港国嘴笨 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陆家家在旁边冷哼 那你当初还说田金花是卖给我们家的 从今以后跟你们老田家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现在又成了你闺女 大人说话 哪有你这小丫头的份 你说谁小丫头呢 遭了瘟的死老太婆 老娘闺女也是你能说的 你们陆家想干啥 是想把我们老田家的人都给逼死吗 田母见此直接坐在了地上 耍起了无赖 大队长家里横行无际 我们没法活了 打你怎么了 打的就是你 既然要闹 那就闹出去 老娘还能怕你 陆母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田母没感觉到意外 毕竟今天的场景也在她意料之中 她道 想让我闺女跟你儿子离婚也行 但必须 她指着陆家家 让她写一份谅解书 说我儿子那天不是故意的 田金花瞪大了眼 她差点一屁股坐在壁上 她娘竟然说同意让她离婚 他们不是商量好了吗 先把大山哄到田家这一边 然后陆家心疼孙子 就不会让她离婚了 放你娘的狗屁 陆家家醋了醋眉 没想到田家打的是这个主意 写了谅解书 幸运的话田药祖很可能就被放出来 而她恐怕流言满天飞 谅解书都写了 谁会相信她不是故意引诱田药祖的 或者说 她跟田药祖有些什么 陆家家能想到的 陆母几乎在瞬间就猜出来了 她一人删了田母好几个巴掌 写谅解书 写你的血 老娘今天这婚离定了 还有 你必须把我们家的彩礼也还回来 你不是把闺女论金卖吗 那今天就来做做生意 当年你们全家收了我们家六十块彩礼 就当在我们家门活四十年 现在才十年 也就财过了四分之一 我们家现在不要了 你还得退我们家四十五块钱 娘算的对不对 对 田家还欠我们家四十五块钱 而且当年的钱比现在的钱贵多了 加上利息也有五十多了 田母傻眼了 她抽动着贼角 你们陆家不要欺人太甚了 凭什么让我们退彩礼钱 凭什么退彩礼钱 就凭你们田家败坏了我们陆家的名声 我们老陆家十八代贫民 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心思不正的人 结果这下好了 娶回来了个儿媳妇 弟弟有问题 都吃了免费的饭了 我们家清清白白的成分都被你们给带坏了 摆脱关系 是我们家应该做的 有本事你就出去嚷嚷 看看别人是不是把你们给忘了 需不需要把你们送到更艰苦的地方 田母没想到陆母会抓住这一点 她瞳孔紧缩 想到这么多年的所见所闻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田姑更是直接坐在了地上 是了 她儿子出了这种事情 田家就不是清清白白的成分了 大山看着眼前这一幕 她知道是陆母更占上风 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要变成这样 她跑出来对着陆家家道 小姑姑 你写了谅姐夫 小舅舅就能回来了 我娘也能回家 求求你了 你就写谅姐夫吧 要不然我就没娘了 陆家家垂眼 看着略带怒气的大山 陆家家不是没有跟大山解释过事情的原委 可是到现在她突然发现 一切都是无用的 大山不知道受委屈的是她吗 解释了那么多次她应该知道 田母几句话哄了她开心 她就觉得她受委屈没什么 甚至觉得她不把这些委屈含下去 就是对不起她 陆家家心里像塞了千块一样喘不上来气 感情这种东西最可怕了 她可以理智 可以心冷 可还是会难受啊 这种感觉是控制不了的 陆家家站在原地没动 她静静地看了大山几秒 然后一言不发地收回视线 陆港国上去一脚踢在了大山的屁股上 她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她知道大山回陆家的机会越来越少 大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她眼泪瞬间飙了出来 抬头看着陆港国 陆港国平月性格木讷 从来不打孩子 大山没想到亲爹会对她动手 陆港国现在也步步的其他了 她不想大山待在田家 还不赶快跟你奶奶和小姑姑道歉 你忘了你小时候哭着吃不饱 是你小姑姑想办法带粮食回来的 大山扁了扁嘴 她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 但是她现在清楚地知道陆家的人都在欺负她 陆母打她 陆家家冷眼看她 就连陆港国也对她动了手 大山哭着从地上爬起来 她仰头咬牙切齿地对着陆港国 我不要你了 我要和我娘在一起 我要和外婆他们在一起 陆母连个眼神都懒得给二房 对着田母道 要么今天就去离婚 要么就把彩礼给我还回来 田父田母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沉默了几秒 他们看了一眼田金花 田金花收到视线 立刻不管不顾地跑过去把大山抱在了怀里 儿子是我的 就算离婚 大山也必须跟着我 大山在她手里 她就不相信陆家 能真的让陆港国跟她离婚 我要跟着我娘 想跟谁就跟谁 我才懒得管 娘 我知道你对我良苦用心 这个婚我一定会离 但是大山是我的孩子 我是她亲爹 不能什么都不做 但我也知道娘受委屈了 你想说什么 要是大山选了我 我也不能不要她 但我也不敢让娘和小妹再操心 我会分出去 独自抚养我这四个孩子 陆母眼睛里的冷气散去 她反而对这个二儿子另眼相看 父母在蠢在笨总要为自己的孩子考虑 大山虽然在她这里除名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强迫压制儿子 也不要大山 我绝不再承认大山这个孙子 你若是还想要你这个儿子 分出去我也不会拦你 我们依旧是母子 但大山却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谢谢娘 不用谢我 我不管你们二房最终到底怎么样 大山是绝对不可能再从我手里得到一分好处 我也绝不会再承认她是我的孙子 直到我死 也不会再和她扯上任何关系 陆母自认为不可能管天管地 为二房做到这份上 算是人之一尽了 快过来 跟着爹 大山现在还沉浸在陆母刚才的话 奶奶说 她到死都不会再跟她扯上任何关系 田金花慌了 大山 你看到了没有 你奶奶不要你了 你爹最疼你奶奶的话了 你要是回去了 他们一定会打死你的 田母也不想放过这个香伯伯 大山 你娘现在只有你了 她暗示提醒 大山终于想起了田母昨天对她说的话 只要她坚持跟着娘 娘就可以回去 小舅舅也会被放出来 到时候陆家的人也会顺着她 更疼她 家里的姐姐妹妹都会听她的话 我要跟着娘 离婚我也要跟着娘 你要是非要和娘离婚 我就再也不认你了 那你想怎么样 陆母嘲讽地问 大山想了想 我要小姑姑写谅姐夫 我要我娘回家 以后我家我娘当家做主 不要你们其他人管 不仅陆母翻了个白眼 陆家家在陆母的身后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人的胃口都是越痒越大 这几天在田家被捧习惯了 也想回到自己家当霸王了 一开始也许只想让亲娘当家做主 慢慢的时间长了 恐怕就开始剥削自己的姐妹了 先让他们听话 等他们听话了 恐怕又想着其他的剥削方式 陆母直接对着田母道 要是今天陆港国离婚了 彩礼的事情就算了 要是离不了婚 明天我就去这里告你 你还必须归还我们陆家的彩礼 就田家这样 陆家就算打死他们 他们也掏不出来彩礼 说还彩礼不过是让老二尽快离婚的理由 他留下这一句话 就带着大帮人就离开了 田光宗见陆家只剩下了陆港国 阿谷起田母拉着去了一边 娘 你让他们离婚吧 要不然我们家的名声就坏了 到时候万一去艰苦的地方 那肯定就是我了 你别忘了家里就剩下我这个儿子了 你是不是也想把我赶走啊 这 这可咋弄啊 我也不能不管你弟弟啊 那你只要弟弟不要我了吗 我就不是你的儿子了吗 我还有大费要照顾 而且现在这种情况 你不让他们离婚也没用 陆家都懒得管陆港国了 他扫了一眼田金花 眼睛转了转 你让六姐离婚了 他还能嫁出去 隔壁孙的王老头刚死了媳妇 现在正出高财力娶媳妇呢 田母愣了愣 豁然开朗 对啊 田金花离婚了还能嫁人 那她岂不是能多收一份彩礼了 离婚办得很快 陆港国和田金花十几分钟就成了两家人 两个人分好了孩子 田金花口口声声不要家里的赔钱货 怎么都要自己的儿子 在她心里 儿子就是她的靠山 有了儿子在手 陆港国总有一天会跟她在结婚 陆港国将离婚证装了起来 儿子不愿意跟她 她也没有办法 等受了苦就知道自己以前过的是什么好日子了 陆港国揣好了东西就走了 田金花不甘心地跟了上去 陆港国 你这个负心汉 媳妇儿 儿子都不要了 只想着自己 你说说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我给你生了四个孩子 你说跟我离婚就跟我离婚了 是你先不要我的 陆港国深深地看了田金花一眼 然后大步离开了 黑暗一连好几天都在忙着挣钱 她将钱成捆地卷起来 数了数将近有二百多块 沉了沉眼 有了钱还不行 她必须为这些钱的处处找一个名头 吃过晚饭又去了山里 她必须要找到百年人参 溪水村最高规格的彩礼必须有人参作陪 他们祖上有寻找人参的办法 她小时候曾经认真读过 但是找了这么多天 还是没找到 薛燕离开的时候薛阳快哭了 她厚得往外面吐了两口 爹 你下次做饭能不能少放一点盐 弄得我每天晚上都得爬起来 去厨房喝一盆凉水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家盐没准头 还不是害怕家少了没味道 薛阳崩溃地趴在桌子上 她好想吃陆佳佳送过来的兔子肉 陆佳佳赶紧嫁给她大哥吧 到时候她一定恭恭敬敬地叫她大嫂 就算是让她给她养老她也愿意 四周的天已经黑了 陆佳佳扶着旁边的树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山的哪边 陆叶国今天下午的时候 在山里打了一只兔子 说带她一起去山里烤着吃 陆佳佳从没有在野外烤过东西 立刻答应跟着来了 她自告奋勇出去捡柴火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走丢了 四哥 四哥 陆佳佳喊得有些没力气了 果然人有时候不能勤快 太勤快了反而不好 她就应该坐着的 思索再三 就准备先回家 叫大哥二哥一起来找四哥 她凑着月光往山脚下走 还没走几分钟 天上竟然下雨了 龙收这么久都没下雨 偏偏她一泥路就下雨了 老天爷是不是对她不满 她默默缩缩缩 小心地继续走 半个小时之后 看到了山脚下的灯光 陆佳佳兴奋地迈开脚 她踩到了东西 直接扎破了她的鞋 碰到了脚心 怎么了 陆佳佳吓了一跳 扭头看到了薛燕 没 我刚才没看路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扎到脚了 特别疼 很疼 扎得特别疼 薛燕急忙将陆佳佳抱了起来 准备把她放到旁边的石头上 看看情况 可等抱起来之后 才发现自己弹突了 薛燕僵硬了两秒 就想把人放下来 疼疼疼 薛燕来不及多想了 直接将人放在了旁边的石头上 不知道有没有毒 我看看 薛燕低头 认真地看了看 中间有几个红眼 没流血 但边缘红了一片 很疼吗 陆佳佳心虚地抿了抿唇 其实也不是很疼 在哪踩到的 在那棵树旁边 我踩到了什么 没事 刺猬 没毒 要下大了 嗯 能走吗 陆佳佳想摇头 但感觉这样心思太明显了 她还是要面子的 陆佳佳洋装强撑地站起来 一副非要自己走的架势 薛燕见陆佳佳走得这么痛苦 天还下着雨 我会注意这四周 在人来之前把你 没害怕 我就是害怕耽误你下山了 上来 陆佳佳看着薛燕的背 上次薛燕背她 还是她求着她 这次就不一样了 是薛燕主动要求的 薛燕背着陆佳佳 慢慢地往山下走 陆佳佳双臂搭在薛燕的肩膀上 一个背人 一个愿意背 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 陆佳佳有些开心 两个人到了山脚下的村里 现在天色还早 薛燕把陆佳佳放到了旁边的石头上 然后去远处找到了一节结实的树枝 主持这个回去 我在后面跟着你 陆佳佳知道薛燕是在保护她的名声 她伸手接了过来 不用跟着我 已经到村里了 没事的 你先回家吧 雨越下越大 陆佳佳想快步回家 但是薛燕在后面跟着她 她就只能假装一瘸一拐地走路了 几分钟后听到有人喊她 小妹 小妹 四哥 回了陆叶国 陆佳佳扭头朝着薛燕的方向看过去 人早就消失不见了 走了 陆佳佳直接把手里的拐杖扔了 大步朝着陆叶国走了过去 四哥 你去哪了 刚才我都找不到你 薛燕从一堵墙的后面慢慢走了出来 她呆滞地看着陆佳佳的方向 小妹 小妹 你千万不要把我弄丢你的事情告诉娘 要不然你四哥我就惨了 不告诉 不告诉 这次是我自己跑丢的 薛燕坐在床上 她目光沉沉地看向薛迁 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大哥 到底怎么了 你说 薛燕沉了沉声 我今天去镇里的时候看到一男一女 薛燕点了点头 不用猜她就知道那一男一女是谁 然后呢 然后 有一点很奇怪 那个女人似乎脚受了伤 男人背她 但是男人走了之后 那个女人的脚没事 你说她是什么意思 薛燕无奈地抿了抿唇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以她大哥的智商肯定早就猜到了 现在告诉她就是想听她亲口说 太闷骚了 她甚至怀疑她大哥是在故意秀恩爱 薛燕很配合道 太简单了 肯定是这个女人喜欢这个男人 所以才想故意亲近她 是吗 是 吐完这个字 身体直直地往后一躺 困了 我睡了 因为下雨 大山和大飞住的房子漏雨了 从大山跟着田金花开始 就一直跟大飞住在同一个炕上 大飞住的地方落下了水壁 她站在床上 对着田母告状 奶奶 我要和大山换位置 她不跟我换 这是我家 她凭什么不跟我换 田母脸色却沉了下来 她已经忍了大山好几天了 又不是她孙子 天天在家里闲着 要不是等着陆家的人求她 她也不会伺候大山这么久 但是 过了这么多天 陆家好像真的不要这个大孙子了 田母到现在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大孙子呢 田母越想越生气 她对着大山怒吼 完全没了往日的和蔼 还不赶快跟你表哥换位置 这本来就是她的床 你不是说这个位置以后是我的吗 什么你的 这都是我们老田家的东西 田母走过去 揪着大山的衣服往滴水的方向拖 大山愣了愣 一挣扎就被田母罩着头上打了一下 她下手的力度极大 跟小时候打闺女一样 直接就把大山给打懵了 给我在这里好好待着 要是再让我知道你多事 老娘抽死你 外婆 大山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她不知道平日里 对她百依百顺的田母 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叫什么外婆 赔钱货生的儿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要是陆家真的不要你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一连吓了两天 稀稀利利一直不停 陆母这时穿着雨缩从外面走 一会儿去开会 要求全村人到场 都收拾收拾 一会儿去村里办公场地 怎么了 是不是下雨出了什么问题 傻丫头 不准说不吉利的话 要是让村里人听见了 揍你 还不是那个罗知青 在黑市被抓了 今天从这里放回来了 他在这里说 自己是无意中跑进去的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抓到了 那个林知青也是这么说 两个人说法一致 调查了一个星期 把两个人放回来了 然后呢 林知青和牛柱在一起 罗清清去更艰苦的地方 他过几天就要走了 现在召开会议说一下 罗清清要离开我们溪水村了 没想到在黑市 被抓到处罚这么严重 那可不 十几分钟后 到了村里常开会议的地方 里面坐满了人 陆傅站在最上头 而罗清清和林峰在角落里 罗清清正在小声抽气 林峰也满脸颓废 看到他们两个人的狼狈 陆家家突然开始担心血验了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 有一个事情要说 按照公家给的结果 陆傅在上面宣读了一下 对着罗清清道 罗知青 我也没办法帮你 你尽快收拾收拾 准备离开吧 罗清清咬了咬唇 红的眼眶点了点头 他偷偷地看向了陆叶国 要是想继续留在溪水村 最好的办法就是 在一个星期之内 把自己嫁出去 这样的话 他就有理由在这里安家落户 而陆叶国是他最好的选择 陆家家见罗清清视线 偷瞄了四哥 心里紧张 插了陆叶国里 小妹 你最近要离罗清清远点 等他走了再放松警惕 我知道了 陆叶国单纯地扭头 看向罗清清 罗清清见陆叶国看他 两人目光对视 罗清清心里微微有了自信 等出了房间 他手突然被人碰了一下 他没敢看是什么东西 就急忙装到了衣服的口袋里 下午天晴 陆花跟陆家家学写字 抬头的时候就看到了 小姑姑的新发带 小姑姑 你的新发带好漂亮啊 他摸了摸马尾上面的发带 这是上午的时候 薛燕偷偷塞进他手里的 有吗 还好吧 很好看 发带有些复古 却一点也不用俗 不许分心 都好好写字 字一定要练漂亮了 等你们在沙子上练得差不多了 我就去这里给你们买铅笔 谢谢小姑姑 不用谢 陆家家话音刚落 外面传来了拍门的声音 爹 爹 你快开门 我是大山 嗯 大雨刚过 陆母和三个哥哥都去地里了 二哥根本不在家 你爹不在 过会儿来吧 大山在外面喊得撕心裂肺 陆好握紧了手里的树枝 陆原也忐忑地站在陆家家边上 陆家家看着两个忐忑不安的小姑娘 安慰道 没事 我出去看看 大山整个人狼狈不堪 上衣被扯烂了 鞋子还少了一只 光着脚 裤子上都是泥水 陆家家醋了醋眉 想到了田金花 大山现在成这个样子在她意料之中 但她没想到大山会这么快就会跑回来 小姑姑 我爹呢 你爹下地了 应该在东头 你去找他吧 大山眼泪骤然落下来了 她伸手擦了擦 显然没想到陆家家对她无动于衷 小姑姑 外婆她打我 现在对我一点也不好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听说你娘把你上了田家的户口 以后你就是田家的人了 我也不认你这个侄子 你想怎么样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 我不想管 大山睁大了眼 眼泪又流了下来 大山 大山 你这个傻孩子 你跑什么跑啊 我和你外婆都担心死你了 她说完恶狠狠地瞪着陆家家 你别想把我儿子从我身边抢走 你们都别想 我把你儿子抢过来干什么 你少管我们家的事 跟娘回去 我不要回去 外婆她不仅让我干活 还打我 说我是大飞的仆人 你懂什么 你外婆不是那个意思 她只是不会说话而已 她要是真的不疼你 能对你那么好吗 再说了 那老妖婆没打过你吗 她打你就行 你外婆打你就不行 你叫谁老妖婆 陆家家瞬间冷脸 她伸手超过旁边的柳条 朝着田金花背上就打了过去 带着你儿子滚 滚回田家 田金花挨了一下想还手 但想到陆家家在陆家的地位 没敢动手 拨着大山就跑 赔钱货 死丫头骗子 你给我等着 反正也不是她小骨子了 她想骂就骂 你怕什么 以后娘护着你 再说了 在你外婆家的日子多好 你回去了 还得去打猪草 在你外婆家 就是陪着大飞玩 让着她点怎么了 可是外婆好可怕 她让我趴下来 给大飞当马蹄 还有吃的饭 好难吃 也没有肉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饱了 我不要 我要回家 我要吃肉 不要有什么用 现在你的户口在你外婆那里 你要是想回去 你外婆肯定要钱 要你小姑姑写谅解书 你觉得陆家那些没良心的 会答应吗 大山 你认命吧 娘就只有你了 你就算回去 他们也不会要你的 跟着娘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 你就不会饿死 为了大山的事情 陆家家在家里待不住了 拿着笔记本去了工作的地方 正在寄东西 一抬头看到了薛艳 薛艳视线落在她的头上 陆家家猛然想到了发带 下意识地摸了上去 薛艳顿时心跳加速 无论多少人告诉她陆家家喜欢她 都没有此刻来的清晰 她送出去这条发带 只有她自己知道意味着什么 薛艳心里一直很忐忑 她怕一切的猜想都是自作多情 陆家家见薛艳一直盯着看 抿了抿唇 塞边微微鼓起 她将手放了下来 理直气壮道 我觉得好看就带了 我 我 薛艳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嗓子里像是塞了东西 给你 什么 玫瑰苏 陆家家眨个眨眼 仰着小脸等待她继续说 结果 薛艳只是看着她 我不要 陆家家瞪了瞪眼 抬腿朝旁边就走 拿着吧 我不要 她都暗示成这样了 薛艳还什么都不说 我给你买的 然后呢 陆家家又等了她几秒 见薛艳又没了下去 她抬脚踢了一下薛艳的小腿 气冲冲地离开了 薛艳想追上去 但看到不远处有村民 停下了脚步 她知道陆家家想听什么 但是她的身份太敏感了 没有人知道 过去的几年有多难熬 她怕有一天 那些恶心的事情在发生 会牵连到陆家家 所以她从不敢让别人知道 她和陆家家有什么交往 陆家家这边回到家 将头上的发带扯了下来 想扔地上踩两脚 犹豫了一下 扔到了床上 薛艳就是故意的 找我很好玩吗 这个混蛋 罗青青晚上回到知青所 她见到厨房有热水 就咬了一小盆回房洗澡 刚刚洗完 就听到厨房传来了声音 谁用了我烧的水 李芬拿着勺子 掐在腰上气势汹汹 她烧好水准备洗头的 没想到出去一趟回来水没了 用一点也就算了 直接给她用完了 是谁用了我的水 还能是谁 当然是我们娇贵的罗知青了 李知青 你也要多多理解 毕竟罗知青 马上就要去更艰苦的地方了 听说那里一年都洗不上一次澡 你就可怜她这一次吧 你既然说的那么好听 那就当她用了你的水 你再给我烧一锅 我凭什么帮你 那你就闭嘴 你应该知道 我们这里多烧水的规矩吧 水是我挑的 柴是我捡的 谁让你用我的水 我 我就是太急了 身上太脏了 没想那么多 罗青青咬了咬唇 瞬间哭了出来 与李芬怒气冲冲的脸色相比 她十分楚楚可怜 李芬也不多说 用了我的水 那你就再对我挑 然后再烧热给我 可是我挑不动水 现在天黑了 也没办法给你剪柴火 那你就拿钱底 你要是不底 今天我就揍你 有本事你就闹大 我看看有几个人帮着你 罗青青脸色变了变 看了看周围 所有的女志青 都以厌恶的表情看着她 她瞬间收了哭泣声 你给不给钱 给 我给 在两个人商量之下 罗青青给了李芬三毛钱 李芬这才又去兴致冲冲的 烧了一锅水 罗青青气的直发走 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陆叶国拿下来 陆佳佳很有骨气的 一连两天都没搭理薛燕 碰见她也是 入无其事地走过去 不过 这两天碰见薛燕的 云率有些高 她正在书桌上写字 突然上面头下的阴影 她瞪着一双大眼睛抬起头 但表情很快卡住了 你 明明眼前的人有印象 可她就是叫不出她的名字 张涛 对 对不起 我这个人有些记性不好 没事 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 想找陆同志帮忙 我看陆同志写字挺好看的 能不能帮我写一封信 那你有纸吗 有 写到这里就行了 那你说 我写 谢谢 这也是书信里的内容吗 陆佳佳抬头笑了笑 张涛也跟着笑了笑 薛燕来的时候 刚好看到两个人相视而笑 她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整整一张纸 陆佳佳写得很满 你看看可以吗 如果还没说完 可以写反面 不用了 很好 她犹豫了片刻 从自己兜里掏出了几块糖果 放在了桌上 陆同志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不太喜欢献别人东西 这是我给你的报酬 真的很感谢你帮我写信 不用 不用 不就是写一封信吗 没关系的 无论谁帮我写信 我都会给的 只不过知青所的同志 大部分都没有钢笔 有钢笔的也没有墨水 所以才麻烦陆同志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陆佳佳也不好意思再拒绝 她不过就写了几个字 竟然收到了糖果 真是占了别人的便宜了 那你以后 要是再找不到人写信 可以来这里找我 我给你写 以后就不用给糖了 这些就够了 那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门口传来了脚步声 她一看是薛艳 瞬间没了吃糖的心思 将糖放在桌子上 目光看着薛艳 她倒想看看薛艳要做什么 薛艳扫了一眼桌子上的糖 随即一开视线 从贝罗后面拿出来一只兔子 薛杨想吃麻辣兔肉 你帮我做 分你一半肉 不要 你去找别人给你做吧 村里有很多会做饭的大娘 你只要愿意分一半肉 肯定会有人愿意的 你不是说 我是你的 陆佳家傻了眨眼 她说过这么大胆的话吗 你说过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有事可以找你帮忙 那我什么时候能报答完 薛艳站在原地不动 以薛艳先前冷冰冰的性格 恐怕早就转身走了 但是她现在没走 什么也没说 就是站在那不动 陆佳家也不管她 要过她就要走 薛艳向前一步挡住陆佳家 陆佳家差一点撞在她身上 你干什么 我不帮你做兔子 就不帮你 薛艳依旧没动 固执挡在她面前 这人不紧张 还无赖 陆佳家气得眼睛都红了 是她先送东西的 她带上去了 薛艳应该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你能不能等我三个月 只要三个月就可以了 陆佳家抱紧了怀里的笔记本 忐忑地问 那你是那个意思吗 我三月 三个月一定能准备好所有东西 薛艳手指抬了抬 但是却僵硬地像块木头 好几秒才大胆地抓住了陆佳家的手臂 你等我 薛艳在陆佳家眼里 一直都是冷静克制的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慌乱的她 她好像真的特别喜欢她 陆佳家窃喜地抿了抿唇 慢慢地点了点头 你答应我了 你答应 陆佳家也没那么矫情 她又点了点头 脸上有些不好意思 她真的把薛艳勾搭上了 陆佳家觉得挺玄幻的 但现在她心里又有些不舒服 眼神狐一地上下打量薛艳 她不会是看她长得漂亮才喜欢她的吧 要是两个人相处久了 发现她并不是那么乖巧 懂事怎么办 怎么了 那你怎么喜欢我的 薛艳耳间墨地红了 她张了张嘴 半天都没说出来话 陆佳家见她没说出来 想着两个人相处还比较少 忍着没追问 那我先回家吃饭了 兔子 那 那我走了 到了半路她开始有点不可置信 就 就这样 就和薛艳就这样谈恋爱了 好像什么都发生了 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就挺突然的 哪来的兔子 剪的 四哥 你把它包皮 到时候我做给你吃 行 陆佳家朝自己房间里跑过去 从自己衣柜里找出来了那条发带 又重新给扎了上去 刚要躺到床上睡午觉 想起了大白兔奶糖 准备给陆母尝尝 她伸手往衣服口袋里掏了掏 没掏出来奶糖 倒是掏出来了玫瑰酥 糖呢 陆佳家没往其他地方想 她以为是自己找错的地方 又掏了掏另一侧的口袋 还是什么都没有 不会是在路上跑步的时候掉了吧 陆佳家本来想让陆母尝一尝大白兔奶糖的味道 没想到竟然被她给弄丢了 她心情失落的同时看到了床上的玫瑰酥 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薛燕什么时候装到我口袋里的 没了大白兔奶糖 玫瑰酥也挺好的 薛家人正在吃午饭 薛阳一边吃一边哭 别哭了 可我自己忍不住 她伸出筷子加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 放进碗里之后就更伤心了 眼泪啪啪的往下落 哼 有肉吃就不错了 好不容易给你们做一顿红烧肉 还挑三拣四 这是红烧肉吗 薛阳看见碗里的肉就心疼 眼泪掉的更厉害了 家里好不容易割了一次肉 还是五花肉 结果却成了碗里黑乎乎的粘锅的东西 这根本就是糟蹋东西 这就是极致吃货 挨打的时候都能忍着不哭 把肉做坏了 哭得忍不住 我以后不做红烧肉了行了吧 你做什么肉都不好吃 那以后你做饭 我做饭也不好吃 薛燕本身就不中口腹之欲 被薛阳哭的也吃不下去了 她起身回房睡午觉 薛阳一边吃一边哭 吃完了午饭 回到房间的时候薛燕已经睡着了 她躺到了旁边 突然被什么个住了腰 她伸手往下面一摸 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两颗大白兔奶糖 瞬间感动的抽了一下鼻子 大哥对我太好了 竟然还拿糖红我 家家睡完了午觉 起床工作 走到一棵大树下 几个女孩子正坐在那里聊天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 知道罗青青吗 她怎么了 不是马上就要离开我们溪水村了吗 是快要离开 出了那么大的事 都进了公家的地方两次了 今天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门了 就连小皮鞋都穿上了 我看她的思想根本就没有改正 要不然哪还有心思打扮啊 你们刚才说罗青青怎么了 我们再说罗青青今天打扮得很好看出去了 打扮得很好看 陆佳佳男男道 随即脸色变了变 朝着陆叶国工作的地方赶过去 陆叶国今天干活的地方比较远 她走到半路 看到一条小溪 跑过去洗脸 刚要站起身 看到水面多出来的一道身影 她吓了一跳 一脚泡进了溪水里 溪水不深 直到她的小腿 陆叶国朝前快速走了两步 到了安全的距离 陆叶国扭过头看身后的人 她惊恶道 怎么是你 你想干什么 罗青青本来是想抱住陆叶国 毕竟像她这样的样貌 主动投怀送抱 没有男人能拒绝她的诱惑 到时候她在大喊大叫 把其他的人引过来 陆叶国要是赶不娶她 她就告她耍流氓 只是没想到陆叶国会突然跳入水中 虽然心里气愤 但她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天太热了 我来这里洗脸 没想到会遇到你 你洗脸就洗脸 为什么要走到我背后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容易吓到别人 幸亏我是个男人 跳下水也没什么事 要是个女人 摔进水里怎么办 你能负责吗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以后多注意啊 陆叶国往另一面蹚过去 但刚迈了两步 突然想起来 她扭头严肃地看着罗青青 对了 你马上就要离开我们溪水村了 不仅在我们村子里要注意 去了其他村子也要注意 罗青青忍了忍 她笑着道 我知道了 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怎么还在笑 我看你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罗青青眼泪啪一下掉了下来 陆同志 你是不是很讨厌我 陆叶国也不知道 罗青青怎么就扯到讨厌上面了 她没回话 汤水到了对面才道 我是有点不喜欢你 主要是你做的那些事情 正常人都喜欢不起来 以后好好做人吧 陆叶国是真心劝导 罗青青却像是被雷劈了一样 她甚至一度想放弃眼前这个男人 但想到陆叶国对陆佳佳的好和维护 她又蠢蠢欲动 等她嫁给了陆叶国 陆叶国一定也会对她好 陆叶国这种男人说白了 就是对外人不怎么理会 但是对自己的人却极其偏爱 罗青青想到嫁给陆叶国之后的好日子 咬了咬牙 陆同志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我今天是专门来找你的 来找我 对 我就是专门来找你的 我 我其实一直对你很有好感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我就是怕你拒绝我 可是现在我马上就要走了 不想留下任何遗憾 所以才会来找你 我很想压抑这种感情 但是根本压抑不下去 我晚上做梦都是你 我真的好喜欢你 你说我该怎么办才能忘掉你 陆叶国呆住了 罗青青的行为实属大胆 没有女孩子敢这样大胆 你 你说你喜欢我 嗯 那凌峰呢 他经常帮你干农活 什么都护着你 你不要他了 凌峰是我哥哥呀 你们怎么都这么想 我一直都把他当哥哥 他也说我长得像他妹妹 所以才会对我这么好 你不要误会 罗青青提起来凌峰就烦 他不明白 这些人怎么总把他和凌峰扯在一起 不就是帮他干干农活吗 有什么 陆同志 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 但我对凌峰没有感觉 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喜欢的是你 陆叶国 我想问问你 你对我没有一点感觉吗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陆叶国点了点头 第一次被人表白 他挠了脑后脑勺 很诚实的 你别喜欢我了 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 怎么可能 你以前明明喜欢我的 你喜欢我的呀 你不想娶我吗 怎么扯到娶上面了 陆叶国想到小妹跟她说的话 急忙摇头 我们家是不可能娶一个 思想有问题的女人的 虽然你很喜欢我 但我真的不喜欢你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 你明明喜欢我的 我那次都看到你偷偷看我了 那时候只是看你长得好看 是不是陆佳佳跟你说了什么 你就这么相信他吗 你用这么凶的语气 提我小妹干什么 我懒得搭理你 罗青青见表白没用 直接跳进了小溪里 朝着陆叶国的方向走了两步 然后扯了扯自己的衣服脚 陆叶国 你再走我就叫人了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你刚才对我图摸不轨 我被保清白跳进了水里 卧槽 陆叶国活了这么多年 他都不知道还可以这样陷害别人 流氓罪 要是传出去 他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了 你要不要脸 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你娶我就好了 我长得还可以 你也不亏 等我们两个人结婚了 我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 陆叶国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完全处于劣势 这种场景谁相信 罗青青会故意陷害他一个强壮男人 尤其是没有一个证人 其他人只会更愿意相信一个娇弱的女人 陆叶国 我长得不漂亮吗 你娶了我有什么不好 这个地方没有第三人 不会有人为你作证 对不起 用了这种办法 可我真的太喜欢你了 你娶我吧 就算我答应娶你 你也会叫的是不是 罗青青脸色变了变 他确实还会叫人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是一个受害者 以一个受害者嫁进陆家 他就能得到更多的优待 以后就算离开 也可以理直气壮 陆叶国见罗青青没吭声 手指蜷缩在一起 他的名声就要被这个可怕的女人毁了 以后所有人提到陆叶国 都会想到这个污点 陆叶国 对不起 我也是个女人 你可怜可怜我 我也没办法 罗青青嘴上讨饶 但是嘴角却微微扬起 谁说没有第三人了 我看到了 灌木头后面走出来了另一个女孩 他看着罗青青 我看到了事情的原委 你叫也没用 李芬 罗青青没想到四周竟然有人 还是他讨厌的人 他死死的瞪着眼 气急败坏道 李芬 你怎么在这里 小溪的水那么凉 我来这里洗脸 没想到却看了一出大戏 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 你这么奇葩的女人 李芬 你最好闭嘴 鬼才相信你平白无故来这里洗脸 哼 你也喜欢陆叶国吧 我听说有一次你被蛇咬了 是陆叶国救了你 自此以后你每次都会偷偷的看他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陆叶国又呆住了 李芬本来镇定自若 脸上瞬间就憋红了 你 你胡说八道 我就是来这里洗脸 才看到你陷害别人 你最好乖乖闭嘴 就你们两个人 谁会信你们 你喜欢陆叶国 自然会帮着他 谁告诉你 就我一个人 到了现在你还不出来吗 刚才罗青青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你就不想为自己讨一个说法吗 一枪真心喂了狗 连问都不敢问 你就是个懦夫 你在说谁 是我 林峰慢慢地走了出来 目光一直看着罗青青 你真的 真的从来都是骗我的 那些暧昧也都是假的吗 林峰 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你应该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你仔细想想 就应该知道 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难道真想让我去 更艰苦的地方吗 你怎么救 他欲说还休地看着林峰 希望对方能听懂他的暗示 林峰 你会站在我这一边的对不对 你如果不站在我这一边 所有人都会知道我的所作所为 他们会唾弃我 伤害我 你真的想让我去死吗 你真的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吗 你知道的 我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罗青青红着眼圈 楚楚可怜 一副崩溃至极的样子 林峰张了张嘴 李芬没想到现在罗青青还能狡辩 他恼怒地对着林峰 你疯了吗 你到现在还对罗青青抱有幻想 他都说了不喜欢你 只是把你当哥哥 你还这么死皮来脸 你不懂 你根本就不懂 我刚才看到了 是陆叶果 是他 想要欺负罗志青 是他 林峰说完之后 仿佛卸掉了所有的力气 他低下头 随即一言不发 罗青青凯眼对着李芬倾笑了一下 现在证人各有一个 根本找不到事情的真相 模糊不清的言论一样 能把陆叶果毁掉 陆叶果 你就娶了我吧 怎么样你都不亏 罗青青语气逼迫 要是以前他根本就看不上陆叶果 他一个乡下的操汉子 而他是城里来的漂亮女志青 要不是现在落了难 他怎么可能会嫁给他 还有证人呢哟 我也从头到尾都看见了 你为了自己竟然陷害我四哥的名声 真是太恶毒了 罗青青不仅仅想嫁给陆叶果 他还想让他四哥被人唾弃 罗青青没想到陆家家也在 他整个人有点崩溃 突然有了今天的事情 一定会垮掉的感觉 他不死心道 你是他妹妹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你觉得会有人信你们吗 是吗 不如我再多叫几个人 王大娘 赵大娘 你们也别看热闹了 他话音一落 罗青青看到不远处站起来的几个婆子 还有两三个男人 原来在陆家家找到陆叶果后 又看到了王婆子和赵大娘 就跑过去告诉他们 有一场罗青青好戏看 结果都过来了 罗青青看着眼前猛然出现的六七人 整个人呆在了原处 现在正人够吗 你 你故意的 你是故意的 什么故意的 我们什么都没做 就是在灌木从后面看了一会儿 又不是推你进水的 也不是我们撕了你的衣服 抓毛了你的头发 你怎么能说是我们故意的 我早就说这小娘提不是什么好东西 连续进了公家的地方两次 现在又想污蔑我们村的小伙子 真是缺男人缺到发慌 罗青青色缩着身子 整个人看起来脆弱不堪 陆家家看他这副样子 恨不得翻个白眼 要不是他带这么多人过来 陆叶果就会被盖上耍流氓的罪名 而罗青青则成为受伤害的无辜者 他四哥会有多惨 罗青青手里有了这个把柄 一旦他对陆叶果有任何不满 据朕里一告 他四哥说不定就会吃几年公家的饭 要是不想吃公家的饭 那就得必须心甘情愿地伺候罗青青 这还算是小的 说不定会牵连到三哥 也会牵连到他爸爸 甚至他们家的成分 到最后他们全家都得供着罗青青 简直恶毒至极 大家都看到了 是他污蔑我四哥 我四哥对他从来没有过任何想法 男人哄笑 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主动亲见自己的女人 本以为是什么亲冷女神 没想到私下里却这么主动 罗志青 你为啥喜欢不喜欢你的 我们可都喜欢你 要不你今天挑一个 罗青青环视了一圈 耳中不断地响起青剑嘲笑 他两眼发晕 身体后一眼 直接摔进了水里 青青 凌风脸色一变 急忙跳进水里 他将罗青青抱了上来 对着众人狂吼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 你们怎么这么恶毒 真的要逼人去死吗 陆佳佳懒得理会这个脑残 不过 他也不知道以现在的国家规定 罗青青能定什么罪 毕竟罗青青是个女人 而且没有和陆叶国发生关系 道德层面有罪 但是陆佳佳不知道 在法律层面有没有罪 唯一的好处就是 陆叶国再也不会 和罗青青扯上关系 他四哥永远摆脱了这个女人 四哥 你今天下午别工作了 去这里告他污蔑你 看看什么情况 不许去 不许去 求求你 给他一条活路吧 要不然他这辈子都毁了 我求求你 求求你 罗青青唇色惨白 整个人像是快要死了一样 而凌风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陆佳佳像极了恶人 陆佳佳本来不想解释 但是不解释 反而会让那些圣母心泛滥的人 指责陆佳人心了 陆佳佳不仅要解释 还要解释给所有人听 你知道他今天是想断 我们陆佳的活路吗 无论我四哥会不会娶他 他都会喊 这样我四哥就不得不娶 他也拿捏住了我们陆佳的把柄 让我们全家人都供着他 要不然我们家里 就会和田家一样出现一个流氓 还有我三哥 万一上面下来调查 能不能升职 说不定也得看罗青青 会不会手下留情 万一有竞争对手 你说我们家该怎么办 陆佳佳也哭 他扁了扁嘴 泪眼朦胧 我们没对他私下里的用心 完全听国家的 我们听从国家的指挥 怎么就逼死他了 我们错哪了 只能他逼我们去死 我们只是让国家判定就错了吗 听国家的错了吗 他眼睛里有一层雾水 可就是落不下来眼泪 不行啊 他没罗青青这个天赋 不是那种说哭就哭的人 陆佳佳狠心 伸手掐到掐腰上 瞬间眼泪汪汪 赶紧趁热打铁 王大娘 我们听国家的有错吗 是啊 听国家的错了吗 谁敢说错 谁要逼死他了 我们又没有对他怎么样 还是说你连国家都不放心 对啊 我们都没对他动一个手指头 连国家你都不信 怪不得跟牛住在一起 凌峰脸色瞬间惨白 周围的人越为越多 凌峰瘫坐在地上 知道罗青青这件事情 无力回天了 陆叶国见陆佳佳哭了 急忙汤水过来 一拳头打在凌峰脸上 老子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刚才和这个女人合力陷害我 我绝不会放过你 小妹 你别哭了 剩下的四哥处理就行 既然是同谋 那就一起抓起来 罗青青的事情又闹大了 毕竟现场的证人太多 很快就被人带走了 下午的时候陆佛带来了结果 就关三个月吗 关三个月 法律规定是这样 这件事情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而罗青青一再表明 他只是太喜欢老子了 就是怕老子不娶他才那样做 上面说只能算得上污蔑 而且又因为性别问题 没男人那么重 不过这个罗织青凌生 算是坏到了谷底 坐了牢 这些都是要进档案的 也不知道这辈子 能不能夹出去了 林峰肯定愿意娶他 陆母和陆佳佳往家走 半路上碰见田母正在打大山 你这个小兔崽子 半天只打了这一点猪草 你说我养你干什么 我养你干什么 这大飞 这大飞要我陪着他玩 那也得把猪草打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你现在是我们老田家的人 可不是在陆佳的时候了 我告诉你 明天你就给我下地干活 一天必须挣六公分 挣不到老娘抽死你 下地 我在家奶奶只让我打猪草 从来没让我下地干活 你以为你还在陆佳的时候 我告诉你现在是 田母正得意的抬头 一眼就看到了陆母 大山见田母不说话了 也扭头朝旁边看 他见到了陆母和陆佳佳 满脸惊喜 抬腿就要往两个人身边跑 奶奶 小姑姑 陆佳的 大山现在是我们家的孩子 我打他没什么问题吧 陆母没说话 带着陆佳佳就离开了 你喊什么喊 陆母这时候回头 田母吓得立刻不敢再动手了 你叫你爹娘 叫你姐妹都可以 以后别叫我奶奶 我不是你奶奶 走 陆佳佳见陆母心绪 并不向表面上平静 刚要开口 陆母道 我们陆佳人 就没有被人欺负的时候 没想到养出了这样一个货色 兔子肉陆叶国处理好了 陆母做得十分方便 不久后 一股麻辣的香味 从厨房慢慢传了出来 陆佳佳从盆里挑出来的一半兔肉 又倒出来了一小饭汤汁 干啥 给薛燕的 陆佳佳有些心虚 但想起来薛燕救了她那么多次 陆佳佳又挺直了腰板 打薛燕的救命针 陆母看着陆佳佳的小脸 想到对她闺女虎视眈眈的薛燕 突然觉得有些糟心 半下午的时候 薛燕来了 陆母正在缝衣服 陆佳佳则则是在给三哥写信 自从恢复记忆之后 陆佳佳就知道她三哥 是四个哥哥里面最聪明的 甚至可以说 陆佳佳的下场并不是很好 她要参军 不仅仅是为了省下粮食 还要成为陆佳反转命运的 最有力的武器 你问问她吃得好不好 让她不用为家里担心 寄回来的钱 我都给她存着嘛 除了家里过不去的时候 基本上不用 我知道了 她在纸上写的第一句就是 三哥 爸爸妈妈很想你 还有 我又回来了 陆母扫了薛燕一眼 指了指旁边的柴火 去 把柴披了 她冷着一张脸 一般做出这种表情的时候 就是发火的前兆 陆佳佳不知道薛燕又哪里得罪陆母了 要是以前她把薛燕当作救命恩人 那肯定是要求情两句 但现在她和薛燕也算是私下里交往了 让陆母指使一下也是应该的 薛燕点了点头 拿起斧头就开始劈柴 薛燕劈的速度很快 陆母表情渐渐舒缓 确实有一把子好力气 不行 不能这么快就妥协 陆母表情瞬间又崩了起来 她去了发呆的陆佳佳一眼 还不赶快写信 哦 娘 今天可 薛燕 薛燕若无其事地举起斧子继续匹柴 冷硬的脸色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怎么在我家匹柴 嚷嚷个屁 是我让她来匹柴的 这是我的活 为啥让她干 陆叶国倔强地问 她已经隐隐约约猜到了一点意思 陆母要是看不上薛燕 要是只把薛燕当作救命恩人 也不可能让她在家里匹柴 让你干 你看看你今天干的好事 要不是你小妹 你就被一个女人给算计了 老娘早就跟你说过 离那个糟心混远一点 你就是不听话 要不然我们家今天就成西水村的笑话吧 别劈了 既然她想匹柴 让她劈 薛燕听话地放下了斧子 陆佳佳见此立刻走了过去 过来洗脸 洗完脸 陆佳佳将准备好的兔肉拿了出来 妈 我送她出去了 薛燕看向陆母 站得很直 特别乖巧听话 走吧 走吧 麻辣兔肉 今天是我妈做的 特别好吃 手绢 给你 送给你 陆佳佳愣了愣 接过手绢 白嫩的塞边透出了粉色 低下头看脚尖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都不说话 薛燕一只手托着小盆 趁着没人 腾出来的另一只手 朝着陆佳佳的手背碰了过去 大哥 不远处的叫声惊醒了两个人 薛杨兴冲冲地来到两个人面前 她见到陆佳佳 努力咧着嘴笑了笑 佳佳姐 陆佳佳从没见过她这么好的态度 薛杨喘着气就闻到了旁边的香味 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是大哥一直不回来 我过来找她 确实挺晚了 那你们走吧 薛杨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兔肉实在是太香了 自从知道陆佳佳会给他们家送兔肉之后 口水就一直分泌 甚至管不住自己的腿跑过来接大哥 她想了想 自己来了也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 于是薛杨从自己兜里拿出来了一颗大白兔奶糖 佳佳姐 送给你 薛燕瞳孔瞬间紧缩 眼神不敢看陆佳佳 陆佳佳觉得薛杨手里的糖有些熟悉 伸手接了过来 看了一眼手里的大白兔奶糖 又看了看薛燕 心里有了一个十分大胆的猜测 你的糖从哪来的 这是我大哥特意给我买的 他今天中午给你的 佳佳姐 你怎么知道 陆佳佳将视线落在薛燕身上 睁着一双大眼睛刚想问 就见薛燕冷冷地瞄了薛杨一眼 走了 他率先走在最前面 会有些落荒而逃的味道 陆佳佳低着头 发呆地看着手里的大白兔奶糖 仔细地回想了一下今天和薛燕的相处 他 他在吃醋 这么小气吗 不过是几颗糖而已 陆佳佳眨了眨眼 他好像找了一个特别能吃醋的对象 吃完饭 陆佛叫来种人 镇里炼钢没用了 上面决定把炼钢敞关了 大力发展农业 那赵社会岂不是没工作了 对 回来继续种地 过一阵子有领导来 我们这里下乡视察 上面建议所有人都得参与农种 所有人 你是说咱闺女也得种地 上面是这样下达的 主要是想让领导看看我们积极性 再说了 咱闺女这个工作好 别到时候领导看工作少了 再给咱闺女天工作怎么办 明天开会说的就是这些内容 给你们做个心理准备 陆母撇了撇嘴 嘟囔了两句没在吭声 心里也打定好了主意 等大家都回去睡觉 陆母又把陆港国叫出来说了几句话 过后 她回到了房间 推了一下准备睡觉的陆父 不善地问 你说检查的事情怎么办 你又不是不知道 家家干一上午农活 手上脚上都是水泡 干一天养一粥才能好 我可舍不得归于受罪 你这么问就是有主意了 你想怎么办 我记得山上有一块地 平日里村里都种大豆 让家家去那 那块地又偏又远 基本上中午都不回来 如果领导来检查 根本就不会去那 太偏了 万一闺女出事了怎么办 让老四一起去 王家可是重点观察对象 少了个闺女行 再有个儿子不在 万一哪个人说一嘴 领导来了兴趣 跑到两个人工作的地方看 那就麻烦了 而且现在正是王家表现的时候 上面还说让我介绍介绍 儿子绝不能少 那你说怎么办 让学院去 往年这个地方难中 公分又少 大家都不愿意去 以前都是薛燕去的 这次薛燕还去 肯定没人说什么 就他们两个人 那可不行 陆母闭了名嘴 说道 让赵社会也去 不行 那个地方的活少 两个人一周正好干完 三个人去 要是活早早地干完了 领导还没来 那还不是要去大地里干活 陆母心塞了 但转而想想 薛燕现在正在追她闺女 肯定不会让家家干农活 再说了 她又不让她闺女正公分 做做样子 跑过去玩就行了 但她还是不放心 万一家家被占便宜了怎么办 这么多年了 薛燕的性子我也了解 她以前在山上 救咱们闺女的时候 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现在肯定也不会做 再说了 她家都在西水村 还有两个弟弟 她敢做出格的事情 下半辈子就毁了 薛燕是个聪明人 她知道该怎么做 上头只是说在一周之内来 没说是哪天 也就是说一周之内 家家都得干农活 陆父也舍不得自己闺女下地 但是大环境 没办法 陆母仔细想了想 还是咬牙同意了 凌晨时分 陆港国偷偷离开了家门 第二天 陆家家刚刚吃完了早饭 外面传来了哭哭啼啼的声音 陆母走了出去 陆家家也跟了上去 刚出门就看到 田母坐在陆家门口哭 你来老娘家里干啥 想打家 大家来看看啊 昨天陆港国跑到我家 把我儿子给打了 可怜我们家光宗商 才刚刚养好 又被人给打了 赵世会顿了顿 他昨天没了工作 刚回来 想打田光宗讨陆家家欢心 结果被人截胡了 谁打你儿子了 是你 就是你 就是你昨天打了我儿子 你说我儿子打了你儿子 怎么打的 昨天陆港国在我儿子头上套了麻袋 然后打了他一顿 可怜我儿子的身体才养好 现在正虚弱着 被陆港国打了一顿 今天又卧病在床了 我已经因为你们陆家没有一个儿子了 你们陆家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们 是想逼我们全家去死吗 等等 你昨天晚上看见我二哥打田光宗了 没有 我要是看到还能让他给走了 那你凭什么说我二哥打的 当然是我们家光宗说的 可怜我们光宗不对啊 田光宗不是被套麻袋了吗 他怎么知道是我二哥打的 陆家家打断田母的话 上下打量他 你不会是找不到打你儿子的人 故意赖我二哥吧 什么赖你二哥 就是他打的 田母气得直接站了起来 他甚至想冲上去扑打陆港国 可刚迈出一步 陆爱国和陆叶国挡在了前面 田母瞬间停下了脚步 又开始坐下来大哭 怎么 说不过了 想把今天这件事情赖到我们家身上 田婆子 你非要跟我打一架是吧 是陆港国说的 他打了光宗之后 警告田家以后不许再欺负大山 必须当自己亲儿子养 要不然知道一次打一次 这就奇怪了吧 既然说自己是谁 为什么还要套麻袋 你们怎么这么肯定是我二哥呢 万一是有人看不惯田光宗 故意打他 然后通过大山把事情推到我二哥身上 陆母得意 看他闺女多聪明 没告诉他 他就知道他昨天怎么想的 你们陆家不认识吧 老娘认什么认 打你儿子的人说他是陆港国 就是陆港国 田光宗脸上套着麻袋 随便打他人怎么说了 有本事你就去告状 看看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 打你儿子的人就是老二 还有 上个月田光宗不是也被打了吗 说不定就是那个人 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家港国 田父吹胡子瞪眼 一时间没说出来话 说了不是我们家就不是我们家 你要是不相信就去这里告 而且我很怀疑田光宗被打了 你们找不到人 故意栽到我们家身上的 怎么 当我们家是冤大头吗 就是 肯定是田光宗被套了麻袋 找不到人故意赖到我二哥身上 哪有人打人套了麻袋 还故意告诉自己是谁的 那还套麻袋干什么 陆母太过理直气壮 陆家人咯个气的瞪大了眼睛 这样一分析 田母心里也慌了 他来的时候太生气了 没仔细想 现在想想确实也是 打人套麻袋是正常的 但套了麻袋还说自己是谁就太不正常了 田母不死心道 那肯定是因为我这两天打大山了 你打我儿子 陆港国一听这话 眼瞪得跟牛一样 大山给了你们田家 但这不代表着你们可以虐待他 我要去镇里告你们 田母吓得赶紧打起来 拉着田父跑了 陆家家这时候开始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二哥从小性格就木讷 乃知道什么虐待 还要去镇里告状 不会真是二哥打的人吧 他目光落在自己亲妈身上 这应该就是幕后主使 陆母乐滋滋的带着陆家家回去收拾东西 准备去开会 陆家家看陆母眼角笑出了咒 就知道眼前的绝对是幕后主使 他瞄了瞄四周 小声问 妈 你为什么让二哥打田光宗 陆母眼角的皱纹更深了 他生的闺女就是聪明 还能咋低 田家那个老家伙 故意在我面前打大山 不就是想打我的脸吗 我能让他舒心了 还有 大山的日子也不能太差 人逼急了 为了活着 什么都做得出来 到时候肯定哭着求着想回来 你二哥虽然傻 但哪有爹不疼孩子的 我又受不了这么个小崽子 到时候二房分出去 几个小丫头怎么过 小好他们 你不是喜欢他们吗 我看到两个小丫头 有我小时候那股劲 能帮一把是一把 这下我们家气也出了 田家也拿我们家没办法 田家那个老婆娘 以后肯定不敢太欺负大山 大山受受苦 能改过来就改过来 不能改过来 也是他爹娘自己的造化 等过两年陆好长大了 也能照顾照顾底下的妹妹 大山就算被接回来 也不会改变什么 你这丫头懂了吗 今天全村开会 讲了全员浓重的事情 陆家家想到自己也要浓重 脸皱成了包子 他记忆中也干过浓活 但是他皮肤太嫩了 一天下来手上脚上全是水泡 下了会议 陆处找到了薛燕 和往年一样 东边那块地是你的 没问题吧 还有 家家也会去那里 他不太会干龙活 你多照应照应 薛燕身体僵住了 他愣了愣 随即快速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家家有工作 我们不止着他挣公分 他能干多少干多少 你不要催着他干活 不会 田母开完会到家气得要命 大山正在弄鸡时 他气无处可撒 伸手就要拍大山的后脑勺 却被田光宗给叫住了 娘 娘害死我吗 昨天陆港国都说了 你打大山一次 他打我一次 你是不是眼里只有弟弟 从来不想着我 光宗 我是你的亲娘 怎么可能不疼你 我还不是 田母瞪了一眼大山 怎么都不敢动手了 大山正缩着脖子 听到田光宗的话 嘴角动了动 田金花扑上来抱住大山 让他别怕 大山却无动于衷 怕娘让他别怕 但是他还是一样挨打 他说的别怕 只是让他忍着别喊疼而已 大山突然明白了什么 眼神恍惚 陆复跟陆家家下午的时候聊了聊 让他明天跟着薛燕 去最东边的那块地中大豆 我和薛燕 那个地方不会有人去 你就在那里玩几天 那 那好吧 到了第二天 陆母在陆家家的水壶里 装满了绿豆水 又给他带了中午的饭 我昨天给你蒸了两个馒头 炒的青菜和兔肉 给你放里面了 中午别忘了吃 我知道了 陆母担心的别起了嘴 他拉过陆家家 今天到了地方 什么活都不用干 坐在那休息就行 到了下午五点就回来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做 陆家家点了点头 一看就没有认真听 养了闺女才知道有多担心 男女之间 出了事 基本上就没有男方吃亏的 陆母脸都憋红了 他嘱咐道 不许薛燕碰你的手 不是 身上马都不许让他碰 千万别因为好奇 就做不该做的事情 听到没有 妈 你在想什么 我和薛燕都是正经人 陆母翻了个白眼 他知道薛燕正经 要不然也不可能同意陆家家去 你把我说的记住就行了 我知道了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出发 到了村地头分开了 薛燕早早的在大树底下等着 陆家家一见到他直接小跑过去 娘 这咋回事 小妹怎么跟着薛燕 他们去东边那块荒地上种大豆了 陆母懒得多说 他心里也不痛快 拿着铁锹黑着脸往前走 越往东边走人越少 见周围没人了 薛燕伸手拿过陆家家手上的铁锹 然后继续伸手 把水壶也给我 哦 包拿来 我帮你拿着 陆家家本来想自己拿包的 但看到薛燕背水壶还挺可爱的 他乖乖的伸手逼了过去 薛燕后面背着背篓 薛燕的肩膀胯着包 沉不沉 走吧 陆家家站在原地没动 掩掩珠子转了转 薛燕 怎么了 我们是不是对象 他没不好意思 薛燕耳间却瞬间红了 嗯 那我是你对象 你怎么只背他们不背我啊 陆家家害怕薛燕听不懂 指了指他身上的背包 薛燕愣了愣 耳间更红了 那那 那我先把你背过去 薛燕这种傻乎乎的样子 一看就没谈过恋爱 关键他那张脸平日里那么冷 陆家家突然很想上去捏一捏 但陆家家怕斗过头了 他大方的走了过去 不用了 我能走 薛燕本来以为陆家家生气了 刚想解释 看到他脸上的笑 瞬间明白他是在逗他 他抿了抿唇 唇角微微向上扬 跟在陆家家后面 在哪啊 前面 已经说了好几次前面了 怪不得没人来这里种地 实在是太远了 两个人磨蹭了一个小时才到 陆家家脚心磨得发疼 直接坐到了大树下休息 薛燕将东西放在一边 拿出装豆子的小布袋 挂在了自己脖子上 拿起铁锹去工作 陆家家想自己是薛燕的对象 总不能留下好吃懒做的形象 跑到薛燕被搂旁 往里面扒了扒 还是没找到布袋 我的呢 你坐在那就行了 陆家家站在原地看了薛燕几秒 他还是想表现表现的 总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的性格缺点暴露出来 陆家家四处看了看 最后落在薛燕挂在胸前的布袋上 薛燕每次都是先用铁锹将土挖开 然后再从布袋里拿出大豆往坑里面一扔 这样一个人确实能干活 但就是太慢了 我闲着没事帮你扔豆子吧 薛燕想了想 将布袋从脖子上拿了下来 布袋很轻 陆家家直接挂在了脖子上 薛燕每挖开一个坑 陆家家就往里面丢大豆 两个人干了一个多小时 休息吧 以后再干 到了中午 陆家家打开自己的饭盒 里面有两个大馒头和兔肉 薛燕的碗里也有肉 看着好像是野猪肉 陆家家先给薛燕加了一块兔肉 然后伸向了薛燕丸的猪肉 别 快吐出来 好闲 你们家是不缺买盐的钱吗 那是我刚刚 不能浪费 多喝水 实在是太闲了 那种味道到现在都冲不散 陆家家捧起水 不喝了好几口 加了糖的绿豆水 还压了下去 不闲吗 习惯了 陆家家瞬间心疼自己对象了 一人一个 这是我妈给你的 我平时在家里都是吃一个馒头的 她今天却给我带了两个馒头 还让我带了那么多肉 就是给你的 其实 她还有一个目的 什么 就是 陆家家直接将馒头塞进了薛燕嘴里 她早就想这么做了 当初报答救命之恩讨好薛燕的时候 薛燕总是拒绝她 还把她的饼子给推掉了 当时她就想把东西直接塞到她嘴里 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塞 还是当对象好 好多事情都能干了 欺负也没事 当然是吃人嘴短 男人手软 我妈就是让你吃了我的东西 帮我干活 陆草吃过午饭 偷偷来到了偏僻的后山 周文青从一棵树后面走过来 陆草递给她一个鸡蛋 这是我偷偷攒下来的 没煮 你自己想办法煮吧 下次尽量煮一煮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去我们家提亲 我娘最近又开始找没人了 想把我嫁出去 周文青顿了顿 她看着又矮又胖的陆草 眼底划过嫌弃 等等吧 你知道我的父母都在成脸 他们才刚刚知道你的事情 我必须跟他们说清楚 不想让你不明不白地跟着我 陆草脸瞬间红了 羞涩地问 你父母对我还满意吧 他们不太同意 你父母不同意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 周文青虽然是城里下来的知青 但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 而且陆家的成分好 他二叔又是大队长 他们有什么资格不同意 他们不想让我在乡下结婚 跟我一起长大的隔壁姑娘 到现在还在城里等我 我父母觉得愧对他 所以一时间无法接受你 城里竟然还有人等你 陆草本来想发火 但是没想到周文青现在这么抢手 就连城里还有姑娘等着他 他只能收了脸上的凶恶 故作姿态地跺了跺脚 那怎么办 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你也喜欢我 难道因为你的父母不同意 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吗 所以我再尽力跟他们沟通 等过两天我再给他们寄一封信 表明我自己的态度 告诉他们我一定要娶你 文青 陆草本来有些不满 但看到周文青这么向着他 心里一阵感动 他抓住了他的手指 放心 无论谁想娶我 我都不会嫁他的 我只喜欢你 他含情脉脉之间闻到了一股猪屎味 但是他心里的感动 早就把这点味道给压了下去 五点半的时候 薛燕见天色不早了 回家得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带着陆佳佳往回走 陆佳佳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就腿酸了 两条腿上跟绑了千块一样 能歇一会儿吗 两个人在树下歇了几分钟 过后陆佳佳的腿更酸了 走十几分钟歇一会儿 到了七点的时候 两个人才走了一半的路 落日黄昏 投下了暖色 薛燕将被搂递给陆佳佳 背上 我背不动 你背他 我背你 上来 陆佳佳趴在薛燕背上 他失魂落魄地问 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 人有没有用不是用力气来评断的 一个人力气大说明不了什么 我觉得你这样的人当对象特别好 这种话在这个年代无异于大胆地告白 湿热带着暖香的气息扑到他的耳垂上 薛燕喉咙滚动了一下 耳间红了 陆佳佳愣了愣 他第一次看到薛燕耳朵红 伸出指尖碰了碰 别乱动 可是我看到 再说我就把你扔下了 薛燕走得很快 两个人快到村口的时候 薛燕把陆佳佳放了下来 没走两分钟 就在村口看到了陆母 陆母急急忙忙走了过来 吓死我了 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 就是早就该回来了 陆叶国瞪着薛燕 薛燕没搭理他 陆佳佳见词 立刻可怜巴巴地扁了扁嘴 妈 陆太长了 我走一会儿歇一会儿 才回来晚了 没事 没事 妈 回家吧 我都饿了 走 回家 隔天 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在村子里面传遍了 原来和陆草相叹的张家张磊 前天发来的电报 说腿受伤严重 现在转去了医院 陆母听到这个消息一早上都没笑容 吃完饭就回房收拾 她将前些日子熏的肉都装到了包裹里 随后又往里面装了好几身衣服 陆佳佳进来的时候 她嘟囔着 等农中过了 妈就把这些东西给你三哥寄过去 你三哥人不傻 但他有血性 肯定也受过伤 就是不往家里报 我到时候陪妈一起去 妈 你会做那种放的时间长的肉酱吗 要不这两天我们再去弄点肉 封起来给三哥送过去 会倒是会 就是有些麻烦 既浪费盐又浪费油 过了一会儿 她又难难道 还是做吧 真是欠了她的 生儿子生儿子 生了这么多儿子 真是操心的命 陆佳佳心里也微微酸涩 陆母这时拍了一下大腿 老三这个月的工资到了吧 我得赶紧去领 晚上 陆佳佳躺在床上不想动 陆母走进来 一边收拾衣服 一边跟陆佳佳聊天 张家的事情恐怕没完 现在他们儿子受伤了 照我看他们 恐怕还有相看陆草的意思 我身为父母也能理解 就是想让儿子平安 哪怕是一些微末的机会 也想利用上去 什么 你是说张磊有可能娶陆草 是啊 那边也传来的消息 恐怕还想再来看看 这次张磊腿受伤 可把张家父母给吓死了 可是婚姻关系着张磊的下半辈子 他们也太草率了 陆佳佳脸上有些不渝 虽然陆草是他堂妹 他们两个人之间有血缘关系 但是现在陆草正跟周文青打得火热 而张磊是在为国奋斗 他们两个人成了 陆佳佳觉得也太欺负人了 再说了 陆草根本不是什么福娃 张家这对父母不是托儿子的后腿吗 就是有这个意向 也不一定能成 你以为两家的亲事说成就成 肯定得男女两方看看 现在男方不在家 才是初始阶段 哦 陆草应该跟上次一样看不上张磊 不过我觉得他以后会后悔的 还看不上 那也说不定 现在张家的情况也变了 张磊的腿部受伤 听说特别严重 以后万一成了瘸子回来 再没有一份好的工作 你大娘也不一定看得上他 国家肯定会给补贴的 补贴也不能补贴一辈子 回来了还是得靠自己 快睡吧 明天还得下地呢 陆佳佳连续跟着薛燕下了四天的地 也就在第四天出了事情 早上去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 中午天上突然落下了大颗雨滴 薛燕带着陆佳佳往山洞跑 雨下得太急了 两人都灵透了 怎么突然下雨了 不会一直下到晚上吧 应该不会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整整过了一个小时 雨不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越下越大 山里的温度也越来越低 陆佳佳身上的衣服本来就湿透了 温度一低 直接打了一个喷嚏 薛燕急忙走上去碰了碰陆佳佳的额头 薛燕 我好像感冒了 哎呀 果然很暖和 有点冷 现在也没人 抱抱没问题的 薛燕伸手扶住陆佳佳乱动的腰 喉咙滚动了一下 别动了 不动了 陆佳佳其实也有点脸红 但她感觉脑子昏沉发晕 索性直接趴在薛燕的肩膀上 自动屏蔽这些问题 薛燕喉咙又剧烈滚动 时不时地碰碰她的额头 没发烧 就是感冒了 陆佳佳倒是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出问题 仿佛只要薛燕在身边 她就什么都不害怕 她代表着她内心的安全感 陆佳佳脑子发沉 说话也不顾忌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她喃喃道 薛燕 我好喜欢你啊 薛燕整个人蒙住了 她张了张嘴 很久才从喉咙里挤出来话 什么 但是过了太长时间 陆佳佳已经睡过去了 她呼吸滚烫 我 我更喜欢你 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喜欢你 半个小时之后 雨稀稀拉拉的停了 薛燕没再继续淡活 背着陆佳佳回去了 半路上碰到了赶来的三兄弟 天气突然降温 陆佳佳又淋了一身的雨 长时间没换衣服 呼吸慢慢滚烫 显然已经发烧了 陆佳国从薛燕身上接过陆佳佳 急急忙忙往家里背 陆母早就在家里煮好了姜汤 等陆佳佳一回来 立刻灌了一碗汤 陆佳佳虽然发烧了 但也不是完全没意识 她就是脑子有些沉 头重脚轻 太辣了 辣才有用 陆佳佳喝了一碗姜汤 换了干净的衣服 昏昏沉沉的窝进了被子里 在快睡着的时候 她道 妈 你别忘了让四哥给薛燕也送一碗姜汤 都烧糊涂了 还想着薛燕 真是 陆母出了门 刚说让陆佳国去给薛家送一碗姜汤 薛燕就出现在了陆家门口 她手上拿着一大把刚摘的草药 递给陆母 添三碗水 放进瓷罐里小火熬煮 一个小时喂给她喝 喝了吧 别感冒了 那快递快种完了吧 还差一点 今天领导已经来检查过了 刚走就下了大雨 明天我就不让佳佳去了 你不要等她了 如果说她以前对薛燕有三分的满意 现在已经上到了六分 就冲薛燕对她闺女的这份心 也是个可以嫁的男人 薛燕点了点头 当要走 陆母瞧了瞧四周 偷偷摸摸地给薛燕端了一碗肌肉 走偏僻的地方 别让人看见了 薛燕没多停留 很快离开了陆家 从山洞直到这里 她内心一直飘着 薛燕第一次听到陆家家说喜欢她 不是靠她猜的 也不是从别人口中说出来的 是陆家家亲口说的 她没走几步冰冷的唇角 就忍不住微微向上扬 陆家家晚上的时候烧退了 但是感冒没好 鼻塞严重 你说这老天爷也真是的 都最后一天了下雨 非得把我闺女给弄生病了 糟心的玩意儿 还不如让我发烧呢 呼吸不上来太难受了 说什么傻话 刚去给你包了药 两天就好了 睡觉 过了一会儿 陆母忍不住地问 家家 你是不是对薛燕有意思 睡觉的时间问这干什么 陆家家直接装死 一声不吭 陆母看了看陆家家 假装道 其实我跟你爸都看不上薛燕 你说他们家穷 兄弟又多 连房子都没有 你要是有这个心思 趁早打消吧 我是不可能同意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 不是这样的 那我知道了 你也看不上薛燕是吧 不愧是我闺女 我们俩想到一块去了 不是 妈 薛燕不是你想的那样 其实 陆家家咬了咬牙 将她知道的所有事情 说了一遍 这本书的背景 我全都知道 再过两年 就没有成分问题了 知青返程 一切回归正位 三年后是高考 所有人都能参加 到时候 我肯定是要参加 他高考的 等等 你说薛燕以后 是金融大鳄 什么是金融大鳄 其他的他不是很关注 陆母还是更关心 未来女婿 就是以后搞经济 特别厉害的 简单来说 就是以后特别有钱 做生意特别厉害 薛燕以后 还能是个大人物 你说我们是一本 书里的人物 我活这么大年纪了 我竟然是书里的人物 但现在我们 不是书里的人了 这已经是真正的世界了 不再受剧情控制了 不对呀 我听故事的时候 都有戏份重的人 薛燕不会是这本书里面的 主要人物吧 算是吧 那我呢 他生了四个儿子 持家有度 又生了这么漂亮的一个闺女 应该过得很好吧 挺好的 都挺好的 陆佳佳作为前妻 重要的女配戏份都不多 更别提陆佳了 书里连写都没写陆佳的结局 除了她 戏份最多的就是陆叶国 谁让她是罗青青最大的耻辱 闲着没事 你给我讲讲 这本书的故事吧 书里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思想了 结局也不是书里面设计的了 有什么可讲的 反正你就需要知道薛燕能力很厉害就行了 能有多厉害 你看看 现在有钱的都被压着 而且这男人有钱就变坏 将来说不定都看不上咱们家了 他要是真变心了 我再找一个比他还年轻的 找不到就单身 是我闺女 可不能把希望都放在男人身上 不行咱们就离 陆佳佳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 烧已经完全退了 比赛也好了很多 再去工作的路上 鹿草追了上来 陆佳佳 我听说你生病了 是不是昨天淋雨了 你和薛燕昨天做了什么 自从上次包子的事情之后 没人的时候陆草也不装了 直接就喊他陆佳佳 关你屁事 陆佳佳更不装了 陆草撇了撇嘴 陆佳佳 你别看不上薛燕 他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凶 不好相处 但是人挺好的 你要是喜欢的 就赶紧嫁给他 要不然就被别人抢走了 你还是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你和周文青谈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竟然就我一个人知道 他不会是对你没意思吧 要不然怎么不告诉其他人 你胡说八道 文青才不是你说的那样 陆草生气之后又防备的看着陆佳佳 我们说这薛燕的事情 你提周文青干什么 你是不是还放不下周文青 你想要跟我抢他对不对 嗯 我告诉你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就算长得再好看文青也不会看上你 他说了他只喜欢我 那我祝你们终成眷属 你果然生气了 陆佳佳 从小到大你什么都比我强 我想要的东西都在你那里 现在你喜欢的男人喜欢我了 你一定很难过吧 陆佳佳觉得陆草脑子里面有坑 他加快脚步往前走 陆草见陆佳佳落荒而逃 得意的揉了揉自己的大辫子 陆佳佳到了办公的地方 开始工作 感冒太痛苦了 陆佳佳憋得眼尾通红一片 偶尔还会流眼泪 陆同志 你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了 你跟我说 我帮你教训他 没有 没有 我就是感冒了 薛燕太过分了 你跟着他去干活 竟然感冒了 要是陆佳佳跟着他去干活 他一定牢牢护着他 就算下雨 他也会把他挡在身下 一定不会让他感冒的 陆佳佳愣了愣 完全不懂赵社会的脑回路 赵同志 你还是赶快去工作吧 陆同志 我们家决定用工资补贴 买一辆自行车 到时候去镇里很方便 如果你要用的话 可以来我们家借 买自行车 这个年代的自行车 相当于现代的奔驰了吧 谢谢 赵社会见陆佳佳乖乖地对他笑 瞬间晕乎乎的 不用 陆同志想什么时候用都可以 薛燕走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赵社会傻傻地 挠着自己的后脑勺 他沉了沉眼 走到了赵社会旁边 你没感冒吧 我今天不去了 你自己小心点 累了就停下来休息 不要蛮感 我今天就干完了 你还记得你昨天说的吗 我 我有说什么吗 薛燕没吭声 拿了工具 本来想直接走 但还是扭头开口 没事 这一点也不像没事 陆佳佳叫了陆叶国进来 两个人走到偏僻的地方 四哥 不是让你跟赵社会说了吗 我跟他不可能 我跟他说了 你有说吗 我跟他说了 但是你现在没对象 也没订婚 他不死心也很正常吧 要是我 我肯定也追啊 陆佳佳工作完回了家 农种差不多了 陆母今天没去上工 准备在家里做肉酱 陆佳佳出去拿柴火 突然有个陌生的中年女人 凑在她身边 小姑娘 你们家是在这附近的 嗯 你找谁啊 你这小姑娘 长得可真好看 有对象了没有 哎呦 长得可真好看 跟画上的人一样 中年妇女越看越喜欢 就是太瘦了 不适合干农活 撑不起来家 却可不适合她弟弟 你认识这家的人吗 陆佳佳看向她指的方向 是陆大娘家 她点了点头 那我问你 这家姑娘什么性格 长得怎么样 勤不勤快 平日里孝不孝顺父母 陆佳佳立刻对眼前人的身份 有了猜测 不出所料应该就是张家的人 可她一点也不想 胡说八道给陆草找补 万一两家人的亲事真的成了 到时候南方后悔了 她岂不是成了帮凶 尤其南方还是保家卫国的英雄 可要是实话实说 要是让陆大娘知道了 他们两家的感情就出现了嫌隙 她还是不要掺和竞选 你们是不是东水村的张家呀 中年妇女脸上僵了僵 她今天过来就是秘密打听的 现在竟然被一个小姑娘猜出来了 既然小姑娘猜出来了 肯定会偏向陆佳人 没事 没多大事 不愿意说就算了 陆佳佳回了家 对陆母说了刚才的事情 哎呦 肯定是张佳人来打听了 看来我猜的没错 这是又有意思了 到了中午陆母将做好的肉酱 装了五六瓶子 秒头看陆佳佳自己拿了一罐 干啥 给薛燕尝尝 我帮你烧火了 陆母心耿了几秒 刚要开口 隔壁传来了打骂声 和隐隐传来了陆草的低声哭泣声 反正你知道了 我也不隐瞒了 我就是要跟文青在一起 你说 你跟那个周文青到底多久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发现家里的鸡蛋少了 还以为是鸡不行了 没想到都被这个黑心的玩意 给那个周文青了 你说不说 你到底说不说 陆草被打得嗷嗷叫 还是忍着不说 直到被陆大娘一脚踢趴在地上 陆草见陆大娘有了 非打死她不可的架势 一边害怕的把手臂举到头上 一边挤着眼睛哭 你别打了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陆大娘已经失去理智了 她凶狠的瞪着陆草 你最好老老实实的给我交代 要不然今天老娘就把你打死在家里 我们 我们已经在一起快要一个月了 文青说了 她喜欢我 她只喜欢我 娘 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 你就让我们在一起吧 陆大娘手摸了摸太阳穴 觉得天地间一片眩晕 娘 你咋样了 陆大娘扶着儿媳妇的手臂 颤抖的指着陆草 你们断了 立刻给我断了 不 不行娘 文青是城里下来的知青 等她回城了 我就是城里人了 而且她那么有才华 前途不可限量 这是我的机会 老娘怎么生出来了 你这样的傻子 周文青就是个小白脸 再说了 她能看上你吗 她就是图你的东西 她怎么看不上我了 你们怎么都这样说 娘 你是我的亲娘 你也这么看不起我吗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废物 你是不是也想要陆佳佳那样的女儿 但可惜了 周文青看不上陆佳佳 她就看上我了 娘 周文青她看不上陆佳佳 正好说明她不是看外貌的 这样的男人不是好男人吗 她喜欢我 爱上我 给我念诗 这些她从来都没有对陆佳佳做过 这不就是她喜欢我的证明吗 陆大娘深吸了一口气 知道自己已经劝不了这个闺女了 陆草已经陷入了怪圈 说什么都没用 立刻跟周文青断了 然后乖乖的在家 我给你找个人家 你赶紧嫁过去 我不要 我不要 陆草突然发出一阵哀嚎 跪在了地上 上演了一出古代棒打鸳鸯的戏码 我求求你了 你别拆散 我跟文青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陆大娘面部已经僵硬了 大唐嫂简直没眼看 把她给我关到房里面去 大唐嫂得了命令 立刻拉起了地上的陆草 陆草死命挣扎 她虽然没有大唐嫂力气大 但是动手的时候毫无顾忌 直接把大唐嫂的手臂给挖破了 大唐嫂脸色沉了沉 要不是陆草是小姑子 她早就大耳瓜子扇过去了 扇 给我扇她 大唐嫂没动手 现在的婆婆正在气头上 谁知道过后会不会散账 这是咋了 这是 陆母不用猜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本来也不想管这破事 但是大方也帮着他们去了田家 她在隔壁听到了 总不能不过来看看 哎 丢人啊 而陆草看到陆家家 更兴奋了 我要嫁给周文青 我就是要嫁给周文青 嫁个狗屁嫁 傻玩意儿 陆大娘张口就出脏话 打起地上的棍子朝着陆草追了过去 陆草这次吓得也不用大唐嫂拉了 直接冲进了自己房子里 这 这咋又跟周文青扯上关系了 也不知道这个周文青是不是狐狸经典的 家家刚清醒 又缠上了我闺女 你看她那副死样子 我怎么说都不听 大伯娘 你消消气 这是我们家刚熬好的肉酱 你尝尝好不好吃 好孩子 有心了 大嫂 你也往好处想想 我们家家都想明白了 你好好跟小草说说 小草说不定也能想明白 今天拿的不多 主要这些肉酱是给老三熬的 让她在部队的时候也能吃得点好的 家家这丫头 听到你们这的动静 怕你气性大 特地多给你挖了一勺 就是让你多注意着身体 你可不能辜负了孩子的用心 你看看你老大媳妇 也是急得满脸都是汗 大唐嫂这时郑若隐若无地盯着那瓶肉酱 听到陆母的话 心里一阵感动 这里最难做的就是她了 婆婆怎么打小姑子都行 但是她不行 她刚才还被陆草抓上了胳膊 冤死了 家家是个好孩子 都是好孩子 陆大娘手里的肉酱还带着热温 她看着陆家家更喜欢了 她怎么没这么好的闺女 没有也就算了 还生了个糟心祸 她为她操了半辈子的心 结果长大了还给她惹祸 小事情也就算了 还是结婚大事 几个人聊了一会儿 陆母带着陆家家走了 陆大娘气啊 怎么别人的闺女这么好 她拿着棍子进了陆草的屋里 非得打的陆草亲口说和周文青分手 谁知陆草也是个倔脾气 后背打的都是瘀青也不松口 一副她死了也要嫁给周文青的架势 陆大娘成功的晕倒了 陆家家闲着无聊 下午的时候跟着陆花他们去打猪草 当上山走了一会儿就碰到了大山 她看到陆家家后 视线一动看到陆好 小姑姑 姐姐 陆家家不知道该说什么 从她旁边走了过去 陆好愁出了一下脚步 她知道弟弟跟着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但是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陆好至今也想不明白大山为什么会选择娘 奶奶对她不好吗 现在这么穷 他们二房一直靠着爷爷奶奶才能吃饱饭 她为什么要骂奶奶 甚至还要攻击小姑姑 我奶奶说了 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 和陆家人没关系 不许你再跟他们接触 你就是个傻子 你奶奶有肉给你吃 有衣服给你穿 你非要跑到我们家 要是我是你奶奶的孙子就好了 还有你小姑姑 听说总能掏出来好东西给你们吃 你跟你那个娘一样傻 活该 大山愣愣地让大飞推着 她后悔了 自己错了 可是娘不让她回家 说她是她的靠山 陆家家下午陪着小孩子们一起打猪草 没想到也赚了两公分 就是手磨红了 水一洗还有些刺痛 陆母心疼地一直绷着脸 去工作的时候偷偷地拿了一瓶肉酱 然后面不改色地走了出去 等到了快关门了才看到薛燕的身影 我干完了 陆家家立刻给薛燕记上 写完之后就关上了门 你今天怎么样 和以前一样 累了吧 干了重活一定要吃好的 要不然容易亏身体 我身体没亏 这是我妈今天做的 给你一罐 你回去尝尝味道怎么样 快回家吧 该吃晚饭了 陆母看着陆家家依旧发红的手心 脸色越来越冷 她觉得自己闺女太亏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又在饭桌上敲打其他人 我闺女今天在自己的工资上 又帮家里赚了两公分 前些日子每天三公分 可比你们挣得多多了 还有 这吃的肉也是我闺女的 你们在家里多干点杂活 也别抱怨 都生活在一起 总不能让别人出了东西还出力 自己拿不出来东西 那就多出点力气活 人总要站一样 自己要是沾了光 也别觉得理所当然 要记得别人的好 奶奶 小姑姑皮肤嫩 以后就不要跟我们去打猪草了 她的手写字就行了 以后我要努力学习 和小姑姑一样 靠脑子养活自己 陆母很喜欢脑瓜子灵活的女孩子 立刻给陆花加了一块肉 有志气 我们家的女娃就该这样 对 你们以后谁要是不想干农活 那就努力读书 多长点见识 自己有本事了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别跟你们爹娘一样 傻了巴基的 只有一身的力气 要是还不愿意干活 那还有什么用 你看看你们身上长的肉 这都是你们小姑姑 费尽了心血 才把你们养得白白胖胖的 这心血不就是肉吗 你们就是你们 小姑姑割了自己的肉 把你们养大的 要不是它 你们自己说 你们能长得这么好吗 薛燕拿着一罐肉酱回到家 薛燕几乎在瞬间就瞄到了 她屁颠屁颠的凑上来 主动给她倒了一盆水洗脸 大哥快洗洗脸吧 今天的晚饭有了肉酱 又香又辣 就着野菜饼子也香吞吞的 薛傅咬了一口 对着薛燕道 你也别光要别人的东西不回礼 我知道 大哥 我还有大白兔奶糖 你到时候帮我给家家姐 肉酱没你的份了 薛燕呆愣了几秒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眼睛瞬间忧伤 泪水聚集 再哭也没用 我好难过 她又自己掉下来了 我没哭 我真的没哭 我知道了 肯定是我以前叫家家姐坏女人了 我错了 家家姐是个好女人 薛阳见薛燕依旧平静地吃饭 冷硬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她更伤心了 脸上留下了两条泪痕 我错了 家家姐是我嫂子 她是最好的嫂子 我以后一定把她当亲姐姐看待 胡说八道什么 以后不许在外面胡说八道 败坏她的名声 我知道了 薛阳缩了缩脖子 她惨了 大哥第一次这么凶 这时薛燕却将肉酱罐推给了她 这次就算了 要是有下一次 我肯定教训你一顿 我知道了 这小子长大以后不会入坠吧 这可怜样挺适合当坠序的 陆家这边也吃完了晚饭 陆母宣布自己明天要去镇上 老三在外面打仗不容易 原先我还给他做了两件衣服 正好都给他寄过去 我也想去 我上次还没逛够呢 正好去逛逛 他想去废品收费站捡漏 听说现在有很多文物都被当做垃圾 能捡一点是一点 他娘比他的经验足 一定能有更好的办法 把那些东西都买回来 去 明天我们两个一起去 老大 明天你也别去上工了 把家里的野味给卖了 省得到时候坏了 但要是被别人发现了 东西不要管 人跑出去就行 陆母还是相信陆爱国的能力 身强体壮 能跑会跳 一定不会被抓住 而且老三的包裹也快寄过来了 东西那么沉 总不能让他一个老脖子拿 儿子不用白不用 娘 你放心吧 那没事了 那就回去睡觉吧 凌晨 夜深人静 陆草偷偷地从房间跑出来 陆草到了东边小树林时 周文青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他看到陆草愣了愣 陆草脸上连挨了几巴掌 肿得像个猪头 眼睛还眯成了一条缝 脸上也脏兮兮的 周文青猛然一看 还以为见到了鬼 他朝后面退了退 手扶住大树 试探性地叫 陆草 文青 是我 你先松开我 我们俩先谈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文青 你让我抱一会吧 我娘今天都快把我打死了 你先松开 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浪费时间 你心里到底在不在乎我 你是不是想故意跟我分手 不是 不是 现在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已经被人发现 还是离远一点好 就算让人给看见 也不会对你的名声有爱 我也不知道 我娘怎么了 她一直误会你 我怎么解释都不听 我们相处这么久了 你从来没有占过我的便宜 最多才是碰了碰手 周文青见陆草 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脸上露出颓废痛苦 陆草 我们分手吧 分手 陆草傻眼了 他瞬间就想揪住 周文青的领子质问 但还是忍着没动手 周文青 你竟然要跟我分手 你以为我想跟你分手吗 现在你的父母不同意 你看看你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 我不心疼吗 陆草气焰骤然消了下去 他看着痛苦的周文青 低声哭了起来 文青 我不分手 我受得住 你是受得住 但我喜欢你 我看着你被打成这样 我的心都在滴血 陆草 我也不想跟你分手啊 但是你的家在这里 你的父母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你说我该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眼睁睁地看着你挨打吗 我做不到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只能听见陆草的哭泣声 周文青见自己表演得差不多了 准备彻底甩了陆草 没想到陆草先一步开口 文青 你娶我吧 你上我们家提亲吧 你父母不会同意的 我有办法让他们同意 什么办法 陆草将手慢慢地放到了自己领口的衣服 一步步靠近周文青 周文青愣了愣 后皮发麻地往后退 小草 你这是干什么 文青 只要我们俩有了什么 我娘一定会同意我嫁给你的 到时候我们就能永远地在一起了 小草 你别这样 我告诉你 我是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文青 你不用在乎我的感受 我不怕 反正我们两个人早晚都是要结婚的 那也不行 没结婚我是绝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周文青还在一步一步往后退 吓得满脸发白 陆草 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 我以为你是我的知己 没想到你竟然把我当成这样的人 你好好保重吧 我们两个人今天就分手 周文青转身快步走 最后直接跑了起来 陆草看着周文青离去的身影并没有生气 反而感动 没想到他主动送上门他都不要 生怕坏了他的名声 陆草握了握拳头 他一定要嫁给周文青 就凭他对他的这份心 第二天一早到了镇上 三人先去邮局取钱 寄东西 做完这些后 陆母带着陆佳佳离开了 你昨天说的是不是真的 妈 现在那些古董名画都在垃圾站 我在现代的时候学过这些东西 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再说了 这些东西现在就是破纸 我们买了之后 不仅能够减小国家文物流失 还能够一本万利 收废品的地方摆的到处都是破旧东西 大部分都是书籍 或者是木头 根本看不见废铁 毕竟现在铁制品很稀少 买个铁锅都很麻烦 陆佳佳找了几本小学的书 以帮家里的小家伙们更好学习 你们买破书啊 你们要买书也行 但必须要跟我们要卖出去的一个价 行 还不是家里的小孩快开学了 闲着没事来这里看看 不一定会买 那你们自己看看吧 陆佳佳又挑了高中的破书 他拍了拍上面的灰尘擦拭干净 陆母这时趁人不注意 又把那些书往地上摩擦了几下 是买干净的书便宜 还是买破烂便宜 越脏越不引人注意 陆佳佳有意无意地打量着地上的话 但很快被墙脚下褐色的马瓷器吸引了 陆佳佳拿起来仔细看了看 眼睛越来越亮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这是唐代的唐三彩 后世珍贵的文物 没想到现在却被当作垃圾无人问津 陆佳佳回头对上了陆母的目光 陆母立刻心领神会 啥破东西 这不是小玩意儿吗 家里的小崽子 炒着玩这些没用的东西 你还真想给他们买呀 破东西不能吃 不能喝 赶快扔了 石头不是说想玩马吗 正好买回去让他们摸着玩 不要 就这破东西不能吃不能喝 惯着他们干啥 扔了扔了 好吧 都是没用的破东西 想要送你了 谢谢大娘 陆佳佳又看中了一幅画 她眼睛动了动 在大娘走过来的时候 不小心在最下面的边缘 撕了个大口子 又急忙扔在了地上 她 她自己破的 不是我撕的 你个傻丫头 你撕坏了这幅破话 我们是不是还得买 你说你怎么这么败家呢 我们要她有啥用 上面破破烂烂的都是土 买回家荡柴火烧吗 这不是我们撕的 我们不要 你闺女撕坏了东西 说不买就不买 我告诉你 你们今天要是不买就别想走 死丫头 你看看你惹的麻烦 娘 你别打了 反正这些也不值什么钱 我们就买了吧 买买买 家里不用吃饭了 撑一下那些多少钱 五毛钱 不对呀 这不到五毛 多出来的是这幅画的钱 那可不行 这幅画能值一毛吗 你当我是冤大头 娘 那快雕刻了兔子的木头 和我的生肖一样 大娘 我们出五毛钱 你把那块木头送给我们吧 你个死丫头 要个破木头干啥 有个屁用 你个败家子 我就不该带你来 这能值一毛钱吗 我就是喜欢 到时候摆在家里当凳子做 大不了当柴火烧了 你个死丫头 给你 赶快掏钱 不掏钱我就喊了 老娘这辈子真是欠了你的 一块破木头值什么钱 两人出了垃圾站 陆家家松了一口气 他看着背东西的陆母 沉不沉 我来背一会儿 背什么背 就这些东西 你妈我还背不动吗 那木头是怎么回事 它有一股清香味 我仔细看了看 应该是酱香黄坛 比黄金还要贵百倍 这种东西在后世绝对是天价 等再过十几年 就凭刚才那块木头 我们家就是百万富翁 陆母一个亮枪 差一点摔在地上 还愣了愣 这破东西竟然这么值钱 我曾经见过这种木头 也学过这方面的知识 猜得绝对没错 陆母咽了咽喉咙 本来她还是随意地背着 现在突然有些走不动了 生怕把那块木头给摔了 主要是她这辈子 也没想过自己会有那么多钱 妈 我们喝碗酸梅汤吧 喝 陆家家刚走到半路 旁边的小巷子里 突然涌出了大量的人 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往四处 陆母整个人被挤到了墙旁边 她紧贴着墙没什么大事 但是陆家家在路中央 几乎被人流冲地走 家家 我没事 一会人流散了 我们在拖拉机的地方见 陆家家被左撞一下右撞一下 大家都挤在一起 陆家家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人拦腰抱了起来 薛燕 两个人很快挤出了人群 同时人群的最边缘 也出现了几个穿制服的人 她心里瞬间有了猜想 这是黑市又被抓了 薛燕抱着陆家家在巷子里面穿梭 但后面的人也紧追不舍 不知道附近人家 是不是有人在带新房 旁边放了板子 挡住了屋子间狭窄的间隙 薛燕看了看四周 先将陆家家给放了进去 然后自己又进去 把外面的板子盖上 间隙很窄 里面也很浅 薛燕整个人几乎挤在了陆家家身上 薛燕呼吸灼热 她双眼看着陆家家 脸上有东西 有吗 擦干净了吗 我帮你擦吧 薛燕伸手碰了一下陆家家脸上的灰 狭窄的缝隙 暧昧的气氛 薛燕的呼吸越来越烫 她鬼使神差地低头 亲了一下陆家家的唇 可以再亲一下吗 陆家家满脸红韵 脑海里一片空白 手指攥紧了薛燕身上的衣服 心跳得很响 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 她理直气壮地瞪了薛燕一眼 能再亲一下吗 不会有人知道的 薛燕的呼吸扑在陆家家的脸上 再次给她加温 陆家家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了 但还是遵从最内心的想法点了点头 陆家家晕晕乎乎地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知道大脑有些缺氧 眼底带了水光 她本能地推了推薛燕 可也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陆家家瞬间不敢催促了 这边只抓到了一个 其他人呢 都跑了 那家伙跑得太快了 根本就抓不到 又过了一会儿 外面彻底安静了 薛燕感觉到了陆家家的抗拒 她慢慢地退了出来 不是说好了就亲一下吗 是亲一下 没离开都算一下 走开 我要出去了 嗯 刚才是她太过分了 薛燕不敢再惹陆家家生气 她推开外面的板子 陆家家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两个人一出去 薛燕瞬间规规矩矩 一点都不敢再做 对陆家家名声有爱的事情 陆家家走了几步 扭头瞪着薛燕 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 当然是我的初吻给了你啊 你必须知道 刚才是我的初吻 我知道 那你刚才应该也是初吻吧 在她心里 薛燕肯定是初吻的 毕竟薛燕那么凶 周围又常年没有女孩子 薛燕薄唇动了动 刚想回答 但突然想起了 前些日子陆家家喝醉的时候 瞬间犹豫了 应该 陆家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自己现在的心情 她觉得自己太委屈了 你初吻给谁了 你是不是在亲我之前 还亲过其他人 没有 没亲 陆家家转身就朝前走 当迈出几步 前面又传出了说话的声音 她脸色变了变 抓住薛燕就往另一边跑 薛燕没想到那些人会回来 一只手臂轻松地将陆家家抱了起来 快速地消失在了巷子里 等到了另一条大街上 薛燕把陆家家放下来 她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 只能努力到 没亲过其他人 只亲过你一个人 真的 你亲别人的时候就不能亲点吗 温柔你知道吗 以后会的 我以后会注意 目光下移 她看到薛燕手上 提着被篓里面 显然还有没卖完的东西 目测是猪肉 薛燕骤骤然地被篓甩到了身后 她甚至不敢看陆家家的眼睛 投机倒把 所有人都看不起的存在 陆家家会不会嫌弃她 只是一些小东西 我都看到了 里面是猪肉 你 这是我刚刚在公社买的 买的有点多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知道 刚才那些人 都是从黑市跑出来的吧 一想就知道啊 不就是倒卖一点东西吗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以后会好的 你 你不嫌弃我 我为什么要嫌弃你 你刚才不会以为我会生气吧 她为什么要生气 她今天还跟陆母 偷偷去捡漏了呢 再说了 薛燕不倒卖东西的话 怎么娶她 不过她有点担心她的安全 我看这一段时间 查得特别严 必要的时候 要知道舍得下自己的东西 这些都不重要 真的不嫌弃吗 我要回去了 要不然我妈妈会担心的 陆家家走了一步 然后朝着左右两边看了看 脚步停了下来 发现自己不知道这是哪里 先把肉卖了 还是先送我回去 还是先把肉卖了吧 要不然容易惹人注意 嗯 先去卖肉 薛燕带着陆家家 来到了三十堂附近 在这里乖乖等我 她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后巷 陆家家在街上站着无聊 想到陆父陆母 特别喜欢吃肉包子 她进了三十堂 买了四个肉包子 薛燕卖完猪肉出来 却没有看到陆家家 一股恐慌感 瞬间弥漫到了心口 往四周看了看 依旧没有看到人 薛燕呼吸急促 她脑海里抑制不住的风向 陆家家刚才是不是在骗她 她说不在乎 是不是想要故意麻痹她 然后趁着她不再跑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她怎么办 你怎么了 刚刚给你买的 热的 你去哪了 买包子了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猪肉没给钱 没事 是不是价钱给低了 他们是不是看你好欺负 故意压你的价钱 没有 以后离开要先告诉我一声 我去买包子了 给 走到半路 薛燕带着陆家家去了供销社 指着好几样点心 问陆家家喜不喜欢 喜欢的全都买了 买一两样就行了 买那么多干什么 你不想花我的钱 还是说想跟这些钱 披情关系 薛燕沉着脸买 一脸买了好几样 每一样都是陆家家 多看了两眼的点心 陆家家不知道薛燕怎么了 想买也就由着她了 逛了一会 陆家家腿酸 就准备回去 回头却发现薛燕跟在她身后 你不去继续卖东西了吗 我先把你送回去 过了半个小时 见到陆家家回来了 立刻跑过去 我没事 我遇到薛燕了 她把我带回来的 这是我给你跟爸买的 一人一个 陆母看着软软的包子 但目光却很快 落在了陆家家的脸上 嘴怎么肿了 有吗 应该是跑的过程中 被人撞到了 妈 你不知道 今天的那些人 都是从黑市里跑出来的 身上都带了东西 我被左撞右撞 还被其他人的布袋 打了一下脸 过后我嫌脏 又用力地擦了擦 所以才会肿了吧 陆母眉头动了一下 要是不解释这么多 她还真信了 她冷冷地扫了一眼薛燕 又沉默地看着陆家家 陆家家本来还想 再多解释两句 在陆母的目光下 不敢吭声了 她只能拿着包子讨好 不吃 这个吃吗 陆母视线看到 陆家家的包鼓鼓的 立刻伸手拽到自己面前 她翻看了一下陆家家的包 越看越生气 薛燕只是占了 她闺女的便宜 故意拿这些来哄人 你跟我过来 陆母拉着陆家家 陆家家到不远处的大树下 薛燕想跟上去 但是已经有村民回来了 她害怕影响陆家家的名声 只能在原地交集的惆怅 你包里这些点心 是不是薛燕亲了你以后补偿你的 陆家家突然想通了陆母的问题 她妈不会以为 她为了让薛燕给她买这些点心 才同意让薛燕亲的 或者说薛燕亲了她以后 故意买这些点心哄她 简而言之 陆母认为薛燕是渣男 不是 我又不缺这些东西 你们两个人真亲了 我们两个没做什么 真的没有 有没有其他人看到 没有 陆母心里说不上来的沉重 虽说闺女早晚都要嫁出去 但这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那你们是有什么打算 她 她 陆家家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人现在什么打算 就知道薛燕让她等三个月 她也明白薛燕现在没钱 说三个月的时间 恐怕也是想办法赚钱 算了 明天让她来家里一趟 陆家家没想到 他们两个第一次偷亲 就被家长抓包了 这也不能怪她 都怪薛燕 陆家家跟着陆母 回到了拖拉机的地方 陆母脸一直黑着 尤其是看到薛燕的时候 一直冒冷光 薛燕想上前说两句 就算是挨打挨骂她都认 但是为了陆家家的名声 她只能一声不吭 给 不吃 这个是我买的 是我专门给你和爸买的 陆爱国过了一会回来了 她走到拖拉机旁 娘 东西全卖了 这是钱 吃饭了没有 没吃饭去买个包子 舍不得吃你就自己存着 陆爱国知道陆母 不喜欢在钱的事情上计较 给了就是给了 不喜欢家里人推来推去 她装到自己包里 娘 我已经吃过带的窝头了 不饿 陆母现在没心情搭理自己的大儿子 她咬着口里的包子 明明应该香得馋舌头 她却食不知味 陆母吃包子没什么反应 旁边的一位大娘倒是肠坏了 她吸了吸口水 大鸭 现在听说肉少了 包子没涨价吧 我哪知道涨没涨价 是这个臭丫头 今天发工资了 给我和她第一人买了一个包子 她自己都没舍得吃 我说不吃 还偏要让我吃 就是个傻丫头 你说这丫头傻不傻 你闺女可真孝顺 还行吧 这丫头傻 有钱也不知道自己留着 要是其他孩子 早就买吃的买穿的了 就她 有点好吃的 都想着家里 我就怕她以后吃亏 孝顺咋有可能吃亏 我要是有这样的闺女 早就孝醒了 她其实还有个没结婚的儿子 但是她不敢提 主要是陆佳佳长得这么漂亮 又有一份好工作 还这么孝顺 她怎么也张不开口 觉得自己儿子配不上人家姑娘 还是别自取其辱了 佳佳也快相亲了吧 不知道你想把她嫁到哪 此话一出 很多人都竖起了耳朵 薛燕更是忍不住看了过去 陆母提到这个就冒火 嫁什么嫁 我可没想着 让闺女嫁人 现在可不比以前了 国家都说18岁领结婚证 还早着呢 这不马上就快18岁了吗 到时候再说吧 就凭她闺女的条件 只要她稍微泄露一点 让闺女嫁人的消息 恐怕门槛都被踏破了 她才不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陆佳佳也不知道该看什么 为了不让陆母火气更大 她和薛燕都避免和对方对视 她无聊的四处看 一个身影闯进了视线 林峰手上提着东西 扶着腰喘气 应该是从村里走过来的 这林知青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她 到现在还对那个罗知青死心塌地 人人都怕被罗知青的成分牵连到 只有这个林知青 隔一段时间就来看她一次 每次都给她带点好吃的 真不知道该说她啥 这罗知青也是 怎么就看不上这个林知青 要是他们两个人结婚 早就没这些破事了 我看她就是个傻子 早晚有一天被骗得一无所有 陆佳佳也没想到林峰竟然痴情成这样 她都不好意思说她是甜狗 也许林峰爱的是罗知青这个人 无关其他 这样的爱陆佳佳都自愧不如 到了五点 村里的人全都回来了 等人散了陆母对着薛燕道 你明天来陆佳一趟 我知道了 陆佳佳到了家 陆母回了自己房间 她凑到了陆府旁边 乖乖地讨好道 爸 我今天去镇上买了好东西给你 你跟我来厨房 好 你尝尝这个好不好吃 这些零食都是小姑娘吃的 我不吃 你尝尝 这是我特意你买的 她满含期待 陆佛犹豫了一下 伸手接了过来 咬了一口 爸 我今天惹妈生气了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她 让她别再生我们的气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我不小心犯了一点点错 不是什么大错 这是我给爸买的包子 还热着 你这丫头肯定是下了套给我钻 老婆子那么疼你 她竟然舍得生气 那肯定是你做了什么天大的事情 没有做天大的事情 而且我还为家里贡献了未来经济 提前帮我们家弄了上千万存款 再说了你吃了我的桂花糕 就必须站在我这一边 帮我说好话 陆母这边正小心翼翼的把木头兔子拿了出来 这可是她闺女说的比黄金还贵的宝贝 又把家在当中的那幅破话拿了出来 这幅画皱巴巴的 早期被表装过 上下的两根木头早就被扯掉了 红白的尾部还被陆佳佳故意撕了个大口子 照她闺女说的 只有当中作画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都是被表上去的 可以重做 陆母眼睛发亮的刚把瓷器码拿出来 门就被推开了 她吓得立刻瞪过去 看到陆佛 这才松了一口气 她爱惜的擦了擦手上的瓷器码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一定很值钱 这上阵里一趟 买的都是什么 别乱摸 别让你给摸坏了 不就是块破木头吗 什么破木头 你懂什么 活了这么多年 也就这点见识了 要不是生了个有文化的闺女 千金难买的东西 扔到你脚下 也不知道捡 陆母拿起旁边的毛巾 小心翼翼的擦了擦瓷器码 比以前给儿子洗澡还要洗心 那是我擦脸的毛巾 我知道是你擦脸的毛巾 但我这不是等不及了吗 晚擦一会儿 我这心里头部得进 等一会干了 我就把它放到柜子里 不 不能放柜子里 我得放到我们俩经常存钱的地方 省得让别人给找到了 这到底是什么呀 我晚上在跟你说 陆傅转身就想出去 但一抬头看到了躲在窗口的宝贝闺女 陆佳佳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对着陆傅甩了甩手 陆傅看了一眼不好惹的老婆子 又看了看满脸恳求的宝贝闺女 揉了揉眉心 装作不经意的问 今天出去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看你对闺女的态度也不太好 她还小 哪里错了你说说她就行了 哪里错了 你知不知道 你闺女今天被薛燕给亲了 我看她也是愿意的 你说我生不生气 啥 嗯 什么亲了 被薛燕亲了 陆傅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了 眼睛深沉的可怕 你回来的时候怎么不说 你也别太生气了 薛燕勉强还算可以 不过得好好敲打一下 我跟她说了 明天来家里一趟 陆傅冷着脸 冷静了一会出去了 陆佳佳急忙跟到陆傅身后 你不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生气的吗 我们两个不是故意的 就是不小心碰了一下 而且按照我们溪水村的规定 我本来就应该以身相许的 胡说八道 你 你是当爹的 不能说话不算数 而且你还吃了薛燕买的桂花糕 吃了我买的包子 这件事情你别管了 交给我就行了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很严重 去给我上房里面壁撕过 我没空面壁撕过 我要去工作了 真的只是碰了一下 没做其他的 还是不小心碰到的 是有人追我们两个 然后不小心碰了一下 真的是不小心 是不是故意的都没用 赶快去工作 陆佳佳一晚上都没睡好 她翻来覆去 生怕薛燕被打残了 不是薛燕打不过她的哥哥们 而是她知道薛燕肯定不会还手的 陆傅也没睡好 主要是被陆母给吓到了 垃圾站拾过来的破烂玩意儿 竟然值那么多钱 她翻来覆去 每隔十几分钟就问一次陆母 你放好了吗 别到时候被人发现了 你个糟老头子睡不睡 不睡滚出去 陆傅不吭声了 只是一直翻身 生怕被别人发现了 这个惊天大秘密 然后把他们家给抄了 陆草为了嫁给周文青 自己跑到张家闹市 结果又被贬了一顿 接上级 薛燕是吃过早饭来的 陆佳佳眼看着她进了 陆傅陆母的屋子 她愁出了一段时间 最后没忍住 跑到墙脚下偷听 你们放心 我会自己想办法 尽快得到一份工作 不用你们的关系 你真的不用 我告诉你 我是不可能让我闺女 嫁给你受苦的 小姑姑 你在干什么 陆佳佳听到里面冷哼一声 她知道是陆母不满了 立刻拉着陆圆离开了 大约一个小时 薛燕从屋里面走出来了 她嘴角一片淤青 再出来的瞬间 目光就落在了陆佳佳身上 轻了一次 就挨了这么点打 值了 薛燕眼底浮现了一抹温色 无声地安抚着陆佳佳 陆母眼刀子射过来才离开 妈 你们是不是同意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 刚才还说要给薛燕找工作 到时候再说吧 看看她是真有本事 还是说大话 薛燕她这个人很骄傲的 肯定不愿意 让你们给她找工作 而且我不是说了吗 薛燕她很聪明的 要是笨的话 怎么可能成为商业大鳄 得了吧 你也说 现在跟书里面不一样了 谁知道她未来什么样 你们两个 不许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让我知道了 下次薛燕会比今天更惨 薛燕今天没有上工 又去了镇里 她不动声色地跟在一个女人身后 薛燕昨天发现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应该会帮她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她必须还得好好筹谋一下 让这个计划万无一失 闲着无聊 陆佳佳在家里咬着小脆饼 大唐嫂突然跑进他们家 二婶 二婶 出大事了 怎么了 还不是小草 她竟然跑到了东水村张家 让让着不会嫁给张磊 让他们别再让媒婆去来我们家打听了 这场景怎么有些熟悉 怎么这么像占了我身体的程应轩 程应轩当初不想嫁给薛燕 也是用的这种办法 不过 程应轩比陆草聪明多了 她至少是偷偷找的薛燕 而不是光明正大的直接跑到南方家里去争辩 跑去争辩名声肯定会糟透了 还是说 陆草就是想把名声毁了 然后让陆大娘别无选择 只能把她嫁给周文青 你说陆草跑到张家去闹了 她疯了吗 张家又没有跟她定亲 两家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 她跑过去闹什么 有什么可闹的 大嫂呢 我婆婆已经晕过去 现在不知道醒没醒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快走 陆母走到陆大娘家门口的时候 陆大娘拿了手臂粗的棍子 眼睛心红的从家门口走出来 大嫂 孩子不懂事 还是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这一大家子还要靠你撑着呢 大鸭 你不知道我这心里苦啊 你说我怎么生了这么个闺女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你说家家怎么不是我闺女呢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闺女就好了 陆母沉了沉脸 她是挺喜欢在外人面前夸自家闺女的 但不喜欢别人抢她闺女 但现在陆大娘伤心成这样 陆母强忍着没呛她 她只能翻了个白眼 可惜了 陆家家是她闺女 别人能生出来这么漂亮的闺女吗 他们老陆家就没这个先天条件 她闺女之所以长得好看 是因为像她外婆 是因为她闺女自己会长 大嫂 还是先看看小草的事情吧 再不去恐怕都翻天了 对 陆草这些天一直被陆大娘关在家 现在脸上还有柳条印 她恨极了张家 要不是张家一再试探消息 她娘也不可能对她又打又骂 非让她跟周文清断了 陆草气急了口无遮拦 你们张家的人有病吗 第一次去我们家的时候 我就表现得很明显了 而且你也不看看你们儿子 我是福星 老天爷都是罩着我的 你的儿子现在已经是瘸子了 竟然还想让我嫁给他 也不害怕折兽了 张磊在外面保家卫国 他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为了后方的人民 他受的伤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定 没想到竟然被陆草骂成瘸子 比翼的神情 嚣张的气焰 仿佛张磊就是个不入流的人 张大娘怎么可能忍得住 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儿子 你个黑心玩意儿 知不知道我儿子在外面是为了谁在打仗 我们当父母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才把儿子送出去 你竟然骂他是瘸子 我跟你拼了 竟然跑到我们东水村来骂军人 骂军人家属 谁给你的资格 你有没有良心 是不是别国派来的 除了陆草这种奇葩 其他人都很拥护正在边关的军人 他们觉得陆草思想有问题 一拥而上 按着陆草打 陆大娘赶过来的时候 东水村的人刚收回手 陆草这次犯了重怒 已经被打得不像人样 陆大娘愣了愣 他是跑过来教训陆草的 但没想到自己闺女竟然被打成了这样 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了 陆大娘急忙跑过去 他不知道陆草刚才的言论 但现在看着闺女这样惨 他心疼地抱住了陆草 抬头瞪着张家的人 你们 你们咋把人打成这样了 张大娘看着陆大娘愤怒的目光 这才注意到了陆草被打得很惨 由于他性格比较老实忠厚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反击 这是人群中走出来了一个妇女 你们就是陆家的人吗 来得正好 你们知不知道刚才陆草说了什么 他刚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侮辱军人 侮辱军人家属 你们陆家的人可真厉害 平日里就是这样教鲑鱼的吗 还是你们陆家的人平时就这样 不是有句话说的好 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看真需要让国家查一查 你刚才胡说八道了什么 陆草哭着摇了摇头 他平日里偷偷骂人骂习惯了 没想到这次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一旁陆母脸色变了变 他没想到陆草竟然这么做死 他自己做死没关系 陆母害怕他牵连到陆父 甚至在外面出生陆死的三儿子 还有 我听说陆草的二叔 是你们溪水村的大队长 真是搞笑 你们干部的家属就这么点觉悟吗 还是说里面有什么猫腻 你们陆家人早就嚣张惯了 陆大伯没想到这件事情 竟然会牵扯到他弟弟 心里一阵恐慌 想到前些年经历的事情 面红耳赤的想要解释 陆母额头上青筋抱起 张口就要反击 陆家家扯了扯他的衣服 准备新一步出击 请问这位嫂嫂是张家的人吗 我是张家的大嫂 张大嫂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溪水村今年的产量 在附近几个村子排第二 我爹几天前被当众夸奖过 如果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以为上面的领导会放任他吗 下面的群众也会举报吧 我爹尽心尽力为了村里的人 他不应该被污蔑 陆草不是他的侄女吗 陆草张口就污蔑军人家属 说不定就是在家里听惯了 张大嫂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有很多话要说 我听说张家的小叔子 为人好像不怎么样 虽然上面的大哥二哥挺好的 但是老三呢却好吃懒做 为人也不是有多正派 那你们家老三 是不是就代表了 你们张家的人品 还有 你们确保你们所有的亲人 没一点问题吗 有一个人思想不正的话 那是不是所有张家的人 都不怎么样 那再扩大一下范围 你们村子里总有些流氓无赖 那是不是证明 你们村子的人都不怎么样 毕竟你们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不一定是跟谁学的呢 你们村的大队长 你应该查查吧 说不定是跟他学的呢 张大嫂张了张嘴 想了一会儿 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陆家家继续道 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军人家属 自己被污蔑了 我们家也是军人家属 我三哥也在外面保家为国 你们知道被污蔑有多难受 那你们为什么要污蔑我们 你们想想 我们陆家二房 有哪里对不起你们张家吗 你们为什么往我爹身上泼脏水 一副非要搞垮他的嚣张模样 你们和陆草有什么区别 陆家家不吭声了 他扯了扯陆母的衣服 陆母直接坐在地上哭 我们家可没法活了 张家污蔑军人家属了 张口闭口就要调查我们家 你说说我们一家老小 老的老的工作到现在 小的在外面保家为国 什么都没干就被倒扣了帽子 可没法活了 就是 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们家有问题 你们倒是说说我们家有什么问题 要不然就是污蔑 张大嫂懵了 他只是想给陆家二房一个下马威 当然他也是怕陆家人会报复他们 索性借着这件事情制造舆论 要是能把陆睡国拉下马就更好了 但是没想到竟然会变成这样 大妹子 刚才都是误会 小孩子家不懂事 你们别放在心上 你们让我们别放在心上 你们还有脸说这些话 陆草污蔑你们 你们直接上手就打 合着污蔑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别放在心上 你们家才是真正的厉害呀 那大妹子你想怎么样 你们竟然还问我们想怎么样 陆母满脸愤怒 他手指朝下点了点 张大娘看了看地 明白了 下面是土地 那就是跟他们要粮食了 去拿十斤麦子 狗屁 谁稀罕你们家的粮食 满脑子都是什么肮脏东西 老娘要的是你们弯腰道歉 刚才所有说了 我们陆家的人都必须弯腰给我道歉 要不然这是没完 大妹子对不起啊 牵扯到你们是我们的错 你不用道歉 让你的大儿媳妇道歉 她刚才使劲往我们家扣帽子 现在躲到后面一句话都不说 这么久了 连一句道歉我都没听到 对对不住了 刚才是我太激动了 这下张家对陆草一点心思都没有了 张家本来是想先和陆大娘接触接触 有意思了就让孩子们看看 男女双方都愿意了再说 他们刚开始还以为陆草是性子 但是没想到她是没脑子 张家人烦死了 任由陆家人赶紧把陆草带走 陆母一路上黑着脸 陆大娘努力笑着道 都是这丫头惹出了事情 我回头一定好好教训她 幸亏没惹出什么大事 要不然我 大嫂真的觉得没惹出什么事情吗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今天不在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到时候舆论早就扩散开了 我们就算在解释也总有人不愿意听 到时候说的人多了 说不定社国真的会被停止流看 老三用鲜血打出来的鸣声 也会被泼上污水 我们家遭受无望之灾 这 大嫂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 如果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到时候我们家因为陆草受到牵连 那就别怪我们为了自证清白 和大房划清关系 陆母说完带着陆家家就走了 陆大娘愣了愣 自己也有些委屈 她探着旁边的丈夫 你说 这 这 娘 这能怪二什么 二叔一家都差一点被小姑子给搞死了 要不是家家及时说清楚 流言传播了出去 我们陆家人全部都要被陆草牵连了 他想嫁给周文青 你就让他嫁啊 这个家里不只有陆草一个人需要活着 我们也需要堂堂正正的活着 我现在已经能想到 以后出门会遭到怎样的目光 我们大人也就算了 孩子呢 孩子有时候说的话是最伤人的 我怕我的孩子会被其他的孩子嘲笑 抬不起头 以后陆草的事情我不会再管了 你们也别再让我插手 我受够了 大唐嫂这些日子他帮着陆大娘圈陆草 又不能动手 两面受气 他说完转身就走 陆大娘陆大伯都傻 陆大娘看了一眼陆草 眼睛都气温了 他拿着手里的棍子就想打 但看到陆草浑身上下都是伤 怎么都下不去手了 算了 你想嫁给周文青就嫁吧 我生了你一场 能做的都做了 以后你要是受了苦 也要记住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 咬了牙也要走下去 你找个时间让周文青来提亲吧 其他的我都不管了 陆草回到家就开始发高烧 在家挨打的时候 陆大娘就算在生气 也会注意打哪个地方 但是一群人打 没人在乎会打在哪 性命攸关的时候 陆大娘也做不出来 让陆草去死的事情 急急忙忙找来了村里的医生 但是也不知道伤到了呢 到了晚上高烧也没退 我本来以为没什么大事 但是没想到 竟然被打得这么严重 这可怎么办 去这里的大医院吧 对 别耽误了 看样子情况很严重 赶快去这里的大医院 只能这样了 与此同时 镇上一间破房子里 一个姑娘被绑在了椅子上 她努力的想要挣脱 但是根本毫无用处 就是她 她就是孙振兴的妹妹 孙振兴派人捣毁了我们的窝点 大哥你说我们该怎么做 怎么做 当然是有仇报仇 有冤报冤 长得跟孙振兴有几分相似 孙振兴抓了我的兄弟 那我就抓他的妹妹 然后再把他的尸体送回去 我 我不认识你们 你当然不认识我们了 但我们认识你大哥呀 你是不是孙振兴的妹妹 认不认都没关系 你要记住 你今天所遭受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的哥哥 如果不是你哥哥带人 抓了我的兄弟 我也不可能这么对你 记住 这是你哥哥的错 哥哥 不是的 哥哥快来救救我 救你 你哥哥正在救其他人呢 根本想不到救你 谁 你是哪条道上的人 竟然敢得罪我们 丧家之权 一旦被抓到 你就是死刑 我会在所有人来之前 先嘎了你们两个人 再把你伪装成 嘎孙振兴妹妹的凶手 话音刚落 他就朝着薛燕冲了过去 这时之间谁也不能制服谁 拖延了不到几分钟 外面传来了门被踹开的声音 薛燕见时候到了 抬眼看着凶狠男人 手上的力气故意减小 让匕首的肩滑破他的手臂 凶狠男人以为自己得逞 张狂的笑着 你去死吧 男男 哥哥 晚上 陆佳佳在床上翻来覆去 没睡着 薛燕只要去镇里 基本天快黑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会在陆佳 不远处的大树下见一面 可是今天薛燕没来 陆佳佳心里隐隐不安 好不容易熬到了早上 又没精神的去工作 他正犹豫着 要不要去薛家附近看看 薛燕突然跑过来 佳佳姐 我大哥在镇上 有一些事情没回来 他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 镇上能有什么事情 你大哥是不是被抓了 没 没有 没被抓 那你说说 他为什么在镇里没有回来 是有一点事 到时候大哥会跟你解释的 佳佳姐 我还要上工 就先走了 你把我和薛杨的记上 他收拾好东西往家走 见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在他们家 陆佳佳下意识地躲到旁边偷听 薛燕同志受了伤 现在正在医院里 他是你们西水村的人 你也跟我们去一趟吧 那时 我一定配合你们 能帮助国家 是我们西水村一直以来 宣扬的思想 陆傅其实心里很沉重 他想到了前几天薛燕说的话 如果没什么差错 这薛家的成分就要变了 恐怕也会受到镇里嘉奖 陆傅若有所思地走出了门 陆佳佳快速向前挡住他 爸 薛燕受伤了 他受什么伤了 为了救人 胳膊受伤了 胳膊受伤了 爸 我要跟你一起去 你等等我 我去倒点鸡汤 你一个女孩子去干什么 陆草是我堂妹 她现在在医院住着 我不去看不合适吧 当然了 也可以顺便看看薛燕 她毕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总不能没良心 连看都不看一眼 走走走 对不住啊 警官 小丫头不懂事 她堂妹昨天发烧进了医院 我正好送送她 陆傅先把陆佳佳送到了医院 并且跟她说了陆草病房号 让她别乱跑 那薛燕在哪个病房 陆傅不清不愿地说了个病房号 跟着警官去了警局做笔录 昨天的那个男人是舌头刚 他曾经拐卖过很多妇女儿童 不论什么身份 到了他手里 都是商品 我们捣毁了他的据点 但是还是让他给跑了出来 你帮我们找到了他 立下了大功劳 你是怎么知道他身份的 孙楠楠已经说了 他说 你曾经说过对方只要一抓到就是死刑 这说明你知道他的身份 你在怀疑我 我有可怀疑的地方吗 我一直都生活在溪水村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猜到他是舌头刚 很简单 舌头刚的窝点被捣碎 这件事情在镇里也有传言 可能是三天前吧 屋里巷的纺织厂正在招保安 我准备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结果我在屋里巷听到你们的人 说了舌头刚的特征 尤其是他心口的那条胸膜 所以我猜到了是他 才说出了那番话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人很像舌头刚 就跟上了他 找到他住的地方之后 就准备给你们报信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抓了人 就只能让其他人去找你们 而我守着减小伤亡 你救的是我妹妹 如果不是你 他恐怕 孙振兴已经从孙楠楠断断续续的口述中 了解到了事情的发展经过 如果不是薛燕 他们全家人都会生活在悔恨之中 他欣赏的看着薛燕 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个好苗子 竟然能够偷跟舌头刚而不被发现 细心又大胆 而且体格也行 孙振兴是想要把薛燕招到自己眼前 但是薛燕的成分差 现在最多只能摘掉帽子 没事 但是遇到这种事情 谁都会向前帮忙的 让他不要放在心上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 等他情绪稳定了 我会让他给你好好道谢 今天就到这里 薛燕同志 谢谢你的建议勇为 那我今天下午可以出去了吗 防治厂需要保安 这是个机会 我想要去试试 可以 这种厂子应该招人很麻烦 毕竟是公职 确实有点麻烦 但我还是想试试 可以试试 你好好休息吧 那我先走了 薛燕看着孙振兴的身影 他特意了解过这个人的性格 为人正直又不喜倩恩 所以他一定会帮他拿下这个工作 至于孙楠楠 骨子里就看不起成分低的人 甚至厌恶 他一旦知道了他的成分之后 肯定会躲得远远的 这样孙振兴对他的歉疚就会更大 他能利用的地方就更多了 陆佳佳见人要出来了 急急忙忙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假装往前走 在门口的时候 正巧碰到出来的孙振兴 孙振兴看到陆佳佳愣了愣 心里瞬间有些紧张 是你啊 你是来看他的 你们 孙振兴是孙承竹的堂哥 在前些年两个人见过几面 连话都没说几句 算是眼熟的陌生人吧 陆佳佳觉得没什么 可跟孙振兴解释的 能让让吗 我想进去 孙振兴往旁边走了一步 身体僵直 陆佳佳不是跟他堂弟在一起的吗 为什么来看薛燕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他脑海中情绪翻涌 六神无主地朝着孙楠楠的病房 走了过去 哥哥 你要不要吃苹果 我刚才好像 好像见到陆佳佳了 陆佳佳 他怎么在这 他这些年讨厌的人里面就有陆佳佳 不是他坏 而是他太优秀了 在文工团的那些年 他长得漂亮性格又好 堂哥孙承竹以前并不喜欢文工团的表演 看着他的面子才去了一趟文工团 可就一次就对陆佳佳上了心 天天缠着 他去了薛燕的病房 陆佳佳不是跟承竹在一起了吗 前些日子我们聊天的时候 承竹还说他只会去陆佳佳 他骗你的 在文工团解散之前 陆佳佳就不搭理堂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堂哥去读工农大学生了 他走了这么久 早就和陆佳佳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 没有吧 我没发现陆佳佳和堂哥有联系 孙楠楠撇了撇嘴 他实在不想说 他其实一直默默注视着陆佳佳 学习他的一举一动 哥哥 你怎么了 你不会以为陆佳佳一直在和堂哥谈对象吧 实话告诉你吧 他们俩从来没谈过对象 陆佳佳那个人太傲了 他宁愿端茶送水跑路 也不愿意跟堂哥处对象 我看他说不定是想嫁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呢 陆佳佳提着鸡汤走进了薛燕的病房 薛燕一看到陆佳佳进来 急忙捂着自己手臂上的绷带 受伤了也不跟我说 今天才熬的 正好用上了 喝吧 饭盒里还有鸡腿 直接用手拿吧 有你一个 那另一个呢 这个是给我大娘的 你呢 家里的整只鸡都是我的 好吧 陆母做饭的手艺特别好 鸡肉带着一股纯正的香味 薛燕心思并不在肉上 他壮似无意的问 你认识孙正兴 见过几面 总共也没说过几句话 孙正兴本来就是无关紧要的人 但是陆佳佳觉得薛燕可能会小心眼 陆佳佳索性道 你想问什么 以后能不能不要和他走得太近 我和他一点都不熟 怎么可能和他走得近 我只和你走得近 薛燕整个人像是被烫到了 耳间瞬间红透了 陆佳佳歪了歪头 果然看到薛燕耳朵红了 他往前凑了凑 想伸手抓他的耳朵 不许胡闹 哦 那我先去看我大娘了 大娘 佳佳 你来了 我来看看你们 我娘让我给你带了一个鸡腿 陆大娘心底一阵感动 他来医院这么久 也只有陆佳佳这个侄女来看他了 没办法 谁让陆佳佳昨天把名声败光了 来来来 快坐 大娘 没事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正好他不想跟陆佳待一块 找个油头走了更好 走干啥呀 这才来就要走 你们没事就行了 家里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陆佳佳说完抬脚就往外面走 陆大娘快要被陆草给气死了 恨不得一砖头拍他脸上 但是陆草烧才推下去 他生怕他又病了 得了 还是赶快嫁给周文青吧 陆佳佳出了病房门 又跑到了薛燕的病房 刚要进去 就看到一个女孩子正站在薛燕的床边 谢谢你昨天救了我 真的特别感谢 如果你以后有用得着我帮的地方 尽管开口 我一定会帮你 没事 陆佳佳 孙楠楠 你怎么在这里 跟你一样 薛燕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他现在受伤了 我也来看他 那你们先聊吧 我走了 出了病房门 他扭头看了一眼薛燕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薛燕也救了我一命 那我以后 岂不是也要跟陆佳佳一样 报答薛燕 每次受伤还得来看他 不行 薛燕的成分不好 对了 哥哥 让哥哥解决 绝不能再跟他有接触 你认识他 他们是不是跟孙成竹有关系 孙振兴是孙成竹的堂哥 他们爷爷互相是兄弟 关系一般吧 我都忘了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了 因为孙成竹 我对他身边的人也没什么好印象 他确实有很多缺点 这个人确实很古板 多疑 太正直了 很容易让家人陷入险境 薛燕语气很认真 他的评价并不是全无道理 孙振兴捣毁了舌头缸的据点 就应该猜到他的家人会被报复 但是他为了不让别人说他训私 并没有派底下的人专门保护他的亲人 你以后离他远一点 省得被牵连到 不说这个了 那我告诉你了 你说说你是怎么救孙楠楠的 我告诉你 孙楠楠这个人可凶了 以前我们两个人在文工团的时候 他就跟个炸药一样 恨不得随时都能想两声 但现在他跟你说话这么温柔 是不是看上你了 他不可能看得上我 孙楠楠这个年纪应该已经有喜欢的人 陆佳佳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薛燕算计好的 薛燕也并不敢让陆佳佳知道真相 你怎么知道他有喜欢的人 你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 他见我恭恭敬敬 眼神没有一点心思 要是真的对我有意思 刚才就不会走了 佳佳 乖乖在旁边待着 一会我送你回去 哦 薛燕同志 谢谢你对国家的帮助 警官表扬了一番 最后道 你现在就能出院了 为了稳定你的病情 村里会派拖拉机来接你 我听从你们的指挥 陆叶国下午的时候 开拖拉机去拉了薛燕 顺便把陆草也带了回来 薛燕一回到村子引来了很多关注 大家纷纷往他手臂上看过去 见到上面缠的绷带 这才相信薛燕真的在镇里当了英雄 听说薛燕这次不仅摘掉了帽子 还会受到镇里的表彰 陆大娘心里感叹 要是她当初不送那条鱼 直接把闺女嫁给薛燕就好了 陆草受了两天的罪 整个人受了一大圈 脸上依旧肿着 身上的淤青也没削 大唐嫂看了看陆家家 又嫂了嫂自家小姑子 学得自己眼睛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本来还有个福娃的名头 现在可好了 做得人人必知不及 以前提到陆草 村里的那些老婆子还说 那可是福娃 娶了以后能家里忘 现在提到陆草都是 不能娶 不能娶 要是福分低 镇不住福娃 会家破人亡的 这样一传 吓得村里的人都对陆草削了心思 仔细想想 张家以前多好啊 可自从对陆草有点意思之后 张家儿子腿就受伤了 再想想自己 好像也有不少倒霉事 张家的福分都镇不住 更别提他们了 陆家家刚听到这些传言的时候 也是一脸懵 就连家里的狗丢了 都能赖到陆草身上 陆草福娃的名头没丢 但就是理所当然的被嫌弃了 不过陆家家现在没空管陆草 他出门假装来接陆草 就是看看薛燕的情况怎么样了 见薛燕并没有什么大碍 就回家继续熬鸡汤了 陆家家见天色快黑了 端起了正在火上 围着的一罐鸡汤 怎么做了那么多 这个 这个是给薛燕的 他救了人 手臂受伤了 流了好多血 需要补一补 啥 妈 我没有偏心 今天特意做了两份 另一份是专门给你和爸的 陆母想了想和薛燕的约定 拖心的撇着脸不看他 去吧 让你四哥跟着一起去 好 陆业国比陆母回来的晚一会儿 听到要去给薛燕送鸡汤 差点一蹦三丈高 叫什么叫 一点规矩都没有 薛燕多救了你 小妹几次了 她现在受了伤 我们家去看看 也是应该的 要不然 岂不是被人说狼心狗肺 小妹 你对薛燕有点好了吧 有吗 四哥 薛燕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对她好一点也是应该的 再说 我对你也很好啊 那能一样吗 我是你哥哥 薛燕又不是你哥哥 你对她这么好 很容易让人误会的 误会就误会了 完了 陆佳佳到了薛家 薛燕正在编篮子 她手指飞快 一点都看不出来受伤的样子 这就是养伤的态度吗 爹 佳佳姐来了 薛燕一眼就看到了 陆业国手上端的陶瓷罐 她不仅会吃 鼻子也特别灵 你不是手臂受伤了吗 怎么还编东西 万一伤口崩开了怎么办 没事 你们来了 快进来 进来做会 不用了 这是我娘炖的鸡汤 薛燕不是受伤了吗 带过来给你们尝尝 你们家里有吃饭 用的大一点的盆吗 鸡汤已经熬好了 倒进去就行了 这怎么好意思 薛伯父 薛燕曾经救过我的命 不过是熬一点鸡汤而已 不用客气 那那好吧 以后有机会也尝尝我的手艺 爹 拿个盆出来 对对 薛父越看陆佳佳越喜欢 他就喜欢长得又乖又好看的儿媳妇 现在看儿子有戏 高兴的嘴都合不上了 你的胳膊不是受伤了吗 刚才编篮子 你一点都不疼吗 疼 小妹 对于我们男人来说 这只是受了点小伤 你不用担心 你要是受这么重的伤 我能不担心吗 陆小子 刷好盆了 你进来吧 陆叶国急忙进了厨房 也是怕招人嫉妒他们家吃的好 很快院子里面就剩下了薛燕和陆佳佳 薛千和薛阳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做会吧 不做我马上就走了 没事我不会打扰你的 你继续编你的篮子吧 不编了 我以后会好好养伤 在伤好之前也不能提重物 你现在不重视 等你老了 到处都是病 现在伤着编篮子 到时候连手都举不起来 我到时候也能把你举起来 我说的是这个吗 陆佳佳觉得薛燕的情话还挺特别的 至少她听起来有点脸热 她看了看四周没有人 陆叶国也没从厨房出来 她故意在她唇角亲了一下 然后迅速远离 这就算提前讲你了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伤好之前不能干重活 要是让我发现你骗我 以后就再也不亲你了 听话以后还能亲吗 走了 小妹 哦 听话就可以了 可以什么 没什么 薛燕看着陆佳佳走远 重重地吐出了一口热气 朝出房走 下一秒 耳边传来了暴躁的叫喊声 薛燕 你有本事出来谈谈 薛燕害怕赵社会在不理智的情况下 做出对陆佳佳名声有爱的事情 想了想 朝门口走去 你刚才做了什么 你刚才竟然对她 你都看到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也配 你看看你们家 是什么条件 难道你以后想让陆佳佳跟你受苦吗 我不会让她跟我受苦 陆佳佳跟薛燕在一起 她永远都不会受苦 你拿什么保证 拿你这个人吗 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人 她以为陆佳佳不会看上薛燕 但是没想到两个人这么快就在一起了 她甚至不知道两个人什么时候互通心意的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赵社会 我已经摘掉帽子了 但你却没了镇上的工作 是你跟我张 我从来不是跟你争 我只是在跟陆佳佳争 我争她会回头看我 从今以后 你离她远一点 要是让我知道你再对她有别的想法 我也会让你知道我真正的手段 陆佳佳现在年纪小 不懂得什么是喜欢 肯定是被你给骗了 等她长大了 明白了什么是喜欢 一定会后悔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薛燕从屋后走了出来 她唇角无亲 手臂上的血也渗了出来 但她并不在意这些痛 她在意的是赵社会最后几句话 薛燕知道 她必须尽快安排好所有的一切 然后和陆佳佳订婚 让陆佳佳再也没有反悔的可能 薛燕走后不久 赵社会也走了出来 她瘸着一条腿 嘴角大片的淤青 眼角也有一片淤青 捂着胳膊 气急败坏地朝着远处离开 晚上吃饭的时候 陆母说道 等过两天不忙了 我们一家子去镇上拍个照 拍这东西干啥 你三哥要的 想在外面有个念想 你们去不去都行 我和你爹 还有你小妹必须去 你三哥主要是要我们三个人的照片 至于你们的 我是想拍个全家福回来摆着 我要照相 我要跟奶奶在一起照相 我也要跟奶奶照相 现在照相还不普及 很多人觉得照相是花冤枉钱 不愿意拍照 但要是谁拍了一张照片 都能在村里炫耀一年 孩子们一听说能拍照片 特别激动 都去 这拍照片的钱 可都是用你们小姑姑的工资拿的 本来这些钱 我也不想让她全部上交 但是她害怕你们饿着 还是把工资都交了上来 等你们以后赚钱了 也要多想着你们小姑姑 逢年过节的东西不能少 有人欺负你们小姑姑了 也要立即站在你们小姑姑这一边 知道了 知道了 娘 你放心吧 我们这些人还能让小妹受了委屈吗 不用其他人 我一个人就赶往前冲 陆母很满意张淑云越来越好的态度 她多给对方成了一勺鸡汤 又给她加了一块鸡腿肉 大房是越活越明白了 你们两口子有进步 张淑云以前经常见陆母奖赏其他人 现在这个人突然换成了自己 她觉得有些热血 感动得眼泪汪汪 娘 你放心吧 我是大嫂 长嫂如母 小妹对我那么好 我肯定把她当成亲闺女看待 什么长嫂如母 老娘还在呢 是我说错话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以后一定好好疼小妹 这话说的还算中听 多喝点 我闺女专门给你们熬的 补补气血 到时候也能下地多干活 凌晨 几乎所有人都睡了 陆草却悄悄出了门 去了和周文青约定的地方 你想跟我说什么 文青 我娘答应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你明天就去我们家提亲吧 提亲 陆草 你别开玩笑了 我们两个人前些日子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什么分手 我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分手了 你是不是不想娶我了 娶你 现在谁还敢娶你 村里的每个人见到你都是嘲笑 你把自己做成这个样子让我背锅 谁愿意娶一个被所有人看不起的媳妇 我 我 不是这样的 我以为这样其他人就不会像我们家提亲了 这样我就能嫁给你了 文青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你不能不娶我 再说了我是福瓦 你娶了 我会转运的 算了吧 我福气宝可压不住你 现在想想自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我一直在倒霉 说不定就是因为你 你胡说八道 周文青 你敢不娶我 陆草 本来我特别喜欢你 但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全村人都把你当成笑柄 我要是娶了你 也会跟着被耻笑 还有 我的父母前些时间来信了 他们不太喜欢你 陆草 对不起了 父母的命令我不能违背 周文青 为什么呀 真爱不是应该战胜一切吗 我为了你战胜一切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不加加半途而废 只有我还坚持爱你 我才是最爱你的呀 我们两个人好聚好散吧 再说了 前些日子我就跟你说分手了 我没同意分手 我没同意 你必须娶我 陆草 你要是以福娃的名头嫁给我 或者是一个正常女孩的名声 我都能接受 但是现在其他人都不要你了 你让我捡破烂嘛 开玩笑 陆草在地上坐了很久 他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周文青的话 他以为能嫁给周文青就好了 没想过那么多 结果现在却变成了这样 他暗暗发誓 无论如何都要嫁给周文青 陆佳佳在家里闲着无聊 就偷偷地红烧了一只兔子 什么味儿啊 我刚刚给你红烧了一只兔子 吃什么吃 我不想吃 哦 不是说兔子肉是给我做的吗 这一锅都是我的 嘿嘿 陆母在旁边搭手 全程看着陆佳佳 最终忍不住先开口 佳佳 我和你爸先前确实有 让你和薛燕在一起的意思 但是现在却犹豫了 为什么 你知道那天 我们和薛燕谈的什么吗 当时我们两个人答应薛燕 只要你喜欢上他 就可以让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甚至还想利用关系 给他找份工作 让你们过得不至于太难 这有哪里不对吗 我记得薛燕拒绝了 不是这里不对 而是后面不对 他说不用我们帮忙 他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会自己找到工作 当时我们都以为他在说大话 甚至觉得他有点狂 但是这两天的事情告诉我 薛燕不是狂 相反他特别有能力 但同时也意味着 薛燕这个人不一般 他太聪明了 手段也高 若是不能真正的降服他 将来他想要甩掉你 也一如反掌 妈 你觉得薛燕这个人 是怎么对待感情的 我觉得他很努力的 在对待每一段感情 他对他的父亲 弟弟投入完完整整的亲情 他对我很珍惜 在我和他没有订婚之前 他很注意我的名声 甚至在自己 没有任何保障之前 不愿意让外人 知道我们的关系 他希望我在他没有成长之前 还有其他的选择 不至于永远困死在他身上 我能感受到 他的克制的爱 他对我是真心的 我也相信 若是有一天 他真的不喜欢我了 也绝不会用卑劣的方法 逼我离开 而我 认识的就是这样的薛燕 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他 他什么样我都喜欢 我不能设想 我将来会后悔 就让我现在后悔 我只知道 现在的薛燕 值得我喜欢他 陆母愣了愣 他没想到 他闺女 已经这么喜欢薛燕了 不对 什么不想叫外人 知道你们的关系 你是说 你们私下里 早就已经在一起了 上次都亲过了 肯定在一起了 你刚才说什么 陆母恼火 有一种自家的白菜 早就被猪拱了的感觉 中午的时候 兔肉是陆叶国 躲开人悄悄送过去的 大哥 要是今天 家家姐来看你怎么办 你嘴角上有伤 他肯定会知道 你打架了 他要是来了 你们就说 我上山逛了逛 告诉他 我没拿其他东西 什么都没拿 去山上逛了逛 知道了 两人的对话刚完 外面传来了薛杨的声音 叶国哥你来了 你去看看 我先躲躲 这么怕媳妇儿 还是我大哥吗 今天炖了一点点兔肉 我娘说给你们尝尝 这 这怎么好意思 陆叶国用陆母嘱咐她的话 没事 当初你们家的野猪肉 不是也给了 我们家十几斤吗 再说了 薛杨救了我小妹的命 给点东西也是应该的 就是这件事情 就别对外面说了 万一吃肉 被眼红的人举报了 肯定糟心 是是是 这些我都懂 薛杨看到只有陆叶国 一个人来松了一口气 但走进房的时候 却看到他大哥 已经准备躲房梁上了 大哥 家家姐没来 薛杨松了一口气 随即又有些失落 薛杨中午睡了十几分钟 起身去了山上 路上嘴咸的前婆子看到他 心里就有些不舒服 故意大声对着薛杨的背喊 有些人可是天煞姑星 把自己家克得穷困潦倒 克死了自己的亲娘 他就不配过好日子 一旦过好日子了 就会把身边在乎的人都克死 等着吧 我看离家里出事也不远了 别说了都让人听见了 听见怎么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帽子虽然摘掉了 但谁都知道 这天煞姑星就克身边的人 他过得越好 刚要继续说 一抬眼看到了薛杨冰冷彻骨的目光 终于止住了声音 心虚地看向别处 旁边的婆子也觉得 前婆子说话太过分了 说起来前婆子的女儿和薛杨 是同一天出生的 那年正好改革 前几天大家还恭喜薛杨小少爷出生 后一天家里的土地和财产全部充公 而前婆子之所以恨上薛杨 是因为两家同时生孩子 前婆子生了个女儿 而薛母生了个男孩 以至于她婆婆整天在她面前骂她 薛杨倒了之后 前婆子腰杆才直了起来 薛燕走到了附近的一棵树下 两眼面无表情地看着前婆子 前婆子被看得心里发慌 找了个借口赶紧回家了 薛燕好一会儿才走 她从不信什么命格 什么天煞孤星完全是无稽之谈 也不知道是不是脾气太来 上山不久就找到了人参 薛燕仔细地看了看人参的品相 脸上带了笑意 她帮薛家摘掉了帽子 很快也会有工作 现在拿到了人参 她终于有资格去提亲了 提完亲之后再赚钱盖房子 等到年底的时候就能娶陆佳佳了 陆母下午没在家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陆佳佳感觉老娘出去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她也不敢轻易问 又继续看之前买的书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陆好正在院子里半鸡石 侯上猛然被砸了一颗石子 她愤怒地朝着门口看过去 但很快脸上一睁 田金花正在墙头 伸出了脑袋 死丫头 你还不赶快过来 田金花嘴里骂骂咧咧 她恨不得走进去把陆好给拖出来 她早就说丫头不能疼 靠不住 陆家的人还不信 幸好她没疼丫头骗子 要不然亏死了 田金花见陆好不出来 她又不敢进陆家 只能骂骂咧咧地寻找其他目标 陆元和邻居家的女孩正在跳沙包 突然扑上来一个人死死地把她抱住 陆元才五岁 脸色瞬间吓得苍白 大声哭了起来 死丫头 别哭了 我是你亲娘 陆好一直注意着外面的情况 听见妹妹的哭声 跑出门就看到了田金花把陆元给带走了 她手足无措 身体害怕地发抖 可是家里面只剩她一个女孩子在家照顾妹妹 其他孩子都去上山打猪草了 想了想 陆好敲了敲陆家家的门 怎么了 小姑姑 我妹 妹妹被我娘带走了 什么你娘 嗯 田金花 田金花把谁带走了 小元 她把小元带走了 这人脑子有坑吧 她不是死活不要闺女吗 陆家家扫了一眼家里 发现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张书云带着石头和砖头去隔壁村找朋友聊天了 家里只有她和陆好 对上田金花 战斗力不足三成 陆家家只能找隔壁的陆大娘 大娘 大娘 家家 出什么事了 田金花来我家了 她把陆元给抢走了 家里就我们两个 我自己恐怕弄不过田金花 啥 你等等大娘 陆大娘立刻拿了墙角的木棍 二堂嫂也找了找衬手的物件 陆父陆母对陆大娘一家不错 这几天有什么好东西也隔几天送过来一点 光凭那些肉 陆草这时慢悠悠的从屋里走了出来 娘 田金花 怎么说也当过我二堂哥的媳妇 我们家出手不好 再说了陆元是她亲闺女 她能对她怎么样 肯定是想孩子了 陆元肯定过一会就回来了 烧大惊小怪了 陆草烦死陆家家了 不就是长得好看吗 有什么稀奇的 竟然还让陆母天天夸 现在又假装帮自己侄女 装什么好人 不就是想树立光辉伟大的形象吗 这些人竟然看不明白 真是可笑 你知道个屁 家家 你别着急 大娘这就跟你走 嗯 我妈在外面说话 应该回来了 陆家家看到陆母一场亲切 她急忙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我要脸的东西 还敢来我们家跑 真是给她脸了 我们家的人也敢动 哭 再敢给我哭 给我憋住 我是你亲娘 你是我生的 必须听我的话 你听到没有 一会儿回去 什么都不许说 我就是过来看看 你过得好不好 田金花说到这里 上下打量了一下陆元 她离开的时候 这丫头骗子还有点瘦 现在脸上胖了也有肉了 肯定在陆家过得不错 田金花想想就冒火 她在外面吃苦受累 这些丫头骗子却在陆家过着好日子 连问都没问过她 我问你 你们最近在家里吃的都是什么 你这个死丫头 白养了你那么久 你是我生的你知不知道 早知道你这么不孝顺 一生下来我就该掐死你 我听说你们昨天给那个薛家送了鸡汤 那你们家应该还有鸡肉吧 什么时候家里没人了 给我偷出来几块 陆家还有什么好东西 偷偷地给我拿 一次少拿一点 别让那些人发现了 唉 小元 你还在恨娘对不对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也疼你啊 我就是有时候太生气了 你真的不要娘了吗 想要另一个女人做你娘吗 你要是有了后娘 你不是她生的 那个女人是不会对你好的 她会和你爹再有孩子 到时候你和你的姐姐妹妹 就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了 我对你再不好 但是我是你的亲娘 不会不管你 傻孩子 你还不知道向着谁吗 田金花伸手扶住陆元的肩膀 但是在她的手刚刚碰到陆元 陆元的身体就一直住不住地在抖 她张了张嘴 想再多说两句 可不远处却传来了陆母骂骂咧咧的声音 她下意识地抬腿就好 陆佳佳到的时候就只剩下陆元了 奶奶 小姑姑 没事 没事 陆母将陆元弄过来 仔细地看了看她身上 越看越阴沉 回家 到了晚上 陆母将今天中午的事情说了一遍 陆港国低着头 眼睛发红 港国 他既然欺负你闺女 你就去再打田光宗一顿 还有 我前几天托媒婆来了信 对方也有意思 过几天 你们相看相看 没什么意见 就登记结婚过日子吧 嗯 谁啊 陆佳佳脑袋上一圈问号 她都不知道一点消息 怎么都快要登记过日子了 陆港国同样一脸猛 甚至有些手无足措 郑秀莲 怎么会是她 妈 郑秀莲不是你当初给二哥介绍的那个姐姐吗 郑秀莲是陆母给陆港国挑选的媳妇 但是两个人见了一面之后 陆港国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却非要取田金花 陆佳佳的记忆里这个姐姐很温柔贤惠 但就是性子比较强势 陆母当时也是看中了她这一点 主要是这孩子不糊涂 大陆走不错 正适合陆港国这种媳妇见的 她 她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离了 嫁了人之后 生了两个闺女 婆家着急留后 对她不太好 所以她就带着两个闺女离了婆家 老二 我早就替你看过了 你要是娶了郑秀莲 日子肯定能过得不错 那娘说过我们家的条件了吗 我有三个闺女 她也有两个闺女 只要你安心过日子 她都会一视同仁 但还是先看看 人家不一定看得上你 陆港国这次没什么问的了 她想到了第一次见郑秀莲的时候 其实 她第一次见郑秀莲并不是相看那一次 晚饭过后 趁着周围没人 陆佳佳好奇地问陆港国 这个姐姐温柔又贤惠 我听说她长得也挺清秀的 你为什么没看上她 陆港国脸上红了红 结巴着说了一下当年的事情 陆佳佳很快总结出来了事情链 陆母当初说她看上了奶家的姑娘 陆港国当时还年轻 想偷偷地去看一眼相亲对象 但在还没见郑秀莲之前 田津花已经物色上了陆港国 经常在她面前半可怜贤惠 温柔体贴 郑秀莲天生说话带着软鹰 陆港国偷看的第一面特别喜欢 但下一秒 郑秀莲拿起木棍 朝自己弟弟身上打过去 念上凶巴巴的 一点也没有了刚才的温柔 陆港国立刻吓跑了 她心里不想娶一个这么厉害的媳妇 平时是挺温柔的 一发起火来就是个母老虎 再一对比可怜温柔的田津花 陆港国就更加排斥郑秀莲了 说什么也要娶田津花 好狗血 二哥 你这次好好把握吧 我看郑姐姐也不一定看得上你 想想你也没什么优点 要是郑姐姐看上你了 你以后就乖乖听话 让你干活你就干活 你就出力气就行了 我当然知道 陆港国也明白自己当年确实做错了事情 脑子不好就交给脑子好的人管家 郑秀莲要是能管好家 她以后绝对乖乖听话 第二天吃过早饭 田光宗被打的消息又在村里传了一遍 赵社会一直盯着田光宗 见他身体养得差不多了 刚要动手又被人截胡了 我的儿啊 是谁这么喊的心啊 娘 肯定又是陆港国 肯定又是他打我的 昨天村子里都传遍了 田津花去找了他们家的丫头 今天我就挨打了 不是陆港国 还能是谁 这个赔钱货 今天我非得打喜他不可 娘 你还是赶快把他嫁出去吧 他一个闺女 怎么能总待在田家 我这不是在找了吗 你还记不记得 最先给你姐找的那个官夫 听说原先嫁过去的 那个女人被打死了 现在又开始找了 给四十块钱呢 我看看还能不能再涨涨 娘 四十块钱不少了 你还在犹豫什么 田津花天天待在我们家 白吃白喝 我们凭什么养着他 我不是想再看看吗 看有没有更高的 哪还有更高的 我六姐长这么丑 还是二婚 瘦得跟个马肝一样 除了官夫和傻子 谁还能娶他 行行 都听你的 等把田津花嫁出去了 到时候我们扎哥两斤猪肉 给你补补 再买几个包子 大肥都饿瘦了 行行 陆复中午的时候 从镇里骑着自行车回来了 你们准备准备 一会开会 咋了 薛燕的证书到了 镇里还讲了东西 你到时候多配合配合 用你多说 今天可是刷薛家好感的时候 弄好了薛家以后 就能融入到溪水村了 不会像以前一样被排斥 妈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 我最喜欢你 还是我闺女贴心 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妈妈 给妈妈养老 那咋行 老娘怎么能指着你养老 我给你哥哥娶媳妇养孩子 最后找闺女养老 他们丢不丢人 我就指着儿子养老 闺女养老 要儿子干什么 小妹 有我们三个呢 养老轮不到你 哥哥养老 那我到时候就带着爸妈去旅游 到处玩 我闺女孝顺幼 陆母看到自家宝贝闺女 就合不拢嘴 陆父也露出了笑容 他和老婆子就喜欢闺女 这么多年了 闺女哪哪都优秀 再看看儿子 也就老三还行 其他的不说也罢 陆大娘本来是找陆母聊天的 听到陆佳佳的话 她的心一戳一戳的难受 看看轴里的闺女 再看看陆草 陆大娘血压都上来了 她走回家 在院子里转了好一会儿 最后忍不住进了陆草的房间 大白天 陆大娘看陆草睡得跟死猪一样 两眼冒 这么多天了陆草一次宫都没上过 不仅如此 连饭都不做 每次洗衣服也只洗自己的衣服 除此之外就是张嘴吃饭了 别说两个儿媳妇有意见了 就连她也看不下去 翻来覆去都找不到陆草一点优点 娘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不是想嫁给周文青吗 现在全家都已经同意了 你什么时候嫁出去 陆大娘现在看到陆草就眼疼 陆草的名声已经全毁了 她做什么都没用 还不如早点嫁出去 快点 让周文青过来提亲 我会让他早点来提亲的 一定会让他来提亲的 陆大娘听出来了不对劲 想多问两句 可下一秒大堆的喇叭响了 血眼 我们洗水村的理智人物 英勇无畏 挽救了人民的生命财产 大家尽快到广场开会 人人都不能少 唉 早知道我就不该听你的 就应该把你嫁给薛燕 你看看 现在薛燕摆脱了成分 他人又能干 将来日子说不定怎么样呢 我才不嫁 你也不看看 你现在能嫁什么人 谁还能娶你 我会嫁给周文青 我一定会让他娶我 一个小时之后 村里的会议开始了 今天的会议是单独为薛家开的 薛家的人一进来 就受到了全村人的目光 薛父不适应地低着头 一直盯着脚尖看 薛燕脸上的神情还是淡淡的 对周围人的目光并不太在乎 只是偶尔扫向路家家 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 大家也都知道了 薛燕同时在镇里 抓了作恶多端的人贩子 并同时解救了一条人命 他受了伤 流的是光荣的血 我们西水村也被点名表扬 大家鼓掌 薛父听着周围的响声 眼神一片湿润 他经历了岁月的变迁 富贵过 贫穷过 也被人排挤过 现在终于再一次站到了人前 有什么 不就是受了点伤吗 前婆子又忍不住嘴毒 陆母专门等着他 一见到前婆子说话 立刻举手发言 我刚才听到了前婆子的不屑 他否认国家的决策 这种行为令人唾弃 薛燕是为了什么受伤 是为了人民群众受伤 他还挽救了一条人命 这是英雄的举动 前婆子被当众戳穿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 往日里厚脸皮的人 竟然恨不得钻进地方里 薛燕同志的努力 大家有目共睹 今年夏季给大家贡献了两头野猪 你们看看隔壁村 个个饿得面黄鸡兽 干了重活之后 连一口肉都没有 再看看我们溪水村 因为这两头野猪 大家干活更有力气了 也给家里挣了更多的粮食 我觉得薛燕同志需要我们学习 尤其是他打猎的技术 大家也可以跟他学一学 请教请教 陆家家一等陆母说完 立刻带头鼓掌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的带起了掌声 前婆子脸都绿了 需要学习的楷模 镇里对你提出表扬 我们溪水村的人需要向你学习 请上买领奖 陆父给了薛燕奖状 精美的红本本 以及印着语录的唐词冠 薛燕接过东西看着下面的人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了 陆家家养着小脸对着薛燕笑 薛燕看着他 身上的阴沉散去 薄唇微微向上台 像极了这个年纪该有的俊朗少年 第二天恰逢是周日 陆母准备带着全家人去拍全家服 大家 陆家家手指碰了碰额头 他做过的事情他妈说出来也就算了 他没做过的事情也能夸上天 这不是虚假宣传吗 你们不知道我们小妹写字可好看 我虽然看不懂 但是一看就觉得不一般 漂漂亮亮的 我也见过其他人写字 但就是没见过我们小妹这么好看的 爷家往外说 家家这算什么本事 就是写得好看了点 可能是平时练得多了 勤奋了点 刻苦了点 没什么可炫耀的 娘 我就是随口说说 大娘们不是想听吗 我就随便挑了个最不值得一提的唠叨两句 两个人唱双簧 一顿夸陆家家 听得大娘们晕乎乎的看着陆家家 脑袋里不自觉的想 咋有这么好的姑娘呢 她们怎么没这么好的本事生这么好的姑娘 陆母今天对自己这个大儿媳妇特别满意 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这么满意过 啥 一块钱 全家夫人比较多 洗出来的照片也大 这都是规定好的 不信您看看 都给我笑好看点 别浪费了 每个人按照顺序做好 陆家家站在了陆父陆母后面 两个哥哥站在他左边 大哥和大嫂就是站在了他右边 陆母抱着陆叶 陆父抱着砖头 其他人则是站在两侧 陆家家想 这张照片可能是往后余生 最值得珍藏的回忆之一了 大家都注意了 我喊三二一 都笑 三二一 陆父陆母和陆家家单独拍了一张 准备洗两份 另一份寄给老三 陆家家自己又拍了一张 这张照片也是洗两份 一份陆母准备留着 另一份也给陆敬国寄过去 多少钱 这样吧 这个小姑娘的照片让我们公用 你们所有的照片我们都不收钱了 我闺女长得这么好看 三四块钱就要公用 谁知道你们会做什么事情 以为老娘交不起是怎么的 说吧 多少钱 两块九 给我好好数数 陆母正在付钱 陆家家见小家伙们 看着对面的酸梅汁直流口水 准备买两杯让小家伙们尝尝 这一幕发生的太突然了 谁都没想到有人会光明正大的抢东西 家家家家 爸爸 我头好痛 闺女 家家家家家 没事 没事的 陆母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她脑海里一片空白 陆家家晕了过去 她来到了一片空无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 就像是陷入一场梦 把我的身体还回来 滚出我的身体 把我的身体还给我 我才是陆家家 你为什么要进入我的身体 为什么要把我的身体夺走 你夺走了一次还不够吗 既然又把我的身体夺走了 你把我的身体还给我 还给我 陆家家已经猜到了眼前人的身份 很平静的 程应轩是吧 不 我是陆家家 程应轩只是我的前世 我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身体抢走 我抢走你的身体 难道不是你抢走我的身体吗 用了我的身体那么多年 还有脸叫嚣这是你的身体 如果这真的是你的身体的话 你为什么长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 程应轩愣了愣 她看着陆家家的脸恍惚了一下 一个念头猛然出现在她脑海里 难道眼前的人是真正的陆家家吗 怎么会这样 她既然穿越了 那真正的陆家家就应该死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梦里啊 如果这真的是我的梦里的话 那岂不是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了 你现在出现在这里 不会是上面让我来处理你这个爸爸 就算你是这具身体的主人又怎么样 我在这具身体里待了这么多年 这具身体早就该是我的了 而且我做了那么多努力 巴结上了这个世界的男主 你说的是周文青吗 到现在你都不知道自己的作用就是个踏板 前期下场凄惨的炮灰女配 看清楚了吗 这才是你 你站着我的身体 拿着我努力得到的东西肆意挥霍 脸皮恶心的放在地上都没人踩 这不是我 这才不是我 你的这张脸才是我的 那就看清楚一点 看清楚了吗 承 应 轩 梦里可真爽 想要什么要什么 不过 今天的事情肯定有天道的手笔 是让我出气吗 还是让我解决了这个承应轩 承应轩想要花陆佳佳的脸 但陆佳佳是这具身体的主人 他根本就伤害不了他 承应轩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他躲在地上 我是承应轩 又会怎么样 要不是我 你能跟周文青在一起吗 他可是这个世界的男主 将来会作用全世界 如果不是我弃而不舍追他 你能得到这么优质的男人吗 不如我们共用你的身体 承应轩下方出现一片沼泽 他一点一点地往下陷下去 他慌乱地挣扎 可是越陷越深 承应轩怕了 他跳楼之后才来到这个世界 他回不去了 只能抢陆佳佳的身体 要是在这个梦里死了 他就真的死了 更可怕的是 他这次要是不能让陆佳佳 把身体让给他 他就会在这次梦里彻底消失 陆佳佳 是我帮了你 是我 周文青是我帮你知道的 你不能这样对我 周文青 对 我将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只要你和我共用身体 我们就能有无尽的钱财和权利 你要相信 我是穿越女 只要我在 陆佳一定能兴旺起来 穿越女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优越 你真的以为 你见过更昌盛的未来 就是天才了 那么多唐诗你会被棘手 物理化学你学会了多少 炸药弩剑你研究过吗 你以为这个年代的人就不聪明吗 没人是傻子 你也不聪明 承应轩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你真的以为我的家人 没一个猜出来你是假的吗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不清楚吗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是穿越女啊 这个世界应该围着我转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心思又不正 不过你若是在原来的世界还没死 应该已经被送回去了 现在跑过来跟我抢身体 除非你原来的身体已经死了 承应轩 你偷了我那么长的时间 也不算亏了 不 我才是陆佳佳 这具身体是我的 是我的 可惜了 我虽然很想让你得到制裁 但还是不想亲自嘎人 应该是过不了心理这道坎 谁让我是跟郑苗红的接班人 不过 也许因为你在我的梦里 我能读到你所有的想法 我不嘎你 但是我如果离开了这场梦 你会跟这场梦一样彻底消失 这可不算我嘎的你 承应轩 再见了 不 陆佳佳消失在了原地 梦境光塌 承应轩这个早就应该死去的人彻底消失了 陆佳佳再次恢复了意识 人已经躺在了医院里 佳佳 佳佳 没 没事 醒了 他爹 闺女醒了 妈 我不会毁容了吧 毁什么容 一点是没有 妈跟你保证 不会留疤 都是我的错 要是今天我不带着你照相 什么事都没有 抓到人了吗 小妹你放心 二哥已经抓住了 还狠狠地收拾了他一顿 我没多大事 就是磕了一下 头有点疼 老大家的 快回去炖鸡汤 哎 爸妈 我有事情想跟你们说 陆母急忙把人轰走 陆佳佳轻声 简明饿药地把承应轩的事情说了一遍 不用再担心了 他消失了 以后都不会再出现了 都这个时候了 还说他干啥 陆佳佳受伤的消息晚上才在村里传开 薛燕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 他在哪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我小妹已经睡着了 你知不知道她头上磕了个口子 磕了个口子 是 她好不容易睡着 你别进去打扰她了 我小妹这次可受大罪了 医生说的好好养着 薛燕整个人僵住了 她在门外站着 陆爱国蹲了一会儿有些受不了了 去了厕所 回来的时候薛燕还是那个姿势 薛燕在门外站了一晚上 他像是一个木头人 不知道疲惫何累 直到早上 幕府从里面打开了门 我来看他 你 没什么大碍了 真是倔 进来吧 好好照顾他 薛燕盯了几秒 然后莫不作声的转身离开了 昨天的抢劫是由孙振兴负责的 两个人询问了昨天的戏剑 这些事情我们已经了解了 怎么怕 是这样的 我们看过了 陆同志的包里没有任何钱 也就是说没有抢劫金额 我们 那我闺女还受伤了吗 你看看 都伤成什么样子了 陆佳佳同志确实摔倒了 但是他哥哥把那个人也打了一顿 肋骨都打断了 现在连床都起不来 而且他还有病 按照正规程序走关不了多久 他有精神病 癫痫 癫痫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 他们家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他 一个是他老娘 很穷 是平民 抢东西是想治病 而且他现在被你们家打了很重的伤 也没有抢到任何财产 所以 我们会争取最重的审判 中午的时候薛燕带来了饭 爆炒猪肝 乌鸡汤 枸杞红枣甜汤 全部都是补屑的 而且能同时拿出来这些东西 十分不容易 陆母瞪大了眼 但却什么都没问 什么都不用管 交给我就行了 你乖 多吃点 陆佳佳点了点头 他先看了看自己父母 见他们并没有阻止 笑着尝了尝枸杞红枣汤 甜丝丝的 里面还有葡萄干 我想提亲 我想先定亲 我会一辈子都对佳佳好 绝不会让他受一点欺负 你跟我们出来说 我是当事人 为什么不能听 他准备下床偷听 可刚撑起身体起身 身体一阵发晕 然后又坐了回去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门重新开了 血焰锋利的眉峰微微松展 就连平日里绷紧的唇 都小幅度上扬 而陆父陆母就没那么开心了 陆佳佳偷偷地瞄了 面前的三个人 见自己父母不太开心 就已经猜到了答案 为了不触及到陆父陆母的眉头 他努力地喝起了碗里的乌鸡汤 乌鸡肉也很补血 多吃一点 我不想吃了 你们吃了吧 我真的没事了 你们不要因为我不好好吃饭 要是病了怎么办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生气了 陆佳佳额头上的肌肉牵动 一阵密密麻麻的疼痛传到了大脑 陆佳佳眼圈瞬间红了 陆母见陆佳佳要哭 以为她生气了 急忙道 吃吃 我们都尝尝 这饭菜比村里的大戏都好 陆母一看到猪肝就咽了咽喉咙 在家吃了那么多肉 见到肉还是馋 三个人一起吃饭 陆母现在看到薛艳就心里难受 但想到薛艳的承诺 也就强忍着了 娘 我买了肉包 陆叶国愣了愣 肩胃骨加了一块猪肝放进口中 看着味道就极好 回来了 买的啥 肉 肉包子 你吃吧 剩下的带回家让孩子们尝尝 下午两点左右 孙振兴又来了 他这次是一个人 他 怎么样了 能怎么样 头上磕了一个三四厘米长的口子 缝了七八针 这才一天 能好什么 他闺女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倒霉 说不定是八字弱 要不是薛艳是属虎的 八字强 护了他闺女好几次 他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同意这门亲事 是有什么还想再了解的吗 我来是想说 王四这个人泼皮无赖 我会努力在他身上查查其他事情 让你受伤了 对不住 我们也不想这样 如果医药费不够的话 我可以帮忙 陆佳佳疑惑的歪了歪头 觉得孙振兴有些奇怪 陆母是过来人 一眼就看出来了孙振兴的意图 我闺女受了那么重的伤 该休息了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先走吧 那 那我先走了 孙振兴走后不久 薛燕就进了病房 陆母正好出去上了厕所 病房里只剩下了陆佳佳 没其他人在他就大胆了 薛燕先碰了碰陆佳佳的脸 一本正经道 没发烧 我本来就没发烧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们答应我了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还有一件事 我进了纺织厂当保安 以后就有公职了 你这么快就有工作了 嗯 前些日子纺织厂发生了盗窃 对方打伤了人 到现在还没有抓到 而我的成分已经改了 嗯 以后工资都给你 别太过分了 要不然以后一分零花钱都不给你 我不要 妈 薛燕找到工作了 哪个工作 就是纺织厂当保安 一个月多少钱 十六 陆母翻着白眼在心里算了算 两个人一个月三十一块钱 这可比老三的工资还要高 也就是说 两个人将来的日子不会过差 而且薛家没婆婆 她闺女也不用受什么气 这么一想 陆母看薛燕更顺眼了 还行吧 勉勉强强 我们可是说好的 以后工资家家管 你只管挣钱就行了 我知道 多给她 那你找个黄道吉日 让你爹带着东西上门提亲吧 但只是提亲 结婚必须等十八岁以后 现在国家的规定十八岁 我是不可能让你们不领结婚证 住在一起的 对了 房子不能少 发个工资先盖房子 最低两间 你要是有本事就多盖几间 给你爹和弟弟住 我一定会尽快盖房子 孙城主已经在家里闹了很多天 现在甚至开始绝食 这都过去两年了 你还这么想娶那个陆佳佳吗 他就是个乡下土包子 长得好看了点 娶回家根本就拿不出来手 我只喜欢陆佳佳 你要是不去提亲 我就饿死在家里 这是他教你的吧 我真是小看他了 没想到他这么有心机 没有 陆佳佳没教我这些 没教过你 你以为我会信吗 你信不信我一过去提亲 那家人立刻就会答应 他们恐怕早就商量好了 攀上你这棵大树不肯放手 也就你是个傻子 一直想着他 你要是看不上陆佳佳 我就饿死在这里 你就算饿死 我也不会让你娶一个乡下女人 我倒要看看 他还能耍出什么手段 薛燕下午准备回家 离开前又给陆佳佳 带了好几样补削的菜 红枣排骨汤 红枣南瓜汤 糖醋排骨 还有一碗大米饭 在薛燕离开之前 陆母跟着陆父已经先回家了 他们年纪大了 陆佳佳总不能一直让他们陪床 让他们回去休息一晚 明天再来 于是换成了张书云 在病房里陪着陆佳佳 他馋了 根本就不能说话 一说话就流哈喇子 尤其是红烧排骨 香味直往鼻子里面钻 我 我去上趟厕所 这些饭菜你都是从哪弄的 你只管吃就行了 反正不是头的强的 多吃一点 要不是两个人现在关系微妙 他恨不得亲自喂陆佳佳 想亲一下 不行 我会头晕的 就碰一下 陆佳佳没回他 也没同意也没拒绝 薛燕等了几秒 低头在陆佳佳的唇上碰了一下 谁让你咬的 万一被其他人看出来怎么办 你就是故意的 薛燕没想到自己的心思被看出来了 他最近才知道负责这次抢劫案件的是孙振兴 其实在医院那次 他就看出来孙振兴对陆佳佳有点意思 万一趁他不再挖墙角怎么办 但是他绝不能承认自己这么小心眼 面上一本正经 没有这个意思 别胡闹 我都感觉到刺痛了 肯定会肿的 而且留下来牙印怎么办 我以后不咬了 要是真的有人问你 你就说你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咬到的 不会有人怀疑 你乖乖吃饭 不要瞎想 我还有事情要忙 就下回村子 一定不要单独见陌生人 薛燕刚走一会 敞开着的门被人敲了两下 陆佳佳扭头 看到了孙振兴 他手上提着饭盒 走进来看到陆佳佳桌子上的饭菜 甜汤咸汤都有 还有一盘子排骨 没想到你吃的那么好 昨天受伤流太多血了 这都是家里人去食堂买的 让我好好补补 你怎么来了 是有什么事情想问吗 没 没有 这次的事情是我们无能 家里熬了点鸡汤 我带过来给你尝尝 不用了 你自己喝吧 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不喜欢孙承竹 也不想跟他扯上任何关系 孙振兴长得太正派了 陆佳佳有一种被教导主任查早恋的感觉 我确实和孙承竹没有任何关系 孙同志 你有什么事情吗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说什么 陆佳佳 你觉得我还不错的话 我们两个人可以先交往试试 我没有其他不良嗜好 家里有四间房 每个月二十块钱工资 父母都在公社工作 你如果觉得还行 等等 陆佳佳觉得眼前的事情有些磨坏 他从来没想过孙振兴会对他有意思 这和检查早恋的刻板教导主任 喜欢上了一个女同学一样惊悚 简直不可思议 孙同志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们不合适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那你现在可以想一想 我觉得我们还有机会 没机会 没一点机会 我们不合适 而且我已经有对象了 他很快就会去我们家提亲了 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先走吧 有对象了 我 我知道了 以后除了工作上的事情 不会再打扰你了 孙同志 你的鸡汤拿走吧 放在我这不太好 孙振兴又僵硬地转过身 临走时他看了一眼陆佳佳面前的饭菜 一声不吭地走了 陆佳佳松了一口气 又拿起排骨吃了起来 他喜欢吃排骨 根本就没吃米饭 将红烧排骨吃了大半 那碗米饭和剩下的饭菜 都进了张淑云的肚子 张淑云摸着自己的肚子 他觉得伺候小姑子真是个美差 要是在家里哪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 薛燕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怎么样了 额头受伤了 防了很多针 可能会留疤 所以我想 我知道 今天我上山踩了东西 但是你知道 最重要的药材是人参 如果找不到的话 根本做不出来药膏 薛家祖上有进宫当太医的 薛父年轻时家里条件好 有大把时间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 他喜欢研究老一辈的医书 他也有除疤痕的内房 而且效果极好 但就是需要药材 我有 你看看够不够年份 你什么时候找到了人参 前几天就找到了 害怕被其他人发现 意识偷偷的晒着 你看看够不够 不过我今天晚上再去山里找 用不了那么多 一半就行了 你找个黄刀吉日 等家家的病情好的差不多了 去陆家提亲 提 提亲 他的父母已经同意了 而且我的工作也下来了 在纺织厂当保安 薛大娘趁着晚上吃饭 在家里商量道 家家这次受了伤 听说挺严重的 头上缝了好几针 上次他还去医院看了小草 这次我们怎么也得去看看他 不如杀之机给他补补身子 陆家家头上缝了好几针 都缝针了 岂不是要留疤 陆草知道自己不应该表现得这么开心 但是他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 就连嘴唇都在上扬 陆大娘都懒得看这个糟心的闺女 直接看向陆大伯 不能杀 我们家里就两只母鸡 每天都指着他下鸡蛋 要是杀了 得多久才能再长一个下蛋的鸡 我看去食堂买点东西就行了 大肉包子就不错 那也行 陆草太开心了 从昨天知道陆家家受伤 他心情就一直很好 想想陆家家以前多漂亮 现在脸上都缝针了 最好缝在脸颊上 让他彻底破相 在他面前再也骄傲不起来 第二天 陆草上宫的路上表现得十分难过 你怎么了 还不是我堂姐 前天她去照相 谁知道受伤了 脸上缝了好几针 我心里难受 脸上缝了好几针 那 那岂不是特别严重 陆家家长得那么好看 以后不会留疤疤 前婆子蹲在大树下 正好听到陆草的话 她转了转眼珠子 在村子里和那些妇人闲谈八卦 大牙闺女脸上缝了好几针 毁容了 伤口特别长 啥 大牙闺女毁容了 伤口直接到嘴角 脸撞得血肉模糊 缝了很多针 根本没办法见人了 传来传去村里人好奇死了 都在等着陆家家回来 看看她丑成什么样 过了两天 陆家家的病情基本没什么大碍了 医生主妇回到家之后要按时换药 村口已经占了一大堆人 陆家家今天回来的消息 也不知道怎么传了出去 很多人蹲在村口 想看看陆家家现在的样子 尤其是前婆子 前一阵子陆母呛她 她准备今天好好打打陆母的脸 而陆草就在后面的大树下 眼神透露着兴奋 陆家家今天就要彻底变成丑八怪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她好看 二婶也不会再把她夸上天 陆草 陆家家以后可怎么办 我听周围的人说她刷得可惨了 现在连毁了 万一嫁不出去了怎么办 堂姐自己也很难过 二婶都说她哭过好几次 但是没办法 摔得太狠了 我们以后尽量不要在她面前提脸的事情 要不然我害怕她想不开 那你可要好好劝劝她 其实她脸型那么好看 就算脸上有一道疤 说不定也比我们长得好看 陆草没说话 唇角一直扯着 脸型好看有什么用 疤痕那么丑 够陆家家下半辈子慢慢瘦的了 前面的前婆子撇着嘴 脸上挂着笑 你们说大牙这么疼她闺女 现在却毁容了 她不会受不了打击吧 我生怕她接受不了晕倒 一会要是出什么事情了 你们可要多帮帮她 佳佳那丫头受伤这么厉害 大牙肯定接受不了 前天我见她去镇上还笑呢 哪有自己闺女毁容了 还能笑得出来的 肯定是 不会吧 大牙平时挺厉害的 怎么可能 众人正谈论着 陆傅那边骑自行车过来了 来了 来了 陆佳佳努力压着自己的头 她已经17岁了 跟小孩子不一样 小孩子坐在前面的杠上毫无压力 她呢 就像是被压缩的小饼干 抬个腰都费劲 只能低着头 两只手抓着大杠 一不小心就会挡住陆傅的视线 陆傅本来想直接骑过去 但是前婆子却挡住了路 大队长 我听说佳佳受伤了 没事吧 大牙 你也别太伤心了 谁也不想受伤 你可要支撑下去 你闺女还要靠你呢 我伤心什么 我闺女长得漂亮 人又孝顺 还有一份好工作 这十里八村 谁比得上她 闺女确实有个好工作 就凭这个工作也是有人娶的 你在胡说什么 嘴上放屁不把门 是不是想干一家 陆佳佳再也不想坐这个年代的自行车了 她跳下车 一抬头发现一群人看向她 陆佳佳头上缠了一圈白色绷带 她这几天大补特补 气色不错 唇红齿白 脸上看着又白又软 所有人都愣了愣 管这叫丑八怪 没人觉得陆佳佳头上缠了一圈绷带 看着有股楚楚可怜的娇美吗 到底是谁说的整张脸摔得血肉模糊 专门造谣打脸的吗 陆草脸上的激动一点一点削了下去 浑身上下仿佛被泼了一身冷水 我不坐车了 我要走回去 走 妈和你一起走 你爸骑车没准头 专门往沟里骑 都快颠死我了 陆佳一边走 一边拉着个婆子炫耀 也不管对方想不想听 我闺女好着呢 看着小脸水水嫩嫩的 祝愿这些天啊 个个都夸她长得好看 主要是孝顺啊 对我特别舍得 还特别勤快 她跌车上的行李都是她收拾的 晚上还给我盖被子 你说咋有这么好的闺女呢 你说咋有这么好的闺女呢 那肯定是你归生啊 你看看这溪水村 谁有你生的闺女好 长得好看 会赚钱 谁不羡慕啊 你看看你 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吗 知道也别说出来 这不是打那些 饿死亲闺女的人脸吗 村里谁都知道 前婆子为了要儿子 饿死了两个亲闺女 陆母骂的就是她 一家人慢慢的走远 留下一群面色凌乱的人 前婆子傻眼了 很快她就收到了 周围人讽刺的目光 走吧 走吧 人家闺女好着呢 也不知道前婆子安的什么心 昨天一个这儿的诅咒人家闺女 这样的人还是少接触 陆草 你堂姐不是挺好的吗 以后别胡说八道了 陆草没搭理他们 其他人也自觉没去离开了 陆草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她在原地待了一会儿 准备回家 当转身就扫到了周文青 她的名声已经毁了 周文青是她唯一的选择 也是她让陆佳佳嫉妒的最好方式 她眼睛转了转 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准备这几天就和周文青定下关系 只是陆草和陆好接替了她的工作 陆草识字 花了一天的时间 终于搞懂了该怎么计公分 经过这几天的工作 陆草彻底喜欢上了读书 来 我发现读书以后工作很轻松 我以后要跟小姑姑一样成为读书人 有这个志气就行 就怕没志气不敢想 你们都好好学着 这些东西早晚都用得上 再过三天就要开学了 想学习的都给你们报上名 前些年出事的时候 村里的人都说上学没用 陆母觉得瞎扯 大道理她不懂 她只知道在公社工作的那些人都认字 招工的时候也有学历限制 上学怎么可能没用 要是真没有那些工作岗位怎么招识字的 不识字的连竞争资格都没有 今年都上 家里出钱 但是上了就好好学 谁学的不好就跟你们爹一样 直接在自己门口跪一晚上 陆佳佳伤口彻底结痂了 头上的纱布也拿了下来 黑色的血痂像一道蜈蚣一样 爬在陆佳佳的额头上 她走着去上宫 陆草看着陆佳佳愣了愣 见四周没人直接哭吃笑出声 陆佳佳 你还真变丑了 前些日子你戴着纱布 大家还都不信 现在呢 再漂亮的脸留下这么大的疤也无法直视 你开玩笑吧 再嘲笑别人面前先看看你自己吧 有到疤怎么了 再怎么样也没你丑吧 你你就嘴硬吧 以后有你哭的 我哭 我有什么可哭的 疤痕慢慢的就淡下去了 你呢 不是说要嫁给周文青吗 怎么到现在都没信 他不会是不要你了吧 你等着吧 周文青马上就是我的了 那祝你好运了 薛燕看到陆佳佳头上的疤眸色沉了沉 他走过去碰了碰 还疼不疼 不疼了 就是有点丑 不丑 这到疤刚开始可能会明显 但慢慢的肯定会淡下去的 嗯 不会留下疤的 王四被抓起来了 不是说判不了吗 是其他事情 他这个人喜欢赌 因为欠了钱 主动投举报信揭发那些人 然后全都被抓了 有几个人情结严重被判了 主动揭发 应该不会吧 那些人还不吃了他 对比自己就是他揭发的 你干什么 我想亲 不亲 这两天上火 口腔溃疡了 怎么回事 应该是上火了 过两天就没事了 我爹会中药 有很多方子可以拜火 他查了黄到吉日 三天之后是个好日子 我想上门提亲 提亲 是 是不是有点快 三天后的日子最好 我找其他人算过了 三天之后是剩下时间里面最好的日子 那 那你提啊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回家了 等等 你 你 我 我不 我不是故意的 以后 不 没结婚之前不会碰了 我 我是想告诉你 头上的疤不用担心 三天后要高就能做好了 到时候当做彩礼的一部分 不要问我了 想送什么送什么 陆佳佳跑回家 陆父正在和陆母说王寺的事情 现在举报有功 王寺举报信上有落款 而且在被抓的前一天 王寺还故意跑到领头人面前 强调自己不会说出去 贼喊捉贼 这一下是彻底洗不清了 陆父知道这些都是薛燕做的 他心里有点佩服这个小子 心思厉害也就算了 还会模仿笔记 哎 可苦了我闺女 陆母准备中午再做点好吃的 给陆佳佳补补 又想到了另一件事情 你二哥和郑秀莲明天相看 媒婆说先去女方家 两个人聊聊 行的话 过几天就去扯正 这么快 快什么快 郑秀莲回娘家有两个月了 她弟媳都快闹起来了 这个时候离婚的女人不好过 那那 怎么了 薛燕说 说三天以后是黄道吉日 她想过来提亲 但这样会不会撞到二哥的好日子 三天后 陆母伸出手指算了算 又看了看瓜在墙上的日历表 三天后 还真是个黄道吉日 陆母看向陆父 两个人对视一眼 都没说话 壮事不怕壮 就是舍不得宝贝闺女 但要是不定亲 倒是有些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了 陆母想了想 那就先定下来吧 草儿姐长得丑不要紧 但草儿姐完的话呀 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终于得到了心心相恋的周文青 接上集 下午 陆佳佳跟着陆母去了两公里外的学校 给孩子们报名 你们看看别家的孩子 能吃饱就不错了 哪还有学上 就算是去上学 也都是父母干杂活赚过来的 你们都是从公费里出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知道了 是因为小姑姑 对 你们小姑姑今年交了工资 家里有了多余出来的钱 这才给你们交学费 要不然上学的钱从哪里出 小姑姑好 我最喜欢小姑姑 那可不是 老娘也不是说瞎话 你去看看其他家的小姑姑 有没有哪个吃的喝的 都想着自己的侄子侄女 有哪个愿意掏钱让侄女上学 你们也不知道 上辈子做了啥好事 能遇到我闺女 要是以后长大了 不跟你们小姑姑亲 那都是丧良心了 我们知道了 长大了也会对小姑姑好 等我长大有钱了 要天天给小姑姑买好吃的 给她买大肉包子 这倒不必 今天报名就带了鹿花 鹿好 鹿月三个小丫头 其他的还不到年龄 每个人上学一块钱 书本费六毛 一共一块六 三个人四块八 鹿母心疼的把钱交了出去 对着身后的三个小丫头道 你们可要好好学习 不是我说难听话 你们和男娃不一样 学习好多一条路 要是学不好 将来失去机会 那就自己吞苦水 她能做的也就那么多 恐怕村里那些老婆子 又要在背后 骂她待家不会过日子 鹿佳佳一个人 逛着背后突然传来声音 你是哪的人 我是东水村来的 东水村的人 我记得以前在镇上见过你 对不起 我不记得了 这没什么 我叫李莉 是这里的老师 南水村人 我叫鹿佳佳 莉莉姐可以叫我佳佳 佳佳 好名字 你的父母一定很在意你 是这样的 我们学校缺老师 但是村里高中毕业的太少了 我记得能招进文工团的 都有学历要求 我可以问一下 你是高中毕业吗 我是高中毕业 但是我已经有工作了 这样啊 那你要是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也可以给我介绍介绍 莉莉姐 你让我帮你介绍吗 对啊 我们已经有一个南水村的老师了 不能再招一个了 既然要从其他村子招一个 我觉得交给你就挺好的 当然我会考考他 给你五天时间 若是超过了五天 那我就只能自己找了 为什么找我 陆佳佳不解的歪了歪头 这可是个美差 当老师比重地好太多了 要是说出去 恐怕都挤破了脑袋来应聘 可能觉得你顺眼吧 我就喜欢长得漂亮的小姑娘 陆佳佳很快跟着陆母离开了 莉莉看着她的身影 慢慢的消失在了视线 神色恍惚 四年前大饥荒的时候 她在镇上跪着求了很多人 只有陆佳佳愿意给她半块窝窝头 她当时记得这小姑娘 也只有一块窝窝头 虽然那半块窝窝头 没有救回她妹妹的命 但却撑着她活了下去 李莉站在学校门口很久 她没想到他们离得这么近 回去的路上 陆母看陆佳佳心不在焉 怎么了 陆佳佳将李莉的事情说了一遍 哎呀 我知道一点 亲娘死得早 继母太泼辣 前些年小她七岁的妹妹饿死了 不过她现在苦尽甘来了 嫁给了南水村大队长唯一的儿子 没什么可放在心上的 你也不想想 我们家有高中毕业的吗 沾不了光 她说完这句话越想越生气 最后头顶爆烟 你说说这些倒霉催的 当年也不是不让他们上学 结果呢 除了你三哥 连一个初中毕业的都没有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递到他们手上都拿不了 听到了没有 就因为你们爹娘不好好学习 现在有好机会摆在面前都用不上 你们说说丢不丢人 回到家 陆母指着儿子们一顿骂 张淑云也低下了头 要是当了老师 不仅干活轻松 还有工资 但偏偏他们自己够不上资格 吃过晚饭 陆叶国偷偷的把陆佳佳拉到旁边 小妹 高中毕业就行吗 怎么了 四哥不会自己有人选了吧 是 是有个人选 是谁啊 是 是李芬 他是知青 上次帮我说话那个高中毕业 他呀 你是不是想让他当我四嫂 我 我也 那个 四哥 说句实话吧 我不知道李莉姐 为什么要把这个肥差交给我 可我一旦给他介绍过去人 那就是欠了他一个人情 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陌生人欠人情 对 你个死小子 厉害了你 那个什么李 李什么芬 我闺女凭什么要给他介绍这么好的工作 欠他的吗 就算你们俩真有什么 那也得看看 他是什么样的人 对我闺女好不好 我闺女愿不愿意 陆佳佳在旁边乖乖的点了点头 就算李芬是他四嫂 那也要看他的态度 要不然陆佳就把姿态放得太低了 而且还没什么关系就给工作 让大嫂怎么想 我就是问问 问我们干什么 你还是先问问 他是什么意思 我闺女要是给了他这么好的工作 他以后该怎么对我闺女 你们都说明白了吗 当然是对小妹好了 说得好听 你跟他商量了吗 你怎么知道 他会对你小妹好 田金花当初也是这么对你二哥说的 还有好几天时间呢 明天二哥还要相亲 到时候再说吧 晚上陆佳佳被吵醒了 见外面亮了起来 陆佳佳以为出了火灾 以最快的速度出了门 谁知道外面一看 竟然是燃起来的火把 怎么了 陆草出事了 出什么事情了 还不是跟周文青 我看他是疯了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落下了这样的名声 恐怕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你先回房睡 我过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陆佳佳还没到地方 就看到一男一女被围在中间 陆大娘一边哭一边骂 不是我 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没有对陆草做任何事情 我对他做这些事情干什么 我不可能对他做这些事情 陆母嘱咐陆佳不要乱动 然后走过去劝陆大娘 薛燕抬腿走到了陆佳佳旁 你干什么 起床气也还挺大 你想不想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哼 我能猜出来 应该是陆草用了什么方法 逼周文青不得不晚上来见他 极大有可能就是周文青写过什么情诗 陆草说要还给他 然后两个人见面 陆草脱衣服就开始叫人 同时死命拉着周文青不让他走 周文青力气没有陆草大 只能被迫压制 最后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场景了 说的跟真的一样 你怎么知道 周文青这下只能跟陆草结婚了 没有人会相信他 谁会相信一个半夜 跑出来私会的男人 哼 中午的时候是我错了 要不然你发我其他的事情 那罚你明天不许来找我 不许跟我说话 那过了明天你就不许生气了 陆佳佳点了点头 他现在也不困了 往前走了走 想看看具体情况 薛燕就知道陆佳佳好奇心重 跟在了他的身后护着 这边周文青和陆草的衣服早就穿好了 我真的没有对陆草做任何事情 是他自己脱了衣服拉着我不让我走 你们想想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你胡说八道 你竟然是被逼的 为什么大晚上跑来这里 还和我闺女衣衫不整的在一起 我 周文青揭霸了半赏也没说出来理由 他心里明白 他一旦说出理由 只会让他情况更加糟糕 周文青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竟然还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 我和周文青最近在谈对象 今天晚上 他说有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我 没想到我们刚咬了几句 他就开始撕我的衣服 我吓得腿软 只能大声叫人 你血口喷人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呀 我撕你的衣服 你就是脱光了站在我面前 我都不会看一眼 你个混蛋 你差点欺负我妹妹 现在还敢羞辱她 你要是对她没意思 为什么大晚上出现在这里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把你送到这里告你 你就等着去劳改场吧 周文青捂着脸 他后悔了 早知道他就不该招惹陆草这个疯女人 周文青失魂落魄地抬头 正巧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陆佳佳 陆佳佳 我心里有你 不如把她送进去吧 可我闺女怎么办 我可怜的闺女啊 名声都被周文青给毁了 现在摆在周文青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取陆草 要么就去坐牢 坐牢会计入档案 按照现在的生活背景看 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周文青人虽然崩溃 但脑子清醒 综合分析下不得不屈服于陆草 取我取 薛燕见周文青的事情已经到了末尾 她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几步 又站在了陆佳佳的身后 陆佳佳手里突然被塞了东西 她朝后面瞄了一眼 薛燕面无表情地离开了 小妹 娘让我带你回去 我们先回家吧 嗯 等回到家 陆佳佳伸开手 掌心躺着三块大白兔奶糖 我又不是小孩子 拿糖红我也没用 第二天一早陆母陆父带着陆港国离开了 同行的还有张淑云 现在只是相亲 陆佳佳这个没结婚的小姑子不适合去 陆佳佳无聊 准备去仓库收拾收拾农具 还没踏出门就看到薛燕正朝这边走来 她随即又把门关上 不是说今天不让她来找我吗 小姑姑 你怎么了 是不是忘记拿东西了 没有 伯母呢 我奶奶带着二叔去相亲了 不在家 哦 这是当初你们给我的白面盒钱 今天我送回来 这是奶奶给你的 她不在 你等她回来再拿过来吧 太麻烦了 我还有事 薛燕将东西放到厨房 又很快走出来 红兜里掏出药膏 这是除霸疗效特别好的药膏 味道清香 抹在结痂的地方 一般不会留吧 你告诉你小姑姑 这是专门给她的 陆花睁大眼看了看坐在椅子上的陆佳佳 她脸上疑惑的快要皱成包子 好 好的 薛燕 我刚才不是来找你的 是来找伯母的 没回约 那你还跟我说话 不是答应我不说话吗 你先跟我说话 我以为你想问我 陆佳佳其实并没有多生气 她之所以想冷静一天 是因为随着提亲日子的靠近 她心里逐渐有些紧张 而薛燕也明白陆佳佳的忐忑 对于她来说 生活是往好的方向变化 但对陆佳佳却不一样 她要迈入另一个人生阶段 融入一个陌生的家庭 小姑娘还小 有这些焦躁的情绪很正常 她理解 但她不允许有任何变故 这是我父亲弄了很久 才弄好的秘密药方 经常我就不会留吧 那你是不是害怕我留吧长得丑 你是不是对我的脸很在意 我不在意 但是你在意 所以我也在意 陆佳佳心里乱了一排 她慌乱的接过小赐瓶 桂花糕 你喜欢的 陆佳佳看了看薛燕 又看了看桂花糕 她终于知道女人 为什么都喜欢糖衣泡蛋了 因为感觉到了珍惜 也感觉到了欢喜 你今天不上班吗 需要走流程 一周之后才会去镇上 那我先去上工了 有什么事情找我 陆佳佳走出门 看到陆好正拿着衣服到外面晒 一看就知道心事重重 小好 小姑姑 小姑姑 我是不是很没用 是不是太胆小了 但我也不想这样 没有 小好是我见过最勇敢 最努力的女孩子了 陆好眼泪大磕地往下落 哽咽了好一会儿 才慢慢地停止了哭泣 小好 你已经很棒了 你要相信奶奶的眼光 而且 你也会多出来两个小妹妹 她们也和你一样害怕不安 你不必讨好任何人 也不用逼着自己立刻接受 感情会培养出来的 我想告诉你 不是所有的亲妈都疼孩子 也不是所有的后妈都不爱孩子 相信我 一切都会跟以前不一样的 你会活出来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好的人生 比想象的还要好的人生 是啊 小好 努力学习 以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拘泥在溪水村 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还不知道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总会有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职业 比如医生 律师 老师 设计师 外语 这么多 对啊 小好 你的人生不会局限在这里 外面还有更好更值得的东西在等着你 现在只不过是你一小段人生经历而已 陆好看了看陆佳佳 又看了看天空 突然对未来的生活特别向往 乖 别怕 你还有爷爷奶奶爸爸和小姑姑啊 周围都是你的亲人 你再想想新来的两个妹妹 她只有她娘 他们肯定也和你一样害怕不安 说不定比你更害怕 害怕我们会欺负她 我不会欺负他们的 所以啊 你看看谁更可怜 你周围一大圈亲人 新妹妹 却只有她娘一个熟人 那确实 他们比较可怜 我一定不会欺负他们的 会把他们当亲妹妹一样 让他们跟我一样不害怕 小好是最善良的女孩子 其实小园也很害怕对不对 小好也要好好安慰安慰妹妹 你看看奶奶那么凶 怎么可能让你们受欺负呢 倒是新来的妹妹 需要小好的帮助呢 我知道了 孙成竹已经绝食五天了 她虽然偷偷吃了一些东西 但根本不解饿 以至于人销售了一大圈 喉口声声说不妥协的孙母终于退步了 她咬牙切齿道 好 你非要娶那个陆佳佳是吧 我答应你 你说真的 但我要跟你说清楚 在她没有生下儿子之前 你们两个人不许领证 还有 我是不可能给他们家彩礼的 她要是真心爱你 就让她直接收拾收拾东西过来吧 当然 她到了我们家就不用工作了 只负责给家里做饭 打扫卫生 买买菜 收拾收拾房子就行了 不领证 这怎么能行 她是不会同意的 她会不同意 你只要一告诉她 她这种女人肯定会同意的 想嫁到我们家的多着呢 她自己心里清楚 根本不是你想的这样 不领证 不给彩礼 不明媚正娶 傻子才会嫁给我吧 你明明知道我有多喜欢她 我如果只是稍微喜欢她 就不会这么多年都没我 怪不得她不会喜欢我 因为我要是一个女人 我也不会嫁给我自己 孙承竹笑的声音很凄凉 带着一股厌世的味道 又因为她身形消瘦 像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你在胡说什么了 我们家是什么条件 他们家是什么条件 你这个傻孩子 他就是欲擒故纵 他怎么可能会不想嫁给你 孙承竹不吭声 缓慢片刻闭上了眼睛 你这是要为了一个女人逼死我吗 孙母察觉到了儿子的决心 但她还是不愿意示弱 本身走了出去 半个小时之后 她流着眼泪进了房门 咬牙切齿道 好 我答应你们领证 也会给彩礼 但是她必须安分地待在家里 我对她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好好照顾你 真 真的 你都这样了 我还能说假话吗 但我告诉你 这是我做的最后让步 孙承竹松了一口气 立刻就想起身去找陆佳佳 但是她身体太虚弱了 刚坐起来就一阵眩晕 孙母看着自己儿子 对陆佳佳那么拼命 心里骂了一声狐狸惊 她听说那丫头才17岁 等进门了 她有的是方法治她 你先吃饭 等养好了身体再去找她 临近中午 陆佳佳佳看了看陆港国的表情 浑身轻松 想必相亲很成功 妈 二哥什么时候结婚 15块钱的彩礼 再给做一身新衣服 一周后领结婚证 家里摆七桌 一周后就领结婚证 秀莲姐愿意啊 有啥不愿意的 该给的尊重我都给了 彩礼摆桌 都是按照一婚的标准来的 就他们这个年纪 每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 过日子最重要 我哪有心思 给他们弄那些虚头巴脑的 不是她自夸 郑秀莲现在的条件 在找不到她这么大方的婆婆 不嫌弃孩子 一婚的标准 再说说他们家 陆副市大队长 陆港国虽然性子嫩 但是老实忠厚 肯下力气干活 疼孩子 综合来说是个过日子的男人 过两天 还得去镇上买东西 买点糖 再买点肉 到时候大家热闹热闹 老二 我能给你做的都做了 至于盖新房子的事情 你就别想了 当初你取田津花的时候 已经透支了 现在我又给你多支出了彩礼 又给你办酒席 我今天化料在这 以后你们两个不成什么样 我不管 但是孩子都得给我照顾好 还有这个彩礼钱 等以后你有钱了 必须还给我 我 我知道 陆母余光扫了一眼张书云 她这番话就是说给老大家听的 当婆婆男啊 二房支出那么多 大房难免有怨言 但是也不能不给郑秀莲彩礼钱 按照她闺女说的 再过两年时局好了 那点彩礼钱也就不算什么了 二房肯定好还 这样大房也会少埋怨 她可以不逼着二房还钱 什么时候有钱 什么时候给就行 但这个形式必须得有 这些事情 我都跟秀莲说了 秀莲答应了 现在日子紧巴 你们也赚不了钱 等日子越过越好了 你们一定得还 放心吧娘 我一定会还的 张书云没吭声 但脸上却多了点笑 陆佳佳见此 突然觉得维持家庭关系好难 尤其是儿子多的家庭 妈最厉害了 没有干不成的事情 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当初说给我带二嫂 今天一出门就带成了 哎呦 还是我闺女疼人 这话说得我心里舒服 不像儿子 打丧棍子都放不出来个屁 对了 妈 薛燕把白面盒钱还回来了 有了这些钱 家里应该不紧张了吧 确实不紧张了 就是丢了个闺女 怒目不愚地把钱接了过来 到了第三天 陆佳佳整个人开始紧张了 就连吃饭都心事重重 隔壁的陆草今天却很开心 她和周文青的事情彻底定下来了 周文青意思一下给了两块钱彩礼 他们收了彩礼就算里成了 陆大娘没想到自己小女儿 是这样嫁出去的 但转念一想 能嫁出去就不错了 薛燕五点就起床了 她将昨天准备好的东西看了一遍 三十六块钱的彩礼 半边原生 三块布料 其实 她还想送更多的好东西 但是他们家的帽子 才刚刚摘下来 钱可以说是跟镇里的同事借的凑的 但要是东西再多 就可能被其他眼红的人举报 薛燕心里明白 东西随时都可以送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平平安安把佳佳取到手 等到八点 一家人才出发 薛傅走在最前面 一出门王婆子就好奇地问 薛大哥 你刚才说你们要去提亲 我们怎么没听到信 怎么没听到信 你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是陆家 我们两家商量好了 今天去提亲 啥 周围的人傻眼了 薛燕和陆佳佳 他们怎么没有听到一点消息 而且陆佳竟然舍得 把自己的闺女嫁到薛佳 既然提亲了 那就不是一天两天能成的 他们什么时候商量好的 我们怎么没听到信 薛大哥 你们不会跟上次一样吧 真的跟大队长家里商量好了 别闹出来上次的事情 没 没有 是商量好的 大家还是不信 薛燕就是等着他们不信 如果这些人早早地知道 他跟陆佳佳谈对象 难免会在陆母面前说些劝导话 话听多了 陆母肯定舍不得 他又疼爱自己的女儿 对他的考验只会更严厉 这样一步到位 根本不给其他人任何反应的时间 在农村提了亲 陆佳佳基本上就是他的了 今天薛燕提亲 是我们陆佳人相看他 按照规矩 你刚开始不许出房门 等老一辈定下来了 你才能出来 听到没有 我知道了 你都说了好多遍了 明明今天是给他提亲 结果他却像是局外人 就什么都不用干 一事就完成了 要不我直接在房间睡觉吧 想睡就睡 一会我让家里的小丫头过来陪你 这边正说着 薛家过来了 前婆子在旁边见着声音问 大队长 薛燕今天是专门来提亲的 听说你们商量好了 是真的吗 提亲本该热热闹闹 但前婆子话一出 四周反而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看向了薛燕 如果陆佛冷脸 那薛家的脸就被打肿了 我本以为大家都知道了 毕竟薛家小子救了我闺女几次了 这是天定的姻缘 我们也不能阻止 我们陆家以后和薛家老哥就是亲家了 听到陆父的话 前婆子愣了愣 明明上一次薛父来提亲 两家还是剑拔弩张 甚至差一点出人命 他看着旁边的薛燕 想起了当初的薛家老太爷 不知道哪来的直觉 觉得薛家要再次兴盛了 你们放心 我们薛家一定会好好对家家 要是薛燕敢做对不起家家的事情 我就是偏了这条老命也会打死他 好日子不说这些不激励的话 快进来 来来来 吃糖 都沾沾喜气 陆家家在房间里听着外面一阵喧闹 无聊的看着书 过了整整两个小时 陆母才进来让两个人见一见 走一下最后的程序 陆家家走出来 薛燕手里抱着三块布 给你 这么多人在看 陆家家有些不好意思 她逼着头将不接了过来 不喜欢的可以送人 但那块红布要留着 结婚的那天可以穿 陆大娘在门外看着春风满面的陆母 有了强烈的对比 和陆家家的定亲不同 陆草这里根本就没人来 她回到自己家 看到陆草正在梳着辫子哼歌 脑溢血瞬间上来了 直接走向前 把陆草头里的木梳子摔到地上 明明我们家条件也不差 再怎么样 你也能嫁个不错的男人 为什么把自己做得那么低贱 娘 我知道你现在生气 但是陆家家 以后一定能比我过得好吗 再说了薛燕 不过是个乡下的泥腿子 周文青却是城里的知青 等有一天她回城了 我也是城里人了 世事无常 未来是什么样谁都不知道 你还城里人 你现在结婚有房子吗 你和周文青住呢 生了孩子怎么样 你都考虑过吗 文青现在能下去干活了 她还能给我念诗 娘 你别整天想这些吃的喝的 精神上富足才是最重要的 再说了 薛家也没房子 陆大娘脑子发晕 急忙扶住旁边的床坐了上去 薛燕现在一个月的工资 能盖一间房子 两个月就能圈个小院子 怎么可能没房子住 你二婶那么聪明 怎么可能会把她闺女随随便便嫁人 肯定早就考虑过了 我不稀罕这些东西 糟心玩意儿 趁早给我滚出门 要不然我就活活打死你 孙城主两年前来过一次溪水村 只记得大带方向 谁知骑着骑着就迷了路 问了好几个人才摸清楚了精准的位置 妈 你到了陆家 一定要好好说话 佳佳现在还没同意嫁给我 当时我见她的时候 她都没有愿意跟我处对象 你的态度一定要好 如果她父母愿意了 佳佳说不定就愿意了 放心吧 就那些农村小老太太 一个个见了钱就不要女儿了 这么多年我见过的多了 我给他们家三十块钱的彩礼 直接把陆佳佳给买断 那些农村小老太太 以后就别联系了 妈 你能不能别说这些没用的 佳佳现在好像有工作 她怎么可能舍弃她的父母 要是我娶不到陆佳佳 我就 就怎么样 你说啊 你还想怎么样 孙母在后面粗暴地扯了扯儿子的衣服 孙成竹受不了地甩了一下 够了 我把你养这么大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但是你看看你现在为了个女人 就不要亲妈了 你说啊你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不想跟你闹 别再逼我了 这次我没骗你 娶不到陆佳佳我就走 走 你能走去哪 薛家中午留在了陆家吃饭 陆母盯了一只鸡 又炒了一只裤子 薛父在客厅和陆父谈话 保证会尽快盖房子 为了好好表现 竟然主动要求去厨房做饭 在家都是我做饭 以后要是佳佳不想做饭我来做 当然了 结婚就该让这个臭小子学了 这阵子我一定好好教教他 我以后不会天天做饭 伙父说的对 你趁着这段时间赶紧跟他学学 有在学了 薛父做饭很简单 加清水加盐 如果炒菜的话 出来就是黑胡 谈到家务劳动 陆家家醋了醋眉 突然不想结婚了 嫁给你还要做饭 还要洗衣服 还要做衣服 打扫卫生 收拾房间 我会做 家里都是我收拾的 我想娶你 不是想让你过来照顾我 而是我想照顾你 陆家家顿了顿 他发现薛艳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薛艳话不多 但是特别能干活 而且不需要别人开口 他自动帮陆家添满了水 又踢了台 陆母笑的都快脸到耳后了 他就喜欢聪明人 不像他那三个傻儿子 不说不干 说了才干 今天提亲 咋能干活 快过来洗洗脸 孙成竹和孙母中午一点才到了村里 他一进村就打听陆家家 陆家家是不是在你们村里 他家住哪 你找家家干什么 是他三哥的人 不是 你告诉我他家在哪就行了 我找他有事 有事啊 如果是好事你今天可以去 如果事情不太好 我劝你今天别去了 毕竟陆丫头今天定亲 别扰了好日子 定 定亲 什么定亲 你说的是谁 我找的是陆家家 陆家家 对啊 就是家家 家家今天定亲你不知道吗 这不可能吧 我们说的陆家家 曾经在文工团待过 长得还行 怎么可能定亲呢 人家就是今天定亲 提亲的是薛燕 几乎全村人都知道了 你们是从哪来的 什么不可能定亲 人家怎么就不能定亲了 男未婚女未嫁 你们不是过来找茬的吧 薛燕 薛燕 是薛燕 孙成竹难难着这个名字 当初陆家家的堂妹 就说过陆家家和薛燕的事情 孙成竹苦笑出声 就算他再不愿意相信 也无法改变 今天定亲的那个陆家家 就是他喜欢的陆家家 我要去看看 薛家和陆家吃过了午饭 两个孩子的事情 算彻底定下来了 陆父陆母正在送薛家的人 门口走来了一对母 三兄弟拦住孙成竹 你是谁呀 跑我家干什么 把他带到偏僻的地方 你们干什么 你们这些人干什么 再吵吵一句 老娘一巴掌拍你头上 陆母认识孙成竹 但对当年的事情知道很少 陆家家从来不跟他说 唯一一次让他火大的 就是买粮食最多的一次 这女人对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 拿了她的钱 还极其嚣张傲慢 眼睛都快翻到天上 你们这些乡下 你们 我要见陆家家 你一个男人 又和我小妹没什么关系 嚷嚷着要见我小妹 你是不是想故意搞坏她的名声 我想问问她 就是想问问她 她已经跟我定亲了 你有什么资格问她 你是薛燕 是我 打不了了吗 成竹 别打了 别打了 他们人太多了 我要见陆家家 我要见她 你说见就见我闺女 凭什么要见你 我告诉你呀 赶紧走 到时候闹大了 你现在的前途 恐怕就没了 走了 哪没有女人 到时候 妈给你找个最好的 我就是要见她 她今天不见我 我就不走 孙承竹 我们不是早就说清楚了吗 你来找我干什么 陆家家知道 孙承竹这个人极其难缠 见不到她恐怕不会回去 孙承竹见到陆家家 眼睛亮了亮 她想走过去 薛燕有力的小臂 压在她的脖子上 时隔几年 孙母又见到了陆家家 上一次见她的时候 她脸色稚嫩 虽然好看 但还没有展开 现在的陆家家眉眼 已经完全展开了 又白又漂亮 眼睛看人的时候 又轻又纯 怪不得让她儿子 惦记这么久 我想问你 你 你真的定亲了吗 是 你喜欢她 这不是很明显吗 你好歹追了我 那么长时间 应该知道 我是什么性格吧 我想听你亲口说 是 我喜欢薛燕 才想嫁给她 孙承竹 我们没可能 从一开始 我就告诉你了 我从来不欺骗我自己 我不喜欢你 真的一点也没喜欢过吗 从来都没想过 喜欢我吗 没有 孙承竹 一个也喜欢你的女孩子 不要浪费在我身上了 我 我知道了 但是陆家家 我想告诉你 我是真的很真心的 喜欢过你 以前是我太笨了 不知道喜欢一个人 应该做什么 我就是想你多看看我 结果让你更加厌烦 没有喜欢的人了 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 祝你 算了 我并不想祝福 我走了 她转身慢慢的离开了 孙承竹走了十几米之后 自嘲地笑出声 其实早该想到的 早就该知道的 承竹 你怎么了 陆家家不喜欢你 那是她没有眼光 竟然喜欢一个乡下泥腿子 你放心 妈妈一定给你找到 一个更好的对象 比陆家家强一万倍的对象 孙承竹发疯一样 骑动自行车 到了半路满南刹车 差一点把孙母甩下去 你这个死孩子 你干什么 几年前我想当兵 你不让我去 我喜欢陆家家 你不答应 我不想当工农大学生 你非让我去 这么久了 我想是该实现 最开始的愿望了 什么最开始的愿望 你又想去当兵了 是不是 我和你爸只有你一个孩子 你去当兵了 我们怎么办 在家不好吗 你去工农大学学了管理 出来就有好工作 还能待在我们身边 走了 孙母在自行车后面 骂骂咧咧 风吹过 带走孙承竹眼角的眼泪 人生那么长 这里已经没有了 能困住他的人 半路上他对着陆家的方向喊 陆家家 多年后 那个薛艳要是对你不好 我还在 一定回来再次追求你 陆家家 他一见钟情 念念不忘的女孩子 他终于要试着一点点远离他了 孙母以为孙承竹 回到家会死气沉沉 还是前线 孙母哭着打了孙承竹一巴掌 你就是这样报复我的 你不是想娶陆家家吗 我现在就过去跪下来求他 我把他当祖宗供着 这样就行了吧 这和陆家家没有关系 你们不要再去打扰他了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说过要和我在一起 是我一直缠着他 至于当兵 我不是因为任何人想去当兵 是自己想去当兵 我不想再碌碌无为的过下去 我想保家卫国 而且现在的国家也需要我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他后悔了 早知道他先前就应该同意 让儿子娶陆家家 但很快他又想到孙承竹的话 陆家家从来没有答应过 当他儿子的对象 他万念俱灰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阻止孙承竹 孙母就算再不同意孙承竹去当兵 孙承竹还是走了 很多新兵都有人送 但是孙承竹只有孙父来送 孙母没来 好好的 自从定亲之后 陆家家很轻松 早上计公分的事情 也有人给他干了 等忙完了刚到家 就听到门头有人叫他 家家 家家你在吗 李莉姐 已经五天了 我借你这没事来问问你 这个工作你真的没有人介绍吗 啊 我忘了 对不起 我们家最近事情太多了 我不是故意不放在心上的 没事 只是这个位置 你还想推荐其他人吗 是现在就需要说吗 那我再给你两天好了 明天或后天 要是没人去找我 那我就只能自己找人了 又给我两天 李莉姐 我能不能问你一下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哎 本来不想说的 但我这样莫名其妙的好 确实会让人恐慌 不过 你不要担心 是我想要报答你 李莉将当年镇上的事情说了一遍 谢谢你当时的半块馒头 要不然我就真的饿死了 我曾经亲眼见过有人抬出去 经历过那场可怕的饥荒 陆佳佳仔细地回想了一下记忆 但是已经记不清了 她那时候也在努力地活着 家里人都饿得面黄肌瘦 她夜里也崩溃地哭过 根本没时间去记忆其他的事情 整天都是想着怎么挣粮食 所以你不要担心 这是我想还你的 我知道这抵不上一条命 你以后有什么帮助 也可以来找我 没有 我就是给了你半块窝窝头 你想给我的已经够多了 确实是半块窝窝头 可是那时的窝窝头 却能救一条命 是不一样的 不用客气 而且我早就忘了 陆佳佳不知道该怎么拒绝这种好 她从兜里掏出来几块喜糖 我请你吃的 你这丫头 怎么像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马上就要开学了 学校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临到中午吃饭 陆佳佳把李莉的事情 跟陆父陆母说了一下 工作的事情怎么办 我闺女受苦了 要不是家里没有一个撑起来的 也不至于连这么好的位置都顶不上 本来害怕闺女欠人情 所以一直没说这事 但现在完全反了 我看南水村的丫头很想把人情还上 还是找个人去吧 老四过来 咋了娘 你跟李芬那丫头怎么样了 前些日子 那个老师的工作有些眉目 你知道 随水不留外人田 要是你和李芬成不了 那我们家就是打水漂 这两天她也观察过李芬那丫头 姑娘人不错 能干活也有主见 佩老四真是糟蹋了 我说过了 小芬说她不要 而且知道我擅自先提出来 还骂了我一顿 说漏了她的面子 四哥 你们关系都到这一步了 陆佳佳上下打量着陆叶国 小芬都叫起来了 这是不声不响就谈了个媳妇 那你们现在正在谈对象吗 没有 我怕她不同意 四哥 这种事情需要你先开口题 难道你还等着李芬姐先跟你说开 你想想 李芬姐是知青 在溪水村无依无靠 娘家又不在这边 她要是先跟你开口 岂不是面子都掉地上了 而且 有罗晶晶在前 她肯定怕你误会她和罗晶晶一样 她四哥太直了 直接一通到底 不问怎么知道别人不同意 而且女方都让她叫小芬了 她还没什么表示 要是她喜欢上这样一个男人 肯定气死 那 那怎么办 那你还不先说开 要是她答应定亲 等你二哥的事情过去了 老娘就过去提亲 你的五十块钱还没用 提过亲就盖房 还有这个工作 要是她答应跟你在一起 这个工作就给她 但是你得跟她说清楚 这个工作是你小妹的功劳 你今天下午就跟她好好说说 要是可以明天就去报道 主要是你 话想好了再说 别到时候惹人家闺女烦 今天 今天下午就说 那 那她要是不答应我怎么办 你一个大男人家怕啥 刚才你小妹跟你说的 你没听懂啊 还指着人家姑娘先跟你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李芬几乎每天都上工 掌心磨的都是茧子 听到身后的声音 她眼睛动了动 迅速转身 怎么是你啊 干那么多活累不累 我来帮你干吧 不用 王振国尴尬的摸了摸头 她已经到了结婚年龄 先前喜欢罗青青 结果无忌而终 但是她又不想包办婚姻 看了看村里的姑娘 发现李芬不错 不仅长相清秀 还特别能干活吃苦 王振国追了李芬几天了 但是对方不太爱搭理她 李芬 我记得你18了 虽然你下乡晚 但是你看看 有很多知青在这里待了七八年了都回不了城 而且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你就想一个人过下去吗 一个人挺好的 想做什么做什么 一个人有什么好的 你看看你一个女孩子 天天下地干活 生病了 累了也没人帮 她不如嫁人 身边也有帮衬的 我就喜欢一个人干活 没事你赶快回去吧 李芬烦躁地撇了撇脸 一扭头看到了不远处走过来的陆叶国 陆叶国走得特别快 他来到李芬身边 将他挡在身后 斥责王振国道 你不好好工作 来这里干什么 我没事就不能来找李芝青聊聊吗 赶紧走 他对你没意思 王振国看着躲在陆叶国身后的李芬 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他想娶个媳妇怎么这么难 以后你遇见这样的直接跟我说 他要是敢纠缠你 我就打得他不敢站在你身边 这无异于是另类的情话 李芬脸色红了红 他故意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他 你喜欢王振国 你咋能喜欢他呢 他这个人一点也不专情 以前还喜欢罗青青呢 你呢 你以前也喜欢过罗青青 我跟他不一样 哪不一样 你没想过娶罗青青吗 李芬见陆叶国不说话 脸色冷了几分 转身继续干活 陆叶国急了 走到李芬面前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芬呵呵一声 直接转身往其他地方走 陆叶国猛然抓住他 你跟我吧 我以后会对你好 王振国没我好 李芬心疏地跳得突突响 他别扭地扯开手 怎么突然说这话 我娘让我跟你说的 我娘说我要是喜欢你 就赶紧跟你说 你要是同意跟我 当老师那个名额就给你 要不然过了时间就没了 那你是喜欢我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也喜欢过罗青青 但是不见他根本想不起他 但我要是一天看不见你 我就特别想你 能跟你说话我就特别开心 李芬都不知道是开心还是冒火 陆叶国以为李芬是在弃他喜欢过罗青青 急忙道 你放心 我现在一点都不喜欢罗青青 但是我觉得用喜欢这两个字 表达我对你的感情 有点配不上你 那你能和你小妹会不会不喜欢我 我还没进门就要了你们家的工作 这不太好吧 怎么可能 我娘和我小妹没你这么小心眼 我娘和我小妹只要求你 不跟田津花一样惹事就行 他们的性格就是你只要偏爱他们 他们就偏爱你 但你要是故意找茬 他们肯定会生气 听着挺有道理 但就是让人窝火 李芬见陆叶国张嘴就想一铲子挥过去 你别说话了 怎么了 我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我先道歉 但是老师工作只有两天的时间限制 明天我二哥还要去领证 后天我们家要办喜 所以我们两个得今天下午确定下来 今天就确定关系 对 你要是我们家的人 那工作就给你了 你要不是我们家的人凭什么给你 再说我哪里不好 你要是跟了我 我一定好好对你 能干的活我都干了 你当老师 有假期还轻松 只有一点 家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站在我小妹这一边就行了 有好东西也要多想想她 我小妹谁对她好她就对谁好 从来不会让身边的人吃亏 你说的都很有道理 但能不能换一种方式 能不能说的好听一点 别这么直来直去 我真是 晚上吃饭的时候 陆佳佳看向陆叶国 四哥 你和李芬姐说清楚了吗 我看李丽姐挺急的 可以的话 你让她去明天去报道吧 说了 她答应当我对象了 你怎么跟李芬姐说的 陆叶国兴致冲冲的 把下午发生的事情 跟家里人说了一遍 提到自己表白的时候 还有些脸红 陆佳佳脸上的表情 一点点消失了 所以你将我们之间的谈话 不加修饰 反而特别粗糙地 讲给了李芬姐听 妈 我觉得我的名声 被四哥毁了 姑嫂之间的矛盾 就是因为她产生的 陆叶国 你个棒锤 你连句话都不会说 也不会哄哄人家小姑娘 不帮家里人 说好话也就算了 还抹黑我们母女 你个糟心玩意 肠子是值得不打弯吗 你二哥是赌的 你是值得 老娘怎么养了 你们这些傻东西 陆叶国向来直言直语惯了 她委屈巴巴地坐在远处道 小芬已经答应当我对象了 陆佳佳摸了摸额头 这绝对是真爱啊 第二天早上 陆港国早早地起床 拿着家里的户口出了门 明天开席 今天陆佳就忙起来了 全家人都没上工 陆母舍不得陆佳佳干活 害怕她待在家里被人指挥 赶着让她去工作 不到中午别回来 在那待着就行 我一会儿还是回来吧 万一有人说闲话怎么办 说什么闲话 我们全家人都没上工 少了多少公分 再说你这个工作也离不开人 你这个傻孩子 怎么就不懂偷懒 全家这么多人就指着你 少你一个人也干不了多少活 再说了 这一家人吃你的 喝你的 多干点活怎么了 这酒席上的肉都是你出的 没肉能办成啥 呃 出了东西还出力 天底下没这个道理 快走 中午回来吃饭就行了 小姑姑 你快去工作吧 这里有我们呢 我们又不能赚钱 但小姑姑能赚钱 力气活好干 钱不好赚 对 小妹你快去工作吧 中午回来吃个饭就行 家里用不着你忙 这点活我们能干 她恨不得把陆佳佳背到工作岗位上 前些日子她带了一只鸡回娘家 赚足了面子 那可都是小姑子给的 看看娘家饿得面黄肌瘦的侄子侄女 再看看自家面色红润的儿女 张淑云恨不得把陆佳佳给供起来 陆母对大儿媳妇越来越满意了 老大 看看你媳妇多聪明 再看看你鱼目脑袋 就这样陆佳佳被全家人赶着去工作了 到了中午 陆佳佳回去吃饭 家里今天熬的大锅饭 里面加了袍子肉 来帮忙的人吃得很香 大鸭 这什么肉 怎么这么好吃 前一阵子打猎 打得兔肉鸡肉 都剁碎了攒着呢 正好用上了 陆佳佳一回来 大嫂立刻给陆佳佳盛了一碗饭 佳佳快18了吧 现在9月份 她11月份过生 那岂不是再过两个月就能结婚了 这丫头还小呢 不能聊聊二哥和二嫂 这两个才是今天的主角 薛燕扫了一眼不远处的小身影 脑海里只有陆母的那句在流流 一上午的时间基本上都把活干完了 只等着明天再收拾收拾就行 来帮忙的人也都回去了 陆佳佳这边好奇地看着陆港国手里的结婚证 页面有两朵大红花 上面写着新人信息 很简单朴素 两个人算是彻底成了 这下是彻底断绝了和田津花的关系 说起来他二哥要结婚的消息全村都已经传遍了 他本来以为田津花会来闹 但没想到却是风平浪静 下午继续去上班 当走到半路就遇见了薛燕 薛燕看着他一声不吭 你怎么了 很多人说我是老男人 才二十三岁 你别听他们瞎说 我比其他人结婚都晚 跟我一样年纪的已经有孩子 那怎么能一样 他们有孩子早 但是有的根本就不能带给孩子好的生活 你虽然结婚晚 但是肯定能让孩子过得好 这才是对孩子负责 可那些人一直说 我心里不舒服 我想早点结婚 有人说过吗 我怎么没听过 谁说的 赵世慧 可是我也做不了主 户口跟我父母拿着呢 我 陆草远远地看着薛燕 将陆佳佳困在怀里 薛燕并不像对他那样很利可怕 他冷硬的面色带着暖意 面对陆佳佳凶巴巴的指责 从未显露片刻不耐烦 他想 肯定是薛燕还没有娶到陆佳佳 所以才装得这么好 等到两个人结婚了 薛燕肯定会暴露出来真实面目 一个乡下的泥腿子 有什么好的 陆草最近不经常出门 一直窝在家里 村里闲着无聊的大娘看到陆草 有的撇嘴 有的翻白眼 大多都假装看不见他 半夜跑出去和男人私会 又脱了衣服 未嫁的小姑娘干出来这种事情 想想都丢人 呸 福娃 狗屁的福娃 我看根本就是假的 要不然洗了那么多年的衣服 怎么就那一天有余 说不定是碰巧赶上什么事情了 再说了 福娃能做这种事情 我们溪水村的脸都让他丢尽了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又不是我主动的 文青待在一起 一个好姑娘会大半夜跑出去见男人 陆草愣了愣 张了张嘴却没吐出来声音 她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陆佳佳听到了不远处的谈话 她和陆草是堂姐妹 若是经过难免会被叫住 她放慢了脚步 没事少说闲话 小心嘴烂了 敢做还害怕别人说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陆草完全没想到自己的名声 竟然插成这样 以前这些人见到她满脸笑咪咪 甚至小草小草的叫 没想到今天就换了一副嘴 从小到大她都没受过这样的白眼 陆佳佳见陆草走了 也快不经过 没想到那妇人叫住了陆佳佳 有事吗 陆草气得牙根痒痒 她故意停下脚步等陆佳佳 妇人在众人的目光下 从兜里掏出了一把炒熟的花生 佳佳 真是谢谢你叫我们家孩子写字 你不知道 我们家的小皮猴 现在也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不用 就是一点小事 这都是家里炒的 不要钱 现在能吃的都是好东西 拿吃的东西送给别人 那是绝对的喜欢了 陆草将在了原地 浑身上下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 陆佳佳 你现在肯定很得意吧 但我告诉你 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薛燕不过是个乡下的你腿子 但周文青却是城里下乡的知青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周文青会读书写字 出口成章 也会给我写情诗 薛燕会什么 只有一把子力气 你怎么不说话 那你赶快和周文青结婚 结婚 我们马上就会结婚 你等着吧 我倒要看看是你过得好 还是我过得好 陆佳佳懒得跟陆草浪费时间 生活是自己的 跟别人比什么比 他绕过陆草去了工作的地方 陆草握了握拳头 朝着知青所就走了过去 周文青 你媳妇来找你了 两个人那天晚上的事情人尽皆知 就算现在定亲了 也少不了比 周文青遭到了其他知青的排挤 都不愿和他多接触 你来找我干什么 文青 你还生气呀 我那天也是没有办法 谁让你跟我分手的 再说你已经上我们家提过亲了 我现在是你对象 怎么不能来找你了 到底有什么事 我娘让我问你 我们两个人什么时候结婚 过一阵子再说吧 我现在什么都没准备 不行 我们必须马上结婚 要不然你反悔了怎么办 我等不了很久 你想办法找房子 我就给你半个月 你要是不娶我 就别怪我去镇上告你 周文青脸色一阵白一阵青 他看着陆草的大脸盘 比喝了毒药还后悔 你回家等着吧 我会想办法 但是这段时间你别来找我 第二天 陆家天没亮就起来收拾 东西得摆好 九点左右 陆港国出门去接郑秀莲 当他出门 被慌里慌张的大山抱住了 爹 你快就救我娘吧 我娘要被外婆给卖了 什么卖了 国家不允许这些事 卖了你找大队长 老二 这是不该你管 你赶快去接亲 陆母闷着一张脸道 他绝对不能让陆港国 再和田津花扯上关系 要不然田津花恐怕 又要缠上陆港国了 陆父脸色难看的走了出来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爹 你救救娘吧 有什么事情 跟大队长说 而且他已经跟郑秀莲领了结婚证了 结婚的日子跑去救田津花 岂不是把郑秀莲的脸踩在了地下 经过这么多天他也想通了 若是他今天去救了田津花 以田津花的性格肯定会死死的缠上他 该断的时候必须断 爹 你不要我和娘了吗 从来没有不要你 不是你不要爹了吗 大山愣在了原地 他看了看身后的陆家人 是啊 他为了娘 不要爷爷奶奶 不要爹 不要小姑姑 也不要自己的姐姐妹妹了 来吧 跟我说 二哥 你先去接二嫂吧 爸会处理这些事情的 陆港国已经没了先前的精神器 沉重的抬腿离开了 陆母说不管大山就再也不管大山 他扭头就回了院子 陆家家想着大山刚才说的话 田家把田津花给卖了 不会是让他二嫁吧 这些伯父会处理好 放心吧 我不是担心这个 我是在想大山以后怎么办 大山伤了我妈的心 老太太肯定不会再认他这个孙子 要是二哥把他要回来 我妈肯定会把二房他们分出去 加上大山 二房六个孩子 六个孩子啊 你说我二哥二嫂能养活吗 到时候肯定个个饿得面黄肌瘦 从头到尾都是你二哥自己选择走的路 我和他不一样 哪不一样 如果你给我生六个孩子 我一定能养活他们 六个孩子 我是母猪吗 一个一个生 得生六年 我不生 那就随便要一个 男孩女孩都行 你生的我都喜欢 聊着聊着怎么聊到生孩子了 你离我远点 陆父很快回来了 他把大山跟他说的复述了一遍 田津花要被他父母 嫁给当年那个官夫 他不同意 这三四天一直被绑着 就连大山也被看了起来 今天就要被送走了 既然村里有卖女这种事情 我是大队长就不能不管 老四 你去镇上报案 其他的就看他们怎么处置 那大山 大山什么大山 他在田家的户口上 是田家的人 你还想被田家缠上 当村里的事情处理就行了 少插手 老娘把话撂着 谁插手大山的事情谁管 反正我不管 老四 你带着大山去镇上走一趟 不要贸然插手 让大山跟那些人讲一遍 要不然田津花反水 我们里外不是人 骑着我的自行车去 我知道了 快到中午时 陆港国把郑秀莲背回来了 来了 新娘子来了 大山和陆叶国到了警所 大山啃啃巴巴的说明了情况 现在不是旧社会了 父母不能随便把女儿嫁人 做了笔录之后 工作人员就出动了 在回去的路上 大山低着头问陆叶国 自夫 奶奶是不是再也不要我了 你不应该问奶奶是不是不要你了 最该问的是你爹娘 总不能因为奶奶养了你一阵子 无论你做了什么错事 他都得养你一辈子 该养你的是你爹娘 自夫 我错了 外婆对我一点多不好 她是骗我的 她对娘也不好 你是不是想回来 你知道我娘 你奶奶为什么这么坚决的跟你断绝关系吗 如果你是个陌生人 或者毫不相干的人这么骂她 她不一定真会生气 但若是她付出了真感情 一旦这个人反咬了她一口 她就会立刻扔了 大山低头哭 陆叶国看着前面的路 声音沉重道 我娘八岁的时候亲娘去世了 然后外公又娶了个新老婆 新老婆又生了四个孩子 她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去世了 外公酗酒 我娘就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 日子特别苦 她为弟弟妹妹付出了一切 可是你知道吗 那些弟弟妹妹吃她的喝她的 最后却是白眼狼 她为了给弟弟攒彩礼拼命干活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 她得了肺炎 她拼尽全力守护的人没一个人在乎她 甚至连医院都懒得送她去 那些弟弟妹妹以为她死定了 在门外口口声声说她是个外人 就是家里的一头牛 早就该死了 所以她这辈子都不能再原谅反咬她的人 最痛恨的就是得了她的好处 还要回头骂她的人 她没有反对二哥再要回你 也没有反对其他人管你 只是她永远不会再管你 大山 我娘永远都不会是你奶奶了 永远 对 永远 她这个人偏心得很 自己的人就算是自己在苦在泪也会护着 不允许任何人欺负 但要是扔了 就永远不会捡回来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书业国带着大山到家后 有工作人员上门找陆夫 就一起去了田家 酒席已经结束了 陆母和玩得好的大娘正在刷锅碗瓢盆 碗刷到一半 郑秀莲换了一身衣服从房间里走出来 也跟着一起收拾东西 她知道陆家的人怎么样 也没什么可矫情的 最重要的是好好过日子 港国这次可真是娶了个好媳妇 长得好还行快 那是 我儿媳妇那都是千挑万选看上的 蒙不好吗 就老大家的 当时我挑了好一阵 张淑云得到了肯定 干活更卖力了 半下午的时候东西都收拾好了 陆父和陆叶国也回来了 吃了晚饭 陆家家拉着陆叶国出去散步 田家的事情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最多就是警告田父田母 而且以田金花的性子 恨不得把自己的肉哥给弟弟吃 我看过不了几天他自己就同意了 那大山呢 他是不是想要回到陆家 不知道 但他若是非要回陆家 二哥一家就只能分出去了 六个孩子 陆家家想想都头皮发麻 四哥 你要是结婚了 就不要生那么多孩子 因为人的精力就那么多 很容易忽略孩子的心理健康 怎么谈到生孩子了 不跟你说了 我回去睡觉了 二房结了婚 薛燕却马上就要去镇上工作了 家里盖房 薛父一个人处理不下来 薛燕想了想 让陆家的两兄弟过来帮忙 每天给工钱 顺便监督一下其他人 我们咋能要钱 这是应该给的 我刚得到这个工作 不可能请假 但若是家里没人 房子很可能盖不起来 我想按照这里的工钱价格请你们 都去 你们去盖房 按照正常的雇佣关系给 但是老大老二 这是你妹子将来要住的房 你们多操点心 别让其他人偷工减料 行 薛燕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大哥二哥去了薛家干你瓦匠 陆家家彻底闲了下来 他没事就看高中资料 巩固自己的知识 连续过了三天 李芬突然跑了过来 家家 不好了 你二嫂和田津花打起来了 什么 在哪 那边 有其他人在场吗 有 但是都是一些村里人 陆家人只有你离得最近 那怎么办 恐怕家上我也打不过田津花 田津花常年下地 每天做着繁重的农活 身上的力气很大 他要是拼起命 男人恐怕也弄不住他 店家找大哥二哥过来 不行 陆家家可是陆家的宝贝疙瘩 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 李芬姐 没事的 我会看情况而定 麻烦你了 那好吧 在没有人来之前 你千万不要随意插手 陆家家点了点头 两个人分开行动 他跑到地方的时候 郑秀莲就被田津花压在下面 田津花气势汹汹 抬起手就要往郑秀莲脸上打 陆家家慌乱地捡了个棍子 往田津花的背上打了好几下 田津花开起头 恼怒地瞪着陆家 陆家家仔细观察了一下才发现 郑秀莲和田津花被揍的情况差不多 两个人好像打得不分胜负 陆家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让他们两个别打了 但是看着都挺兴致昂扬的 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 田津花被田家关了好几天 一出来就听说陆港国已经结婚了 他跑出来就见到了这个女人 当年他就是从郑秀莲的手里抢走陆港国的 所以一眼就认了出来 偏偏他被关的这几天鸡一顿饱一顿 根本没什么力气 而郑秀莲也常年干农活 他一时之间根本占不了上风 你这个东西 抢我的男人 我和陆港国生了四个孩子 你竟然还有脸嫁过来 嫁过来怎么了 我自己还带着两个孩子 陆港国就愿意帮我养 别打了 陆港国迅速从不远处跑得过来 他先把上面的郑秀莲给扶了起来 然后把他挡在身后 田津花 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想干什么 陆港国 你个没良心的 这才多长时间 你就娶了其他女人 我们两个人离婚了 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你到底想干什么 港国 我不想跟你离婚了 我们重新结婚吧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既然我们两个人已经离婚了 除了孩子以外 各不相干 对 孩子 我们之间有四个孩子 我是他们的亲娘 只有我才会真心对他们 港国 你和这个女人离婚 我们两个人重新结婚 李芬走到陆家家身边 小声道 我觉得田津花脑子有病 把我觉得去掉 她是真的脑子有病 而且是晚期 治不好了 不可能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你对我动手没什么 你要是再对秀莲动手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田津花整个人愣住了 她记得上一次 陆港国也是这么护着她 可现在却换成了别人 陆港国护着郑秀莲走了 陆家家也紧跟着离开 走到半路的时候 她回头看了一眼 田父田母拉着田津花离开了 田津花死活 不愿意嫁给那个官夫 毕竟上一个媳妇就是被打死的 她去了也是个死 而田父田母也被工作人员警告过了 也不敢强行把田津花嫁过去 只能又打又骂又掐 除此之外 就让她死命干活 陆家家下班回家 一进家门就看到了陆草 堂姐你回来了 他们两个人很会装 有外人在的时候 总是堂姐堂妹的叫着 陆大娘也在 陆家家给面子的回了一个笑 大嫂 你们两个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陆大娘张了张嘴 似乎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陆草感觉到了陆母的排斥 她心里有些委屈 二婶 你是不是跟其他人一样 讨厌我了 哪有 陆草看了一眼陆家家 又看了看陆母 她一直希望能成为二婶的女儿 如果她成了二婶的女儿 一定比陆家家还要孝顺 二婶 其实我和我娘来 是想让家家送我出门 嗯 她明白了 陆草是想让她当扮娘 当她是傻子吗 给陆草的扮娘 她一个还没出嫁的女孩子 肯定有损名声 陆母脸色瞬间难看 陆草干了那么多握说事 直接收拾收拾东西过去就行 还想拉着她闺女下水 大嫂也是这么想的吗 这不是 不是找不到人了吗 再说了 家家已经定亲了 不耽误什么 不耽误什么 你闺女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 整个溪水村都知道了 我们家家送她出门 陪着她一起丢脸吗 找不到人了 你怎么不去找自己外甥女 怎么不让你儿媳妇 找他们妹妹 还是说别人不愿意来 你觉得我们家家就活该 替你们受罪 陆大娘没想到陆母 竟然当众撕破脸 自从陆草出事之后 村里人看他们家的目光 都有些嘲讽 但是陆父陆母 对他们的态度 还和从前一样 没有半分嫌弃 她最近烦透了 只想着赶紧把陆草嫁出去 听到陆草提议让陆家家送她 脑子一热就跟过来了 在这里坐了一会儿 她也察觉到不合适 所以就一直没开口 没想到陆母直接就炸了 二十 陆草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心思 你就算在喜欢 这也是我娘 不是你娘 你娘在那边坐着呢 陆大娘脸色瞬间惨白 她立刻往陆草脸上看 见她紧盯着陆母 她这副求安慰的表情 不知道的还以为陆母是她的亲娘 大嫂 家家是不可能送陆草出门的 我也绝不会同意 我自问没有对不起过大房 你们做事别做得太绝了 让我们两家脸上都不好看 走了 你要是再不走 以后就不用回家了 我们家不需要你这样的闺女 陆草跟着陆大娘回家 她知道现在最能帮她的就是自己父母 急忙道 娘 你别听陆家家胡说八道 陆大娘沉默不语 陆草以为自己又要挨打 已经做好了满院子跑的准备 但是陆大娘只是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就直接回房 到了下午 陆大娘直接让两兄弟去找周文青 你们让她这两天就找个房子 三天之内结婚 要是三天之内不把陆草接走 我就直接去镇上报案 娘 三天是不是太急了 急什么急 再晚一点 村里的人都把我们家的脊梁骨戳破了 大唐嫂身有体会的贬了点头 她明明什么错事都没干 现在出去之后别人总用一样的眼光看她 别提多丢人了 陆草看陆大娘面色阴沉 一生也不敢吭 心里倒是有些开心 她马上就要嫁给周文青了 等周文青回了城 她就是城里人 就算周文青回不了城 她也嫁了个知识分子 不知道村里多少小姑娘暗戳戳的羡慕她 陆家家无聊 就到厨房做酸菜鱼 郑秀莲主动过来帮忙 她看着厨房里的几条大鱼 看几眼扭头 再看几眼 小妹 这三叔子也太疼你了 还想办法给你弄鱼 我三哥一向疼我 郑秀莲看着鱼又馋了 来到陆家这几天 天天吃肉 还能喝到米汤 以前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来到陆家几乎天天吃 她再次庆幸自己嫁了过来 一条鱼五六斤 两条鱼就十多斤了 满满的一盆 小妹 做那么多吗 还有薛伯父他们的 再说了 哥哥们天天干力气活 多补补对身体好 年轻的时候亏了 身子老了要受罪 郑秀莲还是有些舍不得 陆母回来见陆家家做了一锅鱼 急忙关上了厨房的人 老二家 你可得好好嘱咐陆叔和陆新 让他们别去外面瞎说 娘 我心里清楚 早就跟他们说过了 陆家家看了看郑秀莲 二嫂可比大嫂聪明多了 他妈真是太会挑人了 等以后条件好了 二房绝对混不差 自从小家伙们去上学了之后 家里都特别安静 陆家家也不爱在家待着 没事就去工作的地方学习 她将自己做好的数学笔记整理好 等薛燕回来了 一点一点教她 陆家家准备和薛燕一起考大学 后天 陆家家吃完饭正要去工作 看到周文青进了陆大娘家 她敏感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当走了几步 就看到周文青颤颤巍巍的 背着陆草走了出来 陆草穿了一身红衣服 这是 结婚了 陆家家找了找四周 没有任何宾客 什么都没有 周文青也没带人过来迎亲 陆草也没有人送她 两个人就这样澄清了 陆大娘甚至连门都没出 周文青看到了陆家家 张了张嘴 陆草也看到了她 可以的抬了抬下巴 可是下一秒 周文青撑不住了 直接就把陆草放了下来 西水村有规定 新娘离家脚步粘地 要么新郎背着 要么用车拉着 到了新郎家才能踩在地上 没想到这才刚出家门 几步陆草就被放了下来 陆草脸瞬间黑了 她还没发火 周文青先不满了 你太重了 平时也不知道少吃一点 我根本背不动你 你看看别的姑娘都那么苗条 你那么胖干什么 我怎么胖了 我和其他姑娘差不多 别人都说了 就我这样的好生养 像那些瘦不拉击的 生孩子都困难 胖不胖你自己知道 家里还有一堆东西没收拾 忙死了 赶紧回家 你说谁胖呢 陆草 你 你真是太过分了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你竟然让我这么没面子 文青 我不是故意的 周文青气冲冲地离开 陆草急急忙忙追上去 可能他太急了 我摔倒在地上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这两个人是来搞笑的吗 陆草摔得胳膊疼 嘴里也当了土 他迅速爬起来 朝着周文青追过去 今天本来是陆草和周文青结婚的日子 结果却成了闹剧 等两个人走了一百米远 陆佳佳也去上工 不知道周文青找了哪里的房子 竟然跟他一条路 陆佳佳看着陆草追上周文青 一边走一边道歉 周文青手上流血了 他气恼地对着陆草喊 陆草被他惹急了 一巴掌拍在周文青的肩膀上 周文青又是一个亮枪 然后陆草又开始道歉 陆佳佳不远不近跟着 不愿意放过任何场景 他见识浅薄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结婚方式 不多看看太亏了 陆佳佳在后面目不转睛地看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身后也跟了个高大的身影 突然后颈被捏了一下 陆佳佳吓得急忙扭头看 薛燕 周文青好看吗 我是来工作的 又不是专门来看他们的 就是正好一路了 来工作的 我就是来工作的 是吗 嗯 在哪工作 这还用问 在 陆佳佳往四周看了看 发现自己已经走超工作的小屋 十几米远了 好不容易回家一趟 你先去看伯父 我要去工作了 他往前走 余光往后面扫了扫 就看到薛燕在他的身后 薛燕从自己被楼里 拿出来很多东西 陆佳佳随意地扫了一眼 酥糖 饼干 都是一些小零食 把这些东西放在抽屉里 以后饿了可以随时吃 陆草跟着周文青 进了村委的一间破房 他满怀期待地走了进去 却发现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张破桌子 和没有打扫的床 床上还很脏 落着很多土 上面潮湿的麦感腐烂发黑 而地上放着周文青的东西 乱糟糟的 只有这些东西吗 这点东西我们怎么过 陆草气愤地看着周文青 他见过很多人结婚 但是别人家就算在穷 也有锅碗瓢盆 而他们只有一间破房子 没有一点新婚的东西 周文青坐在了 唯一一个干净的板凳上 这能怪我吗 你们家嫁女儿什么都没出 我昨天租下了这个房子 又找人修屋顶 钱已经花完了 你看看别的女人 嫁过来至少得带点家具 锅碗瓢盆 你什么都没有 陆草的气烟瞬间消了下来 他确实没有一点陪嫁 回想自己大姐结婚 再想想自己结婚 他觉得他娘真是太偏心了 竟然什么都没给他 赶快收拾收拾 难道你想我们今天晚上 连睡的地方都没有 陆草在家的时候也懒 他看着无从下手的家务 在原地站了好一会 他心里有些难过 但想了想 还是起身收拾 用力地扫了扫床 沉土飞扬 陆草被撑得剧烈的咳嗽 眼角甚至飙出了眼泪 小草 小草 这是你在家里所有的东西 娘都让我们给你打包拿过来了 陆草扒开看了看 都是自己的衣服 和平常的一些小东西 大哥 我结婚什么都没有吗 我记得大姐结婚的时候 娘给她准备了很多东西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 娘知道你会问 她让我告诉你 当初大姐结婚的时候 给了十六块钱的彩礼 娘没留 全都给大姐置办了东西 让她风风光光的嫁出去了 你只有两块钱的彩礼 为了给你做身衣服 娘还赔进去了两块钱 所以自然给你添不了什么东西 小草 这是我跟你二哥私房钱 一共五毛 你看着用吧 还有 娘说了 没事不要回娘家 好好过日子吧 陆草还没有反应过来 大哥二哥就走了 他心里难受的喘不上气 他明明嫁给了自己想嫁的人 为什么好像失去了更多的东西 你们家真是绝情啊 嫁出去的女儿说不要就不要了 赶快收拾东西 中午还想不想吃饭了 陆草结婚这一天 东水村的张家传出来了消息 张伟腿虽然受伤了 但是在占地医院得到了救治 腿已经保住了 而且休养期间 和一名占地医院的护士互相产生好感 两个人向上面打了报告 成了革命伴侣 东水村的人想到陆草的婚礼 忍不住唏嘘 陆佳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愣了愣 他问陆母 妈 你提前知道陆草今天结婚吗 谁知道 你大娘根本没说 我看她谁都没告诉 应该是张不开嘴 革命伴侣 生死之间产生的爱情 听着就特别美好 妈 你说我三哥 不会也给我找个三嫂吧 不知道 她要是能找到 我正好省事了 你三哥眼光高 她看上的肯定不错 老娘只需要准备彩礼就行了 三哥确实很厉害 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 下午只有二嫂在 二嫂进薛宴过来 就进了自己屋里带录业 给你大的东西都吃了 嗯 一个星期只能见一天 工作重要 等我过两天去镇上的时候 可以去看你 看我 对啊 我听说纺织厂的女工特别多 我得过去让他们知道 你有未婚妻了 那你什么时候去看我 这个不一定 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是后天 我要突击检查 你生日的那天 去跟我领结婚证 以后就没人敢对我有意思了 户口本不归我管 但是 要是我爸妈愿意给我户口本 我肯定答应生日那天去领证 我要走了 再不走时间来不及了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没有其他人来纠缠你吧 你也把我想得太好了 哪有人纠缠我 你以为我走到大街上 就有一群男人跟在我后面吗 我走了 要是谁来纠缠你 你就告诉我 我会想办法解决 知道了 鹿草收拾了一天的房子 她在家都没这么轻快过 晚饭吃什么 只吃这些 有这些吃的就不错了 家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你从知青所分出来的一点粮食 做饭是女人的活 你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那你去给我挣过来粮食 周文青 你别太过分了 没想到你也是这么识快的女人 是 我穷没粮食 你当初也说不嫌弃我 结果现在才刚嫁给我没到一天 就怪我不会挣粮食了 鹿草张了张嘴 过了一会之后闭上了 她拿出桃罐煮糊糊 半想之后她抬头看向周文青 文青 你给我念首诗吧 周文青不想一开始就做绝 不情不愿地给鹿草背了一首诗 鹿草咧嘴笑了笑 一脸的满足 鹿草昨天去镇上买了锅碗瓢盆 手上偷偷攒的零花钱已经用光了 她看着早早躺在床上的周文青 吩咐道 文青 你去外面拿点柴火 我走不开 你自己去 我累死了 你今天只干了三公分 我一个人干了七公分 我回来还要做饭 你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吧 我娶了你真是倒八辈子血没了 周文青牢牢叨叨下了床 走出门外 也不管谁家的柴火 先抱了一把 走进屋里扔到鹿草身边 吃完饭别忘了洗衣服 今天干活出了汗 难闻死了 周文青 怎么了 你不愿意 你看看其他女人 嫁了人不都这样吗 甚至还有男人天天打女人 我从来不打你 你还想怎么样 鹿草背说的脑子有些蒙 周文青继续道 我和鹿佳佳在一起的时候 什么活都不用干 光计计公分就行了 而且他还经常从家里带东西给我吃 并且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抱怨过 你怎么跟他差这么多 我怎么可能比他差 小草 我对你的要求一点都不高 你想想你嫂子 在家是不是也要洗衣服做饭 还要照顾孩子 哪个女人不是这样的 你就是刚结婚 还没适应 鹿草想了想 泄气的低下头继续烧火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突然有些后悔 在家里的时候 他哪需要干那么多活 嫁了人之后 什么活都要他干 做好饭 周文青咬了一口饼子 饼子是由杂粮和野菜混在一起做成的 刚咽下去就刺得嗓子疼 天天吃这些东西 早晚吃死 两个人吃过饭 爬上床睡觉 他们已经结婚三天了 周文青从来都是倒头就睡 文青 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饿死了 还生什么男孩女孩 万一生下来养不活怎么办 别想这些没用的 赶快睡觉 可是我想要孩子 结了婚总归要孩子的 你是个女人 怎么总想这些事情 可是我们两人结婚了 结婚也不能总想这些事情 鹿草 你是个正经女孩 不是外面那些不正经的女人 我们读书人对这些事情不太热衷 古人都说过发乎情旨于礼 鹿草听得晕晕乎乎 她好像明白了周文青的意思 想做这些或者是喜欢做这些事情的 都是一些不正经的女人 文青 你再给我念首诗吧 这两天闲了下来 鹿母说起了四哥陆叶国的婚事 你和小芬谈得怎么样了 找个好日子 过段日子能 不能给彩礼 给了彩礼找个黄道吉日 你们去镇里领结婚证 结婚 对呀 你哥再过一周就二十了 能领结婚证 八岁的生日 结婚的时间正好 再过一个月我就十八了 是不是也能和薛艳领结婚证了 家里瞬间寂静了下来 张淑云心神不稳地看着陆母 以前她想让陆家家嫁出去 可现在她最想陆家家留下来 嫁什么嫁 还没到时候 对 小妹你别急着嫁人 你看你在家多好 轻松又自在 要是嫁了人 又要洗衣服又要做饭 小妹 你以后在家也别做饭 都让大嫂做 有什么活都跟大嫂说 大嫂什么都能帮你干 你说你要是嫁出去 现在恨不得把陆家家供起来 有陆家家在 他们家吃得好 孩子也能上学 看看隔壁大人小孩都饿得面黄肌瘦 更别提上学了 于是陆家家的询问 在全家人的黑脸中结束 接下来的三四天 全家人对陆家家呵护备质 陆花放假 连工作都帮他干了 陆圆天天给他摘花卖萌 小姑姑长 小姑姑短 恨不得躺在陆家家怀里 所有人都在传递着一股消息 嫁人干啥 在家多舒服 那么多人伺候 中午 大哥二哥回来的有些晚 陆家家去叫他们吃饭 房子已经盖了半个月了 地基什么都弄好之后 现在整体高度已经一米多了 薛夫见陆家家过来 急忙走过去 家家 你看看怎么样 两间西屋马上就建好了 下一个就是盖厨房 等厨房盖好了 再盖一间杂物间 挺好的 那你们呢 只盖两间主房够不够 我们不跟你们一起住 还在原来的地方 等你们的房子盖好了 我们的老房子翻新一下 在旁边再盖一间 让那俩小傻小子住 事情分开住着才舒服 陆草嫁给周文青已经几天了 短短的时间面色 就已经开始辣黄 他手指上沾着泥 被楼里面是一些野菜 应该是下工之后 又跑到山上找野菜 陆草扫了一眼薛家盖的房子 铁了撇嘴 不就是盖了新房子吗 有什么可得意的 陆家家果然物质 而我根本就不稀罕这些东西 盖房盖房 结婚就必须要新房子吗 真是贪心不足 满脑子想的都是东西 陆家家看着陆草的背影 觉得他中了周文青的毒 不过说不定是他倒行低 理解不了陆草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 陆草回了家 刚进门周文青就发火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做饭 你是想把我饿死吗 做 我现在就做 文青 你什么时候找人把这间破房子 也收拾一下 上面不仅落雨还落土 收拾什么收拾 就是个吃饭的地方 哪有钱收拾 上午我腿抽筋了 现在还疼 下午我就不去上工了 你多干点工分 陆草看了看自己魔红的手心 愣了一会儿 抬头看着周文青 文青 你再给我念首诗吧 我就喜欢听你念诗 周文青烦躁的吐了一口气 敷衍的念起了诗 晚上 外面噼里啪啦的下起了雨 陆佳佳梦到了薛艳 陆佳佳发现薛艳已经渗透在了他的生活里 几天不见 他就会很想他 尤其是四周无人的时候 他想了想 要不明天让路远跟他一起睡 有人在他旁边卖萌 他就不会想起来薛艳了 这场雨一直下到了早晨 陆佳佳拿着伞去上班 他逼着头看脚下 偶尔会看远方 今天好像是薛艳回来的日子 下这么大雨 他应该回不来了吧 下着雨还要玩水 你想感冒吗 薛艳 不是让你乖吗 他身上穿着斗笠 没办法碰陆佳佳 走到他身后 乖乖走路 下雨了 你从这里走着回来的吗 陆佳佳扁了扁嘴 刚要埋怨他不会好好照顾自己 就被搂住 我的腰 陆草家里的厨房塌了 睡觉的地方也漏水 陆草拿一切能用的东西接 但是被子还是潮了 他看一下旁边的周文青 文青 你不是修过房子了吗 怎么还漏水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是上一次的人没有修好 等天晴了 我找梯子你爬上去看看 我爬上去看 我又不会修屋子 我也不会 陆草脸色越来越难看 以前在家里的时候 他从来不用做那么多活 修房子都有爹和哥哥们 根本用不着他操心 周文青看陆草想发火 这次主动道 小草 我给你念首诗吧 你知道的 我们这些读书人 不擅长干家里的这些活 你嫁进来的时候也知道 你放心 等我以后回城了 住的都是楼房 这间破屋子也就住一段时间 那行 等不下雨了 我上去看看 这场雨一直到了下午才停 几乎刚停 薛燕就来了陆家 薛燕手里又拿了一堆吃的 陆母笑得满脸都是褶子 薛燕疼她闺女 她心里高兴 证明找的人没错 陆家家见薛燕讨好陆母 知道这男人想的是什么 她待在自己房间不见她 从窗户方向看一眼 只见陆母把薛燕带进了房里 半个小时之后 薛燕从陆母房里走了出来 陆母在她旁边 老脸笑成了菊花 家家 薛燕来这么久了 你还不出来看看 这丫头就知道耍小孩子脾气 以后不用惯着她 我就喜欢惯着她 陆母笑得更满意了 对着窗口 还不赶快出来 薛燕一会儿就要回去了 别送了 我自己走 住家家转身就要回家 薛燕却将人按住 你干什么 我看看有没有受伤 你累得那么紧 我的腰都红了 我下次轻点 你走开 在家要听话 不要乱跑 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 下次再惹我 还咬你 你最好全身上下都咬一遍 流氓 薛燕以前挺正经的 怎么现在越来越不要脸了 她在薛燕小腿上踢了一下 一溜烟跑 晚上吃饭的时候 陆母忍不住开口道 今天下午薛燕找我说了 你们结婚的事情 家家 你知道我不想让你这么早嫁出去 我恨不得你一辈子都站在我身边 就是 小妹 嫁出去要操心很多事情 多麻烦 不嫁 我要小姑姑 等我说完 你们说 家家 我看你天天魂不守舍 心思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我知道 你想生日的那天 跟薛燕去领证 我是你亲娘 也不能逼你 你要是想领证 生日那天就去领证吧 领什么证 我不同意 还不同意 你要把闺女托成老姑娘了 薛燕都多大年纪了 家家很快就十八了 你看看我们四周 十六七就结婚 别以为我不知道 其他人都按蹴蹴的说 我们家家是老姑娘 平日里她就当听不见 但是不代表她不知道 而且薛燕已经二十三 两个人再拖一两年 别人恐怕还以为 两个人有什么问题 两家都会遭受流言蜚语 陆夫头一硬 反正我不同意 老姑娘就老姑娘 爱取不取 陆母心里憋了一股气 在桌子上 踢了陆夫一脚 陆家家心被搅乱了 她烦躁的扒饭 下过雨后 天气大降温 陆家家体质弱 一上午工作 都是昏昏沉沉 中午回到家 她找到陆母 妈 我好像发烧了 发烧了 怎么这么烫 快回房躺着 我去给你熬姜汤 她喝了一碗姜汤 躺在后被子里面发汗 又吃了卫生所包的药 还是不见好 陆母急得上火 刚要把陆家家送到医院 薛燕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 连夜从镇上赶了回来 现在去医院 她立刻找了村里的推车 把陆家家裹着被子放到了车上 怕风吹到她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陆夫陆母想跟着到镇上 但两人年纪大了 薛燕怕他们出事 陆夜国和陆爱国跟着一起去的 医生检查了一遍 打了一针 也不知道是不是要太好了 陆家家的烧很快退了下去 不是说让你乖乖照顾自己 我才走了两天 你就病得那么厉害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病了 降温的时候 我还拿了厚被子 刚吃过早饭 陆夫陆母就赶过来了 烧退了 陆母和陆父对视了一眼 这薛燕还真能赶她闺女的煞气 属虎的 果然阳气够旺 她闺女一天发烧都没好 现在薛燕一回来 稍立刻退了 等家家生日的那天 你们两个就去领证吧 你前两天跟我说的都算数吧 在家家的事情上 我从不会撒谎 那就好 什么 陆家家看看这个 又看看那个 她作为当事人 怎么没人告诉她薛燕前两天说了什么 你这丫头 前几天还说生日的时候去跟薛燕领证 现在答应你了 心里高兴坏了吧 薛燕 你赶快去工作吧 我今天就出院了 那我 我走了 等薛燕走了 陆家家问陆母 薛燕答应你们什么了 薛燕去镇里上宫 一周就只能回来一天 她说你们结婚之后 除了她回来的时间 你都可以住在娘家 无论你想做什么 她都不会干扰你 你的工资可以还交给我们 生了孩子 也可以跟你的信 啊 她 她是不是太笨了 后面俩条件老娘都不稀罕 我们家又不是没孩子 也不是什么三代单传 但薛燕能提出来这个 我就觉得这孩子对你太好了 这男女之间 该进一步就得进一步 该退一步就得退一步 要不然就会影响感情 再说 你们俩的年纪确实可以了 再拖下去 对双方都不太好 至于工资 我都想好了 你放心吧 保准让他们感激你 还不会惦记你的钱 陆母若有所思的笑了笑 陆家家满脑子都是在想薛燕 陆母后面的话几乎没听 她心里难受 很心疼这个笨男人 就这么想娶她呀 一到家 张淑云急忙端了一碗鸡汤出来 小妹赶紧补补 熬了一上午了 特别香 陆家家没什么胃口 硬着头皮喝了一碗 第二天 陆家家吃了早饭就去上工 路上碰见捆了一大堆稻草的陆草 陆草感冒了 一直擦鼻涕 但是病得厉害 鼻涕一直往下流 最后索性用手抹来抹去 她看到陆家家 忍不住阴阳怪气 堂姐 你这身体也太虚了 就下个雨还能住进医院 多浪费钱 你身体强怎么还感冒了 我是感冒了 但是我没去医院看 这钱不就省下来了 哪向你发个烧 还要去医院 这是什么奇怪发言 发烧不去医院 难道坐在家里等死吗 而且我要是不去医院 就是嫌麻烦 你要是不去医院 肯定是缺钱 不就是有钱吗 我不稀罕 陆草背着身上的稻草 倾刀的走了 她回到家 对着躺在床上的周文青道 王婆子太黑了 就这一点稻草 要了我五分钱 都是邻居 这一点东西也要钱 真是没良心 说那么多废话干啥 赶紧上去修屋顶 床都湿了 行 你在下面给我看着 周文青在下面扶着梯子 陆草爬了上去 她有些恐高 身体哆哆嗦嗦地在上面走 你快点 不就是个窟窿吗 稍微一弄就行了 你看你那样 还缩着脖子 陆草慢吞吞地用稻草 把窟窿盖住 本来想弄点泥 但看了看下面的周文青 想想还是算了 十几分钟后 陆草对着下面 只用一只脚踩着梯子的周文青道 文青 你帮我好好扶着 我要下去了 你快点吧 冷死了 我还想回去躺着 行 你扶好 周文青只是用一只脚轻微搭着梯子 梯子直接往下 直接摔在了地上 摔死我了 你怎么回事 你看看你什么都做不好 周文青 你别太过分了 这是我该干的活吗 这是男人该干的活 你没扶好梯子 还怪我 我 我这不是不会吗 再说了 你要是不想嫁给我 你当初为什么在那么多人面前陷害我 你看看我现在的名声 我被你害惨了 你还怪我 我还不是因为太喜欢你了吗 是你当初跟我谈的 而且你吃了我那么多鸡蛋 凭什么不娶我 别吵了 今天算是我的错 我给你念首诗吧 听着周文青念诗的声音 陆草并没有往常那么满足了 但心里还是消了气 原来结婚那么苦 那么累 早知道他就晚点结婚了 下午刚吃过午饭 薛妇就来了 手里提了几样点心 这次来是明面上确定结婚时间的 长辈在里面商量 陆佳佳想过去 但被告知需要矜持 在屋里等着就行了 陆佳佳在屋里 翻到了前几天买的布 这才想到该做衣服了 但是还得量薛妍的尺寸 于是陆佳佳拿了家里的两尺 就去找他 大哥 佳佳姐来找你了 薛妖两眼冒光 还殷勤地搬过来椅子 佳佳姐 快坐 哦 佳佳姐 我和二哥昨天做了陷阱 抓到了一只兔子 想送给佳佳姐 不用了 你们留着吃吧 不行 这是我第一次送佳佳姐礼物 你一定要收着 好 我觉得这只兔子 最好做麻辣兔肉 麻辣兔肉特别香 放心吧 一定做成麻辣兔肉 而且我们家不止我一个人会做 我大嫂二嫂做的饭都特别好吃 真的 薛妖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她好想当佳佳姐家的上门女婿 薛妖 薛妖缩了缩脖子 你留眼跑了 你怎么这么凶 她这么怕你 你不会在家经常打她吧 没有 没有打过她们 是她们自己怕我 这就是传说中的血脉压制 算了 不说这个了 我看看需要量什么 你别动 让我量量尺寸 薛妍愣了愣 她扫了一眼陆佳佳的本子 目光瞬间就被上面当身两个字烫到了 量 量尺寸 量什么尺寸 你别动就行了 万一量不准怎么办 去房间量吧 在哪量不一样 又不害怕别人看 量着干什么 做衣服 我是想着 肯定要拍结婚照的 买衣服太贵了 我就想试着做 但是你别抱多大期待 我不一定做成功 你给我做衣服 你别想着做的多好看 反正能穿就行 我 我一定好好穿 前线吃紧 军队不会驻扎在一个地方 有时候家里寄来的东西很久才能收到 陆敬国提着寄过来的东西回到寝室 他打开包裹 拿出一小包 盐举小鱼竿 最下面是一件厚棉衣 他摸了摸特别暖和 陆敬国拿起来里面掉出来了一封信 信箱掉在地上 一张照片露得出来 五月眼间的看到了 陆敬国 这不会就是我们小妹吧 让我看看咱们小妹长什么样 滚犊子 我小妹也是你们能看的 我这不是好奇吗 陆营长 不 马上就是陆团长 你整天把小妹夸得跟天仙一样 我能不想看吗 陆敬国沉思了一会 往日淡定的脸上带着极其不符合的骄傲 只让你看一眼 你要是敢惦记他 我非抽死你 小妹总不能不结婚吧 结婚也得经过我同意 我先看看照片 看看 这就是我小妹 照片里的陆佳佳他唇脚浅笑 乖乖地坐在椅子上 细眉大眼 又纯又漂亮 五月愣住了 老子就说我小妹长得好看 怎么样 陆哥 你把小妹介绍给我吧 我一定好好对她 去你的吧 我小妹得嫁一个老实人 拼命的我们家一个就够了 我不能把我小妹也牵进来 她话太过随意 但意思却很重 五月瞬间明白了 直接压下了心里的那份悸动 也是 那么漂亮的女孩子 而她们每天命选口上 怎么敢误家人 三个月后 陆佳佳见到三个哥哥正在往家抬木头 这是干什么 给你做家具 这都是你的陪价 锅碗瓢盆还没买 等过几天我跟你嫂子去镇上 慢慢采购 本来还想买台缝纫机 你不爱做衣服 到时候闲着浪费 多给你陪价两床被子 钱给你带走 想买什么买什么 小妹你放心吧 我学过做家具 一定给你做的精细 陆大娘偶尔路过薛家 看着红砖敞亮的房子 心里叹了一口气 她当初想着把陆草架过去 但最后挑花了眼 还是二房有眼光 现在薛家是过得越来越好了 天冷了 陆大娘正在坐鞋 听到门口传来了脚步声 娘 你回来干什么 我想娘了 娘 家里有东西吃吗 我有点饿 你不是不稀罕这些东西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嫁给周文青就自己瘦着 小草 这个家不是你娘正的 是陆家一家人合起来再生活 赶紧回去吧 你不管我 我可是你亲闺女 我怎么管你 给你粮食 我就是饿 娘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陆大娘一看到她就忍不住 想起隔壁的陆家家 人家闺女什么都想着自己亲爹娘 又买吃的 又买穿的 再看看陆草 娘 我们家孩子也吃不饱 您可别学其他家 喂饱了白眼狼 饿死了亲孙子 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打秋风也得看看人 我们家可不想吃白饭的 陆大娘叹了一口气 想了想从兜里掏出来一块钱 粮食我是不可能给你 草啊 结婚了就好好干活 还有那个周文青 不去干活就得打 有文化有什么用 吃饱才是真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陆叶国找来的做家具的工具 还给了陆家家常见的设计图 你看看你喜欢什么样的 什么都不用雕 像这样简单大放就行 这种好做 二神 嗯 干啥 堂姐不是快结婚了吗 我来看看她 有啥看的 没事赶快回家吧 堂姐 你在干啥呢 陆家家真是佩服陆草的厚脸皮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已经差到了非同一般的地步 他竟然还能这么亲近的跟她说话 你管我在干什么 赶紧走吧 这是嫁妆 堂姐 你赔嫁多少 我觉得这应该难方加出 要不然你就亏了 二神 你也不劝劝堂姐 怎么能赔嫁这么多 薛燕现在有工作 就应该让她全拿 要不再让她买个自行车 陆草 你堂姐确实比不上你 她不像你 什么都没要 就跟周文青在一起了 还买自行车 对了 你什么时候让周文青买自行车 她这不是没钱吗 天这么冷 你还是赶快回家收被子吧 二神 我们家没晒被子 二神 其实我这次来是有事情找你 我能不能跟你们家借点粮食 你放心 我一定还你 我哪有粮食借给你 你看看我们家多少孩子 小草 你跟我们家借粮食 倒不如去跟自己亲娘借粮食 赶紧走 我还忙着呢 没空招待你 陆草委屈巴巴的哭了 捂着脸就走 陆母恶心坏了 陆草一走 立刻把她的衣关上 为了舒缓心情 陆佳佳主动说给陆晋国写信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件事情应该告诉三哥一声 写吧 陆草难受的回家 自从嫁给周文青以后 她发现越过越难了 以前在家的时候 没粮食还有爹娘顶着 现在呢 她吃不饱饭还得自己想办法 她进了屋见周文青还躺在床上 顿时老虎 走过去一巴掌爬上去 睡睡睡 你是猪猫 自从嫁给你之后 我就没有吃饱过 天天就知道睡 陆草 你疯了 竟然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你一个男人连自己媳妇都养不起 还让我回家要粮食 丢不丢人 丢人 当初是你说的 嫁给我不在乎吃穿 你只在乎我们两个人 能不能在一起 其他的都不要 现在反悔了 我还后悔呢 我给你念首诗吧 听完了之后 赶快上山挖野菜 快要月底了 等分粮就行了 你念吧 以前陆草听到诗的时候 满脑子激动 但现在太饿了 他早就没了当初的那份兴奋 反而觉得唠叨 别念了 烦死了 陆佳佳在生日前一周 终于给薛燕做好了衣服 两个人约好一起去照结婚照 结婚前两天应该能够洗出来 薛燕下午去找赵世慧家借自行车 赵世慧刚下工回来 看到薛燕眼睛都要红了 明天早上出发 要是在晚 结婚之前照片就洗不出来了 而且天气冷 我怕她冻到 行 那你今晚骑过去吧 明天下午给我们送回来就行 这些我们就不要了 就借个车 咋能收你这么贵重的东西 这是该拿的 结婚用的东西不能省 赵婶子就收下吧 那行 那你骑走吧 这是亲娘吗 连问都不问我一下 第二天 薛燕换上陆佳佳给她做的衣服 早早的到了陆佳 陆佳佳今天特意缠上了红发带 也穿上了新衣服 薛燕 坐垫 坐垫带着 陆傅在门口 吸着喊烟 有什么担心的 薛燕一周六天都在镇上 闺女留在家 就跟没嫁出去一样 咋一样了 能一样吗 你个死老头子 你说怎么办 我难受难受还不行 那你难受吧 嗯 千万别让家里知道 闺女还在家里住 我得好好打算打算 让他们求着闺女往家里住 这样闺女才不受气 我还能不知道 你赶快进去 让我自己吸会儿 吸吧 别吸太久 等会儿还得修自行车 老婆子 你说我们前两天才商量好 今天拍结婚照 昨天自行车就坏了 你说是不是老天爷暗示 我们还不该把闺女嫁出去 你确定 自行车是他自己坏的 他都不好意思揭穿这个坏老头子 为了让闺女晚点嫁出去 连自己最喜欢的自行车都舍得弄坏 咋不是自己坏的 他自己坏了还能怪我 两人刚到镇上就遇见了孙正兴 你们两个这是 我和薛燕是来镇上照结婚照的 照 结婚照 对啊 再过两天就要领证了 恭喜你们 多谢 我们先走了 小丫头想照好几张 害怕时间来不及 薛燕领着陆佳佳走了 两个人到了照相馆 店长还记得陆佳佳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照相那天被人抢劫 脸上摔的都是血 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真是 是我对象 我们今天来照结婚照 他们照了一张大众结婚的姿势 两个人站成一排 陆佳佳微微靠向薛燕 很好 姑娘 你们很配啊 谢谢 我们还要再照一张 照完后 薛燕把陆佳佳送到家 又把自行车擦了一遍 然后给赵社会送过去 赵社会忍不住家刺 你们拍了多少照片 这么晚才回来 小丫头喜欢 而且是结婚照 当然得好好选选 赵社会有些心肌梗塞 打又打不过 她悲怅地看着薛燕 薛燕只扫了她一眼就走了 结婚前两天 陆母仔细地记录着陆佳佳的嫁照 床上用品陆佳几乎全包了 买了个水壶 还有一些锅碗瓢盆 除此之外 就是做的柜子 桌子 椅子 陆母把陆佳佳拉到了房间 拿出一打票子 你哥哥们结婚的时候 每人五十块钱 我和你爸也给你准备了一份 还有你三哥 来信的时候特意说过 要是你结婚 他回不来 他给你一百块钱当嫁妆 本来想用这些钱 给你买个自行车 但是这样未免太招摇了 我们赔嫁的东西不少了 要是赔嫁的过多 就放的太低了 规规矩矩就行 有什么好的 我们都私下藏着 妈 我随便带点钱就行 毕竟我和薛燕都有工资 三哥的钱我就不要了 这是他拿命拼出来的 给我三哥留着娶媳妇吧 你这丫头 怎么这么傻呢 你三哥给你 你就要 他就你这一个妹子 还没结婚 不给你给谁 凭啥不要 给了你这就是过了名户 要是没给你 等到分家的时候 我再把钱给你 不知道会牵出什么事呢 可是这也太多了 该拿就拿着 等你结了婚 生了孩子就知道了 哪哪都需要钱 这点钱都怕不够 啊 生孩子 嗯 我觉得生孩子这种事 随缘就行了 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生 这还能随缘吗 呃 这件事本来就该妈跟你说 你们明天领证 领完证就是夫妻了 这个夫妻呀 在一起了之后 就会一块睡觉 睡觉的时候 不能光游着他 他身体板状 你身体弱 觉得不舒服了 就要跟他说 讲这种事情 陆母老脸也有些糟不住 陆佳佳脸上瞬间就热了 他无错的听着陆母说话 跟长辈聊这种事情 实在尴尬 具体的 你看看这上面就知道了 这上面的图 你回房看一看 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了 陆佳佳知道怀里的是什么书 他差一点扔出去 红着脸塞了回去 我不要 不 不用看 第二天一早薛宴就来了陆佳街 陆佳佳 陆佛今天尤为揪心 直到陆佳佳都坐上了自行车 陆佛都没说要给户口本 我爸还没给户口本 爸 家里的户口本你还没给我呢 还不赶快把户口本拿出来 你想把孩子挤死啊你 伯父伯母你们放心 我一定好好对佳佳 不会让她受任何苦 我们家闺女不受罪 人生多变 缺艳 你要是有一天不喜欢她了 别欺负她 把她还给我呢 佳佳是我的命 我永远都不会对不起她 也永远不会辜负她 希望你能做到你说的话 到了镇上 两人直接去了明政局 最后问一遍 你们是否自愿结婚 一旦我盖下这个章 你们将婚姻关系属实 自愿结婚 是自愿结婚 新婚快乐 谢谢 薛燕看着上面的名字 嘴唇抑制不住的向上抬 我看看 陆佳佳拿过来了一章 结婚证正面是两朵大红花 上面写着两个人的身份信息 最下面是红章 回到家 陆母张口就要看结婚证 这可是她宝贝闺女的结婚证 陆母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中 看了又看 明天办喜事 薛家最忙 一大堆东西都需要处理 吃的喝的都要准备 陆母让薛燕先回家收拾 明天来接亲 第二天 陆佳佳穿上了红色的婚服 双马尾的发带也是红色的 李芬和几个同村的小姑娘 都是来送陆佳佳的 他们叽叽喳喳地围着陆佳佳 几个人聊得不错 陆大娘看着陆佳佳 风风光光的婚礼 又想到了陆草 要是她能安分一些 也能昂首吐气地嫁出去 陆草这边正偷偷地 往陆佳佳家里伸头 她昨天听说了 陆佳佳已经和薛燕领了结婚证 她的目的终于达成了 几心媳妇了 你要是敢对我小妹不好 我就算拼了命也弄死你 不会 几时已到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书记对伴 一平一笑 一池记 礼成 一滴一分清华 Yak Yak 两点多酒宴就散了 人走完了薛宴就开始收拾东西 从三点忙到六点 就把中午留下的菜热了热 佳佳 这都是干净的 没被其他人碰过 我知道了 谢谢伯 爹 不用叫伯爹 以后叫爹就行了 爹 嫂子 以后你们在家 我能不能过来蹭饭 你放心 不会经常蹭 只是偶尔蹭一次 当然可以啊 你们要是啥时候不想做饭 把我叫过来 我给你们做 反正这三小子也吃惯了我做的饭 好啊 以后可以尝一尝爹做的饭 薛宴看了一眼什么都不知道的媳妇 乖 快吃饭 对 吃饭吧 食不严 请不语 吃完饭 跳过跳过 周文青和陆草从宴席上偷带了东西回家 晚上又吃了顿饱饭 周文青想到今天穿着嫁衣的陆佳佳 抿了一口酒 他从宴席上顺了一小瓶酒 一下喝了金光 陆草见他喝醉了 扶着到床上 周文青模模糊糊把陆草看成了陆佳佳 他伸手按住陆草的肩膀 嘴上喃喃 找个你腿子有什么好的 我有文化还是城里人 等以后回城了 你也就是城里人了 文青 我知道 新婚三日才回门 这三日娘家人是不能过来探望的 陆佳佳过了整整三天暗无天狱的日子 他本来以为第一天就够难了 没想到后面两天薛艳变本加厉 到现在都没缓过神 脑子时常处于发猛状态 陆母很早就在门外等着了 等两人看到陆佳佳的身影 急忙走过去接 陆佳佳一回到家 两个嫂子看着眉眼精致 气色鲜活的陆佳佳 忍不住道 小妹真是越来越好看了 看来这几天过得不错 陆佳佳摸了摸自己的脸 她明明觉得自己气血两亏 但大家都觉得她很有精神 说得她跟专门夕阳气的妖精一样 我想吃妈做的麻辣兔肉 家里正好还剩一只兔子 妈现在就去给你做 陆母出去 陆佳佳在房间翻找自己的书 她嫁出去之后 房间还是原来的样子 除了陆母每天进来打扫 谁都没她房间的钥匙 需不需要我帮你收拾东西 这些书你一会儿拿回去 你还在学高中的东西 不仅我要学 你也要学 我 对啊 回去再跟你解释 以后用得到 可是我看不懂 你教我 当然是我教你 要不然谁给你免费补习功课 以后要好好学习 不好好学习就得打 我出去干活 你乖乖待在房间休息 到了吃饭时间 陆母给陆佳佳盛了一碗兔肉 其他人都是半碗 自从陆佳佳嫁出去之后 陆佳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吃到好东西了 陆佳佳一走 家里的存肉也吃完了 再也没有传说中的老三送肉吃 陆佳恢复了以前的日子 天天吃糠燕菜 张书云看到陆佳佳都快哭了 他恨自己对陆佳佳不够好 要不然小姑子怎么会这么快嫁出去 今天重新吃上肉 又那么好吃 陆佳人恨不得陆佳佳一直待在陆佳 小姑姑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回来什么回来 哪有嫁出去回家住的 如果我闺女真的回家住 你们还不烦死 到时候饭让你们做 衣服让你们洗 又要掉脸子 张书云心里直呼冤枉 小姑子才走了几天 她连一口肉都没吃上过 晚上馋得流口水 孩子们的血色也一天天下去 娘 小妹就是我亲妹妹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 她再拿我都会疼她 竟然抢答 娘 我怎么可能让小妹生气 我就喜欢天天给她做饭 天天给她洗衣服 一天不给她洗衣服我就难受 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 都给我吃饭 薛燕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陆佳佳 唇角微微向上台 她让陆佳佳回陆佳住 是认真思考的结果 她工作在外 一周只能回来一天 如果单独在他们院子里居住 她根本不放心 但要是让薛夫他们搬进去 以她爹的厨艺 她更不放心 所幸还是让小丫头 继续在陆佳被宠 吃过饭薛燕和陆佳佳回去 陆母知道陆佳佳 再过三四天就会回来 也不像当初 送她结婚的时候那么伤心了 反而嘱咐 多吃饭 别饿着 有什么事情 直接回家来找我们 陆佳佳一走 陆佳又恢复到了前两天的伙食 一点婚心都没有 娘 三叔子还送肉吗 送什么肉 那是老三给他妹子的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当初家家在家的时候 有肉吃 那是他心疼你们 现在他嫁出去了 怎么 还想从你们小妹手上抠东西 奶 我想小姑姑了 小姑姑特别好 砖头好想她 小姑姑不在 都没有人教小元写字了 他还说以后要送我去念书 陆母和陆父对视了一眼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人通常不会珍惜 必须得让他们失去失去 才知道什么是好 陆草这边又做了野菜饼 咽下去刺得嗓子疼 难吃死了 这已经不错了 管饱 文青 你最近要抓紧干活正公分 我要是怀孕了 得给孩子正吃的 谁让你生了 我们现在这种条件 怎么能养活孩子 生下来也是受苦 我喝醉了你怎么不把我推开 你才多大 现在生孩子那么难 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 文青 我不怕吃苦 我都想好了 先生跟女孩 过个三四年 就能帮我们做家务 还能照顾弟弟 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周文青是儿子女儿都不想要 他看了一眼陆草的肚子 愈发烦脏 第二天 陆草去了薛家 陆佳佳满脸疑惑地看着陆草 完全不明白 这人为什么会来他家 堂姐 滚出去 堂姐 我可能怀孕了 但是家里没吃的 你能不能借我点粮食 哼 你跟我借粮食 我们家很穷 没粮食给你 你去其他家看看吧 堂姐 我们两家那么亲 你就借我十斤粮食 到时候我一定会还你 再说了 姐夫还在看着 你走不走 信不信我抽你 堂姐 是不是因为 我怀了文青的孩子 你才故意不给我粮食 但我们两个人 是真心相爱的 再说了 你不是喜欢薛燕吗 为什么还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谁关心你怀没怀孩子 也就你喜欢吃软饭的 我跟你可不一样 看我对象 浑身上下都是利器 一看就能养活我 我当然喜欢他了 至于周文青 那就是我扔的破烂 你捡了还这么宝贝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 你 陆佳佳走向前 就把陆草往外面推 不都说新媳妇结婚了 都会在新郎面前装一装 她本以为能借到几斤粮食 没想到竟然被光明正大的赶了出去 我不把陆草当堂妹 她要是跟你要东西 你以后不用搭理她 最好理都不要理她 既然周文青是你扔的破烂 以后不要搭理她 看都不要看她 又吃醋了 我干嘛要理她 你这么好的老公 又能挣钱 又能为我出气 还这么疼我 我只会理你 陆草跑了一圈也没借到粮食 只能上山挖野菜 野菜里面加的粗粮 熬了野菜糊糊 周文青都快吃兔了 我们家什么时候养只鸡 养两只鸡每天下鸡蛋 也能给我补补 你看我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那我明天去抱养只鸡仔 我的手不小心被水烫到了 文青 我记得你有药膏 拿出来让我抹抹 你怎么这么办 做个饭也能被烫到 我又不是故意的 就是不小心烫到了 你要是不相信 以后你做饭 哪有男人做饭 做饭就是女人该干的活 你看看你娘 你嫂子 哪个不是女人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我看你就是懒 找借口不干活 才故意把自己的手烫倒 陆草看周文青一点也不关心她 反而言语讥讽 这么多天后脸皮要粮食 被亲娘羞辱 被二婶羞辱 被陆佳佳羞辱 她终于忍不住委屈哭了出来 哭哭哭 这有什么可哭的 女人不都这样吗 你看陆佳佳 就算在家里那么受宠 嫁给薛艳也肯定要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就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周文青一想到陆佳佳给薛艳洗衣服做饭就难受 想当初陆佳佳追了她那么久 现在却成了别人的女人 她后悔之余 看着陆佳佳那张大饼脸 脸上的嫌弃都快溢出来了 别哭了 我一会把药膏给你 你别忘了用完还我 陆佳点了点头 她想到陆佳佳和她一样每天洗衣服做饭 瞬间没那么难过 长得漂亮又怎么样 还不是跟她过一样的日子 第二天 薛艳做饭 陆佳佳觉得自己的干净事情 她准备去湖边洗衣服 不要去那里 太危险了 在家洗 我挑水 你抬不动 又完了告诉我一声 陆佳佳乖乖地点了点头 把薛艳昨天换下来的衣服扔进水里 陆草这边洗完衣服急匆匆地回家 看到薛佳新房的烟囱冒出烟 她想到周文青的话 忍不住想看看陆佳佳洗衣做饭 服饰男人的样子 她往里面伸了伸头 正巧看到陆佳佳在洗衣服 陆佳佳手上拿着的是男人上衣 陆草得意地哼了 陆佳佳平日里 在家食指不沾阳春水 洗衣做饭都有哥哥嫂子 肯定受不了 受苦还在后头 陆草又看了看烟囱 心里觉得奇怪 陆佳佳一边洗衣服 一边做饭 这也太累了吧 就不能做好了饭再洗衣服吗 万一把饭煮糊了怎么办 真是什么都不懂 你孩子就是不能宠 到时候嫁了人什么都不会 跟陆佳佳这样的 早晚挨打 薛艳该换水了 薛艳从厨房出来 端了满满的一盆水 陆草瞪大了眼 她看着薛艳身上的围裙 吃饭了 一会再洗 梅下米 熬的玉米汤 她低着头 慢慢地给陆佳佳擦干净 明明她的长相 不像是能做这些细致活的人 可是她的动作目光 却时时刻刻体现温柔 陆草愣在了原地 薛艳拉着陆佳佳进了厨房 路上回头扫了一眼门边 见对方没什么反应 这才收回了视线 陆草端着洗好的衣服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这都中午了 怎么还不做饭 别人家的饭都已经做好了 我去洗衣服了 我不在家 你就不能先做饭吗 我一个男人 我哪会做饭 你怎么那么多事 文青 你给我念首诗吧 周文青烦躁地给她读了两句诗词 陆草努力带出来的笑容越来越浅 明明以前那么喜欢听 可是现在却开始烦躁 这明明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陆草想到薛艳 周文青 难道还比不上薛艳吗 这怎么行 今天中午你去做饭 什么 你让我做饭 就是让你做饭 薛艳就在家里做饭 你为什么不能做饭 周文青没想到薛艳竟然在家做饭 不过薛艳娶的是什么人 娶的是陆佳佳 两个人名正言顺 陆佳佳长得漂亮有工作 还给她那么多陪价 做个饭倒没什么 但是陆草呢 扒她的衣服嫁给她 飞逼着她娶她 直接损害了她的名声 你和陆佳佳能一样吗 你哪点比得上她 你说什么 你说我比不上陆佳佳 你到底做不做饭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做饭 你想怎么样 你去看看我们村子里 哪个女人不做饭 那男人还下地正公分 你怎么不下地正公分 周文青脸色变了变 他一直以为陆草 是被他的才华吸引 没想到竟然有陆佳佳的原因 他觉得自己的男性 自尊受到了重创 我告诉你 我忍你很久了 你今天要是不干活 我就揍你 陆草 你要是敢揍我 我立马就跟你离婚 反正我孤身一人 什么都不怕 告诉你 名声那么臭 你父母也不要你了 我倒要看看你能去啊 我倒要看看 谁敢管我们家的事 你今天要是不做饭 比不上薛燕 我就一直打 陆草 周文青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不是你说撇清就撇清的 实话告诉你吧 村里也有打媳妇的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根本就没人管 我打你 你以为会有人管吗 陆草 我们都冷静一下 我再跟你念首诗 现在不想听 你快去做饭 要不然我还打你 做就做 只有这一天啊 要不然我真的不要你了 周文青不情不愿地朝出房走 背对着陆草小声咒骂 陆草松了一口气 手心都是冷汗 她是真的害怕周文青闹大 不过薛燕给陆佳佳做饭 周文青给她做饭 这样一看 她嫁得并不比陆佳佳差 而且周文青打不过她 想欺负她也没办法 但是薛燕就不一样了 万一动起手 陆佳佳就跟个小鸡一样任人宰割 陆草心里越想越舒服 陆佳佳下午上班的时候 听到陆叶国拍着拖拉机 脑海里突然想到一个人 她走出门口 果然看到凌峰正在扶罗青青下来 你三个月前本来应该往更艰苦的地方上去 但是对方村落知道你的事情之后 不愿意要你 你的去处有待讨论 最近先待在西水村和林峰一样 去牛棚住着吧 大队长 你说我去那里住 不是我让你去那里住 这是上面的决定 你上次犯事 我念在你是一个小姑娘 害怕你被欺负 和上面周旋了很久 才让你继续住在知青所 但是在一再二 你人品有问题 这是上面的要求 我也帮不了你 赶快搬进去吧 刮风啊 冷了还站在外面看 就这么喜欢开热闹 大队长 学验大庭广众之下 碰陆佳佳的脸 罗志青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 不该管的事情少管 大队长 我承认我有错 但是陆佳佳刚才和男人 靠得那么近 你凭什么不管他只管我 靠得那么近就要管 恐怕全村人都要抓下来了 至于为什么要管你 他又跟你一样脱了衣服 大庭广众之下勾搭人吗 四周传来一阵笑声 陆傅本来不太愿意 把这种事情 拿到大庭广众下来说 但是罗轻轻竟然还死不悔改 还敢拿他闺女说事 凭什么陆佳佳可以 罗志青 薛燕和陆佳佳已经结婚了 两个人领了结婚证 是合法夫妻 罗轻轻愣住了 他有些不相信 陆佳为什么会同意 这三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罗志青 你知道为啥人家待在一块了吧 人家是夫妻 你呢 你就是个自见整袭的人 还敢在这里攀扯别人 罗志青 你要是实在想男人 我们村子里也有 但是你的条件你也知道 名声已经差成这样了 只能将就将就村里的光棍了 孙姐 你立马找人把罗轻轻的东西 都扔到牛棚 他思想有多差你也能看到 谁要是再被他掉的 三滴猫眼泪心疼 就跟他一起住进去 我没这么多耐心 我不想 我不想住牛棚 林峰对着他摇了摇头 但眼底却闪过若有若无的兴奋 其实林峰也挺好的 他能干活也能养活住罗轻轻 说句难听的 就凭罗轻轻现在的名声 嫁给林峰都是高攀 我看他还是看不上 回家吃饭了 回家 林峰把罗轻轻带回去 罗轻轻睡觉的地方 昨天收拾了很久才收拾好 再也没有人跟我抢你了 陆母召开了家庭会议 他先叹了一口气 咋了 娘 还不是你小妹 薛燕明天就要去工作了 一周才回来一天 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待在家里 就想着让他回娘家住 闺女都嫁出去了 回家岂不是惹人闲 我看要不然让薛燕在镇里找个小院 到时候让家家搬过去 咋能惹人闲 爹 小妹多好 小妹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嫌弃小妹 我就稀罕小妹 不就多洗一件衣服吗 我就愿意给小妹洗衣服 娘 你让小妹回来吧 到时候我伺候她 爹 娘 让小妹回娘家住吧 她还小 我们都是她的凶嫂 怎么可能嫌弃她 是啊 那也不行 我闺女不同意 她说要再考虑考虑 应该还是害怕为难你们 小妹咋能这样想 我们怎么可能为难她 这是小妹娘家 想回来住就回来住 难道嫁出去就不让闺女回来了吗 我也是这样想 但是没办法 她说还想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 娘 你下午赶紧去找小妹 让她别担心这些多余的事情 我们都希望她回娘家住 那行吧 我下午再问问 娘 你别下午问了 你现在就去吧 家里的活都有我干 小妹的事情重要 我也是这么想的 书云 你也知道我同闺女 我也想让她来家住 但你小妹脾气倦 我恐怕还得花费点功夫 娘 你快去问 行 我现在就去问问 陆母装模作样地走出门 到了薛家 结果大门却关着 震合了陆母的心意 她转身就往家的方向走 薛燕和陆家家去上山打猎 还没到地方 就听到了远处若隐若现的谈话声 林大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今天竟然抓到了一只野鸡 还好 你喜欢吃 我以后能抓更多 是罗青青和林峰 我记得她以前都是叫林之青 现在变成了林大哥 我看她还是拿林峰当备胎 既看不上她 又想占便宜 我们走吧 胆子大了 等等 你再陪我看一会儿 我总觉得他们两个现在特别奇怪 林大哥 你别这样 我们两个人还没出对象 你不是可以给我时间考虑的吗 万一让别人看到了 他们恐怕会往我身上泼脏水 怕什么 有我要你 青青 现在没人 林大哥 不行的 我们两个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青青 你不是说你对我很有好感 喜欢和我待在一起吗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考虑 我不嫌弃你名声差 如果你愿意 我们今天就可以去领证 不行 林大哥 你应该懂我 我一时之间只是把你当哥哥 还并没有转变成男女之间的感情 你昨天还说给我时间 是我太急了 青青 我很喜欢你 所以不在意你以前做的事情 但是你必须尽快给我答复 要不然骗一个人太久了 他也是会累的 不简单不简单 林峰竟然敢威胁罗青青了 别管了 我这不是害怕 他又想什么办法沾上我四哥吗 不会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他曾经勾引过陆业国 是用相同的办法 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他 而且他又没有陆业国力气大 想用其他的办法肯定是不行 不过 他倒是很有可能会换个人 那他要是换一个人的话 会选谁 反正不会是林峰 走吧 陆母一回到家张书云就围了上来 娘 咋样了 小妹回不回家住 哎 佳佳和薛燕不在家 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一时之间我也找不到人 等晚点我再去问问 陆母心事重重地朝自己屋里走 张书云抓心脑肺的难受 陆佳佳嫁出去的这几天 家里恢复了网约的伙食 吃得她天天想陆佳佳在家的日子 二弟妹 你说这可怎么办 万一娘劝不回来小妹 小妹要是回来 我就当亲妹妹伺候她 小妹要是不回来 也在情理之中 大嫂也不要太着急了 小妹说不定愿意回来 哎 陆母拿着衣服出来 刚出门就被陆元和石头抱住了腿 来 我们想小姑姑了 你让小姑姑回来住吧 我一定会对小姑姑好的 我愿意把我的饭分给小姑姑一半 我也给小姑姑一半 这年代 吃穿最重要 尤其对小孩子能吃饱更是奢望 愿意把饭分出来一半 可见孩子对陆佳佳的喜欢 陆母脸上笑出了褶子 放心吧 你小姑姑是我闺女 我也想让她回来住 一会有空了 我就再去问 陆佳佳没想到薛燕做的陷阱 真的抓到了兔子 她眼睛里带着亮光 薛燕 真的抓到兔子了 你真是太厉害了 嗯 到家后薛燕熟练的将兔子处理好之后 问陆佳佳 这个兔子能不能让我来做 当然可以了 我给你烧火 这些肉有可能会被我浪费 可能会不好吃 怎么可能 我在旁边看着呢 我虽然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但是在我的指导下 你第一次做的肯定好吃 刚把饭准备好 陆姆来了 妈 你尝尝兔肉 这是薛燕做的 不错 很有天分 是吧 薛燕真的特别厉害 好多人都没打到东西 薛燕中午打了一只野鸡 下午又打了一只兔子 还好 只是学到了一点方法 你们年轻多吃点 尤其是薛燕 平日里要是训练苦 就不要委屈自己 万一伤了身子 老了就麻烦了 对 不用省钱 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够花 家家 明天薛燕去镇上工作 你搬回家吧 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好 别乱扔 我知道了 为了让家里的那些人 知道陆家家的贡献 陆家已经吃糠燕菜好几天 陆母也怀念肉味 尤其还有馒头和大米粥 她吃的打嗝才回去 陆家饭已经做好了 但是陆母一直没回来 陆母不回来 谁也不敢开饭 娘 你回来了咋样啊 小妹愿意回来吗 还不是你小妹 今天薛燕打了只兔子 非让我再他妈吃 陆母分好饭后 张书云又问 小妹愿意回家住吗 我说了好一会儿 告诉她 你们都想她回来 她这才答应了 但又不好白吃家里的东西 非要每个月交五块钱 你们有什么意见 现在就说 等明天我闺女来了 你们再说可就晚了 什么晚了 娘 你别这样说 钱我们也不要 都是一家人要什么钱 就是 我原先就不希望 小妹嫁出去那么早 现在嫁出去了 咋还能要她的钱 你小妹向来说一不二 该给就给 等下午 老大家 你跟我去收拾一下 佳佳的东西 张书云喜笑颜开 她得意的看了一眼 郑秀莲 娘果然还是最看重她 薛燕一进门 就看到陆佳佳在数钱 也不搭理她 两眼都放在凉票上 湖里还有没有热水 你自己看 拿一拿就知道了 可不可 不可 1024 竟然有1024 还有一张自行车票 那在过段时间 我们就能买自行车了 薛燕 你真是太厉害了 既然这么短的时间 就赚了这么多的钱 等以后买了自行车 你就不用走着去上班了 嗯 你怎么了 林峰很不对劲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不要靠近她 身边要跟着人 嗯 这个我知道 其实有很多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 尤其是男人 千万不要单独站一块 要是有人跟你搭话 一定要看看四周有没有人 没人立刻就走 我就知道你 你这个促高 没有 我是在叫你怎么样 躲避坏人 我不在家 你更要保护好自己 是吗 我才不信 你就是不放心 要不然你怎么这两天欲言又止 肯定是我想的这样 不是 就是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我知道了 肯定不会和乱七八糟的男人走近 半下午的时候薛燕离开了 毕竟开拖拉机 还需要两三个小时 薛燕是用人腿走 到了镇上肯定天黑 陆母见天色差不多了 带着张书云就往薛家赶 张书云脚步不由自主的加快 嘴角都快裂到耳朵后面了 嗯 娘 我没事 我们还是赶快去接小妹吧 别让她在家里等急了 小妹 这天色也不早了 咱啥时候走 有什么需要拿的都给我 就需要拿几件衣服 我来拿 走吧 天色不早了 小姑姑回来了 小姑姑 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就不走了 小姑姑 我听说小姑父家里没人 你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能保护你 就是 小姑父又不在 她还比不上我呢 都围着我闺女干嘛 还不赶快去做作业 陆家家回陆家住的消息不禁而走 这闺女嫁出去了 常年住在娘家 闹出矛盾的不少 村里有嫉妒陆母的忍不住搭上话题 我看肯定得闹 这书云好不容易盼着小姑子嫁出去了 现在小姑子回来 洗衣做饭都得伺候 早晚要吵架 可不是 谁家儿媳妇能容下小姑子 这家家虽然孝顺 心眼也不错 但是陆家带的娇 没嫁出去也就算了 现在待在家谁能受得了 说实话 还没见过陆家吵架呢 不知道他们家儿媳妇闹起来啥样 正说着 张书云拿着木盆从旁边走过 书云 你这是去洗衣服 对啊 小子顽皮 天天都得洗 那你现在可不止给小子洗衣服了 你小姑子不是回来了 到时候你还得天天给你小姑子洗衣服 哼 给小姑子洗件衣服怎么了 我就喜欢给我小姑子洗衣服 我嫁过来 她就是我亲妹子 给亲妹子洗衣服我心甘情愿 你说说这什么事 我就是好心说一句玩笑话 她竟然急了 在张书云面前说不开 有的人就看上了郑秀莲 毕竟她长得柔气 说话也轻声细语 听说你小姑子住回娘家了 我看你婆婆挺疼她闺女的 你以后干的活就多了 能多干多少活 就多洗一件衣服 还是我跟大嫂分 每天多做一个人的饭 我小妹不回家 我们就不洗衣服不做饭了 只有自己容不下小姑子的人 才会觉得别人家也是这样 村里人吃了几回饼 终于认识到了陆母的厉害 这陆家人也太团结了 都把陆家家当闺女宠 而陆家家回来的当天晚上 就用针扎了一下手指 滴了几滴血 跟着陆母上山了 真是便宜家里 那帮没良心的 天天晚上在家里睡大觉 妈 你以前不是会做袍子肉吗 再做几罐给三哥 顺便帮薛燕也做几罐 对了 我们还可以卖 到时候补贴家用 最后一个倒还行 张淑云第二天起床 果然看到了肉 她眼睛冒光 大家都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这个肉另有隐情 只是都想通了 有肉吃就行了 考虑那么多 考虑得越多越没肉吃 隔了两三天 陆草上山挖野菜 才知道陆家家回到了娘家住 她看了看陆大娘家 动了心思 为什么不能回娘家住 有哥哥嫂嫂照顾 我也能减轻不少压力 陆草回到家 就跟周文青提了这件事情 要不我们也回娘家住 反正你是知青 在这里也没有固定的房子 回娘家住也说得过去 而且大姐嫁出去之后 我那间房子 一直都是我一个人住 我们两个人住进去正好 柜子什么都有 太方便了 周文青看着陆草 觉得她脑子有问题 但是经过前些日子的事情 她发现了陆草的秘密 陆草一直拿陆家家当对比 陆家家有的她想有 而且不允许任何人说 她比不上陆家家 你娘能让你回家住吗 你看看陆家家 她娘宠爱她 压着底下的哥哥嫂子听话 但是你娘呢 宠的是哥哥嫂子 根本就不疼你 我们怎么可能住回去 别想了 你根本就比不上陆家家 你胡说八道 我娘也很疼我 再说了 我一直住在那个房间里 那就是我的房子 住回去怎么了 大不了回到家 我们多干点活 上交两补 他们怎么可能会不愿意 你死了这条心吧 仔细想想 你也没比陆家家差多少 就是亲娘差了点 你娘要是多疼你一点 你还不是跟陆家家一样想佛 可惜你时运不济 没遇到像陆母那样的亲娘 她肯定不愿意我们住回去 我今天非要住回去不可 凭什么陆家家能住回娘家 我不能住回娘家 陆家吃了午饭 刚躺下来睡觉 隔壁就传来了尖利的叫骂声 陆家家刚攒出来的睡意都被吓醒了 她坐起来仔细听了听 是陆大娘恼怒的声音 她不太想掺和老姨被陆家大房的事情 躺下继续睡 又快要睡着就听到有人敲响了陆家的大门 谁呀 要命啊 大鸭 你嫂子他们家出事了 这不陆草回来了吗 我一会儿就过去看 妈 怎么了 大鸭 我忘了告诉你了 陆草这次是想回娘家住 但是大房不同意 她又呼又闹攀扯上你们家家家 说家家能回来住 她为什么不能回来住 哭得可惨了 又骂哥哥嫂嫂没良心 比不上你们家的儿子儿媳妇 张淑云和郑秀莲从房间出来也是一脸懵 他们愿意陆家家回来住关陆草什么事情 娘 都牵扯到咱们家了 咱们还去看看吗 陆草这个黑心肝的东西是不是有编 我闺女回来住 关她啥事 老娘给她脸了 为什么陆家家回娘家住 二婶和唐嫂高高兴兴 我回家 你们就左不愿意又不愿意 我不就是比她长得难看点吗 你们的心是铁做的吗 娘 我可是你亲生的 你就这么狠心 那能一样吗 你能和佳佳比吗 我为什么不能和陆佳佳比 都是当嫂子的 你怎么不能跟陆佳佳的嫂子比一比 陆佳佳的嫂子不仅帮陆佳做饭 还帮她洗衣服 你呢 只帮我洗过几次衣服 我住回娘家怎么了 又不是没房子 我住回我原先的房子就行了 再说了 别家知青结婚都有住在娘家的 我为什么不能住回娘家 而且陆佳佳嫁到了村里 都能回娘家住 那我更能回娘家住了 大嫂 我一直敬重你 但你养的闺女 攀咬我们家佳佳是怎么回事 我们家哪里对不起你们了 让你们在整个村里嚷来嚷去 我闺女回家住怎么了 我们全家愿意 别说让我闺女回家住了 就算她躺在床上 什么都不干 老娘愿意伺候 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 就是 我们小妹回家住 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我们愿意 大伯娘 你们家陆草在村里 让让我小妹的事情 她想回娘家住 关我们小妹什么事情 大伯娘 你还是好好管管你闺女吧 自己家的事情自己解决 牵扯到别人就不好了吧 陆佳佳看看这个 又看看那个 话已经让他们都说完了 她还是闭嘴吧 这 这 聊 二十 我只是想来 我自己娘家住 二婶为年管得太多了 那你提我们家家干什么 你想来你娘家住 你撒泼胡闹都行 把我闺女当例子干什么 是不是老娘平日理太给你脸了 陆草捂着自己两边脸哭了出来 她目光看向不远处的陆家家 她不懂 她明明和陆家家一样 都是陆家的闺女 而且她比陆家家能干活 还没陆家家娇气 为什么她就不能提出来回娘家住 陆草不敢再提陆家家 转头苦巴巴地看向陆大娘 娘 我和文青回娘家住 又不是不干活 大不了我们干的公分全都交给家里 娘 我们家的名声已经差成什么样了 孩子出去都丢人 你要是同意陆草回家里住 其他的事情先不说 先让你儿子跟我离婚吧 你这是干什么 娘也没答应啊 陆草刚开始一进门的时候 就应该把她赶出去 结果呢 一次次心软 合着我们都不用活了 一走远点 别再靠近我的孩子 我真是受不了你们这一家人了 大哥 也让他走 他根本就不跟我们家一条心 大不了再娶一个 田津花不就是这样走的吗 对 你们家能娶的人多着呢 既然这样 那我也走好了 都别再吵了 爹 我住进家里有什么不好 还能多一个正公分的 你放心 我和文青一定好好孝顺你 你就这么想住进来 把家搅乱了 也想住进来 陆草不吭声 陆大娘深吸了一口气 她对陆草的感情 真是一点一点都快磨光了 陆草 以后我们家没你这个闺女 你永远都不要 再进这个家门了 老大 你把她扔出去 从今以后她和我们没关系 娘你说什么 你说你不要我了 你可是我亲娘 你比不上二神也就算了 既然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我不走 你们疯了吗 既然说 家里再也没有我这个闺女 她彻底慌了 有娘家在她就有底气 时常回家也能要到一两块钱 就算以后被人欺负了 也有人帮她出头 现在说不要她了是怎么回事 大哥 我不走 大不了我不回家住了 我不回家住总行了吧 你就是这么当娘的 从小到大都不疼我 好吃的东西也不先让着我 现在又不要我 你有没有良心 我诅证你没有好下场 大哥 陆草苦巴巴的拉着大堂哥的袖子 大堂哥面无表情的撤开手 关系真正绝裂 连自己的亲娘都敢诅咒 村里人又被陆草的形式作风 刷新了下线 她真是疯了 大伯娘养育她这么多年 从来也没缺过她什么 她竟然当场诅咒 自己的亲娘没有好下场 那就是个黑心货 只想着伸手跟别人要东西 这样的人就是欠教训 跟她说再多都没用 等过得苦了才能知道错 陆佳佳看了一眼 陆草的背影 猝了猝眉间 周文青和陆草真是天作之和 不在一起都是世界的损失 陆草失魂落魄走回了家 周文青正躺在床上睡午觉 她现在哪哪都是疼的 脸上还肿了起来 见周文青这么舒服 直接一巴掌拍过去 你打我干什么 打你怎么了 就想打你 陆草 你疯了 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你快去给我做饭 陆草 你做不做 你要是不做 今天我非得抽你一顿 反正我挨了打 你也别想好过 周文青憋屈的起身 朝厨房走去 杜佳佳发现 罗青青这几天干的不少 几乎每天都有六七分 她准备下地核实一下公分情况 到了地里 她照例询问林峰公分 还要跟着她去地里看一看 林峰走之前想带着罗青青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 你们去吧 我在这坐一会儿 等人离开 罗青青吐了一口气 这些日子她快要被监禁的发疯了 林峰对她寸步不离 除了上厕所 她时时刻刻都跟着她 有的时候甚至动手动脚 罗青青恨不得一蹶头拍死她 她起身走到不远处的大树下 一抬头看到王振国 正极匆匆地往她这里赶 罗青青心里微微激动 她看着王振国越走越近 王同志 你能不能帮我个小忙 罗 罗知青啊 有什么事情吗 我的脚受伤了 你能不能扶我去医务室 太疼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这不太好吧 我毕竟是个男人 你还是找女人来帮你吧 没人帮我 我已经问了好几个人了 他们都不愿意帮我 所以我才来问你的 王同志 陆同志那件事情确实是我的错 但是我当时是真心喜欢他 而且也是他先喜欢我的 还跟我告白 慢慢的我也喜欢他了 他就不要我了 所以我当时才会那么激动 你和陆叶国认识 难道你不知道陆叶国 曾经喜欢过我吗 他喜欢我 却又一情别恋 最后都怪在了我身上 我承受的还不够多吗 你们为什么对我偏见那么大 这 但是我不能扶着你去医务所 我是个男人 你是个女人 到时候肯定会传出来闲话 我先走了 我知道你是因为讨厌我 你害怕我赖上你 陆叶国的事情确实是我的错 但是我已经受到惩罚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 还有林峰 陆佳佳和林峰回来 林峰见到罗清清不在田里 立刻往四周看 陆佳佳好心指了指不远处大树下 他眼睛扫了扫 最后落在王振国身上 没想到罗清清看中的竟然是他 不过也是 王振国家里条件不错 算是村里面的英识人家了 王振国显然也看到了他们 罗清清和林峰的传闻太多了 他一时之间竟然有了被抓包的感觉 我先走了 林峰 对 就是林峰 你们都以为我恶毒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林峰对我做了什么 林峰他监禁我 他仗着我做的错事 不让我跟任何人接触 我想去告他 但是他拦着我不让我去 我拼死才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王同志 我真的没办法了 我快要被他逼疯了 两个人已经走的距离大树下很近了 罗清清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林峰直勾勾地看着林清清 一声不吭 怎么会这样 王同志 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了 早晚有一天会被林峰害死的 你看看 这都是他掐我的 只要我有一点不如他的意 他就对我使用暴力 可我们两个人什么关系都没有 他却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 王同志 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能不能帮帮我 现在其他人都不理我 我只有你了 我帮你 我怎么帮你 你能不能帮我去镇里报案 我不想再跟林峰住在一起了 我想回知清索 我害怕他 他要是真敢对你做什么事 肯定会被抓起来的 你考虑清楚了 罗轻轻点了点头 他面露喜意 没想到王振国这么轻松就上了钩 虽然算计了他 大不了到时候给他多生个孩子弥补 你就这么讨厌我 林峰的声音突然出现在空气中 罗轻轻僵硬的扭头看着林峰 刚才我对象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应该知道他的手段 他这是嫌跟着我苦吗 想跟着你过好日子 但是你要想清楚 这样的女人你要不要 再告诉你一点 我摸过他的手 也亲过他的脸 更过分的也做过一点 你确定你还要他吗 林峰笑了笑 伸手捏住罗轻轻的脸 宣誓是主权又带着侮辱 谁跟你说要他了 我根本就没这个意思 而且我马上就要回去相亲了 还有你少在我面前以止气使 什么玩意儿 是想打一架吗 再在我面前这么嚣张 以你的成分 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 好了 这两个人的脸全都被踩在地上了 路加加回去继续去工作 走了一段距离 他回头看到林峰拉着罗轻轻离开了 两个人回到牛棚 林峰忽然把罗轻轻按在木桩上 你这个 天天勾引男人 离了男人像活不了一样 不是想找男人吗 不如找我 我一定好好满足你 对啊 我就是看不上你 又丑没钱没本事 我长得这么漂亮 凭什么看上你 罗轻轻 你不是不愿意跟我吗 我倒要看看 离开了我 你怎么活 我要你像狗一样跟着我 两天时间 村里传遍了风言风语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大抵是 罗轻轻半夜爬上了林峰的床 林峰恼怒 直接将他打了一顿 村里面都传遍了 人人看到罗轻轻都能吐一口 罗轻轻想和林峰和好 但是林峰根本就不搭理他 甚至他一靠近林峰就给他一巴掌 呸 太贱了 林峰当初多喜欢他 你看看 现在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还当众骂他 不知道又做了什么龌龊的事情 你们可要看好家里的男人 晚上 陆佳佳刚睡下不久 外面的门就被拍醒了 睡下了 刚睡 大晚上的你还敢回来 今天晚上是住在这里 还是回家 我带他回去 那也行 路上小心点 陆佳佳太困了 眼睛睁不开 听着模糊不清的谈话声 反而睡着了 梁 小丫头 快起床 回家了 薛燕背着陆佳佳往家走 他和陆佳佳才刚结婚 一周只能待在一起一天 他当然要抓紧时间赶回家 你今天赶回来得很早 嗯 跟别人换班了 在村里没人欺负你吧 没有人敢欺负我 就是你不在 我经常想你 嗯 我也很想你 第二天吃早饭 薛燕淡淡的 吃完饭我们去镇上 一起 买自行车 买自行车 嗯 你是家里的女主人 买什么样的自行车 自然要挑你喜欢的样式 快吃饭 要不然也会赶不上拖拉机了 对 对 车摇摇晃晃两三个小时 终于到了镇上 陆叶国待在原地看拖拉机 他等着脸嘱咐薛燕 好好照顾我小妹 薛燕带着陆佳佳 直接去卖自行车的地方 自行车票不好找 自行车也少 这么大的商场 只有三辆 不仅都是凤凰牌 而且还一模一样 这有什么可挑的 就要这个吧 买不买 不买别乱摸 谁说我们不买了 我们就是来买自行车的 那你倒是买啊 这辆怎么样 还行 这辆自行车我们买了 还不赶快收钱 我告诉你 你这是态度问题 国家给你工资 让你在这里卖东西 你竟然不情不愿 信不信我写信投诉 你思想不正 十几分钟后 薛燕和陆佳佳 推着自行车走了出来 两个人先去食堂吃了面 付钱的时候 顺便买了几个包子 不久 薛燕骑着自行车 带着陆佳佳路过拖拉机的地方 自行车 哪来的自行车 买的 今天中午才买的 四哥 给你买的 这咋买了自行车 我能骑骑吗 男人没有不爱车的 陆佳佳扯了扯薛燕的衣服 薛燕倒不在乎这些 直接给了陆叶国 陆叶国骑新车封了一圈 回来看薛燕的眼光都不一样了 妹夫 这车可真好骑 一蹬就快 快吃包子吧 四哥 我们就先回去了 那行吧 妹夫 以后你的自行车我能骑吗 小妹 能骑 四哥 我们先走了 不做拖拉机了 路上 陆佳佳拢了拢身上的衣服 她拢着薛燕的腰 仰头问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车呀 我最喜欢的是你 闷骚男聊人还挺致命 陆佳佳和薛燕骑着自行车回家 溪水村就两辆自行车 一辆是陆副的 一辆照射会的 现在薛燕突然骑了一辆回来 孙明觉得奇怪 佳佳 这谁的车啊 这是我和薛燕今天买的新车 乖乖 你们哪来的钱买车 这是我媳妇的陪价买的 她的嫁妆让我买成了车 买车就买车 吃软饭说的那么硬气干什么 怎么还骄傲起来了 要不要脸 走远了 陆佳佳也被她弄得发猛 你怎么说是我的嫁妆买的 说是谁买的都一样 要是不说你的嫁妆买的 以我们两个人的工资 恐怕还得三四个月才能买车 我去镇上上班在路上 就要浪费大半天的时间 他们会说你吃软饭 他们吃不到 薛燕骑上车 这辆车在村里过了名户 一路风风光光到了家 张书云一下工 就有人在她耳边说闲话 书云你知道吗 薛燕买新车了 嗯 买新车了 是用你小妹的嫁妆买的 书云 我听说一辆自行车得上百块 你婆婆给你小妹 随那么多嫁妆啊 嫁妆术我们都知道 大头都是我三叔给的 我三叔愿意给小妹 我们给不上 只能给点家用用品 还真是对不起我小妹了 等我们以后有钱了 再给小妹补上 这老陆家疯了吧 婆婆给小姑子随了那么多钱 媳妇竟然不生气 小叔子给的怎么了 只要不给闺女 说不定谁分呢 娘 我咋听村里人说薛燕 用小妹的嫁妆买自行车了 要不问问 别让小妹被欺负了 买自行车 对 村里人都说是用小妹的嫁妆买的 晚上要不要问问她 你们都别管了 我问她就行 薛燕把家里收拾好后 刚出门后背就挨了一棍子 这才结婚多少天 你就用你媳妇的钱买自行车 我非得教训你一顿不可 不是 不是用我的嫁妆买的 不到紧要关头 薛燕怎么可能会花我的嫁妆 真的 岳父心里落地 他也不相信薛燕会花陆家家的嫁妆 但是村里人说的有鼻子有脸 没花嫁妆就好 家家 这个臭小子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直接告诉我 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把家家送回去也该回镇上了 这么早就走 不早了 走吧 走吧 那俩臭小子还没回来呢 我也该做饭了 来一趟还拿什么东西 钱都得攒着 你们夫妻将来过日子 哪哪都需要钱 现在花光 以后有孩子了怎么办 麻烦娘照顾家家了 这是薛燕挑的 有蟹酱 妈 你不是说上次很好吃吗 这次都是你的 我闺女孝顺 陆母没问两个人自行车的事情 陆叶国倒是开拖拉机回来了 一进门 对着薛燕的自行车摸来摸去 那副没出息的样 把陆母看得眼疼 还不赶快去帮忙盖房子 天色不早了 该走了 你送我 嗯 现在是下工高峰期 赵社会听说薛燕用陆家家的嫁妆买了新车 本来还不信 没想到正巧碰到两个人骑着车朝他过来 薛燕怎么这么不要脸 竟然用陆家家的钱买车 薛燕用陆家家的嫁妆买自行车 你们知道吗 我们早就知道了 但是薛燕一点反应都没有 听村里人说 他还挺骄傲的 想想也是 娶了那么好看的媳妇 还花上了媳妇的嫁妆 除了有些丢脸之外 确实值得骄傲 赵社会越想越气 为陆家家没眼光生气 不行 等薛燕下一次回来 他必须警告他一下 快到村口 突然有人朝他们两个人的车扑了过来 陆家家 你爹在哪 有人跟着我 罗轻轻一边说 一边抬手指着一个方向 陆家家抬头看去 看到一个背影一闪而逝 刚才那个男人跟着我 他 他 他想对我图谋不轨 幸亏我跑得快 你爹是大队长 帮帮我 我爹现在应该在家 你去找他吧 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 你问问其他人吧 我不想管 你 你是大队长的闺女 你有责任 话还没说完 薛燕直接骑车掉头 把陆家家送回了陆家 罗轻轻怕急了 只能在后面跑 我该走了 罗轻轻的事情你不要管 回房里 我知道 这几天好好吃饭 不要乱跑 有心怀不轨的人也要和我说 陆家家进院子 把碰到罗轻轻的事情 和陆父说了一下 爸 他一会肯定过来找你 他来了就按照流程走 差点把我们老陆家害死 一肚子黑心肠 还想让我们家帮他 想得美 我会做好分内的事情 陆父索性就在院子里等罗轻轻 大队长 有人跟踪我 我认识他 他就是村里的二狗 你快去抓他 二狗爹娘死得早 也没人教育 经常在村里小偷小摸 有一次被主人家抓住打断了腿 三十好几还没娶媳妇 怎么抓 你有证据吗 你怎么知道他是在跟着你 而不是走在路上 罗知青 你是有前科的 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诬陷别人 再说了 我可没资格抓人 要不要我带你去镇上报案 大队长 你帮帮我 村里人都不帮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回去还是报案 罗轻轻摇头 他知道报案根本没用 就算是报案了他 也只能说二狗跟着他 可是跟着又犯什么罪 但是却能让他的名声更坏 更糟 我 我能不能先住在你家 我今天晚上 能不能和陆佳佳住在一起 这脸皮 罗轻轻是会自动消除记忆吗 赶紧滚 老娘可没那么多时间 浪费在你身上 罗知青 你说有人跟着你 不会是想拿这个理由出牛棚吧 你的思想从头坏到尾 就不怕再也出不来了吗 你明明看到了 我看到什么了 你是回去还是报案 你赶紧走我们也懒得管 你要是不想报案 那就是心里有鬼 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 你不会是想故意出牛棚吧 还不走 非让老娘对你不客气是吧 真是有病 自己是块臭肉 怪不得那么多苍蝇来丁 吃了晚饭 陆父起身 这么晚了 你干什么去 我去广播喊一喊 紧紧大家的皮 陆母哼了哼 没阻止 陆佳佳也没说话 不仅是陆父陆母 他其实心里也有一道坎 都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 陆父走出门 他不想管罗轻轻的事情 但是身为大队长 该走的流程还是得走 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情 镇里下来人检查 也不会让人找到任何毛病 罗轻轻晚上缩在牛棚里气出声 他回想着自己经受的一切 去黑市被抓 想要嫁给陆叶伯被抓 他不懂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而陆父 身为大队长 竟然不愿意帮他 陆父一条一条的将规定念出来 警告那些想要做龌龊事情的流氓痞子 在草丛里躲着准备下手的二狗犹豫了 他觉得罗轻轻本来就是个不正经的女人 敢脱衣服勾引人 不知道有多缺男人 过了十几分钟 二狗眼睛还在直勾勾地盯着牛棚 最后克制不了 慢慢地朝罗轻轻的牛棚走了过去 刚靠近门边就被林峰狠狠狠揍了几拳 罗轻轻是我的女人 你再敢靠近她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二狗转身想要跑 林峰突然抓住她 将二狗拉到了不远处 隔天 罗轻轻勾引村里的痞子传遍了整个溪水村 说的有模有样 并且是二狗亲自传出来 罗轻轻 那天下午人少 她故意走到我面前 说一次这么多 那你答应了吗 我哪有那个钱 只能拒绝了 这女人 我看现在为了钱连脸都不要了 你们可要小心点 我看她是想要嫁给我的 万一碰了可就麻烦了 谁想娶这样的女人 众人大笑 罗轻轻成了烂泥 林峰眼里带着亮光 张书云讲起罗轻轻的事情滔滔不绝 陆家家却一直在打哈欠 幸亏小叔子好运 没让罗轻轻得逞 要不然我们家就惨了 小妹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应该是昨天没睡好 有点困 这么早就困了 不是睡过午觉了吗 天凉了 我习惯性犯困 你钱也这样 张书云嘀咕两句 想到了一个可能 刚要开口 孩子们一窝蜂的下课回来 小姑姑 我数学考了89分 才89 你姐我考了93都没说 好好好 考得不错 陆家家见孩子们考得都不错 回房拿糖拿饼干奖励他们 一出门 陆花就问 小姑姑 你知道陆好考多少吗 哦 陆好考了100分 他们全班唯一的一个100 真的 小好 你考了100分 陆好不是天赋学生 但他却是最努力的 回来一生不坑先学习 也不用大人催 天天拿着书学习 考得好有奖励 明天我去给你们买本子铅笔 谁考得好谁就用心的 这堂是先奖励的 晚上再给你们做麻辣兔肉 太好了 陆家家端着做好的麻辣兔肉 朝薛家走过去 薛阳和薛千前些日子 也被弄进了学校 现在应该也考试了 作为嫂子 他得过去看看 家家怎么来了 爹 这是刚做的兔肉 带过来给你尝尝 太麻烦了 以后不要送了 家里有吃的 我会给他们做 一点也不麻烦 爹 我们都是一家人 没那么多讲究 快做 饭已经快做好了 今晚留下来一起吃吧 嗯 对了 我这次来不光是送这些东西 学校不是考试了吗 我来问问他们两个考得怎么样 考试成绩 你们考试了 怎么没跟我说 考了多少 薛妇脸瞬间黑了 陆家家的心剧烈跳动一下 生怕自己引发家庭大战 都才刚上学 考得少没什么 而且他们两个学校进得晚 可能没有其他学生学得多 这两个混小子 考试了一声不吭 我看他们就是没脸说 丢人啊 爹 我们没考试 都太简单了 我跟我哥都考了一百 觉得这没什么可说的 对 大嫂 你先看看我们的试卷 这些题都太简单了 其实我哥比我们还要聪明 薛妇低调含蓄地炫耀了一把 还不动声色地夸了薛艳 陆家家看着都是对号的试卷 他笑了笑 突然发现最笨的是自己 考得不错 明天奖励你们新笔新本子 这些是奖励你们的 给什么奖励 这是他们该考的 供他们上学就该考满分 家家别给他们乱花钱 考得好就是应该有奖励 再说了都是笔和本子早晚都要买 那行 先吃饭吧 一人一碗米汤 野菜饼子 陆家家送过来的兔肉 和一盘黑乎乎的咸菜 陆家家喜欢吃咸菜 感兴趣地夹了一块 大嫂 你先尝尝兔肉吧 这个炒青菜不好吃 炒青菜 这不是咸菜吗 大嫂 你怎么样 大嫂不会中炉了吧 被爹爹下药了 家家 你怎么样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 我没事 可能是下午吃坏肚子了 爹 我突然想起来 想起来我妈说让我回去吃饭 对 她让我回去吃饭 我 我给忘了 今天就不在这吃了 你们吃好 爹 我 我先回去了 等明天 明天我给你们炒鸡肉赔罪 陆家家半路上扶着树柚干啾了一阵 感觉胃都抽筋 就像是整个身体触发了什么反应 怎么了 这是 就是有点不舒服 不烧 哪里不舒服跟我说 陆家家跟着陆母进了厨房 小妹 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不会是薛家那两兄弟没考好吧 没有 他们两个考得特别好 小妹 你是不是怀孕了 什么 怀孕 对 我看小妹最近总是犯困 想着可能是有孩子了 这不可能 我平日里到冬天的时候也犯困 而且我今天不舒服 是因为其他原因 再说了这才不到二十天 怎么可能怀孕呢 确实该注意了 家家 你最近不要做什么剧烈运动 防止伤到孩子 你们都不许撞你小姑姑的肚子 要不然老娘见一个抽一个 听到没有 知道了 洗漱完毕 陆家家呆呆地躺在床上一脸发猛 她是想过有孩子 但没想过这么突然 晚上做梦 陆家家梦到自己真的怀孕了 一黄脸 一个白胖的娃娃被她抱在怀里 这时驯服来看她了 家家 生了孩子不能光吃肉 我特意给你带了青菜 多吃点蔬菜对身体好 家家 快尝尝 我专门给你做的 快尝尝 快尝尝 专门给你做的都得吃完了 陆家家倒是没有吐出什么 就是肝偶 很快 她感觉到肚子有些抽痛 看了看 见到了一点血红 陆家家松了一口气 这说明自己没有怀孕 第二天一早 陆家家就说自己来红了 没怀孕 陆母看了一眼陆家家的肚子 倒是没多难过 也没多高兴 她心里很复杂 既希望能有个小外孙 也不希望闺女受苦 而陆家家言而有幸 工作完就去给孩子们买新本子 新铅笔 陆上感觉肚子有点难受 但也没放在心上 毕竟来了立家 小肚子不舒服很正常 孩子们上山挖猪草 大飞带着大山加入进去 村里有其他孩子上学 都说陆豪考得特别好 陆豪也不像以前那样不合群 她和同学聊天 说到学习内容 尤其是背诗 张口就来 陆豪是你姐姐 才刚上学就考了满分 我听说你上一年也去上学了 好像就考了三十分 要我说就不该让你去上学 应该把这个机会给你姐姐 让你去都浪费了 大山没吭声 偷偷地看了一眼不远处 已经和以前不同的陆豪 以前大姐总喜欢低着头干活 不喜欢说话 更不习惯和别人交流 可是现在她能够抬头和旁边聊着学习 偶尔会笑 你不想上学吗 上学干什么 像我奶奶说的 到最后还不是也要下地 不花那冤枉钱 你不会也想上学吧 你别想了 我奶奶是不可能让你上学的 你娘又没钱 连饭都吃不饱了 怎么可能让你上学 你真是个傻子 你看她陆豪不跟着你娘 现在不仅有学生 还吃得好穿得好 要我说 要是你大姐跟着你娘 现在不仅连学都上不了 肯定都让她饿死了 有什么哭的 不上学就不上学呗 我就不想上学 别哭了 以前你上学的时候都考不好 现在上学也没用 你又没你大姐学习好 多浪费钱 小豪姐 大山好像哭了 陆豪抬头看了一眼大山 想了很久 走过去往大山的A楼里 放了自己打的猪草 今天打了这么多猪草 你回家肯定不会挨骂了 姐 我 你跑什么跑 你不会是想回陆家吧 我告诉你 你大姐是不会帮你的 你想想啊 上一年你上学那么差 你娘都没考虑过 让你大姐上学 还非让你上 要是你回到了陆家 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到时候不让你大姐上学了 怎么办 奶奶不会的 是奶奶出钱让我姐上的 还叫奶奶 她又不认你 陆佳佳回到家 陆母吓了一跳 脸色怎么这么白 应该是小日子的问题 赶快去休息会 妈给你熬红糖水喝 陆佳佳捧着碗一股脑喝完 然后钻进了被子里睡觉 吃过午饭继续睡 一连在床上睡了三天 陆佳佳终于有了精神 她将买回来的学习用具整理了一下 准备奖励给孩子们 谁知晚上刚黑 薛燕就验着自行车回来了 你 你怎么回来了 和别人换班 怎么比我走的时候瘦了 没好好吃饭 有吗 一会儿回家 我先把这些东西给他们发了 先跟你们说好 考了满分铅笔 橡皮擦 粉子都有 九十分以上在这里面选两样 八十分以上选一样 再低就没有了 小姑娘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石头和砖头眼巴巴地看着 他们也好想上学啊 有空了多跟姐姐学习 等以后上学了 一样有奖励 知道了 小妹 你买这么多都不便宜吧 孩子们的学习重要 大嫂二嫂 你们平常也要多督促他们学习 小妹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管着他们 考不好跟他们的爹一样 归外面一宿 陆佳佳收拾了几件衣服 跟着薛燕往家赶 她坐在车后坐 农村的地凹凸不平 震得陆佳佳小腹不舒服 她拍了一下薛燕 怎么了 陆佳佳从车上蹦下来 她摸着自己的肚子 心情有些乱 明明立驾才刚走 但是受了颠捕 小腹却不舒服 不会真的怀孕了吧 可是怀疑为什么还会来立驾 不应该啊 怎么了 还不都是你 陆佳佳扭头就朝村里卫生锁走 去哪 我 我 我肚子有点痛 薛燕 你说我是不是怀孕了 怀孕 薛燕脑子猛了一下 她看向陆佳佳的小腹 呆愣几秒 不知所措 小妹 薛燕 陆叶国下宫回来 看见自行车眼睛发亮 快步走了过去 薛燕却直接将自行车扔在了地上 将陆佳佳抱起来 就往村医院跑 你们去哪 陆叶国一脸猛逼的扶起车子 没办法只能推着在后面追 你最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是不是见红了 是 我的 可能是还没走 你的脉象是怀孕初期 而且胎气不稳 最近应该受过颠簸 必须得好好养着 要不然这个孩子保不住 见红就是先兆流产的症状 我真的怀孕了 她胎相不稳 半个月内什么都别让她干 在床上好好养着 要不然孩子很容易保不住 陆叶国傻了 她一进门就听到陆佳佳怀孕了 我要当舅舅了 临走时 薛燕想抱着陆佳佳回去 关键陆佳佳也是个菜鸟 她怀里揣个仔都不敢走路了 尤其医生说有可能保不住 生怕一不小心走掉了 不行 抱着万一窝到孩子怎么办 那 那背着 背着行吗 要不找个推车 我回家把被子扑上去 把我小妹推回家 不用 背着回家就行 那只能先背着了 薛燕走得很慢 生怕颠倒了陆佳佳 陆叶国跟在后面 薛燕 你就不能走慢点 别乱晃 医生不是说了吗 现在胎像不稳 你还晃 没晃 薛燕额头上的汗流了下来 她到现在还在紧张 薛燕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都 都行 走到岔路口 陆叶国见薛燕拐弯回家 急忙到 你干什么 你明天还要上班 难道还想让我小妹来回跑啊 对对 娘 你快出来 小妹怀孕了 小妹肚子里有孩子 闺女不是来的月室吗 如果不是来月室 那就是健红 咋回事 医生说胎像不稳 得养胎半个月 不能剧烈活动 我现在去熬鸡汤 小妹 我就说你怀孕了 小妹有福气 一结婚就怀孕了 你躺床上别动 一会儿我把饭给你端过来 陆叶国喊的声音太大了 又是村民聚集在大树下吃饭的时间 很快有人端着碗去了薛家 老薛 你可真有福气 你儿媳妇这么快就怀孕了 你快抱孙子了 啥 家家怀孕了 你不知道啊 这村里都知道了 你不知道 家家怀孕了 我儿媳妇怀孕了 不行我得去看看 薛妇走到门口又拐了回去 把薛妍拿过来的东子都装进包里 什么奶糖 饼干 奶油精 哦 这是大哥给我留的 爹 你给我留点 留一点就行 吃吃吃 就知道吃 马上就当小叔叔 家家肚子里怀着你大哥的孩子 你就不能让让你大嫂 薛妇拿完了房里的东西 又跑到厨房将米和面拿上 爹 你总得给我们家留点吃的吧 明天我上山给你们挖野菜 砸菜饼子也能吃 但你大嫂怀孕了就得吃金贵的 每天的大米饭和面不能少 要不然没力气生孩子 我说家家那天怎么吐了 肯定不是我做饭难吃 那是你大嫂怀孕了 你说我怎么没想到呢 陆佳佳的房间里围了一大堆人 陆远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糖捧着给陆佳佳 小姑姑 你肚子里有小孩子了 这可给你吃 我有饼干 这些都是我攒的 还没坏 小姑姑多吃点 陆花几个也把自己藏的零食都拿了出来 她还没出来呢 不用吃 再说这些糖和饼干小姑姑都有 你们都拿回去 去去去 该干什么干什么 别围在我闺女身边 空气都让你们吸完了 你们把自己的东西拿回去 去吃饭 听奶奶的 小姑姑现在还不需要这些 你们别都流坏了 该吃的时候就吃 家家怀孕了 以后你们在家里别咋咋呼呼 医生说胎像不稳 书云 秀莲 你们这段时间多看着点你们小妹 爹 你放心吧 小妹的事情交在我身上 我会帮着大嫂照顾小妹 亲家 家家咋样了 这两天家家太劳累 她年纪小又不知道怀孕 她一向有些不稳 得好好养着 她一向不稳 那可得好好养着 我带了点好东西 天天给家家做上 白面大米 还有麦乳精 都是好东西 陆草去外面爆柴火 就听到村民说陆家家怀孕了 陆家家怀孕了 结婚还不到一个月就怀孕了 陆草想到了自己 她和周文青已经结婚两个多月了 虽然说在陆家家结婚的那天 他们两个才在一起 但按道理来说 她也应该怀孕 没道理陆家家都怀孕了 她还没怀孕 陆草转身回到家里 对着正在看月亮的周文青道 文青 我觉得我怀孕了 怀什么孕 饭都吃不饱了还怀孕 别胡思乱想 赶快去做饭 可我就是觉得我怀孕了 以前我嫂子怀孕的时候 特别爱睡觉 懒 不想动 我这几天也这样 你什么时候不这样 赶快做饭吧 再不做饭我们两个就要饿死了 不行 我也得去村诊所事看看 肯定是怀孕了 快做饭吧 本来就吃不饱 还要什么孩子 陆家家就怀孕了 我们是在他结婚的那天 在一起的 他都怀孕了 我说不定也怀孕了 你又不比薛艳差 陆家家怀孕了 对 不就是怀孕了吗 有什么炫耀的 还没怀孕多久 全村人都知道了 跟谁生不了孩子一样 怀个孕还在村里敲锣打鼓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去看看我有没有怀孕 陆家家在娘家住 薛艳自然也留在了这里 晚上 薛艳给陆家家端过来热水擦手 我现在的工作不经常回家 你怀孕了 我总不能一周回来一次 把你扔在家里 他可以直接把工作辞了 但是还是想先和陆家家商量一下 陆家家也知道 他和薛艳成了小家 陆母年纪大了 他可以在照顾他的事情上 帮一把手 但是他不能理所当然的 让陆家人全权照顾他 陆家家也觉得陷入困局 我想把工作卖了 卖了工作 以后再拿钱 就能光明正大的用了 你的工作我能帮你干了 每天挣公分 闲着的时候还可以去黑市 不会饿到你 我算了算 在纺织厂工作最不划算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先好好保胎 我知道了 血验手试团地朝着他的肚子摸过去 从检查出怀孕 陆家家身边一直都有其他人 他早就想碰陆家家的肚子了 只是一直忍着 你应该摸不到什么 还不到一个月 他现在特别小 嗯 明天我就把工作卖出去 到时候回来看的你 别害怕 我知道 我从来没想过会这么快怀孕 你说他万一不喜欢我怎么办 谁 我肚子里的孩子 那我们就把他扔了 等他什么时候喜欢你了 什么时候再接回来 嗯 我困了 不跟你说了 陆草来到村诊所 医生给他把了把脉 你这确实怀了 真的 陆草兴奋地摸着自己的肚子 他就说是自己怀孕了 文青 文青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周文青整个人像是傻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让陆草怀孕 在他的世界里 能为他生孩子的女人 至少要像陆家家罗亲亲那样好看 陆草这么难看 生的孩子肯定好看不到哪去 我怀孕了 我就说陆家家都能怀孕 我肯定也怀了 你还不相信我 小草 也都这样 人人就长大了 我怀孕了 你一点都不高兴 因为我们两个人现在的情况 根本养不了孩子 我不管 我现在怀孕了必须生下来 第二天吃完饭 薛燕就打算去镇上处理工作 临走前 他和陆母聊了聊 陆母想到再过两年 这些工作就不吃香了 早些辞了也行 最好多卖点钱 这养孩子可不简单 我知道 薛燕走后不久 薛父拿着饭和来了 亲家母 我给家家做了点红烧肉 你还会做红烧肉呢 家家已经睡着了 而且刚喝了一大碗鸡汤 现在肯定吃不下去 等到中午 我给他热热 那行 到中午给家家吃 陆母把饭盒接过来 一打开 都是黑了八鸡的肉团子 这肉我做了一早上 太麻烦了 第二次做 我说亲家 你这做饭的水平不行啊 光看着就 就觉得没法吃 我做饭确实手艺不太好 但好歹是肉 你这真不行 我 我也不害怕打击你 你以后在吃饭的事情上 就别对家家上心了 特别难吃 亲家 你也对自己好点 不能做饭就让孩子做 这怎么咽得下去 那我以后就不给家家做饭了 我手艺确实差 卖相不好看 不过口味还行 我都吃习惯了 你这口味也太重了 我看薛燕做饭还行 家家做饭也不错 等他们俩步上正轨了 你经常去蹭饭吃 也不差那点饭 你做饭真的很难吃 还 还行吧 跟薛燕一样倔 薛燕工作卖了三百块钱 毕竟尽体制 以现在看来 这份保安的工作 是可以传宗接代的 就这么死了 薛燕点点头 从兜里拿出来 五十块钱交给陆母 家家有很多地方 都需要娘帮忙 这些钱交给娘 有什么需要 您可以自行处置 陆母没推辞 有了这五十块钱 她可以理所当然地 堵住家里的嘴 薛燕第二天开始 接手陆家家的工作 并且下地上工 到了下午 基本上所有的村民 都知道薛燕把工作卖了 傻了吧 这么好的工作不要 非要回到村里种地 不会吧 肯定不是真的 陆家闺女才怀孕 她就把工作卖了 孩子怎么养 怎么不能养了 薛燕一把子力气 还有陆家家的工作 依旧是我们村里头一份 陆草自从知道 自己怀孕之后 挺着肚子在村里走 但村民都懒得搭理她 薛燕工作没了 那陆家家 岂不是架了个乡下泥腿子 文青 薛燕没工作了 她今天跟我们一样 下地上工 薛燕没工作了 我刚下工 听说薛燕把工作给卖了 你说她傻不傻 这工作能干到老 她竟然把工作给卖了 真是笨 原来是卖了 文青 你今天做饭了吗 我快饿死了 饿什么饿 前两天抓的鸡仔都快死了 我正在看她有什么毛病 死了 这可是花大价钱买的 他们现在和村里人关系不好 比别人贵了好几分 才买到五只鸡仔 没想到这才过了几天 就死了三个了 你到底怎么照顾的 你还问我 她怎么死的 我怎么知道 这日子没法过了 周文青觉得自己 现在压力特别大 鹿草肚子里还有孩子 而她呢 自从和鹿草结婚之后 并没有感觉到舒畅 现在饿得脸色蜡黄 晚上冻得缩着身子 洗衣服洗得熟冷 这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 再过两天就要进十二月 天气越来越冷 偶尔刮风 打在脸上生疼 这天是不是快要下雪了 嗯 听爹的意思 再过一个星期上面就会发煤炭 家家户户不多 但勉强可以过冬 明天我要去一趟镇上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能卖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你想要什么 我没什么要的 你看看爹和爸妈 有什么需要的买点就行了 先喝一碗麦乳筋 等吃饭了我再叫你 我出去干活 有什么事情叫我 雪燕 你把这些东西给你爹送回去 他年纪大了 该吃点好的 再说了家家也用不上 我知道你爹的意思 所以一样拿出来了一点 麦乳筋我也留下了 那些肉我也留下了 你爹做饭可真难吃 这肉给他送回去都糟蹋了 我也不稀罕 他这点肉 等做好了给他送过去 你说他咋能做饭这么难吃 关键是他还觉得自己做的还行 真是个人才 整整两周路家家都待在床上 天天不是卖乳筋就是鸡蛋羹 肉也从来不缺 村诊所的医生又过来看了看 太保住了 没什么大碍 还是年轻身体好 以后多住一点就行了 昨天村里下了大雪 今天早上就到了脚腕 雪燕 一起去拉煤 村里就雪燕和陆业国会开拖拉机 两个人带着陆父去了 镇上带了一车煤回来 按照上面的规定 暗户分煤 陆母带着家里的人去拿煤 你别去 在家看家 万一摔倒了 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 陆家家在房间待了半个月 太想出去转转了 但想到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危险 他只能把这种念头杀回去 那我就不去了 两个小时煤就分完了回来了 陆家人多 雪燕的也算在了里面 一下子领了一倍老的煤 越来越少了 这比上一年还少 你们都忍忍 平时窗户关紧 能盖的被子都盖上 今年没事止不上了 我认识一个朋友能弄到煤 但是比市场上贵 那你赶紧问问 这冬天冷 有了煤就好过多了 这两天我就去镇上问问 等回了房间 陆家家问薛燕 买这个煤没危险吧 往年也是这么过来的 不一定非要买煤 如果有危险 就不要买 没事 它已经是养的差不多了 你什么时候跟我回家 现在下雪了 天冷不上工 你跟我回家 我天天给你做饭吃 正好锻炼一下厨艺 薛燕 你是想跟我过二人世界吗 嗯 那好吧 等回家你可别嫌累 薛燕第二天就去了镇上 带了半倍搂煤 她先回了新家 又把炉子点上 把房间的温度升高 做好这一切后 薛燕回到陆家 和陆母说了关于煤的事情 最后提了带陆家家回家住 陆母愣了愣 沉默了下来 最后道 我想想再说 陆母为难了一个下午 还是决定让陆家家先回去住 不行再回来 毕竟薛燕和陆家家都是新手 生孩子这种事情 没个老人提醒肯定不行 大不了她也住过去 隔壁不是还有个新房子没住吗 她正好可以搬过去 张淑云串门回来 发现陆家家回家了 我小妹呢 娘 你咋让小妹回去了 她现在怀着孕 肯定需要照顾 妹夫是个男人 男人不细心 到时候小妹缺什么 她察觉不到那怎么办 我看你太闲了 把院子里的血都扫干净 陆家家一离开 陆家的火石瞬间 下降了好几个程度 以前陆家家养胎 剩下的鸡汤鸡肉 兔肉刨子肉 他们也能跟着吃点 现在一下子全都没了 张淑云心里苦 恨不得把陆家家 从薛家抢回来 今天做什么 顿鸡 你别动 告诉我怎么做就行 薛燕从橱柜里 拿出一只新鲜把好毛的野鸡 派余光扫了一眼陆家家 你三哥的战友很厉害 给你们送那么多野味 陆家家顿了顿 想了想 还是准备把真相告诉薛燕 其实 其实不是三哥的战友送的 是我 我是因为我的血不一样 这是老天爷对我的补偿 继续说 我下面告诉你的事情 有些惊悚 但确实是真的 你不要害怕 陆家家将事情 简单粗糙地告诉了薛燕 省去了自己本该悲惨的结局 你跟个周文青 不是 我没跟他 是在书里的结局 我该跟着他 但我又不是傻子 肯定不会跟着周文青 所以才被其他人占了身体 希望能按照 我本该的结局那样发展 不过都结束了 程应轩已经死了 书里面的结局 不会再影响我们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这本书里的历史发展 和我在那个世界是一样的 所以我知道历史 比如再过三年高考会恢复 改革开放 经济迅速发展 遍地捞钱 这也算有点好处吧 那我呢 他为什么没有护着陆家家 你 你就是周文青的狗腿子 周文青身后的男人 为他保驾护航 提供金钱 薛燕 你太过分了 竟然是周文青的狗腿子 跟着他欺负我 我不给你烧火了 你自己烧吧 不是我 都是书里下血 那你以后 也不许跟周文青走得近 我从来不爱搭理他 周文青躺在被子里瑟瑟发抖 本来就冷 还吃不好饭 现在更冷了 文青 我见你还有一条围巾 要不我们也跟其他人 换成粮食吧 我上一年的新棉 棉裤都被你换成了粮食 还是低价换的 现在我穿的破衣服 根本就不挡风 一出门都卖不动脚 再卖我们就死在这里了 可是山上没有菜了 如果光吃杂粮 很快就会吃光的 我们会被饿死的 而且我肚子里还有孩子 要不把没卖给村民吧 再跟其他人换点粮食 你去吧 太冷了 我是城里下来的读书人 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鹿草见周文青 整个人缩进被子里 他咬了咬牙 挣扎着起身 现在村里人都不待见他们 这些煤也只能见卖 要不然根本没人要 罗青青这边同样不好过 他住的地方 比鹿草的房子还要漏风 但是他被子厚一点 勉强能挨过冷天 只是做饭就麻烦了 没人帮他挑水 他自己也挑不动 没办法做饭 衣服也洗不了 隔壁传来食物的香气 罗青青肚子一直在叫 他实在忍不住 进了林峰的地盘 林大哥 罗青青气出声 他本来以为自己能忍过去 但是他现在一个人 真的过不下去了 他要是不求助林峰 恐怕撑不了这个冬天 哼 过来 把衣服脱了 林大哥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知道你还喜欢我 我的东西 只给我自己的女人 你应该明白 我是什么意思吧 我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实意 我要了你 过两天去领结婚证 你成了我媳妇 我自然会护着你 罗青青咬了咬唇 颤颤巍巍地抬起手 解开自己的扣子 鹿草和周文青这些天 省吃俭用 又冷又饿 不知道是不是怀孕 补充不到营养的缘故 他很快就瘦了下来 脸颊凹陷 而且脸上还开始长 雀斑和痘痘 并且越来越多 怎么会这样 怀孕都这样 等孩子生下来就好了 那陆佳佳是不是 也长这些东西了 我说他这么多天 怎么不出来 肯定是接受不了 在家里躲着 我告诉你 你幸亏没有娶陆佳佳 他特别娇气 在家什么活都不干 光指着别人伺候他 我倒要看看 薛燕能忍他多久 天气越来越冷 很快到了十二月末 马上就要过年了 村里杀了两头肥猪 佳佳分猪肉 薛燕带着陆佳佳去领猪肉 我们家能分多少肉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 应该是半斤 那岂不是只有一点点 连包饺子都不够 多这样 明天我去烫镇上 回来给你带十几斤猪肉 想怎么吃跟我说一声 哇 薛燕 你太厉害了 比其他人都厉害 嗯 两个人走到了分猪肉的地方 这里早早地排起了长队 就算是刮冷风 也不愿意离开 一年就指着这一点 昏心过瘾 离他不远的陆草 无聊四处看 却瞅见了不远处的陆佳佳 陆佳佳半张脸露在外面 裸露出来的肤色白白嫩嫩 没有一点痘痘和雀斑 陆草顿了顿 他有些不幸 他和陆佳佳都怀孕了 而他脸上长了那么多东西 陆佳佳怎么没有 陆草抬脚朝着陆佳佳走去 想要靠近看一看 你是不是需要记录一下 每家每户分的猪肉 一会儿去 陆草有毛病吧 都冻得流鼻涕了 还盯着我看 堂姐 你怎么用围巾 遮着一半的脸 为什么用围巾 遮着一半的脸 当然是天冷了 堂姐 你脸上是不是起了什么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 你看我脸上也有很多 怀孕的女人都这样 脸上起东西 是正常的反应 堂姐 你不用遮起来 没人会笑话你 看到没有 我脸上没起东西 死心了吧 你怎么没 就是没有 看到了吧 嫉妒吧 生气吧 火冒三丈了吧 血烟淡淡的看了陆草一眼 陆佳佳在家里半个月憋坏了 凑上来个傻脑子 正好可以放松一下 妈来了 陆母一来就朝着陆佳佳走过去 张淑云比陆母走得还快 急切地问 小妹 最近在家住得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要是不舒服就住回娘家 再说了 你头一次生孩子 有很多地方没经验 你住在娘家 我和你二嫂都能帮你 上一边去 天天叨叨 你老妈子还碎嘴 快去排队领肉 少了一两 你们大房就不用吃肉了 这就去 这就去 陆草看着被围在中央的陆佳佳 极度地咬了咬嘴 然后和周文青一起领肉 她的脸为什么这么干净 你干什么 我心里不舒服 我怀着你的孩子 看你一下怎么了 夜里 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 带着一个穿着军装的姑娘 走在小路上 你跟爹娘说 我们今天回来吗 说过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哪一天 冷不冷 我背你吧 不用 就这点路 我还不放在眼里 两个人握着手朝远处走 在边境的陆敬国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收到陆母的信已经好几天了 按照信寄出的时间 现在小妹应该已经嫁人了 薛燕这个玩意儿 竟然敢娶我小妹 谁给她的胆子 陆团长 你已经半夜骂好几天了 能不能休息一天 再说 你现在也回不去 你的是年后假 我昨天晚上梦到我三哥了 他给我买了好多好多吃的 还有一只大洋腿 烤成了金黄色 上面带着若隐若现的油光 最后撒上孜然粉辣椒面 特别香 吃过早饭 现在到了冬季 家家户户也不上工了 消息传播特别快 东水村张家的张磊回来了 还带了自家媳妇 提到张磊 大家不可避免地想到陆草 毕竟陆草虽然断位低 但凭借着一己之力 一再打脸张家 陆草家里又没凉了 他跑到邻家用肉换凉 小草 你知道吗 张磊昨天晚上回来了 还带回来了自己的护士媳妇 长得十分清秀 对啊 两个人都穿着军装 别提多香配了 而且张家疼儿媳妇 早早地准备好了吃得用的 一进门就睡新房新被子 张家是有点东西 但那也是我不要的 再说了 文青是城里的 早晚有一天会带我进城 我才不会后悔 陆草用肉换了两斤杂粮回家 看到周文青又缩在被窝里 周文青 你能不能别这么懒 我不在家 你就不能干点活吗 昨天的碗还没洗 现在都冻上了 天那么冷怎么洗 当然什么时候做饭 什么时候洗 我们家连煤都没有 屋里冷得跟冰酒一样 不缩在被子里缩在哪 陆草气愤了 他走到厨房 看到水缸没水了 脑门轻轻爆起 这一刻他突然特别后悔 就算是嫁给一个再普通的男人 也不至于连水都喝不上 陆草看了水缸好几秒 也回屋爬上床睡觉 周文青都不干 他凭什么干 薛燕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越来越喜欢吃了 再等会就好了 薛燕用蜂蜜刷在野鸡上 野鸡的香味慢慢的弥漫在空气中 这时外面大门被敲响了 你在这里烤野鸡 我出去看看 陆佳佳打开大门 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站在门外 你是小妹吧 我是陆佳佳 你是陆佳佳那就是小妹 这封信是陆敬国让我交给你的 他年后回来 让你们不要担心 交给我的 不给我爸妈吗 陆敬国写了两封信 一封我已经送到陆佳 另一封是他给你的 谢谢 进来坐坐吧 我能问一下你叫什么吗 我叫张磊 有点熟悉 我家住在东水村 跟我爱人一起回来探家 我就不进去坐了 张磊 东水村的那个张磊吗 陆草原先的相亲对象 长得挺好看的 又高又英气 我先走了 张磊客气两句就走了 陆佳佳看了信的封面 上面写着给薛燕 他打开了信 薛燕 竟敢娶我小妹 你头大脸也大 眼睛瞪得跟牛一样 鼻子比坑还深 嘴一笑比鬼还难看 陆佳佳迅速把纸盒上 他只看了开头和末尾 但整整一张 好像都是糟蹋薛燕的词语 很难想象他桀骜不驯的三哥 竟然说出这么糙的话 这要是让薛燕看见 等他三哥回来了 两个人还不打起来 但是陆佳佳又舍不得撕 这是他三哥记得 不行 我得藏起来 促进世界和平 陆佳佳在屋子里 翻来覆去找藏性的地方 结果放哪都不放心 最后只能放进自己的背包里 薛燕还从来没有翻过他的背包 是你三哥的战友 你怎么知道 我能听到 哦 是我三哥的战友 他是替我三哥来看看我怎么样的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 是东水村张佳的人 张佳想让陆草嫁给的就是他 他腿受了伤 受伤期间跟前线的一个女护士在一起了 两个人是革命伴侣 你三哥就没有提到我吗 按道理来说 他应该恨我恨得咬牙切齿 没有 张磊根本没提到你 他不是给了你一封信 信上是怎么说的 骂我了 肯定特别想教训我 肯定没有 信我还没看呢 他怎么可能骂你呢 他不仅骂我 肯定还想杀了我 但是他不知道 你肚子里已经穿上我的肿了 就算他回来了 也不可能将你改嫁 鹿佳家真是服了这两个大佬了 半个小时之后 薛燕烤好了野鸡 先给鹿佳家撕了个鸡腿 鹿佳家伸手接了过来 看着香喷喷的鸡腿也没胃口了 咬了一口 挺香 又有胃口了 薛燕把剩下的一半鸡肉分成两份 一份给薛父送了过去 又把鹿佛祿母叫了过来吃午饭 我们去看看你小妹 她年纪小 有很多地方不懂 你们在家吃吧 我和你爹的那份 你们纷纷 鹿佛祿母到了薛家 看着烤好的野鸡 野鸡肉本来就香 还加了蜂蜜 鹿母闻着香喷喷的鸡肉 都卖不出脚了 这女婿不错 有好吃的都想着加加 看来闺女女没嫁错 你看看你 那丫头想吃你 就这么惯着她 还加了蜂蜜 她怀孕了嘴 怎么这么刁 鹿佳家睡着了 不知道薛燕又刷了一波好感 鹿夫鹿母再次肯定鹿佳家没有嫁错 送走鹿夫鹿母 薛燕进了屋 翻了一遍动过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信 最后落到了鹿佳家的包上 她仔细地读了一遍 脸上并没有增添怒气 反而抬了抬唇脚 她会在鹿靖国回来之前 让鹿夫鹿母都站在她这一边 鹿草在床上睡到了下午四点 又冷又饿 实在是受不了了 周文青比她还能忍 就是不动 鹿草没办法自己起床做饭 没水也只能自己去挑 走在路上 冷风呼呼地往脸上刮 周围的人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袄 就算是没穿上厚棉袄 白挑水的也都是男人 而她 用了很大力气才挑了一桶水 鹿草没有扁担 只能手提着慢慢往前走 动得通红的手指裂开了口子 她忽然有些崩溃 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同志 你需要帮助吗 你家在哪儿 我来帮你提吧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帮助人民是我的责任 你是军人吗 是 跟我媳妇回来探亲 同志 你家在哪儿 那边 村头 我们顺路 我正想要从这个方向离开 你的腿怎么了 前些日子受了伤 还没彻底养好 不过也差不多了 再过一段日子就好了 挺好的 鹿草看着张磊的背影 突然觉得嫁给这样一个人挺好的 一定特别有安全感 不像周文青 不仅养不活他 连水都跳不动 更背不起他 鹿草越想越后悔 他后悔嫁给周文青了 你叫什么名字 张家小子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怎么了 我看这位同志抬不动水 主动帮帮他 张家 你是张磊 你认识我 我怎么不记得见过你 鹿草脸色煞白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张磊 如果当初 他是不是就嫁给了眼前这个人 张家小子 你还不知道 这可是 张磊 张磊放下手里的筒 朝着那姑娘走过去 你怎么来了 还不是你 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明明自己的腿有伤 连军大衣都不穿 万一落下了毛病 看你以后怎么办 这就是张小子的对象 在军里当护士 手巧又好看 幸亏你没看上他 要不然就成绊脚石了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看上张磊 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说吧 不用说了 有什么可说的 鹿草走向前抓起水桶 他只觉得浑身上下一阵冰冷 踮起水桶就走 原来他就是张磊 那个他不屑看不上的男人 鹿草回到家 见周文青还在睡觉 一巴掌打过去 睡睡睡 就知道睡 周文青你没有良心吗 我真是后悔嫁给你 这是他第一次在周文青面前说后悔 两个人又大吵了一架 他为什么要嫁给周文青 鹿草越想越难受 晚上做梦的时候也哭了出来 鹿佳佳晚上也在哭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想哭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 是想吃馄饨了 明天给你做 我想吃红油的 那你教我 嗯 第二天起床 鹿佳佳也不会做馄饨 两个人摸索了一上午 直接当饺子包 包好之后鹿佳佳去鹿家找鹿母吃饭 一进门就听到鹿母骂 天黑就尿在院子里 老娘年纪这么大了 还没尿过院子 混蛋玩意儿 昨天晚上摔死老娘了 鹿佳佳急忙往前走 鹿母脚上用了木板 正坐在院子里 妈 你昨天晚上摔了 还不是这两个没出息的东西 尿在院子里 晚上冻冰 老娘路过 直接摔倒了 鹿佳佳心疼坏了 回家就告诉了薛燕 你快去镇上买点猪大骨 我妈的脚崴到了 吃这个补身体 薛燕走后 鹿佳佳又开始炖鸡 忙活了三四个小时后 又小心翼翼地提着到鹿佳 我闺女孝顺幽 妈 你赶快尝一尝好不好喝 说什么傻话 你做的鸡汤能不好喝吗 老远就闻到味儿了 鹿母咽了一口汤 表情享受 自从鹿佳佳回去 鹿母又将伙食恢复到了以前 她现在也经常吃不到肉了 把这个也吃了 多吃肉对身体好 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你先吃 今天不想吃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不想吃的东西 怎么都咽不下去 那你今天想吃啥 就是今天中午的饺子 我又吃了一碗 已经吃饱了 鹿母觉得自家闺女的小日子 过得不错 满意地啃起了鸡腿 妈 今天晚上我住在这里照顾你吧 反正我在家里闲着也没事 早上也不用上工 说什么胡话吗 伺候人这脏活 别人都恨不得不沾手 你还跑上来 你这丫头傻不傻 跟了妈这么长时间 怎么什么都没学会 那我不是孝顺你吗 我不指着你孝顺 你爸还在家吗 他能伺候我 再不计 还有你三个哥哥和两个嫂子 你大嫂坐月子的时候 都是我照顾的 也没亏过她 你二嫂 我好歹养着他们二房 这么多年尽心尽力 我也不欠他们 这正是他们孝顺的时候 得了 你赶紧走吧 你现在还怀着孕 又给我送那么多好东西 再让你照顾 那我养四个儿子干什么 正是老娘支持他们的时候 陆家家也很无奈 把剩下的鸡汤鸡肉给了张淑云 大嫂 你晚上把这些东西热热 分给大家吃 张淑云看着鸡肉 热泪盈眶 小妹 你什么时候回来住 你放心 你回来大嫂什么都不让你干 你就在房里躺着就行 烧水做饭洗衣服都有大嫂 大嫂 我已经嫁出去了 嫁出去了也能住回娘家 我们又不是不让你住 住回娘家怎么了 谁敢说三到四 不行 我 我暂时回不来 张淑云实在是太热情了 陆家家拒绝得满头汗 她急急忙忙离开 到家的时候薛燕已经开始做饭 大棒骨呢 在哪 哇 薛燕 你真是太厉害了 也就你 我想要什么都能给我弄过来 我太喜欢你了 最喜欢的就是你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公 以后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 明天熬汤 我一定亲自给你做 陆家家天天给陆母熬骨头汤 一天跑两趟 喝不完的都分给孩子 以至于家里的孩子都蹲着等陆家家 连续送了半个多月 新年也紧跟着来了 陆家家这天送完大骨头汤回家 在路上碰到了罗青青 罗青青也看到了陆家家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身体不舒服 罗青青跟着凌峰回到住的地方 凌峰身头就要往罗青青怀里转 你什么意思 嫌弃我 还是恶心我 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东西 罗青青被掐的说不出来 他恐惧地看着凌峰 凌峰对他的控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甚至连他上厕所都要跟着 不允许他离开半步 两个人前些日子还扯了结婚证 罗青青痛苦地挣扎 难道他这辈子都要和凌峰这样一个男人纠缠吗 你现在是我的人了 这辈子都别想着逃 罗青青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凌峰 我的肚子好疼 你装什么装 你放心吧 我不生气了 罗青青还是捂着自己的肚子 他见罗青青额头上出了汗 忽然有些慌 青青 你怎么了 我的肚子疼 凌峰真的慌了 他背着罗青青往村镇所跑 在路上过于慌乱 甚至撞到了一个穿着后军大衣的中年妇女 对不起 我媳妇不舒服 她怀孕了 差点小产 必须好好休息 不过这个孩子你们到底要还是不要 怀孕了 怎么会怀孕 怎么可以怀上凌峰的孩子 难道这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男人吗 不 我不认命 就算有了孩子又怎么样 要 我们当然要 可以问一下 陆佳佳在哪住吗 你找路丫头干什么 我是文工团的团长刘慧 找路加佳有点事情 你是文工团的 怪不得打扮这么好看 照这条路走到十字路口 往左拐就是 谢谢了 凌峰背着罗青青往回走 他趴在凌峰的肩上 听到村民的谈话 文工团不是解散了吗 这个刘团长怎么来找路加那丫头 不会是想让他重新回去跳舞吧 说不定呢 不过路丫头现在怀孕了 一时半会儿肯定回去不了 文工团 有人在家吗 谁呀 你是 我以前是文工团的团长 就是镇里那个解散的文工团 我叫刘慧 快快 团长快进屋里坐 你不用这么客气 刘团长 你这次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文工团重开了 我是想找佳佳回去 那恐怕不行 怎么了 我这次带着很大的诚意 而且工资也会比以前上涨一些 他跟着我说不定能走得更远 不是 刘团长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是佳佳结婚了 肚子里面的孩子 马上就要两个月了 他实在是不宜做什么大动作 怀孕了 刘团长 这也是实在没办法 正巧赶上时候了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这一点 女孩子这个年龄 确实该结婚嫁人了 刘团长 真是对不住了 大老远让你跑一趟 这有什么 佳佳呢 他再没在家 我想跟他聊聊 应该在家 他才走不久 我带你过去 大姐 你脚扭伤了 就别带过去了 让你孙子或孙女带我去就行 那行 陆花 奶奶 咋了 带刘团长去你们小姑姑家 哦 好 陆花一听称呼就知道 眼前的人不一般 他细细地打量了刘慧几眼 然后乖巧地笑着 刘阿姨 我带你去找我小姑姑 好 我饿了 那我马上给你做饭 我现在胎像不稳 还流了血 医生都说让我多补补 你现在让我吃杂粮 肯定保不住孩子 凌方望了望鸡血未干的山 有心想要去山上打猎 但是罗青青怀孕了 他肯定不能带着她去 他瞅了瞅外面 又看了看罗青青 我身体本来就差 以后再想怀孕就更难了 我不想失去这个孩子 那你先随便吃点 我去山上看看有没有猎物 凌方走出门 在原地停了一会儿 然后又走了回去 他看着罗青青 你待在这里不要乱跑 在家里等我就行 我知道了 你到底有完没完 我都和你领结婚证了 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吃完饭我就睡觉 还不行吗 你最好像你说的那么做 要不然 要不然什么 凌方没说 罗青青见凌方走了 松了一口气 然后视线紧紧的 盯着远处的路口 这是出村必要的一条路 他只需要在这里 等着就行了 能进文工团最好 进不了文工团 还有凌方养着他 小姑姑 小姑姑 外面有人在叫我 好像是小花 我去看一下 陆佳佳走到了院里 他看着眼前的女人 愣在了原地 刘团长 真的是您啊 你慢点 怎么当了母亲 还这么大大咧咧 我只是太激动了 没想到还能见到团长 您这是又回来了吗 对啊 上面把我调回来 准备重建文工团 本来想让你回去 没想到你怀了孩子 重建文工团 对 没想到一转眼 你都结婚了 现在还怀了孩子 听你妈说 你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才两个月 她特别特别小 要不是检查结果 我都不敢相信我怀孕了 刘团长 赶快进屋座 今天在这里吃饭吧 我去叫我对象 出来让你看看 小丫头确实长大了 家里东西 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什么都摆放得很整齐 一点灰尘都没有 陆佳佳心虚 她能说这都是薛艳干的吗 她正在里面炸丸子 我现在去把她叫出来 你对象在做饭 我怀孕了 闻到烟味就想吐 她又不用上工 整天在家闲着 当然得由她来做饭 陆佳佳跑进厨房 我以前待到文工团 留团长来找我了 她人特别好 以前对我多照顾 你一会儿要多笑笑啊 你生了孩子以后 想回文工团吗 我不想回文工团 太累了 我喜欢想什么时候跳舞 什么时候跳舞 而不是被安排着跳舞 现在闲鱼就挺好的 嗯 不想去就不去 刘团长 这是我对象薛艳 刚才就是她在厨房做饭 你好 我是薛艳 刘慧和陆佳佳聊了聊以前的事情 薛艳掺火不进去 就回厨房继续烧火做饭 两个人聊了半个小时 文工团重建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刘慧也没那么多时间耽误在溪水村 我让薛艳骑自行车送你 这个不用 你说就在隔壁的村子找老友聊天 我正巧去找她 你也别送了 外面飘了雪 天这么冷 万一哪里积水 摔一跤就麻烦了 刘慧怎么都不让陆佳佳送 陆花见词 跟在刘慧的后面 小姑姑 我去送刘团长就行了 你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走在路上 小姑娘紧跟在刘慧身后 刘慧问了问她学习的事情 我们上学的钱 都是从小姑姑手里出的 她对我们特别好 考得好还有奖励 前些日子我用了新铅笔 其他学生都羡慕我 佳佳确实不一样 她很娇气 看着不经事 但却很疼自己在意的人 还能陪着吃苦 不离不弃 光这一点就很少有人能做到 当年 也就是大饥荒那三年 有提升和吃饱饭的机会 但是她没走 选择留下来 她怕自己一走 鞭长莫及 到时候家里会饿死人 小姑娘时常饿得脸色惨白 就那样都没走 我挺佩服她的 说实话 就连我自己也不确定 自己能留下来背负一家子 而放弃坦荡的前途和饱饭的诱惑 陆佳佳是在挨了几个月饥饿之后选择不走 要知道 刚开始挨饿的时候还能忍 做出这种决定不奇怪 但是饿了那么久 粮食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就算是她自己 也不一定能选择不走 她就是因为这样才更喜欢陆佳佳 小丫头 好好对你小姑姑 你对她好绝对不亏 因为遇到一个在绝境中不离不弃的人太难了 这些我都不知道 小姑姑从来没说过 她脑子确实不太记得是 做的好事转眼就忘了 得提醒她才能记起来 我知道了 两个人快走到村口 突然一个女人冒了出来 你 你是文工团的团长吧 接上集 陆花带着刘慧从薛家离开后 在村口就遇见了罗青青 陆花很快猜到了罗青青的来意 想到这个女人曾经欺负过她小姑姑 眼睛动了动 故意没吭声 你有什么事情 我知道您是来找佳佳的 但是您恐怕也知道了佳佳她怀孕了 一时半会回不了文工团 我想知道你能不能考虑我 我学过一阵子跳舞 身体柔韧性也还行 而且特别能吃苦 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刘团长 他骗你 他根本就不能吃苦 一到干农活就偷奸耍滑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是我的体质不太适合干农活 团长 你看看我的手都裂了 我真的没有偷懒 我把自己能干的活都干了 夏天的时候甚至干到晕过去 我是因为在下乡之前没有干过这些农活 所以才会有这些反应 刘慧有些动容 他仔细地观察了罗青青的样貌 发现他底子不错 文工团不能随随便便收人 而且我们要的人必须会无到基础 我不可能听你三言两句就答应你进团 我有舞蹈基础 我以前压过腿 那些跳舞的哭我都受过 那行 你跳给我看看 好 罗青青张开手臂 但因为冬天穿得厚 他又因为冷 僵硬地像只笨鸭子 但是刘慧还是看出了他有些底子 罗青青看刘慧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跳得更用尽了 可就在这时 他肚子上传来一阵疼痛 抑制不住地捂住自己的肚子 路花看着从后山走近的凌风冷冷道 罗知青 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我小姑姑就因为怀孕 就进不了文工团 没有 我没有怀孕 团长 我是身体不舒服 你看我有没有可能进文工团 你就是怀孕了 今天在路上 我听到你和你对象的谈话了 你现在肚子里就是怀了孩子 罗青青扫了路花一眼 恨不得把他生吞活泼了 他忍了忍 脸上依旧讨好 我喜欢跳舞 愿意为了艺术奉献我的一切 我肚子里是有孩子 但是如果能够跳舞 我恐怕只能舍弃他 刘慧仔细地看了看罗青青的神色 他确实想要一个能为跳舞奉献一切的女人 但是他总觉得不对位 我们文工团确实缺人 但想进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各方面都需要层层挑选 这是张报名表 如果你真的有意向 后天可以去镇上面试 刘团长 你这张报名表恐怕就要浪费了 这位罗知青 一开始为了不干农活 煽动其他事情闹事 又在黑市被抓 被放出来之后 又故意脱衣服 想要嫁给我四叔 进去蹲了三个月 这才刚出来 反正这个罗知青的事迹太多了 刘团长要是不信可以问问 他说他喜欢舞蹈 肯定是想得到一份好工作 为了一份好工作 甚至不要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这是他们对我有偏见 什么偏见 文工团的团长 我是这位罗知青的对象 实话告诉你 陆花说的就是真的 他做过太多的肮脏事情 数都数不过来 这都什么事 你们夫妻两个的事情自己解决 我没空理会你们 刘慧带着陆花就离开了 林峰几乎是把罗青青拖到了住的地方 他举起手就要打 罗青青双手急忙护着自己的肚子 林峰 你疯了吗 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 我 你不是不想要他吗 在这里装什么装 本来还想好好对你 罗青青 我再也不会轻而易举的放过你 林峰在房子四周看了看 将罗青青手脚全部绑了起来 我又仔细想了想 你在家里的这份工作挺好的 不去文工团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嗯 确实 我对跳舞没那么大的热爱 薛燕为了他把工作都卖了 他再跑到镇上文工团 光想想都觉得过分 薛燕再三确认过陆家家不会去文工团 没间的玉器削了 小姑姑 是小花 我出去看看 怎么了 小姑姑 刘团长离开的时候说他们那里还缺一个干杂工的 我们家可以出一个人 奶奶说刘团长是因为你才给家里这份工作 所以也让你过去商量商量到底让谁去 哦 你们自己决定就行了 奶奶说肯定要经过小姑姑的同意 因为这个工作是刘团长给你的人情 那你等等我 我换身衣服 我娘家有点事 我先回去一趟 我晚饭可能不在家吃了 你不用等我了 别忘了自己吃饭 等等 天快黑了 路上滑 我跟你一起去 三个人往陆家赶 陆家现在很紧张 家里三个儿子 哪个都不好做决定 但陆父陆母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张淑云握紧自己的手指 陆爱国是家里的老大 按道理说应该轮到他们家 可是他婆婆的心思难猜 他一时半会也不太敢确定 而郑秀莲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这个工作无论给谁他都没意见 你们都是什么想法 这个工作我就不要了 二弟孩子多 四弟聪明 在他们两个人中选吧 我也不要 我脑子不聪明 在家干农活就行 不如把这个工作给四弟吧 不行 这个工作我不要 小芬已经要了小妹的工作了 我再把这个工作要过去 太欺负大哥二哥了 反正我不要 我在家干农活就行 有一把子力气 在哪里都饿不死 张淑云心里松了一口气 现在陆家人都住在一起 钱财上交 而老二家多出了那么多彩礼 孩子也多 什么都比他们家花销大 而老四 小妹的那个老师的工作 已经给了老四的对象 他们家什么都没有 这好处总得轮着来吧 不能光他们家吃亏 陆家家进来的时候 全家正僵持 他一踏进门 全家人的目光都放在了他身上 这份工作是因为你们小妹有的 说句不好听的 也不一定非要给陆家 争来争去 好像非要在你们三个人中 选一个一样 要不是你们小妹 大房的孩子能免费读书吗 能吃那么好的东西吗 二房能那么容易结婚吗 至于四房 那个老师的工作可不容易 都是靠着你们小妹 你们以后要是不疼 你们小妹 就等着天打雷劈吧 陆母目光扫了扫现场的人 他今天让她闺女来 就是让他们明白 到底沾了家家多少光 这马上就要有孩子了 坐月子总要有人伺候 他年纪大了 肯定力不从心 该这些嫂子哥哥奉献了 张淑云有些发炯 他现在才想到这一茬 不是他们三兄弟谁去工作 而是这份工作还不算是他们家的 张淑云忽然发现陆家 真的太沾陆家家的光了 你没来 妈也不想擅自做主 还是想先问问你这个工作 你想给陆家吗 但是你要想明白 陆家的人要是去了 那就是得了刘团长一个人情 我知道 既然刘团长说 那家里选一个人去就行 但是先说好 去了之后必须认真干活 不准偷奸耍华 听到没有 也就因为你们小妹 你们才有这种机会 一群没用的东西 什么都靠妹子 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去了 都必须好好干活 谁敢偷奸耍华 我非抽她个三天三夜 这我们都知道 你放心吧小妹 一定不会给你丢人 这让谁去是个问题 今天晚上 我们老两口想想 明天再说 她必须让他们煎熬煎熬 要不然都以为 这工作是好拿的 陆家家和薛艳 掺和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晚上 张淑云翻来覆去睡不着 你说娘会不会 把这个工作给你 想她干啥 都是家里的兄弟 给谁都一样 能一样吗 平时我也不求什么 但总要公平吧 你看当初二弟 给了田津花 那么多彩礼 还欠了家里的钱 当时我也没说什么 这有结婚 我忙来忙去 也没说什么 还有四弟 他马上就要 和李知青结婚了 李知青也是儿媳妇 他有了教书的工作 轻松又能拿钱 还不用下地干活 我也没有抱怨过吧 也没让娘给大房 什么补偿 这个工作 怎么也该轮到我们了 要不然我难受 都是儿媳妇 这也太区别对待了 二弟的事情 你说说还行 但是李知青 有什么可说的 你要是高中毕业 不就让你去了 肯定给不了李知青 哪有这么算账的 你说那个工作钥匙 卖了是不是大家的 你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 我是说我们家 三个儿媳妇 就我最憋屈 我觉得不公平 我觉得难受 我也想大方 但是我难受啊 那我总不能跟娘说 硬要这个工作吧 到时候家里搞得一团糟 你就开心了 你个混蛋玩意儿 你根本就不懂我的意思 我宁愿没有这个工作 但既然有了这个工作 确实该轮到我们家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你觉得我算计来算计去 可是哪一点 是给我自己算计的 都是为了你和孩子 别想这么多了 你说我们现在过得 不是挺好的 你给老娘滚原点 我看见你就烦 第二天 陆佳佳和薛燕刚吃完早饭 小花就叫他们去陆家 陆母看这些人 被晾得差不多了 叹了一口气 我们家里虽然多了这份工作 但是你们有三个兄弟 所以这个工作给谁 也是在为难我们 当父母的 都盼望着儿子成才 但你们都长大了 我还是希望 你们自己有担当 能够承担起责任 而不是靠着家里 想着父母妹妹的那点东西 娘 你别说了 这个工作我不要 在家里干农活也挺好的 我是老大 待在家还能照顾娘 在弟弟里面选一个就行了 这个工作我也不要 我给家里添了那么多麻烦 我觉得现在过得挺好的 那我就更不能要了 我对象已经要了家里的工作了 我再要太不成体统了 你们都不用考虑我 反正就算说给我 我也不去 混蛋玩意儿 就你这脑子 老娘能让你去 我和你爹昨天商量了一晚上 讨论来讨论去 就决定了人选 说给谁就给谁 不用谦让来谦让去 老大 明天你去 娘 老娘一个唾沫一个钉 该谁就是谁 老大家的 这段日子确实委屈你了 主要是你们家争气 没惹出什么事情 张淑云脸红了 她嘴唇抖了抖 觉得前些日子钻进了牛角尖 婆婆除了偏心小姑子 对儿子基本上一视同源 我和你爹也商量了 老二 全家为你操了不少心 爹娘实在不好在偏心你们 至于老四 教师的工作已经给你对象了 自然把你排除在外 只有老大家 一直平平稳稳 没比其他房多汤过什么东西 这份工作就给她了 张淑云眼睛略带酸色 她以为婆婆看不到 没想到婆婆都看在眼里 她对不起婆婆 是她太小肚鸡肠 她亏心啊 还有 老大 这份工作是你小妹给你的 你以后可别做让人寒心的事情 那咋可能 要是爱国敢欺负小妹 我投一个把她生吞活泼了 那就行 对了 再过几个月 你们小妹就要生了 她没什么经验 你们多照顾点 娘 你放心吧 就算是没这个工作 我也会照顾小妹坐月子 我一定把小妹照顾得妥妥贴贴的 我跟大嫂一样 娘 家里的没还稍找 我先带家家回去了 走吧 对了 明天就要过小年了 早点起来贴对脸 我知道 薛燕拉着陆佳佳的手走了 陆母对着傻呵呵的三兄弟道 糟心玩意儿 平时能不能聪明一点 做什么事情先想想 脑子一热就干 尤其是老四 说话之前能不能先过过脑子 再让我知道你不长脑子 我非得好好揍你一顿 第二天一早 薛燕和陆佳佳就贴上了对联 今天是小年 不用走亲戚 大部分都在家里打扫卫生 他们家房子是新盖的 也不用怎么打扫 两个人就待在房间学习 中午薛燕蒸了好几碗肉丸 在陆母的教导下 还做了几大碗红烧肉 香的陆母都咽口水 吃饱喝足后 端着一碗回了陆佳 小年佳佳户户都做了肉 唯独陆草和周文青 只能喝稀的能见到碗底的杂粮 他们的煤和肉 早就换成了粮食 周文青原先的那些好衣服 也都换了出去 昨天晚上又下了一阵大雪 现在冻在床上瑟瑟发抖 下雪又下雪 天天下雪 该死的老天爷 文青 我饿了 我们吃顿饭吧 我太饿了 就剩那点粮食了 都吃了以后吃什么 忍忍吧 我也是在忍 睡过去就好了 你赶快睡觉 不行了 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我要吃饭 周文青 我真是瞎了才会嫁给你 我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你 你有什么好的 不就是会念两首诗吗 我为什么就因为你会念诗就嫁给你 就算我不能嫁给张磊 但我是福瓦 好多淹石的人家想要娶我 怎么也不会过年还挨饿 你还有脸说 难道不是你非脱衣服嫁祸我 让我不得不娶你 我要是不娶你能过成这个样子吗 陆草别了别嘴 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哭了一会儿 他实在受不了了 周文青 你也快起来 我们一起做饭 吃了一顿是一顿 吃吃吃 瞬间燃起了希望 对啊 他可以去找他的爹娘 虽然他们说不要他了 但是总不能看着他饿死吧 我要回家 我要去找我娘 陆草从床上爬起来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他想吃饭 周文青没跟着去 只要陆草能住回去 他自然也能住回去 如果陆家不让他住回去 他正好可以和陆草解除关系住回之亲所 娘 娘 嗯 什么都别管 吃饭 陆草喊了一会儿也没人出来 他没往里面硬闯 准备打感情牌 他坐在地上 陆草饿了很久了 穿得又薄 地上又冷 不一会儿就冻得脑子发昏 拎了过去 外面的声音逐渐消失了 大家都以为陆草走了 大唐嫂走出门外喂孩子 看到陆草在门外躺着 吓了一跳 他定了定神 以为陆草是装的 走向前看了看 别装了 有什么可装的 嗯 陆草 小姑子 娘 不好了 小姑子昏死在地上了 草 小草 爹 这可怎么办 这该怎么办呢 快抬屋里去 大唐嫂看着躺在床上的陆草一言又止 但是被大唐哥拉住了 小姑子要是个好的 接计接计也是没什么 但天天这是个脚夹精 现在把人接过来了 以后这个家就别想安生了 大唐嫂甩开大唐哥的手走出门 进了自己的屋子 既然婆婆公公把小姑子接了过来 那他们照顾 他可不照顾 二唐嫂也急急忙忙进了自家的屋子 准备什么都不管 老大家的 快去端一碗热汤 我去 娘只有这些了 我先为她点热水 你去找我们村里的医生过来 看看她情况怎么样 二唐哥刚走不久 陆草就恍恍惚惚地睁开眼 她在四周扫了扫 眼尖地盯上了旁边的饼子 抓起来就啃 没嚼就往下咽 憋得脸色发青 陆大娘迅速给她递过去一碗水 慢点吃 娘 我知道错了 早知道我就不嫁给周文青了 先吃饭 晚上 薛燕热好饭菜 带着陆佳佳去薛家吃晚饭 陆佳佳再三欲言又止 最后咬了咬牙 一股脑说出来 薛燕 我先跟你说好 我不想吃爹做的饭 我今天把做好的饭带过去 就是这个意思 爹做的饭确实不好吃 你只需要吃我们 带过去的饭菜就行了 真的 要是爹帮我加菜的话 你帮我挡挡 要不然他真的会吐的 他吃饭很少能吐出来 上次只咬了一口青菜 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生理反应 放心 不会让你吃 爹不会生气吧 不会 嘿嘿嘿 爹做的饭真的好难吃 上次的青菜加了好多盐 还有一股胡味 反正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真的特别恐怖 你吃过爹做的饭了 嗯 吃过一次 我被吓跑了 以后不许再吃了 我也觉得他做的特别难吃 陆佳佳一到薛家 薛阳就跑了出来 爹说大哥嫂子 今天晚上来吃饭 我都等了好久了 薛阳还是那副爱吃的性子 看着薛燕带过来的肉 口水都流了出来 都别急都别急 我今天给你们做了红烧肉 特意认真做的 比上次做的好太多了 陆佳佳看着端上来的一盘肉块 确实没有上一次的黑 似乎并不是很让人有胃口 薛阳看着薛燕带过来的肉 又看了看自己盘里的肉 不好意思让陆佳加长 索性拍了一下薛阳的后脑勺 你先吃 尝尝味道怎么样 哪里不好跟我说一声 下一次我再改进 你怎么不给二哥吃 你二哥没你好吃 先让你吃你还不满意 薛燕带过来的肉和汤 全部都被吃完了 而薛阳的红烧肉始终没人动 吃完饭天色也要黑了 薛燕带着陆佳加回家 薛夫等人走远了才太有口气 爹 大哥离我们很近 你想见随时都能见 不用这么赶伤 不是说这个 我发现了 我做饭是不怎么好吃 但其实啊 不是我技术的问题 是我年纪大了 不得不承认我老了 两个人走到半路 陆佳佳神秘的从口袋里拿出手帕 薛燕 我缝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砸到手指了 血都让我弄到手帕上 现在天黑了 我们弄点也未回家吧 而且过年了 爹和爸妈都送一些 让他们过个好年 你是故意砸破的吧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正好快要过年了 这不是碰巧了吗 是吗 不是最怕疼了吗 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 你怎么不相信我 先回家 等凌晨再过来 都听你的 陆草虚弱的在陆家睡了一个早上 可能是挨饿的滋味太难受 她学会了低眉顺眼 早上一起来就干活 帮着大嫂拿柴火烧锅 又给陆大娘端洗点水 柴火又烧光了 陆草勤快地走出门继续拿柴 现在天色还早 又是大年 家家户户都是刚刚起床在家里做饭 周文青就是在这个时候赶来的 陆草昨天晚上没回来 她就知道这女人成功地赶在了娘家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要来了 你一个人在娘家好吃好喝 丢下我在家里挨饿受冻 你良心过得去吗 你还有脸说 周文青 我怀着你的孩子 跟着你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 你娘家不是有吗 今天是大年 你们家总不能把女婿往外面赶吧 你 两个人正吵着 薛燕从远处走到了陆家 来送些东西 这是家家给你们的 她这次很沉默 显然不想说太多话 怎么了 是不是家家出了什么事情 没有 等我们吃过早饭再过来拜年 她现在还在睡觉 那就好 娘 我看薛燕好像不太开心 据我观察 她除了小妹也不太关心其他事情 小妹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呀 你说的对 以后别就知道吃 吃吃吃 糟心 大过年的陆母忍住没骂 她知道陆家家流血 才能得到这些野味 一脚将野鸡踢出老远 陆草和周文青正好看到 一只野鸡朝他们的方向踢过来 停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薛燕竟然送了那么多肉 陆草有些恍惚 想当初薛燕也救了她 要是她当初不嫌弃她 薛燕是不是也会像 对陆家家那样对她好 大队长家竟然有这么多好东西 你别忘了今天是大年 按道理来说我们也应该去拜年 只要够讨好 总能蹭到饭 两人对视 陆草又咽了咽口水 薛燕把剩下的野鸡也押给了薛父 让她给两个弟弟好好坐着吃 实在不行 薛父就别下厨了 让薛千薛阳做饭 薛父并不是简单的做饭难吃 而是前些年被人弄坏的味觉 他做饭的时候喜欢加盐 越加越多 而且他自己尝不出来 这种心理上的疾病将会持续伴随他一生 三兄弟从来不会说闲 只会偶尔嫌弃他手艺不好 天天薛父也很自信 放心吧 不用他们做饭 我昨天晚上好好想了一遍做肉的步骤 这次绝对不难吃 还是算了 我做好给你们送过来吧 对 大哥现在做饭越来越好吃了 别让爹做了 都浪费了 浪费可耻 你个臭小子 我天天给你做饭 没听到你一句感激 还天天嫌弃我做饭难吃 对 卖相是难看了点 但是做饭好看有什么用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吃过早饭再过来拜年 对对 家家还怀着孕 你别留他一个人在家 周文青揣着手进了陆大娘家 他闻着饭香味 咽了咽口水 再也端不住文人做派 装面子哪有吃饭重要 周文青只想自己现在能不饿 爹 娘 今天大年 我和陆草来看看你们 娘 我们夫妻给你们两老拜年了 爹娘 女儿女婿给你们拜年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过年了 给您拜年 女婿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周文青到底读过书 咬字清晰 感情充沛 其他人不吭声 陆草和周文青一直在地上跪着 陆大伯皱了皱眉 都起来吧 饭桌上 陆草手指颤颤巍巍伸像一个饼子 陆大娘咳嗽一声 陆草立刻低着头缩了回去 全家人都觉得糟心 但大过年 也不想做得太难看 陆大伯冷着声音 吃饭 大唐嫂看着撇了撇嘴 但想想 陆草嫁了这样一个男人 下半辈子怎么过 他真是想想都窒息 不对 陆草不会年年都带着周文青过来打秋风吧 薛燕准备带着陆佳嫁到丈母娘家里拜年 陆佳嫁摸了摸兜里的零钱 一个人五分钱 加上薛千和薛阳 一共十个孩子 压岁钱需要给出去五毛 不对 还有大唐嫂和二唐嫂家的孩子 下来应该一块钱左右 嗯 等下一年就能捞回一点成本了 对啊 不过他年纪太小了 还不会花钱 到时候我帮他拿着 到了陆家 孩子们一看到陆佳嫁一窝蜂跑出来 陆佳嫁拿出早就包好的红纸 一人发了一个 这群皮猴子就知道吵着要压岁钱 很正常啊 我小时候也吵着要压岁钱 哪个小孩子不喜欢要压岁钱 包了 给你包了 都是你的 谢谢妈 怎么两个 你一个 肚子里的孩子一个 这不是两个吗 他也有 陆佳嫁眼睛亮了亮 但他岂不是要从今年开始就能跟陆母要双份红包了 小妹 这是给我外甥或者是外甥女的 小妹 这个是我的 陆佳嫁一下子收了四个红包 他本来是过来发红包的 没想到收到那么多红包 他突然发现生孩子还挺好的 薛燕见陆佳嫁在娘家玩得很开心 和陆佳兄弟去山上打猎 溪水村在山脚下 祖上基本上都是猎户 大年初一经常结伴上山打猎 寓意来年峰一足十 我们要是能在这个日子里抓到猎物 那一年都能打到猎物 就能多吃肉 不许胡说八道 小心别人告你封建迷信 这也能告 能告 四个人上山不久就碰到了林峰 他和罗青青的事情村里人都传遍了 尤其是最近都没让罗青青出过门 有村民看见罗青青脚腕上绑绳子 就跑去告诉了陆佛 陆佛身为大队长也不能不管 带着几个村民去了两个人住的地方 现在天冷又下雪了 青青现在怀孕了 我怕他乱跑受冻 再说我万一找不到他 他吃不上饭怎么办 林志青说的是实话吗 林峰话说的好听 但句句都是威胁 罗青青只能奄奄道 他说的都是真的 陆佛点了点头 直接带着人走了 这么多人都听见了 是罗青青心甘情愿 那就不关他的事了 没想到这个林峰还挺有本事 竟然能拿捏住罗青青 我怎么觉得他有点怕薛艳 大哥 你有必要这么违心吗 肯定是害怕我 我从小打架 哪个不害怕 冬天动物更不好捉 大多都藏了起来 四个人在山上晃了一上午 什么也没抓到 灰溜溜的回来了 陆家大房还在做饭 大堂嫂疑惑的看了看四周 并没有看到陆草和周文青 那俩现在就是饿死鬼 你觉得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们会不回来吗 真是糟心 过年也过不好 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摊上这样的小骨子 门外的陆大娘默默走开了 她也知道儿媳妇不满 但是昨天陆草都快死了 她再狠也做不到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闺女 死在自己面前 现在只能装笼子瞎子 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陆大娘想了想 决定过两天再把陆草赶走 陆母这边做了很多好吃的 还蒸了红烧肉 蒸了丸子 又炖了一只鸡 红烧了一只兔子 别说孩子们了 就连大人都馋得流口水 主要是陆母做饭有一手 麻辣鲜香 特别够味 今天过大年也不分饭了 想吃什么吃什么 就正常吃 但是谁要是给我抢 站 弄的桌子上都是饭 浪费粮食 就算今天过年 我也非得抽她一顿 知道了 奶要是我爹娘呢 要是你爹娘 直接在外面跪一宿 吃吧 陆佳佳看上了面前的蒸丸子 闻着就香 她刚准备加一块 余光里突然多了两个人 二叔 二婶 我和文青给你们拜年了 陆草口水大量分泌 她知道二婶家吃得好 但是没想到吃得这么好 隔老远她就闻到了香味 而且满桌子都是肉 她甚至看到了红烧肉 陆草为了让陆家人 不好意思拒绝她 按着周文青的头 又磕了两个 整整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满怀期待的 希望陆父叫他们起来 都吃饭 看什么看 不吃饭 就跟他一起跪着 陆草和周文青 被晾在了那里 根本就没人搭理他们 二婶 唐嫂 她叫了一圈 没一个人搭理她 就像是没有这两个人的存在 周文青脸色更加难看了 她和陆草对视了一眼 陆草索性直接坐了过去 她现在怀孕了 还是大年初一 陆母总不能把她赶出去吧 先吃了再说 周文青见陆草过去 她也紧跟着上去 你还不敢快跑 奶奶要打人了 老大老二 把她给我丢出去 是 二婶 你这是干什么 我是来给你拜年的 滚 陆母鸡毛胆子 猛然打在陆草的腿上 不往她肚子上打 陆草被打得跳脚 她对陆草一点顾忌都没有 大年初一打陆草 那就一年都打陆草 大唐嫂出门拿柴火 正好看到他们被丢出来的场景 脸色瞬间难看 你去沈子家干什么 我 我去拜年啊 大嫂 二婶一点情面都不留 直接把我打了出来 今天大年 你们吃完饭赶紧回家吧 明天家里还要来客人 也不能总招待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 是要赖在家里了 我绝不会同意 在回家的路上 陆家家问薛艳 我们有几家要走的亲戚 明天去爹家 后天去陆大娘家 其他的应该没了 你们家没有其他亲戚了吗 关系全都断了 现在也挺好的 我妈也和他娘家断了 说起来我们过年可以闲在家里了 到了大年初三 去陆大娘家走亲戚 在路上碰见一个中年妇女 带着一个姑娘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 这是我小姨 我妈妈同府一母的妹妹 我妈娘家的事情很复杂 但你要知道我这个小姨最不要脸 说起来也不是小姨 我娘早就不认他们家了 连带着我外公也不认 就他们 因为我妈嫁给了我爸 我爸是大队长 偏偏要死巴着我妈不放 尤其是栽荒年 过一段时间就来打秋风 被我妈打了好几次就是不死心 今年又来死皮赖脸拜年了 这是家家吧 我听说你嫁人了 不记得我了 我是你小姨 也不知道大姐怎么教你的 一点规矩都不懂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你不是叫小鸭吗 你怎么跟我囊说话呢 你这个死丫头 连你表妹也欺负 你看看你长得这副样子 我可是你小姨 跟你娘同一个爹 嫁人了就该基伏 不孝顺更是大罪 死了要下地狱的 我妈不认你 那你就不是我小姨 还有 你竟然公然搞迷信 说什么地狱 有爱社会发展 你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 我看得好好整治整治 你是北水村的 我们现在就去举报你 你个死丫头 我可是你小姨 你非要说是我小姨 那正好 我的证词更有效 这是大义灭亲 表姐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连资家人也举报 你叫寿妹吧 你是想跟她一起被举报 陆佳佳 你别白费力气了 我不承认 你凭什么说 我说过 你这丫头倒横太浅 还是跟你娘多学学吧 我有人证 王大娘 你刚才都听到了吧 确实听到了一点 那我今天就大义灭亲了 国家就需要我这样的人才 佳佳 我可是你小姨 无论我和你娘关系怎么样 我们到底有血脉关系 打着骨头连着筋呢 谁跟你打断骨头连着筋 我娘早就不认你们了 对对 是我的错 是我说话不好听 那就滚 不许再进溪水村一步 更不许过年去找我吧 好 不去就不去 你们快松开我 就这么走了 那你想怎么样 还真想你娘 我被举报 没想到那死丫头 专挑错的地方找事 还真是小瞧她了 陆佳佳和薛燕继续往前 去了陆大娘家 陆大娘急急忙忙出来 离得那么近 忘了跟你们说 不要来了 太麻烦 怎么能不来 你们可是我的亲大娘 亲大伯 快进屋 快进屋 到了屋里 陆佳佳给孩子们 一人发了一个红包 小妹 不用给他们压碎钱 压碎钱极力 对孩子好 糖嫂们笑成了一朵花 又是拿瓜子又是端水 陆草死死地握着扫帚 这些人 竟然对陆佳佳那么亲热 手早就冻出了口子 一使劲就崩开流血 余光偷偷地扫了眼房里 她脑海里又回忆起 陆佳佳还喜欢她的时候 要是她当初同意了 现在坐在里面的就是她 对了 薛燕不是就关陆草吗 说不定在这里 匹柴的会是薛燕 陆草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她走到房间 糖姐 你看看我爹娘对你多好 还有我嫂子哥哥 对你比对我还好呢 她开玩笑的语气 让现场慢慢安静了下来 陆佳大房的对她热情 不过是招待客人的礼节 而他们对陆草 可真的是算得上宠了 陆草毁了家里的名声 穿多哥哥嫂嫂离婚 还诅咒过陆大娘 可在陆草困难的时候 还愿意出手帮一把 虽然说让陆草和周文青干活 但这是让他们留下来的油桶 嫂你的弟 一会儿把鸡喂了 佳佳 你别在意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佳佳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 先回房了 有什么事情叫我一声 大唐嫂能干的绝不推辞 大唐嫂走出门 随机扭头走进自己房间 陆大娘尴尬地坐在园壁 她知道现在家庭不和 真是让外人看了笑话 陆家家又和陆大娘聊了几句就走了 晚上 大唐嫂眼看着陆草喝了两碗粥 现在粮食紧张 就连孩子都不能多喝 蹭饭的倒是能吃能喝 吃饭呢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受不了了 小姑子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你不会是想赖在这里吧 大年初一你空着手来也就算了 现在都在这里住了三天了 你不会是想让我们一直养着你吧 不 也不是光养着你 还得养着你对象 我们全家人养你们 当初是你败坏了家里的名声 是你哭着吵着非要嫁给周文青 我们怎么拦都拦不住 你说你这辈子都不后悔 现在倒是嫁出去了 你跑回娘家住着算怎么回事 陆草依旧不说话 其他人也不吭声 他就像都无人理睬的小丑 陆家的这些人摆明了维护陆草 我真是过不下去了 一家人到现在也不出个解决方案 我要是再狠狠心 大年初一就把他们赶出去 现在可好了 住进来了就不走了 每天就扫点地 捡点柴火 你们是不是还想让我伺候他做月子 我是你们家老妈子 专管这种恶心的事 就是 该怎么解决早就该说出来了 家里的名声都乱成什么样了 都快成西水村的笑柄了 小姑子若是非要住 爹娘要是想养 我们也拦不住 但是必须分家 胡说什么 爹娘在我们怎么能分家 那你说怎么办 养陆草和周文青一辈子 你还不如搬去陆草家 帮他们赚粮食 养活他们 至少不拉上妻子儿女 等陆草生了 娘也可以过去 照顾他坐月子 但先说好 我是绝对不可能照顾他坐月子的 够了 陆草 你明天和周文青回你们家 我们该帮的都帮了 再帮下去这个家就散了 明天赶紧滚 娘 家里没吃的 我还怀着孕 我会死在那里的 那为什么不努力干公分 你们两个人还养活不了自己吗 还不是因为了 你们但凡有一个每天干六公分 也不至于过不下去 好歹能混个半饱 真不知道你到底涂他神吗 爹 娘 叫什么都没用 明天早上你们就走 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攻击你们 第二天 陆草和周文青被赶出去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村 陆家大房到底没有做绝 给了陆草五斤粮食 让他们省着吃 等过段时间能上工再说 陆草现在肯定后悔了 他以前信誓旦旦非要嫁给周文青 现在过了日子 才知道找你这种男人好 中午想吃什么 我还想吃蒸肉丸子 嗯 过一会儿去给你张 年很快就过去了 陆家家窝在家里不是睡觉就是学习 日子过得特别舒心 薛燕倒也不闲着 过年生意好 他经常跑到镇上倒满 前面的路不平 他下车推着走 刚走几步 陆草迎面而来 喂 我想问你一件事 嗯 薛燕 村里人都说你救了陆家家 你们是天定的缘分 可你当初也救了我 那时候陆家家也没有答应嫁给你 如果我当初选择嫁给你 我们是不是也能过得像现在那么好 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天定的缘分 不会 你怎么知道不会 我早就喜欢家家了 就算他不嫁给我 我也不会娶别人 至于你 过去十几年 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你最好别在我媳妇面前 说这些没用的事情 要不然我会毫不犹豫地弄死你 等薛燕走了 他蹲在地上哭出声 为了嫁给周文青 他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周文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后悔了 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陆家家在家里待着手指数了数日子 到现在他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 孩子虽然小 但肯定已经有人形了 我四哥的房子快盖好了 再过几天就要给李志清过彩礼 一个月之后 他们应该就要结婚了 四哥结婚 我是不是也要随李 我应该随多少 不知道 放心吧 妈会给你说的 也对 李芬是知青 在这里没亲人 陆母专门请了王婆子当媒婆 两边传话 如果事事都找李芬商量 难免会让其他人觉得女孩子倒贴 在村里的名声不好 这儿子一个个都是来讨债的 没一个好东西 等日子好了 赶紧分家 都给我滚出门 我都快烦死了 妈 其实也有好的地方 四嫂进门了 又多一个人孝顺你 这是给你和爸的 一人一个大鸡腿 薛燕昨天给我烤的 加了蜂蜜 特别香 我闺女孝顺哟 妈 这是我专门给你的 你别省给家里 给她吗 我又不是傻子 闺女孝顺我的 我凭什么给她们 都是糟心玩意儿 没一个让我心情舒畅的 大姐 嗯 你待在屋里别动 大姐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两个人可是亲姐妹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老娘早就说过了 从我嫁出去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和你们冯家 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来找我一次 我打一次 大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 嗯 那就我来说 当初你爹已经把你大姐卖给我了 我娶了她 从今以后她就只是我陆家的人 和冯家没有任何关系 少在这里攀亲戴骨 我不认 还不敢尽管 姐夫说没关系 那就没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有关系啊 你们家老四不是快到结婚的年龄了吗 我们家寿妹也到了 今天来啊 就是让这两个孩子见见 说不定他们两个人就看对眼了 放你娘的狗屁 老娘今天打死你 你今天既然敢叫我大姐 长姐如母 老娘就算今天打死你 也没人敢说什么 大姐 我承认是我当年说错话了 但你有必要恨那么多年吗 小时候你那么疼我 就因为我的一两句话 恨了我那么多年 何必呢 我们是亲姐妹 有什么砍过不去 陆家家听得恼火 这些王八蛋 当初那么欺负他妈妈 现在还年年舔上来想要占便宜 他拿起旁边的柳条就冲了上去 你凭什么打我娘 他欺负我妈 打他怎么了 谁像你这么不要脸 竟然想嫁给我四哥 你是不是疯了 你 你松开我 你再不松开 我就喊你非礼了 你别瞎动了 站在旁边就行了 我没法活了 大队长的媳妇带头打人了 还不如让我去死 那你去死吧 有本事一头撞死在这 你要是死在这 我还高看你一眼 我也不害怕其他人笑话 有这样一个硬攀亲戚的遭老婆子 我也嫌丢人 这也就算了 今天竟然撮合老四和寿妹 这是思想道德败坏 我们家要跟他划清界限 信息量还真大 冯小鸭背对得哑口无言 但是不说话 他又觉得没面子 我们没那么深的关系 你说的对 我们确实没关系 就算有我也不承认 那我就明说了 老娘看不上白 送上门来的姑娘 你们家姑娘我不稀罕 还不赶快滚 我娘只是带我过来看看 并没有其他意思 其实我也没看上陆叶果 哦 你上门过来看看 不找媒婆先说好 也没通知过我们家 你娘直接就带着你上门了 我们两家的关系 你不知道吗 我看你们全家都思想有问题 你诬陷我 太过分了 明明知道我怀孕了 还往我身上撞 你这是谋杀 小小年纪就心思狠毒 你个 我闺女你也敢撞 吃了雄心豹子打了 别打了 大不了我们以后再也不来了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交出来的闺女跟你一样恶毒 你以为你缠着老娘不放 老娘就能可怜你 我告诉你 你就算缠着我一辈子 我也不害怕 你这辈子也别想在老娘身上 占一点便宜 我倒要看看你 还有什么手段 冯卡压 你话别说的太绝对了 老头子还活着呢 他这两年身体不好 大虎二虎又不孝顺 他以后肯定指着你 你说断关系就断关系 我告诉你 这天底下最难断的就是血缘关系 尤其是自己的父母 你就等着他来找你吧 妈 你别在意 他就是胡说八道 要是到了绝路 那老货还真敢这么干 陆母八岁的时候 亲娘才去世 她娘明明长得跟画上的人一样 却偏偏嫁给了一个 又懒又爱喝酒的痞子 外人都说她娘逃难过来的 被这个痞子占了便宜 才用三块馒头娶了她 自从嫁给了痞子爹 她不仅挨打 每天还干重活养她 以至于她娘早早地就预结于兴趣了 可是她呢 却继承了那个痞子的基因 浑身上下没一处长得像她娘 陆母不知道自己那个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只知道没日没夜的干活 还得照顾比自己小的弟妹 八岁之前一直是她娘养她 八岁之后是她养的全家 生育之恩她欠的也是她娘 什么都不欠这个男人 陆母心绪显然不平稳 陆父走向前把陆母扶进了屋里 陆佳佳陪了陆母一天 陆母也就消极了那一会儿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到了下午 吵着让陆佳佳回去好好休息 陆佳佳无奈 跟着薛燕往回走 谁知刚走到半路 她被吓了一跳 田金花像个人形排骨一样向她走过来 她看着陆佳佳 直到现在也不明白陆佳佳一个丫头骗子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宠她 薛燕警告地看了一眼田金花 拉着陆佳佳走了 她现在很不正常 我说的不是精神 是身体 这种身体亏损很难补回来 她过不了几年就为得重病 寿命不长 我记得前两天去镇上 医生说你的胎很稳 医生说她长得可好了 特别乖 很少有我这种都不吐的 田金花回到家一个人做饭 做完饭窝在角落里吃 大山比她过得好一点 田家只要敢对大山不好 陆港国就会偷偷跑到田家奏田光宗一顿 到了晚上 大山走进杂物房 看着缩成一团的田金花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杂菜团子 娘 你后悔吗 嗯 你要是安安愤愤不闹的 现在能吃得好穿得好 我们兄妹四个都能在你的身边 爹也不会娶其他人 呸 狗屁 都是那个死老太婆搞的鬼 她早就看不上我想把我踢出去了 还有你爹 她要是心里面有我还能娶其他人 对了 别人说声闺女是赔钱货 果然都是真的 你看看路好路远这两个丫头骗子 我让他们偷拿点东西 都哭哭啼啼不愿意 还咬我 就他们这样的嫁了人 肯定被婆嫁打死 小贱人 赔钱命 大山全摸低头 她终于知道 为什么姐姐妹妹都不亲近娘了 我说家里怎么总少东西 原来是你们两个狗东西偷吃了 没有脸的东西 谁给你们的脸偷吃我们家的东西 娘 我就是有点吃不饱 吃不饱不好干活 你就是偷懒 以前就能干活 现在就不能干活了 田金花捂着脸哭出声 大山问她后悔吗 她想她是后悔的 但她更多的是恨 为什么陆母就不能帮帮她 不能给她在田家撑腰 非要让陆港国跟她离婚 要是陆家人帮她 她就能在田家风风光光 过了冬天 村民就要下地上奋 薛燕白天上完工 陆家家都不让她靠近 她只要离得近一点陆家家就土 一来二去过了三个周 陆家家怀孕四个多月了 正在看书 她感觉肚子动了一下 这是有胎动了吗 等薛燕下宫回来 陆家家兴奋地跑过去 但闻到她身上的味道 陆家家捂着鼻子就跑了 你别过来 怎么了 小崽子动了 她刚才在我肚子里面动了 嗯 她怎么动的 我也不知道 呃 可能是翻了个身吧 你疼不疼 不疼 她就动了一点点 我怎么会疼呢 你别那么凶 要不然她生下来肯定害怕你 地里的活差不多也干完了 你四个快要结婚了 明天我过去帮忙帮他们打家具 那你不用交奋了 那就好 这都是我给你找的小孩子的衣服尺寸 还有小鞋子 我都跟你二嫂商量好了 让她教你做 这么小 就是这么小 你多做两双袜子 孩子出生的时候是八九月份 那时候天还热 应该用不着穿鞋 做两双厚袜子就行了 那是不是还要做尿布 这都是家里孩子用过的尿布 用开水煮过之后 放在了我这里 又软又舒服 先备用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唉 等你四哥结了婚 这家里就剩你三哥了 他和薛燕差不多年纪 薛燕都快要有孩子了 你三哥还是光棍 三哥不是来信快回来了吗 前天又来信 说又得往后再延迟半个月 好像又出事了 他赶不回来 你说怎么世事都轮到他吗 连回来一趟都不成 唉 不说他了 不能回来就不回来 回来也是鸡飞狗跳 你看看 你四哥整天打这个打那个 都是你三哥出的鬼主意 结果你四哥成了村里的暴脾气 你三哥屁事没有 别人还说他聪明有本事 臭小子满肚子黑水 三哥才没你说的那么坏 那是四哥太笨了 好在四嫂聪明 能拿捏拿捏他 你还偏心 我哪偏心了 三哥不是常年在外吗 很久都见不了一面 但是四哥在家 远相近臭 我当然嫌弃他了 陆叶国刚好经过窗前 突然被连续暴击 惊动的捂住自己的胸口 你在干什么 怎么越来越娘们唧唧了 谁踏马的娘们唧唧了 薛燕 你是不是想打一架 你个糟心玩意儿 马上就要结婚了 还打打打 脸上不落几块伤 就难受是吧 妈 你别打四哥了 他本来就傻 万一把脑子打坏了就更傻了 连续两天 陆家家经常能感觉到胎动 薛燕察觉到了异常 带着他去了村里的诊所 最近是不是能感觉到 小幅度的胎动 不明显 手放上去 只能感觉滑了一下 没什么大事 好好休息 平日里多走动走动 这样更好生产 我就说没什么事情吧 到了家 陆家家困了 薛燕让他躺床上好好睡觉 等陆家家睡着 他起身去了村诊所 他到底怎么样 有些期待绕井 不过才四个多月 胎儿小 养水多 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大多数孕妇都有 但他的胎动有些频繁 还是要多注意 每隔半个月 带他来这里一次 尤其注意 不要经常用手摸肚子 这样期待绕井的几率会增加 还有 他吃的好像有点多 胎儿也比现在的一般的孕妇发育的好 你带着他多走路 要不然难胜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尤其不要告诉家家 放心吧 陆家家下午醒过来 发现薛燕躺在他旁边 他兴奋地拉着薛燕的手 你摸摸 他会动 虽然幅度特别特别小 只是感觉有什么东西滑了一下 但是他真的会动 以后不许乱碰肚子 没什么重要的事 我们两个都不许碰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没有 早先我就问过医生 不能频繁摸肚子 要不然容易导致胎胃不正 那我碰过很多次了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我也是才想起来 以后别乱碰了 我知道了 吃了晚饭 天还没黑 薛燕就要拉着陆家家去散步 不想走了 困了 不是才刚醒吗 薛燕老公 你最好了 明天我们再去散步 我保证 一定好好锻炼身体 别默认 这是让你以后好生产 医生说了经常散步 到时候孩子一生就生出来了 明天给你做烤鸭 蒸丸子 那好吧 陆草打着周文青挑水时 预发唇红齿白 蓬松的双尾便垂在两边 饱满白皙的额头 沾染着几分娇媚 他吃不饱穿不暖 已经没有精力 去嫉妒陆家家了 还不敢快颠水 要不然晚上吃什么 快点 陆草 你别太过分了 我不跟你打架 是看你怀着孩子 你要是非逼我 到时候孩子掉了 可别怪我 周文青 你是不是男人 我真是眼瞎了 才会看上你 陆草 你是女人吗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设计陷害我 我过得肯定比现在滋润 快点挑水 天气变暖 陆家家最近试睡更重了 他半睡半醒间 听见了外面剧烈的敲门声 薛燕去陆家帮忙了 他窝在被子里睡得很香 过了好几分钟 外面还在敲 谁啊 三 三哥 陆家家 你就住在这种破地方 也不算很破吧 我没回来 谁让你嫁人的 陆靖国 我怎么就不能嫁人了 我就嫁人了你能怎么样 有本事你打我啊 小妹 想你三哥了没有 想了 我最想的就是三哥 嘴甜的时候就是心虚 倒是吃胖了 脸上也有肉 腰也胖了 不过比以前好看 三哥 你不知道四哥这两天就要结婚了 而且妈还要给你找相亲对象 已经在物色姑娘了 回家 三哥 你别这么凶 其实薛燕 别在我面前提他 陆家家 你的腿频率能快一点吗 我走不动 你再走得这么慢 信不信老子扛起你就走 知道我把你扛起来 肚子会痛就赶紧走 知道了 我现在就走快点 两个人磨磨蹭蹭到了家 陆家家一进门就对着院里喊 妈 我三哥回来了 陆静国几乎一进门就精准地捕捉到了薛燕 薛燕 我 薛燕 老三 三哥 薛燕 你没事吧 还能说话吗 耳朵没事吧 老三 你这是干什么 三哥 你怎么一回来就打人 谁让你不经过我同意娶我小妹的 这是老娘同意的 你小妹结婚什么时候轮到你管了 陆静国 你个小兔崽子 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 万一把你妹夫打出来什么事情 你想让你小妹瘦一辈子 就是 三哥 你这就不知道 薛燕是光明正大在我们家下聘 从定亲到结婚 一个流程都没省略 再说了 你离得那么远 怎么通知你 陆静国看着四周的反应 没想到薛燕这个家伙心机这么深 竟然提前做好了准备 娘 我这是有些接受不了 你想想我在外打仗 一回来小妹就结婚了 我从小最疼她 一看到她就有些冲动了 老三 你在外这么长时间 没落下什么伤根吧 三哥 我理解你 当初小妹刚嫁出去的时候 我也难受死了 也就是时间长了才慢慢试验 陆静国摇了摇头 随后把视线落在薛燕身上 刚才太激动 一时动手了 你别生气 而且你放心 我打得很有技巧 只会让你疼 并不会留什么后遗症 都是大男人 要是实在在意这点疼 你打回来也行 没事 这一拳都是我该挨的 谁让我娶了家伽 两个男人互相对视 明明都笑着 但却好像都没笑 陆家家看着两人 居然品出了一点 茶言茶语的味道 三哥 薛燕嘴角流血了 我先带他回家上点药 你帮四哥把床抬进房吧 不用上药 我打得很有技巧 他就是疼了一下 其实一点事都没有 不用这么着急 老四哥两天就结婚的 家里这么忙 你们就别回去了 先在这里住着 反正什么都不缺 算了吧 没事 三舅哥说的对 要是让我今天回家 再拿床被子 实在不行 我先帮你暖着 放心吧 我不会让我小妹冻着的 都干啥 都干啥 好好的日子 不过要找试试吧 都给我安安分分的 这两天是老四的大日子 谁再敢动手 脸上受了伤 老娘直接动手 把她的脸打肿 两人瞬间眼神收敛 陆家家迅速拉着薛燕进了房间 我三哥这个人欲强则强 你千万不要跟他硬刚 稍微示弱一点 一点点就行 是他在欺负我 你在这坐着 我去给你端盆水洗脸 你怀孕了在这里待着 我自己去就行了 不行 我跟你一起去 陆家家突然想到陆静国 好像还不知道他怀孕了 要是三哥知道他怀孕了 还是先瞒着吧 倒水啊 两个人与其稀松平常 像多年的好友 陆家家让薛燕先回房 他准备先和三哥好好聊聊 三哥 我结婚不是不故意告诉你的 是因为信件记得太慢了 你们两个别闹了 薛燕对我很好 三哥是我最亲的哥哥 你们要是打起来 我就成加薪饼干了 不打了 你看我们两个人 现在关系多好 怎么可能打架 薛燕确实不错 挺好的 很优秀 你评价挺高啊 老三 你回来了 看着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肉 别捶了 我快让你捶死了 陆静国撇开陆爱国的手 却抬起手掌 揉了揉陆家家的头发 薛燕也会摸陆家家的小脑袋 但通常是轻轻地拍 陆静国的力道 陆家家怀疑他再给他洗头 三哥 你怎么这么讨厌 我的头发都让你弄乱了 小丫头又生气了 小妹以前就烦你揉她的头发 现在怀孕 脾气肯定更大了 没揍你就够好了 怀孕了 你刚才说小丫头怀孕了 小妹结婚了肯定怀孕啊 三弟 你可别瞎做什么事情了 薛燕现在是小妹的对象 她肚子里孩子的爹 要是薛燕出了什么事情 你让小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几个月了 算起来好像有五个月了 你去干什么 我有事去镇上一趟 三弟 这可是爹的自行车 他的自行车怎么了 不就是让人骑的吗 陆爱国心秃秃跳 这可是他爹的宝贝疙瘩 平日里碰都不让人碰 一天要擦三遍 陆傅打扫完心房走出来 无意中扭头看到自己的自行车没了 老大 我的自行车呢 老子的自行车呢 爹 三弟骑走了 好像是有什么急事 吵吵什么吵吵 不就是个破自行车吗 老三好不容易从部队回来 这是我们光宗耀祖的事情 骑你个自行车你就好 你的自行车比你小子的命还重要啊 陆傅郁闷了 远相近臭 三小子好不容易回来 地位比他高多了 我又没说不能骑 咱们也要先跟我说一声吧 我看见了就行 你今天又没什么工作 去把房子再好好打扫打扫 省得闲着没事 三哥真是太过分 他还说注意着力气 现在脸都肿了 你都变丑了 要是他下次再打你 你就还手 你们俩互相打 我倒要看看你们俩能丑成什么样 有那么难看吗 也不是很难看 痒痒就好 不行 我去给你拿点药磨磨 佳佳 你好好跟薛艳说说 让他别怪你三哥 到时候妈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补补 要是气不过他们两个人就打一架 只要不缺胳膊掉腿就行 我看他们两个人还得干一仗 陆佳佳也有这个直觉 打吧 打吧 要是不打这两个人不知道查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静国骑着车回来 只是背后多了个被篓 那不是陆佳的三小子吗 他这是回来了 应该是回来了 哟 看着不一样啊 陆佳老三还没有结婚 又这么有出息 我得看看亲戚有没有合适的 我听说你怀孕了 嗯 是怀孕了 五个月了 他已经很大了 都是给你买的 好好补身体 里面有点燕窝 孕妇吃最好 你给我买了燕窝 嗯 都是些小东西 你放心吃 不够三哥再给你买 薛艳目光落在陆静国的被篓上 他当初也想给陆佳佳买燕窝 但是这个地界根本买不到 没想到陆静国这么有本事 这么快就买到了燕窝 不过他付出的代价应该也不小 三哥 你真是太好了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 监督佳佳吃饭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虽然是给孕妇吃的 但你要是身体不好也可以吃 毕竟我打了你一拳头 也算是给你赔罪了 放心吧 虽然佳佳最近失睡 但是我躺在他旁边 一定不会让他忘记吃 佳佳最近就喜欢吃我做的饭 有时间三九哥也可以过来尝尝 要不今天晚上你们去后山打一架 胡说什么 我跟薛艳有什么可打的 我不会对三九哥动手 你们两个人说不打的 要是让我知道你们俩暗地里动手了 我就告诉妈 让她把你们两个人的脸扇肿 该吃饭了 那我就先出去了 陆佳佳也准备吃饭 她弯腰看了看三哥送过来的东西 这麦如今三哥竟然一下子送过来了三瓶 还有红枣 蜂蜜 奶糖 燕窝 饼干 陆佳佳眼睛又红了 陆靖国知道他怀孕 第一时间不是责怪 而是怕他伤身体 跑那么远给他买不平 别看了 太吃饭了 薛艳捞起陆佳佳 他不舒服 他很不舒服 这个三舅哥一回来就夺走了陆佳佳很多关注 晚上吃完饭 陆母嘱咐薛艳 一会儿你带他出去逛逛 消消食 一会儿我带他去 我跟小妹很久没见了 正好聊聊 那我今天跟三哥走走 薛艳老公 你早点回房间帮我暖被窝 走完了我就要睡觉 三哥 你这次回来多久啊 半个月 不说这个了 三哥问你 你到底是怎么看上薛艳的 他对我好啊 还有呢 薛艳长得好看 陆佳佳 就因为他对你好 长得好看 你就嫁给他了 两个条件还不够啊 光这两个都集齐了大部分女人的嫁人的选择 这两个随便一个都拿得出手 还有呢 他性格好 也不凶我 更不会嫌我走得慢 钱都交给我管 闷骚的时候很可爱 你不知道 薛艳外冷内热 对喜欢的人可好了 他能为我打架 能保护我 能给我买好多好吃的 他还会哄我睡觉 给我读书 帮我暖脚 给我洗手 我累的时候会背我 还会做饭 只要我想吃 他什么时候都能给我做 其实前面的这些都不是很重要 最最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我喜欢他呀 你不觉得他性格很闷 又不爱说话 而且他心思深 虽然称不上恶毒 但绝不是什么好人 我知道啊 但是薛艳从来不会主动欺负人 总不能别人欺负他 他不反击吧 三哥 你别对他有偏见 你要是好好了解薛艳 一定能跟他成为好兄弟的 哈 陆佳佳已经一头栽进去了 他能说什么 不过 让他迅速接受这个妹夫 还是不可能 快走吧 笨了巴基的 小心让人吞得骨头都不剩 薛艳才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狠毒 你是不懂他 只有喜欢的人之间 才有这种心灵感应 薛艳要是做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大不了就不要他了 反正我能养活自己 天底下男人那么多 我肯定还能找到 比他更好的 小妹 你这个想法很好 你放心 到时候三哥 一定给你介绍更好的 我说的是薛艳 先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那我肯定不会忍 但是我觉得我老公 肯定不会做 对不起我的事情 不跟你聊了 你走慢点 小心摔了 两个人在外面走了一会儿 大树下有边吃饭边聊天的 看到陆敬国 三百六十度上下扫描 三小子 你回来了 我听说你在外面打仗厉害 现在都当上师长了吧 没有 打仗有本事的太多了 我不过就是进军走 自立长 没给国家做什么大贡献 怎么可能当上师长 审舍们可别乱传 对 哪有什么师长团长的 我三哥就知道打仗保护前方 没其他大本事 三哥 我刚刚想起来 四哥的被子好像还没缝好 我们赶快回家吧 那我们就先走了 等后天我四哥结婚 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你们别说 这陆家三小子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一表人才 再加上有本事 想和他结亲的人应该不少 陆家生活条件好 老大家的去了镇里干活 老四马上就要结婚的媳妇也在教书 这家里过得别提多好了 要是谁能嫁给老三 那可就想不了 关这每个月的补贴就能过得有滋有味 那可不一定 这钱都攥在陆老婆子手里 他能拿出来 要什么钱 陆老婆子吃得好穿得好 再看看其他家 整天都是野菜混杂粮 能吃上好东西就够了 再说了老三这么有本事 还能让他媳妇吃亏了 这样一说 其他人咽了咽口水 经常挨饿的人永远知道挨饿有多痛苦 能吃一顿香喷喷的饱饭 那绝对是现在最幸福的事情了 陆家家回到家 辈子鼓鼓的 这两天很忙 他以为薛燕睡着了 自己走出门端洗脚水 他怎么让你端水 三哥 我端个水不是很正常吗 又不是胸口碎大石 也不是举千斤顶 薛燕最近帮家里干了很多活 又困又累 我总不能连端水 也要把他叫醒吧 要不要我也帮你端一盆 不用 我帮你端过去 三哥不知道其他孕妇怎么样 但像这种弯腰的事情你少干 小心把孩子挤出来 胡说什么 你个混球儿 什么把孩子挤出来 陆靖国没注意过其他孕妇 但也知道自己说的话过于夸张了 他刚才就是吓一下陆家家 省得小丫头不分轻重 什么活都敢干 陆靖国在陆母的怒视下 把水给陆家家送到了房里 他看了一眼鼓起的被子 又看了看陆家家 我先出去了 洗好脚叫我一声 我没血验睡眠声 怎么都叫不醒 你一叫三哥 我肯定一声 好了 三哥 你快出去吧 水不用你倒 我又不是残废 你没在睡觉 我回家拿了家家 平常睡觉穿的衣服 看来是我多心了 我还以为你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的 没有 三哥不走吗 三哥 你赶快回房休息吧 那我先回房了 我还以为你在睡觉呢 被子都鼓着 血验这个闷骚 肯定偷听我说话了 要不然为什么伪装被子 是你起床的时候没点好 我也没注意 血验给陆家家迅速地洗了洗脚 又帮她盖好被子 血验老公 你真好 嗯 我永远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闷骚囊果然偷听我说话了 我也永远喜欢你 陆静国回来 陆母什么也不让她干 不对艰苦 回来总得好好享受 陆家家怀孕了不干活 血验给她拿了摇椅 让她坐在上面晒太阳 陆静国也悠闲 索性坐在了陆家家旁边 都说怀孕五个月了 我看你这肚子也不是很险 应该是个女孩 我也觉得是个女孩 不过我不会特意去想 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两个人正聊 外面进来了两个婶子 上来就帮忙 眼睛却一直瞄着陆静国 陆母也看出了两个人的来意 她不吭声 活有人干了 出卖一下儿子的色相也没什么 两个婶子一连干了两个小时 陆母一点也不往陆静国婚事上扯 一扯到陆静国 陆母就有办法扯到别的地方 最后有个实在忍不住了 打压 静国这次回来 陆静国回房拿了几封家信 骑着陆父的自行车去了其他村送信 路上南水村的一个姑娘看到陆静国骑过 她愣了愣问旁边的嫂子 那是谁呀 不知道 肯定不是我们村的 没见过这人 我是方刚的战友 这次是来给他送信的 我儿来信了 老二 你大哥来信了 娘 什么来信了 你是 小柔 这是你大哥的战友 你大哥来信了 你快看看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他 这是天定的缘分吗 这位同志 我大哥的信为什么被撕开了 为了防止国家机密泄露 每一封从部队带出来的信 都必须接受检查 确保无误之后才能带出来 原来是这样 是我误会你了 不如这样 你中午留下来吃饭吧 算是我给你赔罪了 不用 还有两封信没送 而且我的假期很少 想多陪陪亲人 这位同志能问问你叫什么名字吗 等我回信的时候 让我哥哥好好谢谢你 不用了 你问大哥不就行了 他们不是战友吗 再说吧 网部队里寄信一来一回 恐怕就需要两三个月 时间太长了 他必须先打听打听 到了晚上 陆佳佳跟着薛燕回家住 这次走到是陆敬国主动要求的 昨天买了这么多好东西 要是在这么多人面前吃 到时候传出去陆家家吃燕窝 不知道会招来什么灾祸 陆敬国将自己带过来的东西分了分 我回来得急 这都是在镇上买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挑 大嫂二嫂别嫌弃 这有啥嫌弃的 三叔子有心了 这围巾手套那么贵 买下来也得花不少钱 我攒的私房钱还真花完了 要不然肯定给你们买好的 娘 这是给你和爹买的布 过段时间坐件新衣服穿 花着冤枉钱干啥 你小妹已经给我扯过布了 才换的好衣服 老三啊 我和你爹也就能想想你 和你小妹的福了 别以为家里过得好了就松懈 这日子也不是给别人过的 我和你爹也不能光指着老三和 你们小妹孝顺 我们两个还指着你们过好日子呢 是 娘 你们放心吧 我们一定努力干活 最近家里过得好 老大去了镇上 老四媳妇也当了老师 家里的人就懈怠了 张书云有些不敢抬头 自从陆爱国去镇上干活之后 他心开始飘了 跑回娘家炫耀了好几次 甚至还在忙的时候请了一天宫 老大家的 你明天去喂猪 现在的猪好喂 剁好猪食 馋馋猪粉就行了 算是个轻松的活 哎 老二 你和你大早一人一周 纹着喂猪 记得都要细心 村里的猪可不能出任何问题 爹 你放心吧 这个活就交给我们俩 薛燕回家就给陆家家炖了一碗燕窝 还加了冰糖 三九哥知道你怀孕特地给你买的 不知道花费了多少人力 你千万不要浪费 也不要分给其他人 你现在怀孕了 情况不一样 懂吗 生孩子是一道鬼门关 必须有足够的血气和力气 薛燕怕他出事 尤其陆家家现在肚子里的孩子 仍然有期待绕紧的风险 如果孩子到了六个月 风险没有降低 薛燕准备带着陆家家 去镇上的医院治疗 早点睡 明天你四个结婚 你还要帮新人铺床 那我明天要赚一个红包了 第二天天一亮 薛燕就起床去陆家帮忙 陆家家还在沉睡 甚至连薛燕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 直到七点 他从陆家端来了早饭 陆家家还在睡 家家 起床了 怎么才刚睡着天就亮了 吃饭 一会儿就亮了 今天陆夜国结婚 还等着你铺床 四哥结婚 吃完饭 两人去了陆家 说是小姑子铺床 但是有人帮他 陆家家铺了两下之后 张书云就上手了 小妹 你别管了 剩下的交给我 寓意到了就行 知青所离陆家不远 陆夜国十几分钟就把李芬背过来了 和李芬不合的女知青 林秀霞阴阳怪气道 我们那里有个规矩 进门的时候 让小姑子蹲下来 给新娘穿新鞋 陆家这么疼儿媳妇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规矩 陆家家愣了愣 他从来不知道这个规矩 陆母脸瞬间黑成了锅底 闺女养这么大 他都没舍得让她闺女 蹲下来给她穿过鞋 嫁到哪里 是林知青那里的规矩 而我们老家也没那个规矩 快进 站在门边干什么 陆夜国欢欢喜喜地把李芬背进了屋 陆家家高高兴兴地跟在后面准备收钱 李芬一坐到床上 就给了陆家家一个红包 谢谢四嫂 陆夜国又去招待客人了 陆家家也无聊 和李芬聊着天 小芬姐 你想过考大学吗 现在哪还有什么大学 就算是考工农大学生 也特别麻烦 我觉得以后会恢复高考的 你想想国家发展需要人才 不对 需要的是大量人才 高考是最快收获人才的捷径 说不定哪天就恢复高考了 你可以先复习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还太远了 以后再说吧 陆家家没再多说 倒是肚子叫了 他最近被薛燕控制饮食 早早地就饿了 他跑出去找饭 又怕薛燕不让他吃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薛燕不远处炸的丸子 赵社会看着陆家家可怜巴巴的眼神 有些生气 薛燕也太过分了 自己媳妇饿了都不知道 要我说 陆家家当初就应该选我 现在想吃什么吃什么 哪像薛燕 自己管着饭都不给自己媳妇拿吃的 你不是才吃了两块饼干吗 但是我还是有点饿 忍一忍 你现在不能吃太多 你再忍忍 等中午了再吃饭 哦 薛燕 你也太过分了 陆家家就是想吃点东西你都不给 还用自家媳妇的钱买自行车 我们男人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你一个大老爷们挤着薛燕干什么 三哥 你今年回来了 你看你跟这块木头有什么说的 倒不如跟我聊聊 这么多天没见了 有对象了吗 正 正想着呢 那你可要抓紧啊 老四都结婚了 你比他晚太久恐怕会让人笑话 既然闲着没事 过来帮我搬桌子 快到中午的时候 门口来了个老太太 身边跟了个十七八的小姑娘 陆母见到来人 脑子里面想了想 不记得有这个亲戚 你们是 我们 我们是南水村的 昨天你们家的陆同志 给我们家送了封信 我们十分感谢他 今天听到你们家办喜事 毕竟我儿子和陆同志一起在前线 就过来看看 这是我们的水里 这怎么能让你们水里呢 就是送个信而已 其他家孩子回来的时候 也给我们送过信 顺手帮个忙罢了 我还有点事情忙 你们坐吧 有空了 我再招呼你们 老太太有些尴尬 她也是听了闺蜜的建议 但仔细想想确实莽撞了 两家又没什么关系 就因为送了一封信就来水里 难怪别人不收 我们走吧 陆大哥 原来你在这 有事 我 我是来感谢昨天帮我送信 我们家条件不太好 记性很贵 我们是想等你回去的时候帮我们带一封家信 什么时候信写好了让你二哥送过来 哦 好 我们赶快走吧 娘 今天是陆家的好日子 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多难看 而且陆同志能够帮大哥送信 说明他们两个人关系好 他跑了一趟 我们随典礼也是应该的 你没看出来吗 人家不收 不想跟我们攀什么交情 我们赶快走 别丢这个人 那我们来都来了 就这么走吗 走了才遭人闲话 哎 谢燕在旁边将场景看得很清楚 唇角往上抬了抬 陆敬国处理烂桃花 恐怕就没那么多时间盯着他和他媳妇了 三哥 水烧好了吗 渴了 等一会儿 陆家家无意间扭头 见到一个小姑娘在盯着他看 他记了一段时间的公分 村里的大部分人都认识 还从来没有见过眼前这个女孩 别乱跑了 就在屋里待着吧 等到吃饭我再叫你 嗯 刚才那个人不是我们村的吧 我也不记得我们陆家有这个亲戚 好像是你各站有的妹妹 特地过来感谢你三哥帮他送信 他不会是看上我三哥了吧 不过我三哥应该没看上他 以我对三哥的了解 他要是喜欢 绝对不会这么冷淡 你别管 他会解决 谁担心他了 只是我看对方有点手段 竟然在四哥结婚的日子来了家 我倒是有些期待未来三嫂到底长什么样 管他干什么 你先想想肚子的小崽子长什么样 到了中午吃饭 陆草和周文青又来了 陆大娘尴尬的想要扯着陆草离开 娘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又不是不随理 四哥结婚 现在的名声你们自己不知道吗 总不能名声差 他们就不认亲戚了吧 陆草闻着院子里的香味 一说话就流口水 他擦了擦嘴角 这顿饭他是吃定了 除非陆家不要喜气了 非要今天跟他杠 反正他的脸早就没了 什么都不怕 陆草一溜烟进了陆家 陆大娘拽都拽不住 陆母脸都黑了 但老四结婚 他不想跟这种没脑子的人置气 就当喂狗了 酒宴结束 陆母黑着脸走到陆敬国身后 一捕住他的耳朵 你给我进来 娘 疼 耳朵要掉了 儿子是真疼 少给老娘装可怜 跟上来 我看到你偷笑了 你看错了 我没看错 你就是偷笑了 走了 我还想听听妈是怎么训三哥的 不是困了吗 回去睡觉 那好吧 你对那方家姑娘有没有意思 没有 既然没有你就少招惹她 从今往后一句话都不要跟她说 不 方家的人你都不要再接触 你这个身份说好也好 说坏也坏 万一人家小姑娘名声有损 赖上你 肯定会有人劝你结婚 到时候她来个上调 他们家的人在求你救救她 你说你这个身份需不需要牺牲自己 不牺牲会不会是有人说你人品有问题 我明白了 你明白个屁 你虽然聪明 但是案件难防 而且要是真出了这样的事情 你就算再有脑子也只能被推着走 我不说你能看明白吗 陆业国结婚 村里有些管闲事的婆子爱看热闹 他们等林峰不在家 跑去了罗青青住的地方搭话 罗之青 你看看林峰怎么还关着你 要我说 这夫妻之间哪有隔夜仇 你好好哄哄他 唉 今天村里可热闹了 陆家四小子结婚 你知道娶的谁吗 娶的是那个李之青 这人呀 就该任命 你看那个李之青不仅得了陆家的工作 还嫁给了陆老四 都知道陆家的男人疼媳妇 他享福的日子还多着呢 你给我滚 罗之青 做人的要脸 你当初要是安安分分的 就是清清白白的好姑娘 可谁让你勾引这个勾引那个 甚至让我们家那个小子给你偷鸡蛋 自己不要脸 就不要怪其他人不给你脸 就这两个鸡蛋 让这婆子彻底系上了罗青青 你 这周围可没有其他男人 谁还信你那几滴猫尿 你当初诬陷陆家老四 差一点毁了人家一辈子 现在都是你罪有应得 要死啊 吓死老娘了 你哭什么 哭陆叶国结婚了 也是 你当初可是脱了衣服 想嫁给他 他现在结婚了 最难过的就是你吧 你在胡说什么 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 怎么可能还想着陆叶国 你这样的女人 可以想着很多男人 陆叶国不行就看上王振国 哪有什么固定的男人 罗青青抚摸着肚子 提醒着林峰 她是不喜欢陆叶国 但是她不甘心 李芬哪有她长得好看 为什么陆叶国宁愿娶李芬 也不愿意娶她 还有那份工作 如果给她 她一定能安安分分地 跟陆叶国过日子 我饿了 罗青青 你最好给我安安安分分 要不然我真的会毁了你 罗青青迅速点了点头 但她心里却有些不屑 林峰这样一个 没本事的男人 也想用孩子困住她 真是可笑 一旦有机会她就会走 想让她跟这样一个男人 过一辈子 绝不可能 天上集 陆叶国最后还是踏入了归城 走之前约血验 在山里打了一架 而陆家家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就等着生了 媒婆忧愁地往方家走 芳柔正着急地坐在院子里等 小妹 你别急 我看这件亲事很有可能成 毕竟她和你大哥是战友 有过命的交情 万一大哥出了什么事 还有个人照顾你 他肯定会同意的 但是他对我的态度 小妹 你又不比别人差 那陆敬国年纪大了 说起来还是他战光 有什么不愿意的 放宽心 急什么急 姑娘家就应该稳重 这个陆家老三看着还行 但我们又不是非他不嫁 这村里好的青年多着呢 娘 我就看上他了 正说这媒妇走来了 婶子 咋样 小柔啊 这陆家老三还没想着结婚呢 你别想着他了 这哪没有男人 到时候婶子给你找个更好的 他不愿意 小柔 你看我们村的男人 各个都顾家 嫁个时时刻刻 陪在自己身边的也挺好 婶子一定帮你好好说说 他是不是不愿意 这男女在一块讲究演员 他为什么不愿意 婶子 你有没有问他 小柔 你们两个人没缘 男女之间的事 讲究的是两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他为什么看不上我 我比其他姑娘哪里差了 而且我不嫌弃她年纪大 也不嫌弃她常年不在家 这还不行吗 我要去问问她 你这小姑娘可别干傻事 人家总共裁见了你两面 两个人又没什么牵扯 你可跑到人家面前问来问去 这要是落下闲话 你这辈子就完了 谁愿意去一个 跑其他男人家里低问的媳妇 对 小柔 你别乱跑 她不愿意就不愿意 这钱啊 婶子还你 婶子家里还有事就先走了 媒婆离开 方柔闷闷不乐的在院子里 第二天又让二哥送过去一封信 陆木可恶心坏了 聪明一点的人家早就知道断关系 可方家今天又派人来 这还是给我大哥的信 昨天有些事情没说 知道了 方帖也看出来陆木不待见她 找了个借口赶紧走吧 看看 又送信了 不知道跟她大哥说了什么 我告诉你 你也少给我接触她大哥 尤其别惹上什么报恩 娘 你放心吧 你儿子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让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 跟我玩心眼 还没人弄玩得过 你知道就行 石头和砖头拿着陆敬国新做好的弹弓上山 周围的孩子一阵艳羡 石头 你三叔可真疼你 当然了 我三叔可厉害了 他什么都会做 还说要给我做木头枪呢 我以后也要跟他一样当兵 保家卫国 大山看着被围在中央的石头和砖头 眼神落幕 大飞看着弹弓眼馋 他推了推大山 那不也是你三叔吗 你去问问能不能给你也做个弹弓 石头和砖头以前跟大山玩得不错 他恋恋不舍地把弹弓递给大山 大山哥 我让你玩一下午 太好了 男孩子有了弹弓就追着打鸟 陆母下宫回来看到大山手里的弹弓 他扫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我们惨了 竟然把弹弓给大山勾完 石头和砖头本来以为回到家会挨骂 但是陆母根本就没搭理他们 他是把大山踢了出去 但是他没想着让孩子们之间也延续他的冷淡 只要不拿他的东西给大山 小孩子们之间的玩闹他都不管 田金花今天又被田母骂了 他气氛不平 又对着大山唠叨 陆家老三回来了 给两家的孩子买了那么多东西 唯独没你的份 陆家那个老妖婆不要你了 那你好歹是他的侄子吧 他竟然连瞧都不瞧你 他为啥要瞧大山 大山现在是我们田家的人了 要是我我也不瞧他 大山是个傻子 我要是有这么厉害的三叔 我才不跟着你 天天牢牢叨叨叨 烦死人了 大山 你别听大飞胡说八道 你可是我的亲儿子 不跟着我跟着谁 你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谁都不会要你 只有我要你 娘 你想要的是大山 还是想要的儿子 什么大山 什么儿子 我知道你后悔了 但是后悔有什么用 你当初骂了那个老妖婆 也不跟着你爹 现在你爹有了其他媳妇 哪还有你的胃 我知道了 你想要的不是大山 你想要的是儿子 第二天 血验带着陆佳佳去了镇上最大的医院 做了能做的所有检查 孩子发育得很好 没什么大碍 能吃能睡 情绪起伏都是正常现象 现在五个月了 正在关键期 更要注意平时的安全 不要干重活 也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还有 多锻炼 少吃多餐 但也不要吃太多 防止营养过剩 平日里多走路 到时候好生 如果太饿 可以吃水果 多吃点蔬菜 豆腐之类的 肉食尽量不要摄入太多 多锻炼锻炼就没什么大碍了 晚上陆佳佳被饿醒 薛燕跟以前一样 给他冲一碗卖乳筋 多喝水就不饿了 薛燕 你想要几个孩子 只剩这一个就行了 嗯 得到想要的答案 陆佳佳又继续躺下睡觉 这个孩子陆佳佳怀得很难 一开始先照性流产 他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轻易不敢动 后来又是睡 现在想吃却不能吃 日子过得很快 陆敬国马上就要踏入归城 陆母把存折拿出来 这都是你的工资 零零总总快要两千多了 那三年 你和你小妹的工资都用光了 日子好了 又慢慢的往回补 喜欢哪个就追 这些钱也够你的老婆本 我以前来信的时候都说了 三年时候的钱不用补 后来寄回来的补贴 您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怎么还给我攒着 花什么花 现在日子好了 花不了这么多钱了 你爹在镇上也有工作 我们家过得没那么惨 快去睡吧 陆敬国三天后还是走了 临走前一天 约薛燕在山里打了一架 要是不打一架 她心里不舒服 为了不让其他人 看出来谁都不打脸 陆敬国战场训练 但是薛燕为了活下来 这些年在山里也摸爬滚打过 甚至杀死过野猪 狼仔子 老子告诉你 你以后要是对不起我小妹 我非得整死你 然后给他找个更好的男人 让你的孩子管别的男人叫爹 你还是先管管 你自己有没有孩子吧 薛燕晚上回到家睡觉 自己缩在床边上 你怎么了 晚上上厕所踩到大粪了 那 那你洗脚了吗 洗过了 陆敬国下手珍重 快睡吧 陆敬国走了 陆父陆母和陆佳佳 把他送到火车站 三哥 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你乖乖在家 想要什么和三哥说 我一定给你想办法弄过来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三哥好好的 傻丫头 你三哥命运着呢 生了这一个就别生了 受罪 陆佳佳红着眼点了点头 陆敬国上车离开 陆佳佳情绪不高地 跟着薛燕回了家 他肚子里的孩子 也快要六个月了 陆敬国走后没几天 陆佳佳的双脚开始肿 怀孕后期一系列的症状 都开始显露出来 这跟体质有关 要避免长时间 站着或者坐着 躺着的时候 脚微微点高 我知道了 月份越大 陆佳佳越难受 八个月的时候 他甚至没办法弯腰洗头 天天六月份天气炎热 只能薛燕帮他洗 村诊所的医生 每隔一周都会来家里看一下 陆佳佳的胎位很稳 只等着生产就行 医院的设施条件并不好 陆母找了附近最好的接生婆 准备好了一切 就等着陆佳佳生了 八月初 陆佳佳突然肚子疼 薛燕急忙去叫陆母 又跑去接生婆家 肚子疼多久了 没多久 那不用急 这开始慢得得一天一夜 最快的也得两三小时 一天一夜 他疼 没经验 你放心 你只要在地方就行 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 闺女 你别叫 得留着力气 快去下碗红糖鸡蛋水 给你小妹补补气力 我不想生了 太疼了 我以后再也不生了 我闺女生了 这一个就不会再生了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你们要是不愿意 再娶吧 我闺女我自己养 亲家 你放心 佳佳以后要是不愿意生 我绝对不逼她 薛燕要是敢对不起佳佳 我头一个打死她 接生婆很快被薛燕拖了过来 一到家 薛燕就往接生婆手里塞了十块钱 接生婆看着这一院子的高大男人 再看看自己手里的钱 你看看是不是快生了 我说老姐姐你都生过五个孩子了 你儿媳妇也生了那么多孩子了 你都接生过 怎么也乱了阵脚 也是个有福气的 开直比别家的快 陆佳佳身上的阵痛开始减轻 她吃了几个卧包蛋 又喝了一碗红糖水 刚松了一口气 阵痛又开始了 一次比一次痛 陆佳佳眼前被汗水进了模糊 她这辈子最大的挫折恐怕就是生孩子了 你哥 小兔崽子 快出来 薛燕从一开始来回走到最后蹲在院子里 浑身僵硬 陆佳佳终于把孩子生了下来 陆母给陆佳佳擦身上 陆佳佳从孩子一出生就晕了过去 她力气已经用尽了 娘 你看看 外孙 看个狗屁看 老娘看 自己孩子呢 谁有功夫看她 往那边走走 去客厅让那些老爷们看 别让她在这哭 真是恭喜了 陆丫头生了个儿子 哭得特别响 一看就是有福的 她怎么了 刚生完孩子昏过去了 过不了多久就会醒 我去做点好东西 你在这里陪着她 对了 一会儿还要压肚子 很疼 你在旁边多安慰安慰她 喝 喝水 陆佳佳喝了半碗水 一时慢慢回笼 她晕过去的时候 下半身疼得没有知觉 现在开始密密麻麻的难受了 以后不生了 就这一个孩子就行了 太疼了 乖 没事了 不会再让你生了 血焰 你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对象 对了 小崽子呢 小妹 孩子在这呢 她动了 陆佳佳对于自己 生下一个生命很奇妙 这种感觉无法诉说 只觉得欢喜 他人好小 手也好小 我做的衣服 她肯定能穿上 你先休息 她太重了 有空再抱她 我现在就很有空 我先学怎么抱她 你必须先休息 以后还要压肚子 什么压肚子 小妹 你别怕 压肚子只是让你尽快恢复 一点都不痛 当初生孩子也是这么说的 说一使劲就出来了 结果痛得她恨不得原地去世 明明知道答案 她非要问一遍宽慰自己 能不能不压肚子 咋能不压肚子 不压肚子 要生大病 陆佳端着一碗鸡汤进来 她给了薛燕一个眼神 示意她先滚一边 薛燕起身想要接鸡汤 我来为她 这时候就别抢了 你先看看孩子 薛燕看了一眼小团子 觉得没什么可看的 又没有她媳妇香 又没有她媳妇好看 还是个男的 陆母为陆佳佳喝了一碗鸡汤 外面同样喝了一碗鸡汤的 接生婆走了进来 她接生了那么多孩子 就没有这次这么舒服大方的 开头就给了十块钱 还喝了一碗鸡汤 闺女 你别害怕 压了肚子就好了 一点都不疼 陆佳佳生孩子的消息 在村里传遍 陆曹挺着肚子在一旁听 薛佳和陆佳的人全都去了 围成一团 听说陆佳这丫头有福气 四个小时就把孩子生出来了 现在正休息呢 这孩子有福气 亲娘长得漂亮又有文化 你们看看薛燕 特别能干活 我看着孩子受不了苦 享福的命 你们说陆佳丫头长得那么好看 薛燕长得也不差 他们生的孩子得长什么样 对了 说生男生女了吗 没呢 现在都在薛家 还没人出来传话 陆佳佳脸上那么干净 生的肯定是丫头骗子 他摸了摸肚子 忽然特别希望生个儿子 他生了儿子 陆佳佳生了丫头骗子 那他就有一样比陆佳佳强 周文青 你做饭了没有 现在还早 做什么饭 我饿了 吃吃吃 整天就知道吃 人家怀孕什么都吃不进去 你怀孕了比猪都能吃 家里的粮食都让你吃光了 你 你到底去不去做饭 你要是不做饭 我就去外面闹 你不是还想回城吗 要是名声太坏 也回不了城吧 周文青看了一眼天色 他自己确实也饿了 朝着厨房走 你快点 疼 周文青 你可不要脸的黑心玩意 我怀孕了 你竟然打我的肚子 不就是不小心拍了一下吗 陆佳感觉肚子越来越痛 他本来就到了预产期 现在被周文青拍了一下 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 周文青 周文青 你要死啊 喊什么喊 我可能要生了 你赶快去找接生婆 什么 要生了 快去啊 我受不了了 太疼了 你个混蛋王八蛋的玩意 我就不应该嫁给你 不应该给你生孩子 我让你嫁给我了吗 我让你生孩子了吗 你还不赶快去找接生婆 快去啊 周文青磨磨蹭蹭地走出门 朝着陆大娘家走了过去 陆草是陆家大房出来的 他们总不能不管吧 啥 小草要生了 她和陆家家差不多时间怀的 陆家家今天都生了 那你还不赶快去找接生婆 找接生婆不得要钱啊 我都不知道接生婆家在哪 我上哪找接生婆 嗯 陆家家刚刚压完肚子 陆大娘的声音就从外面传了进来 我找留婆子 陆草也快生了 能不能让她现在去接生 压一次肚子不行吧 半个小时之后 是不是还得压一次 那外面 接生婆呢 小草也快生了 让她先去 大嫂 头一胎都会生很长时间 我们村有其他接生婆 离得近 不过十几分钟而已 我让港国跟着你一起去 留婆子不是技术好吗 就让她 不行 留婆子是我们早就找好的人 这些日子也送了不少的东西 就为了专门让她给我闺女接生 要是没有其他接生婆闲着 我就让她去了 但是有其他接生婆 我闺女正在压肚子 我不能把她冒险 压肚子压不好会留下后遗症 再说了他们为啥直接给接生婆十块钱 这都是老大一个月的工资了 就是想让家家生产没有后顾之忧 换句话说 他们今天花那么多钱就是买断留婆子 老二 带你大伯娘去我们村的接生婆家 大伯娘 我们快走吧 好 陆草不等 等接生婆到家的时候 她好得都快没力气了 接生婆看了看陆草的情况道 早着呢 去煮几个鸡蛋 要不然后面没力气生孩子 我家没鸡蛋 我们家有鸡蛋 我去拿 大唐嫂看着陆大娘拿了家里十几个鸡蛋 眉头挤了挤 但碍于陆草在鬼门关 她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只是陆草后续坐月子 不会也一直让家里掏钱掏东西吧 陆草嚎了一晚上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 直到八点 陆草才开始正式生孩子 快起来 去烧一盆热水 周文青柔了柔眼 她昨天晚上睡得晚 一直在听陆草嚎 其他女人孩子一生就生下来了 陆草却那么长时间都不生 只知道叫 叫有什么用 烦死了 周文青慢悠悠地开始烧水 陆大娘又赶忙做了三个水煮蛋 鸡蛋的香味消散在空气中 周文青念了咽口水 昨天陆草吃了好几个鸡蛋 她一个也没尝过 趁着陆大娘进产房 周文青迅速拿了两个鸡蛋煮 陆大娘赶忙喂了陆草几口鸡蛋 吃了三个鸡蛋 有了力气 半个小时之后陆草终于把孩子生了 娘 儿子还是女人 儿子 生了个带把的 你现在有媳妇儿子了 以后可要好好干活 要不然怎么养活他们 你儿子怎么盖房娶媳妇 这么小 怎么样 而且小草还要坐月子 我一个人也照顾不过来 娘 要不你把小草接回娘家住两天吧 你放心 我在家一定好好干活 放你娘的狗屁 你自己的媳妇孩子 让我接回娘家养 我有什么办法 我自己确实养不了两个人 而且我很多事情都不懂 也不知道该怎么照顾她坐月子 你自己养 陆大娘转身走出门 接生婆正在门外站着 她看了看陆大娘 陆大娘这才了然于心 你一会儿给小草压压肚子 我这就回家给你拿钱 接生婆点了点头 她烦躁地看向院子 这都几点了 她早饭也没吃 昨天晚上的野菜汤 都快把她吃吐了 这家人 算了也是一条命 薛燕 过来 我教你怎么抱孩子 手过来 左臂支撑着孩子的头和颈 另一只手护住腰和腿 就跟我这样抱 抱啊 这一身的戾气 抱你儿子都不会啊 薛燕迫于丈母娘的压力 只能慢慢地伸出了手 只见感受到了团子头部的重量 太软太脆弱了 抱紧了 可别掉了 那可是你儿子 陆佳佳醒过来的时候 薛燕正低头看孩子 跟个雕塑一样一动不动 薛燕 不许哭 别哭 你儿子拉了 快给他换尿布 换尿布 先把孩子放到床上 你慢慢地动 照顾孩子的细心 不能粗之大业 你看看 你力气大的 你儿子都快被你掀飞了 陆佳佳看着薛燕挨骂 悄悄地伴坐起来 你怎么起来了 得好好休息 燕窝快要熬好了 一会儿妈给你端过来 我还没抱过孩子呢 等换完了 尿布再抱 还有没有哪个地方不舒服 没什么地方特别难受 你等着 我去给你端燕窝 团子蹬了蹬腿 继续哭 薛燕皱了皱眉 他都给他换好尿布了 怎么还哭 你还哭也就算了 男孩怎么也这么娇气 薛燕 你抱过来让我看看 小崽子倒是很给面子 陆佳佳一抱就不哭了 我看他长得挺白的 不如小明叫白团吧 叫什么都行 他也很喜欢 先别抱孩子了 吃燕窝 陆草才醒就被压了肚子 他胃口本来就大 陆大娘又喂了他三个鸡蛋 才缓过来力气 燕 我还饿 我这就让周文青给你煮点粮食 陆草舔了舔嘴唇 他实际上想吃肉 娘家的老母鸡 他已经惦记很久了 以前大嫂二嫂坐月子的时候 都会杀一只鸡 不知道陆大娘会不会给他杀一只鸡 小草 我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过了今天 除非你快没了命 要不然我就不会再来了 你自己选择路 你自己走 我没办法再帮你了 娘 你在说什么 你不管我了 你怎么了 周文青 干什么 你给孩子喂点吃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没奶 到底是自己的孩子 周文青嫌弃地抱起孩子去了厨房 陆草很久都没人管 躺在床上又睡着了 到了晚上 周文青还没给他送吃的 陆草也缓过劲 他下了床 却看到周文青正在包鸡蛋 周文青 我跟你拼了 陆草面色风鸣 坐在周文青身上杀 把饭给我端到屋里去 要不然我就把你的腿打断 陆草已经彻底看明白 什么读书读诗都是假的 拳头才是真的 陆佳佳也开始了坐月子 他今天来了奶 白团小手搭在两边 吃得又快又急 陆母天天做营养餐 他端过来一碗粥 这是你怀孕的时候 薛艳给我的方子 说是养身体 正好你坐月子 我天天给你坐 那可不 这里都还加了鸡汤呢 好几样东西 别看就这一碗粥 听说还美容养颜呢 唉 我这肚子什么时候能消下去 你这哪有肚子 就险一点点 等过段时间就没了 你知道我为啥 非要找刘婆子接生 她按肚子有一手 身体恢复得快 放心吧 我就知道 你这种小姑娘爱漂亮 妈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 薛艳拿出了二十块钱给陆母 妈 我这几天上工 你想买什么买什么 省得到时候麻烦 薛家没有女性长辈 只能陆母照顾陆家家坐月子 她能够保证的就是物质上的充足 陆母也不客气 伸手就拿了过来 下午张书云来了 陆母拿出了五块钱给她 让她去镇上买肉做顿饺子 这是薛艳给的 这么多天 让你们照顾家家麻烦了 娘 你这是说的啥话 小姑子为家里做了那么多事情 我才过来两天 怎么就麻烦了 我不能要 要了这钱 我就是丧良心 再说了 家里又不是没吃的 薛艳前两天还送过来了野鸡野兔 吃什么饺子 给你你就拿着 你要是不拿薛艳 还以为你不想照顾家家 再说家里很久没吃饺子了 买点都尝尝 张书云眼眶有些热 非要干活 拿起换下来的尿布就去湖边洗 路上有些不长眼的说道 书云 咋让你洗尿布 你这小姑子做月子还让你干活 本来以为她嫁出去你能轻松点 没想到还是不得闲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们家小妹才刚刚生产完 我是她嫂子 那就跟她亲姐差不多 帮着孩子洗两块尿布怎么了 什么不得闲我就愿意洗尿布 我不仅今天洗我还天天洗 这大名还没起呢 过两天得去上户口 你说你叫什么好 总不能叫白团吧 要不叫狗胜好养活 这也太难听了 难养就难养吧 我和薛艳还养得起 这名字还得薛老头起 他有文化 你们也都别跟他抢 薛家重分才变好 又有了孙子 人老了感情不一样 肯定想自己给白团起名字 之所以这么久没说 肯定也是怕你们不开心 这有什么 我是个起名费 还不如让公公起 让我起 你是孩子爷爷 你不起谁起 今天晚上回家好好想想 过两天就要上户口了 你等等 你让佳佳看看 看有没有喜欢的 这都是你起的 刚刚佳佳说了 起名字的事情让你做主 你觉得哪个名字好 我一开始是想一国家 想着东阳挺好的 东边升起的太阳 但是觉得这个明晰也好听 这是我们薛家未来的希望 至于成瑞 象征吉祥快要到来 也寓意孩子大富大贵 这几个你最看重哪个 东阳 东边升起的太阳 寓意着我们祖国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所有人也会越来越好 名字是挺好的 但是和薛阳重名了 侄子怎么能和小叔叔重名 容易折兽 要不叫成瑞 对 我把这点忘了 要不就叫成瑞 你先跟佳佳说说 看他喜不喜欢 这名字好听 他咋能不喜欢 白团的大名被顺利地敲了下来 陆家家也挺喜欢这个名字 寓意着新一代希望 薛成瑞 小白团 你觉得怎么样 薛燕隔天去了公社上户口 薛成瑞小家伙也成了有身份的人 白团满月 在家里摆了两桌 只有陆家人和薛家人过来吃饭 陆母抱着白团 小家伙长得白白嫩嫩 眼睛滴溜溜看 看我们家成瑞 长得跟我们家家家多像 我想生个跟白团这么好看的 那 那恐怕难 你看看我小妹长得多好看 薛燕长得也不差 所以才生出了白团这样的 别喝了 我再喝一点 不许喝了 晚上还要照顾白团 喝醉了你就醒不过来了 怎么照顾孩子 而陆跑这边正在家里抱锤贝文青 需不去上宫 不去上宫我就打死你 陆草 你疯了 我就是疯了 我告诉你 以后你必须给我天天上宫 要不然我就天天打你 打死你 我就自己养儿子 周文青被打得没办法还手 只能咬牙切齿地去干活 陆草则是背着儿子去上宫 他没好东西吃 奶水很少 孩子又小又瘦 有的时候甚至没力气哭 陆草只能尽量吃些好东西 把孩子喂个半饱 到了晚上 陆草又骂着让周文青去做饭 周文青黑着脸烧火 他看了火苗一会儿 抬头道 小草 我给你念首诗吧 念个屁念 谁稀罕听你的狗屁诗 一点用处都没有 是能换过来粮食 还是能换过来鸡蛋 老娘真是瞎了眼了 才会看上你 多了月子 陆佳佳带着白团上宫 薛燕不放心跟在后面 没想到刚到地方白团就拉了 陆佳佳本来自信满满 但看了看白团的尿布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白团被养得很精细 每次拉了都要用温水擦擦屁股 要不然对皮肤不好 儿子的健康重要 陆佳佳点了点头 陆草背着儿子站在墙角 他看着面色水润的陆佳佳 陆佳佳和以前一样漂亮 脸上也没什么斑点痘痘 反而显得更年轻了 陆草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周文青 周文青两只眼睛看着陆佳佳 还不赶快去上工 今天要是干不到六公分 我非打死你 白团摆天的时候 薛燕带着薛家父子去镇上拍照留念 薛夫抱着白团 后面站着四个人 陆佳佳和薛燕也抱着白团照了一张 回去的路上 陆佳佳和薛燕碰到了孙振兴 薛同志 陆同志 没想到又见面了 这是你侄子吗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 孙同志 不知道你结婚了没有 也该要个孩子了 已经订婚了 下个月结婚 哦 原来已经订婚了 那祝你早点洗的柜子 孙同志 你结婚我们可能到不了 先祝你百年好和 谢谢 我们还有事 就先走了 两个人渐渐走远 孙振兴站在原地没动 人生中总有一个那么心动的人 但确实该放下了 晚上 罗青青要生了 凌峰急急忙忙找来了村里的接生婆 接生婆闻着周围的牛尿味 脸色难看 她真是倒了眉了 上一次给鹿草接生 这一次给罗青青接生 过来吧 也是一条命 她常年接生 没办法视而不见 去煮两个鸡蛋 我什么时候能生下来 我看你这种情况给一天 阵痛了一晚上 罗青青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才真正开始生孩子 胎胃不正 恐怕会难产 罗青青和陆佳佳的体质差不多 但是陆佳佳经常检查 血验也会帮她控制饭量和运动 而罗青青经常在家里闲着 她能吃多少吃多少 再加上不运动 造成了孩子难生 别睡 你要是晕过去了 我也保不住你 我不能死 我想回程过好日子 怎么能死在这里 罗青青有了强大的求生欲 她拼尽全力 一个小时之后 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 最近村里添了好几个孩子 基本上都是男孩 现在男孩怎么这么多 时间很快就到了过年 陆佳佳让薛燕做了个可以拉的滑板 打白团放在里面 然后拉着她跑 田金花双手揣着 看到这一幕撇了撇嘴 都结婚生孩子了 还跟个小孩子一样 薛燕真是倒了血霉了 才娶了这样一个女人 你以后别娶你小姑姑这样的 除了这张脸 什么都不会 就该娶像娘这样的 能干活才行 谁要娶你这样的当媳妇 难看死了 还不如娶表姑这样的漂亮媳妇 再说了表姑还有工作 比你赚的还多 勤快有啥用 大山不吭声 她看着不远处笑得 很开心的白团沉默着 这咋出血了 你这身体不好了吧 有空去村诊所看看 还是先干活 大飞觉得这个姑姑活不长了 咳血的好像都是快要死了 她把田金花咳血的事情 告诉了田母 奶奶 我姑姑是不是要死了 别胡说 她死了 家里得活谁干 可是她咳血了 要不要给她看看 看什么看 死不了 田金花第二天起来上厕所 她发现自己拉血 慌乱的把这件事告诉了田母 娘 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得个狗屁病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事 想花钱 赶快去做饭 放心吧 你现在才多大 怎么可能得病 我给你爹都好好的 田金花不敢反驳 只能听话的去厨房做饭 大山却有些着急 吃了晚饭 她偷偷的去找了陆港国 怎么了 是不是你娘出什么事情了 我 我娘她咳血了 陆港国愣了愣 她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郑秀莲 郑秀莲也看她 转身回了屋 我没办法帮她 也没有任何身份帮她 出什么事情了 陆港国犹豫了两秒 想到两个人结婚之前 就说好坦诚相待 她将田金花科写的事情说了 咱家没什么积蓄 攒了这么久才两块钱 我拿出来一半 让她去村诊所看看 其他再多的也没有了 我希望你能知道利害轻重 不要再管她的事情 秀 秀莲 拿着这钱让你娘看看病 其他的我也没办法 那 那我走了 爹 我娘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把娘再娶回来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还和以前一样 陆豪脚步停顿在门口 她手里拿着自己攒下来的零食 和以前一样 陆豪脸上略带恐惧 她不想和以前一样 不想整天被田金花骂来骂去 不想整天低着头 抢破自己当个赔钱货 更不想自己长大了 随便嫁出去给大山换彩礼 她第一次大胆地释放自己的怒气 走到门口 面无表情地看着大山 我和你娘不可能了 如果你想回来 我会主动把我们二房分出去 但我必须事先告诉你 我们家分出去的日子 不可能和你以前在家一样 你要做好准备 我不想她回来 以前她在家的时候 最好的东西要留给她 她不开心了可以打我 但是我不能还手 她让我干什么 我就必须干什么 不许有任何反抗 稍有不慎就会挨打 她曾经告诉我 我这一辈子是为弟弟活的 长大之后必须给弟弟换彩礼 弟弟有了困难 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她 就算让我去死 也得把这条命给她 凭什么 凭什么我这条命是她的 凭什么我这辈子都是为她活的 我讨厌她 厌恶她 她曾经把很多错事推到我的身上 然后让我挨打 她所有不想干的事情都让我做 她现在已经习惯了 等她长大了 总有一天会把我卖了 她习惯了把我当成她的东西 你让她回来 是让我继续当她的东西吗 郑秀莲听到陆豪的嘶吼声 她快速走到门口 看着满脸泪水的陆豪 她从来不知道一个才九岁的小丫头 心里竟然压抑了那么多东西 郑秀莲抱住陆豪 哄着她进了房间 陆港国呆住了 她没想到闺女竟然有这么大的委屈 我 我 你先回去吧 到了晚上 她偷偷地拿出一块钱给田金花 这是咋来的 我找了爹 他说让你拿着这一块钱看病 以后 真的 这钱真的是你爹给我的 嗯 我又没地方弄钱 娘 怎么了 没什么 晚上 陆豪做了噩梦 弄到田金花拿棍子打她 身上一阵阵抽疼 她从梦里下醒 然后抓着被子哭 咋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爹 你可以接回大山 但是你能不能还和现在一样 能不能不要把我卖了给她换彩礼 能不能平等对待我们 说什么傻话 我嫁过来你就是我闺女 儿子我还不认呢 陆港国要是敢偏心 我非打死她 不偏心 爹咋可能偏心呢 闺女 你放心 就算接回了大山 也一样对你们 咋可能换什么彩礼 你以后想嫁给谁 嫁给谁 爹不要彩礼都行 你说的都是真的 爹说的你还不相信吗 我什么时候偏心过 没事 男在呢 你就是我亲闺女 我